如果仁慈和善良不能拯救世人 那么我将斩断一切罪念 前世我是个拥有神级天赋的觉醒者 但被帝国发现时为时已晚 还没来得及到达四街 帝国便被四街海洋凶兽攻破 自己也在刑场战斗中身语 当我再次醒来发现 意外回到三年前的测试日 更是在那两名看守口中得知 前世自己昏迷不醒 是被人做了手脚 之后只得沦为普通人在末日挣扎 此后三年颠沛流离 直到跟随着难民逃至首都后 才被人意外发现 自己拥有神级天赋 但那时的华夏战区早已全面沦陷 根本没有资源和时间供我成长 刹那间我只觉得 一股满是杀意的怒火 在心中奔涌 本可以有我终结这场末日 两名看守人见我醒后 瞬间将枪口对准我 小子既然你听见了 那就去死吧 想杀我吗 不带对方做出任何反应我 爆发出全身力量 冲蜡撞向最近的士兵前 肘击咽喉夺枪一气呵成 枪花响起 血花飙射 只留下两具尸体 我目光一力当务之急 是先砸事再说 距离最终灾变爆发只有三年 正当我准备 冲进不远处的广场参加测试时 一声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响起 末日剑神系统已绑定 绑定者叶宁 请在30分钟后 触摸测试水晶解锁 激活系统后 任何剑类技能威力 都会强化为禁忌剑技 我眉头一挑 神情一震 怎么是剑神系统 不是末日系统 自从一个世纪前末日爆发后 从天而降的系统 变成了人类抵抗怪物的力量源泉 每个幸存者 只会在觉醒后 获得末日系统 是因为重生改变了这些吗 天风安全区测试广场 主席台上10名高阶觉醒者 有些不满地看着台下 一名身穿白色军服的中年人 神色中更是带着一抹烦躁 诸位令年的测试很一般 截至到现在只有3名C级 26名D级 比起去年质量几乎没有变化 讨论中 身旁另一名安全区高层叹了口气 觉醒者之间通婚诞生的后代 血脉只能提出到这种程度了 片刻后 他缓缓开口 找不到种子就找不到吧 命令已经下来了 普通人参加测试 将不再享有 突然一阵惊乱声响起 全体注意 有感染者挟持人质冲击测试 只见一名少年 正挟持着一名军官 缓缓从入口处走来 那是叶宁他在干什么 他不是被感染了吗 谁也没想到 和自己一般 不过是普通人的叶宁 竟以如此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着用枪 抵着小队长的我 众人眼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理解 主席台下一名中层带队军官 死死地盯着我 脸上一阵恼怒 这种行为 无疑是对整个守卫军的羞辱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已经严重违反了安全区条例 我直接丢下手中的匕首枪械 我是来参加测试的 根据安全区第137条条例 觉醒者享有条例优待 哪怕是死罪违反军令 但只要贡献足够就能抵消 主席台上廖天开口说道 你在读你测试出的天赋很好 可笑至极 我给你这次机会 不过上面的政策已经更改 接下来的普通学员 在测试时 不再享有药剂保护 话音落下 全场还未测试的普通学员 文言一经 不少人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没有药剂保护 那不就是读命吗 众人不禁诧异起来 当真是个疯子 不过胆子倒是挺大的 这小子 不会是以为自己能测出A级天赋 活过一命吧 觉醒者后代看不起普通人很正常 前世 我便是因为出身问题饱受偏见 我双眼注视着测试台 站在一片血泊中 出神地看着满是血印的测试水晶 双手按上 刹那间 一抹耀眼的光芒骤然绽放 测试天赋中 当前天赋C级 当前天赋B级 当前天赋A级 诺大的广场上 人人震惊地看着暴闪的灵精 它到底是什么天赋 那光芒的名流度还在增强 一声系统提示 应再次响起 天赋测试中 当前等级S级 主席台上二阶觉醒者廖天 此时浑身猛然颤了一下 S级 竟然真的是S级 立即上报天风统合 上报上级军区 而我的天赋测试 还在进行中 片刻后 一层蓝色灵灯中 一名不怒自危的中年觉醒者 悍然砸落在测试广场上 来人正是天风军区最高指挥官 三阶觉醒者萧海 大统领也来了天啊 真是有够夸张的 随着几声连续的碎片裂响声 下一刻 助力在台上的测试水晶 竟瞬间炸开 测试结束测试等级SS级 短暂失神回神后的萧海 猛然大吼一声 神情振奋地看着台上 似乎在发呆的我 没想到我天风安全区 也能出现如此人才 萧海直接站到我身旁面带微笑 叶宁同学 恭喜你测出SS级天赋 你想要什么奖励 本座一定满足你 你的情况 我已上报给占据高层 相信很快就会有真正的大人物 知道你的情况 我神情带有一丝不满和疑惑 自己是SS级奈何测试水晶 到了承载的极限 也罢 目前的也够用了 此时我更在意的是 加载好的剑神系统 剑神系统已加载 学习任意剑系技能后 该技能无条件强化至SS级 附加效果 解锁全属性上限 请尽快学习一项技能 奖励自由属性点加4 禁止向外界透露本系统信息 违反者抹杀 我一阵惊讶好变态的增幅 自身的增幅 加上系统的增幅 那三年后的天灾 便无需畏惧 SS级技能 燕宁不禁苦笑一声 心里竟莫名 生起一股酸楚 前世就算他被首都发现 举国之力培养后 整个首都战区 也只是堪堪为他 凑出两个S级技能 一个A级技能 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使两名军方三阶 在和变异体的战斗中战死 一名重伤 超过三千人的集团军牺牲 由此可见 高阶技能的珍贵程度 但现在 竟然随便什么技能 都能强化成SSS级 一时间 叶宁差点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 恨不得立刻找来一个技能学习 试试效果 叶宁 叶宁 几声和善的轻声呼唤 只见测试台上 一直站在叶宁身旁的三阶统领萧海 此时正笑容满面地望着他 不负原来的狠力 这位在外界被誉为 冷血无情的顶级强者 此时就如同叶宁的长辈一般 轻轻地拍了拍叶宁肩膀 叶宁同学 是不是刚成为觉醒者 很不适应 没关系 萧叔叔当年和你也是一样 感觉就像做梦一般弄了好久呢 眼中透着一股缅怀之色 萧海混不在意其他高层此时古怪的表情 只是环视一圈 继续开口 你看 测试已经结束了 不如去萧叔叔那里坐一坐 聊聊天 双眼笑咪 萧海摆了摆手 是一下数提前准备好东西招待 说吧 便极为清静地拉着叶宁走下测试台 走吧 大家都很好奇 你的天赋能力是什么 你的事情我 已经上报给上级军区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确定你后续去 武职开路 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排成两排 紧跟其后 几句简单解释后 萧海便大步带着叶宁 离开测试广场 而此时还留在广场上的大批学员 无不羡慕地望着叶宁离去的背影 萧统领 真是平易近人啊 我还以为 三阶强者 都会很凶呢 原先混血一队伍中 嘲笑过叶宁的学员 此时更是忍不住连声感叹 作为父母为觉醒者的他们 虽然见识过不少安全区管理者 但像萧海这般顶级人物 他们也没机会接触 话音刚落 一名侧出B级天赋的学员冷笑一声 颇为酸楚地开口反驳 你想多了 萧统领好说话 那是因为叶宁 你怕是不知道 前段时间安全区有人走私食物 整个部门带伤队 整整43人 全部被萧统领亲手击杀 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剩下连坐的 也被丢到防线上充当战俘 十个人 八个为了丧尸 说话间 男生眼底闪过一抹巨异 他可是被自己父亲带着 亲眼看过聚集地外的金冠 那一颗颗人头累成的小山 他现在都不敢回忆 萧海的凶名之盛 安全区上下 没有一个人不怕他的 谈论间 留下的几名安全区高层余光 看了一眼说话的男生 微微点头 没错 别看萧海现在这么好的态度 那全是因为叶宁的天赋和潜力 作为一个四百万人口 安全区的最高统治者 可谓是独断生杀大权 几人对视一眼 刚想宣布结束测试 各自离开时 一直沉默的廖天突然出声 传我命令 封锁测试广场 所有学员 安防部门 监察部 一律不得外出 安全区高层中 一名身穿白色作战服的 二阶觉醒者 诧异地看着廖天 下意识脱口出 廖代表 你这是要干什么 测试结束了 剩下的学员也该 话音未落 廖天冷然看了一眼他 只是毫不犹豫的命令部队 将整个广场包围 干什么 你们是不记得 叶宁怎么闯进来 还是忘了他说了什么 冷笑一声 廖天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在场学员 缓缓开口 叶宁被人诬陷 耽误了测试 虽然结果无事 但 你们觉得 叶宁若是呆会和萧统领 提上一句 有人要害他 在座的各位 有想过后果吗 点上一队 觉醒者士兵 廖天说罢 便冷漠地挥手 示意将所有学员 看管起来 转过身 只留下一众 猛然回神的高层 心头一沉 几人想到 萧海对叶宁的重视后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没错 一旦叶宁提起这件事 萧海绝对会帮他 找到罪魁祸首 一个SS级的种子 被人害得 差点出事 哼 这种罪名牵连下 他们怕是一个都逃不了 哪怕 这件事 他们都不知情 深吸一口气 剩余高层也纷纷有样学样 直接带着军队分批控制 不顾一众惊慌失措的惊恐声 几人目光一立 手臂一挥 茶 所有涉事部门 全部控制起来 人没找到之前 一个都不准放走 天风战略指挥部 穿过一道道 重兵把守的警戒线 在萧海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在 近百名觉醒者的簇拥下 来到一处会议室 装饰极俭 带着一股肃杀之意的会议室内 萧海面带微笑地 看着对座上的叶宁 叶宁 喜欢喝什么 挥手叫来一名 二阶觉醒者到茶后 萧海便耐心地 等待着叶宁开口 不用了 颇为平静 叶宁接过一杯茶水后 微微摇头 示意自己不需要什么 对于萧海的态度 他并不意外 只是 此时此刻 在外人眼中 能和萧海对话的天大机会 在他眼中 其实有些浪费时间了 他更想出去 测试自己的能力 微微点头 看着叶宁镇定自若的模样 萧海眼中欣赏之意更甚 不卑不亢 不愧是好苗子 也不废话 挤出一抹笑意 萧海停顿片刻后 缓缓开口 首先 是关于你天赋能力的问题 我知道 每个觉醒者的天赋能力 都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 需要尽量保密 但作为军方 我肯定是希望你能加入我们 这一点上 希望你能提供一部分信息 当然 简单说一下 大概效果就好 我们也好 帮你规划一番 目光闪动 叶宁短暂迟疑后回到 精神系 效果是念力空物 剑神系统赋予的天赋 没有办法说 那他只能选择 说出自己原本的系统天赋 哦 精神系 若有所思 萧海挥手是一身后的参谋长 将信息更新后 也没多说什么 脸上闪过淡淡的可惜 精神系的话比较罕见 萧叔叔也不太熟悉 你的情况 可能要首都那边知晓后 再给你一讲了 不然 我这里有不少力量系 觉醒者的进阶资料 多少还能帮你一些 停顿片刻 萧海笑了笑 不谈这个了 另一件事 就是种子计划 叶宁 你的情况 我已经上报到计划当中 而且是第一人选 只要高层合适通过 到时候会有专门的三阶位 你指导 物资 装备 也会向你倾斜 级别待遇 也会定在副团级 言语中 萧海颇为感叹 入选种子计划后 叶宁的重要程度 将不会弱于他多少 文生点了点头 叶宁听后 脸上也不禁舒缓一些 露出一抹笑容 自己前世 被浪费的时间 终于得以弥补 想要成为四阶拯救一切 光靠个人的能力 显然是不现实的 四阶需要的海量物资 需要一整个国家支持 相信自己到了首都战区后 重测天赋 待遇指挥更好 片刻后 叶宁像是想到什么 陈寅片刻后问去 萧统领 我能提前遇知物资吗 我想 先知取一本技能书 装作对觉醒者能力 很是好奇的样子 叶宁有些紧张地看向萧海 技能 微微皱眉 叶宁 你可能刚成为觉醒者 还不清楚技能的重要性 不是说 舍不得给你技能书 而是天赋一定要和技能对应上 这样才能发挥最大战力 你的技能 肯定是首都那边为你搭配 简单解释过去 萧海也不奇怪叶宁的表现 每一个人在成为觉醒者后 第一件事 就是渴望更强的力量 如果说天赋是枪 技能就是子弹 但对于叶宁这种顶级天赋 他是不希望叶宁随便学个什么技能 浪费宝贵的技能栏 听到萧海劝说 叶宁心中暗叹口气 思索片刻后 还是再次开口 萧叔说 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奇技能的 你看这样 从我的待遇中扣出一部分 我只是看看 你看可以吗 不愿放弃 先拿到技能再说 对于自己的剑神系统 他实在太想测试一番了 看叶宁如此坚持 萧海由于片刻后迟一回道 那行 你想要什么种类的 不过叔叔还是提醒你一句 你的技能最好等一等再学 不然浪费了每接两个的技能栏 肯定会对你日后发展有影响 叶宁点了点头 再次强调 自己只是好奇后 毫不迟疑地开口 剑技类 什么级别都行 嗯 文声一愣 萧海面色有些古怪地 看了一眼叶宁 只是也没多说 在他心中 叶宁也许是小孩子天性 一时间忍不住想看看 微微点头 换来手下 去 直接调来一本剑技类技能书 尽量挑选等级最高的 得到命令后 负责物资储备的军官重重地点了点头 转身就去取 只是余光看向叶宁时 眼中忍不住闪过一抹感慨 SS几天赋就是好啊 想要什么 上面都会全力满足 一般觉醒者想获得技能 别说指定挑选了 那当真是有什么学什么 萧统领的确很看重叶宁 几分钟后 在叶宁罕见有些紧张中 一本C级技能书被取来 物资官急忙取来后 剑萧海似乎有些不满 自己怎么取来这么低的 他也指的低声解释 萧统领 我们物资储备中 剑技类技能并不算多 这本已经是等级最高的了 苦笑一声 虽然作为天风军方 但物资上其实也没资格赋予 任何系统类技能装备 往往都是第一时间发放下去 保证战斗力 像叶宁这种要技能 只是看一看下 在他眼中已经属于有些任性浪费了 结果技能书 随着一声系统提示后 叶宁心中一定 第一 获得C级技能突刺 类型 剑技 力量敏捷系通用 跃跃欲试 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后 叶宁也不矫情 感谢一声便再次开口 萧统领 如果没有别的事话 我想回去一趟 另外 我被阻碍参加不了测试这件事 也希望您能查一查 对座上 萧海文声一愣 周围的军方高层 也诧异地看了叶宁一眼 好小子 他们怎么感觉 叶宁根本不在意和萧海相处 要了东西就跑 要知道 能和一名三阶接触 放在外面 可是天大的殊荣 由于片刻 萧海神色一正地 被阻碍参加测试吗 没问题 萧叔叔会给你个交代的 气场一转 萧海极为重视地许下承诺 转而示意参谋官记下此事 燕宁 是想回去看看 把这个消息 告诉家里人吗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你现在身份比较特殊 最好还是等首都方面的消息传回 话音刚落 燕宁只是用坚持的目光看了过去 半晌 萧海笑着摇了摇头 看燕宁这么坚持 他也不好拒绝 思索几秒后 他直接换来警卫 去 调遣几名精锐战士 跟着燕宁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有什么事 直接越级通报联系我 语气淡漠 对待下级 萧海瞬间便恢复到上位者姿态 几分钟后 看着燕宁在数名全副武装的 觉醒者战士 护送下 走出会议室 萧海脸上的笑容陡然消失 转而带上一股威严之色 去查一下燕宁的背景和资料 还有 关于燕宁被人阻碍 不能参加测试这件事 24小时之内 我要看到报告 无论牵扯到什么人 全部给我抓起来再说 语气带着淡淡的杀意 听得周围几名高层 心中一惊 萧统领这意思 是打算要彻查这件事了呀 一旁 指挥部参谋官 忍不住低声问去 萧统领 燕宁大概率是会被调往首都军区的 您这样是好 也没有多大意呀 文声转过头 萧海冷然地看向参谋官 是好 没有意义 失笑一声 你们 太低估SS级天赋 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目光闪动 萧海侧身 看向远方北方 无声注视中 他仿佛能看到 首都方面接到消息后的反应 天峰安全区 第六聚集地 跳下军绿色越野车 燕宁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 跟在自己不远处的 四名一阶巅峰觉醒者 作为保护他的精锐战士 每一个人都训练有素 只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若非他强制要求不要跟得太近 对方恨不得再调遣一个连的士兵 将他团团保护起来 已是下午 夕阳正红 燕宁清吐一口气 默默地看着眼前熟悉 而又陌生的聚集地 这里 是普通幸存者生活的地方 也是他前世的家 只见一处处杂乱如工厂库房的聚集地内 大量穿着破旧短衣的幸存者 活动其中 污水横流 铁丝往外的垃圾堆成山峰 不时有几名面色憔悴幸存者 麻木地背着篓框 在垃圾中寻找可用的物资 与其说是聚集地 不如说是大型贫民窟 整个聚集地的房子 全部都是铁皮箱改造 不少地方更是搭着简易帐篷 一家几口人挤在一起 压下心头的激动 燕宁深吸一口气 直接大步走向熟悉的街道 小妹 母亲 我回来了 一处蓝白色铁皮箱内 密不透风的箱子中 空气浑浊闷热 一名看上去身材瘦弱 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正蹲在一张小桌前 小心地组装起电路板 脚边 成堆的线头和零件堆成了小衫 食指缠满绷带 女孩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紧抿着嘴 小心地接上铜线 一天连续工作十四个小时下 本就营养不良的少女 此时双手都有些发颤 再装好四十个 就能换个饼子了 像是自我打气一般 一阵咕咕的饥饿声 从肚子里传来 强忍着饥饿和疲惫 女孩在组装好手中的电路板后 脸上露出一抹勉强的笑容 三十九个了 也不知道哥哥那边怎么样了 小鼻子微微抽动 女孩再次抹了一把脏兮兮的小脸后 眼中满是思念 好想哥哥呀 作为末日后出生的孩子 每一个像他这种家庭的普通人 哪怕再小 也要早早地工作干活 赚取微薄的食物 为了供养叶宁参加训练 成为觉醒者 他和母亲省吃俭用 硬是从牙缝中凑出钱来 只为叶宁那边过得好一些 酸楚的腿脚 捂着肚子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屋中 挂着的几张面饼 舔了舔嘴 好饿啊 但是不可以吃 小小的脑袋急忙转过去 不敢再看 哥哥马上就要成为觉醒者了 到时候外出参加任务 肯定需要买很多东西吧 钱何吃的 要省下来 怀着几分对未来的憧憬和思念 少女再次蹲下身子 准备手上的活 就在这时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嗯 脏兮兮的小脸上 女孩目光一惊 下意识警惕开口 谁 本能反应下 少女抓起脚边的一根棍子 小心看去 在最混乱的聚集地中 她早早地就学会了保护自己 这里 经常会有幸存者 在恶风恶的情况下 抢夺食物 片刻后 简易的铁皮门外 一声微微发颤的声音响起 叶小安 是我 哥哥 门外 叶宁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铁门 有些克制不住自己心头的颤抖 前世自从自己失去测试资格后 她便只能沦为普通人艰难求生 小妹和母亲为了支持她攒下贡献 两人也没日没夜地工作 忍饥挨饿 直到一年后 突如其来的变异体杀进了安全区 小妹和母亲也惨死在自己眼前 那种无力的绝望 是她此生最大的痛苦与悔恨 咔哒 小门飞快地打开 一双明亮带着不可置信的双眼 愣愣地看着门外的叶宁 片刻后 哇的一声 叶小安看清那张脸后 忍不住激动地大哭起来 哥 你回来了 一把抱住叶宁 女孩只觉得往日的委屈和心酸 此时全部化作泪水 止不住地留下 自从叶宁参加训练后 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哥哥了 偶尔能去训练营时 也是带着自己和母亲攒下的食物 送到训练营门口 朝思暮想的哥哥出现眼前 此时的她只觉得 自己不再是没有哥哥的孩子 不再孤苦伶仃 死死地抱着叶宁不放 瘦小的身子 忍不住地发产 哥 你是 你是怎么出来的 叶宁看着自己怀中 只有半人高的妹妹 余光看见了那小手上缠满的绷带后 心中一阵酸楚 忍不住摸了摸妹妹的小脑袋后 叶宁挤出笑容 蹲下身子 当然是训练结束了呀 哥哥 已经参加完测试了 心疼地擦去安小夏脸上的泪痕 闻着屋内刺鼻的工业药水气息 叶宁心中一沉 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她是知道 母亲和小妹两人过得有多苦 前世 直到两人惨死之前 她都没有能力 让两人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她轻轻地抱起叶小安 崇溺的低声说道 这一次 哥哥再也不会让你们吃苦了 门外 几名就住在附近的幸存者 听到了安小夏的哭声 不少人好奇地探头出来查看 在看到叶宁后 几名知晓 他是参加觉醒训练的中年人 猛然一愣 片刻后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 叶宁怎么今天回来了 不是说今天是觉醒测试吗 喂 叶家小子 你成为觉醒者了吗 应该没有吧 我家小子还没回来 要是通过了测试 那我家得也该回来了 应该是没参加 还是直接退出回来了 声声嘈杂的讨论中 被抱在怀里的叶小安 像是想到了什么 身子猛然一颤 她下意识地抬起头 看向叶宁 哥 你是不是 不敢说出口 想到叶宁的确这么早回来 那怕不是像外人口中说的那样 没测出天赋 被赶回来了 生怕刺激到叶宁的自尊心 安小夏下意识地问话堵在口中 不敢继续问下去 没有 叶宁轻松一笑 混不在一背后的指指点点核 虽然同为底层 但越是底层之间 互相越是看不起 刚想回答自己 已经成为觉醒者时 一连串脚步声 突然从背后响起 叶宁 回来了 只见一对赤裸着上身 手持短棍的手下中 一名穿着干净的中年妇女 面无表情地喊住了她 目光不屑地打亮了一眼叶宁后 女人吃笑一声 这么早回来 看样子是没成为觉醒者了 回来了也好 你们的水费该交一下了 欠了两个月 六块饼子 这钱你怎么给 说话间 几名手持棍棒的纹身 男面色不善地 将小屋围了起来 手中的铁棍挥舞 水费 纹声一惊 像是小大人一般 安小夏脸上闪过一抹巨异 鼓起勇气后 便向中年女人争辩起来 水是合理的 都是我一桶一桶提过来的 我们没有你的水 胸腔一阵起伏 在听到女人敲诈 一般要出六个饼子后 叶小安妻的眼泪都快流出了 女人作为聚集地里的帮派头目 经常会敲诈周边的幸存者 嗯 冷笑一声 中年女人丝毫不在意 安小夏的反驳 只是神情高傲地呵斥过去 合理的 我告诉你 合理的 也算我们提供的 管你从哪弄的 这钱 你们要么现在交 要么我们动手拿 不然 阴冷看去 中年女人满脸冷意地看向叶宁 对于这户人家 她早就盯上了 家里没有成年男性当顶梁柱 只有孤儿寡母 要不是以往忌惮叶宁 还在训练营中 出来后 说不定是觉醒者 她早就带人吞掉了 不过 现在看来 叶宁显然是没通过测试 在她收到的小道消息中 今天参加测试的学员 可是一个都没回来呢 说不定 叶宁根本连参加测试的资格都没有 直接就被驱赶回来了 冷然转头 叶宁冷冷地看着那张神情高傲的脸 心中陡然闪过一片杀意 记忆浮现 前世 自己从训练营出来后 这个女人也是这般 逼得她和母亲 差点连最后的住所都没有 小妹更是险些被逼得卖给妓院 工人当奴隶一般玩弄 要不是她拼死在城外找到了物资 还掉了所谓欠款 一家人便被这个女人逼得家破人亡 杀意生疼 薪酬旧恨之下 叶宁眼底满是病寒 欠款 还你东西 看着叶宁敌意的目光 中年女人吃笑一声后 满不在乎的挥手 怎么 你还想赖账 想反抗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来人 给我打断她 话还没说完 只见叶宁冷笑一声 毫不犹豫地 直接按下口袋中的通讯器 下一秒 几到速度极快的人影 瞬间从不远处暴冲而来 浑身气息射人 突然出现的精锐战士 瞬间吓呆了 刚准备动手的一帮壮汉 纹身围观的幸存者们 更是惊恐地倒退几步 身穿军装 这是军部的觉醒者 军部觉醒者 怎么会出现在他们这 不带众人有任何反应 只见叶宁面无表情 对着保卫自己的几名觉醒者 淡然出声 黄队长 帮我个忙 拱手复命 被称为黄队长的二阶觉醒者 丝毫不在意周围目光 直接恭敬地向叶宁请示 您说 下一秒 叶宁随手指向中年女人 淡然开口 杀了她 一秒后 碰 只见接到命令的黄霄 毫不犹豫地点头复命 骤然一拳轰出 随着刺耳的爆裂声 原本还趾高气昂的中年妇女 瞬间便被轰碎了头颅 屋头的尸体 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 刹那间 刚回过神的众人 脸上满是惊惧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杀人了 就这样杀了 惊叫一声 原本凶神扼杀的几名 纹身男回过神后 惊恐地丢下手中的棍棒 转身就跑 顾不得擦去脸上 腥红的脑浆 被吓破胆的他们 现在只想逃离这里 以他们的脑子 根本想不出 为什么这几名精锐士兵 会听叶宁的 砰 砰 啊 腿骨断裂 清脆 伴随着破空声和刺耳的尖叫 几人还未跑出多远 便被负责保护叶宁的小队长 一脚踹碎了腿骨 拽住头发后 黄霄面无表情 将几人拖到叶宁身前 恭敬出声 叶宁阁下 还有什么做的吗 虽然叶宁没有开口 要抓住这几人 但丝毫不妨碍 他揣摩叶宁的心思 面对这种只会敲诈勒索的杂碎 他下起手来 没有丝毫手软 求求您放过我 求求您啊 我错了 我们错了 痛哭流涕 还不带叶宁开口 被抓回来的纹身男 立马浑身颤抖地哀求起来 虽然他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丝毫不妨碍他们意识到一件事 若是叶宁开口要他死 他们今天就死定了 如同磕头虫一般 几人再也不负之前嚣张的模样 只是一下一下地强忍着痛楚磕头 哀求叶宁放过他们一马 轻笑一声 叶宁看着贵倒在自己面前的几人 眼中没有丝毫怜悯 别看这些人现在哭得这么惨 但他们折磨起普通人时 可也没手软过 抬头看向等待自己指示的黄霄 叶宁面带微笑 语气温和地轻声开口 黄队长 麻烦你 都杀了吧 斩草除根 对于有可能伤害到自己家人的杂碎 叶宁的字典里没有手软二字 话音刚落 本以为叶宁会放过自己的几人 浑身一颤 立刻惊恐地大叫起来 不 不 求饶声还没出口 下一秒 伴随着几声清脆的暴头声 黄霄便面无表情地收回拳头 甩了甩手臂 他挤出一抹笑容 依旧还是恭敬的态度 看向叶宁 您 还有什么吩咐吗 目光中带着微微的惊讶和意思 虽然末日后杀个人并不算什么事 尤其杀的还是这种垃圾货色 但叶宁的果决和狠辣 还是带给他不小的震动 如此形势 实在不太像这个年纪的 叶宁看着明显想教好自己的黄霄后 索性再次开口 嗯 那就麻烦您帮我通知下我母亲吧 他应该在火药厂 麻烦您告诉他 我回来了 说话间 叶宁眼中闪过一抹柔异 前世他最后悔的 就是没有让母亲和小妹 过上一天好日子 重生改变了命运轨迹后 他自然不可能再让两人吃苦 没问题 您客气了 挺直腰板 黄霄公声回复后 直接神情肃木的 按向肩上的通讯器 三级指令 通知火药厂最近部队 派人去请回叶宁阁下的母亲 注意 一定要保证安全 说吧 黄霄友好地冲着叶宁笑了笑 混不在意周围 一众幸存者震撼的目光 叶宁阁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在下就先撤了 我们第四特种保护小组 将会24小时在周围寻护 有什么需要 您直接通知我就好 目光扫了一眼叶宁居住的环境 黄霄目光闪动后 补充一句 如果您需要更换住所 我们现在也可以帮您安 话未说完 叶宁轻轻地摇了摇头 事宜并不需要 更换住所是肯定的 但不是现在 见叶宁拒绝后 黄霄笑了笑 也不在意 只是目送叶宁进去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转过身 目光如鹰一般扫尸周围 片刻后 他默然地看着围观的幸存者 对着身后成员白手下令 载调两支小队过来 务必要保证叶宁阁下的安全 围观的人群一惊 不少人满眼匪夷所思地 看着叶宁家门 带护卫队撤走后 一声震惊地讨论响起 叶宁阁下 军部这些人 为什么要这么尊敬他 我的天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叶宁能指挥他们 不敢置信 不过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他们 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一幕 要知道 平常一个聚集地的安保人员 在他们眼中都算是大人物 更别提这些军部的精英了 看着地上的尸体 人群中几人失神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只知道 叶宁家怕是也要成为大人物了 叶宁母亲 真是生了个好儿子 聚集地外 一名成员看着黄霄 忍不住低声问去 黄队长 您是不是太讨好那小子了 他现在才刚成为觉醒者啊 难以理解 虽然高层有令 务必要保护叶宁安全 但并不意味着要如此恭敬地对待 说难听点 黄霄的做法 简直把自己放在下属的位置上了 而在几个小时前 叶宁可还只是一名普通学员 黄霄 那可是这儿巴金的精锐军官 面无表情 黄霄倾笑一声后 看向自己的队员 悠然开口 小子 讨好 你不要说我讨好他了 你信不信 就算是萧海大人 也准备交好于他 现在叶宁不过是凌阶觉醒者 实力低微 但给他时间 他可是有希望成为一方统帅的顶级人物 现在不趁他身份低微时交好 以后我们连仰视他的资格都没有 摇了摇头 黄霄回想起叶宁的表现 你们不要小看这叶宁 一个敢以普通人身份 挟持觉醒者的学员 敢赌自己天赋 能让所有人闭嘴的疯子 就凭这一点 你们谁能做到 更不要说 刚才他表现出的心性 绝对不简单 带着欣赏之意 黄霄由衷地赞叹一声 心性沉稳 意志果决 出手狠辣 这种人物 就算不是SS级天赋 以后混得也不会差到哪去 听着队长对叶宁毫不吝啬地赞美 几人愣了愣后回过神 发现的确是这般 简陋的铁皮房内 叶宁颇为缅怀地看了一眼熟悉的家 看着又累又困 哭了半天鼻子睡着的小妹 她微微摇头 脸上带着一抹笑意 片刻后 带着几分期待 叶宁深吸一口气 直接将技能书学习 短暂的安静后 一声冰冷的系统提示瞬间响起 第一 任务完成 获得四点自由属性 第一 检测到C级技能 突刺 检测到剑类技能 问 刹那间 一股耀眼的光芒在石海中绽放 一秒后 剑神系统的提示应再次响起 第一 技能提升成功 剑技 突刺 以强化为SSS级技能 剑流风暴 剑流风暴 消耗4500.0能后 召唤剑气洪流 并在极短时间内 对目标区域造成毁灭性打击 该技能附带超速 破甲 摧毁 切割 分解等特性 注意 该技能破坏力 已由当前阶位提升1万倍 请谨慎使用 剑流风暴 看着技能面板上的一抹暗金色 叶宁心脏狂跳 只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饶时他前世见识过不少大场面 但看到随便一个技能都强化到了SSS级后 依旧激动 强压下复杂的情绪 片刻后 叶宁看着技能使用要求 目光闪动 使用一次需要4500.0能 消耗也够恐怖的 好在他天赋特性中 每48小时可以任意使用一次技能 不然他怀疑自己 就算被抽干了力量也用不了一次 以他灵阶15点意志为例 体内灵能储备大概为1500点 晋升到一阶初级 最高意志20点 灵能2000点 二阶30点意志 灵能3000点 三阶40点 灵能4000点 也就是说 在没有装备加成下 他理论上到三阶终极 才能勉强使用一次技能 巨大的消耗下 也不知道真正效果到底怎样 看着技能面板中的描述 叶宁强压下 现在就是实验一番的冲动 陷入沉思 剑神系统不允许自己透露天赋信息 这就意味着他短时间内 没办法向外界解释他的能力 虽然他并不在意展现这些 毕竟实力越强 国家才会越重视自己 投入更多资源 但 二阶之前 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前 还是要尽量减少麻烦 叹了口气 看着自己本体天赋中的精神系天赋 超凡意志 一时间 叶宁不禁感到一丝棘手和诡异 这是他原本的神级天赋 提供十倍的灵能上限和高额意志加成 越到后期 效果越变态 不仅如此 想要晋升四阶 也和意志属性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现在 超凡意志 只是单纯的增幅意志属性 实际战力极为有限 一般来说 高阶天赋比低阶强大的原因 一个是天赋特性会更好 另一个就是灵能的吸收效率 如果说B级天赋的觉醒者 击杀一头变异体能 获得一点灵能经验 那A级就是1 5 S级1 7 而SSS级则达到了夸张的三点 这就意味着 天赋越高 进阶速度越快 还没有平静阻碍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高层会如此看重高阶天赋的原因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等首都那边确定下来自己种子的身份后 先一口气升级到二阶 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 解释自己实际站立就好 灵阶使用剑流风暴 也许不可思议 但对于SSS级天赋来说 二阶倒是勉强可以接受 轻吐一口气 几分钟后 正当叶宁还在不断思考着自己接下来的路时 门外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突然响起 叶宁 一声惊喜 带着激动的女生从门外传来 浑身一僵 叶宁下意识看向铁门 瞬间便意识到 门外的声音便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一日清晨 叶宁阁下 您是打算前往侧师赴本一趟 军车上 黄孝好奇地看着叶宁 随口问去 没错 黄队长 我想实战一番 叶宁带着一抹笑意 淡淡解释过去 装作对自己觉醒后 实力很好奇的样子 看着叶宁这副表现 黄孝倒也没多想 只是好心出声 叶宁阁下 您想实战一番的心思 我可以理解 虽然我不太了解 精神系觉醒者能力具体怎样 但一般来说 力量和敏捷属性的觉醒者 再初期的战斗力 会更强一些 如果到时候测试效果不理想 您也不用气馁 毕竟您现在还没掌握什么技能 实际战力 也只能靠基础属性 一般普通人再没觉醒前 最高属性值 不会超过九点 但成为觉醒者后 无论之前的身体素质如何 系统会统一强化到十点 并根据天赋特长 再额外增加相应的属性 这也导致了在前期 力量敏捷两大膝的觉醒者 实际战力会更出色一些 点头示意自己知晓 半个小时后 随着军车缓缓停稳 叶宁便将目光投向一座巨大的高塔 和人类科技的建筑造型不同 高达百米的高塔周围 布满了重兵把手 所谓测试副本 便是人类方在末日后研究多年 模拟野外副本的功能设施 在进入测试副本后 可以几乎1比1的模拟末日中的副本 提高实战经验 只不过相比于末日后自然出现的副本 人类所建造的测试副本中 如果遭遇致命危险 可以随时退出 大大提升了安全性 因此 也备受低阶觉醒者青睐 当然 其中一点便是 叶宁想要测试自己的能力 去安全区外测试 是不太可能的 现阶段的他 在外人眼中太弱了 要出去的话 短时间内 必定会有人跟随保护 军车停稳 在四名精锐战士的保护下下车 叶宁直接奔向副本入口 此时虽是凌晨 但高塔附近 依旧有不少低阶觉醒者存在 准备训练一番 不少刚准备进入副本的觉醒者 在听到一阵脚步声后 下意识将目光投向叶宁 看着被军方环卫着的叶宁 不少人心中一片扎舌 这人 什么来套 无视一众猜测的目光 叶宁直接奔到副本引导员台前 帮我开一个低级副本 什么类型的都行 飞快说完 叶宁心中跃跃欲试 极为期待技能呆会的表现 闻声一愣 负责接待的引导员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叶宁身后跟随的四名觉醒者 心中一阵嘀咕 这架势 是哪个大人物的子嗣 不敢怠慢 一分钟后 一枚开启令牌 便直接交到叶宁手里 拿到开启令牌 叶宁对着身后的黄霄微微点头 便毫不犹豫地开启副本 下一秒 只见白光一闪 他的身影便瞬间消失在原地 第一 进入测试副本 当前场景 城市 危险难度 低 短暂失神后 叶宁站稳脚步 瞬间便观察起四周 四周一片狼藉 看装修风格 自己应当是在一栋公寓楼内 反手从后腰抽出战术匕首 叶宁目光仔细地打亮着窗外的高楼 副本开启的是单人副本 在这 他可以全力测试自己的能力了 看着屋内停掉的垫子中 叶宁很快便意识到 这处副本场景 应该是模拟末日爆发后不久 咔哒 深吸一口气 直接开门 光线瞬间投进门内 直线随着声音的响动 走廊上 一头浑身满是暗红色血子的丧尸 猛然转头 在嗅到人类的气味后 瞬间嘶吼一声 飞快地冲了过来 面无表情 看着冲向自己的丧尸 叶宁直接瞅准时机 快速地遍布错闪 躲开咬来的尸口后 手中的战术匕首 直接凿向丧尸后脑 扑 轻微地穿刺声 匕首扭动 随着凿进后脑的匕首 搅烂了丧尸脑组织 不过一秒的时间 叶宁便熟练地 干掉了这头丧尸 直接去找这个副本里的 BOSS编一体 拿丧尸测试技能 实在太浪费了 目光闪动 随手将匕首抽出后 叶宁迅速地 便确定下自己的行动路线 看着系统提供的地图 他直接冲向防火楼梯 两分钟后 好 好 车辆撞毁的街道上 几具烧焦的人类尸体 坐在烧毁的汽车残骸中 随着叶宁的出现 六头手脚残缺的丧尸 嘶吼着冲了过来 地面上 一头被啃食的 只剩下半身的男性丧尸 更是双手飞快地扒在地面上 拖着长子狂叫着爬来 环看四周场景 叶宁冷静地看着堵在出口处的丧尸 果断当头冲向最近丧尸 一脚正登向最近的女性丧尸后 趁着对方身形不稳的瞬间 叶宁直接匕首前刺 捅穿了那充满恶臭的尸口 匕首拔出 随着灵活的转身遍布 再次将匕首凿入右手边的丧尸太阳穴 扑哧 二十秒后 叶宁轻吐一口气 用脚踩在一鸣看起来生前 像是学生的丧尸脸上后 缓缓拔出满是污血的匕首 战斗结束 不动用技能 光凭借灵阶的身体素质 战斗起来还是有些消耗体力的 如果不是他前世战斗经验丰富 换作一般刚成为觉醒者的人来说 刚才的六头丧尸围攻 就足以让一般人手忙脚乱了 甩了甩手上粘稠发臭的污血 叶宁快速对比起自己所在的位置 这个副本难度并不算大 在地图中 最核心的BOSS区域 应该是在右前方的广场那里 毫不犹豫 确定好方向后 叶宁便直奔广场而去 脚步声踏踏作响 凌冽的寒风吹起地面上 散落的报纸和垃圾 在空中打着旋 末日爆发不久的城市 到处都充满着 萧索和破败的气息 无视了远处街道上 向自己包围来的大股狮群 夜宁神色冷静 整个人极为灵活地 在一辆辆汽车间来回闪避 不时跳上车顶 快速移动 好 好 随着靠近广场 周围的丧尸数量也越来越多 目光一扫 不下摆头丧尸 正在以包围之势 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碰 碰 也许是活人的气息太过诱人 沿街的商铺中 几头丧尸嘶吼着撞破窗户 直接从高层摔下 没有痛觉 没有恐惧 嗜血的丧尸 在从楼上摔下后 很快便拖着断腿 加入尸群 碰 一脚灯抱最近的女孩头颅 夜宁直接踩在对方脖子上 飞快地跳开 周围 大批丧尸已经抱了过来 在不须于人类全力奔跑的速度下 一眼望去 满眼都是密密麻麻心红的眼 还有 一段距离 眉头微皱 夜宁抬头看向远处的广场 只见 作为丧尸爆发时 人数最多的广场上 几乎有着上千头丧尸 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而最中央处 一头蹲在地标上的庞大变异体 正大口大口地咀嚼着人类尸体 浑身肌肉膨胀 粗壮的双手 轻易地将手中的尸体 撤成肉条 远远看去 就像一只巨型化的黑色人形螃蟹 嚼尸者 一接巅峰变异体 呼 侧身躲过几头丧尸扑击 夜宁索性直接跳上最近的车顶 整个人如同跳跃一般 灵活地穿梭在车顶上 最后400米 靠近后 自己就能测试一番技能了 无视了扑咬而来的丧尸 夜宁直奔自己的目标 击杀普通丧尸 没有任何灵能经验 反倒会浪费自己的体力 觉醒者想提升等级 唯一的办法就是完成系统任务 亦或者击杀变异体 而正常情况来说 一头一接巅峰变异体 至少需要三名以上同阶觉醒者才能对付 从丧尸进化的变异体怪物 每一头的实力都极为可怕 作为人类最主要的敌人 寻常一接变异体的肌肉组织 就足以抵挡子弹冲击 凭借着高额力量和惊人的速度下 任何一头一接变异体冲入防线 都能在短时间内杀死大量士兵 而二接变异体 徒手撕裂装甲车 扭断炮管 更是不在话下 如果不是仗着技能 只有零接的夜宁 哪怕天赋再强 也不敢直面大量丧尸中的一阶变异体 速度极快 凭借着精准的身体控制力 不过一分钟 夜宁便在丧尸的追赶下 冲到了广场边缘 与此同时 不断汇聚的丧尸 如同黑潮一般死死地追在他身后 一眼望去 四面八方已经被丧尸包围 哪怕是一支精锐作战小队在此 怕是也难以逃出升天 快速调整呼吸节奏 夜宁双眼死死地盯着技能面板中 准备好的剑流风暴 如果技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 那他也只能狼狈退出了 动 目光锁定 还在吞吃着尸体的嚼尸者 夜宁果断一脚 狠狠地踹向最近的汽车车门 刹那间 刺耳的汽车警报声呜呜大响 与此同时 广场上 原本只是外围丧尸注意到他的情况下 在声音响起的瞬间 大批丧尸骑刷刷地转过身子 微微停滞后 一张张面目猙獰的失恋 直接嘶吼一声 便飞快地冲来 不仅如此 广场最中央的巨型变异体 也猛然放下手中啃了一半的女孩 猛然转头看向她 好 巨大的吼声响彻广场 只见嚼尸者一把丢下手中的半截尸体 整个身子如同卡车一般 撞飞了沿途的丧尸 高速冲来 呼 深吸一口气 浑然不在意 已经接近死局的场面 夜宁目光一立 直接锁定嚼尸者 简流风暴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微压瞬间出现 随着一阵耀眼的紫色光芒后 夜宁只觉得 周身仿佛被极具压迫感的灵能包围 呼吸一致 天色仿佛猛然暗淡 01秒后 近千道充满毁灭气息的箭流生成 犹如雨衣一般环绕周身 刺拉刺拉 箭息旋转 在锋利的箭流下 坚硬的水泥地面 犹如黄油一般 被轻易隔开细密的箭痕 下一秒 体积膨胀到 足有百米范围的狂暴箭息 如箭雨一般 骤然轰出 轰轰轰 轰 丧尸绞碎 悍然爆发的百米剑锡 瞬间便撞上尸巢 如同吞噬一切的黑色 毫无阻碍地 便将大片丧尸绞杀成泥 伴随着剧烈的灵能爆发声 只见冲得最快的嚼尸者 在恐怖的洪流面前 就好似一张白纸一般 轻易便被撕碎 箭流击射 一道道超速箭流向四面八方 无差别的暴射而出 从高空看去 发动了箭流风暴的叶宁 就好似在大地上 展开一朵巨型箭花 横扫一切 几秒后 哗啦哗啦 尸块落下 血雨纷纷 在地面剧烈的震动中 叶宁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只见原先大理石铺就的广场 此时已经化作一片废墟 周围的建筑物 更是如蜂巢一般 被洞穿出密密麻麻的孔洞 方圆百米内 所有丧尸都已消失不见 唯有地上一滩滩碎肉 证明他们存在过 而嚼尸者冲来的位置上 一个足有三十余米深的巨大深坑 赫然出现在眼前 一击清场 嚼烟冒出 被高速高温溶解的深坑内 只留下手掌大小的变异体尸骸 好变态的破坏力 俯身看向被间隙洪流 硬生生轰开的巨大空洞 夜宁目光闪动 这种恐怖的杀伤力 就算弱一点的二阶巅峰 也会被自己秒杀 甚至三阶猝不及防下 也会被自己一击重伤 而他现在 不过刚刚临阶 48小时无消耗释放一次 这就意味着 每隔两天 自己就能爆发一次三阶攻击 媲美三阶觉醒者 有这种底牌在手 那提升等级 不跟喝水一般简单 夜宁轻吐一口气 飞快地扫过自己爆出的经验 只见系统面板上 两条信息闪动 第一 击杀一阶巅峰变异体 获得五点灵能经验 人造副本 已扣除50% 第一 获得白色装备 迅捷之手 系统提示简单 却看得夜宁微微一愣 灵能经验少 很正常 人造副本内的经验 全部来自于战区提供的灵能石 不如正常副本 他是知道的 不然 人类方也承担不起消耗 但 装备能爆出来 要知道 这类副本 大多是给低阶觉醒者用来练习的 不要说装备了 可以说 除了经验 什么都没有 毕竟 人造副本内一切物资 都是军方自己放进去的 能省则省 看着出现在手中的手套后 夜宁思索片刻便意识到 这怕是军方 放在副本中的最高奖励了 也许是激励低阶觉醒者 敢于对抗变异体 不过 暴力一定低的离谱 运气还算不错 看了一眼装备属性后 夜宁直接装备上去 加以敏捷 出手速度和射击稳定 提高15% 看上去属性一般 但对于一件白色装备来说 已经算不错了 尤其是在末日中 装备暴力低的可怜 寻常二阶觉醒者 都未必能凑齐一身白色装备 毫不夸张的来说 一件再垃圾的装备 换来几个笑花 玩上半个月都没问题 在末日 实力高于一切 好 远处吼声传来 夜宁看了一眼 被巨响吸引来的 其他区域丧尸后 也不再停留 测试的效果已经达成 再待下去 也没意义了 退出副本 话音落下 下一秒便重新回到巨塔之内 嗡 白光一闪 突然出现的夜宁 顿时引得黄霄一愣 这就出来了 从夜宁进入副本倒出来 中间不过七八分钟 按常理来说 这刚时候 才刚刚遭遇丧尸 一旁台前的引导员 也眼神古怪的 瞥了了眼夜宁 看着夜宁 那毫无高强度战斗后的样子 一时间 心里不禁生起一股鄙夷 这事进去后 看见丧尸就吓得退了出来 也是了 像这种能让军部 护送来的青年 基本都是些大人物的后代 养尊处优惯了 沉阴片刻 黄霄看着夜宁侧脸 毕竟你才刚成为觉醒者 什么技能都没学 笑了笑 你像我 哪怕我们 是从新病出来后 就拉去面对过丧尸 但第一次担任进入副本时 我也吓得够呛 城市巷战遭遇丧尸 的确很难处理 微微侧头 夜宁有些愕然地 看着一脸认真 生怕自己信心 被打击到的黄霄 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感情这位黄队长 是把自己当作逃兵了 微微摇头 夜宁也懒得解释什么 只是笑了笑开口 黄队长 麻烦你送我回去吧 顺便问一下萧统领 首都那边 大概还要多久去认消息 黄霄文声一愣 脸上的神情 转而肃默起来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后 便直接带着夜宁离开 带两人离去 原本不敢说话的 警民接待员 立马交头接而起来 我的天 你们刚才听到 那人说什么了吗 萧统领 他认识萧统领 身穿制服 面容交好的女接待员 有些扎舌地 看着夜宁离开的方向 虽然有些比喻于 夜宁刚才的表现 但从夜宁透露的话中 这分明是能接触到 顶级人物的全二代了 一个命令 就让军方直接联系萧海 这其中的能量 简直令人扎舌 带着几分羡慕和酸楚 几名惊挑戏选出来的小女生 忍不住有些感叹 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啊 也没听说军方 哪个高层性业啊 不过 刚才那小子还挺帅的 就是实力差了点 说小间 一旁的女孩忍不住打拒到 一直盯着夜宁离开的声 干嘛 看上人家了 不过也是 能绑上这种大人物 也不用辛苦赚信用点了 实力差算什么 人家手底下 有一堆人保护呢 是啊 早知道刚才多说几句话了 难得碰上 这么年轻的大人物了 目录可惜 女孩们毫不避讳地 谈论起来 如果下次再碰到 怎么也要多说几句 以这种级别的发话 说不定陪她晚几天 待遇也能提高不少呢 至少 家里人也能吃饱肚子了 机器喳喳中 一名负责维护副本能源的觉醒者 突然从塔内冲了出来 一脸凝重的大声高喊 是谁又派了一阶小队进入副本 不是说了吗 副本是单人哪 神色愤愤 说话间 这名工作人员 目光不断地扫视大厅 试图寻找罪魁祸首 小声聊天的几名 接待员文声一愣 看着颇为紧张的维护员 一名女孩忍不住出声问去 张哥 没有小队进去啊 我们可不敢 话没说完 维护员有些急躁地瞪了他一眼 没有人 没有一个小队进去 那副本里的一阶变一体 是怎么死的 连唯一一件装备 也被爆了出去 妈的 总不可能有二阶闲的无聊进去吧 听着维护员急切的话 几名女孩猛然一惊 忍不住互相错愕地对视一眼 刚才进入副本的 只有叶宁一个人 除此之外 哪里还有其他人 反程的越野车上 叶宁趁着空闲 习惯性地看向窗外 车身摇晃 颠簸 简于四十年前的安全区道路 早已在长年累月下 变得坑坑洼洼 穿过还算整洁的军区 进入外城后 沿途满是低矮的水泥楼 路边推车搭帐的商贩们 拥挤在一起 狭窄的道路两旁 污水横流 一股酸臭的腐败气息 混合着粪便发酵的味道 充斥在整个外城 卖枪了 卖枪了 十五斤面粉一把 手工糖线 送二十发子弹 新鲜的麻雀肉 三点信用点一斤 油炸蟑螂一点一斤 珍惜上片 旧时代劳力士手表 一点信用点 买二送一 一颗拉钻石 一点一把 一处迈着烤蚯蚓的摊位前 几名一不避体的孩子 好奇地围在一名饿死的尸体旁 不时地拿手拨弄过去 孩童们嬉笑间 翻找着尸体上的遗物 试图找到些小玩意 作为末日后出生的他们 早已经习惯了死人 但很快 几名懒散的巡逻队 便发现了尸体 让开点 让开 哪家的小孩管好点 捏着鼻子 巡逻队有些厌恶地 便将饿死的男人丢上板车 不远处 从事肥料工作的商贩 则目光火热地看着板车 大有一副要争抢的样子 在末日 尸体也是宝贵的物资 这东西丢进粪钢发酵后 便是上等的肥料 甚至卖到黑市 也算是一点新婚 随着越野车的继续行驶 车子很快便来到一条大路上 只见马路崖上 不少胸前挂着招牌的幸存者 站在路边 有些麻木地挥舞着双手 看见夜宁所在的汽车路过时 他们便一窝蜂地冲上前去 神色激动 大人 看看我吧 我力气很大 可以帮您搬东西 只要一块饼子 大人 我 我 我会修电器 还会写字 半块 这位大人 您需要仆人 妈 十六岁的少女 十斤大米 看着堵在车前的幸存者 黄霄神色异冷 毫无感情地大声呵斥过去 均不出行 让开 黑洞洞的枪口 直接对向最想推销自己的一名男人头上 仿佛在下一秒就要开枪 另一头 夜宁也没有太多情绪波动地坐在车中 这种画面 他从小看到大 听说在旧时代 末日之前 许多演员和教授 也是这般推销自己 经过近七十年的适应 现在可比末日刚爆发时好多了 车身暗响 在护卫队的呵斥下 人群只能无奈地散去 不少人看着越野车驶离的背影 眼中满是可惜 像燕宁这种看起来属于安全区高层的子弟 出手可是很大方的 回到外城聚集地 燕宁和黄霄打了个招呼后 便直接下车 按照刚才联系萧海所说 他的情况已经在昨夜层层上报给首都军区 具体情况 大概在今晚就会出结果 大概率 上级军区会将他送到首都军区 倾注大量资源集训 走在路上 燕宁不断地回忆起前世的记忆 大约在一年后 天丰安全区将会遭到大批变异体袭击 原本堪堪维持的战线瞬间崩溃 在超过三千万失潮的进攻下 安全区内近四百万幸存者死伤殆尽 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华夏战区各地更是不断爆发大规模灾难 还受冲击沿海安全区 到了第二年末 人类方本是蒸蒸日上 延续文明的大好局面被瞬间改写 全国三十六大战区沦陷29个 大量幸存者一路向北 逃亡至最终防线 第三年末 在四街变异体带领的天灾末日下 华夏覆灭 至此灭国 回想起一年后的灾难场面 叶宁神色便一片沉重 现在生活虽然艰苦 但至少还能生存下去 作为内陆安全区的天峰 内城区域 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 但到了失潮爆发的那一天 整个安全区顿时犹如人间地狱 无数妇女儿童惨死在尸口之下 士兵觉醒者接连战死 尸骨无存 带着家人先驱往首都军区 肯定是最安全的 如果自己实力提升得够快 说不定也有机会挽回一些局面 不至于死去那么多人 凭借着自己的天赋 叶宁相信自己 在海量资源堆积下 他最多半年就能晋升为三阶 到时候 便有充足的时间冲击四阶 甚至凭借自己记忆中 最后三年的关键信息 以一人之力扭转这场灾难 也不是不可能 轻呼一口气 思索间 叶宁便听到耳边 传来一声热切的招呼声 叶宁 叶宁回来了 要拿点鸡蛋回去吗 叶宁 真是好久没看到你啊 在他的聚集地街道内 不少熟悉叶宁的幸存者围在一起 满脸笑容地看向他 虽然叶宁在两年前 就为了测试天赋 参加训练营了 但多年相处下 他们自然还是记得的 带着温和的笑意 叶宁同样点头致意 看着不少人手捧着或是饼子 或是鸡蛋 凑到自己的眼前 拉着自己想说些话 他的心中微微一暖 无论是因为自己的身份提高了 这些人想讨好自己 又或是怎样 他还是能感到几分真心实意的 在他参加训练营之前 这些一起生活的街坊邻居 往日里也没少照顾他 如果没能力也就算了 有能力 他还是打算回报一些人的 叶宁 你是成为觉醒者了吗 团团包围间 一名上了年纪的大神 小心翼翼地递上了一枚鸡蛋 满脸羡慕地看着他 可真有出息 我家孩子要是也像你一样就好了 鸡蛋拿去吃 多补补身子 叶宁 你要看看我家女儿不 她长得可漂亮了 你要不要看看 一名阿姨拽着自己羞涩的小女儿 热情地推到叶宁跟前 不断地使着颜色 叶宁 你有看见我家小子吗 他好像也和你一起参加的训练 怎么还没回来啊 推开往自己怀里塞着的食物和小玩意 叶宁连声推卸下 轻声回去 叔 正刚明天应该就回来了 他也觉醒了天赋 望着一张宝金沧桑 只有一只手的中年人 叶宁带着笑意宽慰过去 男人是自己一个朋友的父亲 两人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了 听着叶宁口中的话 好 好 叶宁 叔从小就看着你们长大 你们都有出息了 首都安全区 第一等于六集团军指挥部 重要情报 天丰安全区发现一名SS级天赋者 请立刻上报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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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发信息的情报处 一名上校模样的军官 有些失神地看着手中的报告 片刻后便激动地将消息发向上级 宿目的会议室内 14名各部门高级将领 齐齐坐在一起 诸位 前线最新消息 最近有不少三阶变异体 出现在东南战区 对几个重要战略要塞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人员方面 最近三个月时间 累计有一名三阶战死 超过36万5000人部队牺牲 受灾群众达到百万 不仅如此 沿海方向发现了不少超级海兽出没 当地军区已经派出高阶觉醒者进行探查 微微皱眉 云雾缭绕的会议室内 不少将领一脸凝重 其中一名中年人 更是像是想到什么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根据参谋部门统计资料 最近三年时间里 变异体袭击次数 每年正在以60%的速度递增 而且数量上也大大提升 我怎么感觉 是不是失朝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确定 接过话查 一名军官注目望去 神色迟疑 虽然变异体袭击次数增加 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但最大的几股失朝 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动向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丧尸也会移动才对 至少在我们派出的部队侦察中 大部分丧尸还是在城市中 只有少部分在野外游荡 袭击次数增加 可能是幸存者之间搜寻物资 引来了变异体吧 众人闻声点头 相比于末日刚爆发时 现在的华夏战区 已经算是和平了很久 虽然人类和丧尸之间的战争 一直在继续 但也算是勉强维持住各大防线 以360的安全区为核心 构成了大大小小的军事战线 没什么好担忧的 我们觉醒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全新的培养计划 和人口优化政策 也在实施当中 相信继续拖下去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主座旁 一名年轻些的觉醒者军官 目光如炬 笑着给众人打了打气 另一旁 一名年纪最大 看上去保金风霜的老将军 眼中闪过一抹担忧 迟疑开口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三阶死伤的数量太多了 原先的老牌三阶不断战死 新生代三阶又在起步阶段 如果爆发一次大规模危机 很容易造成高端武力断层 到时候 缺乏高阶觉醒者阻挡变异体 我们的局面会很麻烦 尤其是 叹了口气 满脸风霜的张云苦笑一声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高阶觉醒者中 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到四阶 无论是四大统帅 还是军部那几名三阶巅峰 仿佛四阶就是无法跨越的一道沟壑 一旦怪物中出现四阶 而我们没有 再好的局面也会瞬间崩溃 会议室内 气氛顿时一宁 片刻后 一名将领勉强一笑 张云将军步步必担忧 我相信 人类方一定会出现四阶的 最新的种子选拔计划 不是下发下去了吗 老一代的卡死在三阶巅峰 新生代说不定 正当他还想说什么时 会议室外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紧急情报 天风安全区 发现一名SS级天赋者 嗯 众人闻声猛然齐齐 看向匆忙汇报情报的战士 眼中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SS级 半个小时后 会议室内 人人手拿报告不断翻看 片刻后 一名年轻觉醒者 颇为感慨地 抖了抖手中的报告 天才 真是天才啊 SS级天赋者 还是纯雪 天风安全区 还真是出了个好苗子 环看一圈 他有些激动地出声说道 诸位 我建议将这位觉醒者 增添进第一序列 作为核心种子培养 一名SS级天赋者 少说也是下一个顶级三阶 是啊 同样有些感叹 原本还在担忧的张云老将军 看着名单上的夜宁二字 只觉得怎么看怎么顺眼 纯雪 SS级 18岁 这种条件不好好培养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建议 立刻派遣部队 前往天风安全区接引对方 务必要保证他的安全 作为SS级天赋者 应当选入序列计划 成为一号或是二号种子 话音刚落 一名觉醒者降临 也极为赞同地点头称势 没错 首都距离天风安全区距离 并不算短 我建议上报给新号 新号高层后 可以申请调遣一支航空大队 直接以最快速度 将对方接引到首都军区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交由四大统帅亲自教导 SS级 说不定有希望成为四阶 主座旁 第四军团最参谋官唐震 并未参加讨论 他若有所思地翻看着报告 扮上后突然眉头一皱 主尉 我反对 嗯 众人闻声一愣 有些诧异地 看着出声反对的唐震 唐三茂 你什么意思 一问刚问 唐震神色平静地举起手中的报告 淡然出声 你们是没有注意到报告最后吗 燕宁 男 18岁 SS级天赋是没错 可他是精神系 抑制属性觉醒者 在我们现有的所有记录中 还没有出现过精神系三阶 难道诸位忘记了三阶晋升的任务 忘记了这件事 众人闻声一愣 转而像是想到什么 互相错愕地对视一眼 唐三茂 不会吧 我们真的一个精神系三阶都没出现过 一名年轻些的三阶觉醒者 下意识问去 不怪他有些吃惊 而是精神系觉醒者实在太少 少到让他下意识忽略了这一点 在他认知中 精神系虽少 但辅助效果还是挺好的 点了点头 唐振面色平静地开口回道 没有 你们仔细回想一下 四大统帅谁是精神系 李延上将 利敏双系 秦峰上将 立体双系 张海上将 体制系 孙魏国上将 力量系 除此之外 各大军区中 精神系觉醒者不足千人 其中最高也只有二阶巅峰 而且我可以告诉诸位 那位二阶巅峰觉醒者 在四年前 也是S级天赋 只比叶宁低了一级 叹了口气 唐振悠悠开口 诸位哪怕没关注过这方面信息 至少应该知晓 晋升三阶式的单人任务吧 你们都是经历过任务的 知道任务难度有多大 精神系觉醒者 身体素质最为脆弱 在没有常规觉醒者保护下 平常作战都是问题 在面对单人晋级任务时 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 目光复杂 带着一抹可惜 唐振悠看一圈后接着说道 种子计划事关重大 一旦选错了人选 就意味着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需要的是四阶的种子 而不是一个连三阶 都没可能的觉醒者 如果他夜宁是 任何其他戏都好说 我完全赞同 他入选第一梯队 毕竟SS级的天赋 的确罕见 哪怕他是S级 也一样可以花费 较大的代价培养 但 脸上浮现一抹吃笑 他摇了摇头 一名最高二阶的SS级 能有什么用 再强的二阶 也不过是二阶罢了 会议室那一片沉默 片刻后 一名中年人迟疑开口 那难道说 精神系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一个SS级的种子 在我们战区历史上 也没几个吧 就这样放弃了 是不是太可惜 话未说完 唐振看了一眼他 可惜归可惜 但事实如此 单人任务 精神系觉醒者 受限于其他属性较弱 战斗力本身就有限 退一万步讲 我们就算赌他夜宁战斗天赋极佳 攻击他大量装备技能 让他去参加晋升任务 但他失败了怎么办 上千个例子都失败了 我们不可能赌这种虚无缥缈的事 更别提 三阶之后还有四阶 一个精神系晋升三阶 战斗力比起同级别觉醒者 依旧有很大的差距 等到了四阶晋升任务 他只会更难通过 诸位 要弄清楚一件事 我们要的是有希望晋升四阶的种子 不是高阶天赋 天赋只是代表更容易成功 话音落下 众人一阵语色 没错 精神系觉醒者也许对抗人类时 有着不错的效果 但他们的敌人是怪物 大量资源砸下去后 却没有希望成功 华夏战区经受不住这样的损失 叹息一声 一名管辖着天风安全区的高级军官 神色复杂 缓缓开口 难道我们要把他剔除吗 一个SS级天赋者不培养 培养其他S级的 今年的测试中 表现最好的就是夜明了吧 话音落下 唐震微微一笑 仿佛早有预料会有人这么说 不管不至于 但重要级下调是肯定的 种子计划没必要入选 直接丢到下属军区就行 适当地给他一部分资源 能成长到什么地步 那就看他自己 资源珍贵 我们不能浪费任何一点 众人纷纷叹息一声 看着手中报告上的叶宁二子 只觉得白高兴一场 主座上 第四级团军总司令员听后微微点头 最后看了一眼手中的报告后 定下基调 那就这么说吧 将叶宁剔除火种计划人选 下调到一般等级 天丰安全区如果愿意培养 那就是他们的事 另外 上报给总参首都也没必要了 一个注定只能是二阶的觉醒者 对战局毫无意义 说吧 总司令员看了一眼唐震 既然如此 那唐参谋 你就从剩余的S级觉醒者中挑选种子吧 到时候再将名单上报给军委 这些S级中 你有看好的种子吗 见总司令问向自己 唐震面带效益 仿佛早有准备 有 事实上 其实我们还发现了一名SS级天赋者 只不过这位觉醒者是内部测试发现的 暂时还没上报吧 嗯 众人闻声一惊 原本有些沉闷的气氛一扫二空 是谁 还有SS级 不卖关子 唐震笑着开口 各位 该名觉醒者就是张猛将军的儿子张灵 在前天刚刚测试过 天赋等级SS级 而且是战力最强的利米双系 一个觉醒者后代 从小接受军事化训练 这难道不比一个普通人强 无论是天赋还是其他 此人的价值都远远高于叶宁 更值得我们培养 我建议 直接将张将军之子 安排为火种计划第一序列 天峰安全区 萧统领 上级战区的消息已经发回来了 休息室外 一名身穿战斗服的觉醒者 一脸严肃地推开门 急声汇报 哦 这么快 眉头一挑 萧海放下手中的战刀 文言一喜 怎么样 首都军区是不是很快就要派人过来了 上面这么快就得回复 想来也是很吃惊吧 我们天峰能出叶宁这样优秀的人才 是我们天峰的荣耀 萧海说话间浑然没在意联络员脸色 只是猛然站起身子 感慨万分 你们现在去通知黄霄 让他赶紧带叶宁过来 就说首都那边马上就 不带萧海说完 情报员脸色一阵难看 忍不住低声打断 萧统领 首都那边驳回了种子资格 叶宁他 没被选上 嗯 文声一愣 没选上 开什么玩笑 SS级还会落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消息 勃然大怒 萧海冷冷地看着情报员 一身强大的气息 瞬间让房间温度下降几分 不敢抬头 负责回报消息的觉醒者 只是苦笑着递出一份报告 示意萧海自己查看 几分钟后 死死地捏着报告 看完后 萧海沉默中长叹一口气 默默地将报告放下 精神戏 没办法成为三件 培养意义不大 评估潜力只等同于A级 甚至更低 声音低沉 萧海回想起 叶宁测试天赋时的那道白光 目光一阵闪动 原本这段时间 激动于叶宁的狂喜 在此时 就像被浇了一桶冷水 让他大失所望 片刻后 几名得到消息赶来的 安全区高层 看着萧海难看的脸色 硬着头皮轻声问询 萧统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上级军区的意思是 培养叶宁与否 取决于我们自己 首都方面 肯定是不需要他的 我们还要按原定待遇给他吗 短暂沉默 萧海冷哼一声 还能怎么办 军部已经确认 叶宁没有潜力 最多也只是二戒 那他的潜力 就大打折扣 轻吐一口气 萧海恢复到以往的态度 冷漠出声 既然如此 那就取消叶宁原定的待遇吧 重要级别 从最高下调到B级 一个没可能晋升到三阶的觉醒者 就算天赋再好 也没什么意义 几名高层听后一惊 下调到B级 那不就是当一般的觉醒者对待了 萧统领 他叶宁好歹也是SS级 就这么放弃 是不是 不带下属说完 萧海抬头冷眼看去 大手一挥 是什么 一个撑死了只是二阶的觉醒者 他天赋再好 也没意义 三阶和二阶的差距 犹如云泥 高层没有资源给他浪费 我们就有 冷笑一声 萧海说话间便将报告丢到一旁 通知黄霄他们 也没必要保护他了 他叶宁后续 如果愿意加入军方 那就让他加入 不愿意也无所谓 休息室外 四名闻讯赶来的安全区高层 苦笑对视 萧海在说完后 便让他们直接出来 显然心情很不好 唉 倒了半天 没想到是闹剧场 摇了摇头 一名年纪稍大的高层叹了口气 只觉得上天 好似开了个玩笑 话音刚落 一人犹豫开口 叶宁的是不管了 但萧统领让我们调查 有人妨碍测试的事 我还没汇报呢 学员中有名混血液自杀了 自杀者就是疑似 诬陷叶宁感染病毒的对象 他死后 线索也断了 脸色古怪 作为负责调查的他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 这件事背后绝对有问题 然而 剩余三人略带疑惑地 看了他一眼后 只是轻声劝慰 算了 既然人死了 那这件事就了结吧 原先萧统领重视这件事 那是因为 看中叶宁的潜力 现在吗 摇了摇头 我估摸着 是叶宁和之前的混血医学员有矛盾 对方就派人只是监察队做了手脚 自杀的话 估计是看萧统领这么重视叶宁 害怕后续牵连到自己长辈吧 你现在 再去说想继续调查 估计萧统领也懒得理会 说不定还会得罪人 依我看 你也别查了 听着同伴的劝解 负责调查的中年人 犹豫片刻后 点了点头 虽然他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但的确像同伴所说 再查下去 有什么意义呢 他叶宁已经没有那个价值了 死了的人 也算有个交代 聚集地外 带队巡逻的黄啸 脚步一停 有些吃惊地 听着上级发来的消息 片刻后 他叹了口气 沉声按向对讲机 收到 我们现在返回 一旁跟随的队员 在通讯结束后 有些疑惑问去 黄队长 我们怎么突然要撤走 上级不是要我们保护叶宁吗 黄啸微摇头 没必要了 叶宁的保护等级 已经下调到最低 军部意思 不需要浪费守卫力量 在他身上了 说吧 黄啸眼底闪过一抹可惜 走吧 跟叶宁打个招呼 我们便撤离 邦邦邦 轻轻敲门 听着铁皮箱外的敲门声 叶宁放下手中短笔 直接开门 看见站在门口的黄啸后 他笑着问去 黄队长 怎么了 是高层那边有消息吗 还是调查结果出来了 说话间 叶宁敏锐地注意到 黄啸有些难看的脸色 心中微微一动 下一秒 黄啸苦笑一声 对着他敬了个礼 叶宁 结果出来了 首都方面认为 你的潜力只有二阶 所以安全区这边 取消了你的待遇 最新的种子计划 可能也不需要你参加了 我过来是和你说一声 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 话音落下 叶宁陡然一愣 潜力只有二阶 取消种子计划资格 怎么可能 他的天赋高达SSS级 哪怕现在只是测试成双S 但也足够证明自己的潜力了 念头急转 几秒后 叶宁猛然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最关键的一件事 他是意志系 该死 他居然忘记了 这个时候的华夏战区 还没有意识到 精神系觉醒者 才是晋升四阶的关键 要到明年这个时候 首都军区才会意外发现 觉醒者卡在三阶巅峰 全是因为意志属性不足 就像在前三阶 其他属性的觉醒者 在战斗中具有优势 那么在最关键的四阶 便是意志属性 占据关键作用 心头一沉 不带叶宁开口 负责通报信息的黄孝继续说道 另外 关于你测试前 被人陷害感染一事 调查结果也出来了 导致你昏迷的药物 是一名混血医学员张海超放的 他贿赂了检察员 宣称 看见你在野外训练中 被丧失感染了 不过 当事人已经死亡 黄孝说完后 便有些可惜的 看了一眼愣住的叶宁 在他想来 叶宁怕是被这个消息打击到了 一时半会无法接受 也是正常的 叹了口气 他轻轻地说了声 保重后 也不再多说什么 点头致意后 便转身离去 叶宁价值大大减小 他已经没有在这保护的必要了 站在原地 在两条信息的冲击下 叶宁半晌后 才漠然回神 嘴角泛起淡淡的苦笑 他也没想到 首都军区那边 竟因为意外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现在去告诉对方 自己其实是SSS级 精神系觉醒者 才是四阶的关键吗 片刻后 叶宁摇了摇头 迅速地否决了这一想法 消息说出去 高层恐怕也不会相信自己 事实上 在前世 哪怕官方发现了这点后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接受这一事实 这也算是他被找到后 没有立即受到重视的关键原因 也就是到了最后时刻 华夏战区被逼到绝路时 才尝试着为他提供大量资源 而在他成为第一个 突破到三阶的精神系后 这才震惊地发现 精神系觉醒者 战力会在三阶时发生质变 极有希望突破到四阶 轻叹一口气 叶宁神色复杂地 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自己没成为三阶之前 恐怕只能靠自己了 安全区会提供一些帮助 但肯定是比不上 入选活种计划的 不过 能传递这一情报上去 还是传递吧 不幸中的万幸 自己虽然没有得到 官方的大力培养 但有剑神系统 前三阶的资源 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真正需要举国之力 支持的是三阶之后 强压下杂乱的念头 有着极强信念下 叶宁很快便接受了这一事实 只要快速晋升三阶 一切问题都会引刃而解 现在的处境 已经比前世好上太多 以自己的升级速度 相信用不了多久 明天 就外出猎杀变一体 轻吐一口气 确定下接下来的计划后 叶宁不禁想起了 黄校的第二个消息 陷害自己的人 是名学员吗 目光闪动 明明之中 他总觉得这件事 有些蹊跷 并非这么简单 张海超 自杀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第二日清晨 安全区外 人生嘈杂 大批准备外出的 幸存者小队 正在高声吆喝着组队 烽小队 招募速度系觉醒者 前往加油站 参加着一人三点信用点 猎鹰小队 寻求一名体制系觉醒者 猎杀一阶变一体 成功后 优选分配 城外 叶宁身穿黑色作战服 携背着B级待遇 对换来的突击步枪 独自穿过人群 待遇虽然大幅度降低 但军方看待他还算有潜力 能成为二阶上 依旧给予了一部分信用点 环看四周 一片杂乱 在末日爆发后 虽然城市中早已没有了食物 但总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因此 还是有幸存者 会选择去城市中 搜寻末日前的物资 当然 也有不少觉醒者 会组队去荒野上 猎杀变一体 喂 那个背部枪的小子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团队 人群边缘处 几名临接觉醒者组成的小队 在苦欲招募 不到足够人手时 一眼便看见了 独自一人的叶宁 虽然 看不到叶宁的等阶 但领头的壮汉 一眼便看见了 叶宁作战符上 代表B级的军方标志 跳下老旧的皮卡 看起来像是领头人的壮汉 爽朗一笑 一把凑到叶宁身前 小子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猎杀变一体 一接初级变一体 成功后分你一点信用点 我看你是新人吧 跟着我们 保证你安全 叶宁闻声抬头看了一眼壮汉 摇了摇头后 便示意自己不需要参加 对于他来说 有SSS级技能在手 组队只会分走他的灵能经验 看着叶宁果断拒绝自己 壮汉神色一冷 忍不住哼了一声 喂 小子 我是好心看你一个人 你不要不识台诀 像你这种刚成为觉醒者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不知道死了多少个了 让开 语气冷漠 叶宁不带壮汉说完 便冷冷地看了过去 不说他不需要组队了 就算需要 也不可能找这种队伍 壮汉爆出的酬劳 显然是把他当菜鸟 像这种砖坑 心境觉醒者的队伍 一般都是 让新人从事最危险的任务 壮汉闻声一怒 他已经在城外骗了好几天了 难得看到一个新人 哪里肯放过 正当他想威胁一番时 猛然间对视上了叶宁双眼 下一秒 在他看着那双冷冽 不该出现在少年身上的目光 一时间竟愣住了 好冷的眼神 就好像经历过一次次生死一般 这种目光 他只在高阶觉醒者身上看到过 等他再次回神时 却发现 叶宁早已远远地走了出去 像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他看着叶宁背影 忍不住清脆一口 他妈的 好邪门的小子 荒野上 一道身影飞速奔跑 身后 成群高度腐烂的丧尸 正在紧追不舍 踩在被野草覆盖的高速公路上 叶宁目光锁定在一片巨大的树林深处 一棵大树旁 秀极斑斑的公路招牌 从树冠中钻出 常年雨水侵蚀下 只能依稀看出305国道的字样 这里曾经是车流密集的国道高速公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早已变成了一眼看不到头的森林 烂尸林 默念着这片区域的名称 夜宁飞快地对比起记忆中的路线 作为天风安全区外最危险的场景之一 烂尸林不但被末日游戏化 树林中有着大量会反复刷新的丧尸 还有两头一阶变异体 其中一头树腰一般的变异体 更是等级达到一阶巅峰 寻常觉醒者小队 不是组队下 根本不敢深入 觉醒者灵接到一阶 需要击杀三头一阶变异体 我已经在人造副本中 杀掉了一头一阶巅峰 虽然经验减半 但也相当于正常的普通一阶 再随便杀两头 就能升级 干掉树腰后 经验甚至还有得多 快速计算着自己的灵能经验所需 夜宁直奔树林深处而去 有见西红流在在手 他唯一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将两头变异体 引到一起秒杀 好 好 声声嘶吼 茂密的丛林中 被人类气息吸引来的丧尸 丧尸不断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 快速奔跑 哪怕在夜宁不断灵活转向 不少丧尸被带着一头撞上了树干 但在不知疲倦下 这些怪物很快便会飞快地爬起追击 引来的丧尸有点多了 环看四周 夜宁反手从后背取下斜背的突击步枪 瞄向最前方的丧尸 距离记忆中 竖腰的位置还有半公里不到 但随着距离的靠近 丧尸数量也在成数倍增多 看着堵住自己去路的一百余头丧尸 他毫不犹豫 直接尖射开枪 一动射击 砰 砰 身形灵活地穿梭在树林中 凭借着优秀的身体控制力 他的每一发子弹 几乎都能命中丧尸眉心 枪口火焰喷吐 呼啸的子弹声在幽暗的树林中瞬间炸响 在精准的点射下 前冲而来的丧尸 很快便如同割草一般 一劈劈倒下 咔哒 随手丢掉一个打空的弹夹 叶宁便在大批丧尸追逐下 看到了一头 犹如被树根掏空了内脏的巨型变异体 只见浑身枯黑 长长的手指如树枝一般的变异体 在看见闯入者后 猛然动了起来 S.I.H. 声音沙哑 焦黑的树干上 一张扭曲的人类面孔怒吼 目光一定 看着被自己成功吸引到的第一头变异体 叶宁眼中看不到半点惊慌 反身几发点射 拉起仇恨后 他毫不犹豫地 再次奔向下一个目标点 树林中断 几名手持各式武器 背着步枪的一支觉醒者小队 正警惕地缓缓向前 走在队伍最前方 一名脸色有黑的青年 砍下拦路的藤万后 突然停下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耳朵微动 好像是 枪声 差异地回头 问向自己的同伴 青年眼中惊疑不定 虽然他们也带了枪 但在丧尸数量极多的烂尸林中 他们可不敢随意开枪 一旦引来变异体 对于最高只有一阶的他们来说 整个小队都要遭受毁灭性打击 我也听到了 应该是哪个新人队伍进来了 在这里开枪 那不就是找死 青年身后 一名背着公母的高个男面色 一阵古怪 忍不住看响枪响的方向 半晌后 几人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声 忍不住低声骂了起来 妈的 听枪声 好像是一个人 怎么会有白痴 蠢到自己进来还开枪 眉头一皱 领头的有黑青年 面色凝重 不管那么多了 那人好像吸引了很多丧尸 而且方向在树妖附近 走 咱们先往后退 别灵能果实没找到 先别那小子害死了 几人纹声重重地点了点头 眼底不禁闪过一丝怨气 只是刚后撤没多远 听力最好 背着公母的觉醒者猛然回头 该死 我好像听到了 树妖和缠绕者的声音了 他妈的 那家伙 怎么会吸引到两头边一铁 话音落下 几人纹声一惊 不过两三秒的时间里 他们也同样听到了 不断响起的怒吼 不知是不是距离较近 脚下的树叶也在微微抖动 几人互相对视一眼 瞬间便意识到了 远处的失潮和变异体 怕是已经全被引了出来 跑 先跑再说 那些怪物就在附近 心惊胆战 几人听着越来越大的吼声 直接拔腿就跑 然而 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 只觉得一股强烈的威压 似乎在从不远处骤然爆发 那是 来不及思考 在众人视野中 天色猛然一暗 数以前记银白色的剑锡凭空生成 如同狂风骤雨一般 从天而降 石巢中央 无视了追在自己身后的两头变异体 叶宁骤然转身 直接将技能锁定在身后 剑锡红流 风暴生成 一道道蕴含着恐怖气息的剑流瞬间生成 银白色的剑流如天幕一般 从空中落下 笼罩全场 哄 水银泻地 剑流落下 仿佛羽翼一般在叶宁周身高速环绕 下一秒 倒到剑流击射 不过顷刻间便将两头变异体秒杀当场 剑流不停在轰碎了叶异体后 又再次将剩余的丧尸瞬间绞杀 剑连站开 血雨纷纷 在剑流风暴的攻击下 一团团血雾从四面八方骤然爆开 一击之下 镜牵头丧尸 直接化作一块块碎肉跌落在地 哗啦哗啦 听着如雨落的跌落声 叶宁轻吐一口气 满意地看着自己造成的效果 和副本中一般 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深坑出现在原地 而追杀它的两头变异体连碰都没碰到 它便化作了一滩碎木 与此同时 一声声清脆的系统提示也接连响起 第一 击杀一阶终极变异体缠绕者 获得灵能经验 第一 击杀一阶巅峰变异体数腰 获得灵能经验 第一 获得材料 数腰外壳 白色 第一 获得装备 枯木铠甲 白色 第一 获得材料 聚爪 白色 第一 获得灵能果实 湿果 星号1 低 零能经验已满 等级提升 获得4点自由属性 好高的爆裂 收起爆出的材料装备后 叶宁心中微微吃惊 便直接钻出烂湿灵 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查看一番 枯木铠甲 品质 白色 装备属性 加益体质 减免30%枪械伤害 5%物理伤害 负面效果 遭受火焰攻击时 额外承受10%燃烧伤害 装备评价 人体混合枯树组织的防具 可以为你提供不错的防御力 骂撒着手中的 如同树皮一般的铠甲 叶宁目光闪动 索性先装备起来 不知是不是越阶击杀的原因 这两头重生后 第一次击杀的怪物 竟都爆出了不错的东西 枯木铠甲虽然有负面效果 但在常规战斗下 已经算是小极品了 不过相比于装备来说 叶宁更在意爆出的灵能果实 灵能果实 湿果 白色 使用效果 服用后提升一点体质 并提供20%的生命恢复速度 看着手心里 犹如风干心脏一般的果实 叶宁不禁脸上带着一抹喜色 如果说装备的暴率是稀有 那灵能果实的暴率 可以称得上是罕见了 一枚能永久增加属性的果实 通常都能卖出极高的价格 换做物资的话 两三车精良根本不成问题 毕竟对于很多觉醒者而言 它们提升一阶 也不过加个四点属性 毫不犹豫一口吞下 入口后 一股温热的暖流 顿时扩散全身 第一 服用湿果 体质加一 生命恢复速度正20% 一连串系统提示下 原本冰冷的系统声 此时也显得悦而起来 收获颇丰 心情极好 看着自己剩下爆出的材料 叶宁思索片刻后 便决定直接带回安全区处理 变异体爆出的材料 一般都能打造成不错的武器防具 虽然低阶材料 很难制造成系统装备 但依旧备受觉醒者追捧 这些材料 应当能卖出不错的价格 自己技能栏在升级后 还有三个空缺 凭借着系统变态的提升能力 他随便再买几本剑类技能书 战力就能再次提升 一念至此 叶宁不禁期待起新的技能 连突刺都能强化成SSS级的剑流风暴 也不知道下一个技能会是什么 烂石林边缘 几只慌张从树林中退出的小队聚集在一起 心中一片震撼地 讨论着刚才的意想 你们看到了吗 刚才烂石林深处 好像有二阶出手 二阶 你是距离太远了吧 那动静只可能是三阶 是啊 连地面都一阵 爆炸中心百米附近 我都看到了一道道剑流 心有余悸 几人讨论间 忍不住看了一眼树林深处 就好像那里有什么可怕怪物一般 也不知道是哪位三阶出手 造成的效果太可怕了 不知道 按理说 烂石林里 又没什么能吸引到这种级别的强者 怎么会有三阶出现在这 回忆那瞬息出现 又很快比变消散的威势 所有人眼中都带着一模后怕 要不是目标不是他们 跑得又快 他们简直怀疑自己 会不会直接被余波搅碎 说话间 树林边原处突然钻出一名少年 人群目光下意识被吸引过去 只是在看清夜宁背后背的步枪后 便不再关注 内城 便一体材料收购点 装修豪华的收购点内 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觉醒者 微微有些诧异地 从夜宁手中接过材料 您好 这些材料都要出手吗 态度谦和 负责收获的一阶觉醒者 看了一眼手上的材料后 很快便判断出 这是属于两头变异体身上的组织 树腰外壳 去找 看材料类型 应当就是城外烂失灵的 全部出手 估个价吧 夜宁淡淡开口 目光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收购点 这里名为收购点 但店内窗明激进 一整洞电楼内都奢侈地开着白赤灯 几名面容交好的服务员 安静地侧立在两旁 一眼看去 就好似末日前的高级会所 接过服务员地上的茶水 夜宁耐心地等待报价 虽然直接通过系统交易频道 也能出手 但不想浪费手续费下 他还是选择线下交易 几分钟后 评估完价格的交易员面 带职业微笑 飞快地爆出价格 您好 四件材料 其中两份来自一阶巅峰变异体 两份中级 可用于制作一件防具和攻击性装备 大概价值在697点信用点左右 我看您似乎是第一次在我们商会交易 作为优待 我们愿意以700点价格收购 您看如何 说话滴水不漏 放下手中的变异体材料 交易员功声说完后 便看向夜宁 在他眼中 夜宁俊秀的外表下 还带着一丝稚气 一身实力 看上去不过一阶左右 按理说 是不可能拿得出这种级别的材料的 但看着夜宁身上的军方作战服 交易员心中 倒是升起几种猜想 也不敢怠慢 可以 微微点头 夜宁毫不犹豫同意了交易价格 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在讨价还价上 对方给出的收购价格并不算低 700点信用点 换成肉食 足足能兑换200多公斤 放在末日之中 这个价格足以雇上七八个雇佣兵 为自己卖命了 相比于普通人赚取的微薄收入 击杀变异体的收益 堪称天文数字 见夜宁如此爽快 交易员也不啰嗦 态度更好 收下材料后 便飞快地向着夜宁的身份编号 转去信用点 您好 信用点已经转过去了 请您注意查收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我们这还出售装备 物资 枪械 甚至你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也可以专人定制 不动声色的地 来一张纯金打造的金属卡片 交易员热情地看向夜宁 700点信用点 放在任何低阶觉醒者身上 算是一笔巨款了 如果夜宁能在这消费一番 那就再好不过了 收下通体暗金色的贵宾卡 夜宁目光闪动 直接爆出自己的需求 你们这有技能书吗 见类的 交易员闻声一愣 他本以为夜宁会需求一些装备 或者物资什么的 没想到居然需要技能书 一般来说 技能书价格高昂 而且很少 有人会出手优质的技能 高阶技能 通常都是在军方 或者大势力中内部消化 专业的素养下 他飞快地在脑中思索一番 您好 技能书的话 有的 但指定某种类型的 由于片刻 交易员迅速按向身上的通讯器 低于几句 半分钟后 他脸上带着一抹尴尬 功声回复 这位贵宾 您需要的剑类技能书 我们也有 但等级可能较低 目前天风安全区内 只有三本D级技能 您看您需要吗 说话间 交易员飞快地点亮 夜宁身前的一个屏幕 展示出库存的技能书 像技能书这种特殊道具 一般很少有人购买 价格高昂 大部分觉醒者 都是通过交易频道互换流通的 小声为夜宁解释过去 交易员有些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夜宁答复 D级的技能书 可以说是最低的档次了 但碍于技能的特殊性 这类道具售价高昂不说 一般能被放出来卖的 技能效果都不太好 暂时没有回话 夜宁只是低头看向电子屏幕 仔细查看 技能等级对他根本不重要 他只关心是什么类型的 D级技能 怒斩 剑类技能 技能效果 消耗部分体力 精神力后 对前方发起一次蓄力攻击 造成1 两倍力量属性伤害 D级技能 拔剑斩 剑类技能 消耗一定的体力后 加快出手速度 并在第一次攻击时 造成1 两倍敏捷属性伤害 D级技能 连斩 剑类技能 技能效果 消耗高额体力 精神力 在攻击时 造成三次快速斩击 每次攻击造成0 6倍力量属性伤害 并有几率造成额外出现效果 快速看完技能说明 夜宁目录思索 考虑着到底购买哪一个 作为最低等级的技能 三个技能售价全部为600新用点 价格不可谓不贵 的确积累无比 除了连斩带有特效 其他两个 只是略微增负了伤害 在夜宁考虑中 交易员像是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低声开口 这位贵宾 如果您不着急的话 我们可以从其他安全区 调过来技能输 如果您愿意支付手续费 我们最高可以为您找到C级技能 如果不止定剑类的 B级的也有 微微摇头 夜宁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并不需要 他犹豫不是犹豫技能不好 而是在思考这三个技能进阶后 会有怎样的效果 威力方面他完全不担心 只是在考虑提升到SSS级后 这些技能会变成什么样 像最初的斩击技能 初始状态是发动一次 从上至下的攻击 附带轻微的剑锡破甲分裂效果 在被剑神系统升级后 便进阶成剑锡红流 造成大范围巨额冲击伤害 显然 升级后的技能和原版技能 还是有联系的 几秒后 夜宁将手指向快速拔剑 就这本吧 现在够满 抬头看向交易员 声音平静 虽然三本技能里 明显是分裂斩最好 没有那么垃圾 但仔细思考后 夜宁还是更期待 与拔剑斩的进化效果 在连续两次动用剑锡红流下 夜宁便意识到 这个SSS技能 虽然威力恐怖 但释放时有短暂延迟 而且覆盖的范围太大了 并不灵活 在后续的战斗中 自己若是碰上高阶变异体 很有可能因为剑锡红流生成的空隙 直接被变异体抢先攻击 好的 我这就为您取货 交易员愣了一下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招收示意工作人员 去仓库中拿来技能书 看向夜宁的目光中 带着一抹淡淡的古怪 好奇怪的觉醒者 能有实力出售一阶巅峰的变异体材料 却看上了最垃圾的地级技能 换作是它 是怎么也不舍得买下来的 不消得片刻 在几名觉醒者的护送下 一本被装在金属盒中的技能书 便送到夜宁面前 看着到手的技能书 夜宁眼底闪过一抹期待 不动声色地交易完后 就直接离开 一件装修简单的休息室内 夜宁轻呼一口气 目光颇为凝重地 看向手中的技能书 在花了三点 兑换来一间房间后 他便迫不及待地 想要学习新技能 毫不犹豫 双手触摸向技能书 随着白光一闪 一道系统提示瞬间响起 第一 成功学习地级技能书 拔剑斩 当前技能栏位 二十四 下一秒 在系统提示结束后 一股隐秘而又恐怖的气息 瞬间在夜宁体内爆发 问 随着意识短暂失神 只见技能面板上 一项全新的SSS级技能 出现在上 天系流光 拔剑斩 SSS级 技能效果 消耗四千点零能后 发动一次瞬间斩击 在该次攻击下 你将获得600%力量 敏捷加成 持续时间一秒 在发动攻击时 攻击附带毁灭性剑气 对首个目标 造成规则及肢体粉碎效果 并有几率触发 一击必杀特效 果然如此 看着散发着淡淡微压的 SSS级技能天系流光 夜宁脸上闪过一抹心思 心中一定 和自己猜想的一样 剑痕系统在进化技能时 会根据原先技能特性强化 舔了舔嘴唇 夜宁强压下 现在就实验一番的冲动后 直接走出休息室 又多了一个SSS级技能 根据剑神系统的第二个能力 自己又可以无消耗释放一次了 若是血满四个技能 那便意味着 自己可以将战力空挡七从四 去野外副本 有天系流光在手 自己秒一个二阶变一体 不过分吧 咔嚓 清脆酥爽 接着是根根分明的肉丝纹理 从包裹的烤得酥脆的脆皮中露出 随着大肚壮汉的咀嚼 一滴滴油脂顺着它的嘴角低下 先是酥脆像薄饼外皮的清脆口感 接着是番茄的酸甜 和红糖提升的甜味 混合着劲道的肉质 一股满足感 再由柠檬番茄碎冲淡油腻的口感 慢慢吃光后 壮汉仔细舔干净手上的油脂 又端起一杯薄荷冰镇百香果水 竖了数口 接着他细血地望着叶宁 开口愉悦地说道 还有三十分钟 咕嘟 叶宁只觉得猴头疯狂地耸动 他昨晚刚吐完 胃里空的可以跑老鼠 今天早餐也没吃 口水如同吃了酸柠檬一般分泌 他不得不每隔十几秒吞咽一次口水 感官地放大下 他只觉得自己的肠子 像扭曲的蛇一般盘横打结 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击着他的意志 他现在饿得连皮鞋都能吃下 坚持住 叶宁在第三道菜时 就已经将指甲啃光 光秃秃的手指 食指交叉 死死地按在腹部 想要缓解饥饿带来的痛苦 大肚壮汉邪恶地笑了一下 身前的餐桌上 瞬间出现了大量美食 视觉感上的冲击 几乎在瞬间就达到了最强 叶宁下意识地伸长脖子 不住地望去 橄榄青瓜下人沙拉 黑椒酱汁烤牛肉 照烧鱿鱼 红酒会牛尾 蓝带嫩尖金枪鱼 天鹅丝绒泡芙 焦糖巧克力 黑松露布丁 叶宁颤颤抖着双手 死死捂住自己的双眼 试图阻挡自己的视线 然而咀嚼声 钻进了他的耳道 敲打着他的耳膜 咔嚓 那是来自脆皮烤肉 被掰开的声音 咻 接着是溪流指尖 丝绒泡芙奶油的声音 啪 酱烤牛肉的黑椒酱汁 滴落在金属盘中 哈 那是壮汉心满意足 喝下乔达隔离咸汤的满足声 呼呼 壮汉正吹着热气腾腾的 培根番茄 奶酪一面 燕宁只觉得 时间如此漫长 饥饿几乎冲锋了他的理智 哪怕紧闭双眼 用手指堵住耳朵 来自食物的香味 依旧不宜不挠地 钻进他的鼻腔 薄荷的清爽 香草的清甜 番茄的酸甜 滚烫的咖啡 巧克力 浓郁的猎汤 葡萄酒 鸡尾酒 白蓝地 威士忌 各式酒水饮料 让人迷醉 他极力抵抗着 然而大肚壮汉 并不准备放过他 哒哒 随着厚重的皮鞋脚步 踩在大理石地板上 燕宁的唇边 感受到油脂的润滑感 来自壮汉 充满诱惑的低音响起 只要张开一点点缝隙 这些美味的食物 就可以顺利进入你的口腔 想想吧 酥脆的烤肉 会在你的尺尖咬碎 紧致的牛排里脊 会在你的舌尖绽放 顺滑的三文鱼和牡蛎 会划入你的喉咙 冰爽的柠檬和葡萄酒 会流入你的食道 当当当 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随着一阵古老深远的钟声响起 碰 一阵波动闪过 随着鼻腔内 钻入一股铁锈和水汽的尸位 卷缩成一团的夜宁 重现出现在了厚重的铁门前 支 经过四个小时的路程 它现在已经位于曾经的天峰市郊区 这座人类曾经的城市 现今已面目全非 在灵能污染下 茂盛的灌丛和绿化植物 已经覆盖了整座城市 高耸的写字楼上铺满绿植 百米的参天大树钻破玻璃木墙 若不是几栋标志性高楼 还勉强能露出顶端 一眼看去 这里就好似一座森林 城市中 常年弥漫着尸体腐烂的瘴气 和各种变异体制造出的有毒气体 小心地将摩托车藏在一处灌丛后 叶宁打算徒步进入 熟练地穿梭在郊区外围 没过多久 它便凭借着记忆 找到了目标所在的一处小区 京原小区 被藤蔓遮住的金属牌匾斜挂在上 门口堵着几辆撞回只剩车下的轿车 就是这了 目光微动 叶宁谨慎地观察了一眼四周 片刻后便缓缓步入其中 在前世纪里 这处极少有幸存者搜寻过的小区 内部隐藏着一头二阶变异体 而那件价值极高的蓝色装备 就在变异体身上 它当时也是跟随着一支搜寻小队 误打误撞才发现的 记得发现这里有装备后 天丰安全区几个大的觉醒者团队 还为此大打出手 只为争夺这件装备 三号楼前 扑 弩剑飞出 精准地穿透了一头丧尸头颅 伴随着不小的冲击力 被命中的丧尸身子一抖 就好似肉干一般 被死死地钉在书柜上 戴着防毒面罩 叶宁伸手灵活的一个翻身 直接从窗外跳进屋内 立过地面上 如同历青一般的粘稠失业后 他缓缓站着身子 打量起眼前不大的房间 屋子不大 这间位于老旧居民楼二楼的房子 四周的墙壁已经布满裂痕 厚厚的灰尘堆积在 长满青苔的地板上 窗外满是绿色的藤蔓 房间昏暗 偶尔从缝隙中透出的光 斜斜照出几条暗白的光带 青苔的脚步声响起 燕宁随意看了眼客厅中 挂着的三人合照 便直接走向卧室 这栋居民楼 距离变异体隐藏的那栋不过百米 待在这提前观察一番 再适合不过了 推开眉迹斑斑的房门 入眼便看见床上两具白骨 一大一小 是一对母子 不出意外 应该是末日爆发时 被外面死去的男主人吃掉的 六栋 四楼 默念着变异体所在位置 燕宁踩在枝嘎作响的地板上 直接走向被覆盖的 严严实实的窗户 用力推开 清理藤蔓 几秒后 他便看到了远处的一栋居民楼 和这栋一样 被包裹茂盛藤蔓中的六层小楼 一眼看去 就好似绿色的残碱 二阶变异体 攀爬者 速度类型变异体 拿下装备势在必得 回忆着当初遭遇变异体的画面 燕宁目光凝重 快速思考起 应该怎么解决这头怪物 记得在当时 为了击杀这头二阶变异体 总计有六名二阶觉醒者出手 十名一阶负责协助 不仅如此 那只觉醒者小队 还特意招募了不少普通士兵 布置火力网 但哪怕是如此充足的准备下 整支队伍依旧战死了两名二阶 负责开火吸引注意的士兵 更是全员覆没 攀爬者超快的速度 给当时的燕宁 留下了极深的影响 关键在于 他必须抢在变异体出手前 杀死对方 自身不过一阶 这种身体素质下 一旦出手慢了 怕是在瞬间 就会被攀爬者当场撕碎 必须引出来 只要怪物一出现在视野 就立刻发动剑技 仔细观察了一番攀爬者 隐藏的地点后 燕宁深吸一口气 直接掰开窗外 嗅起斑斑的防盗网 虽然他把所有属性 都先用于提升敏捷 但徒手掰开铁网 还是绰绰有余的 瞄准向六栋窗口 端向片刻 燕宁便更换下弩剑 换成一支哨剑 扣动扳机 扑 秀 伴随着弩机扣响声 用于引诱变异体的哨剑 半爆出尖锐的呼啸声 瞬间便穿透了玻璃 射入其中 插那间 在燕宁眼中 远处的窗口内 一道黑影瞬间闪过 果然在这 毫不犹豫 在发现攀爬者闪过的身影后 燕宁直接朝着远处的空地 再次射出一箭 扑 声音刺耳 几头游荡在周围的丧尸 猛然转过身 仿佛被吸引一般 直接奔来 与此同时 伴随着突兀的玻璃撞碎声 一道快如闪电的黑影 陡然从居民楼内 飞扑而下 哄 烟尘四起 地面塌陷 只见被连续两根 少剑吸引的攀爬者 犹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少剑所在 踩在碎裂的砖石上 他身躯钩楼 一双如剪刀一般狭长的手臂 将少剑捏碎 下一秒 像是在判定目标来源 血红色的双眼 冰冷地向四周望去 凭借着高达二阶的实力 不过零 五秒内 攀爬者鼻子一阵抽动 刹那间便锁定了叶宁的位置 三角状的头颅上 星红的双眼中 骤然充斥着杀戮的欲望 双目对视 看着被吸引出来的攀爬者 叶宁毫不犹豫 直接纵身跳出 哄 目标发现 意识到这个渺小的人类 竟敢挑衅自己 攀爬者在叶宁跳出后 便猛然勾起身子 狭长的身躯瞬间加速 尖找潜探 就好似要在叶宁落地前 将它斩成两段 风声呼啸 看着急速向自己冲来的变异体 叶宁神色不改 反手握住身后的 一柄合金长剑后 眼中骤然爆发出一抹荧光 就是现在 岂能发动 天系流光 刹那间 一股急剧压迫感的恐怖气息 骤然从它手中爆发 哇 高频震动 时间仿佛静止 在发动剑技后 叶宁只觉得 世界好似在刹那间慢了下来 浑身的力量和速度疯狂提升 前冲而来的攀爬者 如同慢动作一般 争鸣的面孔 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 在剑身拔出的瞬间 头顶原本厚重过的天幕 犹如背光撕碎 一道银色剑光从天落 浩然降临 天接流光 初剑快到极致 只见剑光借引到地面的瞬间 一抹冷冽的剑光 悍然爆发 直接展向冲来的变异体 毫无阻碍 犹如展向空气 伴随着轻微的撕裂声 高速前冲的攀爬者 身形陡然一僵 零一秒后 啪哒 一道蟹线 缓缓从攀爬者额头延伸 仿佛被激光切割 被劈成两半的身体 无声分开落地 足以轻易屠杀百人小队的 二阶变异体 在这一剑下 直接秒杀 剑锋锁队 防毒面具下 叶宁轻吐一口气 心中猛然一松 这一剑 果然够快 看着变成两半的攀爬者 叶宁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SSS级技能 果然变态啊 而且比起剑锡风暴 天系流光造成的声势 总算没那么夸张了 只是 正当他准备俯身 翻找一下装备时 一阵细腻的裂开声 陡然从远处传来 嗯 什么声音 叶宁微微一愣 抬头看去 只见他剑技展出的不远处 被包裹在藤蔓中的居民楼 在一阵阵猎声中 轰然倒塌 透过废墟 六栋后方的小楼上 一道贯穿了整栋楼房的剑痕 出现在上 叶宁 滴 越阶击杀二阶变异体攀爬者 获得额外灵能经验 滴 获得变异体材料 白色 爬行之足 滴 获得变异体材料 蓝色 迅捷核心 滴 获得装备 丝封利爪 蓝色 金粮 回到房间内 叶宁满意地看着手上的一副 瘦爪般的装备 越阶击杀下 他代表进阶的经验条 猛然暴涨一劫 不算进阶任务 一阶晋升二阶 需要击杀九头一阶变异体 或者两头二阶 对于他来说 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不过 进阶看似简单下 实际上对于其他觉醒者来说 难如登天 寻常觉醒者击杀变异体 通常都需要截队作战 而截队 就意味经验减少 至于单人想要击杀变异体 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而且 这还是面对同阶的变异体 查看装备 压下心头的喜悦后 叶宁直接查看起装备效果 一件蓝色装备 哪怕放在他前世被首都权力培养后 也算是不可多得的装备 蓝色等级的装备 已经是三阶觉醒者的主战武器 四风利爪 蓝色 装备属性 敏捷加4 力量加2 攻击速度提高30% 装备特效 总计造成120%伤害 装备技能 扑袭 扑袭 技能发动后 获得一段短距离前冲效果 并在前冲结束后 对目标造成180%的撕裂伤害 装备评价 装备上它 将你的敌人撕成碎片 幽蓝色的利爪 触感冰凉 仿佛是某种特殊金属打造 看完装备属性后 叶宁微微点头 不愧是前世记中 相当不错的一件装备 单凭装备特效 每次攻击 都能媲美低级技能了 装备附带的主动技能 更是兼具位移和伤害爆发 除了属性加成略低一些 整体算得上小级品了 也难怪这件装备 在前世 能拍出6000点信用点的高价 把玩了一番手中的兽肘 叶宁迟一片刻 还是先选择丢入背包 私风力找虽强 但攻击方式明显不适合它 无论是前世习惯用剑 还是剑神系统 两者都决定了 它不可能放弃用剑战斗 这件装备 它还是打算卖掉的 在被踢出了火种计划后 叶宁很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在三阶前 所有资源消耗必须靠自己 以它现在被评定的 B级潜力来说 军方每个月 只会给它30点信用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许足够生活 但对急需快速提升实力的 它来说 无异于杯水车薪 无论是为自己购买 合适的装备 还是血满技能 它都需要大量信用点支撑 不过好在三阶前 物资消耗并不算大 叶宁相信 赚取信用点 对于自己来说并非难事 有SSS级技能在手 制约它的只有时间 三阶以下 只要给它出手的机会 它在理论上 就可以秒杀一切 可以说 它现在就是拥有着三阶攻击 只是血量极低的BUB存在 而等提升到三阶后 相信首都方面 也会意识到它真正的潜力 毕竟唯有实力 才能证明一切 到时候 举国之力支持下 相信前世的遗憾 都能亲手弥补 压下心绪 将装备挂上交易频道后 叶宁便打算返回安全区 自己两个SSS级技能 都进入了冷却 再待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 有预计6000点信用点入账 一时间 它忍不住考虑起 自己接下来要购买什么 技能和装备 天峰式城外 警戒站 一片犹如卫星转播台的建筑中 负责监视天峰式变异体 动向的工作人员 有些惊疑地看着身前的记录仪 作为哨兵 他们每天的任务 就是监视天峰式内 是否有变异体出城 亦或者周围的能量情况 防止有怪物突袭安全区 作为老牌安全区 天峰已经平静了很久 但就在一分钟前 监视员震惊地注意到 负责探测零能波动的仪器 竟然发出了最高警报 有三阶觉醒者 在郊区出手了 死死地看着记录以上 暴涨的绿色线条 检测员脸上满是惊骇 在这工作了四五年 他一次都没见到过 如此夸张的零能波动 就算是两年前 萧海在安全区外 迎战三阶变异体时 当时爆发出的零能波动 也和刚才的波动差上不少 什么情况 为什么突然暗响警报 监控室外 几名身穿蓝色制服的监察站 高层慌张跑来 神情极为紧张地大声问话 和平已久 检测员发出的警报 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 大然 刚才有三阶的零能波动 出现在天峰郊区 干咽着口水 监测员手指屏幕 急忙让开位置 闻声一愣 赶来的众人急忙看去 下一秒 人人脸上都露出一抹错愕和吃惊 仪器上 代表零能强度的指示条 简直突破天际 卧槽 还真是三阶出手了 这是哪位大人路过天峰了 市区里没有三阶变异体啊 好强的波动 出手的人 怕是在三阶中 都算上很强的那一档次 七嘴八舌 众人惊议不定地讨论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三阶觉醒者 简直可以用稀有形容 在末日后 每一位三阶都是一方要员 身居高位 轻易不会出手 天峰附近怎么会有其他三阶存在 是不是萧海统领 我看这记录 就在一分钟前 不是吧 萧海统领不是昨天才去往 317号安全区支援去了吗 而且我看这灵能强度 好像比萧海统领还要强一些 不安的讨论中 众人飞快地思索起来 三阶太过重要 任何有关三阶的情报 都值得他们重视 在华夏战区 并非所有三阶都属于官方 实际上 很多大势力中也有三阶强者 不同于受到官方管辖的三阶 这些超级强者中经常会出现一些 随心所欲的存在 对于一个安全区来说 一名未知的三阶出现在周边 不亚于行走的核弹 危险无比 片刻后 监测站的站长神色凝重 先联系军区吧 告诉他们 有未知三阶出现在咱们周边了 看看是哪位大人出手 天峰军区指挥部 对外情报处 沙盘地图前 几名高级军官 神色凝重地看着地形图 眼中满是担忧 各位 刚才天峰市附近的监察站 传来警报消息 有一名未知三阶 在郊区附近出手 根据当时的灵能波动 对方的实力 疑似在三阶终极 手指沙盘 说话的觉醒者目光闪动 显然十分紧张 又有三阶出手了 话音刚落 一旁的有黑青年 诧异看向沙盘 脸色陡然难看 昨天我们刚接到 不少觉醒者的消息 说在烂石林 发现有三阶战斗的痕迹 怎么今天又来一次 还没查到是谁吗 干咽一口口水 看着沙盘上 像距400公里的两个地点 隐隐之中 众人心中不免有些担忧起来 三阶的战斗力太强 连续两天两次 有三阶级别的强者 在天风周围出手 这如何让他们不担忧 没有查到 我询问了周边几个战区 他们的三阶都没有出来过 就算有外出执行任务的 也没有路过天风的 根据排查 已经可以确定 对方不属于任何一个军方部门 眉头一紧 几人听完后 深吸一口气 不属于军方的 那会不会是排行榜上 某位大人物隐藏了行踪 不确定 三阶就那么多 我们现在甚至连这两处地点 是一个人出手 还是两个人都不知道 根据烂士林传回的现场图片 当时攻击的余波 直接摧毁了方圆百米 并造成了一个直径40余米的巨大深坑 这种程度的破坏力 足以媲美大当量战术导弹 绝对不是随意出手 众人听后一惊 在看着沙盘旁的现场图片后 原本担忧的情绪更甚 不是随意出手 难不成是和变异体战斗 不对啊 不管是烂士林还是郊区 我记得那里都没什么强大的变异体 这位神秘强者 到底为什么要出手 连番猜测下 几人只觉得心乱如麻 到底 会是谁 哪个大人物这么闲 居然跑到天峰这种小地方 几分钟后 在众人讨论无果下 级别最高的觉醒者 沉申开口 算了 不管是谁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事赶紧派出侦察部队 搜寻一番对方的动向 我建议 直接出动觉醒者军团 做好警戒工作 空天部队在天峰周围 开展拉网式搜寻 尽可能找到对方踪迹 如果对方是路过还好 咱们就招待一番 怕就怕那种不怀好意 喜好袭击安全区 专门掠夺物资的存在 指令下达 成群截队的士兵 在紧张的氛围下 直奔外城 在警戒中 一架架战机升空 直奔城外 在燕宁一无所知下 诺大的天峰安全区 在心惊胆战中 进入战斗状态 全员出动 哥哥 宁儿 简陋的集装箱内 叶小安惊喜地抬起头 如同撒娇一般 直接扑向叶宁怀中 一旁坐在地椅上的母亲 更是急忙 放下手中的针线 站起身子 我回来了 轻声说去 叶宁宠溺地揉了揉小妹的脑袋 对着母亲灿烂一笑 看着母亲那纹容中 带着担忧的眼神 她微微摇头 示意自己一切顺利 只是余光看着桌子上的零件 叶宁不禁微微皱眉 明明自己和小妹说过了 从此以后 不用她们再辛苦了 但没想到 叶小安还是偷偷在做 像是看出了叶宁心中所想 叶母亲声开口 宁儿 妈妈知道 你不想我们辛苦 但小安只是想省点钱 多做点事 我和小安都还能干活 做点手工活 没什么的 撩了撩并搅斑白的头发 叶母脸上露出一抹心疼之色 你刚成为觉醒者 很多地方都需要花钱 妈妈帮不了你什么 也没什么能力 我和阿儿 只希望减轻些你的压力 不给你添麻烦 说话间 叶母像是想到了 叶宁在外 冒险时会很危险 眼眶不禁有些红润 妈妈不求你有大出息 你能平平安安 我和小安就知足了 你给的钱 妈想给你攒起来 听着母亲 小心翼翼的低声轻语 叶宁心中不禁一阵酸楚 在前世 小妹和母亲也是这般 一直默默地 在背后支持自己 哪怕自己不吃 也要把钱省下来给她 一直到死前 一家人都提心吊胆 没过一天好日子 不敢去想 小妹被丧失撕碎身体的惨状 叶宁深吸一口气 目光坚定地看向母亲 妈 你相信我 我现在很强 我会保护好你们 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叶母微微一愣 虽然她不知道 叶宁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但听着叶宁口中的话 她还是带着慈爱的笑意 连连点头 好好好 妈信你 饿了吧 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狭小的饭桌上 叶宁看着有肉吃 而欢呼雀跃的叶小安 脸上不禁带着一抹笑意 只是看着周围的铁皮后 她心中微微一沉 计划中 她本来打算自己展现天赋后 就直接前往首都 也不需要更换住所 但在现在的情况下 必须要改善一下生活环境了 聚集地内 全是最底层的幸存者 帮派横行 没有军方提供保护 这里对于小妹和母亲来说 还是太危险了 明天 等周妹出手后 便去内城买一套房子 虽然她现在每一分资源 都要物尽其用 但对于叶宁来说 如果重生一世 还要家里人吃苦 那她重生 还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 回想起内城的房价 叶宁毫不在意的考虑买在哪里 最少六万点信用点入账 一套房子而已 对于她来说 不过轻而易举 第一 编号B72951号 幸存者向您发来私信请求 是否接受 内城入口处 叶宁左手牵着叶小安准备入城 看到信息提示后 微微一论 便欣然选择接受 B开头的编号 那应该是二阶觉醒者了 在系统聊天功能中 A级对应三阶 B级对应二阶 以此类推 不出意外的话 对方应该是看到了 自己挂在交易频道中的私封利爪 自己刚挂上去没几分钟 便立即有人联系 看样子 这件装备的确受欢迎 要知道 它标记的最低价都是六万点 一般实力 差些的觉醒者 问都不敢问 您好 我想购买私封利爪 请问您这边怎么卖 与其客气 通讯另一头 一名身穿全套铠甲的中年人 有些紧张地等待叶宁回复 在这件蓝色装备 刚一上线交易频道后 瞬间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件蓝色武器 还自带技能 像这种极品装备 极少会出现在频道中 只是六万点的价格 对于他来说 着实还是太高了 六万点一口价 如果讲价的话 那就不用谈了 没有多余的废话 叶宁简短地回到后 便牵着叶小安 打算先去那城 售卖房子的地方看一看 六万点 另一头 问家的二阶觉醒者苦笑一声 看着叶宁毫不客气地回复 一时间不禁有些犹豫 六万点的价格 换算成物资 足以武装出一支 五百人的精锐小队了 若是用来享受 换来一卡车笑花 都没什么问题 他本以为价格是虚标的 怎么也能谈一谈 但没想到 叶宁竟然咬得这么死 不过想来也是 这件装备根本不筹卖 迟疑中 他看向自己 腰间的两把白色弯刀 还是舍不得放走这件极品装备 这位朋友 六万点的价格 确实有些高了 您看要不这样 我用其他资源 代替一部分信用点行不行 装备 技能 食物 只要你开口 怎么换都行 言辞诚恳 作为一个十万人聚集地的首领 他虽然手下人数众多 也算是一方强者 但让他再怎么凑 最多也只能凑出四万点不到 而且这四万点 还需要维持聚集地的日常开销 武器装备 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 叶宁眉头一挑 随口回到 其他物资替代也行 但信用点最少不能少于三万点 另外 武器技能的话 我只要剑类的 其他一律不要 白色的也行 有灵能果实的话 我可以打个折 说吧 叶宁便点开连续闪动的私聊面板 和这名二阶一样 不过半分钟不到的时间 又有超过三十多名觉醒者 向他问价 聚集地内 最先问价的二阶觉醒者 看着发来的要求 脸上猛然闪过喜色 能同意代替 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只是看着叶宁的要求 他一时间有些难办起来 指定类型的物资 那自己要花时间找一找了 几乎所有觉醒者 在获得装备技能后 第一时间都会武装自己 哪里有什么人 还会留下库存 想办法找手下觉醒者凑一凑吧 一念至此 中年人连忙回复 没问题 请给我一点时间 请您务必留住这件装备 收到叶宁简短的一个N字后 他轻输一口气 目光闪动 能有实力出售蓝色装备 但可以接受白色等级的物资兑换 这难不成是某个三阶强者 为自己后代换取物资的 眼中闪过一抹羡慕 摇了摇头 在他心中 只是快速地给叶宁那匿名ID 打上三阶标签后 便不再多想 全体觉醒者集合 所有用剑的觉醒者 向我报道 天风至夜 天风安全区 唯一的寿楼部内 光洁明亮的大厅中 几名身穿各色作战服的觉醒者 随意闲聊 楼盘模型旁 一名三十来许的中年觉醒者 身穿崭新的制服 头发竖得一丝不苟 正端坐在沙发上 和寿楼小姐畅谈 王小姐 我对你推荐的这套公寓 很感兴趣 这点钱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 但光是听你说 没什么意思 不如 晚上你陪我过去看看 顺便吃个饭 面带笑意 这名二阶觉醒者说话间 目光若有若无地 扫过女孩的一双眉腿 目光仿佛能从那短裙 下柏处钻进去 一探方泽 看着那张清纯精致的小脸 他只觉得心中的燥热 又提了那么一丝 虽然对他来说 以他的实力 想玩个女人 不过轻而易举 但是面对这种精挑细选 每一个刚满十八的少女时 他还是颇感兴趣的 尤其是 能在这里工作的平民女孩 每一个都是厨子 这是能经内城寿楼处的潜规则 说话间 他优雅地喝了一口茶水 目光自信 他相信 以自己的身份 很容易就能俘获这种底层出身的女孩 对座上 王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微笑 眼底闪过一抹男意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能拿到这份无数平民梦寐以求的工作下 他自然能看出男人的企图 张先生 我可以在白天工作时间陪您去看 但我们这里有规定 是不允许接受客人邀请的 王真心中暗叹一口气 虽然男人口口声声说自己身份很高 很有钱 但从一个星期前到现在 每天都拿看房当幌子 邀请自己出去 很显然 眼前这名打扮 俨然如末日前精英人士的觉醒者 大概率是早已退下战斗岗位的油腻男 这套哄骗小女孩的把戏 怕是再熟练不过了 作为安全区建立在灵灯节点上的住宅 每一间都售价高昂 不是所有觉醒者都买得起的 只是 虽然明知道对方不会买 但他也不敢得罪分喉 听着王真的拒绝 中年人脸上闪过一抹不快 目光陡然冷了下来 王小姐 我说了我看中了这套公寓 那自然就会买下 怎么 你是觉得我没这个实力吗 冷哼一声 中年人换了下坐姿 将自己胸口上二阶的标识录了出来 据我所知 你们卖出一间 至少能拿到一百点提成 则则 一百点啊 外面多少幸存者 拼命都攒不到这么多 只要让我满意 我在你这买一套 也不是不行 威逼利诱 中年人凑到女孩身前 轻笑一声 你知道的 以我的身份 只要投诉你一下 后果如何 你应该很明白 文声一颤 本能想要避开男人的女孩小脸瞬间煞白 男人说的没错 只要自己被投诉 大概率会被无条件开除 对于专门为觉醒者服务的天风之夜来说 一个平民女孩 就好似蝼蚁一般 无须在意 紧敏嘴唇 女孩身子微微发颤 僵硬不动 在这里上班 每个月有十点信用点 外加提供食物 优厚的薪水 足以养活一家三口 想到断腿的父亲 和还在工厂中上班的母亲 她是万万不想失去这份工作的 看着僵硬如小鸟一般的少女 中年人眼中不禁闪过一抹快意 对 就是这样 这种欺凌的快感 简直令人着迷 然而 正当她想在靠近几分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推门声 还未等站在门口的侍从殷勤开门 只见叶宁 直接拉着一脸惊慌的叶小安 直接走了进来 麻烦来个人 买房 赶时间 声音很轻 却瞬间惹得大厅内所有人一片错愕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叶宁两人 在众人眼中 身穿作战服的叶宁 看上去不过一名少年 身上的作战服代表了最低阶 刚刚晋升觉醒者的身份 身旁的少女则穿着破烂 一眼就能看出 是城外聚集地的平民 如此组合 众人回神后 脸色不禁一阵古怪 在他们看来 叶宁大概率是某个平民家庭中 刚刚成为觉醒者的信任 这么大口气 近来就说自己赶时间买房 也真是有够无知的 会客沙发上 扭头看向叶宁的中年觉醒者 忍不住吃笑一声 只当叶宁是没见过世面的傻子 误以为 自己刚成为觉醒者 就能买得起这儿的房子 另一旁 几名接待员心中虽然有些古怪 但专业素养下 依旧保持着微笑 您好 你需要哪种类型 之前有看过吗 公生问去 一名面容交好的少女 微微欠身 说话间 便一路小跑地迎接过来 无论叶宁能不能买得起 他们都不敢流露出 半分瞧不起的眼色 再怎么样 叶宁也是一名觉醒者 有看中的 直接带我选就行 微微点头 叶宁神情自若地牵着妹妹 直接走向寿楼沙盘 身旁 叶小安看着叶宁 真的要拉着自己去买房 一时间 小小的脸蛋上满是惊慌 这里的东西有多贵 但自从进了内城 看到了这里奢华的装修 她下意识地就想逃走 攥紧妹妹的手 叶宁温和一笑 是一小妹不用担心 全场注视中 众人看着叶小安的表现 心中的判断更加确定 倾校间 不少人细血地看向叶宁 仿佛在期待待会叶宁看到价格后 那惊慌失措的表情 别说一个刚成为觉醒者的小家伙了 就算老牌二阶 也大部分都买不起 走向楼盘 正当叶宁打算随便选一动时 一声惊喜的喊声突然响起 叶宁 嗯 叶宁下意识闻声转头 在看清喊住自己的人时 眼底不禁闪过一抹错愕 那是 王真 见叶宁注意到自己 王真下意识地站起身子 一路小跑到他身前 神色激动 叶宁 你成为觉醒者了 精致的小脸上 袖口微张 显然很是吃惊 微微点头 看着眼前虽然穿着一身西装制服 但依旧清纯可爱的王真 叶宁目光瞬间带上一抹温和 王真 是自己在参加训练营前的文化课同学 末日后 所有未成年幸存者 都会免费在安全区内学习 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 碍于实际情况 末日前九年义务教育 被直接压缩到三年 而且 大部分知识 都是和生存有关 王真 便是那三年时间里的同班同学 只不过 自从自己参加觉醒者训练营后 两人便很少有机会联系 记得在前世 王真这个热心善良的女孩 曾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过她很多次 每次见面也会鼓励她 只是随着一年后的灾变爆发 不过是普通人的王真 在第一波灾难中便烟消玉碎 平复下激动的心情 女孩看着叶宁身上的战斗服 眼中不仅闪过一抹羡慕和由衷的欣喜 叶宁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成为觉醒者的 你当初那么努力 我一直都很欣赏你 叶宁微微一笑 心情同样不错下 刚想开口 身后的中年觉醒者 却突然冷哼一声 王真小姐 你们这的接待员就是这个态度 怎么 碰到了认识的人 工作都不做了 说话间中年人注意到少女对叶宁的态度 她忍不住戏血潮道 小子 不要以为自己成为觉醒者就了不起 一个灵街 啊 我告诉你 这里的一块砖你都买不起 听着中年人的嘲笑和威胁 王真脸上一片煞白 片刻后 她只得苦涩地对着叶宁欠声抱歉 叶宁 等我下了班再找你 我先去 不带少女说完 叶宁神情平静 淡默地回望向中年人 没有多说什么 只见叶宁轻笑一声 直接拉住少女 不用走了 我正好要买 就在你手上买吧 少女闻声 身子猛然一颤 有些错愕地看向叶宁 虽然她一看是就听见叶宁要买 但她只当叶宁是过来看看的 作为同学 她虽然没有看不起叶宁的家境 但也知道有多难 叶宁 这里房子好贵的 你不要一起 下意识怯懦开口 话还没说完 对世中 她惊讶地发现 叶宁眼中竟充满着绝对的自信 另一头 心情极为不爽的中年觉醒者 见叶宁竟如此不识抬举 一时间不经气急返笑 小子 装逼也不是你这么装的 怎么 想借口来看心上人 拉不下这个脸了 斜看女孩 王小姐 你去陪她 我倒看看 你这位同学 究竟买不买得起 抱着看戏的态度 中年人翘起二郎腿 贪手示意 另一旁 大厅里的众人 也仿佛看笑话一般 饶有兴趣地关注起来 无视了一众目光 叶宁神色平静地走向楼盘 哪一栋还有现成的 见叶宁如此姿态 少女愣了愣后 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来 她目光复杂 也不知是担心 叶宁待会会不会备受打击 还是要面对众人的嘲笑 作为一直都很欣赏叶宁的她 真的不希望看到那一幕 暗叹一口气 她轻声介绍 现在天风内 唯一建立在灵能节点上的住宅 只剩下一栋公寓楼 其中公寓报价分别是 2000信用点 3000信用点 4万信用点 7000信用点 6个级别 对应不同的灵能强度 可以辅助升级 相应的安保措施 也是如此 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2000档的是性价比最高的 足够 声音越来越低 王真小心地观察着叶宁脸色 生怕自己爆出的价格刺激到她 动不动数千信用点一套 如此高昂的价格 足以让大部分幸存者望洋叹息 一旁 叶小安愣愣地听着爆出的价格 大大的眼睛越听越惊恐 几千信用点 这个价格 不知道能买多少肉饼吃 她就是累死 也赚不到临头 害怕极了 叶小安极为紧张地 攥住叶宁的手 脸上的表情都快哭了出来 然而 正当众人饶有兴趣 准备欣赏一番叶宁惊慌失措的表情时 站在楼盘前的叶宁 只是随意指向一动 淡然开口 那就要四千档的吧 信用点 转给谁 声音很轻 但落在众人耳中 却异常刺耳 坐在沙发上 本打算看戏的二阶觉醒者 愣愣地看着掏出身份卡的叶宁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而站在一旁的少女 更是傻傻地张着嘴 原本口中想替叶宁解围的话 此时竟将在口中 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一时间 整个大厅 竟陷入诡异的安静中 转 转给天风之夜就行 几秒后 作为反应最快的接待员经理 急忙回神 几乎是一路小跑地 冲到叶宁面前 恭敬弯腰 尊敬的客人 您确定就要这套事吗 干咽口水 经理此时依旧有些难以置信 他双手接过叶宁递出的身份卡 小声问去 四千点一套的终极住宅啊 别看不是最高级 但他们一年都卖不出去几套 在末日后 站立才是一切的保障 大部分在有钱的觉醒者 也舍不得浪费资源去购买外物 装备 技能 道具 甚至是恢复伤势的药剂 哪一个不需要钱 若非零能住宅 有着轻微加速升级的功效 怕是一套都卖不出去 在大部分情况下 也只有安全区高层 以及顶级二阶 才会考虑为自己置办一套 确定 没有丝毫犹豫 叶宁淡然一笑 示意对方直接刷卡就行 只是末了 他像想到什么一般 补上一句 哦 可能需要等一分钟 说话间 叶宁这才想起 购买自己装备的那位统领 似乎还在凑钱 他卡上现在只剩下十几点信用点 看了一眼私聊信息 他索性直接催促过去 话音刚落 原本有些吃惊的众人 听着叶宁最后一句话 脸上的神情一阵变幻 不少人回过神后 竟大松一口气 等一分钟 卡里有信用点 为什么要等 这分明是没有 在找台阶下 吃笑出声 原本还以为叶宁 真的买得起的几人 此时忍不住比翼看去 而坐在沙发上的中年觉醒者 更是从惊慌中恢复了镇定 小子 没钱就不要装 还等一分钟 你以为信用点会从天上掉下来 泽泽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厚脸皮的觉醒者 年纪轻轻 不懂得实力才是根本 竟玩起这种花样 真是有够好笑的 懒得再装下去 这位二阶觉醒者说罢 便看向少女 王小姐 你这位同学 怕不是假冒觉醒者吧 啊 这年头 什么穷逼也敢装阔了 花音落下 王真下意识看向叶宁 想要帮他辩解什么 只是现在的情况 似乎真的如中年人所说 叶宁只是在强称面子罢了 他目光复杂地看着叶宁的脸 低声苦涩 叶宁 要不你快走吧 我相信你以后肯定买得起 但现在 可能确实太贵了点 一旁 叶小安也如同无法承受众人的嘲笑一般 怯懦地看着叶宁 哥哥 我不要房子 我们就住自己的小家 好不好 小安不喜欢这里 小安想回去了 叶宁面无表情地环视一圈 他心中虽然不在意众人的态度 但他也不想在小妹心中留下阴影 目光一沉 他看向身前的经理 沉深开口 说了一分钟 就是一分钟 卡你先拿过去 听着叶宁斩钉截铁的口气 原本想说些什么的经理愣了愣 沉默片刻后便微微欠身 不知为何 他心中竟有些相信叶宁 哪怕 是如此荒诞 三江安全区 凑到了吗 凑到了吗 兄弟 我是真的看上了一件装备 我老张没求过你什么 那件 装备我势在必得 你赶紧交易过来建类装备 王统领 借我一万信用点周转一下 我拿到装备后 就有把握击杀那头编一体 到时候绝对还给你 黄困 你他妈欠老子的信用点 现在就还过来 聚集地内 张返修疯狂地向着自己认识的觉醒者 发取私信 只为凑出叶宁需要的信用点 哭丧着脸 看着自己只勉强凑出的 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五点信用点 他只得硬着头皮私聊叶宁 这位阁下 您要求的时间太急了 我只能凑出不到五万点 您要的装备何技能 大概凑到了四千点不到 剩下的信用点 能不能再丢两个小时时间 我保证立刻给你转过去 发完消息 这位一方豪强 实力高达二阶巅峰的觉醒者 此时如同祈祷一般 等待叶宁回复 天见可怜 他真的是把裤衩都当掉了 也才凑出五万多信用点 他现在只求这位神秘人 千万不要把装备卖给别人 两秒后 在他忐忑不安中 叶宁简短地私信发回 可 喜出望外 张返修脸上露出一抹狂喜 他毫不犹豫地 就将准备好的物资和信用点 一口气交易过去 直接完成交易 好人啊 真是好人啊 时间短暂 却在此时有些漫长 一分钟后 正当负责收款的经理 犹豫是否要开口时 一直沉默的叶宁突然出声 刷卡吧 嗯 大厅内 原本看戏的众人猛然转过头 诧异地再次望向叶宁 而沙发上的中年觉醒者 脸上更是写着一丝不耐 小子 你以为耍来耍去很好玩吗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眼里 你就像个小丑一样可笑 说吧 他也懒得顾忌什么 直接招手向王真 王小姐 你还待在那干什么 他买不起 我可是买得起的 而且 我可不像某些人一样 打肿脸称胖子 搞得自己下白胎 话音落下 大厅内不少觉醒者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也着实有些厌烦叶宁这番表演了 然而 还遵守着基本素养的经理 可怜地看了一眼叶宁后 犹豫中还是选择了常识性刷卡 下一秒 一声清脆的低声瞬间响起 已支付 四千点信用点 如同见鬼一般 惊力惊骇地看着手中的卡片 又满眼震惊地看着卡上余额 一时间 他的手竟微微颤抖起来 卡上剩余余额 五万零一十九 如同天文数字般的信用点数在他眼中无限放大 这个数字 他只在天风统领那看到过 与此同时 大厅内所有觉醒者和接待员 此时无不吃惊地看着夜宁 一时间 那单薄的身影 竟在他们眼中有些神秘莫测 竟然 真的有 这个少年 究竟是什么来头 难不成是安全区某个大人物的后代 可那小女孩是怎么回事 沙发上 中年二阶僵硬地张着嘴 此时此刻 他只觉得一个响亮的巴掌 狠狠地扇在他的脸上 口水干咽 一时间 他竟有种拔腿就逃得冲动 四千点啊 他全部身价 才两千点不到 站在夜宁身旁 女孩同样傻傻地看着夜宁侧脸 一阵失神般的眩晕感 让他有些站不住脚 四千点信用点 就这样花了 还是他的业绩 几秒后 全场呆愣中刷完卡的经理 几乎是惶恐地小跑过来 恭敬地将卡片交还给夜宁 这位尊贵的客人 我们这就帮您办理手续 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需求 天风至夜 将结成为您服务 说吧 他飞快地掏出自己的名片 目光中带着一抹讨好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您可以直接联系我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可以参加下我们下午的酒会 参加者都是天风业主 不用了 我赶时间 随手接过卡片 夜宁直接带着夜小安走向大门 门口处 夜宁转过身 回头对着王真温和地笑了笑 有机会一起吃个饭 好久没见了 说吧 转身就走 大厅内 全体接待员颇为酸楚地 看了一眼呆愣在原地的少女 目光中满是羡慕 干净整洁的那城大街上 夜宁眉头微皱 看向自己的卡片余额 扣除了系统交易10%的手续费后 他还剩下5万点出头的信用点 要不是 为了交易方便 打死他也不会用系统交易 6000点的交易费用 比他买下的房子还贵 按骂医生狗系统后 夜宁转而查看起交易功能中 暂时存放物品的系统背包 只见不断闪动的系统背包内 一柄长剑 一双长靴 以及一本剑类技能书 缓缓旋转 带着夜小安买了几套衣服和食物后 夜宁便回到聚集地小屋 看着正在忙碌 做菜的母亲 夜宁目光一暖 打了个招呼后 便打算先查看装备 房子的事情 他打算明天搬进去再说 也算是给母亲一个惊喜 查看装备 轻声默念 从系统临时储藏空间 取出一柄长剑后 夜宁便仔细查看起来 剑身银黑 中等宽度的剑身上 刻画着两道血槽 凭空增添了两分杀意 引领剑 白色等级 装备属性 力量加一 敏捷加一 装备特效 攻击速度正10% 造成伤害时有几率 造成额外放血效果 腾灵靴 白色等级 装备属性 敏捷加一 装备特效 行动时降低50%声音 并增加一定程度的攀爬力 看完装备属性 夜宁迅速给出评价 很一般的装备 不过他也没在意 白色品质的装备 大多都是这样 提供极点基础属性 外带一些低级的效果 不像蓝装 或是罕见的成装 提供高额属性的同时附加技能 装备等级分为五种 白色普通 蓝色精良 橙色史诗 金色传说 以及最高等级的红色禁忌 大部分觉醒者 能凑齐一套白装 就很难得了 换上长剑和靴子后 夜宁有些期待地 看向最后的技能书 顺步斩 C级 剑技 顺步斩 消耗20%体力 1000点灵能 技能发动后 获得小幅度位移 并在位移结束后 发动一次135%力量属性的攻击 技能要求 敏捷25 力量25 嗯 短暂错愕 夜宁看着最后标注的技能要求 脸色顿时古怪起来 C级的技能顺步斩 看起来还算不错 攻防一体 附带位移的同时有强化攻击 可以想象 这个技能在进化为SSS级后 说不定能大幅度增加机动性 但问题是 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夜宁有些无语 进阶后的7点 和任务奖励的4点属性 他一口气全加在意志上了 他本来的想法是 反正有SSS级技能在手 战斗属性不及这家 能秒敌人 还要慢慢打干嘛 反倒是意志高的零能提升 自己完全可以脱离系统的限制 主动释放SSS级剑技 但夜宁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为了补上信用点的差额 特意给自己搞来了一本小级品剑技 一时间嘛 他居然被卡住了 看着手中的顺步斩 夜宁微微摇头 索性先收起来 他现在的敏捷和力量 都只有可怜的10点 算上装备的提升 也有十几点的差距 前世有首都战区 为他提供大量物资提升属性 他倒是忽略了好点的技能 都有属性要求 马萨下巴短暂思考后 夜宁决定 收一批灵能果实和装备 先把其他属性撑起来后 晋升到二阶 应该就能学习这本技能了 他不是没想过 再买些最垃圾的剑技 直接进化 但考虑到 肯定是效果特殊些的剑技升级后更好 他倒也不急这一下 技能栏已经被两种 没特殊效果的技能占据了 在为了追求方便 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直接将收购需求 挂上交易频道后 夜宁干脆回忆起前世的记忆 副本 野外变异体 秘境 自己应该去哪生结 天风周围的高阶变异体 早就被军方清理干净了 只剩下一些 会自动刷新的炼击点 魔力低阶觉醒者 想在猎杀高阶变异体 要去野外寻找 需要大量时间不说 一旦遭遇多股变异体 自己很容易 在技能真空期被秒杀 快速回忆一番记忆后 夜宁很快便锁定了目标 师海学院 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 天风安全区野外有一处副本 这处副本内 最高有二阶变异体存在 作为末日副本 击杀变异体升级的同时 通关副本也会根据评价 有特殊的奖励 最主要的是 那处副本内 是天风周边 最有可能爆出灵能果实的地方 一念至此 夜宁直接找来一张废纸 快速地记录下 自己记忆中 那处副本的关键信息 要做就做到最好 他记得那处副本 在历史上 还没有人打出过最高评分 有SSS级技能在手 他有绝对的自信 能刷爆那脸 一日清晨 薄雾 骑着摩托 夜宁直奔城外 无视了一些 想要招募组队的 觉醒者小队 他直接开向副本所在 更换住所的事情 他已经拜托王真一手操办 相信一定能给母亲一个惊喜 风驰电车 家族马力的高转电机 低沉风鸣 道路旁 大量废弃的汽车遗骸 堆积在路边 在高速行驶中 一闪而逝 灵活地避开几头 高度浮烂的丧失后 夜宁浮低身子 静止使向荒野 低 您发布的灵能果实求购信息 已完成 获款自动扣除 低 扣除6300点信用点 获得灵能果实 白色 基础力量 信号1 低 您发布的灵能果实求购信息 已完成 获款自动扣除 低 扣除18000点信用点 获得灵能果实 白色 基础敏捷 信号3 低 您发布的装备求购信息 已完成 获款自动扣除 密集的系统提示声响起 夜宁看着自己 不断被完成的订单 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他发布的价格不算低 因此 很快就收来了 大量装备和果实 至于看着连续消耗下 已经快要减低的信用点 他眼中没有丝毫在意 只要能提升战力 一切都是值得的 总计划费47700点信用点 如此巨大的消耗下 几乎为他收起了全套白装 看着被交易过来的物资 夜宁索性单手开车降低速度 毫不犹豫地便装备上去 一件变异体外皮制造的战术背心 两块护肩 护手 一条战术皮裤 外带一枚戒指 除了头盔和手势类装备没有买到 此时的夜宁可谓是全副武装 一共加了4点力量7点体质 还有3点敏捷 外带一堆乱七八糟的物力防御力 哪怕不动用技能下 自己应该也能和一阶变异体缠斗一番了 焕然一新 夜宁快速地评估着自己当前战力后 毫不犹豫地吞下价格最高的灵能果实 一枚果子6000点 可以说是一口一套顶级公寓了 随着浑身一阵舒缓 一股全新的力量迅速在体内滋生 第一 服用灵能果实 力量加1 爆发力提升10% 第一服用灵能果实 敏捷加1 反应力提升10% 连续几声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后 夜宁满意地攥了攥右手 只觉得浑身充满爆炸般的力量 6颗果实 分别为它加了3点力量和敏捷 总得算下来 它此时的力量属性已经达到了17点 这个数字 几乎比你天赋较差的二阶觉醒者了 要知道 很多二阶觉醒者全家力量 一身属性也不过18点 大量资源堆下去 硬是把它堆上了同样强度 不过 要想真正地成为觉醒者中的顶级存在 后续依旧还是需要大量物资 想到自己所剩无几的信用点 夜宁不禁感到了一丝压力 三阶之前 还是需要多搞一些值钱的物资卖掉 两小时零四分后 知 急速行驶中的摩托猛然减速 在滑出一个漂亮的甩尾后停下 单脚斜撑在地 夜宁目光直接投向远处的山谷 眉头微皱 一连串凄厉的惨叫声正从入口处传出 只见一头体形如卡车般大小的蜘蛛变异体 正在一只车队中肆虐 不断残杀着逃窜的幸存者 啊 破 力找透体 狭小的山岭入口处 卡车掀翻在地 一头犹如巨型蜘蛛一般的巨大变异体 横蓝其中 灵活的前掌如手指一般 轻易地便将爪子上的男人撕碎 串起身子后 他便贪婪地用口气允吸起新鲜的脑浆 吸溜 吸溜 被允吸的男人一阵颤抖 头颅上眼球暴突 片刻后便如同被喝空的牛奶袋一般干瘪下去 惊恐的惨叫声和怒合交替响起 逃啊 快逃 开火 你们躲到后面去 混乱的车队中 几名身披淡炼的壮汉 站在越野车顶 怒吼着 火龙喷吐 黄橙色的蛋壳高高抛起 连成一线的子弹如泼水一般射向蜘蛛外壳 叮叮叮 火光四射 足以撕裂人类肉体的子弹 此时竟在蜘蛛坚硬的外壳面前 就好似玩具一般叮叮作响 伴随着沉闷的碰撞声 被击中的蜘蛛变一体猛然转过身子 像是被激怒般 他高高抬起的立爪护腹眼 身形如火车骤然撞来 扑哧 立爪穿透 风锐的尖爪 直接扎进了最近的男人胸口 被贯穿了胸膛下 刚才还在开火的壮汉 此时就像被戳破的水袋 口中不住的大口吐着鲜血 他挣扎着 回头看向慌乱的小队 目光中满是绝望 浑身颤抖 后面车子上的几人 看见如此惨壮 手中喷涂的火龙也嘎然一致 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他们不过是一支最普通的商队 为了节省成本 自然也没有觉醒者 本以为这趟被很多商队走过的路 绝望之下 男人悲愤地看着手中的机枪 单凭着鸡亭老式的机枪 根本打不破这怪物的防御 面露死灰 人群中四窜奔逃的幸存者中 一名大着肚子的孕妇 惊慌地躲进车中 试图开车逃跑 然而就在他刚想 发动车子的瞬间 一根力爪瞬间贯穿车顶 将他扎了个对穿 越野车上 领头的队长看着队伍中的同伴 接连惨死 他惨笑一声 掏出一颗手雷 跑尸跑不掉了 以他们的速度 根本跑不过这怪物 但他就是死 也不要死在被活活抽干脑浆下 正当男人拉响手雷之际 一声清冷的低吼 在他身后响起 继续攻击 你们吸引他注意力 男人纹身愕然回头 只见远处 一名丢下魔头的少年 正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看清夜宁身上的作战符后 壮汉猛然意识到 眼前的少年 恐怕是一名觉醒者 喜出望外 只是在注意到最低级的胸章后 看着夜宁那还带着稚气的脸 心中的狂喜化作苦涩 急声喊道 这位小兄弟 你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你快逃吧 趁怪物没 话未说完 一辆被扎穿的越野车 被距离丢到壮汉身前 仓促躲过后 这名商队队长眼中满是悲愤 直接攥紧手雷 便向怪物冲去 他看见了车子中死去的女人 正是自己的妻子 摇了摇头 夜宁看着男人送死的背影 微微叹了口气 虽然他不是圣母 看见人都救 但有能力下 他自然会帮一把 尤其是绕路太远 周围都是山林 毫不犹豫 夜宁直接一跃跳上车顶 双腿肌肉猛然发力下 整个人如离弦之剑一般冲了出去 目光锁定 不过几十米的距离 瞬间跨远 攥着手雷的中年人 听着背后的风声 不待他反应 下一秒便看见夜宁高速奔袭的身影 直接超越过他 冲向怪物 惊骇的喊声还未出口 刹那间 一声清脆的剑鸣 骤然响起 只见迎着巨爪 夜宁身形如鬼魅般 遍布闪过后 反身便迅速踩上截肢 犹如一道残影一般 直接跳上副眼 反身抽剑 下枣 一气何成 伴随着刺眼的剑光 一声痛苦的嘶吼声 瞬间出来 杀 心臭的绿血似剑 吃痛之下 巨猪一阵乱颤 躯体上锋利的截肢 疯狂向四周扎去 摇晃中 试图将夜宁甩下头部 目光一立 双手握剑 站在巨猪头顶 夜宁深吸一口气后 便凝聚全身的力量 骤然再次吓走 扑哧 在超越人类极限的距离下 森冷的剑身 犹如一根钢针一半 死死地扎进巨猪脑水 手腕一转 伴随着一阵脚动后 原本还在嘶吼的巨猪 犹如断电一般 瞬间便僵硬在原地 一秒后 碰 严陈四起 巨大的猪尸砸落在地 一动不动 战斗结束 全场安静 蜘蛛尸体前 高举着手雷的中年人 愣愣地看着 从蛛尸头顶跳下的夜宁 眼中满是震撼之意 而原先四散逃跑的众人 此时也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手中紧钻的武器 也在呆滞中掉落在地 一头一接变一体 就这样轻松杀了 心脏狂跳 蜘蛛巨大的尸体 和夜宁单薄的身躯 此时在他们眼中 形成强烈的反差 就好似做梦一般 领头的壮汉 有些慌张地 看向走来的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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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结巴巴 就在几秒前 他还觉得 夜宁根本打不过这头变一体 还劝对方不要送死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眨眼功夫 夜宁便直接杀掉了怪物 不待他开口说话 夜宁轻笑一声 麻烦帮我拖下尸体 还有车 堵着路了 手指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山谷 夜宁神色平静 淡然开口 一头一接变一体 在他实力大幅度强化下 就算不动用SSS级技能 也能轻松解决 前世 他不仅天赋冠绝全球 在华夏覆灭的最后七个月 生死中魔力出的战斗技巧 也是超乎常人想象的 慌忙点头 周围的幸存者 急忙从地上爬起 满眼畏惧地 看着夜宁背影 回过神后 一声声发自内心的感谢响起 六分钟后 夸上摩托 夜宁微微点头致意后 便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中 直接离去 言尘待起 站在原地的幸存者们 目光复杂地注视着远去的身影 他们有请求过夜宁和他们同行 也想拿出些物资 感谢夜宁 然而 都被夜宁直接拒绝了 队伍中 一名扎着马尾的少女眼中 满是轻木 真的好强啊 我刚才还以为我死定了 结果那位大人直接跳了上去 一下子就杀掉了巨猪 惺惺念念 脸上闪过一抹可惜 他本想留下夜宁的联系方式 但只换了淡淡的一笑 末日之中 人人目强 更别提夜宁 还救了他一命 不过 还真是感谢这位大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年轻的二姐 身旁 一名大叔感慨万分 摇了摇头 在他眼中 虽然夜宁还是灵机的凶章 但他只当对方低调 这么强 肯定是二姐没跑 是啊 真的强得离谱 我感觉还不是普通二姐 我以前看过一名二姐觉醒者出手 那位大人对战编一体时 可没这么干净利索 当时缠斗了好久才拿下呢 人人面带惊叹 夜宁瞬间斩杀怪物的表现 着实有些惊艳了他们 好了 准备走吧 以后有机会再碰上他的话 咱们再当面感谢 叹了口气 负责伤对的壮汉苦涩一笑 看着车内自己惨死的妻子 他忍不住默默攥紧了拳头 虽然在末日 死人再正常不过了 但他心中依旧满是悲意 如果 自己也是觉醒者就好了 第一 击杀一阶变异体吸水珠 获得灵能经验 第一 获得一阶变异体材料 蜘蛛覆眼 白色 第一 获得一阶变异体材料 老斯 骑在摩托上 叶宁随手将爆出的材料 塞进战术背包 看着满满当当的背包 他不禁叹了口气 没有空间装备 实在不方便 系统给的自带空间 只有可怜的四格 像在前世首都权力支持下 他是有一件空间戒指的 蓝色等级的空间戒指 装下一辆车都没什么问题 可谓是杀人放火必备 不过现在也只是想想 一件空间装备 最低的都要30万点信用点 还是有事无价 对于一名觉醒者来说 没什么比战斗中 减轻负重更重要了 压下杂乱的念头后 叶宁索性不再多想 只是将材料挂上交易频道 看了眼地图上的路线 他便再次加速 距离师海学院 只要最后10公里了 车身风鸣 乌云密布的天色下 黑色的摩托 好似闪电一般及时 穿梭在荒野下的影子 就好似孤独的旅人 副本入口 停在一处早已破败不堪的加油站前 叶宁默默地看着远处的学院 这处坐落在郊区平原上的学院 此时哪怕在白天 依旧看上去有些阴森 惨白色的实质大门上 秀极斑斑的牌匾斜挂 一眼看去 建筑林立的学院 就好似一处巨大的坟墓 渔江学院 雾白色的屏障笼罩入口 阵阵涟漪中通往另一个世界 仔细观察一番四周后 叶宁沉步走去 作为野外副本 诗海学院不仅难度较高 而且限制进入实力 因此 平日里并没有多少觉醒者敢于挑战 脚步声轻微响起 站在副本入口前 叶宁平静地将手缓缓放在灰白色的波纹上 这里看似是一处学院 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 就好似投影一般 除了通过副本入口传送到内部场景 任何外力对无法对这里造成破坏 同样的 一旦进入副本后 除非完成基本任务 不然无论谁也逃不出来 不仅如此 作为较为特殊的诗海学院副本 不仅在天风周边有副本入口 在全国各地也同样有着幻想 第一 是否进入C级副本诗海学院 当前副本限制等级 二阶 确认 没有丝毫犹豫 叶宁轻声开口后 便直接灌注灵能 下一秒 系统提示瞬间响起 确认进入 检测到未单人进入 正在战区范围内随机匹配 三 七 十三 匹配成功 当前副本人数 十四人 嗡 白光一闪 刹那间叶宁便感到一阵眩晕 只见眼前画面猛然一黑 如同传颂一般便瞬间消失在原地 微微失神 头痛 清醒过来后 叶宁瞬间睁开双眼 只见自己已经处于一间昏暗的教室中 和他一般 拉上窗帘的教室内 十三名穿着各异的觉醒者 警惕地看着对方 教室外 一圈圆弧形白色护照 将他们笼罩 那是安全护照 与此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第一 一分钟后 开启尸骸学院副本 副本介绍 当前场景为普通场景 无灵异 特殊事件 副本内敌人为变异体 及丧尸 以及少量人类 副本时间设定为 末日爆发后七天 大量变异成丧尸的人类 占据了曾经的学院 完成基础任务后 可自行退出副本 当前基础任务 在学院中存活12小时 在此期间 你无法脱离学院 任务奖励 随机白色装备 星号1 零能经验 4 可选任务 1 击杀残头女师 难度地级 2 击杀屠夫变异体 难度C级 3 击杀全院丧尸 难度C级 光幕散去 倒计时开始 随着倒计时刚刚想起 站在讲台上的 一名二阶觉醒者 飞快地扫尸一圈 各位 我是高云 我看各位都是二阶 想必也不是第一次 参加野外副本了 诗海学院 我经历过一次 有没有人同样参加过多次的 如果没有 我建议由我来当队长 瞬间发话 这位身穿一身 灵甲的觉醒者 先生夺人 眼中满是自信 讲台下几名二阶对视一眼 片刻后 无声地摇了摇头 算是默认 我们都是第一次 你如果有经验的话 那就你来带队吧 不过 我听说 诗海学院的难度很高 高云闻声 见状一笑 没错 诗海学院的难度 在二阶副本中 都属于中高难度 如果不配合好 团灭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有我带领大家 相信一定能安全度过 说话间 高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众人身上的装备 判断类型 只是在扫过角落里的 燕宁时 眉头一皱 灵阶 怎么会有灵阶觉醒者 错恶出声 在一众二阶勋章中 还挂着灵阶的燕宁 在他眼中 就好似萤火虫一般显眼 刹那间 众人也同样闻声看去 在看着燕宁身上的勋章后 脸色一阵古怪 还真是灵阶 怎么会有灵阶的小家伙 跑来送死 喂 觉醒者中 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 语气不善地指向燕宁 小子 你是不是静错副本了 你认识的觉醒者中 没人告诉你 这是二阶副本吗 迎着一众目光 燕宁平静对视开口纠正 我是一阶 话音刚落 十三名觉醒者奇奇无语 不少人干脆像是白痴一般地看着他 见自己的节奏 被燕宁的冒出打乱 讲台上高云脸色陡然一冷 好了 不用管他 一阶的小家伙 你要是不想死 你老老实实跟着我们 看了一眼倒计时 高云也不打算在燕宁身上浪费时间 飞快开口 诸位 本次副本的基础奖励 是一件白色装备 不过 我相信各位 肯定也想完成高难度任务 但是 我先警告大家 一定不要擅自接取任务 这个副本的机制是 只要你接了任务 那怪物就一定会追杀你 在这个副本 我们不是猎杀者 我们是猎物 众人闻声肃目 认真倾听 看高云经历过一次后 依旧这么凝重的神色 自然也意识到 好了 我个人是建议大家一起 接取第一个残头女尸 其他任务碰都不要碰 残头女尸等级为二阶中级 以我们14 13人的力量应该能解决 而且损失不会很大 只要不碰后面的C级任务 我们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后面的血腥屠夫属于二阶高级 而且防御力极强 上一次副本 就有白痴自大的接取了C级任务 导致我们差点团面 历声警告 高云像是回想起上次的经历 脸色十分难看 两头二阶的夹击下 他差点没交代在那 不过也跟上次副本中有一阶有关 被拖了后腿下 他们死伤太惨重了 看着眼前十二名二阶 他心中还是松了口气的 没问题 高云队长 我们听你的指挥 有经验肯定听你的 找死这种事 没人会干 听着高云的讲解 十二名觉醒者 纷纷赞同过去 其中几名女性觉醒者 更是神色异动地靠了过去 高队长 如果待会有什么危险 还希望您能帮一手 巧妙地展示身材 几名面容交好的二阶 毫不在意露出胸前一抹雪白 听着众人不要钱地吹捧 高云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几句好话 就想让他卖命 开什么玩笑 不过众人愿意跟他就行 对于这次副本 他可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只是他下意识扫过角落的夜宁时 只觉得有些晦气 这种低阶觉醒者 屁用没有 只会拖后腿 一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 随着白色保护罩的瞬间消失 窗外一声声丧失嘶吼 也从远处传来 犹如丧钟 各位 我们走 跟在我身后 毫不犹豫 副本开启的一瞬间 高云便打算带着众人先行躲避 只是话刚出口 一声清脆的玻璃碎裂声 便瞬间响起 碰 只见角落中被所有人忽略的夜宁 竟直接撞破了玻璃 眨眼间便跳下教学楼 消失在众人视野 不跟着他们 这小子在找死 刚刚踏出门口 高云吃惊地回头 看着那撞碎的玻璃窗 神色一阵变幻 不用管他 一批丧尸一旦战斗 就会引来变异体围攻 跟着我 你们才能活下去 教学楼下 反身跳出窗户后 夜宁便毫不犹豫地 奔向最大的教学楼 十三层高的教学楼 在阴郁的天幕下 好似巨大的坟碑 前世在灾难爆发后 官方为了尽快提升幸存者实力 直接命令各势力 放出了所有副本攻略 不再保留 因此 夜宁倒也知晓 这个副本的打法 脚步飞快 回忆着关键信息 几秒钟的时间内 夜宁便横跨两栋大楼 冲到教学楼下 教学楼附近 几头零散的丧尸 也瞬间注意到了他 身穿学生校服 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的学生 丧尸嘶吼一声 转而疯狂地朝他冲来 无视阻碍 快速奔跑中 夜宁反手飞快地连续扣动袖弩 接连抱头 一头钻进教学楼后 便直奔楼梯上 一楼 二楼 手持长剑 随着一道道精准的斩机 楼梯上的丧尸 犹如白纸一般 在距离之下 直接劈成两半 侧头避开喷溅出的污血 劈开的尸体 如同肉排一般 咕溜咕溜地 便滚下楼梯 神色冷漠 犹如最高效的杀戮机器一般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里 夜宁便浑身浴血地冲上七楼 作为副本内丧尸数量 最少的教学楼 顶层的天台 是他计划中最好的出手地点 也许丧尸病毒爆发时 并不再上课 也许是楼内的丧尸 都在随后去追杀了其他学生 在连续击杀二十七头丧尸后 楼梯上混乱的步伐声 明显减少了很多 只能隐隐听见 另一头的教室中 还有丧尸吼叫 小层 快速扫了一眼楼层 夜宁一脚 正蹬踹他拦路的丧尸胸枪后 随手一击穿刺 便将老实模样的丧尸 钉死在楼道 短暂停顿中 一旁的教室突然传来 桌椅被推到声 正当夜宁再次上楼时 一声惊慌的女声 突然喊住了他 救救我 求你 求你带我走 临近楼梯的教室 一名身穿校裙的女孩 满脸惊慌 直接拦在夜宁面前 面色苍白 不停颤抖的双腿 着视着女孩的恐惧 清纯可爱的脸蛋上 有些脏兮兮的灰尘 但依旧掩盖不住 娇好的面容 放在学校中 大抵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看着一身奇怪打扮的夜宁 女孩眼中满是期望 从夜宁打破窗户时 他便注意到了他 在看着夜宁 如同切瓜砍菜一般 干掉丧尸后 他心中的震撼无以加负 顾不得夜宁到底是谁 他只知道自己跟着这个少年 大概率能活下去 眉头一挑 脚步停下 求我带上他 副本NPC 不过短短一瞬间 夜宁便迅速判断出了女孩的身份 看样子 应该是有支线任务在身的NPC了 见夜宁停下 女孩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急忙跟在他身后 这位同学 你这么强 一定可以救我出去对吗 太可怕了 我真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的几个好朋友 都困在那边 待会你能救我们一起出去吗 楚楚可怜 女孩下意识地想要靠近夜宁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带给他一些安全感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的支线任务声 也瞬间响起 看着女孩让人联系的表情 夜宁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没问题 扑 花音落下 夜宁直接一发手挪抱头 将女孩钉死在墙上 刹那间 女孩死前错愕的表情 和播报到一半的系统提示 同时僵住 仿佛连系统也猝不及防 第一 任务失败 保护目标已死亡 听着系统及时传来的提示声 夜宁无所谓地摇了摇头 转身就往天台冲去 这个NPC身上 的确是有任务的 在前世的记忆中 很多人都接取过 但对于夜宁来说 为了一个最低级的任务 耽误自己的计划 实在没那个必要 最主要的是 这个女孩特别会叫 如果是面对真实的人类 也许她还有怜悯之心 但对于NPC副本 夜宁根本在意不起来 脚步飞快 不一会的时间 夜宁便冲上了天台 砰 一脚踹开铁门后 她便直接将铁门锁好 直奔天台一脚 作为整个学院最高的建筑物 在这里能看清全场情况 最重要的是 这里是核心 也是最后的主战场 轻吐一口气 单脚踩在天台上 夜宁直接向下看去 只见副本刚开始的教室中 13名觉醒者 这才从内部小心冲出 在高云的带领下 直接奔往操场角落厕所 看着青年的动向 夜宁若有所思 很快便判断出 对方究竟想干什么 教室处于学院最难 操场厕所位于最东南角 厕所内部 便是蚕头女士的出生地 不出意外 对方打算赶在变异体暴动前 抢先击杀对方 尽量不要出手击杀丧尸 在最后三个小时里 哪怕我们没有揭取任务 所有怪物也会出动 那些怪物 会根据沿途的尸体 找寻踪见 奔跑在最前 如同灵活的猎豹一般 高云说话间 警惕地扫射着周围丧尸 带着众人沿着墙角冲去 诗海学院副本 有个小技巧 这里的变异 体会在揭取任务后 实力暴增 但我们完全可以 在揭取任务前 将其重伤 如此一来 就能大大降低难度 背后 几名二阶觉醒者闻声一喜 听着高云分享出的情报 忍不住出声赞叹 所以 我们是先去找任务目标 打到一半再开始任务 没错 高云重重地点了点头 虽然这样做 最后击杀时会降低评分 但奖励还是在的 杀掉残头女士后 咱们就直接去 最高的教学楼躲避 只要一直躲起来 就能安全度过失潮暴动 了不起 就是最后时间 要守一下天台 听着高云的计划 队伍中一名女性 觉醒者娇笑一声 直接岂不赶上 这么简单 那还真是感谢高队长了 没有在意众人的马屁和赞美 高云略微加快了步伐 低下的眼中 闪过一抹阴雾 感谢我 不 应该是我感谢你们 脚步放缓 全员进步 躲在厕所旁 高云单指轻虚 示意众人不要出声 透过厕所拐角 便是游荡着 大量丧尸的操场 地面上一滩滩暗红色的血字 昭示着这里 曾经发生过什么 小星观察了 极眼本能嘶吼的丧尸 高云深吸一口气 直接挥手示意众人跟上 伸手敏捷地进步 涌进厕所 刹那间 众人只觉得浑身一阵阴寒 好低的温度 好暗 厕所内一片死寂 昏暗无光的狭长过道 就好似墓穴长亡 滴答滴答 水珠滴落 看着一闪闪紧闭的厕所隔间 跟在高云身后的几人 忍不住满眼警惕 在七白色的木质门上 满是暗红色的血手印 淡淡的血腥味 混合着厕所内的臭味 钻入鼻腔 极为小心 众人各自取出自己的武器 双眼死死地盯着 最尽头的一扇门 在那里 一堪烟红的鲜血症 顺着门缝无声流淌 怪物 就在里面 逐步靠近 高云不断运转着自身的灵能 一层淡淡的蓝光 覆盖在双手 随着距离越来越靠近 众人仿佛能听到一声声沉闷的撞击声 砰 砰 那声音听起来 就像头颅磕着墙壁 答 一滴稍大的水珠 在安静的厕所中瞬间炸开 瞬间惊得众人一震 好在十三人全部都是二阶 并非新手 互相对视一眼后 便紧紧地屏着呼吸继续靠近 走过森冷的洗手台镜子 队伍中的一名女性觉醒者 下意识地看了眼睛中的自己 恍惚间 她只觉得自己脸色白得吓人 砰 刹那间 还未等她转过头 只见镜面反射出的厕所镜头 那扇七白色的木门猛然晃动了一下 就好似有东西要冲出来 动手 见自己等人的靠近 已经惊动了女尸 领头的高云怒吓一声 直接一拳砸向木门 砰 木屑纷飞 遮挡视野的厕所隔间 瞬间爆开 只见一头只有半边脑袋的女尸 猛然转过身子 漆黑不见瞳孔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众人 惨白的脸上 一张血盆大口骤然张开 叫声尖锐刺耳 在一众惊骇中 各色灵能技能也同时 砸在女尸身上 火焰喷射 弱点冲击 寒冰触手 大量灵能攻击下 被攻击的残头女尸 一阵晃动 全身覆盖着各种技能特效 只是无论看上去 威势多么惊人的技能 砸在她身上 总会被一道白色屏障 拦截下来 走 先引到后面的树林 这怪物没打破防御前 我们伤害不到她 注意攻击节奏 护罩一碎就急火 语速飞快 高云一声低鹤 便直接挥拳 砸向后方的墙壁 直接洞穿水泥 得到指令的众人 也飞快地拉着女尸 向后撤去 手中不断交错的技能光泽 闪个不停 看着硬顶着自己等人 攻击摇晃走来的女尸 众人心中满是惊异 不愧是高难度副本 随便一个二阶 都有这种能力 再没强化前 就这么能抗望 若是强化后 怕是会相当棘手 拉入树林的瞬间 高云深吸一口气 直接远处丢出一个盘子 急声开口 我已经丢了静音护罩 操场上的丧尸 暂时听不到动静 我的能力是防御系 我缠住怪物后 你们注意攻击 花音落下 高云便果断冲向女尸 双手闪耀的蓝光 也瞬间生成光盾 碰 女尸一头撞向光盾 只剩半边的脑壳中 脑将晃动 伴随着犹如炮弹爆炸的冲击力 顶在最前的高云 猛然倒退一步 只是下一秒 她便再次顶上 身后众人见高云 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自己 不少人眼中满是钦佩 毫不犹豫的便输出技能 随着连番攻击 女尸身上的白色薄膜 也一阵乱晃 众人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继续 马上要打破了 见任务如此简单就能完成 众人心中大松一口气 只是 还不带高兴太久 一直攻击光盾的女尸 猛然一将 刹那间 犹如鬼魅一般 迅速跃过高云 瞬间出现在一名 不停喷涂火焰的觉醒者身前 扑痴 森白纤细的手臂 如同插入果冻中一般 轻易贯穿了男人胸膛 随后狠狠一拉 在男人眼球暴徒的痛苦中 直接将他脊椎抽出 扑通 瞬间秒杀 周围攻击的众人猛然一惊 最近攻击的几名近战觉醒者 更是惊骇地倒退两步 伤套 像是认识的两人 队伍末端 一名不断丢出寒冰剑的女生 眼眶通红 高声喊去 快 太快了 在场13人怎么也没想到 惨头女尸 竟然拥有如此鬼魅的能力 顶在最前 高云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转而有些自责地高喊 继续攻击 抱歉 我刚才没控制住他 说话间 高云慌忙地再次前顶 仿佛要死死地 将怪物挡在众人身前 战斗龙不得耽误 强压下心头的惊骇后 众人急忙继续攻击 远处天台上 夜宁居高灵下 静静地看着战斗者的众人 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不出意外的话 这13名二阶 很快便能击杀残头女尸 只是在仔细观察下 夜宁敏锐地发现 定在最前的高云 一直保留着实力 有点意思 轻笑一声 夜宁目光随意瞟了一眼 系统任务面板 只见C级血腥屠腹的任务 早已悄无声息地被人接取 任务 不是他接的 树林中 正当众人凝聚力量 准备给与怪物致命一击时 一直顶在前方的高云一声低喝 各位 准备接取任务了 小心怪物最后的爆发 话音落下 十三人没有丝毫多想 紧跟着他接取任务 刹那间 原本被打断了左手的残头女尸 猛然胀大 浑身阴寒的气息 瞬间笼罩全场 与此同时 在众人身后 一头拖着长刀的巨型屠夫 正在隔音护照中 无声冲来 再次硬吃着残头女尸的攻击后 高云极力平复着翻滚的血气 暗中计算着时间 他余光微微看向身后 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虽然他劝劝众人 不要接取额外任务 但却私下 接取了屠夫的任务 他想得很清楚 自己防御有余 进攻不足 这趟副本 若是只干掉一头残头女尸 那可是再太亏了 尤其是以他的实力 很难在一众留有底牌的二截手中 抢到最后一击 但 先将众人拉到战斗状态 就不一样了 在他计算中 只要在击杀女尸前 引来屠夫 猝不及防下 其他人只能被迫 和屠夫战斗 而一直和女尸缠斗的自己 完全有充足的理由不参与进去 到时候 冷笑一声 和他计划中一样 在其余十二人 有些兴奋地 准备抢杀女尸时 一阵轻微的晃动突然传来 站在队伍最后 准备蓄力丢出冰枪的女人 下意识回头 刹那间 一抹惊恐的神色 突然出现在他脸上 血腥屠夫 来不及思考 只见狂冲而来的屠夫 越过静音护照 伴随着一声怒吼 手中的屠刀悍然砸下 砰 便被砸成肉泥 惊叫声响起 正在憨战的众人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身后 居然多出来一头怪物 与此同时 高云先生夺人 装出惊骇之色 谁接举的任务 我不是说了 不要接吗 碰 被女士攻击下 他倒喷出一口鲜血 目光中满是悲愤之色 仓皇躲避 来不及过多思考的众人 慌乱中失了阵脚 怎么办 怎么会有两头变一铁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们 惊怒交加 眼看着大好局面 就要被破坏 其余二阶 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挡在女士前 高云深吸一口气 他骂的 八成是刚才消失那小子 找死接了任务 诸位 事已至此 只能拼命了 你们挡住屠夫 我一个人来抗女士 不然大家都得死 凭借着之前的表现 高云一番话 瞬间说服了众人 看着冲入阵地中的巨大屠夫 所有人惊慌之间 只得拼命攻击 按照高云布置作剧 看着和最强屠夫交手的二阶们 高云心中轻笑一声 不动声色地将女士 引到战场边缘 对 就是这样 在他的计算中 这些二阶交出底牌后 应该能将屠夫重伤 而一直扛着女士的自己 随时都能解决女士 到时候 两边的最后一击 说不定都是自己的 至于死伤多少人 事后会不会有人迁怒叶宁 那就和他无关了 想到连续完成两个任务的奖励 他一时间 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 自得之余 他甚至有些感谢叶宁的出现 要不是那白痴自己逃掉了 他还要想办法 编造一个理由 免得众人怀疑自己 随着强化后的屠夫加入 战况瞬间惨烈起来 天台上 叶宁饶有兴趣地 看着乱战中的众人 尤其是 看向始终留着底牌的高云 他忍不住轻笑一声 甩锅甩给自己 想抢最终奖励 计划倒是不错 可惜算计错了对象 摇了摇头 叶宁毫不犹豫地点向任务面板 D 揭取C级任务 击杀枯骨变异体 D 揭取C级任务 击杀全院丧失 D 揭取B级任务 击杀尸骸之主 一连三声提示响起 叶宁看着 已经被自己全部揭满的任务面板 目光逐渐冰冷下来 他原本计划 是最后三个小时揭满任务 引发变异体 集体出动 但高云的算计 使得他不得不提前 不过无所谓了 刷爆副本的评价 他势在必得 随着任务的连续揭取 一道无形的死气 瞬间在学院中弥漫 黑暗中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正在缓慢苏醒 无人知晓 副本开启不过几分钟 此时的难度 已经飙升到了极限 我的手 一声惨叫 和屠夫变异体缠斗的二阶中 一名双持巨斧的壮汉惨叫一声 大骨鲜血 从他肩膀处喷涌而出 来不及躲避下 血腥屠夫的巨刃 直接砍断了他的右手 不要再保留底牌了 杀不死这怪物 我们都要死 惊声怒吓 一名穿着全身铠甲的中年人 鼓起勇气 手中巨大的战锤 爆发出一阵耀眼光芒 直接对拼向屠刀 分裂重锤 碰 口吐鲜血 硬拼一击后 男人看着屠夫身上 只是被微微砸熬的肚皮 眼中不禁闪过一抹苦涩 强化后的屠夫太强了 接连出击 只剩九人的队伍中 不少觉醒者 悲愤地迎战上去 那该死的小子 要是被我找到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愤怒到极点 在他们眼中 如果不是叶宁独自行动 又接取了屠夫任务 他们哪里会 落到如此地步 战场边缘 高芸满意地 看着底牌进出的几人 手中的攻击 也不断加重 差不多了 再消耗一下 自己就要杀掉女师 准备抢下屠夫的奖励了 注意到这些 二阶爆发出的底牌技能 他忍不住有些感慨 还好自己算计到位 不然以他的攻击力 怕是只能混点经验 哪里还能这么轻松摸鱼 几秒钟后 正当高芸犹豫着 要不要直接干掉女师时 一股莫名的寒意 突然涌上心头 嗯 本能地向后看去 刹那间 他瞳孔中 倒映出密密麻麻的丧尸 以及两头巨大的黑影 脸色煞白 卧槽 在看清冲来的怪物后 一阵极度的恐慌 弥漫心头 有人揭学了所有任务 与此同时 战斗到极限的众人 也闻声看去 下一秒 同样的绝望与震撼 出现在脸上 哭骨 尸骸之主 如坠冰枯 刹那间 他们只听到高芸一声淒厉的怒吼 逃 去最大的教学楼 毫不犹豫 高芸直接丢下重伤的女师 拔腿就跑 在空旷地带 一旦迎上后续的变异体 他只有死路一条 闷头狂奔 拼尽吃奶的力气 他只恨不得 自己不是敏捷系 狂奔向教学楼 副本内主要建筑无法破坏 只有靠着那里的地形 才有一丝丝活下去的希望 天台上 夜宁平静地 看向狂奔而来的众人 心神转而投入到技能面板中 一击 应该能全秒了 面板上 冷却完毕的间隙风暴正在闪耀 那小子好像在那上面 先不管 先上去再说 楼梯内 十名二阶觉醒者 拼命地向上冲去 背后阵阵丧尸的嘶吼声 如催命符一般响起 速度极快 不过几秒的时间 一行人便冲上了天台 碰 一脚踹开天台天门 几人大口喘息 极力地平复心头惊慌 一转头 便看到了站在另一侧的夜宁 怒气横生 看着若无其事的夜宁 一名手持双刀的觉醒者 直接破口骂去 做事就要一刀斩下 就是你小子搞的鬼吧 他妈的 我们差点被你害死 不同于想象中 夜宁会被一刀斩中 只见夜宁一个随意的侧闪 便轻松避开 微微一愣 挥刀的觉醒者 虽然自问自己这一击只是出气 并未全力出手 但他好歹也是二阶 以一阶的反应力 根本不可能避开 看着夜宁刚才爆发出的速度 他猛然愣了一下 够了 不待思考过多 最后上来的一名重锤觉醒者 反手堵住铁门 高声力合 还在内斗 待会怪物冲上来了 我们全要死 说话间 他目光阴沉地望了一眼夜宁 虽然他也愤怒 但他更清楚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可是都是这小子害的 他一个废物想死 还要拉着我们一起送命 双眼通红 死去同伴的女性觉醒者 死死地瞪着夜宁 连续地刺激下 他已经有些失去了理智 活下去 还怎么活 只要后续的变异体冲上来 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无视了仇视自己的女人 夜宁淡然开口 你同伴是死在屠夫手下的 那个任务 可不是我接的 轻笑一声 不同于众人的惊慌 夜宁饶有兴趣地 看了一眼 站在天台边缘的高云 众人闻声一愣 下意识也将目光投去 几人虽然愤怒 但不是白痴 不少心思机敏的人 其实在刚才的战斗中 就觉得有些不对了 见众人望向自己 高云脸色一沉厚 也懒得再掩饰 现在不是管这个的时候了 那小子接了后续所有任务 我们必须守住这里 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说吧 他探头看向操场 只见速度最快的残头女尸 已经一瘸一拐地快速追来 若非骷髅变异体 和尸骸君主速度较慢 他们现在哪还有时间争吵 守 怎么守 四头强化过的二阶变异体 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 更别说尸骸君主了 那怪物可是二阶巅峰 极度的恐惧下 几名觉醒者 如同被打破了心理防线 虽然高云和重锤壮汉 口口声声说有希望 可他们完全看不到 不要吵了 深吸一口气 手持重锤的壮汉 一头砸死最快冲上来的几头丧尸 语速飞快 我们分成两对 远程攻击地阻挡变异体 其他人阻挡丧尸 这栋建筑飞三阶无法破坏 那三头最大的变异体 只能从楼外爬上来 话音落下 众人猛然一阵 不少人干脆冲向天台探头看去 果不其然 除了残头女尸 正飞快地钻入教学楼内 其余三头变异体 纷纷在楼下停住 准备从楼面爬上来 没错 本就想到这个主意的高云 连升附和 直接取出妖间的手枪 不断点射向冲来的大批丧尸 只要我们配合起来 不断把变异体打下去 理论上还有机会拖到最后 几人听后 脸色难看地同意了这个方案 果断便分出两对 准备按高云说的做 只是在分组时 几名二阶觉醒者 愤愤地指向叶宁 小子 要是能出去 老子一定砸碎你的头 想找死他妈的自己去死 守在天台门口 高云听着众人将怨气齐齐 转到叶宁身上 不禁松了口气 严格来说 他布置的计划 一样会让众人死伤惨重 而叶宁 属于把情况弄得更恶劣 几秒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随着楼身一阵颤抖 学院内所有丧尸 如潮水一般 涌向教学楼 一头头腐烂的丧尸 源源不断地冲向天台 从高空看去 此时的教学口 就像密堂一般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黑点 先攻击屠夫 那怪物爬得最快 前后夹击 天台处三名觉醒者 拼命地击杀着冲上来的丧尸 面对残头女士的攻击 虽然艰难 但也能勉强抵挡 问题最大的是 楼外爬上来的三头变一体 攻击 把他们打下去 在众锤男的带领下 一道道灵能技能 如不要钱一般砸下 打得屠夫身上厚实的脂肪 一阵爆开 然而 理想是丰满的 想象中自己等人能凭借攻击阻碍 变一体攀爬 但事实上 在一番攻击后 众人绝望地发现 他们的攻击 不过是延缓了 最弱的屠夫爬楼 面对他们的攻击 那最为恐怖的白骨和君主 根本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不要说成十二个小时了 他们连十二分钟都撑不住 完了 完了 这一下真的完了 不止从开始到结束 破灭的速度之快 简直犹如擒天霹雳 一般给予众人强烈的打击 看着不断向上的 尸骸君主和白骨怪 几名远程攻击的二阶 只觉得浑身都在发抖 挡不住 根本就挡不住啊 撕心裂肺 惊慌之中 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勇气 所有人出手都没用 等着三头便一体一上来 他们都得死 崩溃之中 已经无人顾及角落里的叶宁 然而正当众人绝望之际 站在一旁 始终观察着情况的叶宁 淡然出声 如果我是你们 我会马上跳下去 什么 只见在众人眼中 被无视的叶宁 正踩在天台边缘 做事就要跳出去 下一秒 不带众人思考 随着叶宁反身高高跃起 犹如道射一般跃出天台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从天际降临 昏暗的天色骤然在暗 刹那间 一道道蕴含着毁灭气息的 剑流风暴 迅速形成 最终汇聚成 如同剑翼一般的洪流 环绕在叶宁周身 这是什么气息 天台上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 被剑气环绕的叶宁 在巨大的压迫感下 他们只觉得 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哀嚎 仿佛催促着他们赶紧逃跑 惊慨欲绝 来不及反应更多 求生的本能下 几人瞬间跟着跳出 不离开这里 他们一定会死 半空中 燕宁平静地积蓄着剑气 片刻后 便将目标锁定为整栋教学楼 在确定笼罩了所有变异体后 刹那间 一道凄厉的剑光骤然斩出 剑流风暴 哄 剑流击射 成千上万道剑气 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 瞬间轰出 与此同时 一股股刺眼的剑流 如同奔涌的激光一般 直接将整栋大楼吞噬殆尽 在一双双惊恐的目光中 两头被众人视为无解的顶级变异体 瞬间便融化成渣 哄 喷涌的剑流 秒杀掉所有变异体后 犹如毫无阻碍一般 继续轰击地面 热气弥漫 一片废墟 没了 都 都没了 几秒后 被吓呆掉的众人 如同做梦一般的 看着眼前的一幕 只见原本的教学大楼 已经彻底消失 只留下一个三十余米的巨大深坑 冒着青烟 咕嘟 口水干咽 活下来的几人 如同雕塑一般 僵硬在原地 秒杀 赤裸裸的秒杀 如此恐怖的攻击 只有可能是三阶爆发出来的 而且还不是普通三阶 恐慌 害怕 敬畏 各种复杂的情绪下 原先呵斥过叶宁的壮汉 哭丧着脸 哆哆嗦嗦地 看向不远处的叶宁 这 这位大人 视我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您 且且巴巴 紧张之下 他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虽然无法理解 叶宁是怎么从一阶摇身一变 成为恐怖的三阶存在 但所有人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一点 那就是 叶宁如果对他们有所不满 刹那间就能杀光他们 在这封闭的副本内 他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三阶和二阶的差距太大了 大到了 就像他们和普通人一般 越到后期 阶位之间的差距犹如质变 平静望来 叶宁看着被惊吓到的众人 只是淡淡开口 去把剩余的丧尸清理一下 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 他接取的任务中 只剩下清理所有丧尸 不出意外 自己应该拿下副本最高评价了 对于众人之前的反应 他倒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自己的确是接取了任务 这些人绝望之于憎恨他 也是正常的 如蒙大赦 听到叶宁开口后 几人慌忙散开 只是人群中 几名年轻些的女性觉醒者 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目光闪动 这么年轻 又是三肩 眼前的少年 绝对是军方 或者某个大势力高层的后代 然而 正当他们想搭讪一番时 却愕然发现 叶宁说完 便转身离开去往树林 几人对视一眼后 不由地露出一抹苦笑 看样子 对方根本不在意他们 真的好强啊 也不知道看起来这么年轻 实力怎么还会这么变态 谁知道 就刚才那攻击 我感觉被蹭到一点 就能秒杀我了 还好我跳了出来 不用感觉 你们忘了高云吗 就被气化了 叶宁走后 几人与精卫定中 小心讨论起来 只是说到高云时 所有人目光都有些古怪 惊叹之余 所有人都想不通一点 那就是 叶宁凭什么无视副本限制 以三阶的实力 进入二阶副本呢 树林中 叶宁飞快地在地面上 挖掘出深坑 不是为别的 而是为了寻找一件特殊道具 在前世公布出的信息中 诗海学院最不起眼的树林内 藏有一份特殊道具 据说当时第一个发现的人 也是因为在战斗过程中 误打误撞才发现的 具体位置 应该在哪 极力回忆 回想着副本内具体的细节 叶宁犹如打洞一般 不断寻找着踪迹 那件特殊道具 便是半块头骨 也就是蚕头女尸头顶那块 如果完全按剧情 接取副本任务 那么就能接触到 蚕头女尸生前的故事 头骨 头骨 快速挖掘 几分钟后 随着手中长剑猛然一顿 叶宁脸上 也跟着闪过一抹惊喜 下一秒 只见被剑尖戳开的泥土中 一块森白的头骨暴露出来 毫不犹豫 叶宁直接将头骨小心刨了出来 第一 获得特殊道具 怨念头骨 随着系统提示 瞬间响起 叶宁眉头一跳 心头不惊 微微有些激动 前世被公布出的信息 果然没骗自己 查看属性 带着一抹期待 叶宁果断查看起头骨的属性 怨念头骨 蓝色 特殊道具 道具效果 使用后 获得精神力实质化效果 你可以根据 意志属性强度 扩散精神力 道具说明 打开头骨 也许你能看到更多 把玩着手中的头骨 叶宁眼中 瞬间闪过一抹喜色 看上去这件蓝色道具 没什么特殊的 但实际上 效果极其逆天 在三界之前 意志系觉醒者 空有庞大的精神力 却很少有永无之地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精神力不够凝实 也很难外放 相比于其他属性觉醒者 强化后能获得力竿见影的提升 意志系身体脆弱 唯一的有点就是 能多放几次技能 但拿到精神力实质化 就不一样了 作为三界后才有的能力 实质化的精神力 相当于念力 一般可以做到虚空空物 不仅如此 扩散出的精神力 犹如眼睛一般 能无视阻碍观察环境 单凭这一点 意志系觉醒者的生存力 就能大大提升 压下喜悦 叶宁果断将头骨贴在自己眉心 直接使用 刹那间 伴随着一阵 如同切割脑水一般的痛苦后 叶宁只觉得自己 原先松散的精神力 瞬间凝聚起来 抬手一挥 地面上的碎石 竟直接被虚空拖起 犹如一双无形的大手 来回移动 很好 快速测试了几下 叶宁满意地 看着周身 被精神力悬浮起的碎石 去 一声嘀喝 在精神力加持下 周身的碎石 如同子弹一般 击射而出 扑扑扑 伴随着沉闷的穿透声 只见他周围的树干上 瞬间便布满手指粗细的空洞 凭借着高额的意志属性 此时爆发出的控物攻击 威力足以比拟弱一些的 二阶觉醒者了 闭上眼 叶宁继续试验起精神力探测 翁 随着一阵微弱的风鸣 一圈淡蓝色的精神力 陡然透体而出 如同一个圆球一般 将周围的一切笼罩其中 探测范围 大概在29米左右 精神力散去 叶宁轻吐一口气 缓缓睁眼 重生后不过三天时间 他已经掌握了自己 前世三阶才有的部分能力 哪怕不动用SSS级技能下 他也有把握 对抗二阶觉醒者 越阶对敌 几分钟后 一声系统提示响起 第一 师海学院内所有丧失已清理 第一 师海学院副本 所有任务已完成 脱离选项提起开启 脱离后 将按照副本表现 进行结算奖励 听着连续的系统提示音 叶宁环视一圈 确认自己没有遗落后 便果断选择退出 副本退出 结算副本信息 副本完成者 叶宁 当前副本完成度 基础完成度 20% 额外完成度 蚕头女士7% 血腥屠夫13% 骷髅变异体20% 师海君主30% 丧失10% 综合累计 完成度100% 获得评价SSS级 SSS级评价奖励 随机抽取蓝色装备 星号1 随机获得任意属性点 星号3 获得C级称号 师海 D 越阶击杀二阶变异体残头女士 获得额外灵能经验 D 越阶击杀二阶变异体血腥屠夫 获得额外 D 越阶击杀二阶巅峰师海君主 获得额外灵能经验 并获得B级技能书星号1 D 您的等级已提升至一阶巅峰 请尽快接取进阶任务 完成升级 在任务完成前 所有额外经验将按比例转换为属性 当前额外属性加成 二 听着密密麻麻的系统奖励 叶宁只觉得耳朵都疼了 刷爆副本之后 不但他的灵能经验条瞬间充满 就连蓝色等级的道具装备也拿了两件 至于白色装备 更是直接奖励了六件之多 四头变异体任务 加基础任务 加清理丧尸 通关后的奖励不可谓不丰富 唯一的遗憾 就是自己等级被进阶任务卡住了 不过无所谓了 到了二阶后 这点经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还不如两点属性有价值 怀揣着期待 叶宁索性待在副本空间中 抽完奖励再走 抽取装备奖励 话音刚落 一个犹如圆盘一般的抽奖盘 瞬间出现 看着奖盘上密密麻麻的各类蓝色装备 叶宁只觉得看花了眼 点击抽取 刹那间 轮盘便飞速转动起来 第一 获得刺雷靴 刺雷靴 腿部 蓝色 装备属性 敏捷加二 奔跑速度正20% 弹跳力正20% 装备特效 踢击时附带额外麻痹效果 该效果无消耗 装备技能 雷形 技能发动后 在两秒内提高10点敏捷效果 并附带一次冲刺攻击 眉头一挑 叶宁有些意外地看着手上暗紫色的战靴 点点荧光流转其中 看上去极为内敛 本来看到防具类装备时 他还有点失望 他一直都想要一把蓝色武器 但没想到 看完刺雷靴的属性后 竟是一个极品装备 攻击附带额外伤害就不说了 虽然有限制 但也相当于一个技能 主动技能更是额外增加10点敏捷 如此夸张的属性加持下 他的速度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算意志系 还是敏捷技了 先换上再说 果断换上刺雷靴后 叶宁只觉得浑身一阵轻盈 这件装备 哪怕以后换下去 卖也能卖出天价 相信不少敏捷系觉醒者 看到这件装备后 恐怕会为之疯抢 尤其是那些擅长近身战斗的 恐怕会强迫头 也要拿下 扫了一眼其余的白色装备后 叶宁直接将替换下来的装备 全部挂上交易频道 怀揣着B级技能书 便退出副本 副本退出 结算副本信息 副本完成者 叶宁 当前副本完成度 基础完成度 20% 额外完成度 蚕头女士7% 血腥屠夫13% 骷髅变异体20% 尸骸君主30% 丧尸10% 综合累计 完成度100% 获得评价 SSS级 SSS级评价奖励 随机抽取蓝色装备 星号1 随机获得任意属性点 星号3 获得C级称号 尸骸 D 越阶击杀二阶变异体 蚕头女士 获得额外灵能经验 D 越阶击杀二阶变异体 血腥屠夫 获得额外 D 越阶击杀二阶巅峰 尸骸君主 获得额外灵能经验 并获得B级技能书 星号1 D 您的等级已提升至 一阶巅峰 请尽快揭取 进阶任务 完成升级 在任务完成前 所有额外经验 将按比例 转换为属性 当前额外属性加成 二 听着密密麻麻的系统奖励 叶宁只觉得耳朵都疼了 刷爆副本之后 不但他的灵能经验条 瞬间充满 就连蓝色等级的 道具装备 也拿了两件 至于白色装备 更是直接奖励了六件之多 四头变一体任务 加基础任务 加清理丧失 通关后的奖励 不可谓不丰富 唯一的遗憾 就是自己等级 被进阶任务卡住了 不过无所谓了 到了二阶后 这点经验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还不如两点属性有价值 怀揣着期待 叶宁索性 待在副本空间中 抽完奖励再走 抽取装备奖励 话音刚落 一个犹如圆盘一般的 抽奖盘 瞬间出现 看着奖盘上 密密麻麻的各类蓝色装备 叶宁只觉得看花了眼 点击抽取 刹那间 轮盘便飞速转动起来 第一 获得刺雷靴 刺雷靴 腿部 蓝色 装备属性 敏捷加2 奔跑速度正20% 弹跳力正20% 装备特效 提及时附带额外麻痹效果 该效果无消耗 装备技能 雷形 技能发动后 在两秒内提高10点敏捷效果 并附带一次冲刺攻击 眉头一挑 叶宁有些意外地看着手上暗紫色的战靴 点点荧光流转其中 看上去极为内敛 本来看到防具类装备时 他还有点失望 他一直都想要一把蓝色武器 但没想到 看完刺雷靴的属性后 竟是一个极品装备 攻击附带额外伤害就不说了 虽然有限制 但也相当于一个技能 主动技能更是额外增加10点敏捷 如此夸张的属性加持下 他的速度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算意志系还是敏捷技了 先换上再说 果断换上刺雷靴后 叶宁只觉得浑身一阵轻盈 这件装备 哪怕以后换下去 卖也能卖出天价 相信不少敏捷系觉醒者 看到这件装备后 恐怕会为之疯抢 尤其是那些擅长近身战斗的 恐怕会抢破头也要拿下 扫了一眼其余的白色装备后 叶宁直接将替换下来的装备 全部挂上交易频道 怀揣着B级技能书 便退出副本 烤老鼠便 烤老鼠便 新鲜的老鼠便 极品牛肉罐头 刚过保质期二十年 天风十家雇佣兵 为您看家护院清理丧失 只要一点信用点一天了 穿过热闹的城外集市 声声喧嚣的叫喊声 钻进耳朵 骑在摩托上缓缓前行 叶宁颇为怀念地 看着拥挤的夜市 不少低阶觉醒者 坐在皮卡中赤裸上身 一边录着老鼠尾一般 大声地炫耀着自己光荣战绩 听得底下小孩直流口水 也有雇佣兵沉默地 坐在越野车上擦拭长枪 有幸存者 依旧趁着天黑 在垃圾堆中 翻着有用的物资 也有骑着五彩电膜 脸上画着纹身的少年 全场乱窜 辛苦一个月的工人 带着孩子站在摊位前 宠溺地为孩子 买下一碗糖水 身穿纺织厂制服的女工 犹豫在长裙摊位前 末日爆发后六十余年 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 无论是好是坏 总归是活了下来 掏出几块饼干 散给乞讨的老人 在连声感谢中 叶宁无声地看着这座城市 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 无论是美好还是罪恶 一切都将被毁灭 您好 您需要揭取什么任务 安全区任务大厅 有些瞌睡的女孩 惊慌地抬起头 看向眼前的叶宁 晚上很少有觉醒者过来 尤其是这么晚 进阶任务 轻声开口 叶宁看了一眼 安全区任务面板上的信息 飞快地搜寻自己的目标 安全区发布的任务 算是系统任务的替代品 在每次进阶时 觉醒者可以选择 接取系统的进阶任务 也可以选择安全区的任务 虽然进阶奖励 都是系统发布 但接取安全区发布的 能额外获得信用点 您需要几阶的 是零阶晋升一阶的事吗 负责接待的女孩 有些意外地看着叶宁外表 俊美的外表加成下 心中不禁对叶宁 生起一丝好感 这么年轻 就是一阶觉醒者了 好厉害 二阶的 随口回去 叶宁手指飞快地指向 四个最高级任务 就这四个 全帮我接取了吧 话音落下 女孩猛然一愣 二阶 她明明看着叶宁身上的勋章 还是零阶的 这位觉醒者 任务是没办法越阶接取的 而且 您一口气接下四个 任务失败的惩罚 可是很严重的 痴心中女孩连声解释过去 试图劝说叶宁不要这么做 叶宁无奈地看向接待员 手掌干脆按上测试实力用的仪器 我确定 刹那间 刺眼的光芒短暂亮起 第一 实力平级 一阶巅峰 随着仪器的提示 接待员吃惊地捂着小嘴 慌忙硬下 这么年轻的一阶巅峰 正当接待员震惊地想要说些什么时 下一秒 接取完任务的叶宁 转身就走 半晌后 她傻傻地看着叶宁 真的接取了四个进阶任务后 眼中满是匪夷所思 小曼 你愣着干嘛呢 大厅中 一名准备换班的女孩匆忙赶来 有些诧异地看着自己同事 回过神 接待员忍不住惊声开口 刚才 刚才有一个一阶觉醒者 一口气接了四中属性的进阶任务 还是最高级的 接班女孩双眼瞪得椭圆 下意识看向任务面板 只见极少有人接取过最高等的进阶任务 果然被人领取了 卧槽 谁这么疯狂 她难道不知道 进阶任务有多难吗 平常那些觉醒者 接一个都害怕完不成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愣愣地看着夜宁离开的背影 接待员下意识回道 不知道 但刚才那人看起来 不像是那种冲动的 走出任务大厅 夜宁一心两用 查看起自己刚接取的任务 力量系进阶任务 击杀一阶巅峰变异体变异体 尸狗 难度等级 S级 额外奖励 一点力量属性 1300点信用点 敏捷系进阶任务 获得二阶变异体 风雕雨翼 难度等级 S级 额外奖励 一点敏捷 2000点信用点 体制系进阶任务 组队击杀二阶变异体 古雄 一支系进阶任务 在初级灵异事件中 存活24小时 难度等级 S级 额外奖励 一点意志 2000点信用点 快速扫过四个进阶任务 夜宁只觉得有些微微棘手 为了最大幅度强化自己的实力 他接取的任务 都是最高难度 传出去 恐怕会吓傻一批觉醒者 除了力量系 剩余的敌人 青一色都是二阶变异体 正常觉醒者接个同阶任务 能勉强晋级就不错了 那里敢如此冒险 要知道 失败的代价 可是扣除50%主属性 不过对于他来说 麻烦不在于任务难度 而在于每个任务的地点 都是不一样的 力量系和体制系的 倒是不麻烦 两个变异体 都在曾经的天风动物园 敏捷系的疯雕 也许需要找觉醒者购买消息 当然 能买到最好 低头思索 叶宁回忆着疯雕的信息 模糊的记忆中 这头变异体的羽翼 似乎是某种附魔材料 曾经有不少信任 直接在野外捡到 想来 应该也能买到 能用钱解决的 叶宁自然不愿意浪费时间 至于最后的意志系 眉头微皱 看着意志系的灵异事件 叶宁只觉得心头一沉 灵异事件 在末日游戏中是最特殊的 这类事件 通常和实力没有太大关系 能不能完成 全看觉醒者的判断力和胆量 甚至还有运气 如果说 面对变异体打得过 就是打得过 但面对灵异事件 再强的觉醒者 也可能阴沟里翻船 摇了摇头 叶宁在脑海中 思考了一番行动路线后 决定明天就出发 黄队长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叶宁 任务大厅外 觉醒者小队中 几名准备接取任务的士兵 有些错愕地看着远处的背影 忍不住拉了拉黄霄 嗯 闻声 黄霄下一时 看向队员手指的方向 几秒后 他脸上闪过一抹错愕 那熟悉的背影 看上去还真是叶宁 看着像是从任务大厅出去的叶宁 他一时间不禁有些疑惑 这小子 这么晚了 跑来任务大厅干什么 自从军部 让他不用再保护叶宁后 他自然返回了部队 不再关注 虽然对叶宁的印象很好 但还不至于 让他私下里去寻找 毕竟 叶宁注定了 只能成为二姐 尤其是意志系觉醒者 自身战斗能力差 就算叶宁天赋极强 但升级速度 也快不到哪句 等叶宁和他同级别 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 谁知道 总不会是来揭取进阶任务的吧 开玩笑般调侃一句 一旁的队员立刻反驳 怎么可能 他才刚成为觉醒者 还是意志系 就算组队和人猎杀变一体 没几个月的时间 也升不到一阶 临结觉醒者 怕是丢个技能 就没灵能了 行了 摇了摇头 黄霄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叶宁的背影 直接打断了队员们谈论 也许他是路过 我们直接进去揭取任务吧 你们几个晋升到二阶后 咱们小队还要去准备搜寻任务 搜寻任务 队员们听着黄霄的话 忍不住出声问去 队长 是跟最近传得很凶的三阶有关吗 听说咱们安全区周边 出现了两名三阶战斗的痕迹 没错 点了点头 黄霄眼中闪过一抹凝重 高层队这件事很重视 连萧统领都准备赶回来 两名不知身份的三阶 出现在咱们安全区附近 处理不好 说不定会有大麻烦 话音落下 队员们纷纷感叹 三阶就是牛逼啊 随便出个手 都能把咱们吓得够呛 也不知道 究竟是哪位大佬 这么有闲心 王真 戒备森严的灵能住宅门口 叶宁有些意外地 看着指挥着一众工人搬运家具的王真 下意识回过头 女孩在看清是燕宁后 脸上猛然闪过一抹喜色 不待她开口跑来 燕宁面带笑意 有些疑惑地指着一大车家具 这是做什么 见燕宁询问 王真眼底闪过一抹惊慌 由于片刻后便小声解释起来 啊 燕宁 那个 我看阿姨搬来的东西里 没什么家具 我就从奖金中去了一部分出来 帮阿姨买了点东西 你上次买完公寓后 上面发了很多奖金给我 看着少女局促的解释 燕宁心中不禁微微一暖 那就谢谢你了 要不要上去一起吃个饭 我刚回来 说话间 燕宁晃了晃手中刚买的新鲜食材 看着一脸局促的王真 她不由地想起前世 前世 女孩也是这般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没少从工资里取出微薄的收入给她 虽然不多 但在那个时候 足够让燕宁记上一辈子 不 不用谢我 少女连连摆手 脸上闪过一抹羞涩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那笔奖金 真的很多很多了 上去吃饭就不用了 我晚上还有兼职 要去餐厅上班 说吧 王真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仿佛有些不敢待在这里 那个 燕宁 我就先走了 慌忙逃走 出去前 王真如同鼓起勇气一般 转过身子 燕宁 过几天 我们原先的同学聚会 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 声音有些发颤 如果是以前面对燕宁 她还能大大方方对待 但面对已经成为觉醒者 而且出手便是天文数字的燕宁 她心中不免 有些自卑 自己不过是普通人 她总觉得两人之间 有种巨大的沟壑 不出意外 以后的燕宁 她只能仰望 燕宁看着有些紧张的王真 微微一愣 片刻后笑着开口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吧 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王真 燕宁倒不介意答应对方的请求 得到燕宁回复后 王真脸上猛然一喜 仿佛眼中都有了光 妈 小妹 我回来了 刷卡进入自己新买的公寓 燕宁脸上不禁带上温和的笑意 看着在厨房中做菜的母亲 燕宁只觉得一天的疲惫都放松下来 哥 你回来了 蹦蹦跳跳 安小夏犹如小鹿一般 飞快从客厅窗而来出来 直接扑到她身上 看着燕宁手中买回的零食 小小的脸蛋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笑容 像是想到什么 安小夏一把拽住燕宁的手 拉着她介绍起房间的装饰 哥 这是你的卧室 这是我的 你看 这里还有热水可以洗澡啊 还有电灯 拍了趴客厅中的冰箱 安小夏如同展示宝贝一般 直接拉开 哥 有冰箱后 咱们再也不怕 夏天才会臭掉了 宠溺的揉了揉小妹的脑袋 燕宁也颇为感慨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心价 前世 哪怕她被首都全力培养后 其实也没怎么好好生活过一天 那时候物资匮乏 所有人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下 每天除了战斗 就是战斗 享受着此时的平静 燕宁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这份温馨和平静 自己一定会守护到最后 厨房内 母亲有些称怪地 从燕宁手中接过东西 心疼说道 钱不要乱花 攒点钱 以后还要娶媳妇呢 说话间 燕母似乎想到了什么 燕宁 那个王真是你同学吗 我看那个小女孩 就很不错 她一整天都在这忙上忙下的 怪辛苦的 是啊 哥 王真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 她长得很漂亮啊 她是不是你女朋友 看着一脸八卦的小妹 燕宁无奈地抱起安小夏 不要乱说 那是哥哥的同学 这么小 你懂什么是女朋友 一日 天风尘外 看着鱼贯而出警戒的 觉醒者部队 燕宁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不知为何 自从两天前 安全区仿佛加强了戒备一般 四处在周围区域寻找着什么 往日极少起飞的灵灯战机 更是在这两天不断升空 有什么强大的变异体 出现在附近吗 眉头微皱 燕宁回忆着记忆 并没有找到 有变异体袭击的信息 最早的灾变 还要在七个月后才展现苗头 压下疑惑 燕宁也不再多想 伴随着车声抖动 一如离炫之剑一般 直接奔赴荒野 目标 天风动物园 也是众多幸存者口中的 十了园 破旧的动物园门口 只剩树立的两根铁柱 代表着曾经的远拱门 风吹过 沙滑的大门前 吹起一阵沙朔 烈日下 腐烂看不出任何形状的尸体上 几只乌鸦飞快地啄着 不远处只剩半边墙壁的大楼内 六名身穿各式装备的觉醒者 聚集在一起 统领 我们不和天风安全区说一声吗 您亲自到这来 万一产生了什么误会 我看这几天 天风安全区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般 四处派出部队 他们不会是知道 我们来了吧 一名面色威严的中年人身旁 背负着长弓的二阶觉醒者 恭敬问去 应该没有 八成是日常拉链吧 说了反麻烦 中年人摆了摆手 目光平静地 看向动物园深处 你们确定情报没有错 这里真的有一头 疑似快要进阶的二阶编毅体 我们从镇江安全区赶过来 离这里足足有近千公里 我不希望白跑一趟 话音落下 一名替着光头的二阶觉醒者 低声回复 鸿刚大人 消息准确 那头二阶巅峰的虎兽编毅体 也是我们小队无意发现的 那天我们乘坐武装直升机 低空搜寻这里时 差点被那头编毅体打了下来 还好我们紧急拉上 这才逃了回去 微微点头 三阶觉醒者 鸿刚目光一宁 那就好 我紫红星刚刚入选火种计划 正缺一件装备 一头快要晋升成三阶的变异体 大概率能爆出蓝色装备 说到自己儿子时 不苟言笑的鸿刚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 虽然首都那边给他定下了A级序列培养 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往上冲一冲 几人听后眼中满是羡慕 自己安全区的首领鸿刚 便是一名三阶觉醒者 棋子也在不久前测出A级天赋后 直接被首都军区接走 重点培养 听说起步便是三阶教导 半个集团军辅助升级 这种待遇 他们简直不要太羡慕 统领大人 我们这趟一定会顺利的 相信红星少爷一定能再上一个序列 以少爷的天赋 冲到第一也不是不可能 听着手下的奉承 中年人轻笑一声后 摇了摇头 第一序列 不可能 第一序列已经锁死了 是张将军的次子 一名SS级觉醒者 立命双戏 战斗天赋超绝 首都方面已经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为他提升等级 冲击四阶 我只能冲到第三序列 我就很满意了 SS级 身后众人听后文声一愣 有些惊讶 红统领 我们华夏战区 又出了一名SS级 那岂不是和四大统帅一个级别 心头震撼 对于他们这种B级天赋来说 SS级的存在就像传说一般 话音落下 红刚像是想到什么 一名SS级 不 是两名 不过另一个SS级已经被高层放弃了 放弃了 比刚才的消息更加劲爆 手下大大的瞪着眼睛 只怕自己听错了一般 统领 怎么可能会有人放弃SS级 首都那边疯了吧 随意瞥了眼下属 红刚也不介意说出这条消息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听说 另一名SS级是意志系 首都那边认为他没有潜力 晋升成三阶 战斗属性也比不上张将军之子 所以便直接放弃了 众人愕然 不少人眼中流露出可惜之色 只是还是有些不解 那大人 就算另一名SS级 成为三阶的概率极小 那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啊 再不计 一名SS级的二阶 未必比三阶差很多 再怎么说 这种天赋 也不该就这样放弃啊 要是咱们安全区有这种天才 那不得全力培养 听着下属的不解 红刚意味深长地看了过去 你们错了 就是因为另一名SS级 有那么一丝可能打破历史 成为三阶 所以 首都方面才会有人压下来 直接放弃他 明面上的原因是 没潜力 背地的原因 呵呵 冷笑一声 红刚说到这时 便不再多说 末日之后 华夏战区 已经和平了太久 一名SS级的天才 只要能成为三阶 往往便意味着新统帅的诞生 华夏战区的统帅 那可是意味着 近乎至高无上的权力 张将军之子可以上位 没人有意见 可在各大军区 暗中竞争的情况下 没人希望出现一个 外来者打破平衡 尤其是 那人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势力 种种因素下 整个高层竟保持着默契的态度 直接放弃掉对方 毕竟SS级 并不代表一定是四阶 四大统帅 可都是SS级呢 压下心中的念头 红刚淡然挥手 准备吧 把那头变异体引出来 这里应该有不少低阶变异体 盘踞在这 待会动手的时候 总归是个麻烦 说吧 红刚宁神调整状态 准备战斗 虽然他是代表人类顶级战力的三阶 但面对一头二阶巅峰变异体时 依旧有不小的压力 特别是那头虎兽 也许就差一步 就能晋升为三阶 是 大人 拱手负命 随着红刚一声令下 其余二阶觉醒者 纷纷抽出武器 准备开始战斗 废弃的居民楼顶 叶宁眉头微皱 看向不远处的动物园 就在一分钟前 他便注意到了 旁边的大楼内 似乎还有一波觉醒者 凭借着极好的实力和精神力感知 他隐约能察觉到 对方的实力不容小亏 其中一人 似乎是三阶 有人要和自己抢怪吗 隐蔽身形 雁宁不动声色的前行过去 几秒后 只听了一声声刺耳的呼啸声 大楼内便冲出几名觉醒者 直接杀向动物园 与此同时 一声惊天怒吼 也从园中响起 好 误 刹那间 只见废弃的油园中 两头最先被激怒的变异体 直接冲出 迎战向觉醒者 而在最后 一头体型极为庞大 如同矿山种卡一般的赤色狮虎 缓缓走出 吊白的剧眼中 倒映出众人的身影 躲在最后 燕宁瞬间便注意到了 人群中气息毫不掩饰的红钢 以及狮虎 这里居然有一头二阶巅峰变异体 还有三阶 舔了舔嘴唇 燕宁转念间便意识到 这名三阶便是奔着狮虎而来 舔了舔嘴唇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滋生 任务肯定是要完成的 但 也许还可以抢个怪 看着技能面板中 已经冷却好的天系流光 燕宁不禁回想起那天的恐怖威力 百米之外 依旧能爆发出超强伤害 控制得好 自己未必 不能在三阶手中抢上一把 分开战斗 随着一道黑影 迅速地踩着假山冲出 打头的几名二阶觉醒者 猛然散开阵型 伴随着浓郁的腐臭味 腥风扑鼻 一头足有汽车大小的双头变异体 直接冲向人群 隐藏在最后 燕宁目光一闪 瞬间便认出了 那便是自己的任务目标 一阶巅峰便一体尸狗 有条不紊 五名觉醒者中迅速冲上两人 一人迟钝 一人双手环绕幽兰的寒光 上前缠斗 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素养 奋出的不过两人 便缠住了狂暴的尸狗 小心点 后面还有一头血熊 高声提醒 另一个方向 剩余三名二阶严阵阵以待 双眼死死地盯着 园区右边传来的震动声 面对同阶变异体 他们不需要击杀 只需要拖住对方 免得影响到首领和虎兽之间的战斗 不过几秒 在红刚和虎兽遥遥对峙之际 一头狂拍着胸膛的黑色巨熊 轰然撞出 哄 犹如重型卡车 变异后 高度足足达到四米的腐烂巨熊 一头撞碎了园区外墙 狂暴奔来 注意游斗 不要硬抗 比起不断被拉走蝉斗的狮狗小队 面对血熊的三人极为紧张 看着心脏处几乎溃烂出大洞的血熊 他们丝毫不敢有任何松险 战斗一触即发 三人中 一名体制系觉醒者怒吼一声 直接手持大盾迎战上去 随着一声怦然巨响 只见在巨大的熊掌排击下 缩身在盾后的光头壮汉 竟直接被拍入地面 距离之下 他双腿陷入沙地十多厘米 浑身肌肉颤抖 好似顶着万斤距离 短暂的僵持后 壮汉一声低喝 浑身便爆出一团银色光芒 钢铁之躯 随着技能的发动 刹那间抵挡血熊的壮汉 便浑身覆盖上一层银色 如同金属一般 继续硬抗 觉醒者和变异体之间的战斗 极为激烈 在两方都拥有强大战力的情况下 不过短短几秒时间 便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看着有条不稳拉开战线的两支队伍 叶宁不动声色地调整着底的位置 天系流光杀伤范围 足有百米之远 他完全可以抢了怪后就跑 唯一要注意的 是需要把两头怪物 放在一条直线上 当然 最好能把那头二阶虎兽 也拉在一条线 一头即将进阶的虎兽 怎么也能爆出一件蓝色装备 燕宁说不心动 那就是假的 耐心等待中 随着盯着血熊的近战觉醒者 被一掌拍退后 仿佛触发了战机 摇摇对峙的红刚瞬间动了起来 哄 身形极尽转动 犹如残影一般 在三阶临近因素的超高速度下 红刚直接拔出身后的巨大战刀 悍然斩去 风斩 哄 对撞爆起 同样反应极快的巨大虎兽 也猛然挥爪 足以压爆一辆装甲车的巨大力量下 两者之间仿佛爆发出无形气浪 一道环形冲击波 骤然从中心向四周横扫 哄哄哄 哄 战斗开始 在超高的属性加持下 双方仿佛十倍加速的录像一般 展开高速战斗 随着每一次攻击 碰撞之间都会产生小型爆炸 在三阶的强大实力下 此时的红刚就好似人形榴弹炮 举手投足 皆是伪力 实力还不错啊 应该是利敏双戏 隐藏在后方看戏 叶宁暗中给出了评价 和便衣虎兽战斗的觉醒者 一身实力在三阶出击中 也算得上是不错了 一手刀法干尽力索 显然走的是灵活躲避 慢慢消耗的路线 不过看攻击方式 应当是私人势力的觉醒者 而非军方 军方出来的三阶 一般都擅长以命搏杀 出手便是绝杀 毕竟大规模战斗中 根本容不得慢慢消耗 在记忆中搜寻了一会 叶宁也没找到这名三阶的信息 想来 应当是在一年后的大灾变里死了 灾变爆发后的状况之惨烈 除了三阶巅峰 大部分三阶也只比炮灰强一点 砰 战斗进行到最后阶段 只听了一声沉闷的痛哼 只见和虎兽高速缠斗的红刚 竟被变异虎一尾抽中了胸膛 整个人如炮弹一般倒射而出 狠狠地砸进一片废墟 随着撞他半动楼房后 迅速起身的中年人 脸色难看的 擦去嘴角吐出的鲜血的 好难缠 比起寻常二阶巅峰 这头变异虎的实力超出了他的预计 别看对方身上鲜血淋漓 就连硕大的虎头上 也被他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刀锋 但对于变异体来说 这点伤势根本不足以致命 深吸一口气 红刚看着犹如一座小山般重来的百兽王者 他心中意狠 果断高举起刀锋 准备爆发自己最强一击 必须硬吃伤害了 不然再拖下去 自己带来的队员很快就会扛不住 狮狗那边还好 最大的问题是血熊那边 在他余光中 那头血色巨熊正拍的盾位不断凸鞋 一旦让这头变异体 加入他和虎兽之间的战斗 就连他也会感到棘手无比 更别提 每一个手下都很重要 他可不希望折损在这里 烈日下 高举的刀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浑身叙事待发 准备爆发最强一击的红刚 就好似举着火焰一般 不断叙事 差不多该出手了 夜宁目光一宁 也不顾隐藏身形 直接灵活地穿梭在一片高楼之上 不断根据三方调整着自己位置 等红刚爆发出最强一击后 自己就补刀 不然 等这位三阶腾出手来 说不定连他的任务目标 都会被对方顺手解决 烈焰斩 随着红刚一声怒吼 一团炙热的火光 猛然从刀锋之上暴涨 伴随着急剧压迫感的威势 骤然当头展向嘶吼而来的虎兽 破 锋刃喷吐 到了搏命阶段 飞破而来的巨型变异虎也张嘴一吐 一团青色的锋刃 瞬间对撞向那抹火线 碰 极短僵持 青色气团瞬间炸开 随着烈焰展开封刃后 终究还是三阶更胜一筹 好 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怒吼 犹如泰山压顶般扑来的虎兽 竟直接被这蓄力一击斩的倒飞出去 胶臭扑鼻 就好似点燃血肉一般 一大团火光烹的一声 从内脏开始燃烧 呵 大口喘息 放下刀锋的红刚 看着自己的战果 脸上不禁露出笑意 在他动用了大部分灵能下的超强一击 还是成功地重伤了这头虎兽 相信在燃血火焰的附加特效下 这头二阶变异体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便会烧成一团灰烬 放下警惕 他缓缓拖刀靠近虎兽 防止对方的临死反扑 而另一头正在憨战的两处战场 手下们也注意到自己的首领 已经解决了战斗 一声声欢呼 他们也干脆将自己的目标 拉倒统领附近 局势一片大好 正当红刚准备拖刀前斩 一刀斩死虎兽时 刹那间 他只觉得背后猛然升起汗毛 一股极致的寒意 近乎于本能的恐惧感 逼迫着他猛然回头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在我背后出现 烈日之下 就在众人同时惊骇的目光中 一抹犹如展开世界的银白色剑光 骤然亮起 天系流光 荧光落下 从天际亮起 那抹极致的银青色 仿佛匹炼连接了天空和大地 随着一股物与伦比的恐怖威势 一道狭长 但足以毁灭一切的剑影 骤然横跨百米 仿佛激光切割一般 直接贯穿了全场 好可怕的攻击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在剑光擦过身前的一瞬间 三阶觉醒者 红刚只觉得浑身上下 每个细胞都在尖叫 本能的反应下 他的瞳孔瞬间凝聚成危险的真盲 如果这一剑斩中他 自己一定会死 三阶中级 三阶高级 到底是哪位超级强者 在自己背后出手 来不及思考更多 在他几乎是恐慌中 看着剑光擦过自己后 只听得连续三声轻微的破灭声 那股足以撕开一切的可怕威压 也随之消失了 扑通扑通 三头便一体尸体同时裂开 缓缓倒地 风吹过 带起一片沉沙 如同做梦一般 全场众人愣愣地站在原地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快到他们现在还有些恍惚 趴在地上 和血熊缠斗的壮汉 脸色苍白地瘫倒在地 和首领感受到的气息不同 他几乎是看着那抹剑光 以极其刁钻的角度 从自己鼻尖斩过 太可怕了 在如此近距离面对天系流光下 他只觉得自己好似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半赏后 一名敏捷戏觉醒者 突然惊叫一声 看向自己的手脸 大人 怪 我们的怪 猛然回神 红刚浑身冷汗淋漓 这才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M 他一眼看向自己身前的虎兽 又急忙看向另外两头边一体 一秒后 一声惊怒到极点的吼声响起 卧槽 看着地上裂成六片的三头边一体 他就是反应再慢也意识到了 刚才那攻击是奔着抢怪来的 辛辛苦苦 奔赴千里 自己等人的努力成果 竟被人直接摘了桃子 只是极度愤怒之下 他像是想到什么 双眼警惕地在四周环视一圈 一秒后 不待手下出声 他直接大手一挥 走 先离开这里 浑身戒备 极度小心 愤怒是真 他想手撕了对方的心都有 但是想起刚才的攻击后 一枪怒火 仿佛被冷水浇灭 虽然没有找到那人 但就刚才的攻击来说 出手者一身实力 至少不下于三阶中级 这种级别的存在 若是有心杀自己 刚才他未必能活得下来 统领 到底是谁那位三剑 为什么要这么做 无法理解 紧张跟在后方的几名觉醒者 干咽口水 只觉得今天的遭遇匪夷所思 一个比自己统领还强的超级强者 居然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还偷偷出手 最诡异的是 对方似乎还找准了角度 连一阶的击杀奖励都不放过 先不管了 先走再说 也许是某位强者路过随手干的吧 同样无法理解 红刚一边逃跑 一边观看四周 面对如此诡异的一幕 他也只能自我开头 丢了怪 总比丢了命好 谁知道 那名隐藏在暗中的超级强者 会不会对自己出手 余光中 他瞳孔猛然放大 只见就在他们离开的地方 一个看上去 不过十七八岁的身影 陡然闪过 在无人的废墟中 显眼无比 只是片刻疑惑后 红刚便没放在心上 虽然那少年出现的时间很奇怪 但怎么想 都不可能是三接 压下念头 不知道逃窜了多久 红刚终于确定安全停了下来 看着统领阴晨的脸色 一旁的手下忍不住轻声问去 统领 咱们就这样算了吗 您说 有没有可能是天风安全区的人出手了 对方是军方不想跟我们起冲突 又想捡走这个便宜 目光闪动 红刚回想起 自己一路看到的大批军队和战机 脸色一阵变幻后 愤愤开口 有可能 这里距离天风这么近 有三接也是他们的人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 为他人做了嫁衣 这口气 他实在不愿咽下去 半晌后 他神色一冷 如果是天风的人 那自然也要讨个说法 毫不犹豫 他直接联系上几名熟知的三接 让同僚帮自己助阵 便一虎尸体旁 叶宁飞快地挖下变异体眼球后 便直接离开 虽然不是系统爆出的材料 但一头二接巅峰的变异体组织 多少还是能卖出点钱的 这个级别的材料 虽然没有系统属性 但很多药剂都会用到 碰到合适的卖家 七八百点信用点 还是卖得出去的 收好两颗如同夜明珠般大小的眼球 也能果断离开 心情极好 看着自己任务面板上的完成信息 不禁露出效益 运气不错 没想到还能抢到一头二接 接下来只要买完羽翼 和搞定抑制任务 自己就算成为二接觉醒者了 而且还是已入二接 战斗力就极强的那种 唯一可惜的就是 三头变异体经验都被分走了 尤其是变异虎的 虽然最后一击在手 爆出的东西是他的 但经验还是少了不少 在卡吉的情况下 三头变异体又转换成了两点自由属性 跨上自己的摩托 叶宁毫不犹豫地 便打算去往抑制任务的坐标点 趁着赶路 他颇为期待地看着刚才获得的奖励 D 月接击杀二接变异体血熊 获得额外灵能经验 溢出部分已转化为属性点 D 击杀一接变异体尸狗 获得灵能经验 溢出部分已转化为属性点 D 月接击杀击杀风虎 D 获得变异体材料 狗牙 附魔 白色 获得装备 巨熊头盔 白色 获得道具 狂化之血 白色 获得装备 怨虎全套 蓝色 快速扫了一眼白色装备和材料后 叶宁便随手将这些垃圾丢到交易频道 一个巨熊头盔加一点体质 对于他来说没什么用处 反而还因为造型阻碍视野 至于其他材料 他也懒得用来打造装备 对于目标是最快提升到三接的他来说 一切低级装备都是零食的 不过看着手上一副黑色的金属丝织的手套 叶宁倒是颇为满意 怨虎全套 武器 副手 装备属性 力量加三 敏捷加二 攻击速度提升30% 装备特效 攻击时附带重击效果 每次攻击可造成击退效果 并根据双方力量差距造成额外碾压伤害 装备技能 虎吼 虎吼 释放封印在拳套中的怨恨意志 对目标造成一次精神冲击伤害 该伤害会造成短暂眩晕效果 并有几率造成恐惧特效 冷却时间 24小时 装备评价 带有怨气的拳套 面对者将承受虎兽的恐惧 又是一件小极品 叶宁看完属性后 便毫不犹豫地将原先的白色手套换下 直接替换成怨虎拳套 右拳钻井 一股蕴含着冲动的力量 迅速充满拳风 额外伤害加控制技能 尤其还是副手武器 单从价值来说 这件装备 甚至比上次六万点的蓝装还要好 副手武器 就意味着还能再装备主武器 单凭这一点效果 放在装备中都是极为稀有的那种 虽然叶宁的战斗风格 还是喜欢冷兵器 就能将他的战力再提升一个档次 微微感叹一番宋才童子 叶宁便不再多想 今天的确幸运 还好对方被自己吓跑了 不然真的对上那名三阶 在技能冷却的情况下 他估计瞬间就被对方秒掉了 若是对方知道 虎兽爆出这么好的装备 估计会心痛到低血吧 天峰安全区 队长 又监测到两股三阶灵能波动 而且就在天峰郊区 监测站内 一名工作人员 今生向上级汇报情况 那屏幕上代表能量强度的绿色线条 一长一短 显然是两名二阶同时出手 又来 大惊失色 这几人都没怎么休息的小队长 慌神赶来 看着那代表三阶的波动后 一时间只觉得头皮发麻 三阶 还是两名 这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咱们天峰是捅了三阶窝吗 怎么不断有三阶在附近战斗 脸色难看 关中他急忙把消息传递给更上一级 事关三阶 事情重大 这两天安全区没少派人外出搜查 但都一无所获 眼看着没找到那两名神秘三阶 转眼间又蹦出来两个 巨大的压力下 小队长都能想象到上级那难看的脸色 果不其然 15分钟后 在大批觉醒者拱位下 一名集团军军长 直接脸色阴沉的冲进监测室 确定是两名三阶出手 能确定大概位置吗 死死地盯着监测屏幕 手掌的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 往日一名三阶都见不到 这几天却连番冒出 巨大的压力下 他甚至感到有些恐慌 站在一旁 监测员苦笑一声 手掌 只能确定是郊区 也许是在东城附近 不过比起上次不确定 那两处是不是一个人做的 这次两股灵能爆发 可以确定是两个三阶 而且很有可能是在交手 闻生心头一沉 交手 还在天风附近 深知三阶的破坏力下 他心中不禁有些沉重 到底是谁 到底是那个三阶平平出手 难不成天风附近有宝卧 几分钟后 被称为军长的中年人目录出思索 他看着这几天出现三阶的地点 猛然像是想到什么 全部在天风附近 而且时间都是早上到中午 手指点向地图 片刻后 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冒了出来 这行动路线 怎么看起来 就像是从安全区出去的 难不成我们安全区 隐藏着一名三阶 闻生一惊 一旁的副官迟一开口 应该不是吧 首长 咱们安全区只有萧统领是三阶 哪里还有其他三阶 如果真的有三阶到咱们这来 何必藏起来 只要打个招呼 咱们还不是恭恭敬敬的 把他供起来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有什么理由隐藏自己 话说的没错 中年高层目录疑惑 看战斗的地点 都是变异体出没的地方 但是级别都不高 如果真是他们安全区 隐藏一个三阶 对方难不成吃饱了没事干 天天刷低阶变异体练手 但看着手中的地图 他又有些犹豫不决 算了 继续加大力度排查 既然对方出手了 不是一次两次 那就说明不是路过 万一的万一 对方真的隐藏在我们安全区 反而是种危险 从这几头变异体 爆出的东西入手 看看安全区这几日 有没有交易过这些东西 副官一听 顿时目光一亮 手掌 我觉得可以 对方如果真的是 闲得没事猎杀 这些变异体 爆出了材料 他总要带着吧 如果从交易频道走 咱们也许找不到 但只要他在安全区出手 肯定能发现踪迹 只是找到了怎么办 肖统领还没回来 花音落下 中年人叹了口气 能怎么办 我们已经通知肖统领 赶快回来了 一名甚至多名三接 就在咱们天峰 万一出了事 不亚于一场灾难 如果能找到 就客气地问问对方 到底有什么事情 找不到 不 必须找到 身后连日搜查的众人苦笑一声 他们知道 高层对这件事的重视 但这要怎么找啊 对方在安全区内 也是种猜测 要是人在野外 他们拿头找 唉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人物 要是咱们天峰 再多几个三接 倒也不用这么担心了 感慨中 众人只得有些麻木的准备 加大力度搜寻 没办法 一名三接 就是自走的战术武器 真发起风来 毁掉半个安全区 都不是问题 然而 正当军团长 看着地图沉思猜测对方 究竟再不在安全区时 一条A级私信突然亮起 下一时看向来信人 军团长吃惊地发现 来信人竟是 镇江安全区副统领红刚 张楚 你们天峰安全区 是不是太霸道了 看着质问过来的消息 张楚一脸问号 镇江安全区 就在天峰附近 算是周围比较强大的私人势力 安全区人口超六百万 三接六人 其政统领料明 更是三接终极 和天峰比起来 镇江安全区 可以称得上一方霸主 质问天峰霸道 开什么玩笑 强压着心头的惊疑 他只能硬着头皮问去 红刚统领 话要说清楚 什么叫我们天峰霸道 是您手下有人 和我们部队发生了冲突 飞快地回忆着 这两天派出的搜查队动向 想破脑袋 张楚也没想到 手下哪个部队 敢和三接发生冲突 消息发送 下一秒 红刚便冷笑一声直接回到 张楚军长 何必装作不知道 我不久前在你们安全区附近 猎杀一头二接变异体 结果后方直接出现一名三接 抢走了我们的战力品 这么大片区域 又是三接 又是藏起来出手 出手方向 还专门计算过 这不是一直跟着我们的 还能是谁 我知道 你们天风最近一直在发起行动 战机飞个不停 感情你们早就知道 郊区附近新出了一头二接巅峰 就是在等我们出手后抢怪 怎么 在你们地盘上的变异体 就是你们的 你们仗着军方的名头 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红刚一口气发完消息后 心底依旧堵着一口邪火 太过分了 抢了自己的变异壶也就算了 连他妈的一接狮狗都不放过 现在回头想想 出手那人虽然很强 肯定是三接无疑 但未必有当时感受到那么强 毕竟一直躲在自己后面积蓄力量 爆发出超强一击也是正常的 这种一击毕命全力以赴的出手风格 怎么看都是军部的作风 消息那头张楚一头雾水 什么鬼 天风有三接出手 还抢走了对方的战利品 开什么玩笑 整个天风上下就一个萧海是三接 统领人还在前线支援呢 红刚统领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们天风除了萧海大人 哪还有三接 消息刚一发出 张楚猛然一愣 等等 三接 刹那间 他猛然想到刚才的能量波动 结合判断中疑似交手 这他妈的 不就是红刚口中说的那件事 不带他再多说什么 那头的红刚直接发来消息 张楚军长 再这么装傻就没意思了 是不是你们的人 自己心里没数 既然如此 那我们镇江安全区 自然会登门拜访 讨个说法 我也想见见那位三接 究竟是何方神圣 私聊结束 张楚愣愣地看着消息 脸上不由得满是苦笑 这他妈的算是什么事 你来我这找 我们还在满世界 找那名三接呢 不过 看着算是新的情报 张楚脸色一沉 一名为之三接隐藏起来出手 这其中的含义 足以令人深思 搜 直接全程搜索 也不要担心引起恐慌了 排查下守城部队 看看最近有没有看到 比较神秘的存在 进出天峰 一声令下 众人听着再次上调的搜查令 纷纷拱手印下 芳华中学 江车停靠在一片荒凉的阵外 叶宁仔细地观察着内部情况 这里是灵异任务的副本地点 和普通猎杀变异体的任务不同 灵异副本相当棘手 属于大多数觉醒者 碰都不愿意碰的存在 和实打实的战斗不同 面对灵异体 如果找不到破局的方法 就算是三接 也只能引恨而归 从小镇的荒凉就可以看出 自从末日爆发后 又出现了灵异事件 这里早就被天峰化为禁区 诺大的小镇 经过六十余年的风华 此时看上去 就如同鬼域一般阴森 黑压压的天色下 呜呜地奉生钻过镇子 拉承尖利的呼啸 而处于镇子中央的方华中学 更是显得阴森无比 第一 您的交易需求已被揭取 正当叶宁准备进入副本 完成进阶任务时 一声系统提示突然响起 你要求购封雕语义 来信人是C级 一名一阶觉醒者 没错 你有 看着主动联系起自己的交易者 叶宁随口问去 为了节省时间 他打算在交易频道 直接购买任务道具 有 你开什么价格 这东西 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画一那头小心谨慎 看上去颇为看中自己手中的封翼 眉头一皱 叶宁从对方话语中瞬间意识到 这名一阶觉醒者 似乎没怎么交易过 正常交易经验丰富的 都会直接报价 免得浪费时间 尤其是封翼虽然少见 但本质上就适得低级材料 值不了几个钱 看对方架势 显然是实力很低的觉醒者 觉得自己手中的封翼是个宝贝 八百点信用点 懒得啰嗦什么 叶宁直接开出了最高价格 正常封翼价值就是四百点 只要对方脑子正常点 大概率就会知道他已经给了高价 交易那头 手握着一根银色羽毛的青年 猛然瞪大眼睛 仿佛不敢相信一般 看着叶宁发来的数字 八百点 天啊 这八百点 可是他拼命去猎杀变一体 一年都赚不到的钱 以他一阶的实力参加猎势团 团长最多给他一个月九十点 扣掉自己的开销和提升实力 一年二百点都攒不到 然而 看着那令人心动的数字 他眼中反而闪过一抹贪念 自己从野外捡到的羽毛 难不成是超高价值的宝贝 不然对方怎么会这么舍得 毫不犹豫 他目光贪婪地发送消息 九百 不 一千点 这羽毛 是我拼命才得到的 站在原地 叶宁目光陡然冷了下去 拼命 一鸣一接 那什么和风雕拼命 显然是野外捡到的 面对这种得寸进尺的假话 叶宁冷笑一声 八百五十点 不卖就算了 闻声一致 握着羽毛的青年 显然不甘心 一千 少一点都不行 然而 正当他激动不安 等着叶宁妥协时 却惊讶地发现 对方直接断开了私聊 犹如一盆冷水泼下 本来还幻想着 自己大发一笔横财的他 只觉得一阵惊慌 三分钟后 叶宁随意看了一眼 自己四百点 买来的风雕与一吼 便塞进包里 在直接无视了 那贪心的家伙后 很快就有人 重新找上了他 四百点价格拿下 一分钱都没多花 毕竟这羽毛虽然少见 但真的价值不大 总有信任 会在野外捡到 能卖出去 也要碰运气 看了一眼私聊中 苦苦哀求 自己买下羽毛的青年 叶宁摇了摇头 也懒得回复 那人在问了 其他地方价格后 才意识到 叶宁刚开始出手 有多大方 贪心不足 蛇吞象 不再理会这意外的插曲 掩盖好摩托车 叶宁便直接走进小镇 三个进阶任务 全部完成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他离人类巅峰站立的三阶 也不过一阶之有 如此夸张的升级速度 若是被外人知道了 恐怕会怀疑人生 刚踏进入鬼域般的小镇 叶宁便听到了系统提示声 第一 正在进入方华中学 灵异 副本 难度C级 是否进入 看着和一般副本 都不同的血色字体 叶宁毫不犹豫 便点下了确认 天旋地转 冰冷 随着一阵头疼欲裂的传送 待叶宁睁开双眼后 便瞬间看到 六名和自己一般的觉醒者 出现在眼前 嗯 好疼 一行人躺在一间简陋的旅馆内 地面上一名年轻的女孩捂着头 半天才站起身子 随着众人醒来 勉强适应着眼前的环境 一名看起来年纪最大的中年人 脸色苍白的轻壳两声 各位 你们应该都是意志系觉醒者吧 我是李治平 一阶巅峰 应该是你们中年级最大的了 介绍完自己 李治平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 跟没事人一样的叶宁 意志属性越高 传送的副作用越小 在他回过神后 第一眼便注意到了叶宁 这个小子 属性很高 没错 你们也是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精神系的 这个副本 怎么这么多人 我还以为 就我进入灵异副本呢 几声错愕中 剩余的觉醒者 纷纷捂着脑袋 站起身子打量四周 只见窗帘拉紧的小旅馆内 一片昏暗 窗外倒是有些热闹 听起来像是在镇子上 见众人都清醒过来 李治平友好的笑了笑 我能猜到 各位都是精神系 纯粹是因为灵异副本 也就咱们这种人会参加了 精神系战斗力差 寻常变异体又打不过 为了升级 不就只能参加这种副本 自朝版解释完后 众人听后愣了愣 脸上纷纷露出苦笑 没错 战斗属性高的 早就去猎杀变异梯了 也就他们这种 只有意志属性高的 才来灵异副本 毕竟这里更多的是 考验意志和运气 在外界 就算求着和其他觉醒者组队 分道的经验也少得可怜 哎 说的也是 我之前想和其他觉醒者 猎杀变异体 结果一不小心被怪物近身 半条命都丢掉了 等我砸完技能 效果还没别人拿刀砍得好 像是被中年人带动了情绪 在场众人无不吐槽抱怨起来 意志系觉醒者 除了灵能多一些 战斗力比起其他 系简直就像废物 但问题是灵能多也没用 600点的技能 其他系能丢一个 他们就算有1000点 在短时间内 还是只能丢一个 再加上意志系普遍不受重视 高阶技能根本分不到手上 恶性循环下 导致根本没什么队伍 愿意带着意志系觉醒者战斗 好了 拍了拍手 中年大叔直接打断了众人的抱怨 各位 虽然我们在别的战斗中表现不佳 但我相信 在这种考验意志和智商的副本中 我们一定能顺利通关 自我介绍一下 我曾经完成过两次灵异副本 也算有经验 不如我来带队 众人听话哗然 不少人颇为意外地看着他 和叶宁为了完成进阶任务不同 他们是被逼到没办法了 才进入副本 灵异副本的难缠和可怕 在外界可是出了名的 眼前的大叔有能力通过多次 众人当然高兴 没问题 你说 那就你来带队吧 只是我们的任务 怎么还没出现啊 第一次经历灵异副本 不少人下意识地疑问出声 李志平闻声一笑 灵异副本和其他副本不同 咱们要先出保护罩 才能接到任务 说吧 他熟练地推开旅馆门 示意众人跟着他 看着门外的保护罩 站在最后的叶宁 眉头微皱 片刻后 还是摇了摇头 直接跟上 前世他也没参加过灵异副本 毕竟有首都权力支持 他只需要疯狂提升等级 变异体都杀不完 哪里有时间接触这种副本 随着众人走出保护罩 原本喧闹的小镇 顿时安静下来 就连门外的天色 也仿佛瞬间按了下去 第一 进入芳华小镇 任务触发 当前任务 找到隐藏在这里的鬼 并将其封印 任务提示一 你们可以在学校探查一番 任务提示二 不要相信鬼的话 随着冰冷的系统提示结束 众人只觉得 一股莫名的寒意 油然而生 鬼 果然要面对这种恐怖的东西了 作为末日游戏爆发后的 三大特殊事件之一 鬼的出现 传闻是末日前的死者 在灵冷污染下转化的 不要相信鬼的话 隐藏在这的鬼 封印 低声自语 身穿便捷运动服 只有腰间匕首 是系统装备的女生 戒备的看向四周 前者很好理解 脑子正常的人 都不会相信鬼话 问题是 鬼在哪 在学校 在众人眼中 他们出来的地方 正是街道 形形色色的 如人群快步穿梭 哪里看得出有问题 不用看了 各位 见众人直接紧张起来 李治平温和地挥了挥手 灵异副本一开始没什么危险 但我们一定要在前期 找到关键线索 看到了任务提示中的学校吗 根据我的经验 咱们一定要尽快赶到那寻找线索 众人文声一鸣 自然知道 中年人说的没错 说吧 李治平直接转身 带着众人便快步 冲向一条小巷 十分钟后 带着微微喘息的众人 七拐八拐 李治平默默地 看向地出小镇最边上的中学 转头露出勉强的笑容 各位 接下来 要小心点了 风声陡然大响 在众人眼中 本应该是下课时间的热闹学校 此时静安静地 看不到什么人影 芳华中学 萧索的校门口前 在众人紧张地靠近中 唯一一处亮光 突然出现在眼前 那是保安室 只见一个干瘦的老头 坐在保安室门口 目光浑浊地看向众人 你们要进来吗 声音沙哑 仿佛并不意外 有人到来 觉醒者中 唯一的女性觉醒者 回想着任务信息 直接开口问去 大眼 这个学校怎么回事 怎么看不到学生啊 老人上下打亮了女孩一眼 如同机械般回应 哦 这里在一年前就废弃了 因为闹鬼 所以没人在这上学了 你们要进来吗 听着老人 有些不太像正常人的回复 众人猛然警惕地看向他 然而 站在最前的李志平 却不动声色地摆了摆手 低声解释 灵异副本就是这样的 里面的NPC比较机械 他们说话和现实不太一样 只会提供一些线索 指望他们告诉你 太多东西 是不可能的 一切都要靠自己 听着李志平的经验之谈 众人不禁松了口气 随着众人反复问讯后 依旧只是得到你要进来吗 这句回复 几人也确定了 这老人的确没什么线索提供 行了 咱们直接进去吧 见众人得不出消息 李志平也不想耽误时间 直接开口 七人点头鱼冠而入 只是在李志平进入时 老人陡然抬起头 木然地看了他一眼 而和老人一样 李志平也同时对视过去 短暂对视结束 走在最后夜宁 李志平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他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进入校园 众人有些紧张地待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从何下手 而一名看上去 颇为精明的黄发觉醒者 似乎也和叶宁一般 注意到了李志平被老人看了一眼 李说 那老人为什么要看你 你又在看他什么 疑惑问去 李志平文声仿佛早有预料 脸上露出笑容 其实我忘了 给大家介绍了 我的能力是能伤害到灵异体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我能看破鬼的伪装 也能轻微伤害到对方 所以我才会第二次参加灵异副本 这些灵异副本内的NPC 一般对我这种能力都很敏感 上次副本还有NPC 问我是不是道士呢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我看老人是为了确定 这个家伙到底有没有问题 灵异副本很变态的 有时候关键线索 就在最不起眼的人身上 不过大家放心 那老头确实没问题 听着李志平解释 众人颇为意外地松了口气 李哥 你这能力真是特殊啊 这是什么罕见的技能 还是天赋 简直是精神系觉醒者的神迹啊 怪不得 你已经一阶巅峰了 灵异副本对你来说 没难度啊 回望着众人羡慕的目光 李志平神秘一笑 保密保密 是天赋能力 我战斗力不强 也只是对这种特殊存在有用 随着李志平暴露出自己的特殊能力 几人心中如同吃了定心丸 走在最后 燕宁看着李志平的背影 若有所思 极为罕见 能伤害到灵异体的天赋吗 这种觉醒者 前世道也听说过 带着众人穿过空旷的操场 李志平背对着众人 站在教学楼前 认真出声 各位 我建议 两人一组分开寻找 当然是 老师办公室 教室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存在线索 我们需要找到学校之前 发生过什么 记住 一定要一起行动 千万不要落单 发现什么线索或者异常 一定要及时在聊天频道内共享 千万不要隐藏信息 灵异副本 可不是开玩笑的 看着李志平凝重的神色 几人重重地点了点头 李说 有什么发现 我们都会共享的 只是 接过话茬的女孩 先是可怜兮兮地看了一眼中年男人 然后回头地看了一眼队伍 总共七人 怎么分都会有人落单 谁都知道 虽然李志平说一开始没什么危险 但单人行动肯定不好 就在众人犹豫间 不知该怎么组队时 叶宁平静开口 我自己吧 我去搜索档案室 众人闻声一愣 只是在注意到 叶宁身上似乎有不少装备后 纷纷心里嘀咕起来 这是觉得装备多 实力很强 所以也不怕 不过无所谓了 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巴不得叶宁这样做 李志平有些意外地 看了一眼叶宁 也不出口劝阻 他微微侧头 看向一脸想和自己组队的女孩 那就这样吧 咱们行动快一点 作为唯一的女孩 大家就让他跟着我吧 话音落下 李志平颇具正义感地 冲着女孩点头 各位也不用担心 你们有什么事 也可以赶紧叫我 我会随时准备出手 凭着李志平的承诺 众人心中一松 只觉得自己的确幸运 碰上了李志平 这种愿意照顾人的大佬 眼神中颇为羡慕地 看了一眼女孩 能和李志平在一起 安全性肯定是最高的 档案室内 叶宁尘步 踏入满是灰尘的房中 目光仔细地搜寻起来 精神力扩散而出 如同圆球一般 时刻注意着周围的动向 东西都被搬走了呀 几乎没什么档案 推开铁皮档案柜 叶宁飞快地找寻着起来 几分钟后 他若有所思地 看着从角落里找到的 一张报纸和两个档案盒 报纸有些发黄 似乎是一年前的 只有半边的报纸上 整片板块都登着一则消息 芳华中学传出丑闻 老师性侵学生 仔细看去 后续报道中 则是被侵害的女学生王芳 化名正在接受心理辅导 案件正在调查中 看着这则消息 叶宁目光一鸣 被性侵的女生 学校闹鬼 这剧情有点熟悉啊 看向档案盒 只见档案盒中 是一些老师的个人资料 仔细查看 叶宁试图找到更多的信息 正当他一点点 翻找着有用信息时 余光中 一道白色的残影 瞬间从窗外划过 猛然抬头 感受着的确有东西 擦过自己的精神力范围 叶宁陡然警惕起来 来了吗 刚才那东西 是鬼 看着破旧被砸坏的玻璃窗 窗外一片黑暗 仿佛只是错觉 正当叶宁浑身紧绷时 公告频道中突然传来信息 我是黄霞 我和李叔找到了一份失火报道 办公室内 黄霞激动地看着手中的报道 目光下意识地问询向李志平 李叔 这片失火报道 是不是就是学校废弃的原因 平静地点了点头 李志平神色微微一松 把报道发给大家看吧 我们再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有用的消息 安全起见 先让大家不要靠近失火点 黄霞点了点头 直接将李志平找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黄霞 大家注意看 我和李叔找到的失火报道 上面说 一年前 学校发生了失火案件 导致学校几名老师惨死 然后学校内接连发生怪事 导致人心惶惶 我猜这场火灾 可能就是鬼搞的 有人找到其他信息吗 消息发出 叶宁看着消息 也跟着把自己找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叶宁 一年前学校发生过性侵案 作案人疑似校园老师 受害人化名 王芳 梁腾飞 我这也有 我这是一份赔偿合同 上面是要求学校和老师 赔偿精神损失费 署名是王坤 等等 这个王坤是不是王芳的家属 不过合同好像没签署完 只有受害者家属的签名 没有别人的 众人看着各自找到的消息 有些兴奋 线索连起来 他们似乎能拼凑出整件事情 方圆 各位 我这也找到了几张被撕毁的照片 上面是班级合照 我怀疑上面的女孩中有王芳 梁腾飞 照片 那就赶紧拿过来 我们再找一会就会合吧 寂静的教学楼内 伸手不见五指 窗外透过的微光打在地上 就好似森白的阴影 小心地攥着几张照片 方圆大气也不敢喘 直接向着众人商量好的教师会合 穿过走廊 不知是不是自己吓自己 他总感觉有人盯着他 妈的 不要盯上我 不要盯上我啊 低声祈祷 他浑身汗毛直立 快步穿过回形走廊 随着脚步声沉闷地在走廊上响起 他余光中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 一闪而逝 下一时抬头看去 刹那间 一股极致的寒意从心中钻出 只见在他右手边的走廊上 一个身穿白衣的披发身影 正无声地盯着他 操 一个机灵 他急忙扭过头 疯狂逃跑 手忙脚乱 极度地紧张下 他猛然打滑 跌走在地板上 刚要急忙撑起身子扶起 他便察觉自己身前的地板上 似乎倒映着模糊的白影 瞳孔骤然放大 只见那模糊的白影 仿佛在他头顶俯身 在白色瓷砖的倒影下 迅速变成一张惨白的人脸 犹如白纸上剪开了三个窟窿 本是眼睛和嘴巴处 竟是黑漆漆一片 啊 撕心裂肺 攥着照片 方圆头也不敢抬得拔腿就跑 直接朝着反方向冲下楼去 什么声音 分散在教学楼内的众人闻声一惊 纷纷紧张地看向头顶 鬼 我看见鬼了 肯定就是那个女生王芳 长头发的 颤抖着在公共频道求助 此时狂奔的方圆 只恨自己不是敏捷戏跑得不够快 随着信息发出 黄霞瞬间回复 你在几层 李叔让我问你在什么位置 他这就过去救你 五分钟后 脸色发白的方圆 一脸感激地看着李志平 与精卫定的连声感谢 李叔 真是谢谢你了 没有你 我肯定跑不出来了 就在当才 李志平赶到后 便从眼中爆出一团红光射向白影 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 那白影便消失不见了 没事 面带微笑 李志平镇定地安抚起他 初始阶段鬼怪的威胁还没那么大 我现在能阻碍他一番 后续就不好说了 像是想到什么 他神色凝重地看向黄霞 黄霞小姐 我看资料搜集得差不多了 赶紧让大家会合 一起商量怎么办吧 点了点头 黄霞直接在公共频道中发出消息 大家快来教师会合 看看各自都找到了什么 时间再拖下去 恐怕还会被袭击 几分钟后 众人一脸紧张地摆出自己找到的线索 失火报告 赔偿合同 疑似王方的照片 死亡老师信息 闹鬼传言 学生日记 一份证明自发筹款 找来到事的记录 七人对立而坐 看着眼前找到的所有信息 互相对视 看完信息后 黄霞最先打破沉默 各位 看完这些线索后 我觉得 这里应该是这样的 一年前 学校发生了性侵丑闻 名叫王方的女孩 被老师侮辱了 后面家长闹过来要赔偿 但是没谈成 这件事被压下去后 那名名叫王方德少女 可能抑郁自杀了 他死后的怨气就开始作祟 导致这里闹鬼 再到后面 就是闹鬼越来越厉害 王方弄死了几名老师后 导致学校被迫废弃 花音落下 七人中被女鬼吓到了的方圆 急声赞同 没错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看了那个女孩 她就站在走廊上 要不是李志平大哥救了我 我怀疑我都死了 众人纷纷点头 觉得线索拼凑起来后 清晰明了 应该是这样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任务中要求的封印 是什么意思 王方被封印起来了 是在哪 在众人疑惑中 李志平清了清嗓子 指向请来道士的信息记录 各位 我猜应该是连续闹鬼后 郑民们请来的道士 将王方鬼魂封印在了学校里 但是因为时间太长 封印脱落了 或是怎样 待会咱们尽快找到封印地点就行 我想 最有可能的地方 就是失火的宿舍楼 毕竟只有那里 我们没找过 一锤定音 众人间任务的关键已经出来 纷纷赞同 没有参与讨论 坐在一旁的夜宁 眉头微皱 看向桌上的信息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 好像太简单了 少女被辱 死后变成厉鬼报复伤害过自己的人 被封印后 又开始肆虐 这个剧情 怎么简单地和国产电影一样 念头刚起的瞬间 一声怦然巨响 突然从教室外传来 只见紧闭的教室门 仿佛被重物撞击一般 猛然震动 不好 她找过来了 李志平脸色一变 眼中骤然闪过一抹红光 随着一声凄厉地惨叫 门外阴寒的气息 这才消失 被吓到的众人大口喘息 纷纷用敬佩的目光 看向中年人 然而击退女鬼的李志平 没有任何放松之意 只是神色急切地连忙开口 各位 这次任务 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肯定只是前半段容易 我怀疑真正的难度 在封印那里 走 时间不能耽误了 我们赶紧去失火的宿舍楼 被烧成漆黑的宿舍楼 在昏暗的天色中 就好似火葬场的炉门 静静等待 一行人急忙冲向被烧毁的宿舍楼 四层的小楼并不算大 在快速翻找中 几人匆忙打开一间间宿舍 但都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直到冲入顶楼后 众人脚步一掷 看见了最边缘的宿舍门前 地上似乎有黄纸一样的东西 好像是那里 先过去看看再说 顾不得思考 强压着心头诡异的感觉 一行七人穿过狭窄的长廊 直奔最末端的宿舍 看着被烧的漆黑的铁门 以及地上的黄纸 几人心中一阵慌乱后 便确定了 这里一定有问题 把门踹开 看着上锁的铁门 李志平像是听到了身后的什么动静 急声催促 毫不犹豫 一名一阶觉醒者 猛然踹开铁门 伴随着深夜中刺耳的踹门声 砰的一声铁门便被踹开 焦臭和潮湿的气味 瞬间便冲了出来 定睛一看 踹开铁门的方圆 头皮一阵发麻 身后的几名觉醒者 也跟着浑身一阵 只见房间内 只有一张烧成铁架的单人床 四周的墙壁上 满是灰暗的掌印 而在最近的窗边 一个淡淡的人形落在上边 一眼看去 众人瞬间便能想到 那人影是被活活烧死后 石油印上去的 呼吸紧张 顾不得多看 众人便全部钻进房门 只是踏入的一瞬间 领头的梁腾飞 下意识地看向自己脚底 他感觉 自己好像踩到了什么 弯腰抬腿 猛然间眼中闪过一抹错愕 各位 我脚下好像是一张道符 一瞬间想起 第一 获得封印道符 一次性道具 激活后直接丢出 可封印鬼物 神色大喜 见众人看着他手中的道符 他急忙爆出系统提示 这里 真的有封印的东西 但接下来该怎么做 下意识问去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李志平 如同求助 作为经历过两次灵异副本的礼书 此时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救命稻草 等女鬼过来 过来后 我们想办法贴到他身上 只要封印了他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眼底闪过一抹喜色 李志平确定开口 随后又警惕地看了一眼身后 众人听后心中一定 只是队伍中的女孩黄霞 下意识打量房间后 忍不住有些疑惑 为什么符咒会在地上 又在老师房间 按照常理 不应该在女鬼棺材或者坟墓那吗 随着黄霞的出生 众人也意识到了 的确有些奇怪 门外 李志平无奈地看了一眼黄霞 电影里会这么演 不代表副本里就这样做 仔细想想 王芳死后化作的女鬼 最恨谁 肯定是玷污她的老师 说不定这间宿舍 就是老师强奸她的地方 她死后待在怨气最大的地方 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符咒掉地上 这不就说明 符咒脱落 才让她跑出去了 说吧 李志平仿佛看菜鸟一般 看向黄霞 轻轻地叹了口气 众人听后 脸上有些尴尬 他们太过紧张下 的确没想到这一点 正当几人想开口询问 待会怎么对敌时 李志平突然目光一宁 我去和她缠斗一番 引诱她进来 正常情况下 她肯定不敢进来的 等她进来 你们就把符咒丢在她身上 注意 一定不要失误 不然我们全得死 深吸一口气 李志平直接奔向楼下 刹那间 一声淒厉的奸笑声 瞬间从操场向四面八方扩散 无边的阴寒扩散全场 直令人感到本能的恐惧 哪怕是待在房中 几人也能感到那浓浓的怨气 微微愣住 房内几人无不到抽一口凉气 有些庆幸的对视一眼 我的天啊 还好这次有李哥带队 不然 咱们谁能挡住女鬼 先别说这个了 赶紧关门躲起来 等李叔引诱女鬼进来 谢天谢天 等这次任务结束 我一定要加李叔联系方式感谢她 房间内 几人小心翼翼地躲在门后 只带李志平引来女鬼后 便丢出符咒 房间角落 叶宁环顾一圈后 突然轻笑一声 你们确定要待在这里等死吗 花音落下 众人错愕地回头看向叶宁 看向这名一直沉默寡言的少年 你什么意思啊 脱口而出 几人看着叶宁那平静的目光 只觉得一头雾水 叶宁摇了摇头 淡然开口 我很好奇 难道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想过 鬼在哪里吗 或者说 鬼话 昏暗的房间内 几人听着叶宁平淡的语气 竟莫名感到一股惊悚的感觉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回看向众人 叶宁收起脸上的笑意 任务提示里有说过 一个是线索在学校 一个是不要相信任何鬼话 那么问题来了 线索我们找到了 鬼话在哪里 鬼和我们说话了吗 摇了摇头 叶宁不带众人回答 再次开口 从始至终 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讲话 唯一接触过副本中的人物 便是看门老头 可问题是 看门老头只是让我们进来 而且李治平也确定他不是鬼 话说完 反应最快的梁腾飞 猛然瞪大双眼 你是说 我们其中有鬼混进来了 有鬼在装人 说了假的信息 叶宁挑了挑眉 微微点头 没错 结合副本要求中 找到隐藏在这里的鬼 我们其中必然出现了问题 而且 最有问题的人 便是李治平 他自称能看破伪装 如果我们中其他人是鬼 那他为什么没发现 答案很简单 他自己就是 而且他提供的信息最多 不带叶宁说完 黄霞有些惊怒地驳斥过去 你在开什么玩笑 李叔是鬼 那外面那个是怎么回事 他可是这儿八经的觉醒者 是啊 我可是亲眼见到了女鬼 你不要告诉我 李叔是鬼 他还跟鬼在战斗 和黄霞一般 被李治平救过的 方元气急返校 眼中甚至怀疑地看向叶宁 在他看来 叶宁的话 简直是一派胡言 看着不愿接受 自己想法的众人 叶宁也不生气 只是淡然解释 第一 我们并不知道 鬼的能力是什么 你怎么确定 你看到的就是真鬼 第二 鬼的诞生 至少需要人死吧 你们找到了 王芳自杀的消息 从始至终 线索里 只有他家属 讨要赔偿不成功这一点 谁告诉你们 王芳一定死了 只向湿火的宿舍楼 叶宁抹了一把墙上的灰 反倒是老师明确死了 而且是一名成年人 第三 李治平对副本太熟悉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怎么跟他来的 同样是第一次进入副本 他凭什么能问都不问 直接找到这处废弃的学校 第四 门口的老人谁都没看 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他 你们不觉得 这是老人在疑惑 为什么一个死人 还出现在自己面前吗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疑点 快速解释完后 众人闻声一震 只是反转巨大下 众人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你这也只是猜测呀 如果李叔真的是鬼 那他在干什么 他完全可以不带我们 到这找到符咒 听着黄霞的质疑 叶宁怜怜悯地看了一眼 这个女孩 你没见到他连开门 都让我们踹吗 他作为鬼 自然不敢接触符咒 想要解决这个危险 不就只能靠我们激发符咒 还记得闹鬼事件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是老师被烧死之后 不出意外 李志平应该是被家属报复 烧死在了这里 怨恨之下 他便开始疯狂地报复 而郑民们为了解决他 干脆就请来道士 将他封印在烧死他的地方 话音刚落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怒吼 各位准备 女鬼过来了 碰 伴随着一声痛哼 门外的李志平仿佛被砸到了墙上 与此同时 一阵极度阴寒的气息 急速接近众人 门后 攥着符咒的方圆 有些不知所措的惊恐抬头 他下意识看向叶宁 又看向门外 信哪个 到底信哪个 不待他思考 叶宁直接走到他身前 右手一摊 符咒给我 激发后没丢中他 我们所有人都要死 门外的女鬼 必定是假的 挣扎 犹豫 攥着符咒的方圆 听着门外李志平的痛哼声 一时间竟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相信叶宁 每秒度日如年 只是在想着 叶宁刚才给出的疑点后 他不免害怕 叶宁说的是真的 神色挣扎 巨大的压力下 他浑身大喊淋漓 最终还是将符咒 交到叶宁手中 没办法 叶宁说的太像真的了 如果说鬼话那点成立 那么唯一能做到 欺骗他们所有人的 只有自称经验丰富的李志平 碰 随着又是一声 狠狠撞在墙壁上的声音 门外的李志华高声怒喊 我顶不住了 我待会冲进去后 你们一定要丢中身后的女鬼 门内 众人听着李志平此时的话 竟下意识怀疑起真实性 如果不是叶宁点坡漏洞 他们真的怀疑不到李志平身上 站在方元身前 叶宁直接一把抽走符咒 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 他突然诡异一笑 都说了 我们中有鬼 那么信我干嘛 言必 叶宁做事便要撕掉符咒 刹那间 一股极度的恐惧 在昏乱的房间蔓延 目光恐惧到极点 众人怎么也没想到 真正的鬼是叶宁 啊呀 压抑不住心头的恐惧 方元看着被自己亲手 送出的符咒 一时间只觉得遭受了巨大冲击 他被鬼骗了 叶宁才是鬼 他尖叫着用脚蹬地 仿佛要远离眼前的恶鬼叶宁 而被叶宁说辞洗脑的黄霞 此时更是神情呆滞 满眼绝望 下一秒 在一众颤抖 近乎崩溃的眼神中 叶宁突然收起 脸上诡异的笑容 恢复平静 开个玩笑 吓你们的 耸了耸间 都会是鬼 所以不要太过相信自己的判断 没有理会被自己吓傻掉的众人 叶宁转过身子 微微歪头 淡定地看向铁门 听着那越来越近的刺耳尖笑 他轻笑一声 李志平 或者说逃国声 你确定还要演戏 刹那间 门外急促的脚步声和尖笑声猛然一致 停止之突然 就好像完全没想到 自己会被拆穿一样 下一秒 回过神来的李志平 惊恶出声 气息虚弱 你在说什么 女鬼马上 碰 一脚踹开铁门 叶宁也懒得再和李志平演下去 随着铁门踹开 只见声音还在远处的李志平 竟站在门外 身后一头漂浮的女鬼 低锤头颅 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叶宁饶有兴趣地 看着演戏演了全套的李志平 晃了晃手中的符咒 把你身后的幻象散了吧 陶国声老师 脸色一沉 陶国声猛然抬起头 在对视中 他感受着叶宁百分百的确信后 也索性卸下伪装 女鬼散去 只见她原本柔和的双眼中 瞬间充满阴毒之意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不要告诉我是你刚才的那些理由 也就是你身后的白痴 才会相信那些 似乎有些不服气 一人一鬼隔着房门 互相对视 你所谓说鬼话的人 就在你们其中 这点根本不成立 如果说 女鬼待会被封印时才说话呢 他欺骗你们放过他 一样是鬼话不可信 而且我也没有说假话 我只是在引导 一切信息 都是你们推断出来的 至于老人和我对视 包括我熟悉地形 这些根本算不上我是鬼的理由 前者怎么就不能 是我的能力 后者完全可以用我查过 副本资料解释 毕竟 我可是专精灵异副本的 看着居然还有闲心 质问自己的鬼老师 叶宁眼底闪过一抹意外 自己一符咒过去 对方就会失败 任务也会结束 这么啰嗦干什么 除非 刹那间 叶宁猛然想清楚了 自己一直疑惑的一个点 那就是 鬼老师为什么如此熟悉 他们这些觉醒者 你很在意这些 你在副本里活了很久 你见过其他觉醒者 你能在副本结束后 能保留记忆 不被重置 你想找到问题所在 方便骗杀下一批人 话音落下 陶国生猛然一致 他全然没想到 叶宁竟然反应如此之快 他什么都没说 却被叶宁猜得 连底裤都快出来了 毫不遮掩 没错 我在这个副本活了很久 我的确是鬼 告诉我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我的 我不信你只凭刚才的猜测 就能读我一定是鬼 看着想知道答案的男鬼 叶宁脸色一沉 如此特殊的存在 让他感到一谋不安 副本在结束后 一般都会重置 就像电脑重启一样 一切东西都会恢复原样 难以想象 这个副本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导致陶国生的存在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是鬼我是人类 你觉得我凭什么 帮你找到自身漏洞 毫不意外 陶国生冷笑一声 就凭我可以让你完成隐藏任务 你现在把符咒丢过来 先不说你能不能命中我 就算命中了 你也只是获得正常评价 但只要你肯告诉我 我可以在你任务结束后主动消散 帮你完成隐藏任务 目光自信 作为罕见能诞生出智能的副本存在 陶国生确信 没有哪个觉醒者能拒绝这种诱惑 躲在房内 身后众人震惊地看着和鬼谈判的叶宁 只觉得三观都被颠覆 对视而去 叶宁目光闪动后 有些犹豫 隐藏任务 是让男鬼自动消散 不得不说 这个隐藏任务的确有过变态的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从来没人完成过 衡量一番得失后 叶宁沉深开口 的确 单凭之前的信息 我都没有实诚的把握 确定你是假的 毕竟不可能有人想到 一个鬼在任务开始时 就待在我们之中 而且扮演的角色 还是一名精通灵异副本的觉醒者 我真正怀疑你的原因是分享信息 你一开始说得很清楚 碰到什么情况和信息 都直接在公共频道共享 可是从头到尾 你都没用过公共频道 一直都是让黄霞转述 所以我注意到这一点后 便判断你 根本无法使用系统功能 脸色一沉 片刻后 陶国生摇了摇头 不够 还不够 我不发消息 完全可以用我在搜寻线索 再忙解释 黄霞和我一对 他代替我发下怎么了 死死地盯着叶宁 他不相信 叶宁想得这么简单 看着不肯罢休的难鬼 叶宁轻叹一口气 好吧 真正确定你身份的办法 是系统消息 我给你发了私信 说我是鬼 可是系统提示没有你这个人 发送失败 叶宁说完便耸了耸肩 他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也错愕了很久 闻声一致 陶国生棱在原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精心的伪装 竟然败在如此可笑的方法之下 要知道 他已经骗杀了二十多名觉醒者了 但没有一个人识破他 举起符咒 叶宁说罢便示意陶国生 遵守自己的诺言 身后的众人也是脸色古怪 只觉得今天的遭遇 好似做梦一般 然而 站在门外的陶国生突然吃笑一声 怎么 你以为我真会自杀 系统不是告诉你了吗 不要相信鬼说话 话音落下 一声宁笑 不在伪装的李志平瞬间暴退 原本看上去和善的脸庞 瞬间如同融化的油脂一般 向下滴着血水 消失的女鬼再次出现 奸笑着向叶宁冲来 不是假的 感受着洞彻心扉的寒意 叶宁瞬间便意识到 这次出现的灵异体不再是幻象 而是实打实的厉鬼 只要被触碰到 生命力就会急速流逝 与此同时 房内的众人慌忙回神 想要躲开 但房间就这么大 冲出去 他们也不敢 不少人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死亡寒意 只得惊恐高喊 快丢符咒 快啊 没有理会身后的催促 叶宁只是飞快地向一旁侧闪出去 李志平弄出的灵异体不再是幻象 那就说明他本体的实力 也不会差到哪去 仓促丢出符咒 和找死没区别 看着灵活躲开的叶宁 如同指人漂浮的李志平 以他对觉醒者的熟悉度 自然能意识到 叶宁的速度远超正常水平 有点意思 冷笑一声 不断滴落血脂的脸上一阵扭曲 还挣扎什么 之前一直没有动手伪装成人类 纯粹是他小心惯了 习惯先骗出符咒次数 但实际上以他的速度 大部分觉醒者根本丢不中他 无视了屋内几名试图丢出技能的觉醒者 他此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叶宁身上 作为灵异体 他几乎可以无视物理攻击和大部分技能 唯一对他有威胁的便是叶宁手中的符咒 挣扎 显之又显得躲过厉鬼扑击 叶宁轻笑一声 不断地在走廊上寻找合适的机会 他也看出来了 李志平绝对拥有极快的移动手段 自己出手的机会只有一次 看着还在奔跑挣扎的叶宁 李志平那张恐怖的烂脸上露出一抹细血 还在找机会 识破我伪装有什么用 你真以为你能靠近我 花音落下 他猛然再次拉开距离 不给叶宁半点冲来的机会 白痴 如果你装作没发现我 说不定还有机会成功 但 话没说完 奔逃到走廊尽头的叶宁突然一个转身 浑然不在意冲到自己身前的女鬼 雷行 硬抗刺骨的寒意 技能发动 刹那间一声穿透空气的爆雷声瞬间响起 碰 随着技能生效 直见踩在长廊上的叶宁猛然发力 脚下爆出一团银色光芒 十几米距离瞬息跨越 在刺雷削的加成下 骤然冲向半空的他仿佛一道闪电 直接出现在李志平身前 封意 几乎超越了对方的反应速度 在鬼脸惊骇的目光中 一张红光大方的符咒瞬间没入他的身体 啊 惨叫声同步传来 就好似高温铁烙插进了内脏 原本还自信的的他此时只顾的哀嚎 一阵阵白烟从身上冒出 痛 太痛了 直达灵魂深处的痛苦 让他瞬间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碰 从四楼高度落下 叶宁看着无力漂浮 挣扎落地的李志平 心中微松一口气 还好有刺雷削强化了速度 不然他的确没什么把握能碰到对方 李志平的存在 在这末日之中都算是罕见的 这里的实际难度早就超出了C级副本 痛呼 哎好 被系统符咒封印下 此时的李志平再无反抗之力 原本阴森昏暗的学校 此时也仿佛因为封印的生效不再那么阴朗 几秒后 一声冰冷的系统提示也瞬间响起 B 封印任务已完成 请在结束副本后领取通关奖励 宿舍内参加这次任务的几名觉醒者 这才敢探出头来 于今未定地看向楼下的叶宁 实在太过刺激 连续地反转下 让他们到现在都有些回不过神 扒在走廊上 原本反驳过叶宁的黄霞 神色复杂 他本以为这次副本最强大的存在是李志平 还以为对方是大腿 但没想到李志平是鬼 反倒是不起眼的叶宁 才是真正的大佬 和黄霞一般最不信任 甚至觉得叶宁是哗众取宠的方圆 此时竟有些愧疚地低着头 不敢看向楼下的少年 如果不是叶宁 他们怕是到死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剩下几人则互相对视一眼后 便小跑到楼下 有些感激地连连称赞 真是太感谢您了 如果不是您 我们这次肯定要出事 说话间 梁腾飞更是殷勤地凑上前去 目光中满是讨好 这位大佬 您能加加我的联系方式吗 我是东山第六安全区的 我叫梁腾飞 语气卑微 虽然叶宁比他看上去要小伤不少 但在实力面前 他毫不犹豫 便把自己摆在小弟的位置 精神系觉醒者 在末日中太难过了 对于他这种小人物 好不容易碰上的大佬 他自然想抱住大腿 刚才叶宁瞬间冲出了画面 他可是看到了 那速度和一身装备 绝对不是一般觉醒者能做到的 摆了摆手 叶宁没有理会 态度180度转变的众人 只是俯下身子 看向如同死去的李志平 装什么死呢 用脚踢了踢 仿佛烂肉一般的身体 他轻笑一声 按照约定 你应该自我消失 当然 你想抵赖也可以 但你真以为 我给你发过消息 尸体一僵 本打算装死的李志平 猛然睁开眼睛 死死地瞪向叶宁 你又在骗我 声音沙哑 突然回复行动的李志平 顿时吓了众人一跳 不是被封印了吗 怎么还能动 于为所舍 几人吓得连连后退 摇了摇头 燕宁毫不在意 李志平恢复了行动 只是随口宽慰众人 不用怕 他被封印是真的 想再出手 是不可能的 说吧 燕宁歪头对视 向那双充满敌意的眼 骗了你又怎样 也就你这种白痴 会相信我给你发了消息验证 我连你编号多少都不知道 怎么发 不顾李志平扭曲 快要发狂的表情 燕宁继续开口 自我消散 让我完成隐藏任务 在你消散的最后一秒前 我告诉你真相 告诉你 我到底是怎么识破的 面色扭曲的李志平 死死瞪了过去 片刻后 他森然开口 好 对于他来说 燕宁等人离开他 就会被重置 自我消散死一次 没什么大不了 但如燕宁还发现了 他伪装的漏洞 那他自然想要知道 问题究竟出在 毫不犹豫 随着交易达成 李志平身形瞬间开始模糊 在极度痛苦的自我消散中 那双惨白的双眼 始终死死注视 说 现在说 消散速度极快 最后一秒 燕宁看着几乎淡如透明的李志平 细血一笑 你伪装的真正漏洞 其实是 我猜的 神色一致 消散的李志平 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安 最终在不甘的怒吼中 彻底消散 听着那怨读到极点的怒吼声 燕宁平静地收起笑容 他的确是猜的 猜错了 无非就是李志平白死 身后 众人再次傻眼一般地看向燕宁 此时他们竟觉得这名长相 有些秀美的少年 好似玩弄人心的恶鬼一般恐怖 一片再片 硬是把一头特殊的灵异体 骗得活活自杀 没有在意太多 燕宁平静出生 退出副本 结算奖励 翁 伴随着白光一闪 便消失在原地 副本退出 结算副本信息 副本完成者 燕宁 当前副本完成度 基础完成度 20% 额外完成度 封印陶国生 李志平 40% 驱散厉鬼 隐藏任务 40% 综合累计 完成度100% 获得评价SSS级 SSS级评价奖励 获得随机白色装备星号2 获得随机白色道具星号2 获得专属道具星号1 蓝色 获得额外三点意志属性 获得称号 驱灵 第一 抽取完成 获得院珠 蓝色专属 获得胶尸外套 白色 获得割喉笔 白色 获得湿油 白色 获得脱落人皮 白色 第一 等级已满 驱散厉鬼所获经验 已转换为一点意志属性 副本外 燕宁听着密密麻麻的获得提示音 脸上不禁带着一抹笑意 比起正常完成度 只有一件白妆加经验 他这次副本之行 可谓是大丰收 不过说起来 这个C级灵异副本的难度 确实不低 如果不是自己属性和装备 比正常水平的觉醒者 搞了一大截 估计今天就交代在这了 诞生出真正自我意识的李志平 几乎能坑死任何觉醒者 压下杂乱的念头后 夜宁索性看向这次副本的最大收获 蓝色等级的专属道具 讲实话他前世都没怎么见过 这东西 一般只有完成隐藏任务才会出现 稀有无比 怨珠 专属 被动道具 道具属性 随身携带后 提升20%能回复速度 提升25%对精神攻击抗性 减少所有来自炫运 恐惧 失神 思维混乱的控制效果 道具特效 遭遇灵异体攻击时 可抵消一次致命伤害 抵消后 道具消失 道具评价 凝聚了怨念的魂珠 也许是你的第二条命 好强的道具 眉头一挑 夜宁把玩了一下手中的透明珠子 只觉得一股淡淡的清凉之意 涌进眉心 驱散了疲倦 罕见的精神防御系道具 外带回蓝保命效果 有这颗珠子在手 自己以后再碰上灵异体 的确等于多出了一条命 好东西 收起来 将珠子随身携带后 夜宁便看了几眼其他装备 嗯 基本是垃圾 石油的效果 是可以在水下和无空气中点燃 并在点燃后 提升灵能恢复速度 人皮则是低级附魔材料 提升火焰抗性 留下匕首和石油后 夜宁索性将杂七杂八的装备材料 再次丢入交易频道 将匕首插在右腿绑腿上 这玩意在精神力控制下 倒是能当作飞刀用来偷袭 确认自己没什么遗漏后 夜宁便打算回去交取任务 一想到自己完成任务后 剑神系统给予的史诗集装备奖励 他一时间不仅有些期待和兴奋 交完任务再提升属性 奖励就算到手了 史诗集啊 前世在举国公养下 他也不过有着三件 那时候 他都三接巅峰了 才用上风驰电掣 跨上摩托 夜宁便直奔安全区 六个小时后 深夜 安全区入口 看着灯火通明 大批士兵正在排查人手的进城口 夜宁眼中不禁有些疑惑 头顶上 大批武装直升机 打着探照灯来回盘旋 手持高音喇叭的觉醒者士兵 一遍一遍地高声呵斥 所有进城人员检查身份信息 外来人员务必登记 肃穆的氛围下 城头处站满了觉醒者战士 每当有外来区域的人员被识别出来 整个搜查队伍便一顿紧张 将其团团包围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安全区遭贼了 还是有人冲击驻地 排在人群中 夜宁有些疑惑不解 这么大的阵势 也不知道是在找谁 搞得如此兴师动众 在安全区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你的身份信息 通关入口 20名二阶觉醒者组成的检查小队 警惕地排查着信息 只是看着夜宁如此年轻时 倒也没太过紧张 随手递上自己的信息 查看整件的士兵 有些惊异地看了他一眼 夜宁 您这么晚了 还出去干嘛 第一 临阶觉醒者 刷卡结束 士兵有些好奇地看着夜宁 然后摆了摆手放他进去 作为之前保护过测试广场的他 自然对夜宁有着极深的印象 SS级的天赋者 在他眼中可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超级天才 只是听说 后来军部下调了他的潜力 没有再管 哦 出去实战练练手 随口回答一句后 夜宁便直接进城 只是他刚走不远 便听到身后的觉醒者士兵 小声地讨论起他 真不知道军部怎么想的 这种天才都不管了 谁知道呢 听说是潜力评价不够 不然怎么也不会让他自己出去了 可惜了 如果不是精神系 估计现在整个华夏战区都要全力培养他吧 是啊 A级的在咱们安全区都被供起来 外出都有觉醒者小队保护升级 哎 好好的一个SS级没人管 也不知道这小子靠自己要多久才能升到一阶 尤其是精神系战力都那么差 听着七嘴八舌的讨论 夜宁也没太大感觉 如果不是剑神系统在手 他可能确实会苦恼 与自己三阶之前该怎么办 但现在 无所谓了 三阶对他来说 不过两三个月就能搞定 到时候 一切的不信任都会被证明 提交任务 人影悉数的任务大厅 夜宁平静地出声看向接待员 不知是不是巧合 今天的接待员还是上次的 啊 接待台后 之前见过夜宁的女孩 愣愣地看着她的脸 提交任务 您完成了 您是完成了哪一项 不可置信 夜宁领取任务才多久 这时间够不够 跑一趟任务地点都不知道 慌忙查看夜宁提交的任务信息 接待员胡思乱想中 忍不住猜测起夜宁 是不是完成了最简单的敏捷戏 毕竟这么年轻的一街 花钱买羽翼 还是买得起的 片刻后 她的眼睛瞬间瞪得椭圆 仿佛活见鬼 只见任务面板上 四大任务齐齐 显示全部完成 卧槽 卧槽 揉了揉眼睛 女孩倒吸一口凉气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如果不是显示信息 绝对不会出错 她简直怀疑 是不是出了bug 一天还是两天 四个进阶任务 还是最高难度的都完成了 天见可怜 在她职业生涯中 还从未见过 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 寻常一阶晋升任务 哪个不是光找团队 就要花上半个月 甚至半年的时间 踩点 布置战术 寻找人手 反复试探击杀 哪一步不是心惊胆战 生怕出错 结果到了叶宁这 看着叶宁那张轻松 有些好看的脸 她只觉得 这些任务对少年来说 好似喝水一般简单 能快一点吗 无奈地看了一眼 满脸震撼的接待员 叶宁轻叹一口气 话音落下 接待员手忙脚乱地 急忙接过她的卡片 这才回过神来 第一 力量系进阶任务已完成 获得额外力量奖励 第一 敏捷系进阶任务已完成 获得额外 第一 体质系进阶 第一 总计获得额外信用点 7300点 一连四次响起 感受着体内瞬间松动的瓶颈 和提高的属性 叶宁满意地点了点头 直接转身离去 回到家中 捏手捏脚 没有惊动小妹和母亲后 叶宁直接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 查看属性 嗡 光屏闪出 看着自己的属性值 叶宁目光闪动 直接考虑起要怎么提升到25点 无论是史诗级装备还是技能 两个都需要属性达标 系统要求的属性是裸装 不计算装备加成 25点 她现在基础属性 除了意志远远超标 其他属性还差不少 上次六颗灵能果实 为我加了三力量三敏捷 经验溢出的属性奖励 倒是有也有全属性4点 进阶任务奖励了一点 这么算下下来 我还需要补全7点的敏捷力量 和10点体质 微微皱眉 14加10 她还需要购买24颗灵能果实 其中还不包括提升到20点后 低阶果实的效果会大大降低 严格计算 35枚差不多能满足自己需求 一枚果实6000信用点 这便意味着 自己至少要准备21万信用点 人妈了 燕宁看了一眼 自己陆续出售的装备和材料 只觉得有点压力 她现在手头上还有2万左右 卖光这些天的收获 大概能增加到4万点左右 不卖蓝色装备 光卖白装 信用点来得实在慢 当然 最主要的一点 是她需要的灵能果 实在太多了 在二阶就要全属性25点 这个数字 不是超级大势力 根本供养不起 寻常觉醒者一颗都吃不起 到她这来的当饭吃 得想办法 搞点之前的装备卖了 前世有整个首都权力提供物资给我 倒是不用在意这点 现在 只能先靠自己了 目光闪动后 从书桌上抽出一张白纸 叶宁直接整理出 自己已知能搞到手的装备 升级加搞钱 两不耽误 嗯 天风周围应该没有什么值钱的装备 早就被军部扫当完了 不过 有一个二阶副本 可以刷一下 最近的镇江安全区 倒是有一件蓝色饰品类装备 没记错的话 应该在野外变异体身上 在远些的东山战区 记得曾经出现过一本 高阶力量系技能书 笔键刷刷 半个小时后 叶宁看着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 轻吐一口气 还好随着灾变的降临 最近这一年时间 将会有大量装备资源出现 其中有不少 都是他在逃亡路中听说过的 二十多万点信用点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天文数字 但对于他来说 倒也不难凑齐 解决完天风周边的 就去镇江 下定决心 叶宁下意识回头 看了一眼家人所在的房间 眼中流露出一股暖意 这趟自己再出去 恐怕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虽然很享受着难得的温馨 但叶宁很清楚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哥 你又要走了吗 门口 小妹依依不舍地抱着叶宁 可怜巴巴地抬头看着他 宠溺地摸了摸小妹的头后 叶宁看向一脸担忧的母亲 微微点头 看着儿子眼中坚定的目光 叶母叹了口气后 只能反复叮嘱叶宁 一定要小心 虽然不知道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从一个母亲的直觉来说 她仿佛能感觉到 叶宁身上似乎背负着莫大压力 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短暂告别后 叶宁直奔城外 只是看着大街上不断巡逻的觉醒者士兵 她由于片刻 还是打开了萧海统领的私信 虽然灾变要在一年后才正式爆发 但在这之前 其实有很多征兆 以天风安全区为例 大概再过个十几天 会有一批大股失潮 脱离城市 袭击天风 记得在那时 天风仓促之下 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许多聚集地的幸存者惨死 她不是没有想过 联系自己前世记忆中华夏的顶级高层 告诉对方自己知道的一些灾难 但反复考虑后 叶宁发现自己连传递消息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提 对方是否信任她了 一切都需要实力说话 尤其是她在外人眼中 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小角色 这点她在前世感受太深了 但想到天风发生的事 叶宁还是决定给萧海提个醒 如果效果好的话 说不定萧海能替自己背书 上报更多消息 毕竟一个三阶说话 可比她管用多了 一念至此 叶宁索性发出消息 萧海统领 我在城外时 发现原先的天风室内有丧尸暴动 短期内很有可能有大规模丧尸进攻天风 暴动很不寻常 希望您能派出部队查看一下 信息发完 叶宁轻叹一口气 尽快提升到三阶 如此一来才能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晚大杀之将青 灵灯战机内 接到镇江安全区 将派人过来对峙的消息后 萧海心情沉重地盘算着 到底怎么回事 前几天天风附近出现三阶 已经带给她莫大的压力 没想到又出了这档子事 妈的 污蔑我 天风抢了你们的变异体 我自己都未必能超远距离 鸟掉那头变异虎 心情烦躁间 她突然看到了 叶宁发来的私信 对于叶宁有她的编ID 她并不奇怪 毕竟她也曾经想交好于叶宁 信息很短 看完后 萧海脸上不禁露出一抹错愕 有大鼓尸巢袭击天风 怪物暴动 几秒后 她毫不在意地轻笑一声 只当叶宁实力太低 看到什么情况都觉得不对劲 要么 就是想在自己这里刷存在感 怎么 觉得自己是SS级 却没得到应有的待遇而愁苦 要怪也只能怪你 叶宁是精神系 至于叶宁的消息 她也懒得回复 开什么玩笑 自从40年前人类和怪物之间 爆发了最后一场大战后 末日后的世界 已经和平很久了 现在 她的心思全在那神秘的三阶身上 以及镇江安全区的到来 天风城外 705国道 飞驰在荒草丛生 只能勉强看出柏油路的国道上 叶宁低伏着身子 任由进风扑面 在大自然的侵袭下 曾经遍布全国的车流珠网 早已被大自然侵蚀的一干二净 若非这条路 还有不少幸存者会运输物资 怕也早就被荒野通化 四周荒凉 远远望去 只能看见曾经的城市边界线 这里 已经快要脱离天风的警戒范围 路程行驶到一半 叶宁便打算更换电池 这次的第一个目标 是一处大型副本 地处天风和镇江交界处 方便它后续行动 虽然末日爆发前 电池技术就已经成熟 但续航也不过600公里 为了这趟行动 它特意背负了两块臃肿的电池组 应该换一辆系统载具了 熟练的更换电池 将原先的电池丢弃后 叶宁轻叹一口气 搞定下次副本后 自己该考虑买一辆了 不然 花在赶路上的时间比它升级还多 系统再聚灌注灵能就行 凭它现在没地方用的灵能 再合适不过 当然 要是能搞到空间类技能 那就更好了 一个传送直接跨越千里 杀人放火必备 不过也只是想想 空间类技能的稀有程度 比空间道具还高 这种技能已经属于战略技能 翻身上车 电击风鸣 没行驶多久 叶宁便眉头微皱 只见不远处已经快要消失的公路两旁 几辆风化已久的汽车残骸堆在一起 不远处的半人高草丛中 一辆抛锚无人的卡车停靠在那 路面上 几名衣着破烂的幸存者 正站在侧翻的货车旁 拼命地挥舞着双手 似乎在求助 缓缓行驶过去 路上求助的幸存者中 一名抱着小孩的中年人 似乎注意到了叶宁 他高高地举着右手 神情很是激动 救命 求求您帮帮我们 看着叶宁一身标准的觉醒者打扮 几人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不一会 围在侧翻货车旁的幸存者 纷纷凑了过来 有男有女 面黄肌瘦 看上去全是普通人 什么情况 缓缓停下 看着堵路的几人 夜宁索性平淡问去 抱着女孩 中年人急忙出生 这位觉醒者大人 我们货车侧翻了 这车实在太重 我们翻不回去 车上全是我们运输的物资 这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您看着天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求您打把手 帮帮忙 说话间 男人指向身后的老弱病残 脸上的表情急得仿佛快哭出来了 话音落下 夜宁看着一圈包围自己的幸存者 目光闪动 呵 好拙烈的眼界 先不说七八个人 卸掉货以后 能不能翻得动车 就算找人帮忙 也应该是联系就近的安全区 明知马上下雨 还指望在路上碰到觉醒者 这种借口 也就纯粹骗人停下了 不动声色 夜宁环看一圈后 淡然点头 见夜宁答应 几人眼中猛然闪过一抹喜色 一名临街觉醒者 看身上应当是有装备的 这么没警惕心 八成是刚成为觉醒者救出来的菜鸟 肥羊啊 不远处 草丛微微晃动 在众人一副急切的模样中 便催促着夜宁赶紧帮忙 翻身下车 夜宁只是略微方出精神力 便注意到了 有人正在从一旁靠近过来 心中冷笑一声 倒也不在意 对方想弄死他抢走东西 他何尝不想黑吃黑 这种专门在野外劫掠幸存者的团队 应当是有点钱的 在精神力感知中 从罐草中摸过来的几人 轻一色是普通人 只有一名一阶像头领的男人 躲在最前 余光扫视 夜宁倒是有些意外地注意到 在幸存者中 一名甘瘦如耗子一般的男人 正神情 惊恐地看着他 躲在人群最后 小个子男脸上 两抹像鼠须般的胡子 惊得乱颤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看着架势 大有一副拔腿就要逃得冲动 靠近侧翻的货车前 夜宁刚要假意查看一番 便听到几声利和 双手抱头 抓住他 只见摸到路旁的几名壮汉 瞬间冲了过来 人人手持杂七杂八的武器 死死地瞄准向夜宁 而抱着女孩 靠得最近的中年人 更是熟练无比地 掏出一把短刀 直接抵在夜宁后心 小子 老实点 碰见我们 算你倒霉 见夜宁瞬间被控制住 领头的一阶觉醒者 满脸凝笑 提着砍刀 便向夜宁走来 小菜鸟 没人告诉你 你再也外不能停下吗 一个人就敢深入荒野 蠢成这样的我 还是第一次见 说话间 男人有些贪婪地 看了一眼夜宁脚下的靴子 虽然看不太出来 是什么等级 但怎么看 都应当是件装备 哦 是吗 平静转身 不同于众人想象中的惊恐 夜宁饶有兴趣地 看着领头的壮汉 笑容猛然一将 领头的觉醒者 看着夜宁丝毫不慌的表情 心中猛然咯噔一声 他们截杀过不少人了 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时也慌得不行 除非 眼前的少年是傻子 不然就是有什么自信 刹那间 壮汉毫不犹豫 便动用技能一刀斩下 开枪 先打死他再说 顾不得啰嗦 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 他还是明白的 然而 无论他反应再快 也快不过夜宁 只见站在原地的夜宁 目光陡然一冷 身形极尽转动 肌肉发力 伴随着一声诡异的穿透声 一拳便轰穿了最近的中年人 拳头穿过胸膛 爆出一团带着内脏的血污 同一时间 轻微的风鸣声 也瞬间响起 空物 在高额精神力控制下 开枪的几人惊骇地发现 自己手中的枪支 竟好似被一把大手抓起 直接对准他们 来不及反应 砰砰 砰 火焰喷吐 枪声响起 掉转的枪口 瞬间便轰碎了最近几人 在近距离面对大口镜子弹下 几人好似被打烂的猪肉 半个身子都被打得稀碎 硝烟弥漫 刹那间 空气中仿佛都充斥着心田的穴位 呼 风声呼啸 刀锋袭来 叶宁冷然地看向劈向自己的战刀 只见他一个侧身 便精准地避开了全力斩下的刀锋 任凭刀锋擦面而过 在生死中磨砺出的战斗技巧下 不过一阶的壮汉 在他眼中满是破绽 下一秒 扑吃 匕首拔出 反刺 随着一道猛力刺激 反手握笔的叶宁毫不犹豫 便将匕首从壮汉的太阳穴中贯穿进去 一击毙命 没有机会再发起第二次攻击 被凿穿了头骨的觉醒者 不甘地看了一眼叶宁 来不及说出任何话后 便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战斗结束 缓缓抽离匕首 叶宁随意地甩了甩手上的鲜血 目光转看向最后重来的两人 只见站在路边 不过是普通人的持刀男此时 仿佛吓傻了一般 双腿不住颤抖 僵硬在原地 快 太快了 明明叶宁身上的标志 不过是灵阶 但伸手速度 却快到了超出他们的想象 不过一个呼吸间 老大死了 整个队伍的人全死了 无法理解 那控枪的手段是什么能力 两人恐惧之余 扑通一声 便跪倒在原地 大人 求求您 求求您饶了我 我们也是被逼 秀 没有给两人废话的余地 叶宁目光琐势 被精神力控制的匕首 瞬间便击射出 随着一道弧形荧光闪过 最后两名持刀的壮汉 便被直接抱头死去 横尸满地 解决完战斗后 叶宁再次转身 看向充当诱饵的老弱病残 告诉我 抢来的东西在哪 啊呀 不要 不要杀我们啊 不知是不是这才反应过来 负责拦路的几名老弱病残 尖叫出声 一股难闻的尿缩味 也随之飘散 虽然他们是拦路截杀 见过领队难残忍的手段 见过不少死人 但像叶宁这般出手冷酷的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没有任何废话 说杀就杀 半点机会都不给 这么狠拉的手段 和叶宁俊美的外表 形成了巨大反差 再叫就死 还有 你想跑哪去 看着不断磕头 想让自己放过他们的老弱病残 叶宁倒没有什么心软的意思 这伙人这么熟练 想来不知道弄死了多少善良的幸存者 除了小孩 其他人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该死 至于最后一声 则是对着数须难说的 对于这个似乎低眼 就看出自己有问题的兽猴 叶宁倒是颇感兴趣 他不信有人能第一眼就看出他有问题 高额的意志属性下 除非三阶反复感知他 不然没可能察觉出异常 属虚难那恐惧的表情 绝对是看到了什么 江应在车后 准备偷抹逃跑的胡须难 哭丧着脸 哆哆嗦嗦地看向向叶宁 该死 自己为什么不跑快一点 明明已经看到了 你看到了什么 嗯 你是觉醒者 越过跪地的众人 叶宁直接走到胡须难身前 轻松一把 便拎起这个身高 只有一米五的家伙 感受着对方身上若有若无的灵能波动 叶宁不禁有些惊讶 太淡了 如果不是 他精神力够强 估计都注意不到对方 这么弱的灵能波动 感觉连灵接都比不上 被拎在半空 胡须难心中咯噔一下 仿佛被发现了什么秘密一般 惊恐地看着他 不是 我不是 您看错了 身后 熟悉胡须难的几名幸存者 也惊讶地闻声望去 觉醒者 不 这和老鼠一般的男人 再普通不过 也是和他们一般被头领抓来的 打开个人信息 叶宁轻声开口 被精神力操控的匕首 也瞬间顶在男人眼球处 他不太喜欢浪费时间 面对鬼鬼祟祟 明显有异常的老鼠男 他有的是办法让对方开口 口水干咽 拼命仰头 试图脱离那丰锐的匕首 老鼠男心中一片暗骂 只觉得自己怕是 在劫难逃了 去别的地方行不行 这里 这里不能说 我知道 他们把抢来的东西藏在哪了 叶宁目光微动 听着老鼠男奇怪地表述 他索性直接拎着这家伙 走向所指地点 一处被绿色帆布伪装的土包前 叶宁平静地注视对方 三秒 倒计时开始 看着叶宁那不带丝毫感情的双眼 老鼠男苦笑一声 只得默默地展示出自己面板 他看得出来 眼前这个少年 绝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不情愿展示 几秒后 在快速扫过老鼠男的信息后 叶宁目光陡然一宁 他想过很多可能 比如老鼠男是一名临阶觉醒者 有某种探测能力 或者说见过他 但叶宁怎么也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不是觉醒者 也不是人类 而是NPC 一个从副本里逃出来的NPC 姓名 李大富 丧尸围城副本 等级 零 天赋 金钱嗅觉 奸商 贪金 金钱嗅觉 无级别 拥有该技能者可在目标不知情的状态下 探测任意目标的钱包 奸商 地级 你可以在交易时提高10%的销售价格 或者收购价格 在交易完成前 对方将无法发现 贪金 B级 在交易时 你可以客扣5%的金额 占为己有 该效果免疫任何交易规则 难以置信 叶宁自问自己 在前世也算见过许多匪夷所思 乃至诡异的事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在现实碰到了一个野生NPC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你有智能 看出叶宁的吃惊 李大富缩着脑袋小声回道 这位大 大人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记得 有一次副本结束后 我想摸走一个人的东西 结果稀里糊涂的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走啊走 直到碰到那伙人 面对这个世界 李大富也很迷茫 他原本就像机器人一般 在副本里扮演小商贩的角色 为参与副本的觉醒者 提供子弹和药剂 他从没想过外面的世界 或者说 根本意识不到 那副本中 被丧尸包围的城市 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压下精益 叶宁反复打亮着眼前的 胡须小癌子 只觉得这件事 是有够诡异的 副本结束 所有副本存在 都会被重置 这几乎是铁律一般的规则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短短两天时间 竟然碰到了一个 有独立意识的李志平 一个跑出来的李大富 眉头紧皱 半晌后 叶宁才得出一个 极为勉强的结论 丧尸围城副本 他听说过 那是一个低级副本 很适合低阶觉醒者 适应对抗丧尸 那处副本号称 新手训练场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 怕不是被重置了 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次 结合李志平的事件 也许李大富 便是再一次次重置中 发生了错误 误打误撞 走了出来 并拥有自己的智能 结论得出 但不知为何 叶宁总感觉 还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大 大人 你能放我吗 缩着脖子 李大富有些心惊胆战地 看着叶宁 一直在低级副本待着 叶宁是他见过 最强的觉醒者了 杀人不眨眼 他可不想在这多留 走 回过神 叶宁眉头紧皱地 看着手上的李大富 片刻后 猛然升起一个念头 三个交易技能 还全是觉醒者 不可能掌握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老鼠男 简直是bug般的存在 如果让这家伙 帮自己交易 毫不犹豫 叶宁思索片刻后 便飞快地在交易频道内 寻找契约卷轴 契约卷轴 顾名思义 一般是觉醒者 用来控制人类 或者特殊变异兽使用的 不过价格高昂 很少有人会舍的 一个卷轴价值2000 还只能对自己 级别低的对象使用 可以说 完全是种奢侈品 但 10%的双向交易收取 外加客扣5%的交易金额 这个老鼠男 完全可以替自己 剩下大笔资金 甚至光靠这家伙 倒卖物资 他叶宁也能大赚一笔 半分钟后 叶宁直接一口架 从一名觉醒者手上 收来最低级的契约卷轴 看着出现在手的羊皮卷 叶宁不禁有些肉疼 能换套公寓 或是雇佣几十个精锐士兵 为自己拼命了 把契约签了 换上柔和谐的口气 叶宁晃了晃手中的契约卷轴 示意李大复 直接同意签订 只是面对这种特殊的存在 他也没太大把握 能签订成功 看着叶宁手中的契约 李大复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本能中也意识到了 签了这玩意 自己怕是真的跑不掉的 只是看着叶宁那带着笑意 但实则威胁的目光 他只能哀叹一声 第一 李大复同意签订契约 开启小队面板 第级小队面板 队长 叶宁 二阶初级 成员 仆人 李大复 五等级 中心度六万零一百 在主仆契约下 获得队内语音功能 在三十公里范围内 你可以通过队内语音 联系队友 蒲从 在此范围内 你可以强制抹杀对方 注意 你当前的蒲从终成过低 低于六零后 有几率逃跑 谁还真能签 看着签订成功的契约 叶宁不禁松了一口气 只是看着李大复 只有六十点的忠诚度 不禁有些无语 看样子 李大复纯粹是在自己的 淫威之下就犯啊 估计现在满脑子 还是逃跑的念头 也不在意 叶宁直接放开老鼠男 温生说道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我了 我们也算是队友了 听着叶宁和善的语气 李大复哭丧着脸 心中暗骂不止 什么队友 明明是主仆契愿 那硕大的强制抹杀四个字 他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 要是自己真敢跑 叶宁绝对会直接弄死他 天剑可怜 自打从副本出来后 碰到的不是土匪 就是恶霸 注意到李大复低沉的士气 叶宁眉头一挑 索性直接掀开绿色的油布 随意扫了一眼 嗯 一件护甲样的白色装备 一堆垃圾低接材料 还有带写的身份卡 看起来大概一两千点的样子 虽然对叶宁来说价值不高 但对于拦路截杀的那伙人来说 这算是一笔巨额财富了 寻常一接觉醒者 混一辈子 也未必藏得下这么多 看着那一达身份卡 叶宁也意识到 这伙人怕是弄死了不少幸存者 这些都给你 还有 我身上的信用点你来购买物资 没有丝毫迟疑 叶宁直接把身上的两万多信用点 一口气转给李大复 示意他来购买物资 15%的交易金额剩下来 怎么也有几千点了 更不用说卖东西时 这家伙的技能又能载对方一笔 最主要的是 叶宁也注意到了 李大复的天赋技能 全是和金钱有关 把钱丢给他 相信多少会增加点忠诚度 果不其然 看上去一脸猥琐的李大复 闻声一愣 转而震撼地看着叶宁 他当初见到叶宁就想跑 便是看到了叶宁的巨额财富 他虽然不知道 觉醒者实力怎么划分的 但肯定是钱越多越强 知道信用点的重要性下 看着叶宁真的转过他所有信用点后 他震惊之余竟有些感动 您 您这么相信我 这些 这些都给我来用 惊叫出声 李大复一蹦三尺高 看着自己身上的巨额财富 双眼不禁冒出金光 在副本内 他便是出了名的贪财鬼 是钱如命 面对这么一大笔财富 他只觉得自己仿佛要晕了过去 叶宁见状倾笑一声 果然有用 当然是给你的 不过买什么我来定 另外 我允许你交易成功后 留下5%的钱 就当是你的工资 面对李大复这种特性 叶宁自然知晓 怎么提升这家伙积极性 反正签了主仆契约 叶宁也不担心对方背叛自己 激动地点了点头 李大复如同财迷一般 扑向一地物资 幸福地打起滚来 主人 您是天下间最慷慨的主人 您放心 我一定会帮您守护好我 您的财富 第一 扑从李大复忠诚度上升 当前忠诚度61 叶宁 天风和镇江交界处 带着李大复 叶宁轻吐一口气 默默地看着不远处的副本入口 这里是曾经的热电厂 在末日后 也成为了一处中型副本 记忆中只要打通这个副本 至少能收获两件蓝装 高风险高收益 作为最低都要二阶进入的中型副本 这个副本 几乎都是精英觉醒者才敢挑战 第一 已接触副本区域 死亡工厂 难度B级 是否进入 是 第一 进入B级副本 死亡工厂 当前进入最低等级 二阶 匹配数量 七 十五 二十一 将李大复收入召唤空间后 伴随着熟悉的眩运感 短暂失神 叶宁便发觉自己出现在一间巨大的工厂之中 高达三层的金属顶棚内 管道横沉 轰鸣作响的机器声伴随着热腾腾的蒸气 整个工厂内闷热无比 快速环视一圈 二十人中 十九人和自己一样是二阶 但其中一名神色冷漠的女子 让叶宁有些看不透 和其他正在适应眩运感的众人不同 几乎和叶宁同时醒来的女人 正冷然扫视全场 能压制自己的感知 目光不可察觉的一宁 叶宁瞬间便意识到 这个被小队护卫起的女人 是三阶觉醒者 女人长相精致 约某二十七八 身穿全套暗红色皮甲下 身材凹凸有致 整个人好似血中的玫瑰 叶宁看了一眼周围护卫的六名觉醒者 身上统一的作战服 心中陡然升起一抹警惕 这伙人应当是出自一个势力 与此同时 扫视全场的那名三阶女子 也注意到了叶宁 原因无她 和她同时醒来的叶宁 在人群中确实显眼 漠然看向叶宁 注意到叶宁年轻的模样后 女人眼底闪过一抹一色 只是打亮了两眼后 也没多说什么 在她的感知中 叶宁的气息不过刚入二阶处击 身上甚至还挂着灵阶的标志 不带众人出声 系统提示瞬间传来 第一 当前副本为战争副本 无指定任务 在死亡工厂内 你们将依托工厂抵御丧尸 及变异体袭击 每存活一轮便可获得相应奖励 在每轮结束后 有60秒时间进行投票 退出副本 超过70%人同意后 可集体退出 或通关七轮后自动退出 120秒后 开启第一轮守卫战 请做好准备 信息结束 笼罩整个工厂的保护罩 也逐渐开始暗淡 随着任务即将开启 在场觉醒者中 不少人熟练地打量着临时同伴 几名二阶高级犹豫的 看了一眼红凯女子后 便准备自我介绍 各位 我是张灵 二阶高级 相信大家在进入副本前 都有所了解 所以我也不多废话 战场副本 需要团结一致 才能度过多轮 我原本还想着 自告奋勇 暂时成为队长 不过场上 似乎有位三阶觉醒者大人 说话间 男人谦和地看向红甲三阶 示意自己可以接受女人带队 实力代表一切 他也不打算抢这个位置 看向女人的目光中 更是带上一抹火热 虽然对方看起来很高 但火辣的身材 和精致的面容 配合上极强的实力 在他眼中 这名女子 简直就是完美的游物 当然 他也只敢想想 和他一般 在场众人也纷纷觉得自己运气好 刷个副本 还碰上了三阶带队 这次副本 怕是十拿九稳 然而 正当男人刚想奉承两句 再多说些什么时 神情冷漠的红甲女子 瞬间消失在原地 碰 骤然闪现 几乎快到拉出残影 在男人毫无反应下 这名三阶觉醒者 直接一击袭击 撞在男人小腹 眼球暴突 巨大的冲击力 瞬间让男人 如同虾米一般勾搂起来 啊 惨叫发出 下一秒却被卡在喉咙 碰 一脚踏下 暗红色的战靴插那间 便将男人的头颅 狠狠地踩在脚下 坚硬的水泥地面 也阴声碎裂 再动一下我就杀了你 这位三阶觉醒者 只是微微发力 仿佛下一秒 就要将脚下的觉醒者 脑袋踩碎 被踩在脚下 刚才还觉得庆幸的 二阶觉醒者 此时只觉得莫大的恐惧 充斥心灵 他说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对他动手 无法理解这位三阶 为什么要出手 全场觉醒者 无不惊害地倒退一步 下一秒 只见女人面无表情挥手 是一身后的下属动手 全部控制起来 谁敢反抗杀谁 刹那间 得到命令的六名 二阶觉醒者 仿佛演练过无数次一般 瞬间便将众人包围在气中 看着一众惊恐的双眼 女人这才一声轻笑 冷然开口 我们是血狼小队 这次任务由我带队 不过 你们的命已经属于我了 第六轮进攻结束后 所有人必须上缴所获奖励 听话 也许我可以 让你们活到最后 不然 碰 骤然发力 伴随着一声 如气球炸裂的声音响起 只见女人脚下的觉醒者 来不及发出任何惨叫 瞬间便被踩碎了脑子 鲜血和浑浊的脑浆 顿时流了一地 杀人立威 这女人只是为了震慑住其他人 便毫不犹豫 杀掉一名无辜的觉醒者后 全场二阶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血狼小队 你们是养殖队 人群中 一名二阶终极觉醒者 目光恐惧 惊骇地叫出声来 和他一般 不少回过神来的觉醒者 纷纷面色惨白 只觉得自己倒了血眉 养殖队 顾名思义 便是将其他觉醒者 当猪养的恶魔 这伙人通常会有一名 高阶觉醒者带队 组队进入各个副本 凭借着实力差距 他们在控制住 其他觉醒者后 便逼迫其余人 参加高难度任务 充当炮灰 而到了最后时刻 便会开启收割 强迫活下来的觉醒者 上交任务奖励 或者直接杀死 抢夺装备和信用点 在这种手段下 养殖队的收获异常夸张 往往一次副本 就能收获数倍的资源 如此循环 这些臭名昭著的养殖队 便能获得海量的资源 提升自身实力 目光恐惧 意识到眼前七人 便是养殖队后 众人纷纷心头惨然一笑 完了 他们彻底完了 按照血狼首领的意思 他们必须参加到第六轮 以他们的实力 怕是从第四轮 就会开始大量死人 这分明就是不给他们半点活路 本以为是运气好 碰上了三阶带队 哪曾想是掉进了陷阱 站在角落 叶宁心头也猛然一沉 他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参加的战场副本 居然就遇到了 最棘手的养殖队 如果说觉醒者 和变异体之间互为实物 那么养殖队 便是纯粹以人类为实 看着地上 已经死去的一名觉醒者 他只能在脑海中 飞快地思索着破局的方法 对方手法很熟练 上来就杀掉一人 分明是卡准了退出限制 就算现在所有人发起退出 那也满足不了退出条件 有点麻烦 爆出各自能力 我会分配战斗位置 好好配合 你们未必不能活 不在丝毫感情的命令下 血狼同龄 仿佛看着肉猪一般 看向全场 放过是不可能放过的 但这句话丢出去后 多少也能瓦解 剩余人反抗的心思 无人敢抗议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苦笑一声 虽然他们人数占优 但一名三阶 就足以秒掉他们 其中任何一人 也许队伍中的两名二阶巅峰 还有勉强对抗的能力 但这两人肯定也不敢 冒着死亡的风险出手 叹了口气 众人只得无奈接受现实 从左边开始 爆出自己的能力 江涛 二阶终极 力量戏 擅长进展 黄小波 二阶出击 敏捷戏 擅长远程攻击 彭飞 二阶巅峰 体制戏 擅长进展 轮番爆出 很快便轮到了最右边的叶宁 短暂的停顿中 女人微微转头看向叶宁 整个队伍中 除了两名二阶巅峰 还算能让他注意 剩下的便是叶宁了 迎着那审视的目光 叶宁不动声色的平静开口 叶宁 二阶出击 意志戏 擅长远程 随便报了个假名字 叶宁很清楚 这次他想破局 必须保存实力 报个远程戏 至少能保留体力 反正他天赋的确是精神戏 一手精神力 空物装一装远程 还是问题不大的 哦 原来是意志戏的废物 血狼头领吃笑一声后 便不再关注他 意志戏单向属性高 能提前醒来 也不奇怪 不过在战斗方面 那便是实打实的废物 与此同时 其他觉醒者 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叶宁 眼中闪过一丝怜悯 二阶的意志戏 稀有程度和大熊猫差不多 凭借着高于其他觉醒者的灵能储备 勉强能在后方充当火力压制 一般都是由军方少量培养 但在这种环境下 无人保护的叶宁 怕是第一批就会死 第一轮进攻开始 预计敌人数量 丧失星号1000 一阶变异体星号时 简易的工厂围墙上 被驱赶防御的18名觉醒者 无奈地各司其职 随着系统提示音结束 远处的厂房外围 瞬间涌出大鼓尸群 好 好 几头体型巨大的舔尸者 双爪抓地飞快爬来 而跟在后方的 则是挥舞着巨锤的屠夫怪 大地微微颤抖 众人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并不参加战斗的血狼小队 眼底闪过一抹悲愤 对方这架势 是打算保留实力到最后了 所有人全力出手 要是被我发现了 故意留存灵能 我会亲手捏碎他的骨头 站在众人身后 一名身穿作战服的血狼成员 力声威胁向众人 虽然同为人类幸存者 但在他眼中 这些人不过是用来消耗的炮灰 尤其是队伍中的两名二阶巅峰 在计划中必须耗空这两人全部灵能 防止意外 叹了口气 队伍中一名二阶巅峰觉醒者 自知对方的想法 来几个近战跟我配合 变异体要优先解决 不然近身后打乱阵型 我们会死得很快 人群中 九名近战系觉醒者 互相苦笑对视 只能跟着站出 虽然这次能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 但再不配合的话 他们怕是第四轮都冲不过 能多活一轮是一轮 战斗开始 在迟钝的二阶巅峰带领下 十人小队仿佛如尖锥一般 队冲向尸巢 直接朝着变异体杀去 与此同时 守卫在城墙上的远程觉醒者 也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 准备支援前方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 充当前锋的迟钝大汉 便怒吼一声 悍然冲向最近的舔尸者 杀 碰 随着最后一头舔尸者 被砸碎了大脑 第一轮进攻正式结束 几名近战系觉醒者 看了一眼身上沾染的烂肉 微微喘息 以他们的实力 对抗第一轮倒没什么难度 但接下来 可没那么好过了 不动声色 趁着进攻间隔 之前带头冲锋的二阶巅峰 走到另一名二阶身旁 微微摇头 留住技能 后面变异体要靠你们 低声叮嘱 随着轮次增加 后续的变异体实力 会迅速提高到二阶 甚至二阶巅峰 在同时面对尸群和变异体下 他作为近战系 将会很难处理 一旦被包围 没有快速击杀 他们这些近战系 便是第一个死的 同样的 变异体近身后 远程吸觉醒者 也很难抵抗 唯一的希望 便是指望剩下的远程觉醒者 集中火力 以最快速度 解放他们的战力 我知道 擦拭着自己的暗蓝色弓箭 被叮嘱的二阶青年 沉稳地点了点头 只是他目光扫向 和自己同为远程系的二阶时 心中暗叹了口气 六个敏捷系 同样用弓的 持续输出还算客观 两个半吊子 怕死的力量 系靠着自己技能 充当施法者 剩下几名用战矛的力量系 也算不上什么远程支援 整个队伍的火力支援 异常堪忧 尤其是 目光瞥向最右边的叶宁 在刚才的战斗中 叶宁甚至掏出了手弩射杀丧尸 这几乎是最低级的觉醒者 才会用的战斗方式 看得他直皱眉头 要不是想到 叶宁是意志系 他甚至都怀疑 对方是不是滑水 可以说 整个队伍里最废的 就是叶宁了 无事 甩了甩手上的血字 体质系大汉 同样看了一眼叶宁 低声回道 那小子应该有什么大威力技能 一直捏着 不然他没可能升到二阶 不过 他等级太低 估计也就勉强用了两次 两名二阶巅峰说完 便压抑着心中的悲观 互相点头后 便再次分开 第二轮战斗 很快就要开始了 急火 急火秒掉那头二阶 那头哀嚎女妖冲过来了 战场上 一头体型矮小 胸骨外翻的哀嚎女妖 正高速移动 直接绕过了几名近战拦截 直奔后方防线 声嘶力竭 叶宁身旁手持长矛的力量 细壮汉死死地盯着 高速冲来的女妖 手中的长矛 如同炮弹一般 飞快投出 不要让他靠近 那东西会喷射酸液 啊 刺耳尖笑 只见外翻胸骨的哀嚎女妖 不断发出刺耳的声波 一团团绿色的粘液 正在从胸腔处不断吐出 犹如硫酸一般 落在墙头的粘液 在接触的瞬间 便冒出一股白烟 将坚硬的墙砖腐蚀殆尽 不行 速度太快了 让那几个用功的出手 我投不中他 满头大汗 不断丢出长矛的壮汉 看着自己一次次落空的攻击 心中焦急万分 他不算是专职投掷的 纯粹是怕死相保留点实力 待在后方 面对速度慢的敌人还好 凭借着距离 能造成不错的威力 但面对速度极快的变异体 他的攻击根本跟不上 自己解决 我们这也有变异体 公如连珠 另一头的疾命二阶历声喊去 他们的压力 可比壮汉那边大多了 同时出现的四头 二阶六头一阶 逼得他们必须 两三人集中火力 先干掉一个 他妈的 他妈的 最后一发长矛落空后 壮汉脸色一片惨白 他虽然实力不差 远近双修 但和哀嚎女妖近身战斗下 免不了要受伤 一旦受伤 那后续便意味着死亡 急切之下 他看着还在点射丧尸的叶宁 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 能不能有点用 一个二阶 拿个破弩 你就是想害死老子 技能啊 你的技能快砸出去啊 轻轻爆起 壮汉仓促的手持战矛 一边怒斥向 在他眼中 简直就是废物的叶宁 下一秒 来不及再多说什么 只见冲到墙下的哀嚎女妖 如同蜘蛛一般 飞快地便攀爬上墙头 啊 奸笑刺破耳膜 仓促迎战的壮汉 只来得及刺出一击 下次后 便瞬间被女妖吞下长矛 白烟冒气 来不及躲开的壮汉惨叫一声 半张脸都被酸液腐蚀的坑坑洼洼 左边的眼球 更是在一阵刺痛中 直接化为浑浊的浓水 冲上来了 几处疯狂设计的觉醒者 注意到了这边的惨叫 几人心中大害 他们也没想到 迟矛觉醒者这么简单 就被突破了防线 如果再继续出事 他们也会被连累 吃痛之下 壮汉强忍痛苦 试图将长矛拔出 然而 在女妖距离咬合之下 她手中的长矛 竟一时拔不出来 完了 失神之下 壮汉心中一片死灰 她实力不过二阶出击 单人面对同阶变异体下 几乎不可能有生存的希望 正当一旁的众人 急切地想冲来支援时 一道荧光犹如闪电一般 瞬间贯穿了女妖头颅 扑痴 龙黑色的污血 随着匕首带出长长的血线 下一秒 被一击毙命的哀嚎女妖 缓缓松开裂开的血嘴 如同残破的娃娃一般掉了下去 劫后余生 壮汉抽回自己的武器后 谨慎的右眼 下意识看向荧光出现的方向 只见被她当作累赘的叶宁身旁 一枚手掌长的匕首 正在物资悬浮 是 这小子救了自己 不可置信 看着那如同鱿鱼般 再次击射出去的匕首 壮汉者才意识到 的确是叶宁操控着武器救下了她 谢 谢 原是她 结结巴巴 壮汉干咽一口口水后 震惊道谢 这是什么能力 为什么能虚空空物 刚才那荧光的击射速度 着实把她惊了一大跳 与此同时 原本打算强行支援过来的几人 也惊讶地看着叶宁 一击秒杀二接 这种实力 放在二接触击身上 未免也太夸张了点吧 看着叶宁不断操控着匕首翻飞击杀 几人心中满是震惊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看上去是战力最弱的意志系叶宁 真实战力竟然如此之强 不用谢 嘴巴干净点就行 轻声回去 叶宁也没有理会 壮汉尴尬中带着敬畏的模样 她本来打算在隐藏技能到后面的 但在被养殖队提升副本难度 又不出手的情况下 眼前的局面比她预想中更难 她如果再不出出手 战线绝对会出问题 现在的局面就像纸碗一般 破了一个洞 只会越来越大 一旦前几轮就死伤惨重 她根本就拖不到最佳出手机会 一口气秒掉那名三接和怪物 见流风暴覆盖范围再大 也必须找到合适的时机 目光警惕 底牌已经暴露出一张 叶宁只能赌自己的能力 不会引起血狼小队的杀意 不然 她只能强行出手 秒掉那个女人了 禁忌见计冷却时间太长 一旦先对血狼出手 后续副本根本没法完成 如此情况下 叶宁实在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 有点意思 不远处 威慑着众人的血狼头领 饶有兴趣地看着叶宁背影 娇好的脸蛋上 露出一抹玩味般的笑意 她本以为叶宁刚才就会死 但没想到 居然爆发出了如此实力 不过 虚空空物吗 看上去 应该是比较罕见的技能 威力和速度都还算不错 比起丢完技能 只能沦为废人的普通意志系 叶宁这种持续输出的手段 显然要强上许多 难怪一个意志系感 单独参加副本 只是 女人在轻笑一声后 也不太在意 一个二阶 技能就算再特殊 也就那样 身体素质差距巨大下 她随手一击 就能秒掉叶宁 盯着那小子 有什么异动 随时和我报告 随口命令向下属 女人便将注意力 重新放在两名二阶巅峰身上 对于养殖队来说 他们只需要让其他觉醒者 为自己拼死战斗 副本的压力 自然会大大减小 保留实力下 通关这次副本 也不是什么难事 唯一的风险就在于 这些人临死前的反击 比起叶宁的表现 她更在意 两名二阶巅峰 毕竟 这是全场唯一有一丝希望 威胁到她的人 B 第三轮进攻开始 请做好准备 连续重锤 高举双手 盾牌背在身后 作为队伍中 唯一一名二阶巅峰的 近战觉醒者 中年人面色刚毅 浑身如同沐浴 在金刚之中 连续轰碎了 最近的两头恐狼 面对如潮水般 用来的怪物群 她不得不再次反身轰击 蕴含着距离的左拳 高高下压 在砸断了 另一头近身的 便衣腰部后 她也忍不住 大口喘息起来 长时间的连续战斗 哪怕以她的实力 也快吃不消了 宋刚队长 右边 小心 咚咚咚 咚 大地轻颤 尸群中一头巨珠 嘶鸣着 才死了几头丧尸 如同重卡一般 跌跌撞撞的冲向人群 跟随在二阶巅峰的 宋刚身后 几名近战系 觉醒者一声高喊 极力想阻拦 快速冲来的巨型蜘蛛 宋刚是他们的尖锥 一旦这名中年人受伤倒下 整个队伍都要完蛋 队伍最右侧 一名双持短斧的壮汉怒吼一声 他刚想迎敌冲上前去 然而伴随着一声肉体穿刺声 一根硕大的猪爪 瞬间从他背后出现 沿着头顶扎入其中 浑身颤抖 怒睁的双眼 陡然失去了身材 如同被窜起的肉棍一般 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巨爪 抖了两下 便将他的尸体甩在一旁 黄言 另一个方向还有怪物 只见不知何时 在众人身后的地面上 一个巨大的深坑被挖掘出来 而那偷袭的巨猪 便是从深坑中钻出来的 面对同伴瞬间被偷袭惨死 队伍中惊声大喊 不少人猛然红了眼眶 虽然接触时间不长 但在连续几轮的拼死配合下 早已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战友 只是眼下的情况来不及悲伤 众人看着交替冲来的两头巨猪 一时间心不禁凉了半截 现在是第五轮 九名近战戏就剩他们四个人了 再出现伤亡 他们怕是在第六轮就会全军覆没 听到背后的喊声 名叫宋刚的壮汉墙提起一口气 指得先行回房 一头撞向正欲再次凿击巨猪脚下 随着一阵刺耳的叮当声响起 城墙上几名远程觉醒者 正拼命地拉动弓弦 蕴含着灵灯的箭矢 如连猪一般射了过来 打得巨猪一阵摇晃 但远远不够 看着已经冲入人群中的另一头巨猪 中年人面容苦涩 只恨自己无分身之力 他虽然是二阶巅峰 可却是体制系的 以往战斗都是负责吸引怪物火力 正面搏杀的能力实在有限 撑不过去了吗 这轮结束他能活 可身后这几名近战戏 怕是还要再死人 城墙上 几名捏着技能的远程系觉醒者 一脸惨白 连续五轮战斗 再怎么节省技能也不够用 他们体内的零能只够释放一次技能了 原定计划中最后的技能那可是要撑到第六轮的 甚至 愤愤地看了一眼身后时刻盯着他们的养殖队 几人心中只有憋屈和无力 这群混蛋当真是一点活络都不给他们 副本难度是按全员等级计算的 如果这七人出手 他们何至于打得这么艰难 第六轮 不 这群畜生根本就是打算第五轮就开始收割 不给他们半点反抗的余地 防线后方 血狼副队长吃笑一声看着犹豫的众人 想留技能 真以为会让你们保留实力吗 说话间 他目光看向不断拉弓的另一名二阶巅峰 在他的评估计算下 剩余的觉醒者中 也就这名青年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了 虽然有三阶坐镇 但习惯了无伤通关的他们 自然不愿意在对方拼死下冒着检员的风险 盯着他 他应该还有两次出手的机会 逼他全部交出来 面无感情 站在最后方的红凯女子 神情淡漠地下令吩咐 他根本无所谓 剩下的人能不能撑到第六轮 现在都保留着巅峰战力 刷完第六轮 直接撤退就行 反正人死到最后 他一句话就能退出副本 第七轮压根就不打算刷过去 长惯了无风险 收割觉醒者的甜头 他自然不在意通关奖励 啊 啊 七历地惨叫中 一头不知何时 从地下钻出的巨型蜘蛛 突然冲出 漫天飞时中 头部猙獰的口气 直接一口吞下了城墙上 投掷长矛的一名二阶 伴随着骨骼爆裂声 不过几口便将这名觉醒者 吞进肚中 感受着这头二阶 终极的虫子气息 城墙上顿时一片混乱 他们在过去的几轮中 也减缘了不少人 作为远程的他们 一旦被禁身 死亡速度 只会比那群近战戏还快 墙头另一端 原本还在迟疑的 二阶巅峰目光一宁 只得无奈地聚集起 浑身的灵能 不行了 前线两头 后面一头 他再按原计划保留技能 怕是打到最后 就剩下他和那名中年人 只是在发动技能后 他挣扎片刻 还是优先射向远处的蜘蛛 冰封剑 伴随着一股寒意出现 一道冰属性箭矢 迅速滑波空气 在留下一道冰渣般的轨迹后 瞬间在巨猪身上炸碎 咔嚓咔嚓 极度的冰寒 迅速蔓延巨猪全身 不过眨眼间 便将这头怪物 动成了硕大的冰块 在帮中年人 解决掉一头变一体 解放他站立后 整个前线小队 顿时爆出一阵欢呼 然而后方的城墙上 却又在这时 传来一声惨叫 只见体长七八米的巨大长冲 已经压到了城墙之上 肥瘦的身躯 如同碾压机一般 将身下的一名觉醒者 碾成了碎末 隐藏在巨口上方的细小覆眼 此时充斥着嗜血贪婪 急火 急火 干掉他 反身抽剑 解决掉巨猪的二阶巅峰 顾不得喘息片刻 他急声高喊 试图组织起众人反击 手中的箭矢 如泼水一般飞快射出 打得这头变异体身上 连连爆出绿色的鲜血 然而 在近距离躲避下 整个城墙上的远程戏 根本腾不出手 不少人更是惊恐地拼命狂奔 一头二阶终极 不动用底牌技能下 他们不攻击个几十秒 根本杀不掉 随着众人的混乱 被彻底激怒的蜈蚣 黄暴地扭动身躯 一口再次吞掉 最近的觉醒者后 狭小的双眼 瞬间注意到了 他身下一旁的叶宁 杀 小子 躲开 挣扎片刻 手持弓箭的二阶巅峰 极力张弓 虽然叶宁不过二阶出击 全场实力算得上倒数 但在刚才的几轮防守中 那一手虚空控制匕首的技能 起了很大作用 比起其他远程戏 叶宁的表现 无疑算是优秀的 尤其是 比起消耗体力作战的觉醒者 拥有充沛灵能的叶宁 显然持续 战斗力更强 能保下叶宁进入第六轮 说不定还有奇效 然而 除了这名二阶巅峰 尝试着救下叶宁 其余人慌张之中 只顾得拼命远离怪物 生死关头 他们已经顾不得考虑后面了 羞羞羞 随着连续几声破空响起 被射得皮肉冻穿的蜈蜈 再次暴怒几分 细小的副眼不断寻找 吃痛之下 他索性狂暴地在城墙上撵来撵去 试图撵死自己身下灵活的小虫 解决不掉 心急如焚 石弓的二阶巅峰一片心骄 他不动用技能光凭普通攻击 短时间内根本解决不掉这个怪物 眼看着叶宁在蜈蜈身下 狼狈地来回躲避 他神色中猛然闪过一抹挣扎 最后一次技能 要不要用 谢 蜈蜈眼见自己始终撵不死身下的叶宁 狂怒之中 索性高高抬起身躯 如同大山一般整个压下 哄 随时飞剑 严陈四起 本就被摧残不堪的城墙瞬间垮塌 死了 瞳孔一缩 那名二阶巅峰苦涩一笑 手中的弓箭也不仅慢了两分 终究是自己太犹豫了 但没办法 还有第六轮载 甚至 他并不打算甘心成为戴宰的羔羊 下一秒 正当众人都以为叶宁被活活压死后 一道闪耀着电光的身影 犹如鬼魅一般 迅速攀上了蜈蚣身躯 那是 那小子 不带众人诧异 只见速度拉出残隐的叶宁 犹如肤骨一般 不断上冲 不过一个呼吸间 便冲到了蜈蚣复眼处 速度之快 就连这头边一体 也来不及反应 下一秒 只见快速飞行的匕首猛然加速 在瞄准复眼后 高速旋转的匕首 如同钻头一般 直接钻入眼球 扑吃 伴随着令人牙酸的眼球爆裂声 隐藏在皮皱中的脆弱敷眼 瞬间被戳破 深吸一口气 叶宁骤然动用全部精神力 一口气操控着匕首 不断钻了进去 给我破 在便衣蜈蚣庞大的躯体下 狭长的匕首 就好似精准的手术刀 直奔他的大脑中枢 吃痛摇晃 思鸣 几秒后 不断试图将叶宁摇下去的巨型蜈蜈 猛然一致 随着不可察觉的风鸣声响起后 那庞大的身躯 轰然一声杂落在地 哄 带着星红的匕首 缓缓从爆裂的覆眼处 缓缓飞出 带出粘稠的脑浆 刹那间 仓皇逃跑的众人猛然一惊 愣愣地看着 从虫尸上跳下的叶宁 居然 杀了 拉弓的右手一停 就连刚才还在叹戏的青年 此时也有些吃惊的微微张嘴 二阶出击 杀二阶终极 还是长时间战斗后 叶宁的表现 实在刷新了他的认知 要知道 哪怕觉醒者中 战斗力最强的近战戏 通常也只能在多人围攻下 干掉童阶 越阶击杀这种事 几乎只存在于 拥有超强天赋者身上 而叶宁不但越阶击杀 本身更是意志系觉醒者 两者相加 带给他们的震惊 实在太大 之前杀掉哀好女妖 也许算是有人吸引火力 凑巧击杀 但这次 可是实打实的单人击杀 防线后 血狼小队中的女人 此时也有些惊异地 看了一眼跳下的叶宁 有点意思 蓝色装备 特殊技能 看样子 倒像是某个大势力培养出来的 凭借着极强的观察力 女人一眼就看到了 叶宁脚下的战靴 至少是蓝色等级 挥了挥手招来下属 她的眼中 闪过一抹浓厚的兴趣 第六轮结束时 不用杀死她 捏碎她手脚就行 这小子 应该是头肥羊 是 脸上带着一道刀疤的血狼副队长 心领神会的恭敬映下 眼底闪过一抹残忍 对待这种单人参加副本的肥羊 他们太有经验了 第五轮结束 第六轮即将开始 请所有觉醒者做好准备 浑身浴血 战斗结束后 只剩下四人的近战小队 疲惫不堪地返回防线 其中一名被变异体 刺掉了右腿的青年 目光中更是一片死灰 她虽然被宋刚救下了 但下轮也迟早是死 不甘怨恨中 她死死地盯着血狼小队中的女人 牙齿咬得搁吱作响 每一名二阶觉醒者 都是从无数幸存者中 脱颖而出的天才 不是毕级以上天赋 根本走不到这一步 她本来有着大好前程 还想着 这次副本结束后 多赚取些信用点 让家人过得更好 但哪曾想 却碰到这样一批人面兽心的恶魔 明明同为人类 其他觉醒者正在对抗末日 而这群人类中的残渣 却以他们为实 看什么看 再看我挖掉你的眼球 防线后 几名血狼小队成员残忍一笑 不少人有些愉悦地舔着嘴 习惯了虐杀同类下 他们甚至有些可惜 这群觉醒者中 没有几个漂亮的女性 不然 一边逼着这群人为自己拼死 一边享受着美妙的哀嚎 那种掌控他人生死的快感 实在太美妙了 不顾一众不加掩饰的敌意 血狼副队长轻笑一声吼 便走到众人身前 第六轮开始后 你们可以把这废物丢出去当诱饵 说不定还能少死点人 不用这么仇恨地看着我们 第六轮的时候 我们也会出手 只要你们能活下来 上交完奖励后 我们自然会放你们走 男人转头看向叶宁 叶灵是吧 小子 你要是能活下来 得交完你脚上的装备才能走 说吧 男人转身离去 看着血狼副队长走远的身影 在场觉醒者沉默中低声开口 他们说会放我们走 真的假的 不知道 但特意提到了交出装备 感觉不太像真的会杀掉我们 不然没必要多嘴这一句 怀揣着侥幸 不少觉醒者在刚才的那番话下 眼中竟生起了一抹希望 对方要求虽然过分 但要了装备 是不是反倒说明 不会杀了他们 队伍中 两名二阶巅峰不可察觉地 互相对视一眼 看着脸上生起希望的众人 不禁各自暗叹口气 放了他们 这番话 分明是故意骗他们的 为的就是减少他们反抗的心思 比起这些出入二阶的觉醒者 他们太了解养殖队的作风了 这群人渣 不把他们敲骨吸水 就算好的了 没有理会神色缓和谐的众人 两人不动声色的小心 比出一个手势 暗中交流 和他们预想的一般 养殖者小队会在第六轮出手 只要这群杂碎加入了战斗 他们就还有希望趁机一搏 这是最后的希望 队伍最边缘 燕宁无声地看着宋刚 也对自己比出的手势 心中暗自摇头 他都能猜到 这两位二阶巅峰 打算在第六轮搏命 血狼小队怎么可能想不到 指望第六轮翻盘 希望太渺茫了 真正的机会 在第七轮 那头三阶变异体出现后 第六轮即将开始 注意 第六轮结束后将进入最终环节 听着冰冷的系统提示 最后十六名觉醒者分成两对 紧张地看向地平线 满地碎支 在击杀了大量变异体和丧尸下 墙外的尸体几乎堆成了小山 滑溺的污血汇聚成水蛙 空气中都充满了腥臭的血腥气息 灵腾 想活就老老实实出手 不要想着反抗 说了答应第六轮放你们走 我们自然会遵守承诺 留守在二阶巅峰的持工青年身旁 血狼小队中 一名二阶终极觉醒者轻笑一声 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 死亡工厂副本 他们上次在没队长的情况下 只打到了第五轮 这次队长带队 第六轮 他们自然是打算通过的 能安抚这群好才听话下 他自然不会吝啬口舌 我知道 语气低沉 被称为灵腾的青年 深吸一口气 似乎真的信了对方的话 和后方一样 站在宋刚身后的血狼成员 也语气缓和地劝说起来 习惯了 让别的觉醒者打声打死 他们擅长对付觉醒者 可不擅长对付怪物 宋刚 我们老大说了 你在结束后交出奖励就行 你身上的盾牌呢 我们也不拿走 待会怪物进攻 我劝你还是卖点力 不然 我们几个要是有什么事 我们老大可不会那么好说话的 沉默点头 宋刚听着血狼小队的威胁 只是默默地将盾牌取出 他知道这几人怕死得很 至于几人的劝说 他只当放屁 养殖队会那么好心 那那个女人 就不可能成为三剑 那一身的装备 全是觉醒者的鲜血堆成的 城墙上 燕宁也不动声色地 看着守在自己身旁的 一名二阶终极 不出意外 第六轮战斗后 除了血狼小队 能活下来的 不会超过四个人 甚至若是宋刚他们出手反抗了 估计能活下来的 也许只有他一个 他不打算配合两名二阶巅峰出手 在不把局势彻底搅混之前 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尤其是 燕宁知道这个副本的隐藏选项 几秒后 在众人极度紧张的目光中 一头头变一体 瞬间刷新 出现在地平线边缘 两头二阶巅峰 三头高级 准备迎战 被胁迫着上前 最后几名近战戏觉醒者 深吸一口气 只得纷纷握紧手中的武器 站在城外防线 身穿血色铠甲的女人淡然出声 我来解决其中一头二阶巅峰 剩下你们自己解决 话音落下 只见他瞬间冲出 整个人如同一道红色的残影一般 骤然袭杀像一头巨型变异体 哄 一拳悍然砸出 在绽放着红光加持下 最先出手的血狼队长 一拳便贯穿了变异体腹部 随着吃痛怒吼 有着双头的巨型变异体 暴怒之下 便挥舞着手中的铁锈战刀 当头劈下 速度快 力量高 加速技能 爆发技能 城墙上 燕宁飞快地评估着血狼队长实力 不得不说 这女人在堪称豪华的装备加持下 一身战力 比自己之前碰到的那名三阶还强 紧拼着高速出挥出的双拳 便打得巅峰变异体 节节败退 拳风凌冽 每当周围有变异体围攻过来时 便被他灵活躲过 偶尔被击中后 身上便冒起一阵红光 强行抗下 利敏双戏 还有至少一个B级的防御技能 三阶 他间隙洪流 若是没直接命中这个女人 说不定还秒不掉对方 而且这女人 九成九的可能性 绝对还隐藏了底牌 战斗激烈 比起前几轮的战斗 这一次刚毅交战 最前方的几名近战戏中 瞬间便传来两声惨叫 只见在一头如狼人般的变异体攻击下 一名二阶终极觉醒者 瞬间被扯出了肠子 哀嚎中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肠子被整个拉了出来 碰 斜身撞击 低腐在盾牌后的宋刚 面色难看 不过几秒的时间里 除了血狼小队 其他人纷纷身上挂伤 两人惨死 本打算到了最后阶段反击 但现在看来 根本拖不到那个时候 看着和巅峰变异体 游刃有余战斗的红颖 他心中猛然一狠 三十秒 最多三十秒后 自己和灵腾就要想办法出手了 只要能激活重伤这名三阶 他们才有机会逃出副本 等 等那女人解决掉 那头变异体 如同心有灵犀一般 城墙上的灵腾 也疯狂地帮中年人 狙击起另一头二阶巅峰 其他人的死活 两人再也顾及不上 血狼头领肯定不会舍得击杀权 等解决掉第一头二阶巅峰后 那个女人必然会来 抢这头双刀冠 三方夹击下 他们未必没有机会 惨叫连连 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 原本轻松对待的血狼小队 此时也只能全力出手 再也顾不得看管他人 有队长在 他们也不担心这群废物敢反抗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 觉醒者便和变异体混站在一起 到处都是灵能爆发的光芒 碰 最后一拳 微微喘息 一拳砸烂掉二阶变异体的头颅后 浑身沐血的血狼队长 神色平静地从尸体上跳下 凭借着超强的战斗力 他只动用了30%的灵能 就干掉了这头怪物 看了一眼 似乎想蓄力击杀另一头变异体的灵腾 女人不禁冷笑一声 他连人都没打算放过 怎么可能让出击杀评价 毫不犹豫 只见刚结束战斗的他 瞬间冲刺到双刀怪身前 红凯覆盖的足尖 如刀锋一般一击踢去 你扛着怪物 我来干掉他 一声命令下去 迟钝的宋刚假意答应 身上瞬间便冒出青色光芒 撞向变异体 与此同时 远在城墙上的灵腾眼中 瞬间闪过一抹利色 就是现在 破冰 灵能疯狂调动 随着数倍强于之前的风雪 凝聚在弓箭上 灵腾拼命叙力 假装瞄准向变异体 而感知到灵腾叙力的宋刚 此时也猛然倾斜角度 只待一箭射出后 便同时攻向血狼队长 相信在三方夹击下 这女人再强 也不可能挡得住 城墙末端 操控着匕首不断穿梭的叶宁 暗叹口气 看着搭建叙力的灵腾 他眼中闪过一抹可惜 他知道这两人也是逼到绝路 只有这一次出手的机会 但 很显然 在这么明显的攻击下 血狼队长绝对做好了准备 破冰箭 盾斜 完美配合 再注意到血狼队长 被双刀劈中的瞬间 原本吸引仇恨的宋刚 猛然撞向女人 手中的盾牌 爆出一团耀眼的清光 在动用底牌技能下 他有信心控制住对方一秒 控制之下三重夹击 再强的觉醒者 也会被伤害瞬间灌死 剑身破空 原本射向变异体的破冰箭 那间被同时攻击的血狼队长 仿佛陷入了绝路 然而只听了一声细血的轻笑 原本仓促挡住双刀的血狼队长 猛然看向宋刚 嘲讽开口 白痴 你们以为我真没准备 下一秒 在宋刚惊骇的目光中 一股血色瞬间在两人之间爆发 如同疑心幻影一般 他竟直接和血狼队长互换了位置 城墙上 夜宁目光一宁 替杀 瞬间移动技能 还好他足够警惕 没有出手 不然在这一手调换位置下 剑锡洪流 怕是也会落空 电光火时间 随着宋刚被调换了位置 那凝聚着灵藤全力一击的箭矢 也瞬间在中年人和变异体之间炸开 哄 冰爆声响起 在变异体痛呼中 来不及防御的中年人 刹那间便被炸碎了右手 整个人吐血到飞出去 若不是 他属于生存力极强的体质系 怕是在这爆炸下 瞬间便会被炸死 没有在意重伤的宋刚 女人冷笑一声后 便瞬间冲向变异体头顶 一双修长的细腿 如刀锋一般 直接扫断了变异体头颅 鲜血喷剑中 她再次转身 看向绝望的灵藤 浪费我两次技能 你们也算是不错了 咻 如法炮制 在一道近乎因素的残影下 她又再次冲到灵藤身前 碰 伴随着灵藤的惨叫 女人直接徒手捏碎了她的右手 一击重重的袭击 瞬间便将灵藤废掉 彻底失去战斗力 短短几个呼吸间 战斗结束 在场觉醒者 无不惊恐地看着血狼队长 心底一片死灰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两名二阶巅峰的拼死反击 就这么轻松被化解 不带众人回神 废掉灵藤的血狼队长 还看全场全场 淡然出声 杀掉他们 废了那小子 刹那间 只见众人身旁的血狼成员宁笑一声 直接动用技能 杀向剩余的觉醒者 叶宁身旁 接到命令的二阶终极 也残忍一笑 毫不犹豫 便重击向叶宁小腹 碰 吃痛倒地 叶宁眼底闪过一抹冷意 他也意识到了 养殖队打算收割 凭借着高额体质 硬吃下一击后 他干脆假装重伤 扑的一口吐出鲜血倒地 出手的觉醒者看了一眼 气息瞬间虚弱下去的叶宁 也没有在意 只是将手中的刀锋架在他脖子上 也不怀疑 一名体质戏 承受自己一击重伤 再正常不过了 十几秒后 第六轮进攻彻底结束 看着局面被彻底控制住下 血狼队长神色漠然地 俯瞰向身下的灵腾 自己交出信用点 第七轮 我们也不打算继续 交出后 我就放你走 说话间 他直接一脚踩在灵腾胸口 微微发力 吃痛之下 灵腾惨笑一声 去你妈的 狗砸碎 你以为 我还会信你 呸 一口带着血沫吐出 他死死地盯着女人双眼 我死了 也不会放过你 哦 是吗 血狼队长笑了笑 好看的脸蛋上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这是这笑容落在灵腾眼中 好似恶魔一般 收拾战场 把他们的装备都扒下来 我们准备走 说话间 他温柔地抓起灵腾左手 然后猛然发力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交出来 随着手骨被寸寸捏断 灵腾面色疯狂地大声咒骂 没有在意 女人熟练地踩向她的腿骨 继续折磨起对方 叶宁身旁 那名二阶终极觉醒者 兴奋地露出笑容 又是一个骨头硬的 有好戏看了 转过头 小子 自己交出装备 不然 老子有的是办法折磨你 躺在地上 叶宁脸色苍白地看着 已经聚到一起 准备进入虐杀环节的血狼小队 心中微微一定 差不多了 看着系统提示中不断闪动 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提示 他眼中猛然闪过一抹冷意 机会 就是现在 下一秒 叶宁直接向系统发起申请 提升至最高难度 直接进入下一轮 极少有人知道 第七轮任务 只要申请最高难度 哪怕只有一个人确定 副本就会继续 随着确认成功 刹那间 一声冰冷的系统提示响彻全场 第一 有觉醒者确认进入下阶段 第七轮进攻即将开启 当前难度 最高 瞳孔骤然收缩 原本还饶有兴趣 折磨起众人的血狼头目 此时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他们根本没打算进入第七轮 在传言中嘛 第七轮的怪物 可是三接变一体 为什么会进入下来一轮 不是要七成通过才行 今生厉害 从未出现过如此局面 整个血狼小队慌乱中 只觉得心底一片发寒 他们习惯了哄骗觉醒者 交出装备 假装不杀 在大部分情况下 根本就不会有人 跟他们拼命到底 毕竟不到死前 谁不想活 尤其是 他们早就 计算好了副本条件 只要他们不继续 按理说 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不带众人做出任何反应 只见一道恐怖的气息 瞬间从工厂中爆发而出 哄 刹那间 随着地下轰然大响 一头如同沙虫一般的 巨型变异体 直接从地面钻出 一口吞向 灵能最强的血狼队长 浑身汗毛直立 仓促闪开的女人脸上 满是巨异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突然钻出的沙虫 眼中满是绝望 这头虫子 竟是三接终极 为什么会开启最高难度 到底是谁干的 地面上 被拖来维尔还活着的 宋刚口吐鲜血 原本死灰的双眼中 仿佛有了光彩 看着惊慌失措 极力躲避的血狼头领 他竟感到一股痛快 来得好 砸 碎 一起去 死吧 拼尽全力 口中血沫喷溅 虽然当三接变异体 出现的那一刻 他也必死无疑 但能看着有这群畜生陪葬 他心中无比感激起 开启第七轮的那人 来不及怒斥过去 被沙虫气息锁定的血狼队长 此时气得浑身颤抖 他从没想过 一次简单的劣势行动 会阴沟里翻船 哪怕他装备 再豪华 实力再强 但面对等级差距下 他也没有半点战胜怪物的可能 三接之后 每一级的实力差距之巨大 如同天赞 是你 目光怨毒 血狼队长在仓促避过沙虫的巨口后 暴怒之下 他打算先杀了宋刚 愤怒到失去理智 好看的脸蛋上一阵扭曲 错骨扬灰 都不解他心头之恨 然而前冲的身形 刚刚跨出半步 被沙虫锁定的他 瞬间就感到一阵危险 仓促之下 只得再次躲开怪物的扑击 哄 哄 哄 不同于那庞大的躯体 从地下钻出的三接沙虫 速度快如闪电 每一次扑击都突破了音速 犹如天降重锤一般 将地面钻穿 面露畅快 被拖来阳躺在地上的中年人 放声大笑 浑然不在意自己身上被牵引的伤势 血狼队长认为是他搞的鬼 无所谓了 他现在只想看着这群杂碎 被沙虫活活吃掉 唯 还能不能动 正当宋刚如同欣赏一般 死死盯着苍皇躲避的众人 一声清澈的少年音 突然在他耳边响起 谁 谁在说话 怎么有些熟悉 下一秒 他吃力转头 只见被重伤的叶宁 此时竟好似没事人一般 神情平静地提着一颗人头 能动的话 赶紧跑远点 没有啰嗦什么 燕宁在好心叮嘱一句后 随手便将手上的人头丢到一旁 在沙虫出现的瞬间 他便趁着血狼队员分神 直接斩下了对方的脑袋 看着狼狈躲避的血狼头领 他嘴角不禁泛起一抹轻笑 果然和他判断中一样 高阶变异体会优先追杀灵能最强的觉醒者 没有丝毫犹豫 燕宁说完便冲向一旁 准备发动技能 速度全开 身形如灵活的鬼影一般 三两步便冲上工厂顶端 从高处轰击地面 造成的覆盖效果 才是最好的 看着围在沙虫外围 犹豫不敢上前的血狼小队 燕宁目光飞速锁定 计算着最佳出手时间 几个呼吸后 捕捉到失误被沙虫砸中的血狼队长 他深吸一口气 直接以对方为中心 悍然发动剑技 只有 一次机会 不过 足够了 减流风暴 刹那间 灵能调动 一股浩然无比的恐怖威势 自空中出现 随着狂暴的灵能 不断压缩汇聚 一柄柄无形的剑锡 瞬间凝聚成形 密密麻麻 多达上千道的剑雨 犹如导弹一般 倾泻下涌 地面上 正吃力躲避的血狼队长 刚挖的一口吐出鲜血 还未等他回神 便瞬间感知到 一股可怕的气息 在自己头顶急速蔓延 来不及思考 他仓促抬头 刹那间 瞳孔中便倒映出森然剑雨 瞳孔骤然收缩 那领略的剑锡 尽刺得他双眼生疼 那是 什么 从未见过如此声势浩大的场面 在他感知中 那每一道剑锡中 都蕴含着极强的破坏力 看见雨落下的方向 赫然就是自己 是谁 极致的死亡威胁下 他竟感觉出 这股剑流的危险 比沙虫还大 面色惊惧 震撼 和他一般 有着低智能的三阶沙虫 此时也停下了追杀 生物的本能下 他竟感到一丝恐惧 SAA 仰头嘶吼 在他混沌的意识中 这股剑锡洪流 已经威胁到了他的生命 灵能催动到极限 意识到不躲开 一定会死下 血狼队长脸上满是疯狂 极力想拉开距离 然而 在浪费了两次位移技能下 他此时竟绝望地发现 自己根本跑不出覆盖范围 太大了 范围太大了 是谁 究竟是谁 这种级别的攻击 绝对在三阶以上 整个副本里 只来得及冲出十余米下 那恐怖的剑流风暴 已经如轰炸一般 骤然降临在他头顶 阴影头下 刹那间 耀眼的灵光 如同最灿烈的焰火 顷刻间便吞噬了最高的沙虫 如冰雪消融 在短暂的丝鸣惨叫中 沙虫庞大的身躯 瞬间被剑流吞没 团团血雾 仿佛挤压般爆开 下起细腻的血雨 余微不止 后续轰击的剑流 毫无阻碍地吞噬掉沙虫后 继续轰向地面 轰轰轰 轰 仿佛万炮齐发 在剑流接触地面的刹那间 一道道强烈的冲击波 瞬间扩散 从高空看去 就好似投下极数炸弹 大的顿时被炸出 大小不一的深坑 天崩地裂 惨叫声淹没在轰鸣的间隙中 十秒钟后 夜宁轻呼一口气 平静地看向 被移成废墟的广场 一个深达三十米的巨大深坑 正缓缓冒出高温烧后的清烟 所有血狼成员 都在他覆盖打击下 化作灰烬 死得不能再死 就连体型巨大的沙虫 此时也化作了一地碎末 只剩几块胶臭的肉块 躺在深坑 效果还是这么的变态 看着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怕景象 夜宁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意 与此同时 系统代表第七轮通过的提示音 也瞬间响起 深坑不远处 在夜宁提醒下爬开的宋刚 狮神震撼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看着距离自己脚边不足一米的剑痕 他心中一阵后怕 要不是在夜宁展开技能的第一瞬间 他便拼尽吃奶的力气 爬开 在这等恐怖的攻击下 他怕是也会变成一一绿白烟 尸体都留不下来 你 您 您是三接 结结巴巴 宋刚惊恐看着夜宁跳下的背影 一时间 他只觉得自己三观好似被颠覆 那刚才的攻击 他可是亲眼看到夜宁亲手召唤出来的 如此恐怖的威力 怕是连三接都不止 终极乃至高级都有可能 一击秒掉三接杀虫 和一名三接觉醒者 这种可怕的手段 他想都不敢想 一个超级强者 伪装成二接混入他们 没有在意被震撼到的宋刚 正打算收拾战场捡装备的夜宁 突然眉头一皱 腰间的匕首瞬间击事而出 在他感知中 深坑之中竟还有人活着 虽然很微弱 浮空控制起树根铁条 夜宁极为谨慎的俯身看向深坑 下一秒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恶然 只见深坑最深处 被一团团烂肉压住的血狼队长 竟不断地吐着鲜血 怨毒地看着他 居然这都没死 感知着女人那微弱 近乎冰死的气息 夜宁毫不犹豫 便操控起匕首和钢条 直接穿刺向对方投入 管他那么多 先补刀再说 风声呼啸 被精神力操控的匕首和铁条 瞬间以三角之势 狠狠地刺向女人眉心 然而伴随着几声清脆的碰撞声 一道西伯的血色护照 瞬间出现在女人体表 防御性技能 道具还是什么 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夜宁看着那西伯 但却坚毅的护照 一时间心中不禁微微一领 看样子 女人作为养殖队队长 底派的确够多啊 原来 是你 口中不断吐出鲜血 血狼队长怨毒的目光中 满是恨意 呵 呵 你光凭这个 杀不掉我的 如果不是这件A级 一次性消耗道具保住了他 他的下场 也只会和其他成员一般 连尸体都留不下 但饶是如此 足以秒杀三阶 终极的恐怖威能下 他浑身的骨骼都被震碎 整个人陷入了冰死状态 没有废话 夜宁直接无视女人怨毒的目光 只是不断操控着匕首继续攻击 一分钟后 跳下的深坑的夜宁 沉默地蹲在女人头顶 手中的匕首捅得飞快 咚咚 咚 咚 自从他意识到 血狼队长真的没有反抗力量后 他索性放弃了精神力操控 毕竟连续战斗下 他的精神力也差不多耗空了 但 无论他如何努力 那层血色光膜 却怎么都捅不破 怒目原睁 身下的鲜血 几乎浸湿了整个深坑 生命极其顽强的血狼队长 此时只觉得自己在受到某大的羞辱 好看的脸蛋上 满是极度的耻辱 要 杀 救 杀 胸腔急速起伏 全无反抗之力的他 只求夜宁给他一个痛快 在他看来 夜宁这种慢慢捅他的举动 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是战胜者对他的嘲笑 明明能爆发出三阶的攻击 明明再动用的三阶的力量 就能秒掉自己 但却偏偏用这种手段折辱自己 杀了我 要杀 就杀了我 挣扎着的怒吼出声 他面色疯狂 只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 作为人类最顶尖站立的三阶觉醒者 他在外界何时受过这种折磨 本就高傲的他 此时面对夜宁的折磨 简直生不如死 蹲在女人头顶 夜宁目光一沉 心中闪过一抹尴尬 妈的 他也没想到 自己二阶的实力 竟然捅不破对方的魔 什么鬼道具 这么能抗 叹了口气 夜宁停下手中的动作 充耳不闻这个老女人的怒骂 虽然对方长得漂亮 但面对敌人 他可没有半点手软的心思 怎么办 难不成等到这层光照自己散去 看着副本即将自动结束的倒计时 夜宁不禁有些心交起来 比起通关这个副本的奖励 血狼队长身上的装备 才是最大的收获 养殖队是出了名的富裕 尤其是这个女人 还是三件 想都不用想 她身上的装备 至少有三四件蓝色 沉默片刻 夜宁目光微动 只见她突然冷笑一声 想要个痛快 你们这群杂碎 害死了那么多觉醒者 你以为你能轻易死去 在你折磨那些觉醒者时 就应该想到自己 有今天 义正言辞 夜宁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 做事就一把 这就受不了了 待会你才知道 什么叫耻辱 透过光膜 夜宁瞬间便注意到 血狼队长脸色突然一变 显然她的这番话 有些击中了对方的脆弱之处 快速回忆着反派表现 夜宁犹豫中考虑起 要不要再搞点别的花样 正当夜宁准备在 作战服中摸索中 找些什么道具时 血狼队长交好的脸蛋上 突然露出一抹恐惧 在她眼中 夜宁那手上的动作 简直像极了凌辱她的前戏 你到底 怎样才给我 一个痛快 惊怒之下 女人最终竟可出内脏碎片 声嘶力竭地质问过去 死她不怕 但极为高傲 又是三阶的她 绝不允许自己 在折辱中死去 嗯 服软了 像是想到什么 夜宁冷笑一声 做什么 很简单 你把身上的装备脱下来 交易给我 我会给你个痛快 不要废话什么 你只能信我 闻声一致 血狼队长死死地对视过去 几秒后 好似莫大的挣扎和恐惧 最终看着夜宁又做事 要干些什么后 她的心灵防线 就像被击溃了一般 彻底放弃 你 要是 骗了我 你不得 好死 D 编号A178391 向您发起交易 卸魂铠甲 蓝色 D 编号A178391 向您发起交易 双眼全套 蓝色 D 编号A178391 向您发起交易 炙热护腿 白色 D 半分钟后后 夜宁强压着眼中的喜色 心中一片爆爽 看着已经脱光装备 几乎如同赤裸的血狼队长 她不禁感慨万分 这个女人 真是有钱啊 九件装备 其中三件蓝装 剩下也是小极品白装 不出意外的话 光是这些装备 就能卖出二十万以上的天价 完全能凑够自己的灵能果实所需 这还没算上 对方还没交出的信用点 以及其他血狼成员爆出的装备 仔细算下来 她这一趟的收获 简直爆炸 果然干什么都没有抢劫来得快 难怪有觉醒者成为养殖队 满意地将装备 丢给召唤空间的李大富后 叶宁倒是意外发现 开辟出的召唤空间 也能勉强当作极小的储物空间使用 反正让李大富抱着就行 压下心中的喜悦后 叶宁继续俯身看向 失去反抗之力的血狼队长 不得不说 在觉醒者的强大体质下 对方的身材确实很好 雪白的皮肤 修长的大腿 就连被裹胸包裹的两只白兔 此时也在急促喘息下乱颤 完美身材 还是三件 放在任何安全区 光凭血狼队长那高傲绝美的气质 怕是就能俘获一大批觉醒者的心 不过比起对方的肉体 叶宁更在意对方身上的信用点 杀 若吾 眼见着叶宁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 血狼队伍仇恨的目光中 竟不得不带上一次祈求 他恨自己身上的护照保住了他 他恨自己 没有第一时间杀掉这个混蛋 似笑非笑 叶宁混不在意对方的目光 他缓缓靠近女人脸 低声轻语 甚至有些温柔 我怎么舍得你死 嗯 交出信用点和道具 交出后 我保证会给你的痛快 听着那如同恶魔般的低语 血狼队长扑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恶狠狠的萃去 你这个 杂碎 畜生 我不会 呵 信 话没说完 叶宁轻叹口气 索性直接撑开对方双腿 神色平静的 看向猛然将住的那张绝美脸蛋 不给 我会干什么 轻笑一声 他已经看透了对方真正恐惧的是什么 虽然很下作 但是为了拯救人类 叶宁觉得应该牺牲一下自己 抓住双腿 叶宁有些玩味的 缓缓将修长眉腿摆成一个极为屈辱的姿势 固定在身前 透过非系统装备 有些破损的卸衣 一切进入眼底 刹那间 曾经不可一世 是所有觉醒者为猪狗的三阶强者 血狼队长 此时已彻底崩溃 一分钟后 叶宁有些失望的听着交易信息 无论他怎么逼迫 对方也只拿得出一万多信用点 这个数量 对于三阶来说 实在寒酸了 按照谢狼队长虽说 他们虽是养殖队 但身上是不会留下什么信用点的 作为养殖队 高收获的同时 风险也极大 一旦走漏风生 所有觉醒者 都会追杀他们 因此 所有物资和道具 在进入副本前都会变卖 最大程度上强化实力 他身上的A级血色屏障道具 就是他耗尽了所有身价买来的保命道具 撇了撇嘴 叶宁歪头看向 被自己摆成型的血狼队长 此时骄傲的他 显然已经在反复冲击下 彻底崩溃 就好似精致的瓷器 被人摔碎碾压 不负原来怨毒的眼神 无力反抗的血狼队长 此时只是无声 甚至让叶宁都有些不安地盯着他 对于他来说 他已经失去了尊严和一切 原先的愤怒 已经化作无穷无尽 永不消失的极致杀意 最大混总归是要还的 自己又没真的做什么 尤其是 他所作所为在某种意义上 真的是在拯救人类 只有以最快速度积攒资源 他才能尽快提升到三阶 只有到了三阶 高层方面才会打破偏见 相信他的潜力 每提前一天 他就能早做准备 救下很多人 前世的教训和血淋淋的代价 早已教会了他不择手段 末日之中 活下去本就是很难很难的事 尤其是让所有人活下去 还有什么道具吗 趁着最后的副本结束时间 叶宁再次出声问去 这么好的机会不榨干对方 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躺在地上 恢复神智的血狼队长 此时仿佛陷入了 某种诡异的极端理智之中 原先一心求死的心 此时也似乎发生了重大转变 只见他突然笑了 你 根本 就杀不死我 对不对 你根本 就是 二戒 状态比之前好了许多 虽然还是没有战斗力 但此时的女人已经不再可学 他双眼死死地盯着叶宁身上的勋章 突然放声大笑 仿佛眼泪都要笑出来 我太蠢了 我居然把你当成了三戒 那技能 你只能用一次 你就是二戒 你根本打不破 我的防御 文生 叶宁目光陡然一沉 对于女人能发现 他真实战力 只有二戒这一点 他并不意外 毕竟自己的属性确实很低 那层护照 他的确打不破 甚至如果对方实力再恢复一点 装备还在 他连对方的基础防御都突破不了 二戒和三戒 差距就是这么大 是又怎样 我虽然杀不掉你 但你也反抗不了 交出剩余道具 我不信你真的没有 不然 叶宁说罢 便靠近向那张绝美的脸 直接承认 然而下一秒 血狼队长 以出乎叶宁预料的姿态 突然笑声一掷 转脸上露出一抹轻笑 哦 你还能 做什么 有护照在 你什么都做不了 来啊 你不是想上我吗 你来上我呀 神色癫狂 血狼队长一改之前恐惧的模样 仿佛破罐子破摔 死死的对视过去 废物 来啊 喜欢什么姿势继续啊 你以为你真的能威胁到我 你以为我会怕你 吃笑一声 女人转而用一种近乎变态 疯癫的妩媚眼神 看向叶宁 继续啊 要不要我打开点护照 让你直接进来 我让你玩 你想怎么玩 想玩多少次都行 问题是 你敢吗 看着癫狂 几乎笑出眼泪的女人 叶宁心中陡然一沉 她知道 接下来自己的任何威胁 都不会有用了 自己刺激太过 反而让这名血狼队长 彻底放下了一切 不过 看了一眼最后的倒计时 叶宁索性再次操控起匕首 不断地穿刺过去 虽然攻击没有意义 但万一能干掉对方呢 毫不怀疑 叶宁毫不怀疑 对方活着出去后 怕是会追杀自己 到天涯海角 倒计时 九 八 六 三 随着倒计时响起 恢复了平静的血狼队长 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只是深深地看着叶宁 仿佛要把她的样子 磕进脑子里 随着一阵白光波动 传送离开 只听得一声极为平静 听不出丝毫感情的女声 传入叶宁耳中 叶宁是吗 记住 姐姐叫林兰 姐姐一定会 找到你 兵寒刺骨 蕴含着极致杀意的话语下 叶宁面色一阵古怪 没办法 她实在弄不破那层防护罩 看样子 对方真的已经彻底疯狂了 不过 找到自己 叶宁无所谓地撇了撇嘴 她压根就不担心对方 等林兰找到自己时 估计自己早就三接了 到时候 谁弄死谁还不一定 不再多想 站在洁白无暇的副本空间内 叶宁颇为期待地发出指令 结算 副本奖励 副本退出 结算副本信息 副本完成者 叶宁 当前副本完成度 基础完成度 70% 额外完成度20% 击杀最高难度BOSS 杀虫 波伊尔 综合累计 完成度90% 获得评价 S级 D 获得零能经验 计算中 越界击杀获得100%提升 D 获得装备 哀嚎面具 白色 无功之罪 白色 波伊尔的渴望 蓝色 D 获得道具 腐蚀酸液 白色 截至外壳 白色 沙虫复眼 白色 D 获得材料 腐烂肉皮 白色 沙虫心脏 蓝色 D 获得二阶副本通关奖励 一点自由属性 D 获得隐藏称号 蓝色 工厂守卫者 你在战场副本时 获得全属性加1 奖励刷屏 抱着一堆装备材料的叶宁 感叹一番后 便快速查看起来 有用的留着 没用的没卖掉 如果说这趟副本之行 美不中足的是什么 那大概就是 前面几轮 他都在滑水摸鱼 很多变异体 都没参与击杀 更别提最终极击杀权了 再加上最后 只能强行秒掉所有人 根本来不及搜刮死者装备 除了亲手死在他手上的血狼小队 其他人的装备 都在血狼队员的 零食储物空间中爆掉了 要么就是死于杀虫 尸体直接被系统吞掉了 如果不是他击杀了隐藏BOSS 估计评价只要可怜的B级 吐槽了一顿系统的恶心后 叶宁倒也没太心疼 普通二阶身上装备也就那样 卡里更是没什么钱 他至少大头拿到手了 粗略算下 光是血狼小队 就给自己提供了22件白装 算上琳兰和副本结算给的 这次总共收获24件白装 4左圆括号 3加1右圆括号件蓝装 外加一件蓝色材料 和一堆白色垃圾 嗯 还有13700新用点 这么算下来 24件白装 血狼小队穿的的都是小鸡品 一件至少1500点 总计就是36000新用点 蓝装全卖 少说24万点 算上琳兰的1万多 合计29万点 一算不知道 算了下一条 卧槽 我居然这么有钱 叶宁心中陡然一跳 他也没想到 自己一趟副本 就搞定了原计划中的所有需求 算上自己还有的4万多点 和没卖完的材料 他的身价至少突破35万点 这个数字 若是换算成末日前的金钱 那就是三五十个亿了 养一只觉醒者大队 都绰绰有余 果然 这世界上 干什么都没抢钱来得快 尤其是抢灵蓝这种三接 要是被别的三接知道了 自己这么有钱 估计都会起贪心 谁都想抢他一笔 感叹一番后 叶宁也不再多想 他现在确实很有钱 但也只是现阶段 前世首都在确定 他有潜力突破4接后 砸在他身上的信用点 都是按千万甚至一来计算 到了2接后 想把属性顶到极限值 还有各种增益效果 每一个都需要珍惜道具 更别说三接之后了 那些资源都是天价 大部分还是有钱 都很难买到的 离开副本 叶宁直接站在副本入口前 不断翻看着 手中几件蓝色品质的装备和道具 他现在在纠结 纠结装备时 全卖了 还是先自己留着用 从琳兰娜抢琳兰娜抢来的蓝装 都是小级品 血魂铠甲 体质和力量双加 外带弱版血色护照技能 能直接消耗精神力抵消攻击 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 无疑是保命神装 至少在面对同阶出手时 他能获得相当于体制系的防御力了 稍弱点的二阶 他就算站着不动 对方想杀他都要拼命 破血腿铠 增加敏捷 还附带腿刀技能 配合刺雷靴 自己近身战斗的爆发力 能猛增一大截 除了双眼拳套 这两件他都能用上 还有波伊尔的渴望 看着属于三阶终极变异体 爆出的蓝装 叶宁竟有些不舍得卖 波伊尔的渴望 蓝色 项链 装备属性 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体质加三 意志加三 装备效果 击杀觉醒者后 有几率直接吞吃尸体 并获得对方最高属性 按比例获得 单次最高三点 装备技能 空间挖掘 降级 空间挖掘 降级 发动技能后 你可以在地下开辟通道 每秒按地址情况 消耗精神力 在地底时 你将获得额外的隐匿效果 减少被探查的几率 装备评价 波伊尔 来自星号星号星号事件 拥有黄族血脉的工程师 虽然血脉稀薄 但至少还会钻地 星号星号星号事件 黄族 看着有些陌生的装备描述 叶宁虽然有些疑惑 但也知道这是好东西 而且 单论吞噬尸体的效果的价值 几乎比你史诗级装备了 卖掉 太可惜了 四件蓝装 他想留下三件 二十四件白装 他想留下六件 快速思考一番后 叶宁决定选择最优解 能卖的先卖掉 把全属性提到二十点 毕竟二十点前 消耗的信用点不算多 自己买完灵能果实 还有剩余 留着装备 他的战力最大化 也能更好地升级 对于自己获取资源的速度 他有绝对的信心 再刷几个副本 弄点装备 对于他来说 不过轻而易举 与其浪费前期的资源 强行提高到二十五点 还不如换来最大化的战力 毕竟 随着面对的难度越来越高 他不可能一张底牌 吃遍天下 干什么都是 等到最后再出手 至于顺步斩的技能 他也考虑换掉 自己信用点足够了 导本效果好点的 不是更香 省下来的信用点 买技能买再具 买增一道具 能让他的常规战力 飙升一大截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 叶宁也担心 自己完成健神任务后 虽说能拿到史诗级装备 但 太显眼了 显眼倒是个人都会起贪念 他在最弱小的前期 根本守不住这件装备 一旦暴露 以自己二阶的等级 哪个觉醒者 会不想杀他夺装 一念至此 叶宁索性下定决心 直接把李大富召唤出来 刷 随着白光一闪 一脸茫然的李大富 便出现在原地 主人 你叫我出来干啥 看着浑身套着 自己丢进去的装备 外形实在猥琐的李大富 叶宁扯了扯嘴角 直接将身上的信用点 全部转过去 顺便把蓝色全套 和一堆材料 也丢到他身上 全卖了 给我买来两颗力量果实 两颗敏捷 五颗体质 还有体质恢复 速度提升 暴击提升的道具 全给我买齐 另外 再帮我搞一本 B级剑技 一两灵能再具 一口气爆出自己要求后 叶宁打算 直接补足自己所需 算下来 大概要消耗16万左右 算上李大富的天赋 自己买完后 身上还能剩个一万多 棱在原地 听着叶宁爆出的一堆需求 以及叶宁心 转给他的信用点 眼睛不禁瞪得椭圆 我的老天鹅啊 绑架自己的主人 究竟是多有钱 他跟那群节路的幸存者 混了一段时间 也只知道信用点这东西 有多难得 往常那回人 抢到几百点 就跟过年似的 激动得流眼泪 要知道 十点就能睡到 一个漂亮大妹 二十点就能过 上一天皇帝般的生活 放在叶宁这 消费起步都是十万点 想到自己 有百分之五的提成后 他不禁颤抖地幻想起 自己能赚到多少 强烈的幸福感 几乎快将他砸晕 突然间 他觉得自己被逼梁为娼 跟着叶宁混也挺好的 以前那是一天饿三顿 没事还要挨点小钢棍 刹那间 李大富仿佛看见了美好的 生活在等着自己 丢完要卖的东西后 叶宁看着激动的李大富 不禁有些好笑 下一秒 熟悉的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第一 您的仆人李大富 感动于您的信赖 忠诚度上升一点 当前忠诚 六十二 深夜 星光稀疏 在一处废弃的加油站 升起篝火后 叶宁一手烤着新鲜鹿肉 一手吃着李大富 交易来的灵能果实 孤独 一口吞 随着凉爽的灵能 沿着喉咙钻入肚中 一声声系统提示 也接连响起 低 服用力量果实 力量加一 低 服用体质果实 体质加一 一连九声后 叶宁满意地打了个宝格 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吃撑了 若是被外人看到他这样吃灵能果实 估计眼红的能发狂 一口三套房 眼睛都不眨一下 现在的属性是裸装力量二十一 体质二十 敏捷二十 意志二十九 副本奖励的一点自由属性 加不上意志 只能加在力量 意志属性已经快到二阶的极限值 估计吃再多果实都没用了 想提升到三十点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他属性等于A级觉醒者的主属性了 还得是专精的那种 难难自语 看着自己现在的属性 叶宁不禁有些感叹 前世他错过了二阶时提升属性的机会 那个时候虽然军方看中 但他提升到全属性二十点出头 就仓促进升三阶了 其实很可惜 他前世的潜力实际上没有全部挖掘 要知道 进升三阶时会有一次属性增幅机会 系统会按基础属性额外提高 增幅程度最低高达百分之一百 进升前二十点 那进升后就直接飙到四十点 这也是三阶能碾压三阶以下的关键原因 前世仓促进阶 也导致他在三阶蜕变时 基础属性增幅并不算高 不过这一世 他显然能弥补自己的遗憾 还是要赚钱啊 这一世怎么也要全属性裸装 升到二十九再进阶 不然实在对不起自己 低声自语了几句 叶宁转看向李大富买来的增益道具 暴击增益卷轴 低阶 使用后提升暴击几率 力量碾压卷轴 低级 使用后更高几率打出碾压效果 迅捷卷轴 低级 使用后增加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 总共四张卷轴 花了他五万点左右 可以说 每一张的价值 都能让大部分觉醒者望而生畏 作为除了灵能果实外 能增强实力的强化卷轴 这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 一般觉醒者 只有晋升三阶后 实力增无可增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购买 毕竟对于大部分觉醒者来说 增益卷轴的价值 远不如装备和果实来的好 也只有叶宁这种 追求极限战力的狗大户 才舍得购买 啪啪啪啪 连排四下 感受着体内连续多出四重增益后 叶宁只觉得自己战力又增加了不少 越阶击杀声直接跳到二阶终极后 他现在的战力直接吊打同级 一身极品白装 外带三件蓝装 全属性比你同级最强者 加一堆BF 哪怕不动用禁忌剑计下 他也有把握 敢死二阶高级 用钱砸下去的战力 硬是把他一个意志系 砸成了觉醒者中的怪物 主人 我这收到两本技能书 您要不要看一下 篝火对面 正在疯狂砍架的李大富 突然大喊一声 示意叶宁赶紧来看 两本都是B级的 但就是开价很高 嗯 抬头看去 叶宁仔细打量起李大富 共享来的交易面板 只见一名三阶和二阶觉醒者 正分别发来信息 B级剑计 影席 技能需求 力量20 敏捷20 抑制20 技能效果 消耗40%体力 及2000点灵能后 提升60%的速度 移动10米距离 出现在敌人身后时 造成百分百暴击效果 一口价 97000点 B级剑计 大地重击 技能需求 力量20 体质15 技能效果 消耗30%体力 及800.0能后 对地面造成蓄力一击 并造成持续的震荡伤害 附带短暂眩运 一口价 6万点 快速扫了一眼技能书 叶宁不禁升起了一些兴趣 两本技能书售价都很高 B级技能等同于一件蓝装了 一般只有大势力 二阶和三阶 才舍得购买 也是主战技能 两个技能 无论哪个 都比之前C级的 顺步斩墙上太多 不过 大地重击虽然便宜一些 但叶宁并不打算考虑 反正买来后 都是强化为SSS级 伤害方面 他根本不在意 范围技能 自己也有了 倒是影席看起来很不错 超快为一架暴击 估计强化到SSS级后 给自己一个巨大的惊喜 就是价格 太高了 他现在手头上只剩下一万多 蓝色材料卖完能多三万点 杂七杂八全清空 大概能凑到五万点不到的样子 没办法 价值最高的三件蓝装 他一件都没卖 李大富 砍个价 看他愿不愿意少点 思索片刻 叶宁还是决定拿下这本技能 他注意到了一点 这本技能的要求很苛刻 甚至有些古怪 一般觉醒者 哪来那么高的意志学习 想必这本技能书 应该在对方手里留了很久 说难听点 这个要求一般二接 是怎么都凑不齐的 一只系的灵能果实 几乎买不到 就算有的卖 也没人舍得 把钱砸到这个属性上 得到叶宁命令 李大富飞快地和对方吵了起来 直接发挥自己奸商特性 三分钟后 吵得面红耳吃的李大富 无奈地抬头看向叶宁 主人 他咬死了最低七万三千两百一十八 少一毛都不行 说吧便展示对方发来的信息 最低就是这个价 再少我宁愿砸手脸 我相信 你也看出来了 这本技能的效果几乎比你A级 要不是限制苛刻 我又不用剑 我自己都会学掉去 135号安全区 一名三阶觉醒者脸上涨的通红 几乎是咬着牙发去信息 面对李大富的砍架 实在把他砍毛了 张口就是 你这破烂不值钱 闭口就是 只有我才看得上 莫名其妙 他就被憋屈地 砍了两万多点 对方甚至连零头都要跟他争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买菜呢 燕宁看着对方发来的信息 忍不住叹了口气 砍不下去是正常的 这本技能确实不错 二阶没几个人符合条件 但三阶能学得一大把 看了一眼李大富前面刷屏般砍架 他都觉得有些恶心 死缠烂打 到处挑毛病 就跟大妈砍架似的 思索片刻 燕宁直接让李大富发去消息 三万点先给我 我拿一件装备做抵押 一个星期后 没补其剩下的信用点 装备直接归你 说吧 燕宁直接附上蓝色腿砍信息 135号安全区内 出售技能的三阶觉醒者刚想拒绝 只是在看了一眼腿砍后 心脏猛然跳了一下 蓝色 好强的装备 自带加速的同时还附带刀锋斩机 这装备配合自己敏捷系的天赋 那不是如虎添翼 抵押在自己这 一般情况下 他不会考虑这些 毕竟觉醒者都讲究最快转换战斗力 但面对这件装备 他实在心动了 一个星期也不长 对方若是凑不出来 自己可就赚打发了 就算补上了 自己也不亏 毕竟这个剑技确实有点问题 想买的学不了 学得了的不一定想买 一念至此 他索性直接同意了抵押 刷 随着白光一闪 双方就交易完成 只是在交易完成的瞬间 那名三阶觉醒者浑身猛然一震 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第一 交易完成 系统扣除10%手续费 第一 交易完成 您被未知力量扣除了15%的手续费 揉了揉眼睛 只见本该到账的27000点信用点 竟只有24000 他骂的 为什么会扣我钱 什么东西比系统还黑 篝火前 李大富喜笑颜开的 看着被自己扣下的4500点信用点 嘴角都快点到天上去了 看了一眼被叶宁允许 留下的5% 他手舞足蹈地蹦跌起来 我的老天鹅啊 算上之前交易省下来的钱 他在副本里当了一辈子奸商 总共也没赚到这么多 没有理会激动的李大富 叶宁只是颇为期待地 看着手中的技能书 条件自己都符合 现在就能学掉 毫不犹豫 直接使用 D 学习B级技能隐习 剑技 刹那间 一股耀眼的光芒 在石海中绽放 一秒后 剑神系统的提示 应再次响起 D 技能提升成功 剑技 隐习 以强化为SSS级技能 次元斩 次元斩 听着带有空间属性的技能名称 叶宁微微一愣 瞬间看向技能说明 次元斩 SSS级技能效果 消耗6000点灵能后 在周围撕开一道空间裂缝 进入空间裂缝后 你将获得一秒的无敌效果 在无敌效果期间 你将获得300%的敏捷提升 并在一秒后再次撕裂空间出现 造成一次无视防御的巨额伤害 短暂沉默后 叶宁眼中陡然闪过一抹金芒 妈的 好变态 忍不住爆出粗口后 就连作为系统的拥有者 他都觉得 剑神系统变态倒不讲道理 无敌 位移 巨额伤害 别人还怎么跟自己打 比起影席提升的是60%移动速度 次元展提升的300%敏捷 简直恶心的一笔 半个小时后 吃饱喝足 把玩着手中的一个胶囊 叶宁用力砸向地面后 一架崭新的黑色摩托出现在眼前 这架灵灵载具 是他花了2000信用点买的 虽然级别不高 只是白色 但比他原来的那辆强太多 最高时速490 续航2000公里 关键是 只需要灵灵灌注 就可以一直跑下去 不用的时候 直接揣兜里 相当方便 确认了一下路线后 叶宁便直接奔向下一个目标点 记得在镇江附近 有一头二阶高级的变异体 那玩意能爆出蓝色饰品 相当值钱 不过 也许自己可以去镇江安全区 先领取相应的任务 像击杀这种级别的变异体 各个安全区都会有相应的奖励 天风安全区 带着一对搜查士兵 黄霄有些无奈的 盘查起安全区的各个商铺 上面有命令 为了找到那神秘三阶的线索 他们已经拉网是排查一天一夜了 结果显而易见 毛都没找到一根 不过想来也正常 一个三阶有心隐藏 他们能找到就有鬼了 但没办法 上层都快被这名三阶 搞得快要疯掉了 每天睡觉都睡不着 生怕对方突然作乱 黄队长 这上面让我们找交易记录 这不是胡扯吗 每天交易的人那么多 这哪里查得出来 先不说烂士林 便一体爆出的材料 那名三阶会不会出手 就算出手了 人家这种级别的人物 哪里会再现下出手 是啊 烂士林爆出的东西 我们看得上 三阶眼里跟垃圾一样 就算卖 估计也是直接丢到交易频道 哪会为了省点手续费跑一趟 听着手下的抱怨 黄霄叹了口气 行了 别啰嗦了 能找到线索就找 上面也是逼得没办法了 军令撞都下来了 我们现在除了知道 那三阶出手 杀过烂士林里的便一体 剩下的就只有天峰那两处了 问题是 上面也不知道 对方在天峰杀了什么 甚至是不是杀便一体都不知道 能确定的线索 只有烂士林了 安抚完队员后 黄霄看了一眼最后一家没查过的商会 新药商会 刚走进商会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便迎了上来 只是看着黄霄身上的军部标志后 心中猛然咯噔一下 您好 这位长官 你是需要什么还是 忐忑不安 作为收购变一体材料的商会 他们平日里 可是有不少灰色收入 所以看了几眼店内的摆设 黄霄也不啰嗦 把你们商会这一个星期的交易记录 全部掉出来 尤其是有关烂士林材料的 一条都不能漏 文言一致 接待员疑惑地看了一眼黄霄 但在对方出示了搜查令后 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几分钟后 一边翻动着交易记录 黄霄一边头也不抬地仔细问去 你们最近有没有接待过什么高阶觉醒者 或者看上去不对劲的 高阶 不对劲的 商会人员听后脸色古怪 苦笑一声 大人 您说笑了 我们这边一个小商铺 哪里有什么高阶觉醒者会来交易 平常能收点一阶的材料 就不错了 别说高阶了 您就是我这些日子 见过级别最高的了 听着工作人员回复 黄霄暗叹口气 也知道自己是白问 那名三阶真要伪装 除了统领 谁能发现的了 勋章一摘 装备穿在里面 气息一收 天王老子来了都查不到 哗啦哗啦 不断翻看中 黄霄直接翻向烂士林的特产 几秒后 他目光陡然一鸣 两条交易记录 还真的有人出售过相关材料 仔细看去 一条是一名二阶终极的外来觉醒者 手持其他安全区的身份卡交易的记录 另一条 则是 叶宁 脸上陡然闪过一抹一色 黄霄惊异地看着叶宁的交易记录 发现两条交易时间点 正好是一前一后 叶宁在先 那名二阶在后 猛然抬头看向接待员 这个叫叶宁和杨宇来交易的时候 他们身边还有没有别的人 虽然两条交易记录都在同一天 但黄霄也不奇怪 毕竟烂士林的变异体 是一天刷新一次 很多人都有材料 有的是攒到一起 就会来出售一趟 可问题是 叶宁怎么可能有 那小子 才刚刚成为觉醒者 难不成有人带着叶宁过来交易了 然后把信用点留给了他 被黄霄惊声问去 接待员有些慌张的急忙回忆 几秒后 他连声回道 没有 都没有 那个二阶和名叫叶宁的客人 两个人都是自己来的 而且 那个叶宁好像是第一次交易 我还给了他一张贵宾卡 长官 他手上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 心惊胆战 接待员眼底闪过一抹懊 当时他收下叶宁材料时 就觉得有些奇怪 一个小小 甚至看上去 只是灵阶的觉醒者 凭什么能拿出这些材料 只是当时看叶宁身上的作战服 还以为是帮部队处理的 看这位长官表情这么严重 八成是偷来的 没有理会接待员的问话 黄霄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脑子一片混乱 那位神秘三阶 唯一留下的信息 就是烂尸灵 而叶宁和另一位二阶 又恰好 在那天出售过材料 如此想来 这两人有重大嫌疑 尤其是叶宁 难不成 不敢想象 走 带着记录回去 立刻上报高层 黄霄直接抱着交易记录 就直奔军部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结果 废物 真是一群废物 天风核心会议室 一种重低垂着头颅的高层觉醒者 沉默不语 无人敢承受萧海的怒火 在四个小时前 萧海紧急乘坐战机返回天风 连作战任务都放弃 为的就是防范那名神秘的三阶 以及镇江的到来 隐藏在暗中的神秘三阶 就好似一把高悬在头顶的利刃 经得整个安全区一片恐慌 谁也不知道 那名三阶的意图是什么 更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突然爆起 打开杀戒 尤其是根据监测的信息 对方甚至比萧海更强 萧统领 我们已经连续排查三遍了 不要说一次三阶了 最近这段时间 天风进出的二阶巅峰都没多少 再这样搜查下去 我们的防线都会吃紧 面带苦笑 守城军长暗叹口气 只得硬着头皮出声 他能理解萧海统领的愤怒之下 是浓浓的担忧 但问题是 再搜下去也没意义 一个三阶有心想躲 他们这群二阶拿什么找 如此兴师动众 反而打草惊蛇 防线吃紧也是事实 虽然这些年和平了很久 一直没有强大的变异体 或是失潮出现 但他们为了搜查 动用的部队实在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 万一出了意外 沉默中 萧海压抑着心头的怒火 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也是没办法 三阶的战斗力太可怕 不找到对方 那感觉就跟脑门上顶把枪似的 寝食难安 堂堂一个三阶 窜到自己安全区 还藏起来 亮出身份 他萧海哪里敢怠慢 正当他打算下令 在排查其他区域时 几声紧急通报 突然从会议室外响起 萧统领 特别搜查组第六组 黄校小队 找到了疑似三阶的消息 嗯 猛然回头 萧海心中一喜 惊声怒喝 快 让他们上来 十分钟后 心仪不定 二阶觉醒者杨宇 还有 叶宁 前者他还多少能理解 后者的名字 只让人觉得诡异 若是放在往常 一个烂士林的材料交易记录 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可是时间点太敏感了 前脚那名三阶 刚在烂士林出手 后脚就这两人交易了材料 怎么想都有问题 尤其是叶宁 这个最不该出现的名字 出现在交易记录上 叶宁 这小子 怎么会有材料 低声自语 萧海神色中满是狐疑 按理说 叶宁这种灵阶的小角色 他根本不会记得 但问题是 对方的SS级天赋 带给他的印象 实在太深了 将资料传递下去 萧海缓缓开口 诸位 你们怎么看 你们觉得 谁的嫌疑更大 片刻后 萧统领 按常理来说 我认为 应该是这位二阶的可能性大一点 假设那名三阶 真的出手材料 他伪装成 二阶不算奇怪 毕竟实力太低了 反而也是种疑点 尤其是此人的身份信息 还是其他安全区 这点嫌疑就更大了 我建议 直接搜查杨宇的行动轨迹 看看他还在不在天风 只要在 总会有记录的 花音落下 萧海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给出意见的参谋官 还有人有别的意见吗 答案他不是很满意 虽然正常逻辑是这样 但他总感觉 没这么简单 侧立在一旁 一名参谋官迟一开口 萧统领 我倒是觉得 叶宁可能有问题 首先他的实力 不可能获得一节材料 只有可能是别人给的 问题是 谁会给他 材料虽然不值钱 但对于灵阶来说 那可是不小的数字 尤其是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 那名神秘三阶带着叶宁 让他去处理材料 花音落下 黄孝立刻补充信息 梁参谋 我已经问过了 星药商会当天确定 两人都是单独交易 当然 也不排除有人提前 把材料给了叶宁 说话间 黄孝恭敬地看向萧海 说出自己的想法 萧统领 我建议还是两手抓 一是排查杨宇 二是调查叶宁这段时间的行踪 叶宁手中的材料来源 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有高阶觉醒者看好他 随手丢给他一些资源 算是投资 毕竟他天赋百在呢 对于很多私人势力来说 提前投资并不亏 要么就是叶宁 被那名神秘三阶看中啊 甚至对方有没有可能 就是为了叶宁 才出现在天峰的 一个SS级天赋者的消息 是有可能引来 三阶觉醒者的关注 萧海抬头 颇为满意地看向黄孝 没错 他也是这么想的 叶宁的嫌疑确实很大 如果真有三阶为他而来 那我们倒不用太过担心 我甚至希望如此 军部虽然认为他没有三阶的潜力 但其他三阶未必这么觉得 毕竟SS级的确罕见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培养他 也不是不可能 神色一松 萧海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其实高层那边刻意调低叶宁的重要性 他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无非就是减少竞争 有人想要他那份资源 实际上 叶宁的价值还是有一些的 好好培养 升到二阶巅峰也是不错的一把好手 别的不说 凭借着高额的精神力 集团作战时还是能有不错的战力 只是思索间 萧海像是想起了什么 那小子曾经跟自己说过 天风周围有失潮易动 这消息现在看来 难不成就是他背后的决心者告诉他的 看样子 自己也需要重视起这小子了 一四三阶在叶宁身后 无论如何都不能小亏 心中一定 先排查洋语吧 叶宁那边 暂时不要惊扰到他背后的存在 毕竟对方隐藏身份 说不定是不愿意露面 黄孝 你接触下叶宁 不要说太多 就请他过来一趟就行 花音落下 天风高层中 一直沉默的廖天 突然无忧地插上一句 萧统领 万一叶宁背后没人呢 有没有可能 是他自己搞来的材料 目光闪动 廖天也是想到了 叶宁冲击测试那天 那狠辣果掘的手段 跟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面色一阵古怪 在场所有高层忍不住笑出声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廖天 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他叶宁刚成为觉醒者 怎么可能自己猎杀变异体 没有一阶巅峰的实力 想都不要想 更何况 他一个精神系 能有什么战斗力 你是不是觉得 SS集天赋就代表无敌 是啊 他叶宁要是刚成为觉醒者 就击杀一阶变异体 那咱们还混个屁 直接把他供起来得了 我当年还是二阶才做得到 一时间哄堂大笑 笑得廖天都觉得自己一时冲动 说了蠢话 摇了摇头 萧海瞥了一眼廖天 也觉得对方脑洞太大了 据他所知 高层这次定下的火种计划中 第一序列的张将军之子张灵 另一个SS集天赋者 现在才在众多三阶的保护下 升到一阶 就算是这样 这个变态的升级速度 也被整个高层奉为奇迹 一个没资源没保护的精神系 拿头去比 叶宁 有时间的话 来趟军部吧 你这里有一份物资还没领取 镇江安全区外 叶宁有些意外地 看着黄霄给自己发来的消息 还有配额没领 在他印象中 B级待遇只有每月的信用点 和制式装备 最多再加上外出猎杀变一体时 军部会安排高阶带队 减少风险 对他来说 这些都没什么用 反而还要受约束 因此也懒得跑一趟 没有多想 随手给黄霄回了一句 自己在外面后 叶宁便不再理会这件事 对于黄霄 他印象还是不错的 关闭通讯 看着眼前人流密集的安全区入口 叶宁看了一会后 便确定了自己要去的方向 比起天风安全区 发展得更好 毕竟军方安全区管理严格 很多强大的觉醒者 都不愿意被束缚 不少人干脆独立出去 自立为王 在别人管理下生活 远不如当土皇帝来的爽 挤在人群 如果忽略安全区外的贫民窟 镇江内部 俨然看上去像是 末日前的繁华城市 车水马龙 最高的集团大厦上 甚至挂着选拔觉醒者的比赛广告 交易的商队和卡车川流不息 城外的空地上 还有不少觉醒者 在遮阳散下 悠闲地享受阳光 喝着咖啡 阶级分明 经过三十年的修生养息 人类早已适应了末日后的世界 反正变异体很少会袭击人类聚集地 石巢也固定在一个位置不动 很多安全区 干脆取消了防线 平时只派出一些觉醒者 在周边巡查 长久的和平下 所有人都觉得 灾难已经停止了 各种变异兽 变异体 丧尸 副本 不过是给人类强化自身的猎物 不少人甚至认为 新世界 只要你敢拼命有天赋 那就一定能出人头地 排在人群中 叶宁神色复杂地 看着商谈这生意的商人 设想着未来的工人 虽然末日后的生活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苦 但总归都有希望 每个人都相信 未来只会更好 工厂再不断重建 觉醒者数量再不断增加 一栋栋高楼也重新立起 良田也再次开垫 相比于末日刚爆发时 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 现在的幸存者 已经无人在意安全区外的怪物 人们更多的是讨论 又有谁猎杀变异体 爆出装备大赚一笔 哪个觉醒者 晋升为三阶后 空降成高层 但夜宁知道 一切都是假象 一切的和平和美好 不过是烈火烹花 刹那间的闪耀 最多一年 无穷无尽的变异体大军 会摧毁所有所有安全区 饥饿的狮群 会吃光他们看到的一切 人类世界信心满满 认为足以抵御怪物的 三阶军团 不过是一颗水珠 面对汪洋大海 一般脆弱 轻吐一口气 夜宁压下沉重的心思 也不再多想 这一事 他必将逆转一切 排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进城 夜宁有些无奈地 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勋章 二阶有优待 可以直接进城 但他身上挂着的是灵阶 只能慢慢排队 他不是没想过去换个勋章 但太麻烦了 一般更换等级勋章需要测试 测试完后 还要上报安全区等级 接着在觉醒者协会 或者军部审核后 下发特制的勋章 一来一去少说一个月 多的话甚至半年都有 虽然对于大部分觉醒者来说 这点时间不算什么 而且很值得 毕竟 勋章就是身份的象征 一枚二阶勋章的意义 相当于你在末日前 开着法拉利炸街了 走到哪都是讨好和奉承 不少平民乃至觉醒者女孩 都会主动倒贴 只求抱上大腿 跟二阶睡觉 那可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各个商会也会奉为贵宾 但对于夜宁来说 有这个时间 他估计都三阶了 这位大人 您要买点奶吗 正当夜宁寻找着任务接取处时 一声胆气的女声 在他身后响起 只见一名二十多岁的女人 背着小孩 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小心地看着他 头发枯黄 他讨好地冲着夜宁笑了笑 大人都是新鲜奶水 很营养的 一点信用点三代 我没病的 说话间 女人用空出的左手 聊起额前的碎发 神色有些疲倦的 指了指远处的聚集地 示意自己就住在那 微微愕然 夜宁看着目光祈求的女人 瞬间便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很多幸存者为了生计 会想尽一切办法 赚取信用点 哺乳期的女人出售奶水 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一件事 末日物资短缺 不少觉醒者 都会购买一些营养品 亦或者干脆豢养一批少女 姐们的同时充当奶牛 不用了 谢谢 柔声拒绝 从底层爬出来的他 自然不会瞧不起这些人 只是正当夜宁摆手时 一声呵斥声 从右后方响起 让开 滚远点 他骂得一群贱民 看不看路 一辆白色越野车 直接挤到人行道 险些撞到人群 车上一名一阶觉醒者满脸不耐 打算一脚加速 注意到车子 差点撞到女人身后的孩子 夜宁目光一冷 毫不犹豫 一脚踹爆轮胎 碰 刹那间 被打爆的越野车猛然一矮 惊得车上的觉醒者站起身子 敢动手 刚想破口大骂 双眼对视中 他口中的话 却好似被硬生生地堵住 怎么也说不出来 好可怕的眼神 打了个哆嗦 就那一瞬间 他竟感觉到 自己好似 被什么怪物盯上了 再吵 自己一定会死 明明对方身上是灵阶 可他却在夜宁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气息 没有理会被自己震慑住的青年 夜宁转过头 直接扶住被吓倒的女人 看了一眼 对方挂在脖子上的身份卡后 他叹了口气 直接转去了二十点信用点 再多 对女人未必是好事 转身离开 女人回过神后 吃惊地看着自己身份卡响起的低声 棱在原地 他抱紧怀中的孩子后 看向夜宁离开的背影 不禁带上一抹感激 接取任务 安全区任务大厅 夜宁对着接待员 晃了晃自己的身份卡 示意自己要接取任务 站在台后 长相可爱的女孩 双手接过卡片后 忍不住偷偷多看了他两眼 见多了五大三粗的觉醒者 像夜宁这种美少年实在扬眼 您好 您需要接取什么任务 我推荐您接取C级 面对长得好看的异性 女孩话不禁多了起来 只是话还没说完 却见夜宁直接打断了他 B级 一技战场 没有啰嗦什么 夜宁说完 看着女孩猛然愣住的表情 又干脆直接将手掌按向测试仪 组队任务 帮我挂个名 实力登记为二阶高级 测试仪只能测出大阶 测不出具体等级 所幸夜宁干脆给自己 爆出二阶高级的实力 反正她的真实战力 绝对够了 计划中的地点 必须组对进去 不然以她的性格 她宁愿单刷 随着蓝光亮起 接待员的眼睛 瞬间瞪得椭圆 像见到怪物一般 看着夜宁 这么年轻 不但是二阶 还是二阶高级 天啊 自己不是在做梦吧 哪怕对于阵江安全区来说 一个二阶高级 都算得上大人物了 对于夜宁口中登记的高级 她也没怀疑 一般觉醒者 疯了才会故意报告实力 这种东西作假就是找死 强压着心中的吃惊 女孩干咽一口口水 双眼瞬间亮了起来 她几乎是以这辈子 最快的速度 帮夜宁登记完后 随后眼睛使劲眨巴地看着她 如果说像他们这种女孩 吊金龟絮有等级 那夜宁这种的 就是SSS级的极品 退一万步讲 哪怕认识一下 都算是她和同伴炫耀的本钱 有事 夜宁看着眼睛 都快眨干掉的少女 疑惑问去 她总感觉 对方眼中的火 都快要冒出来了 浑身紧张 女孩像是做贼一般 张望四周后 重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飞快地将自己的卡片 塞到夜宁手中 我晚上八点下班 只要联系我 我都有空 赤裸裸地暗示 女孩说完后 脸颊一片羞红 心脏砰砰狂跳 该死 她实在没忍住 这大概是自己这辈子 最大胆的一次了 看着手中过的卡片 夜宁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 然后放回身上 虽然女孩长得很可爱 但她可没心思浪费在 谈情说爱上 没有打击女孩的自尊心 夜宁点了点头后 便转身离开 她现在只想升级变强 除此之外 一切事情都不重要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能凑齐队伍 进入一级战场了 想到一级战场的 那件蓝色饰品 夜宁心中不禁有些火热 前世 那件装备 可是很出名的 而且 一级战场 也是出了名的暴率高 镇江安全区外集合点 晨曦薄雾 站在一块风化的水泥板上 一名背着短弓的少女 不住地看向四周 哥 你说那名二阶高级 怎么还没来啊 不是约好了六点吗 也不知道那家伙长什么样 不要又是个三四十岁的老头子 站在女孩下方 一名健壮 穿着短假的光头青年 宠溺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应该快到了吧 三四十岁 哪里是老头子 这个年纪的觉醒者 正值巅峰 等我们升到高级 也差不多三十了 待会人来了客气点 在外面可没人护着你 哪里 你不是会护着我吗 再说 只要爆出爷爷名号 谁敢打我们主意 看着对自己做鬼脸的妹妹 陈勇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妹妹虽然有点小孩子心性 从小被宠着长大 但两人都是二阶初级 二十岁出头 在这个年纪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 一家三代觉醒者 老爷子更是三阶 任命华北战区副统领 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丧尸战争 可谓战功赫赫 一般情况下 的确没人敢打他们主意 来了 耳朵一动 背负着巨腹的陈勇 转头看向远处 只见一名 披着猎人斗篷的身影 正在飞速接近他们 眉头一挑 看着捂得严严实实的来人 陈勇不禁眼底闪过一抹一色 速度倒是挺快 二阶以上没错了 直接冲着他们来 应当就是 和自己组队的那名二阶高级 不过几秒的时间 叶宁便冲到两人面前 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后 也不再多说 和他一般 他在打量两人的时候 兄妹两人也在观察他 伸出手 陈勇挤出一抹笑意 率先打破陈墨 这位朋友 这是我妹妹 陈瑶 如果你不熟悉遗迹战场的话 我可以为你介绍一番 当然 你知道最好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伸出手 叶宁注意到 两人身上装备齐全 瞬间便意识到 自己的便宜队友 应该来自军方 或者某个大势力 边走边说吧 知道一些 但不多 语气平静 他知道的确实不多 前世只知道这个遗迹很有名 有好东西 但具体什么情况 叶宁并不知道 嗯 你声音好年轻啊 不是老头子 还有 你不包自己名字吗 这么没礼貌 砰的一声 从水泥板上跳下后 少女有些好奇地看着叶宁 似乎想看清楚她的样子 凑得很近 陈瑶低下头 甚至想伸出手 拉起叶宁的兜帽看一看 她注意到了叶宁的手 干净细腻的 和女孩一般 小妹 不要胡闹 见自己妹妹如此轻挑 陈勇神色一急 急忙喝止过去 虽然 两人背景极大 但从小的教养 让她不会看不起任何人 尤其是在外组队 鬼知道对方 会不会顾及他们的身份 毕竟叶宁是二阶高级 他们只是初级 撇了撇嘴 陈瑶混不在意地站起身子 忍不住小声嘟闹 我不是好奇吗 再说了 哪有觉醒者藏着的 我们不要互相验证实力吗 我听她声音这么年轻 万一不是高级怎么办 听着小妹的话 陈勇目光闪动 虽然小妹确实很不礼貌 但说的也是重点 叶宁这副打扮太奇怪了 舞得严严实实 生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模样 声音听上去就像少年 确实有些不对劲 见两人怀疑自己 叶宁眉头一皱 你们叫我叶宁就可以 怀疑的话 没必要阻断 面对有些叽叽喳喳的陈瑶 叶宁只觉得麻烦得很 与其和对方摸摸叽叽半天 她宁愿换人 要不是系统要求 她早就单刷了 见叶宁有些不满 陈勇神色一致后 甘笑一声 叶宁兄 你误会了 我妹妹就是这个性格 还请你多多担待 一般不会有觉醒者 虚报实力 而且 叶宁身上的气息 她也感知不出来 这至少说明 对方的属性一定不低 心中一定 她所幸走在前卫叶宁介绍起来 叶宁 一级战场属于野外特殊事件 有些类似于副本 但她没有任务 而且 只要拖战 就可以随时退出 可以说一级战场 在特殊事件中 算是比较安全的那种了 我们主要敌人 是大股失潮和变异体 这个特殊事件 是不断重复一个时期的历史 听说是跟末日刚爆发时的战役有关 听着陈勇的解释 叶宁微微点头 特殊事件 灵异事件 魔鹰事件 并成为末日后的三大事件 特殊事件无法描述 一般都是超自然力量的产物 碰到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 灵异事件 则是之前碰到的李志平 敌人是灵异体 魔鹰则是一种在思维中传播的灾难 通常不可能被物理消灭 这点和灵异事件类似 没过多久 一行人便来到一处巨大的废墟前 只见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的废墟中 不少严重腐蚀的坦克和火炮 散落在阵地上 整个废墟占地面积极大 从一处处破开火口 高度足有15米的城墙能看出 这里曾经发生过相当惨烈的战争 一眼看去 被淡淡光幕笼罩的一记战场中 空间一阵扭曲 好似在另一个世界 一声声近乎细不可闻的喊杀声和怒吼 隐隐传来 叶兄 我们准备进去吧 取出武器 陈勇深吸一口气 双手按向光幕 虽说一记战场属于比较安全的特殊事件 但难度也低不到哪去 进入前的紧张 就连活跃的陈瑶也忍不住闭上嘴 跟着哥哥身后 双手按上 第一 是否进入一记战场 当前难度 必急 听着瞬间响起的系统提示 叶宁毫不犹豫选择了确认 嗡 随着白光一闪 三人便消失在原地 第一 已进入一记战场 一分钟后事件开始 请做好准备 随着轻微的眩晕感 叶宁便发现自己 已经进入了光幕之中 和进入前看到的场景不太一样 此时的他们 正站在修复好的城墙上 脚下的土地上 也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 除了没有人 其余的一切都仿佛回到了过去 比起之前的废墟 看得出来 他们所在地方 是一处巨大的防御攻势 内部多达数十处的重炮阵地 布置在墙后 无人的射击躲上 摆满了重机枪 尚未被炸毁的坦克 也如同铁块一般 分布在城墙内外 到处都充满了肃杀的气息 林兄 待会战斗马上开始 我们需要在尸巢进攻下 尽可能多撑几轮 前面几轮简单一些 但后面出现的高级变异体 到时候就靠你了 不过不用担心 实在撑不住的话 我也有办法解决那些怪物 争取让我们收获多些 进入战场后 陈勇迟一片刻 也不打算隐瞒什么 开始暗示 叶宁他有特殊手段 当作底牌 一级战场的极致 和死亡工厂副本有些类似 也是轮数越多 收获越大 目光微动 叶宁听完后便意识到 对方口中的特殊手段 应当是自己前世听到过的那些 前世各种机密信息公开后 便有一项是关于一级战场的 据说在一级战场中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就可以通过特定的词语 唤醒战场内的死去的士兵 帮助战斗 唤醒的虽然持续时间较短 但抗住一整轮 还是没问题的 因此就演示出了一种打法 那便是 先靠自己抗几轮 能撑多久撑多久 实在撑不下去了 就唤醒士兵 最大化收益 见林安听后 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一旁的陈瑶似乎有些不爽 唯姓林的 这个办法可是很值钱的 这次结束出去后 你可不准告诉别人 到时候收获我们55分 不过你放心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哥口中的手段 有多重要了 随意瞥了一眼陈瑶 叶宁也懒得和对方争执什么 他自然能看出 这女的就是平常被捧惯了 一副大小姐姿态 不过站在这位大小姐的角度上讲 这个秘密确实重要 甚至称得上价值极高 基本上只有一些大势力知晓 要不是前世华夏战区都快灭国了 这个秘密 估计也会一直隐藏下去 陈瑶 亲和了一声妹妹 陈勇苦笑一声 看了一眼叶宁 不过虽然做事呵斥陈瑶说话客气一些 但他也是这么想的 叶兄 我妹妹不太懂事 不过还是希望你能保守这个消息 毕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眼头后心里不禁松了口气 看着快要消失的保护罩 他索性握紧手中的巨斧 叶兄 我是力量戏 我看你斗篷下似乎有两把双持武器 是用剑的吗 待会咱们负责解决变异体 我妹妹负责丧尸的同时也会支援我们 进入战斗状态 陈瑶虽然性格高傲 但到了对敌时刻也不再耍什么小性子 只见他迅速张弓上弦 示意自己随时可以支援两人 敏捷戏 远近都可以 从斗篷下抽出两把白色双剑 叶宁轻声回复 干脆冒充起最常见的游斗者 在全套小级品的装备加持下 他虽然比不上专精敏捷的二阶高级 但假装一二还是没问题的 不宜有他 陈勇注意到了叶宁手中的两把白色武器后 心中暗暗地评估起叶宁的战斗力 游斗者算不上一种职业 只是代表着擅长机动作战 什么手段都会一点 在无视力觉醒者中 算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了 生存能力强 没有明显的短板 不过相应的 真实战力普遍比较一般 两把白色装备 看样子 这位二阶高级也是混的一般 就在陈勇暗自思量时 倒计时也走向了最后时刻 九 七 二 战斗开始 好 刹那间 随着白色保护罩的消失 远处的平原尽头 如同幻象一般 生成了一片黑潮 黑色的尸巢中 四头体型高大的一阶变异体 如同铁塔一般 跟随着尸巢大步冲来 与此同时 随着怪物生成的一瞬间 站在高墙之上的陈瑶 右手如残影一般 迅速张弓 咻咻咻 咻 速射 不过一袭之间 连成一线的剑雨 如泼水一般 积视而出 腰间蓝光闪动 看上去不过七八只剑的剑弧 仿佛无穷无尽 不断生成着新的剑矢 以攻高速射击 一眼看去 赫然便是一件蓝色装备 火力倒是挺猛的 还算有点实力 倒不是什么花架子 看了一眼率先出手的少女 叶宁也不多想 直接和陈勇纵身一跃跳下城墙 速度极快地奔向尸巢 丧尸猙獰 数百头丧尸混在一起 散发出难闻的恶丑 咻 咻 咻 剑声破空 接触尸巢的一瞬间 几乎不带两人出手 后方积视而来的连珠剑雨 便如同大口径狙击枪一般 一箭射碎了最近的丧尸 后续更是将一条线上的四五头丧尸贯穿 瞬间被如扎串一般 在距离下倒飞出去 不过眨眼间 叶宁身前的丧尸便被清空了一片 直接将尸群中央的变异体暴露在他面前 倒是省了自己不少力气 随意评价了一番 叶宁也不浪费时间 只见他双手持剑 身形加速 随着猛然前冲跳起后 便直接一脚踩了最近的丧尸脑袋 在借助对方的脊柱当做踏板后 再次上跳前冲 身弱由于 身形拉出残影 刹那间就冲到了钢塔变异体身前 双剑斩剑 剑光交错闪过 三米空中一道X型剑影 直接贯穿了钢要挥拳的钢塔变异体 剑身随血线带出 如若无物 高额力量下 怪物那足以抵御小口径子弹的坚硬外皮 在叶宁剑下 就好似白纸一般脆弱 轻易就被破开 毫无停息 随着轻松斩死第一头变异体后 叶宁猛然发力 整个人如利剑一般击射而出 碰 瞬间便将对方肩膀踏碎 借力前冲 如空中穿梭 眨眼间便冲到第二头变异体身前 又见暴力斩下 伴随着一道激烈的尖笑声 剑影如同激光切割般斩出 只见刚要伸手去抓的钢塔变异体 还未伸到一半 整个身子便僵硬在原地 一眼看去 一道光滑无比的切口 赫然出现在他额头 斜斜蔓延至胸口 砰 砰 砰 不过呼吸之间 一连三声砸落地面 随着叶宁落地后 两头外表有着金属般 光泽的钢塔变异体 便跟着分成两截 缓缓砸落到地面 战斗结束 叶宁随意地抖了 抖件身上的穴子后 一声巨大的砸地声 也同时响起 看向自己左侧 他眉头一挑 便注意到陈勇那边 也搞定了怪物 只见陈勇正弯着腰 轻松地从砸烂的尸体中 缓缓拔出自己的巨斧 注意到叶宁在看着自己 他咧嘴一笑 赠量的光头随意甩了两下 似乎很享受战斗带来的快感 实力 还行 随着战斗结束 两人几乎同时在心中 给对方做出了评价 战斗空闲 在三分钟的休息时间里 两人索性站在怪物刷新点 等待着下一步进攻 前几轮攻势简单 没什么压力 因此 两人都没消耗什么体力 啪 火光冒起 趁着休息间隙 陈勇随意地踩在一颗丧尸头上 习惯性地给自己点燃一根香烟 美滋滋地深吸了一口后 他便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根地给叶宁 叶凶 抽烟吗 军区特供的 带着笑意 抵来火机 末日后物资紧缺 虽然比末日前好上许多 但用土地种植烟草 还是一种奢侈的行为 一般来说 只有大势力和军方才会少量种植 用来特供几高层 哪怕他陈勇是一名将军的孙子 那也没多少配额 抬头看去 叶宁微微有些意外 由于片刻后 便接过带有特供二字的香烟 虽然他前世没怎么抽过 但在最后几个月里 也接触过这东西 那是在几个老将军的教唆下学会的 按那几个老头子的话说 烟是男人的精神粮食 记得几个老头战死前 遗憾地跟他讲过 军部自己卷的烟跟报纸似的 可惜这辈子都抽不到力群了 啪 火机点燃 随着一口烟雾吐出后 两人的关系仿佛拉近了不少 对于男人来说 互相认识 就是一根烟的事 注意到特供二字 燕宁也意识到 眼前的陈勇 应当是某个军方大人物的后代 只是在燕宁啦 叶兄 你看上去这么年轻 在他眼中 燕宁分明只有十八九岁模样 看上去竟比他还小 要知道 他这个年纪 成为二阶都算得上天才了 虽然家中势力庞大 但他一身实力 可都是自己实打实 一次次生死间提升到现在的 很多时候 他们兄妹二人 都自豪于自己的进阶速度 不像某些混吃等死的二代 两人可以说 一天都没松懈过 但看着燕宁那张脸 他不禁有些吃惊 难不成眼前的少年 是某个顶级强者的后代 也是跟自己一般 在外闯荡的 这得是什么天赋 什么血脉 才能这么快升级的 注意到了陈勇的吃惊 燕宁眉头微皱 随口解释 显得小 下一波要来了 不待陈勇遐想更多 两人所站的战场中央 瞬间浮现出一道道晃动的虚像 顷刻间变化作实体 秀 碰 浑身浴血 在手持巨斧劈死了冲到自己身前的 一头哀嚎女妖后 陈勇有些狼狈的大口喘息 浑身浴血 周身被劈碎的尸块 如同一山一般 几乎把他掩埋起来 看了一眼自己身后 被一柄匕首射包的血狼后 他忍不住一阵后怕 就在一秒前 他在迎战二阶怪物时 身后突然遭遇另一头变异体袭击 必无可避 正当他做好了重伤的打算 却惊讶发现 一道荧光瞬间穿过尸群 直接解决掉了自己身后的敌人 看着如同淫于一般 在夜宁周身不断穿梭的匕首 他心中一片吃惊 在他眼中 此时的夜宁 就好似高效的杀戮机器 一手双剑如割草一般 屠杀着周围的丧尸 伴随着不断高速移动的匕首 任何冲进他身旁的变异体 都会被一击毙命 相比于他战斗的吃力 夜宁的战斗 就好似艺术一般 精准而高效 好强的技能 好强的战斗技巧 破 随着荧光再一次暴闪 贯穿了最后一头女妖后 战斗彻底结束 轻吐一口气 夜宁看着有些吃惊的陈勇 也知道自己的精神力控物 引起了对方注意 流光匕首 持续性技能 对付二阶初级还行 再强的变异体 就做不到秒杀了 随意的编了个技能名称 夜宁也不打算解释更多 流光匕首 某种远程技能吗 陈勇心头一跳 虽然不太理解 夜宁这一手 看起来像是虚空空物的能力 但他也没多想 虽然这技能听起来很陌生 但这世界上技能多了去了 他不知道也很正常 只是看着夜宁脚下的变异体尸体后 他不禁心中有些火热起来 一开始他还觉得 夜宁只能说算是不错的二阶 随着几轮战斗下来 他也发现了 夜宁的力量和敏捷并不算太高 只能说 勉强符合二阶高级的实力 但随着一手操控匕首的能力出现后 夜宁表现出的战斗力 直接翻倍 这一身的实力 在二阶高级中 也算得上不错的那种了 这么年轻 虽说夜宁自称 只是看上去小 但年龄肯定不算大 一身战斗技巧如此高超 还疑似是单打独斗的觉醒者 目光闪动 陈勇连声感谢夜宁刚才的出手帮助后 忍不住面色诚恳地说道 夜宁 我看你似乎没有加入什么势力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不妨在这次战场结束后 跟我一起回军区 很抱歉 之前没跟你介绍 我其实是华北战区副司令 招揽之心 陈勇颇为心动地看着夜宁 大有一副 想要招揽到手下的冲动 只要夜宁是独行者 他就有绝对的把握 能开出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 作为高层后代 从小尔独目染中 他自然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这么年轻 一身实力和技巧也这么出色 若是能招揽过来 绝对能成为自己的核心班底 别看他是副司令的孙子 但在高层斗争中 他也是需要组建自己的部队的 看出了陈勇招揽的意图 夜宁微微摇头 抱歉 我习惯了一个人 虽然陈勇的身份 在外界幸存者听来 简直是顶级的大人物 十个二阶里九个会心动 但对于夜宁来说 他倒没什么在意的 前世最后一年 他什么大人物没见过 到了灭亡的最后一个月 整个华夏战区 干脆将三军指挥权都交给他了 陈开来 没听过 一个战区副司令 估计也就是三阶中级 连被他直接指挥的资格都没有 要知道在最后时刻 他手下的三阶将领 可是多达上百名 清一色三阶高级 每个人都是上将级别 神色一致 陈永坚夜宁如此果断地拒绝了他后 忍不住有些急切开口 夜兄 你听完再拒绝也不急 我爷爷虽然是副司令 但我父亲也是三阶 任命191号安全区统领 你只要愿意加入我们 我可以对你承诺 岂不就是正团级待遇 每月三千信用点 我自己私下再补贴你一千 加入后 我会为你免费申请 一把蓝色武器 包括你的家人 也可以加入军部任职 待我接受安全区后 你成为我的副手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说吧 陈永便一脸期待地看着夜宁 他自问自己开出的条件 绝对丰厚 甚至可以说是超额的 一月四千 加入就送一把蓝色武器 一人加入 全家安全都有保证 这个条件开出去 绝对能让无数觉醒者抢破头 更别提后续的待遇 绝对是一片光明 当然 他也是看中夜宁的潜力 才舍得开出这个条件 但和之前一样 叶宁看着那张诚恳的脸 依旧是微微摇头 示意自己不考虑这件事 如果陈永能开出一个月一百万点 他也许会考虑混个两三个月 但就算把陈永全家卖了 估计也就值这些钱 神色一将 陈永看着毫无心动的叶宁 只觉得一阵匪夷所思 然而 正当他还想再努力劝说时 身后陈兰紧张的声音突然传来 哥 你没事吧 只见背着长弓的少女 一脸急切冲来 满眼担心 距离较远 虽然他看到了哥哥应该没受什么伤 但他也注意到 陈永刚才被偷袭的那一幕 观心则乱下 他实在忍不住跑来查看一番 只是担心中 他也有些狐疑 过来的路上 他可是听到了 哥哥想要招揽这个家伙 在他认知里 叶宁虽然表现不错 但二阶高级 军区一抓一大把 哪里值得哥哥付出这么大代价 看到陈永没什么大爱后 他面色不爽地看了一眼叶宁 哥 他不同意就算了 搞得我们好像求着他一样 信业的家伙 你不要以为自己二阶高级就算厉害 我认识的人中二阶巅峰的 都一抓一大把 听着妹妹如此骄纵地开口 陈永脸色一黑 小妹意识不到 叶宁的价值是正常的 毕竟陈兰是远程作战 几乎没正面和变异体交手过 自然看不出 叶宁刚才在战斗中 表现出的技巧和反应 有多么惊艳 他不同 他天天和变异体打交道 自然能看出 叶宁的战斗风格 绝对是生死兼魔力出的 能在战斗中 有精力帮队友解围 这就代表着 叶宁在刚才的战斗中 还有余力 搏杀之间 还有心思观察全场 叹了口气 面对自己小妹 他也没法骂什么 看了一眼第四轮的倒计时 陈永索性压下劝说的心 只等这轮结束出去后 再和叶宁谈一谈 如此人才放过 他实在不甘心 叶兄 我们现在要返回防御阵地了 待会出现的变异体 至少二阶巅峰 而且后续不再有休息时间 进攻是持续的 语速飞快 陈永一手指向后方 接下来 我们直接唤醒这处事件中的士兵就行 怪物会优先击杀他们 我们趁机行动 听着陈永的解释 叶宁点了点头 眼中不禁闪过一某好奇 他虽然知道能唤醒士兵幻影 但具体怎么回事还不知道 不过他倒不打算这轮唤醒士兵 而是打算再拖一拖 按照前世流传的信息 唤醒的士兵在持续时间里 可以一直作战 效果极好 对于叶宁而言 待会的二阶 他完全可以自己先秒掉再说 等最后关头再唤醒也不迟 毕竟他的目标 可是后续高难度的三阶 以及唤醒士兵后出现的那件蓝装 城墙上 陈永有些诧异地看向叶宁 叶兄 你的意思是 咱们手载着 再拖一拖 没错 反正按你意思 什么时候唤醒都行 多拖一会 收获更大 随意解释过去 叶宁默默地看向 自己技能面板中的两项SSS极剑技 天系流光 次元斩 两个都冷却好了 但他只打算先用天系流光 次元斩流做底牌 虽然陈氏兄妹看上去不错 也不太可能对自己出手 但足够警惕下 叶宁还是习惯任何时候都留一手 见叶宁坚持 陈永由于片刻后也打算照做 虽然三人的实力 不足以击杀呆会的怪物大军 但坚持一段时间倒没什么问题 真到了危险时刻 唤醒士兵也就是瞬间的事 随着三分钟倒计时飞快跳动 很快熟悉的幻影 再次在远处地平线上生成 不仅如此 一记战场内的天色 也陡然跟着暗淡起来 乌云缓缓凝聚 就好似回到了这处防线 抵抗失朝的那天 感受着逐渐沉重的氛围 陈永下意识开口 向叶宁说道 叶兄 我听我父亲说 这处战场遗迹 是五十多年前的了 这条防线 是当时阻挡北上失朝的 最后一道防线 当时的镇江郡区 调动了整个环江的部队守卫在这里 为的就是让华北战区的幸存者撤离 当时决心者还不算多 大部分防线上的战士 都是普通人 听说那场战役 目录回忆 陈永想起陈开来 为他讲述这段历史时 那暗淡中带着卑忧的眼神 忍不住压低了声音 很惨 很惨 随着乌云汇聚 战场上的气氛 也愈加凝重 云层中隐隐传来轰鸣雷声 点点落余 好似大战前的古典 细密落下 面对一望无际的战场 三人无忧地在心中 升起一股渺小之意 陈永忍不住攥紧了手中的巨斧 浑身肌肉紧绷 一旁的陈瑶 也紧紧地抿着嘴 左手不断地翻捡起剑弧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缓解心中的压抑 来了 随着第一道闪电 横跨乌云照亮天际 叶宁忍不住低声提醒 双眼盯向远处的地平线 刹那间 只见堆积了不少尸体的地平线上 一道黑色的浪潮猛然翻涌 犹如墨水侵蚀着宣纸一般 向着防线推来 狮巢 真正的狮巢 不是之前几百几千 不是一眼 扫去能看到头的丧尸群 数量难以计算 占据了整个地平线的黑色狮巢 如同无边无际的大海 顷刻间便占据了全部视野 大地仿佛都在颤抖 昏暗的天幕下 那一双双星红的眼 好似地狱中的恶鬼 密密麻麻 拥挤在一起的丧尸之间 看不到半分空隙 仿佛一道尸体组成的墙壁 尸巢的推进速度 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快 随着海量丧尸的涌来 一头头体型巨大的变异体 也紧接着出现 一头 两头 六头 多 太多了 指尖捏得发白 哪怕还没接触战斗 站在城墙上的陈勇 此时也忍不住看向叶宁 一向沉稳的脸上 不免带着一抹惊慌 三头二阶终极两头高级 还有一头二阶巅峰 不过攻势的开场 出现的第一批变异体大军 就带给他莫大的压力 如果两人还像之前 那般在刷新处等待 怕是瞬间便会被怪物大军淹没 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叶兄 我们真的要脱吗 我感觉脱不住啊 瞬间打起退堂鼓 一头高级 就够他们喝一壶了 更别说还有其他怪物 一时间 陈勇有些后悔 答应叶宁 他有想过 真正的时潮有多恐怖 但想象和真实面对 完全是两种感觉 哪怕他从小就在军队中磨砺 参加过不少清理失群的行动 但那时面对的丧尸数量 远远无法和现在相提并论 无穷无尽 无穷无尽 尤其是他知道 这不过是开头 后续出现的怪物大军 只会比这更多 一股深深的无力充斥心灵 哪怕站在已经复原的高墙上 他依旧觉得 三人就好似大海中的一片山板 随时都有轻浮之危 拖一会 我有把握 没有过多解释 叶宁淡淡开口 相比于两人 有些顶不住这肉眼可见的巨大压力 他要从容许多 不是因为SSS级剑技在手 而是他前世见过太多次这种场面 哥 你别理他 听着叶宁如此回复 紧张到极点的陈瑶 焦急开口 好看的脸蛋上满是慌张 等怪物上城墙 咱们就唤醒士兵 真冲过来 他根本挡不住的 话说的没错 觉醒者本来就打不过同级别变异体 在陈瑶看来 叶宁了不起 就是拖住一头高级怪物 等剩下的变异体冲过来 两人随时都有与命之危 说是唤醒士兵后 就会安全 但他们也只是听说 万一挽个几秒 骨头都没了 好 一闪而逝的雷霆 照亮了最前方的巨型变异体 雷声大响 骤然亮起的光芒下 最前方的二阶高级变异体 怒吼一声 浑身死白的皮肤一阵如动 四条粗大的手臂 如同十字一般张开发起冲锋 动 动 动 狂奔加速 大步迈出的巨足下 成片丧尸被踩成肉泥 随着领头的四臂变异体发起冲锋 后续的五头也跟着加速 如同势不可挡的小山一般 迎面撞来 城墙上 燕宁紧握双剑 任由细密的雨水打在身上 大脑高速计算 双眼不断地追踪变异体冲锋路线 靠近城墙 等靠近城墙集中到一起后 自己再一击秒掉 在外人看来 危险无比的变异体 在他看来 却是行走的惊念 只是光是击杀六头还不够 舔了舔嘴角 燕宁飞快地预演着自己 究竟能拖多久 同为二阶的情况下 击杀同级别变异体 可没经验加成 他其实更希望拖到下一头二阶巅峰 甚至三阶出来 反正天系流光之下 杀谁都是秒杀 他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角度问题 咻 剑声破空 实在顶不住压力 站在射击口的尘瑶 慌张拉剑 手中的剑语 如泼水一般 急速射向尸巢 巨大的压力下 他甚至忍不住 开始动用技能 直剑随着一道 绿色的光芒环绕双手 他手中的剑语 便瞬间扩散开来 每一根剑识 都在飞出后 分裂成六七支短剑 高速张公拉剑下 整个人俨然化作炮台 每一次射击 都能击杀数十头丧尸 然而 和之前轻易就能清空一片不同 在海量的丧尸大军面前 无论他再怎么攻击 都好似徒漏 往往还没清除一片 后续的丧尸便迅速填补上来 小脸煞白 陈瑶甚至感觉 都不用变异体靠近 光是这些丧尸 都能淹死他们 叶凶 浑身紧绷 陈勇望着 大步冲来变异体 只觉得手心都在冒汗 没法打的 这么多变异体围攻下 他一个近战 就是找死 他频频侧头看向叶宁 却愕然发现 此时的叶宁 竟连匕首都没召唤出来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仿佛等待什么 咚咚咚 咚 如战鼓般的脚步声 不断靠近 眼见着变异体 即将冲到身前 陈勇终于忍不住再次催促 叶凶 还是别拖了吧 这轮数量太多了 话音刚落 远处的一头独眼变异体 突然生成一团巨石 粗如石柱般的手臂 猛然将巨石向着城墙砸来 哄 如同炮弹一般 城墙音声砸碎半米 四箭的碎石 好似子弹一般 向四周击射 陈勇仓促躲避巨石后 脸色一阵发白 正当他不打算再拖延下去时 一直一动不动的叶宁 猛然向着右边城墙冲去 拖到这脸 一声爆喝 眼见着叶宁还不死心 陈勇眼中一阵焦急后 只等迎着头皮跟上 只是看着已经靠近城墙的变异体 他只觉得 手脚都在发抖 不行 再拖又有什么意义 这么多变异体一起冲上来 他们就是等死 一旦城墙被破开 后续涌进的丧尸 请客间就会将他们团团包围 到时候 万一出现意外 短短几秒的时间里 兄妹二人 只觉得自己好似在刀尖上跳舞 没随着叶宁冲出多远 少女再忍不住出声 哥 不能再拖了 听他的 我们会死的 哄 滚得躲开一头变异体的重锤后 陈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太危险了 实在太危险了 跑到另一头 有什么用 正当他准备唤醒士兵时 一直向着右边狂奔的叶宁 突然转身 就好似调整角度一般 在两人眼中骤然腾空 从高空看去 此时的叶宁 近好似和六头变一体 形成了一条直线 这是要干什么 短暂失神 兄妹二人错愕地 看着突然停下的叶宁 完全无法理解他要做什么 下一秒 一道浩然无匹的荧光 给出了答案 天系流光 乌云洞穿 时间仿佛静止 只见从天而降的银色渐流 仿佛贯穿了天地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降临 一剑斩出 犹如无形之刃的极致微能 骤然贯穿了一条直线上的叶异体 最终在百米之外 缓缓消散 原本还在高速冲来的六头叶异体 诡异地静止在原地 片刻后 在巨大的惯性下 一道泻线赫然浮现 浑身僵硬 刚刚翻滚起身的陈勇 震撼地看着落回地面的叶宁 在刚才的刹那间 他仿佛被洞彻灵魂 明明那一剑的目标不是他 可是光是散意的气息 就让他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和他一般 持宫的少女陈瑶 此时仿佛大脑荡击了一般 傻傻地张着嘴 备受尘开来宠爱的 他自然感觉到了 刚才那一剑 只有三阶才能展出 啪哒啪哒 贴近城墙的六头变异体 如同积木一般 从中间裂开 缓缓跌落进尸巢 重物掉落的响声 惊醒得了惊骇中的两人 回过神 干咽口水 陈勇一脸匪夷所思地看向夜宁 声音似乎都在打仗 您 您是三阶终极 脸上一片火辣 天剑可怜 就在几分钟前 他还自信地试图招揽夜宁 来当自己手下 然而打脸来得是如此之快 快到他都有些猛逼 一个最少三阶终极的顶级强者 和自己爷爷一个级别的超然存在 自己居然还傻乎乎地 让人家跟着自己干 好疼 脸真的好疼 刹那间 他总算明白 夜宁为什么那么果断 就拒绝了他 原来自己竟是个大傻逼 先往后撤 没有在意两人震撼之情 夜宁快速地看了一眼 远处即将刷新出的下一批变异体 决定再拖些时间 虽然他未必会再次出手 但按照前世透露出的信息 唤醒的士兵在持续时间是无敌的 拖得越久 自然评价越高 不远处 陈氏兄妹二人听着夜宁的指令后 慌忙赶来 再也不提之前的打算了 虽然想不通 一名三阶终极 干嘛要隐藏实力来这里 但两人也不敢怀疑半分 杀的不是三阶 但那一阶 就算他爷爷都未必展得出来 神色尴尬中带着激动 跟在夜宁身后 就连一向高傲的陈瑶 此时也像受惊的小鸡一般 低着头不敢说话 面对其他觉醒者 他还能耍耍小性子 谁都会让他三分 可是面对夜宁这种级别的顶级存在 他是一点都不敢耍了 实力代表一切 三阶的重要程度太高了 就算夜宁现在把他按在地上伤耳光 他也只能伸完左脸伸右脸 有什么委屈都得受着 他是陈开来的孙女没错 但陈开来的后代 可不止他一个 不是极端情况下 没有任何三阶会愿意得罪同阶 尤其是 夜宁看上去年轻的有些可怕了 心头激动 跟在夜宁身后的陈勇 飞快地在脑海中 搜索信业的顶级强者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 怎么也是一方统领 只是他绞尽脑汁 也没找到符合的对象 算了 不管了 这趟一级战场 有三阶带着 自己简直就是中了彩票 直接抱大腿就行 仔细回想着 自己除了招揽外 还有没有什么不客气的地方 陈勇此时满脑子 都是结束事件后 怎么和夜宁攀上关系 妈的 自己若是能和这位大人物搞好关系 家族的争斗 还不是手到擎来 下一任统领 谁能争得过他 飞速奔跑 防线虽长 但在夜宁全力冲刺下 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便抛到了尽头 狮群已经在城下堆积 不过暂时不构成威胁 不断观察着远处变异体位置 夜宁一边预演着待会的撤退路径 一边寻找着 埋藏蓝色装备的地点 按照前世的记忆 那件装备 应该是在士兵唤醒后 出现在墙后的一道战壕中 不同于常规的现代防御攻势 面对丧尸这种敌人下 整个防线不但最外围有城墙 内部也挖掘出了密密麻麻的战壕 用来延缓失潮移动 可以说 整个阵地就是由一道道 各式防线组合成的绞肉机 这两头速度很快 我们试 一分多钟过去 陈勇看向冲来的变异体 忍不住出声问询 不同于之前的紧张 这次他倒是有些放松 反正有三接在 自己跟在后面喊两声就行 大腿不抱白不抱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 夜宁在快速地扫了一眼变异体后 竟直接开口 唤醒士兵吧 我们撤到里面去 嗯 微微一愣 之前不是说在拖会吗 怎么不拖了 看夜宁的意思 不愿再出手了 两头二接巅峰虽然难缠 但对于三接终极来说 并不算麻烦吧 再斩一剑 不就直接秒了 心怀疑虑 陈勇目光一阵狐疑 跟着夜宁向内部撤退 一旁的陈瑶像是想到什么 忍不住压低声音小声说道 哥 他会不会不是三接 我们认错了 或者说他刚才是用了什么一次性消耗道具 不然为什么不出手 陈勇眼神一致 本就精益与夜宁的过分年轻下 他也忍不住有些认可小妹的猜测 有可能吗 这么年轻的三接终极 听都没听过 结合种种疑点 陈瑶猜得不无道理 只是怀疑中 他也不敢多问 别猜了 他就算不是三接 那也是二接高级 他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就是 欲速飞快地嘱咐陈瑶后 陈勇也不再多言 眼看着变异体 正疯狂地攻击着城墙 他索性按夜宁要求的那般 准备唤醒士兵 深吸一口气 陈勇说着有些别角的话 不断地对着城墙高声呼喊 Ariens 马染兹 马染兹 就好似某种指令一般 下一秒 整个防线驻地内 突然出现大批身穿军装的士兵幻影 喧闹 凝时 如同置身三地投影 夜宁目光一宁 有些惊异地看着 从自己身旁跑过的士兵 就好似凭空冒出的 一对对或是扛着机枪 或是搬运炮弹的战士 冲上高墙 震耳欲聋的怒吼声 也跟着响彻整个防线 准备作战 守住防线 第一炮兵团准备开火 杀呀 震耳欲聋投到士兵身上 唤醒士兵幻影后 陈勇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神色中满是轻松 他走到夜宁身旁 颇为感慨 夜宁阁下 接下来我们看戏就行了 只要喊出Ariance 这群士兵就会帮我们战斗 他们看不到我们 就像副本NPC一样 会一直攻击失朝 不过他们持续不了多久 大概击杀完最前面的一批后 就会消失了 到时候 我们就得赶紧退出了 目光闪动 Ariance 夜宁知道这句口令 但具体什么意思并不知道 不过看样子确实有用 随着士兵的出现 三人就好似回到了历史中 以旁观者的身份 观看这场战役 硝烟弥漫 呼啸的炮弹 不断从头顶划过 炸落在尸群之中 你们在这等着 回过神 夜宁在随口丢下一句话后 便直接沿着内城防线 寻找装备的踪迹 凭借着比两人都高的意志属性 他倒是勉强感知到了大概范围 顶上去 所有人全部顶上 震耳欲聋的爆炸中 生生指令通过传讯兵下达 每当射几口的机枪手 被余波活活震死后 后方待命的士兵 便飞快地顶上 年轻的士兵 结果滚烫的机枪后 怒吼开火 在源源不断的丧尸进攻下 石巢在城下 很快就堆积成人体 来不及扫断尸踢 蜂拥而上的丧尸 伸出腐烂的双手 一把脱下最近的士兵 在惨叫声中 分时殆尽 战斗惨烈 他们早已忘了恐惧为何物 退无可退 他们脚下便是最后的防线 来不及欢淡下 不少士兵干脆抽出匕首 用牙齿 用手 用一切能用的办法 和怪物厮杀在一起 绝刑者小队顶上去 不要让那些怪物破坏城墙 防线后端 本该坐镇指挥的各个小队指挥官 死死地盯着靠近的几头巨型变异体 看着自己手下的兵接连战死 不少军官悲怒之下 索性自己冲上前去 试图阻挡越来越大的缺口 一旦让这些变异体接近城墙 这些怪物就能造成巨大的杀伤 巨手一挥 成片的士兵就会被扫成一滩肉泥 人命仿佛一个数字 在这战场上不过是飞速流逝的消耗品 轰 轰轰 人力有穷 连番攻击下 防线依旧被轰开一处处火口 硬顶着弹雨和火炮 冲上墙头的变异体大口 吞吃起周围的战士 没有觉醒者阻挡 人类就好似食物一般脆弱不堪 杀 如同送死 后方匆忙顶上的觉醒者们怒吼着冲向怪物 在燕林眼中 这些最高不过二阶出击 大部分只有一阶的觉醒者士兵 犹如飞蛾扑火 汗不畏死地扑了上去 碰 碰 碰 血雾爆开 然而往往还没冲到身前 冲得最快的战士 甚至来不及攻击 便被变异体直接打爆 没有电影中单人救场的壮烈之举 在英勇的战士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无声死去 靠着队员们用生命铺成的道路 分成数十人 小队的低阶觉醒者 趁机疯狂地爬上变异体身躯 如同蚂蚁一般拼命攻击 试图用人海战术拼死这些怪物 一批死去另一批顶上 在燕林寻找装备的途中 他意外地发现这些被唤醒的士兵 在每次死亡后便能从营地中复活 犹如源源不断的乙群一般 重新加入战斗 凭借着循环重生 被唤醒的士兵投影 竟硬生生用血肉之躯顶住了尸巢的进攻 不断附生的战士和无穷无尽的丧尸 将战场化作血肉末盘 互相绞杀 感慨一番遗迹战场的特殊后 很快凭借着高额的精神力感知 燕林便找到了一股隐晦的系统波动 应该就是这了 只是他的情绪 也仿佛被这场悲壮的战斗所感染 忍不住回头 看了一眼 还在不断拼杀的士兵 心中一片沉重 比起他前世的经历 眼下这场几十年前的守卫战 无疑要更加惨烈 华夏战区到了最后关头 至少还有一批批三阶觉醒者存在 但现在 纯粹就是一群普通人在拿命去填 用生命换取时间 深吸一口气 燕林转回头不再多想 只是飞快地在战壕中搜寻 几秒后 他目光一喜 终于在一个土坑中找到了那条项链 只是在拿起项链时 他意外地发现在土层下方 一本薄薄 好似信纸装订的本子埋在里面 这是 下意识翻开 泛黄的信纸上几行工整的字迹 映入眼帘 2033年6月7日 营长任命我为书记官 跟着部队一起来到了镇江 听说这里要建起广西以北最大的防线 南边的尸巢已经往这里移动了 7月15号 防线建得很快 大家都很有信心 守住北上的尸巢 虽然很苦很累 但只要能守住这里 也许我们辛辛苦苦建成的安全区 就不用被放弃了吧 我们已经逃了太久了 7月17 听说最近的尸巢已经跨过镇江了 不过已经有部队去拦截了 可惜我不是觉醒者 不然也能跟着去 不得不说 从连山招募的新兵真的很能吃苦 这帮小伙子挖起战壕 那叫一个利索 就是他们说话我听不太懂 闹了不少笑话 7月19 营长的心情似乎很不好 不知道是谁惹了他 今天连山的那些新兵 教了我不少他们那点话 说起来 这批防线上的战士 似乎都是那个地方的人 我倒像个外人似的 他们说 这里是他们的家 7月20 阿言和我说 他喜欢的女孩 就在后面的安全区 这个小子才17岁 就想着逃老婆了 不过据他说 他们那的人结婚都很早 7月21 前线的消息传来了 第一批拦截的部队 似乎失败了 六营的几个小家伙 跑来找我 说想寄封信回去 我想 他们可能也知道了什么 7月23 上面似乎接到了命令 今天一早就开了动员大会 不少军区的坦克运了过来 听说很多觉醒者 也正在调过来 情况似乎很不好 很多人都开始写信了 希望 我们能赢吧 7月24日 营长私下找我 交给了我一封信 他告诉我 如果如果战事不利 作为文职人员的 我是可以跟着 最后的部队离开的 7月25 第一批狮巢进攻开始了 我从没想过 一切会发生的那么快 阿言死了 我们连他的尸体 都没能找到 第一波狮巢虽然消灭了 但我知道 这只是开始 7月26 上午营长 让我问问手下的兄弟们 有没有什么话想留下 下午他就死了 在他临死前 我甚至都没机会问他 有什么想说的 我感觉好假 真的好假 心都寄回去了 但我没跟着走 虽然我一直都觉得 我挺怕死的 但这次 我不想走了 走了 我就没有家了 7月27 我想我也要死了 我看到了他们 我们无路可退 趁着最后的时间 我找了很多人 问问他们 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知道 还有几个人能活着回去 我总觉得 应该说些什么 只是我没想到 这群新招来的新兵 平常那么喜欢写信 最后憋了半天 只是告诉我一句话 仿佛回到过去 看着最后一页透过的暗红色血字 叶宁不禁有些沉默 哗啦 小心翻看 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写满最后一张 那是那群年轻的士兵 留下的最后的话 带我回家 带我回家 第一 获得项链 试约 蓝色 第一 触发特殊任务 一愿 一愿 找到一级战场的起因 并解决该事件 任务完成后 获得特殊奖励 任务信息很简单 甚至没有线索 但对于叶宁来说 已经不需要说明太多 缓缓站起身子 叶宁有神色复杂的 看着手中的项链 项链外表很普通 银白色的链条中间 是一个圆扣 打开后 里面只有一张 被从大照片上剪下的小照片 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的母女 笑得很好看 只是在时间的模糊下 有些看不太清 根据信纸上的信息 叶宁能猜到 这应该是书记官的遗物 第一次 他没有选择查看装备的属性 没有看看这件装备 是否和前世一样 他现在只觉得 心头有些堵得慌 带我回家 低声难难 叶宁下意识看着 从自己身边不断穿过 奔向城墙的赴死的战士 他们看不见自己 就像历史在重演 这里就好似两个事件 远处 他依稀能看见 陈氏兄妹两人 正在窃窃私语什么 有士兵幻影吸引攻击 这场战斗 几乎和他们无关 一边在赴死 一边在闲聊 熟知遗迹战场的两人 就像是看戏一般 早已习惯 目光闪动 叶宁默默地看着 如蚂蚁一般 抓在变异体身上的士兵 虽然前世同样惨烈的场景 叶宁见过许多 甚至到了人类文明覆灭的镜头时 他所见过的 画面比这更加悲壮 但看着几十年前 先辈们如此复死的一幕 却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触动 他只在课本上 看到过几句歌颂的支言片语 而且大部分 还是和三阶觉醒者有关 六十年的时间 新生代的幸存者 早就遗忘了历史 没谁会去记下一个 不知名的战场上 死去的无名士兵 太多了 太普通了 相比于一场 最不起眼的守卫战 人们更愿意记下 那些力挽狂澜 拥有顶级战力的 三阶觉醒者 毕竟 那听起来 可比干巴巴的死亡数字 过瘾多了 一院 钻紧手中的项链 叶宁轻吐一口气 珍重地将项链塞回胸口 他大致想到了 这起特殊事件的起因 究竟为何 要该怎么解决 但 他还需要验证 叶灵阁下 我们是准备走吗 注意到叶宁突然回来 陈永下意识脱口而出 虽然他刚才有些怀疑 叶宁究竟是不是三阶 但丝毫不妨碍 他对叶宁的重视和尊敬 他指了指 还在不断重生的士兵 叶灵阁下 这些士兵的持续时间快到了 等三阶变异体出现后 这群士兵最多再纠缠一会 就会消失 所以 咱们要赶在士兵消失前离开 不然 被三阶变异体盯上就麻烦了 露出略微讨好的笑容 陈永现在满心都在盘算 出去后 要怎么和叶宁接触接触 试探下 究竟是不是三阶 一旁的陈瑶 此时也乖巧地低着头 偷偷地打量叶宁 他们是不太想碰到三阶的 哪怕有士兵在的时候 也不想 至于叶宁会不会继续 在他们判断里 大概是不会的 要想杀掉三阶变异体 最优解 就是等三阶变异体出现的瞬间 在唤醒士兵 如此一来 就有充足的时间 利用士兵消耗怪物力量 然而出乎两人意料 叶宁返回后 只是沉默片刻 继而开口 你们知不知道 一计战场的结局 在历史上 这批士兵最后怎么样了 嗯 陈勇微微一愣 不太理解 叶宁突然问这个干嘛 这么久之前的事 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思索片刻 他眉头紧皱 我好像听我爷爷说过 他当时说 这场战役很惨 最后似乎是失败了吧 当时好像出现了三阶变异体 导致防线彻底被攻破 据说没有人活下来 停根片刻 陈勇耸了耸肩膀 叶宁阁下 您也看到了 这里的士兵幻影 最高踩二阶 当年肯定是挡不住的 不过他们也撑了挺久 撑到让后方安全区撤离 我爷爷就是当年 安全区里活下的那批人 撑了很久 撤离 目光闪动 叶宁看了一眼 已经不知道 战死了多少次的士兵幻影 再次开口问去 你知道你唤醒士兵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Ariens 马染兹 你们 用了多少次这个办法 有些拗口地重复一遍 陈勇听后张了张嘴 这一次 他真的不知道了 只是不知为何 他突然觉得 叶宁的眼中带着一抹冷意 意思 叶林阁下 这句话 也是我们内部传下来的 具体什么意思 还真不知道 没有多想 陈勇干笑两声后极力回忆 好像是土话 还是什么地方方言吧 听说当年那群士兵 都是临时从广西那边招募的 这句话 应该是他们的语言 反正我们知道 只要喊出这句话 士兵幻影就会立刻出现 说吧 陈勇末聊补上一句 您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个技巧透露出去 这个办法还是很好用的 几乎能百捡一轮收获 严格来说 这其实是军方的机密 至于用了多少次 由于片刻 他想了想后才开口回到 大概几百次吧 这个办法 一般都是我们用来刷装备用的 用一次 至少能让士兵耗死一轮变异体 不过每个人只能用一次 下次同样的人再来喊 这个办法就会失效 陈勇目光闪动 言语中暗示着自己告诉叶宁这个办法 其实是送了一个大人情 一般来说 像副本打法 各种事件的技巧 变异体弱点 这些消息是不可能对外传播的 一般只在军方和大势力中流传 像在一级战场里 这么好用的技巧 放在外界卖个几千 乃至几万信用点都不是问题 无动于衷 叶宁听后 原本有些冷意的目光陡然闪过一抹寒意 几百次 默默攥紧双拳 扮上后 在陈勇感到隐隐的不安中 他轻声问出最后一句 你们有帮这些士兵杀过最后的变异体吗 神色一致 感受着突然不对的气氛 陈勇下意识有些不安 他总感觉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话 迟一片刻后 他摇了摇头 没有 一般只有二阶会来这 向军部和其他几个大势力 知晓这个消息的人 他们的三阶好像有种默契 不会来这 所以 实际上 你应该是第一个到这的三阶 刹那间 叶宁在得到答案后 心中猛然闪过一抹杀意 他想 他知道了一级战场的答案 遗愿 哼 叶林阁下 我们还不走吗 高声问句 后方防线中 躲得远远的陈氏兄妹 疑惑不解地看着前方的叶宁 他不知道为什么 叶宁在问完问题后 竟全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士兵幻影马上就要消失了 最多等三阶变异体出现几分钟后 幻影就会彻底消散 到时候 他们想跑都跑不掉 站在城下 叶宁听着 身后两人的催促 只是轻笑一声 他默默地看着 不断从城墙上 被变异体砸烂的尸体落下 听着那一声声惨烈的冲锋号角 心头只有一股悲意蔓延 走 走什么 他已经知道了 任务怎么解决 也知道这个事件 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瑞安斯 马染兹 马染兹 回忆着自己曾经看过的地图 叶宁面容苦涩 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拼凑出了一段历史 广西 听不懂的话 招募的新兵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在末日爆发后的第二年 临江战区为了守住防线 便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招募了一批新兵 只经过极短的时间训练 这批新兵便被拉到了这里 修建防御攻势 一开始还没什么 军方认为 北上的失朝可以拦下 因此便派出了部队和觉醒者 狙击失朝 但三天后 噩耗传来 第一批狙击失朝的部队失败 并在侦查后 军方发现 失朝的数量远超想象 其中更是有根本无法阻挡的三阶变异体 因此 在调来一部分火炮部队和少量觉醒者后 军方直接启动逃亡计划 以最快速度撤离后方的幸存者 而在此时 前方防线的士兵们一无所知 他们还想着怎样守住防线 但在无法掩盖的气氛下 不少防线将领 还是隐隐猜到了这件事 可是 退无可退 身后就是他们的家 在营长和准备赴死的指挥官暗示下 各个连队的书记官得到命令 他们让这些士兵们寄回最后的一封信 也算弥补心中的愧疚 很快 失朝正式来临 再次意识到 根本无法抵御失朝后 各个基层的战士 从小队长到指挥官 所有人都决定以身殉国 能拖多久便拖多久 而本能独自离开的非战斗人员书记官 也在这个时候 目睹了战友们一个个死去 悲痛之下 原本怕死的他也放弃了离开 打算在最后时刻 为大家记录下最后的遗言 但 事情到这一刻并没有结束 叶宁深吸一口气 目光复杂地看着送死般的士兵 根据陈勇的描述 他的爷爷便是后方的幸存者 在后续的几十年里 他的爷爷一直生活在附近战区 并成为一方将领 这就意味着 当年的失朝 实际上是被拦下来了 原因很简单 三阶变异体的出现 导致防线的崩溃速度 远超众人预料 从性质上的信息可以看出 留给他们撤退的时间 根本就不够 所以 失朝一定是消失了 甚至根本就没有突破进安全区 不然 以失朝扩散的速度 后方根本逃不走多少幸存者 可是 失朝又不会消失 他们在哪 答案清晰明了 成千上万战死的士兵 他们的信念和意志 在最后时刻 转变为特殊事件 将失朝和变异体 永远地困在了这片空间 就像灵异事件中的厉鬼一般 无数想要守住家园 那不屈的灵魂 在同一时刻发生了转化 他们变成了永远不死的英魂 守护在这里 双拳紧钻 看着远处即将出现的 三阶变异体投影 叶宁心中五味杂陈 如果事件到此结束 他在刚才质问陈勇时 心中还不会闪过一抹杀意 如果就此结束 这里只能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 但 事实的真相远不止如此 在这群英魂将失朝困在空间后 军方或者某个大势力 发现了这里 他们也许是无意 只要喊出Arains 马染子 马染子 这些本盖安息的英魂 就会再次出现 帮他们杀死空间内的敌人 以此来获取资源 无论是在利益的趋势下 还是其他 尝到甜头的人们 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一点 十次 百次 乃至千次 他们利用这个办法 不断地在这里获取装备和资源 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战士 不停死去 甚至夜宁毫不怀疑 一定有人想到了这里的特殊性 想到了这群战士 为何会不断出现 答案很简单 只要最后的三阶变异体不死 这处空间就会永远存在 那群只保留了守卫家园信念的战士 临死前最后的信念 一定是杀掉这头三阶 不让这些怪物 毁掉他们的家 只是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所有知道答案的三阶们 集体保持默契 他们为了空间的延续 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取装备 索性没有一个人出手 没有人愿意解脱这里的灵魂 不出意外的话 那句Arains 马染子的意思 便是状语里的回家 在喊出这句话后 这里的阴魂们 便会误以为 有人来带他们回家 但等待他们的 却是永远无法解脱的死亡和利用 这也是为什么 每个人只能唤醒一次 最终 在无尽的循环中 这些士兵们 一次次地重演历史 一次次地死去 最终形成了一计战场 就连答应他们的诺言 也变成了回家的欺骗 心口堵塞 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 充斥胸膛 燕宁深吸一口气 俯身从脚下捧起一把泥土 他抬起头 远远地看着 已经在不断凝视的怪物幻影 缓缓松手 迎面吹来的寒风 将手中的土吹向身后 漫天飘散 这一次 我带你们回家 躲在最后方的营地中 陈勇急躁不安地看着 站上墙头的那道身影 他不知道 叶宁为什么还不走 要是真的想杀最后的变异体 那何必那么早唤醒士兵 到了这个时刻 士兵一旦消散 在海量失朝包围下 他叶宁就算是三接 也未必杀得掉那头怪物了 哥 要不我们先走吧 那家伙看上去奇奇怪怪的 万一他弄不死那三接 咱们在这陪他等死吗 小脸煞白 陈勇不断催促着自己的哥哥 他可不想这么倒霉地死在这 尤其是叶宁 无论是身份还是行为 都让他捉摸不透 现在的难度 已经不是他们两个能参与的了 尤其是在之前的记录中 压根就没三接正面 对战过最后的变异体 谁也不知道 最后的怪物有多强 不知道内情下 他甚至觉得 是不是最后的三接太强了 以至于军部的那些叔叔们根本不愿冒这个风险 所以才不进入一级战场 走吗 神色纠结 陈勇看着已经开始帮士兵们击杀丧尸的背影 心中一片狐疑 现在走按理说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是现在走 他想都不用想 自己肯定和叶宁攀不上关系了 好歹是组队 自己临阵跑了 不就是摆明不相信对方吗 杀丧尸做什么 为什么要帮这群士兵战斗 百思不得其解 在他看来 叶宁这种举动毫无意义 如果真的想击杀那头三阶 现在不应该是节省体力吗 反正这群士兵可以无限复活 帮他们做什么 在来之前 军部的高层可是明确和他说过 这些士兵就是消耗品 不用管的 叹了口气 陈勇挣扎片刻后下定决心 等 再等等 退出这里十秒就够了 如果他真的挡不住 我们再跑也来得及 反正躲在后面 十秒的退出时间有风险 但也不大 小妹 你收敛一点 万一人家真的是三阶终结 你哥哥 我还要跟对方搞好关系呢 就算不搞好 你惹怒了对方 死在这都没人知道 切 冷哼一声 陈勇不置可否地瞥了一眼自己的哥哥 只觉得他实在啰嗦 他是不是还是一码事呢 再说 有爷爷在 他要是敢对我们动手 整个华北战区都饶不了他 唉 轻看口气 陈勇看着小妹不服气的样子 只觉得一阵头疼 虽然陈勇本性不坏 但从小被哄着长大的他 性格上确实有些问题 没接触过末日底层的现实下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残酷 像他这个脾气和刁蛮程度 要不是身份护着 早就被人拖到香子轮一遍了 长得好看 又不懂得敬畏未知 在末日中死得不要太快 动 动 动 远处 一阵震耳欲聋的众乌落地声 突然传来 来了 心头一紧 陈勇瞬间抬头看去 目光紧张地看着出现的变异体 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 一头高约十七八米 整个形状如同六条锯锤拼凑成的巨大变异体 正在大步靠近 仿佛多角的海星一般 从扁平躯体上长出的巨足 每一次落下都会踩出巨大的深坑 大地颤抖 光是看着这夸张的体型 陈勇便觉得有些头皮发麻 这么大的体型 看外表也是防御力极强的那种 这种怪物太难杀了 比城墙还高 想攻击这头变异体的弱点 怕是要死上一堆人才能创造机会 另一旁 刚刚还斗嘴的陈勇 看着怪物冲过来后 瞬间闭上了嘴巴 好可怕的怪物 在他眼中 还在墙头战斗的叶宁就好似一只蚂蚁 此时静默默地直面着恐怖 三阶 初级 但应该是工程类型的变异体 看着几乎占据整个视野的三阶变异体 叶宁眼中闪过一抹凝重 他的技能只剩下次元斩可以使用 从没实验过次元斩的威力下 他说不紧张是假的 虽然只是三阶初级 但这种工程类型的变异体 在棘手方面 绝对不亚于三阶终极 虽然一般没什么特殊能力 三阶绝望 全力一抚披下去 还不够破开对方外皮 想击杀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变异体 要么集火攻击腿部控制住移动 慢慢磨死 要么就只能冒着巨大风险 冲到弱点部位 直接攻击大脑 呼 不断地调整着呼吸节奏 再没动用过次元斩的情况下 叶宁只能尽量缩短自己和怪物之间的距离 争取一击毙命 不然次元斩出来后发现距离不够 那真就是送菜了 70米 59米 40米 城墙上不断附生的士兵依旧在拼死战斗 在面对越来越近的巨型变异体 没有人露出恐惧的神色 只保留了信念下 战斗到最后便是他们唯一的想法 再静点 再拉静点 两秒后 随着一片巨大的阴影投射在城墙上 叶宁钻紧手中的双剑 眼底闪过一抹利涩 在怪物恐怖的重量下 大地仿佛都在哀嚎 目光对视 仿佛有某种预感一般 三阶巨族怪上 那如同悬窗分布在头顶的巨大红眼 死死地锁定了它 巨大的体型差距下 形成强烈反差 呼 风声呼啸 在拉近距离的一瞬间 巨族怪便骤然抬起一条钢铁巨族 悍然砸下 就是 现在 次元斩 瓮 伴随着瞬间响起的空间撕裂声 一道深不见底 好似吞噬一切的黑线出现在叶宁身前 进入虚空 如同融入一片虚无的空间 刹那间 叶宁只觉得一切都仿佛变慢了 呼吸好似放慢了一百倍 如同慢动作一般 自己就像进入粘稠的水中 每一个动作都带上了残意 这就是 次元空间吗 看着已经穿过自己身体的巨大钢铁之族 他瞬间便意识到 自己已经脱离了现实世界 在这里 他是无敌的 互不干扰 无法触碰 在他眼中 一切都像旧时代的墨片录像 整个世界只有黑白两色 转头看向身后正在缓缓愈合的空间裂缝时 叶宁惊讶地发现 外界的时间已经静止 飞载在空中的子弹尾后 荡起波纹 爆炸产生的火焰冻结在空中 飞箭的血液在空气中展开 怒吼的士兵抱着滚烫的枪花 撕咬扑来的丧尸 猙獰的张着嘴 不 不是时间变慢了 是我 变快了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叶宁迅速回神 直接攥紧手中的双剑冲向怪物 两者之间距离极短 眨眼间他便如同无形的幽影 穿过那庞大的身躯 直接冲上怪物头顶 瞄准大脑的核心组织 叶宁毫不犹豫 便双剑蓄力 狠力凿下 给我破 插那间 在沉永眼中突然消失的叶宁 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怪物头顶 那不过白色等级的双剑 就好似神兵力气 在接触怪物的一瞬间 浩然穿破 刺了 空间都被撕开 一道喷涌而出的空间对流 瞬间在怪物脑中形成 如同极致的毁灭 漆黑如夜空般的空间之力 撕碎了一切 一道狭长足有三米的巨大裂缝 瞬间切开了变异体的大脑组织 混乱狂暴的空间之力 将脆弱的大脑组织 搅成了泥 一击毙命 无声无息 下杂的巨组定格在半空 怪物圆盘式的脑袋上 那一圈红色的眼球 也在同一时间陡然僵住 时间恢复流动 破 下一时刻 只见被空间之力切开的大脑 好似被激光削平的西瓜 在一声声扑扑的爆裂声中 大股鲜血顺着切开的伤口 如火山喷发一般接连喷出 倒到星红的鲜血激射 喷向半空就好似喷泉 鲜血冲上半空 在重力的作用下 煞时间又再次落下 如同下起一场血雨般 纷纷扬扬 星田 滚烫 沐浴在血雨之中 夜宁平静收剑 随着一记反灯 整个人便如同蝴蝶翻落回墙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落回墙头的瞬间 被夜宁踩下的变异体 也仿佛在那一脚之下失去平衡 如楼房一般的庞大身躯 缓缓倾斜 最终轰然砸落地面 哄 严沉四起 重物落地的巨大响声 惊醒了躲在后方的兄妹两人 看着那平静 落回墙头的夜宁 两人痴呆般的张着嘴 眼底一片茫然 和不可思议 这是杀了 就这么 杀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快到他们都没看懂 是怎么回事 一秒还是两秒 变异体就这么死了 他们甚至都看不明白 夜宁做了什么 他们只看见 夜宁刷的一下消失 刷的一下又出现 在随意下斩后 那足以摧毁一个 安全区的超级变异体 就扑的一声 被切成了两半 然后就死得不能再死 我他妈的 这是再看恐怖片 三观仿佛被刷新 无比的震惊下 两人已经不再怀疑 夜宁是否是三阶 妈的 这么恐怖的实力 就算自己爷爷来了 都得叫爸爸 他们可是见过 三阶和变异体之间的战斗的 一场战斗下来 几乎能累死过去 稍不注意 便有殉命之危 这么简单就秒杀三阶的一幕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夜宁阁下 总不能是三阶高级吧 心怀敬畏 陈勇深吸一口气 看向夜宁的目光中 满是不可思议和畏惧 他接触过最高级别的觉醒者 也只是三阶终极 此时此刻 他竟悲哀地发现自己 已经没办法判断出夜宁的实力 强 很强 变态强 一旁的小妹 也仿佛被吓倒一般 下意识地抓紧他的手臂 不待两人压下惊骇后 想说些什么 下一秒 只见整个一级战场 仿佛被再次定格 一声从未听过的系统提示 突然出现在耳旁 第一 事件结束 请在十秒内撤离 十秒后 一级战场将永久消散 嗯 什么情况 大惊失色 站起身的陈勇 惊慌看向四周 只见犹如冰雪消融 周围战场正在从边缘处 片片消散 血迹斑驳的墙头 叶宁无声地 看着手中的项链 缓缓攥紧 在系统提示的瞬间 遗愿任务也随之更新 看向四周 原本拼杀的战士和丧尸 也在三阶变异体厮吼 突然停下 就好似知道了 这个世界即将消失一般 战场上 城内 城外 营地中 无数阴魂同一时间 将目光看向他 在这一时刻 历史和现实重叠 仿佛跨越了时间 曾经战死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士们 好像能看到他一般 所有人都停下了冲锋的脚步 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站在叶宁不远处 几名手持钢枪 准备顶替战友的士兵 默默地和他对视 片刻后 叶宁能感觉到 那一双双清澈疲惫的眼中 似乎染上一抹特殊的色彩 那是 解脱和感谢 随着倒计时的响起 无论是士兵还是丧尸 一切存在 都好似碎片一般 从脚下开始消失 缓缓随风飘散 无数双感谢的目光中 叶宁无声地点了点头 轻声开口 我会 带你们回家 如释重负 被战友搀扶站稳 从废墟中爬起 在营地中重生的战士们 此时仿佛听见了他的承诺 被战火熏黑的脸上露出笑容 对视中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 无声张口 左门 谢谢 一记战场外 叶宁平静地听着结束后的事件结算 心中无悲无喜 奖励很丰厚 他的等级也一跃提升至二阶高级 身旁大惊失色的陈勇二人 正惊慌地看着消失的遗迹 手足无措 但此时此刻 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最后的遗愿 第一 遗愿任务已更新 本次事件已消失 你可以选择继续任务 代替特殊事件中的士兵 返回家乡查看现状 或者终止任务 提前领取特殊奖励 注意 继续任务后 任务奖励将会发生变化 你所获得的 誓约项链也将会发生未知转变 请谨慎选择 看着不断闪动的系统提示 燕宁沉默片刻后 直接点向确认 现在他已经无所谓奖励了 他已经答应了大家 最后看一眼家乡 镇江安全区 在交完任务后 燕宁便在两人的极力邀请下 前往安全区最高端的餐厅示范 对此他并没有拒绝 想找到任务中那些战士们的家乡在哪 他还需要陈勇联系军部 时间太久远了 除了军方可能知道具体位置 很难找到第二个人知道 虽然完成这个任务会耽误一些时间 但燕宁觉得很值 人活着 总得有良心 而且 所有技能都在冷却 二阶的实力 实在没什么副本好刷的 装修豪华的包间内 红木铺就的地板 反射出头顶明黄的水晶吊灯 在陈勇出示自己军方高级身份下 这处安全区内最顶级的餐厅 立刻提供了最好的位置出来 燕宁阁下 这次的收获 按之前约定 有一半是您的 对座上 陈勇面色诚恳地推来一张不记名卡片 神色颇为紧张地看向燕宁 温黄明亮的灯光照在对面的少年脸上 斗篷遮盖的阴影下 那张脸看不出悲喜 小心观察 他用词很巧妙 进入一级战场前 是两方共同战斗的收益评分 毕竟唤醒士兵的技巧 是他出的 在他看来 只有他知道 但他现在给出的信用点 可是属于自己的那份 大概有2700点左右 加上安全区任务 大概3800点 我自作主张 补上了点灵头 一共是4000点 还请您不要拒绝 露出一抹笑容 陈勇说罢 便观察着叶宁的反应 说不肉疼是假的 4000点信用点 对于他来说 也不是小数字 而且 一级战场的突然消失 更是让他倍感棘手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他也猜到了 和叶宁出手击杀三阶有关 一级战场事关重大 可以说是很多势力的摇钱术 现在突然没了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向军部交代 神色平静 叶宁接过卡片后 淡然开口 说罢 什么事 对于陈勇的讨好 他自然知晓 是为了什么 无非就是 自己展现出的实力太强 对方起了结交之心 对于陈氏兄妹 他说不上有什么好感 或者其他 隐隐之中 他其实是有些怒意的 一级战场内的阴魂 已经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但后人却利用这些阴魂的信任 活生生造就了一个地狱 如此做法 说难听点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哪怕不铭记他们 至少也应该 让这些年轻的士兵得以安息 天怒陈勇毫无意义 对方估计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不然一定会阻止他出手 对于这些阴魂的遭遇 叶宁自然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等他实力再强险 无论如何 也要为他们讨个公道 讨个说法 听着叶宁如此直接的开口 陈勇干笑一声 心底松了口气 叶林阁下 我们兄妹二人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和您认识一下 有时间的话 不如去往华北战区一趟 在下必定竭力招待 为您接风洗尘 顺便 我也想引荐您和我父亲认识一下一想 说话间 陈勇不动声色地 瞥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示意陈瑶为叶宁添茶 按理说 以他们的身份不至于如此 但每次看着 叶宁那张年轻的脸 他心中就一阵惊叹 不管叶宁是不是看着年轻 他在心中 早就认定了叶宁的潜力 这种大腿报警了 他未来在军方 怎么也有一席之地 相信父亲知道自己的做法后 也会无比赞成 坐在陈勇一旁 陈瑶有些不情愿地站起身子 以他的身份 何时做过这种事 端起茶杯 叶宁混不在意 两人心底的小心思 有时间我会去一趟 但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件事 帮我查一查一级战场中 那些士兵的原籍地 先是一喜 再是一愣 陈勇见叶宁并未拒绝后 心中简直乐开了花 但听着叶宁的要求 他顿时觉得有些奇怪 迟一片刻 他倒也没多想 没问题 叶宁阁下 我待会 不 我现在就联系军部 查一查这些士兵是从哪争来的 不过档案可能丢失了 你也知道 末日刚爆发那些年 到处都是各自为战 殷勤开口 他本以为叶宁有什么别的要求 没想到竟是查这个 不过无所谓了 只要能搭上关系 他就是帮叶宁搞来一批军火都没问题 不一会等功夫 陈勇便面色冷漠地和军区通完信息 转而挤出一抹笑容看向叶宁 信息查到了 如果记录没错的话 这批士兵大部分都是从文山和北部湾争来的 末日爆发初期 很多大城市都损失惨重 当时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自治区那边 反倒活下了不少人 尤其是青壮年 所以当时有在那边拉起过一支部队 说话间 陈勇贴心地找来一张白纸 会出一张简易地图 镇江离那不远 大概600公里左右 不过那边只有一个聚集地 现在被一个私人势力控制 您如果要过去 我可以帮您调来一架直升机 速度快的话 几个小时就能到 夜宁听后 直接接过地图 不得不说陈勇很会做人 像这种大势力培养出的子弟 心思都极为机敏 在直接调动自己父亲 在军中的影响力下 陈勇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调出了信息 若是换做他夜宁 想自己查 没有十天半个月 根本查不到 组织的力量 的确高效 不打算浪费时间 夜宁确定为之后 站起身子便准备出发 现在就调来直升机吧 我赶时间 闻声一愣 陈勇错愕地急忙站起身子 他怎么也没想到 夜宁竟然连饭都不吃 夜宁阁下 何必这么急 您和我们一起 吃了饭再动身吧 这一天下来这么辛苦 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休息 陈勇一急 他还打算打探一番夜宁的底细 为了打好关系 他甚至在进入餐厅前 就联系这里了的 副统领安排活动 虽然时间紧迫 但调来的 都是安全区内最顶级的资源 只要夜宁开口 他保证能让这位神秘强者满意 不必了 没有任何废话 夜宁出声拒绝后 便轻轻地点了点头 算是成了情 见夜宁如此坚决的态度 陈勇苦笑一声后 便只得叫人准备直升机 片刻后 他无奈地看着夜宁离去的背影 长长地叹了口气 门口处 刚进来准备打招呼的餐厅老板 错愕地看着一脸唉声叹气的陈勇 在他印象中 陈勇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何时露出这份模样 在华北战区这一亩三分地上 还有让陈勇唉声叹气的事 陈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 刚才那位贵客是 见餐厅老板询问自己 陈勇神色一变 转而冷漠地抬头看去 今天那是保密 那位存在的身份 不是你能知道的 气氛陡然一冷 在镇江也算是一方人物的 餐厅老板 闻声一致 转而慌忙硬下 他听得出来 这位统领将军之子 究竟有多重视对方 回想着刚才走出的夜宁 他心中忍不住一阵好奇 这又是哪个大人物 哥 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遗迹战场的事怎么办 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军部对遗迹战场有多重视 这次唤醒的名额 还是爷爷要来的 你把这次收获给他不说 还打算帮他隐瞒吗 两人包房内 陈勇有些无奈地 看着出声质疑自己的小妹 只觉得一阵头疼 小妹什么都好 就是心思太浅了 或者说 没脑子 虽然陈勇说得没错 这次的事情 的确很严重 但 神色一正 陈勇叹了口气后 认真地看向小妹 陈勇 你还是太低估对方的价值了 我可以这么说 我不但要帮这位 存在隐瞒一级战场的事 消失的责任我也会抗下 不要说这次收获给他了 就算再给他一万点两万点 那又如何 见陈勇不理解 陈勇索性解释起来 第一 一级战场消失的责任 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一旦被父亲对头知道了 他们肯定会大做文章 到时候 一旦牵连到夜灵阁下 我们里外都不是人 还会被政敌抓到把柄 第二 这位神秘强者 虽然话不多 但我看得出来 绝对是重感情的存在 你看他提的要求是什么 是去那群士兵的家乡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是打算照看一番 说不定这位夜灵阁下 实际年龄很大 是第一次末日战争 活下来的超级强者 不然 实在没法解释 他的实力和举动 说话间 陈勇目光闪动 他越想越可能 在他猜测中 夜灵也许认识 当初战死的士兵 这次进入战场 说不定就是来缅怀的 深吸一口气 陈勇目录自信 小妹 你想想想看 我替这位三阶 抗下了这件事 还帮了他一把 你觉得他会不念情吗 只要能搞好关系 到时候争夺统领一职 我们就等于 有了强大的助力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能换来他的支持 爷爷那边 也能再上一层楼 至少三阶终极啊 神色激动 陈勇越说越兴奋 你没注意吗 这位夜灵阁下 还需要我帮他调取资料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没有势力 只要能争取 他加入我们 不要说几千点了 就算砸个十万点 我都愿意 极力平复激动的心情 陈勇看着一愣一愣的小妹 暗自摇头 陈瑶太年轻了 根本不懂 现在的上层竞争 已经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明面上军方是一体的 但实际上早就各自为战 除了首都核心圈 其他地方的战区 都在组建自己的势力 小到私人聚集地 大到那些三阶巅峰的安全区 所有人都在蠢蠢欲动 谁都看得出来 末日已经和平了很久 不出意外再过十几年 人类的局势只会更好 到时候便是各自争霸 逐鹿之时 末日最困难的时候还好 大家还能齐心协力 内斗就是死 但 现在 都是三阶 谁会服气谁 反正那些怪物 不过是升级的资源 已经没人在意变一体的威胁了 深夜 黑暴直升机上 随着机身一阵颤抖 这架造价不菲的灵能直升机 便缓缓升空 直奔目标地点 机舱内 夜宁无视了一众好奇的目光 只是飞快地查看着自己的这次的收获 在一级战场内 共计杀了两头二阶初级 一头中级 一头巅峰 和一头三阶 看起来数量不少 但爆率不尽人意 五头变一体 总共爆出了两件白装 一件蓝装 还有三阶变一体爆出的技能书 两件白装没什么价值 约莫1400点左右 二阶巅峰爆出的蓝装 是一件腿甲 属性一般 估摸着 价值能在三万点左右 相比于武器类装备 防剧的价值是最低的 唯一能让叶宁提起兴趣的 便是三阶巨族怪爆出的技能书 B级技能 毁灭践踏 毁灭践踏 消耗20%体力 1300点灵能后 造成一次范围踏击 核心处造成力量属性 195%的额外伤害 并造成短暂眩运 外围伤害以此递减 并在发动技能时提供防御加成 技能要求是常见的单一力量 要求并不算高 整个技能攻防一体 群攻加眩运 毕竟在末日中 力量系觉醒者是最多的 也是战力最强的那批 总得算下来 这趟收获不算项链下 大概价值9-11万左右 直接将技能书和装备 交给李大富后 叶宁不禁有些感慨 还是杀三阶来钱快 出来不过两天 他原定计划中的信用点 早就超额完成了 结束这次任务 在刷一个副本后 自己就可以着手二阶巅峰的事 凑齐装备 将属性提升到极限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三阶晋升试炼 快 他的升级速度就跟做火箭似的 若是被外界幸存者 知晓他的晋级速度 估计能下风一批人 说实话 连叶宁自己都觉得有些假了 如果说他前世的神迹天赋是开挂 那他这一世双系统在手 简直就是作弊 唯一让他隐隐感到不安的 恐怕就只有自己昏迷一世 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可是问题在哪 他又找不到依据 如果真的是有人暗中想害自己 为什么只是昏迷 而不是杀了他 假设有幕后黑手存在 对方能做到 在天风眼皮底下 将知情人自杀 那未必就做不到对自己出手 如果说前期他有黄啸等人的保护 后续可没有 叶宁眉头微皱 思索良久 也没得出结论 算了 等自己二阶巅峰后就回去 直接调查这件事 二阶巅峰的实力 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而且他也能勉强解释自己的SSS 及剑技 大不了重彻天赋 告诉高层自己 其实是神级天赋 而非之前的双S 没人见过神级天赋下 他说什么也没人能验证 刺耳的螺旋桨声惊醒了夜晚的聚集地 坐落在山林中的聚集地内 为数不多的守卫 匆忙地抓起手电筒 一个翻身便冲出门外 奔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不同于大型安全区的繁华和喧嚣 这处聚集地更像是村子 深夜早已入睡 站在聚集地内 唯一还算平整的空地上 几名低阶觉醒者和民兵 紧张地抓着手电 不住地抬头看向天空 除了交易物资的商队 每个几个月会来一趟 这里很少会有外人过来 叫醒的聚集地首领 愣愣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直升机 心底忍不住发出 他们这连电灯都没几个 看见挂着机炮的武装直升机 一时间不禁紧张起来 好像是军方的 我看到那个字了 嗯 几人闻声一愣 周边被惊醒的幸存者 也纷纷吃惊地昂头望了过去 顺着手电筒打出的光 众人倒也看清了 机身上刷着的牌子 真的是军方的 微微松了 一口气至于 领头的中年人眯着眼 心里一阵嘀咕 军方来他们这干嘛 他们这什么都没有 周围也没啥是群和怪物 一众幸存者 就靠开垦的土地和果树为生 不一会 进风扑面 直升机缓缓停稳 只见在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保护下 一名全身裹着猎人短屁的少年走了下来 看着如此大的阵仗 领头的中年人心头一跳 倒也意识到了 中间的夜宁 也许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就是不知道这么晚了来 自己这是要做什么 他们这也没什么资源 穷得只能勉强试饱饭 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 中年人微微拱着身 挤出一脸笑容 各位长官 这么晚了 来我们这是有什么事吗 怀抱着步枪 护卫在夜宁两侧的士兵沉声开口 我们是镇江安全区第二级团军部队 这次过来是问询一些事情 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 由于片刻 说话的军官迟疑地看了一眼夜宁 配合我们这位大人的问话 其实和这些幸存者一样 他们也是紧急接到某个高层的指令 直接带着夜宁就连夜赶来这里 说实话 他们对夜宁的身份也好奇得很 到底是哪个大人物的后代 一句话就能调动军方这么费心 而且连身份都不透露 向前走出一步 夜宁看了一眼身前的中年人后 轻声开口 您好 我听说 这里大概在六十年前 曾经出去过一批士兵 当时是参与镇江防线的保卫战 您知道这些人之前是在哪生活吗 时间太过久远 哪怕陈勇尽力帮他调取了当年的资料 但无论是姓名还是户籍 都在末日后丢失 唯一有用的信息 便是知道大概的征兵范围 毕竟那场战役虽然惨烈 但放在那个时候 死去的人实在太多了 闻声一愣 中年人目录诧异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是问这个 有一片刻 他想了好一会才紧张开口 六十年前 您是说那批山民吗 就是壮族的 挠了挠头 大人 您说的那件事 我有点印象 不过也是听聚集地理年纪大的人提到过 要不我把那些人叫来吧 就是不知道 还有几个活着的 尴尬一笑 中年人搓了搓手 不敢怠慢眼前的少年 他才四十多岁 六十年前 他还没出生呢 叶宁听后 心中个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在来的路上就想过 时间过去这么久 万一这里留下的幸存者都死完了 他是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有人活到了现在 不一会 在几声急切的交换中 几名年轻些的幸存者 架着些老人便赶了过来 叶宁见状 直接迎了上去 仔细地打量着这些老人 和其他幸存者穿着不太一样 这些老人似乎还保留着当年的习惯 身上穿着蓝黑色土布衣裤 头戴白色头巾 看着这些老人浑浊的目光 和满是褶皱的手 叶宁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庆幸 末日之后的生存条件太恶劣 虽然最近二十年好了不少 但他也很少见过这个年纪的老人 阿妈 您记得六十年前离开这的战事吗 参加镇江守卫战的 心中忐忑 叶宁有些紧张的问向 看上去年纪最大的阿妈 耐心等待回复 一旁 一名看上去 也向少数民族的中年人陪笑一声 这位大人 我阿玛耳都不好 他也听不懂你讲话 说把中年人扯起嗓子 凑到阿玛耳边讲了起来 片刻后 老人的手猛然一颤 浑浊的目光中 好似闪过一抹神采 他突然一把抓住叶宁的手 紧紧拽住 就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猛斗疲懒 负责翻译的中年人听后一愣 有些失神地看着叶宁 我外婆说 您 他们是不是在您身边 一起 回来了 夜色下 夜宁心中一颤 刹那间 他仿佛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自己身后 似乎站满了阴魂无声的站在这 声音苦涩 是的 我带他们 回来了 田耿上 月影朦胧 透过云层洒下的月光 照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 静谜 无声 看着几处错落的茅草房 和田里的荷苗 他好似回到了过去了 身后的人群有些茫然的 看着田耿上的少年 不知道夜宁究竟想做什么 只有几名一直待在这里的几名中年人 有些失神地搀扶着自己长辈 看向他的背影 他们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片刻后 夜宁转过身子 看向一直守卫在自己两侧的军方士兵 我这里有一张卡 里面大概有四千点 麻烦两位帮我兑换成物资 交给这里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见个杯放在这 话音落下 两名觉醒者士兵 有些错愕地看着夜宁 四千点 给这里的聚集殿 低头看向夜宁递出来的卡 无论是他们 还是身后的幸存者 都忍不住有些吃惊 而负责整片聚集地的中年人 眼底更是一片震撼 我的天啊 这个大人悟过来一趟 说了几句话 就要给他们四千点的物资 他们这说是聚集地 其实就是没人要的破村子 也就是他实力强点 有个一街左右 勉强在这过过日子 激动之余 他几乎是直接冲到夜宁面前 恭敬地点头哈腰 大人 您放心 杯 我们一定会立好的 到时候 我们整个聚集地 都会好好保护起来 您看上面要刻什么吗 对于夜宁的要求 中年人不要说立个杯了 就算夜宁要供到他家里 他都愿意 看着一脸狂喜的聚集地头领 夜宁目光一沉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如果我发现你吞了物资 你应该知道后果 另外 物资优先发给那几户 只向人群中 年纪最大的几个阿妈 夜宁暗叹一口气 他已经听这里的人说了 当年这里的青壮年 都被调走后 整个村子 若不是不靠近人口密集的地方 早就被失朝吃光了 但饶是如此 没有觉醒者 没有男性保护下 整个村县的幸存者 还是选择了逃去安全区 也就是后来逐渐安全了 才有一部分人回来 故土难离 这里 恐怕就剩下那几个阿妈 是当年的幸存者了 对于战死在遗迹战场中的战士 夜宁唯一能做到表达敬意的方式 便是让这里的人生活得好一点 没问题 您放一万个心 人群中 搀附着阿妈的几人 听到夜宁如此照顾他们后 眼底也不禁闪过一丝感激 只是看着自己不断抹眼泪的阿妈 他们似乎隐隐之中猜到什么 一 遗愿任务已完成 获得奖励 一百点声望 装备 事约发生变化 请自行查看 声望 机舱抖动 坐在返回的直升机内 夜宁有些意外地看着自己新增的一百声望 这东西 他前世也获得过 不过要击杀特定的变异体液或者任务 一般来说 获得的难度都很高 声望是用来兑换特殊物资的 比如高等的灵能果实 S级技能书 亦或者史诗级以上的装备 不过越是高级的道具装备 需要的声望越多 可以说价值极高 但同样的 也极难获得 很多三阶都未必有 不仅如此 声望还有一个隐藏特性 那就是在接触副本NPC时 会额外提高NPC对自己的态度 说白了 在NPC眼中 声望越高的人越掉 他是没想到 医院任务居然给了声望 一百点 倒也能换个终极灵能果实了 这东西的购买力 还是很强的 不过暂时没有去兑换声望 业宁更多的是把心思 放在突然转变的 事约项链上 事约完成 蓝色 项链 装备属性 全属性加1 额外效果 并提供10%全属性元素抗性 装备效果 生命恢复速度 正33% 额外效果 灵能恢复速度 正33% 装备技能 不趋信念 不趋信念 10秒内快速恢复 相当于15点体质的生命力 额外效果 10秒内快速恢复 相当于15点抑制的灵能 装备评价 被祝福过的项链 比原来更强大 默默地攥紧手中的项链 叶宁眼底 闪过一抹吃惊 如果说原版的项链 就价值极高 那转变后的项链 已经算得上级品装备了 前世原版的项链价值 大概在9万点左右 作为最难爆的 饰品类装备在 自带恢复能力 堪称各大进战系 觉醒者的保命神装 现在的誓约项链 叶宁估摸着 最少也能卖到15万点左右 只是 卖掉的话 他多少有些不舍的 不具信念的恢复能力 对于他现在的体制来说 几乎是一条命了 虽然一路顺风顺水 这几场战斗下来 他根本没受过伤 但叶宁很清楚 那全是依靠SSS级技能 在不停地秒杀 不受伤是不可能的 总会有意外 由于片刻 他还是决定先自己用 等三接后再卖掉 也不是不行 轻吐一口气 将项链装备上后 叶宁只觉得一股暖流 涌入四肢 信用点的缺口 自己也许可以更改下目标 直接去更高一级的副本 有了一次伪装三接的经验 叶宁心中快速思索片刻后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去二接巅峰 甚至三接的副本混一混 刷低级副本 或者击杀低接变异体 爆出的白妆 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够看 也就多搞几件蓝装才值钱 心念一动 片刻后 叶宁便在记忆中 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副本 嗯 不过去高阶副本的话 自己要等技能冷却 再过一天 剑流风暴能冷却好 但对于叶宁来说 远远不够 等技能都冷却完毕 手握三个SSS级技能 相信只要不发生意外 足够自己伪装成三接了 就算碰上意外 碰上心怀歹意的三接 他也有信心搞死对方 不知为何 叶宁脑中竟闪过了一张脸 他突然有点怀念对方了 再来一支养殖队 多少缺口他都不怕 天风安全区 萧统领 这是我们搜集到的资料 呈上报告后 黄霄恭敬的腿到一旁 等待萧海看完 会议室内 众人窃窃私语 不少人面露惊涩 原因无他 就在几个小时前 负责搜寻叶宁 和另一名二接线索的小队 找到了一份 让他们难以想象的记录 经情报分析 曾出售过烂湿灵材料的 二接觉醒者杨宇 已排除三接嫌疑 据调查 对方手中材料 为三个月前囤积 并在随后的时间里 一直待在天峰安全区 并未发现异常 以下是流动调查报告 哗 报告翻动 萧海深吸一口气 翻开后面的报告 其实光看前面的 他心中就已经升起了 惊涛骇浪 两个疑似三接的目标 陈宇已经被排除在外 那另一个 只可能是叶宁了 果不其然 在翻开后的瞬间 喜怒不留与表的萧海 猛然一阵 根据调查 目标叶宁最近频繁 出入天峰安全区 并在近期内 进行多笔大金额交易记录 经出入信息对比 觉醒者叶宁的进入记录 完全符合三接波动时间点 完全符合 材料又是从叶宁手中卖出的 他还花费大手笔 买了一套零能住宅 心中一片震动 萧海在看完军方的调查记录后 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所有的线索都在指明一点 那就是 叶宁和神秘三接之间 真的有莫大的联系 如果说之前还是猜测 那现在就是斩钉截铁的事实 难以想象 他从未想到过一个 是这段时间搞得整个安全区 如临大敌的幕后黑手 他骂的 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统领大人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叶宁便是始作俑者 明天 镇江安全区的三接 就要来我们这讨个说法了 您看 我们应该怎么做 会议室内 几名安全区高层 目光复杂地看向萧海 事情的诡异程度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一个是刚成为觉醒者的叶宁 一个是疑似三接的超级强者 两个存在 怎么看都不该有关系 萧海闻声迟疑 直接看向黄霄 叶宁那小子 回你消息了吗 事关重大 在没弄清楚真相之前 萧海心中一片警惕 抬起头 黄霄苦笑一声 萧统领 上次我给叶宁发的信息 他只是说 他在外面 过段时间就回去 我看 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还是怎样 我哪怕说 军部有额外物资给他 他也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不在意很正常 萧海目光闪动 直接开口 在外面 他出去应该有三天了吧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猜测 叶宁背后有一名三阶 或者某个势力看中了他 那他看不上我们这点东西 也很正常 现在的问题就是 对方为什么要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是私下接触叶宁 叶宁究竟哪一点吸引了对方 真的是SS级的天赋 目录疑惑 如果说之前他们想过 烂士林和动物园的三阶 未必是同一批人出手 那叶宁的行踪 就彻底否定了这一猜测 几次三阶战斗 必定都是叶宁身后的人干的 而且 看叶宁的交易记录和突然外出 一定是在为叶宁搞装备帮他升级 这么重视 出手这么多次 甚至不惜从镇江手下抢东西 烂士林的材料不值钱 对方看好的情况下 随手给了也无所谓 可从后续的情况看来 对方给叶宁的 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 能直接买一套玲棱住宅 这个数字 在场几个二阶高层都行通 这就意味着 对方在叶宁身上下了血本 一个一直戏 就算SS级也不应该啊 想不通实在想不通 片刻后 萧海在脑中 飞快地思考着各种猜测 最终他沉深开口 先装作不知道 我看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叶宁身后的三阶 完全可以和我们说 他们想培养叶宁 但对方行踪隐蔽 我们到现在都没找到痕迹 那就说明 对方一定不想暴露身份 一个能秒掉虎兽的三阶 一个能多次出手 帮叶宁的存在 八成是一个势力 而不是个人 目光警惕 在萧海的想象中 他甚至觉得 这得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 隐藏在叶宁背后 既然如此 我们没必要拆穿对方 万一惹得对方不快 说出自己的担忧 对于萧海来说 被看他是军方的三阶 手握重兵 但他很清楚 华夏战区 多的是强大的私人组织 不少势力 甚至能媲美四大战区 他要是贸然得罪了对方 那才是危险 毕竟从现在的情况看来 对方只是在为叶宁服务 甚至还借叶宁之口提醒自己 再没搞清楚前 他宁愿装作不知道 萧统领 那镇江那边怎么办 对方派了三明三接过来 我们难不成帮叶宁丹下这件事 神色担忧 几名高层忍不住出声 抢杀变异体这件事 可不是小事 对方万一要他们赔偿损失 他们总不能真给吧 先拖再说 没有在意手下的反应 萧海沉思片刻继续开口 黄霄 你这段时间 再到军部调一批觉醒者 暗中保护叶宁的家属 重要程度调到最高 当然 我估计 对方也有人在这么做 但无论如何 就当一个后手 说不定以后提起来有用 另外 继续调查叶宁的信息 我倒想知道 这小子究竟哪一点 值得对方这么做 走一步想三步 作为一方统领 萧海在意识到 叶宁身上 也许有自己 乃至军方高层 都没想到的价值后 索性先提前布局起来 管他到最后 到底怎么回事 自己不得罪那神秘三接就行 嗯 自己似乎对那小子 表现出的态度 一直都很好 万一中的万一 是 接下命令 黄霄恭敬点头 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古怪 这算什么事 一个星期前 把叶宁的重要程度 下调到B级 现在又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比之前还夸张 不过说起来 自己第一次 接触叶宁时 就觉得对方不是一般人 没想到 竟闹出这么大的事 镇江安全区 叶宁阁下 您是说 您想让我帮您收购两把武器 休息室内 匆忙起床的陈勇 错愕地看着对座上的叶宁 惊疑不定 好家伙 他刚刚睡下 结果叶宁一条信息过来 直接把他惊醒 没错 对座上 叶宁平静点头 莫了认真地补上一句 准确来说 是剑 我现在没钱给你 陈勇 剑 愣愣地看着叶宁 一时间 陈勇只当自己没睡醒 一个三阶中级的顶级强者 问自己借钱买装备 他竟分不出叶宁 是在羞辱他 还是在嘲笑他 神色认真 叶宁平静地望了过去 两把剑类武器 最好是蓝色等级带技能 最多一个月 到时候还装备还信用点都行 打定主意去高阶副本 叶宁想得很清楚 自己想冒充三阶免去麻烦 至少常规战斗力要更得上 他自己买装备 一时也掏不出那么多 浪费时间 索性还不如找陈勇要 反正这家伙 想和自己拉上关系 不宰白不宰 几秒后 陈勇看着叶宁不似作假的眼神 这才反应过来 对方不是开玩笑 您 没有装备吗 师生问趣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在他看来 叶宁之前战斗用白装 纯粹就是低调 很简单 叶宁一个三阶 身上却挂着灵阶的标识 这么猎奇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不想引人注目 也很正常 世界这么大 什么三阶都有 见还是不见 一句话的是 眉头微皱 叶宁也懒得编一些理由 只要陈勇脑补能力够强 他说得越少 效果越好 果不其然 片刻后 陈勇目光闪动 他从士兵那里知道了 叶宁去聚集地的所作所为 立碑给钱居六十年前的士兵家乡们缅怀 虽然不知道意义何在 但他能意识到 这个神秘三阶绝对重感情 如此强者 会骗自己的装备吗 深吸一口气 陈勇心中意狠 急声回复 见 叶宁阁下 我见 只是您要的装备 苦笑一声 两把蓝色武器可不便宜 虽然他之前和陈勇说 再大的代价 也要拉拢叶宁 但两把蓝色呀 那少说十来万点 更别提叶宁还要求带技能的 由于片刻 陈勇像是下定某种决心 叶宁阁下 您稍等一下 我先联系下我父亲的部下 急匆匆地用系统功能发去私信 他也顾不得 现在是什么时间 直接到处问人 老陈 军需处有没有剑类武器 方军长 您上次不是说 收来几把奖励比赛的武器吗 张叔 我们军区能不能搞到两把蓝色武器 看着极为上心的陈勇 叶宁微微点头 耐心等了起来 好的武器装备 很少外流出去 因此 他之前卖出的装备才那么好卖 同理 想短时间内 找到增加他战斗力的武器 想搞到 也只能找军部或者大势力 若是他自己收 要么开高架 要么花费大量时间自己找 半个小时后 陈勇神色一松 如是重负地吐了口气 找到了 叶灵阁下 我这里能找到一把高品质白色的 一把蓝色的 白装是锋锐刺剑 自带技能迅捷突刺 没有冷却时间 只消耗体力和灵能 蓝色的是一把火焰之刃 技能属于附魔 消耗灵能后 提升伤害 两个装备 应该都符合您的要求 眉头一挑 叶宁听后 眼底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喜色 听上去还不错 不亏是将军之子 能量确实大 半个小时内 找到符合他要求的特定武器 效率够高 看了一眼陈勇展示出的信息后 叶宁微微点头 两把分别力量 加一加三 火焰之刃适合主战 刺剑适合副手 配合上他刺雷靴 短时间内 伪装成垃圾三接 应该不成问题 反正在副本内 他只要让自己 看起来像个三接 常规战斗摸鱼 到了最后时刻 若是有人怀疑他 那就直接三个SSS技能砸过去 论谁也得把它当成顶级三接 价格多少 一个月后 我按照10%的利息付给你 要不要签订契约 话音落下 见叶宁确实满意 陈勇脸上不禁露出笑容 满意就好 也不枉费他 又是教自己叔叔 又是教亲爹的副官 紧急帮自己调阅军队库存 能教好叶宁 一切都值得 大手一挥 陈勇摸了摸自己光头 神色诚恳 您先拿去用就行 契约之类的 没这个必要 我相信您的为人 至于利息什么的 您太客气了 到时候 如果您用的顺手 直接原价 不 低价买下来就是 绝口不提前的事 只是说完这番话后 陈勇心中隐隐作痛 两把装备都算小极品了 白色的最少四五万 蓝色的起步七万 这个价格 还是均不内定的 他私自拿走 少不了要上下打点一下 堵住一些部门的嘴 人情加钱 才能搞定这件事 别看他背景雄厚 但在华北战区 和他爷爷同级别的 还有四个 毕竟是付的 更多的是荣誉 当然 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么看重叶宁 他到现在都忘不了 叶宁那神乎其神的见解 好 我记住你了 冤大头 淡然回到 叶宁沉稳开口 如同上位者一般 欣赏地看着陈勇 闻声一震 陈勇看着叶宁那 高深莫测的眼神 以及像急了自己爷爷 对待下属的神态 不知为何 他竟觉得 叶宁身上 陡然带着一股气势 那感觉就好似 不像是在找借钱 而是给他一个机会 咯噔一声 心思极多的他 瞬间在脑海中 疯狂挠不起来 难不成是试探 叶宁阁下 难不成不是自己用 而是给别人 借 一个月后 还 胡思乱想中 却听见叶宁起身 好了 就这样吧 我先走 最好明天之前交一过来 说吧 叶宁神色平静地 转身就走 仿佛过来 只是讲了一些小事 全然没放在心上 猛然回神 陈勇看着如此洒脱的叶宁 心中更加确定 自己的猜想 他急忙挤出一抹笑容 起身恭送 您慢走 我送您吧 您放心 无论如何 我一定在明天交到您手上 半分钟后 陈勇满脸笑意地 看着叶宁离去的方向 一时间只觉得有些自得 自己的判断 应当是没错的 哥 你半夜不睡 到底在干嘛 隔壁房间 陈勇一把推开房门 称怪地看着自己哥哥 在他眼中 此时的陈勇 就好似定格在那里 回味着什么事情一样 啊 回过神 陈勇像是想到什么 咧嘴一笑 没事 小妹 你哥刚才搞定了一笔大事 说不定父亲知道了 都要夸我会做事 回想起叶宁看向他时 那欣赏的目光 陈勇脸上笑容更甚 只觉得心里美自知的 虽然刚才有点心痛 但现在想来 自己其实没亏什么 反正叶宁阁下说了 一个月后 就会还给他武器 四舍五路下 自己等于白赚一个人情 一个三阶的人情啊 自己真是天才 这么高超的手段 和结交强者的本事 想必爷爷都会惊叹 大街上 天气微凉 叶宁习惯性地拉近都冒 独自走在深夜的大街 细雨绵绵 相比于天风安全区 此时的镇江安全区内 还灯火通明 街道上 依旧有不亮灯的商铺 要不要直接黑了装备 小声嘀咕两句 叶宁犹豫中 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 没那个必要 他要是还和前世 那般那么惨 那自然是先黑了再说 但一个月的期限 估计自己 就算不是三阶 也差不得不远 到时候 以他的潜力 军部除非疯了 才会不给他资源 以他的身份 还人情就是一句话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 陈勇的确投资对了 压下念头 叶宁看着熙熙攘攘的打劫 一时间竟不知道 自己要去做什么 无论是前世还是重生后 他都习惯了不停地变强 战斗 等待技能冷却的期间 他倒是暂时没什么要做的了 找家店吃点什么吧 第一 私信请求 叶宁有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私信 顺手点开 他的通讯ID没几个人知道 除了家里人 外借的也就是黄霄和训练营的教官 点开后 只见来信人士王坤 您 能不能借我一些信用点 我很快就还你 或者用弩剑 低 微微一愣 看着不善言辞的来信 叶宁神色陡然认真起来 王坤 便是他在天风集市上 购买绣件的摊位老板 那天买完离开后 他多付了一些信用点 也留下了自己的ID 对于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 叶宁有很深的印象 甚至是感激 前世他错过测试后 一直都在想办法攒钱凑足信用点 以及 生存 也就是那时候 他认识王坤 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 是这位面冷心善的中年人 送给了他一把母 让他得以活下去 后来更是屡次帮他 卖东西都是成本 没少照顾他 可以说没有王坤 他叶宁根本撑不到逃去首都 王哥 你需要多少 是您女儿出事了吗 急声回去 叶宁记得王坤的女儿 一直身体不好 但还能勉强维持 这半夜突然给自己发信息 天风安全区 破旧的集装箱内 外表看上去有些木讷的中年人 脸上一片羞愧 满屋堆积的材料中 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他坐在低矮的小凳上 苦涩地看着干净小床上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女孩小脸的通红 呼吸急促 攥紧双拳 看着叶宁飞快回应的消息 王坤神色挣扎 最终有些艰难的开口 小兄弟 借我一百七十点 信用点就行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也可以 钱我一定会还你 要么你拿我东西去抵 你看上啥就拿啥 艰难地发完消息后 王坤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自己实在不要脸 他平日里靠贩卖弩健为生 虽然手艺不错 但不擅长做生意的他 只能赚取微薄的收入 就在三天前 他刚交完摊位费 女儿却连夜发起了高烧 囊中羞涩下 他几乎找遍了身边认识的人 但本就不善交际的他 哪里有什么朋友 有野士和他一般的穷鬼 好不容易凑了一些钱出来 转头却又被一个假医生骗了 万般无奈下 他这才想到了 那天出手大放的夜明 医生要强 在他看来 自己这种向陌生人要钱的行为 无异于其头 但 看着女孩受罪的模样 他只觉得心都在滴血 安全区里的医生贵 药也贵 穷人生病都靠硬抗 抗不过去就是死 可是 女儿身子本就差 他万万不敢让孩子硬抗 一百六十点 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 在亏钱卖出些材料 应当是能凑过去那城看病了 不太敢看私信兰 他害怕自己的开口被拒绝 一百六十点不是个小数目 这么多钱 足够一家三口吃上半年 废物 自己就是个活脱脱的废物 被人骗 赚不到钱 孩子也只能跟着自己受苦 自己也不要脸 居然像一面之缘的小兄弟 开口借钱 抱着头 这个老实的中年人 听着女儿痛苦的低音 一时间 忍不住狠狠的那拳头 砸自己的脑袋 几秒后 一连几声信息提示突然传来 第一 您的身份卡已收到两千点信用点 王哥 钱先拿去用 不够跟我说 你要还的话 有条件再还 浑身一震 王坤愣愣地看着自己卡上 多出的两千信用点 如此大笔数字 几乎吓傻了他 他活了一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 犹如做梦一般 看着叶宁发来的私信 急忙回神 谢谢 谢谢 小兄弟 多了 太多了 下一时间 他不假思索地 想把多余的信用点转回去 却发现 另一头的叶宁 直接拒绝了交易 王哥 你就当我买了你所有奴 你手艺这么好 是我占便宜了才对 看着叶宁最后一条信息 这个老实芭蕉的大汉 瞬间红了眼眶 他就算再笨也能想到 叶宁这番话 是在照顾他的自尊 感动 心酸 复杂的情绪下 王坤缓缓走到床边 抱起自己的小女儿 他深吸一口气 如同下定某种决心一般 向着叶宁发去信息 叶宁兄弟 我这人笨 不会说话 但从今天起 我王坤的命 就是你的了 大街上 叶宁看着王坤发来的消息 哑然失笑 他太熟悉 这个老实的中年人了 他一开始本想转过去一万点 但考虑到会吓倒王坤老哥后 还是少赚了些 对于前世帮助过自己的人 叶宁信奉的 永远是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棒 谁对他好 他叶宁必定百倍千倍还回去 面带笑意 多少算是弥补了些前世的遗憾 叶宁心情相当不错 只是下一秒 他的笑容骤然将在脸上 远处 几道模糊 但直抵心灵的杀鸡正在锁定着他 浑身肌肉紧绷 僵硬在原地 汉毛耸立 在强大的第六感下 叶宁只觉得自己身后 似乎敦服着世人的野兽 仿佛下一秒就会对他出手 三接 至少是三接的气机 是谁 是谁想杀我 极力压制自己的反应 叶宁强行镇定 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凭借着远超二接的意志属性 他能模糊地感觉到 杀鸡就在附近 对方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得益于前世的生死魔力 他对这种死亡危机异常敏感 这里可是镇江安全区内城 按理说 除了陈勇根本没人认识自己 没有路财 没有漏装备 谁会盯上自己一个小小的零件 是被自己抢怪的镇江三接 还是陈勇后悔了 不可能 大脑急速运转 叶宁飞快地再踢除掉了这两个选项 陈勇没理由派人杀他 而且背后的气机在三接中 也绝对是好手 镇江的人 也没可能知道他是谁 自己当日出手一秒都没耽误 一个力量戏不可能发现他 是血狼 是灵兰那个女人找自己报仇 强烈的危机下 叶宁只觉得心头一片沉重 他现在全技能冷却 对方若是想杀他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不 准确来说 他就算技能好了 除了次元斩在手时 他还能躲开一次三接攻击 只要有三接想暗杀他 他就必死无疑 别看他秒三接那么轻松 但每次都是 趁着对方毫无戒心时 出手偷袭 讲白了 他在三接面前 就是个功高血低的超级脆皮 大街上的幸存者 说说笑笑走过 沿途的改装汽车 见其水花 正当叶宁犹豫 是否要发动刺雷靴拼一把时 身后那如追刺鼓的沙翼 突然消失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就好似从未存在过 神情平静地 走进一家沿街最大的酒馆 掀开厚重的挡风不连 一阵喧闹的音乐声 便钻进耳朵 斗篷下 叶宁丝毫没有表面上 看得那么轻松 他的右手死死地 攥紧着剑柄 他无法确定 杀意的来源 只能尽量进入人多的地方 这处酒馆 只有一个入口 如果来人还继续跟踪他 他一眼就能看见 到底 是谁 重生后 叶宁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如此强烈的不安 任凭他反复回忆自己 这些日子的疑点 也依旧无法锁定 是谁想对他出手 刚才不出手 是因为在内城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镇江的三接嫌疑 就可以排出 自己在对方地盘上 没理由不出手 那么 是灵兰那个鬼女人 还是 灵兰没可能在天峰 他的血狼小队 是随机进入的 猛然间 叶宁想起了自己昏迷意识 他本想在天峰调查 到底是谁害的他 但却遭到了莫名力量的中断 有可能是对方吗 神色易宁 他一直有怀疑过 事情没那么简单 背后也许存在 更高级别的黑手 一名小小的学员 因为极度给自己下药 事后又自杀 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 但在这件事之前 叶宁一直认为对方就算隐藏在幕后 视力也不过二阶左右 毕竟天峰只有一个三阶 若是三阶想搞死自己 他一个普通人 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没觉醒前 就算一个一阶随手杀了 他都没人管 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 杀鸡来自三阶 如果刚才的杀鸡和幕后黑手有关 对方究竟想干什么 能来镇江 那岂不是说明自己 一直被对方追踪 深吸一口气 叶宁不动声色地向着吧台 要来一杯鸡尾酒 极力平复自己的心绪 线索太少了 一旁 看上去也是半夜出来 寻了的女孩 似乎注意到了她 看了几眼叶宁露出的脸 女孩心中一跳 酒精的作用下 促使她靠过来几分 几秒后 染着红发的女孩 瞥了一眼叶宁身上的觉醒者标志 也不在意 一个年轻帅气的小可爱 有些紧张自己喝酒 看样子 应该是第一次出来玩了 嘿 帅哥 女孩轻笑一声 直接凑到叶宁身旁 丝毫不在意 自己的胸口 直接贴到了叶宁手边 一个人 一起喝一杯 喧闹的音乐下 看上去也不过十九二十的少女 直接贴到叶宁耳旁 浑身警惕 叶宁瞬间就感到了 自己手边碰到的一抹柔软滚烫 身材火辣 她的手指 几乎掉进了白兔的耳朵里 下意识 看像调戏般看着自己的少女 叶宁眼神微动 没有半分反应 女孩 长得还算不错 只是明明清纯精致的五官上 却化着浓妆 叮铃作响的耳环 晃悠在眼前 身上的穿着虽然火辣 但看得出来 女孩家境似乎还不错 至少叶宁注意到了 她手上的戒指 居然是一件装备 不是觉醒者却有装备 对势中 女孩看着她的眼神中 竟带着一股野性 就好似她才是猎物一般 对此 叶宁倒没意外 末日之后的女孩胆子很大 往往看中心意的目标 就会主动出击 缓缓拿开手 叶宁没有理会 盯上自己的少女 要不是担心 自己直接离开的举动 会暴露出 她在警戒着什么 以她的性格 已经走开了 弯弯的眉毛一挑 红发少女眨了眨眼睛 注意到了叶宁的小动作 酒馆里的操汉 她可看不上 难得碰到一个 符合自己审美的目标 又这么可爱 刹那间 少女心中调戏之味更甚 酒宝 两杯今夜不回家 寄我账上 说吧 女孩单手撑在吧台上 饶有兴趣地 看向叶宁侧脸 有没有胆子 陪我玩两把 小弟弟 花音落下 周围的人群 顿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看向叶宁 他们这么多人 几乎每一个 都看上了这个小妞 但是能混进内城的 都不是笨蛋 他们也注意到了 少女身旁 一直跟着的觉醒者 说不得 就是哪个大人物的后代 自己跑出来玩 转头看向少女 叶宁也注意到了 不远处 两名二阶觉醒者 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 假装喝酒 很显然 这两名觉醒者 就是女孩的跟班 一个普通人 能让二阶随身保护 身上还奢侈地带着装备 女孩背后的视力 最少也有二阶巅峰 不 三阶才能做到这一点 像是想到什么 叶宁心中一动 片刻后 便接过女孩手中的筛中 李哥 小姐这要跟人走了 我们怎么办 梁统领万一知道这件事 凌晨四点的内城大街 两名二阶觉醒者 愣愣地看着前面的两人 只见一名红发少女 正轻腻地勾着一个少年的脖子 好似恋人般 挂在对方身上 虚浮的脚步 显然已经喝醉了 你敢拦 拦了小姐 能丢你去喂丧尸 你说怎么办 赶紧跟上 极度紧张纠结下 两名觉醒者相识苦笑一声 只能匆忙跟在身后 眼睁睁地看着夜宁 带着他们的大小节 走进一家豪华酒店 软 好软 望为眼挂在自己身上的少女 夜宁不动声色地 从对方腰间摸去 无论她怎么避免触碰 两人在几乎黏在一起下 她依旧能感受到 少女身子上 那预知般的触感 淡淡的香味 钻进鼻腔 搭在自己胸前的长发 聊得有些发扬 在前台经理 暧昧羡慕的目光中 夜宁直接递出了 少女的身份卡 开了个单人间 虽然她有抱着 让女孩为自己打掩护的心思 但开房的费用 怎么也得让对方出 末日后和平了很久 很多产业都恢复了 但在安全区内成 寸土寸金的高级酒店 一碗的费用 勾得上普通人努力半年 抱我 目光迷离 少女昂起头 娇嫩的嘴唇 贴在夜宁耳边喝起 腿脚发软 酒精的作用下 她只觉得天旋地转 不同于夜宁觉醒者的体质 女孩虽然看起来 绝对也吃过灵能果实 加强体质 但连拼了一晚上酒下 显然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双手轻松抱起 不经意间 夜宁指尖便滑进了热裤下摆 顿时便感到一股润滑的弹性 屁股还挺翘的 心中嘀咕两句 眼下诱人的情景 并没让她有过多想法 正相反 她时刻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不知是进入酒馆前 追踪的那批人就消失了 还是见自己毫无反应 还带着女人出来 那群人才消失 无论怎样 百般警惕下 夜宁终于微微松了一口气 酒店的安保极好 她也注意到了 女孩的护卫 一直跟在后面 再不清楚 对方到底什么目的下 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假装没发现 尽可能多给自己找些缓冲 叮 电梯打开 这下 夜宁在上楼后 便直接开房 在门上挂上一根丝线后 她的眼底也闪过一抹倦意 白天战斗 下午完成任务 回来后骗了两把武器 结束后 还遭遇危机 她脑子里就像紧绷的琴弦 直到这一刻才放松下来 随手将女孩往床上一丢 她打算先洗漱一番 工具人用完了 明天一早自己溜掉就水 哗啦啦 温热的水流冲箭 随着雾气的升腾 夜宁迅速在脑中 过了一遍重生后的事 一切都很顺利 自己很快 也能成为三界 唯一出现的问题 便是之前跟踪自己的三界 有杀意 不出手 出现在镇江 夜宁迅速在心中推理 如果跟踪者和昏迷一事有关 那就说明 对方之前不追求杀她 而是不希望她参与测试 现在流露杀机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 她变强的速度太快 可问题是 自己刚重生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知道她的天赋 难不成自己的天赋 被人暗中测试过 有人不希望她这么快成长 前世自己刚开始在首都 也没受重视 说不定也是对方的手段 太阴谋论了 夜宁眉头一皱 只觉得这点太过匪夷所思 而且 若是真的存在一个势力 知晓她的潜力阻碍她 那没理由不杀她 能下手的机会太多了 线索太少下 夜宁甚至都觉得自己 是不是太敏感 误判了方向 如果是第二种 自己想错了对方追踪的时间 对方也许是在镇江对方 才遭遇到她 假设养殖队之间 互相有信息沟通 那哪怕陵兰不在镇江 也可以委托其他养殖队动手 说不定 她的画像 就在养殖队之间流传 以陵兰对她的恨意 能做到这一点 目光闪动 结合所有线索看来 夜宁认为 第二条相对符合逻辑 养殖队盯上自己很正常 不愿意暴入身份出手 也很合理 如果是这样 那她在安全区内 倒是不用担心了 出去的话 想到自己打算进入的高阶副本 夜宁心中一定 必须尽快购买伪装道具 明天混出城后 甩掉对方的追踪 甚至 轻笑一声 夜宁眼底闪过一抹杀意 她怕的是 对方在她技能冷却式强杀 偷袭 但如果换个位置 未必不能因死对方 三阶的养殖队 说不定又能给她一个惊喜 心念一动 也不管收购灵能果实 和增幅加成的事 夜宁直接吩咐向李大富 高阶收购隐匿装备道具 五 刚走出喜遇室 夜宁便听到了几声低音喘息 只见被丢在床上的大小姐 此时竟自己脱掉了身上的短袖 翻来覆去地 在被子上乱动 似乎是太热 迷迷糊糊中 她又本能地想 吞下紧身的牛仔短裤 但一时半会 竟脱不下来 一道微弱的蓝光 不断在她身上闪动 如流水一般覆盖全身 看上去像是 某种清除负面效果的系统道具 走到窗边 夜宁点燃一根烟后 便靠着墙壁 默默思索 不得不说 那双白膝 在她眼前不停晃动的眉腿 确实有些惹眼 和聚集地中那些整日劳作 皮肤有黑的女人相比 女孩浑身洁白如玉 娇嫩地仿佛能掐出水来 在酒吧品酒中 夜宁倒也知道了少女的名字 燕雨晴 很好听 也很罕见的名字 罕见到夜宁瞬间意识到 这位大小姐的老爹究竟是谁 燕烈军 317号安全区统领 兼新药商会会长 三阶终极觉醒者 总结一句 有权有钱 实力还强 之前出售材料的那家店铺 就是新药商会 遍布整个华北战区的收购点 而燕雨晴 作为燕烈军的小女儿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不仅如此 夜宁还认识这小丫头的老爹 不过那是前世逃亡时 他作为难民 混在商队中看见过 记得当时 自己为了逃口饭吃 混入了护卫队中 负责清理丧尸 印象中 在逃亡时没见到少女 想来应该是死在了 第一波变异体进攻下 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爹还是我老板 轻笑一声 燕宁只觉得 这世界真是有趣 像一些强者 或者大势力的后代 没有成为觉醒者的天赋时 一般都会被放人不管 花钱养着 但像燕雨晴这种三阶的后代 能让自己在酒吧碰见 也算是小概率事件了 看样子 应当是和家里吵了一架 自己偷偷出来玩的 掐灭烟头 看着迷迷呼呼 解不开自己短裤的少女 燕宁心中微动 怎么办 要不要为了人类 牺牲一下自己 这小丫头老爹这么有钱 估计身上也没少带信用点 正当燕宁犹豫时 一只纤细的小手 直接抓住了她 浑身一僵 燕宁沉默地将燕雨晴的小手 从自己小腹下一开 丢到一旁 她虽然不介意 为了人类牺牲自己 但怎么也得先谈好价格 不然 对方白票怎么办 自己堂堂神级天赋者 华夏战区的希望 能睡到自己这件事 以后说不定能载入史册 你怎么跑掉了 不知是不是道具的作用 燕雨晴朦胧地睁开眼 恍惚中看到了一脸殷勤不定 正在纠结的燕宁 酒醒了不少 她迷离地看着燕宁侧脸 突然傻傻地笑出了声 还是这么好看 你好可爱啊 在她眼中 昏暗的冷色掉下 不过十八岁的燕宁 就好似精致的雌娃娃 俊秀的脸庞 微长的睫毛下 眼底似乎带着一抹忧伤 就好像不敢反抗 她和淡淡的隐忍 加上意志系觉醒者独有的气质 竟有种致命的诱惑力 小手一扒 燕雨晴直接趴在燕宁身上 嘴巴微张 口渴之下 她竟觉得那双薄唇如此诱人 看着少女带有侵略性的目光 燕宁心头微动 瞬间便意识到了 这个小丫头喜欢什么掉掉 一个被宠坏 又被管教憋疯了的大小剑 对于她来说 反倒更喜欢自己主动 喜欢让自己处于强势地位 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 她生长的环境中不缺强者 反倒是燕宁一开始装出的忍让 和淡淡的反抗 反倒让她生起了一股征服欲 一念至此 燕宁索性眼中流露出一抹倔强和隐忍 右手无力地推向女孩 燕小姐 你喝多了 休息吧 心脏如同瞬间被击中 撑在燕宁身上的燕雨晴一愣 只觉得眼前倔强中 带着一丝骄傲的少年 实在太诱惑了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神态都戳在了她的点上 仅有的理智被击碎 受不了了 抑制不住 女孩直接毫无顾忌地咬向那双脖唇 就好似允熙一般 死死地抱着燕宁的脖子 贪婪地缠了上去 低声喘息 房间内顿时弥漫着一股拟疑的气氛 感受着明显已经动情的少女 燕宁心中暗叹口气 如果不是为了信用点 谁愿意骗小女孩啊 燕小姐 嗯 你不要 这样 明天我还要出城做任务 我家里还等我赚钱吃饭呢 轻声抗拒 燕宁一把推开女孩 擦去嘴角晶莹的丝线 眼底流露出一抹淡淡的悲意 吻得太过激烈 燕宁情被推开后 先是一愣 转而小脸通红地看着燕宁 胸口急速起伏 显然有些不满 脑子一热 她像是想起自己大哥那些人的做派 索性直接从热库中 掏出一张身份卡丢到床边 双眼死死地盯着燕宁 一只手忍不住摸向燕宁小腹 都给你 明天你不用去了 我 我养得齐年 说吧 便继续扑到燕宁身上 有些声色但痴迷地吻了起来 上头的人是没有脑子的 这句话放在女人身上也通用 尤其是第一次和异性这么亲密下 她就像开婚的猫一般 只觉得如此美妙 她现在只想把身下的人 揉进自己的身子里 从头到尾 瞥了一眼丢在一旁的身份卡 燕宁心中暗自盘算 大概有多少点 看着在自己身上扭来扭去 显然有些憋得难受的少女 她索性右手 直接朝着热库的边缘叹了进去 只是简单的摸头 与此同时 从未受过如此刺激的燕宇晴 浑身一颤 压在燕宁身上的胶躯 瞬间软了下来 如同触电的羔羊 浑身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 呜 小鹿般低营 一波波如电流般的刺激 从脚尖沿着后腰 一路蔓延到头顶 原本迷离的目光 此时仿佛快要哭了一般 死死地咬着燕宁的上衣 不要 呜 不 要 攻防转换 燕宁看着呜呜的燕宇晴 饶有兴起的低笑一声 杀过那么多丧尸 他对人体结构的分布 早就了如指掌 哪里是弱点 哪里能最快摧毁理智 他了然于心 轻声问向趴在自己腿上的女孩 燕宁无辜地问去 姐姐 真的不要吗 姐姐看起来好像很难受 是受不了吗 啪 背话一击 燕宇晴喘着粗气抬起头 不服气地看向燕宁 右手死死地抓住燕宁右手 水盈盈的眼底 好像写满了痴人二字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搞的 但被人反压 怎么可能 自己才是完的那方 几秒后 他凭借着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 直接跨坐上去 眼中强装镇定和熟练 再次扑了上来 一日临近中午 穿好装备 燕宁面无表情地 从床边拿走一张身份卡 塞进口袋 看着如同一滩烂泥睡过去的烟雨晴 他无语地摇了摇头 有够垃圾的 不过抖了几次就受不了了 一只手就能搞定 亏自己还做了那么久的思想准备 看了一眼床下的几件道具 燕宁犹豫中 还是选择了没有拿走 虽然看上去价值不菲 但他也准备放长线钓大鱼 虽然未必用得上 但就凭自己今天的演技 燕宁有信心吃掉对方 好歹也是新药商会的大小剑 搞个十几万点 应该不成问题 有些难受的材料和装备 说不定还要靠它 装备上让李大富高价收来的伪装道具 几秒后 燕宁便从少年模样 变成了普通青年 一身的装备 也在道具掩盖下 平平无奇 看上去最多不过白板 想到自己收来的价格 燕宁心底就闪过一抹肉痛 这种没有任何加成 只是掩盖的道具 居然也卖得这么贵 妈的 要是真的是养殖队追踪自己 他绝对要对方把骨头都吐出来 赔偿自己的损失 哗 打开窗户 只见燕宁短暂观察后 整个人便如同鱿鱼一般 跳出窗外 落入无人的停车场 陈勇的装备已经交易了过来 还有一天时间 他的技能就可以全部冷却 相比于之前的副本 这次进入的高阶副本 燕宁打算先赶过去准备 以防万一 几个小时后 在一阵阵敲门声中 燕宇琴猛然惊醒 小姐 小姐您没事吧 听着门外的大呼小叫 他眉头一皱 有些烦躁 只是正当他看向身旁时 这才发现燕宁早已离开 微微一愣 想到昨夜的疯狂 一抹潮红 瞬间从脖子上蔓延到脸上 看着自己身上 被拖得光溜溜的身子 他这才清醒过来 太疯了 我怎么会这么疯 低声喃喃 在呵斥手下滚蛋后 燕宇琴默默地抱着双膝坐在床上 心中不知为何 突然有一丝淡淡的伤感 就这样 走了吗 都不等我醒来 说声再见再走吗 从来都是被人捧着 从未少过什么的他 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镇江安全区外 燕宁独自穿梭到在荒野中 来到郊外 华 剑身燃火 隐藏在一处废弃的居民楼内 他右手握着的长剑 爆起一团火光 将身前的半截墙壁 捅了个对穿 热浪扑面来 就连空气也微微扭曲 被贯穿的金属迅速变红 最终开始融化 看着通红 不是时爆起火星的剑身 燕宁估摸着剑身上 至少有2000度的高温 在炙炎的附膜下 相信任何遭受攻击的生命体 都会瞬间被烫坏肌肉组织 在内部造成巨大伤害 每秒270点灵能消耗 还行 感受着体内的灵能消耗速度 燕宁对这把火焰剑还颇为满意 寻常觉醒者 可能只有在关键战斗时能开启 但以他的灵能储备 足够支撑 几场小规模战斗了 至于另一把突刺短剑 他也测试过了 相当于半个刺雷靴 刺雷靴技能是雷形 血魂铠甲自带的护罩 破血腿甲带的腿刀 两把武器带的技能 外加誓约项链的不屈 总得算下来 他身上的装备 就提供了6个战斗技能 可以说 硬说用钱砸出了相当强悍的战斗力 装成三阶虽然差了点意思 但那个副本 也不是一直在一起战斗 而且没谁规定 三阶出手 一定要全力以赴吧 估摸着自己现在的战斗力 燕宁小声嘀咕几句后 也不再多想 只是趁着自己技能冷却前 赶赴副本所在 一路偷偷溜出安全区 他都是从各种小路荒野上走 截至到现在 暂时没有看到 跟踪自己的那批人 嘘 嘘嘘 摩托飞驰 从一片废弃的郊区边缘穿过时 一群丧尸被声音吸引 顿时从旁边的小区中冲了出来 嘶吼声微弱 这些快要烂透的丧尸 仿佛摇晃的机器 徒劳地伸出干成腊肉般的手 试图将燕宁从车上拖下 匕首闪耀 如淫于般 贯穿几头丧尸投入后 便再次回到叶宁身边 不断风鸣 这死的 有些年头了 看了一眼地上 被凿穿了脑子的丧尸尸体 叶宁心中一定 确定自己的路线没有选错 这里没什么末日前的商超工厂 很少有幸存者来着搜寻 因此躲在这里的丧尸 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长久的腐烂下 浑身如同脱骨鸡爪 那层黏糊糊的外皮 几乎快要从骨架上脱落下来 几头女性丧尸 更是从肉最多的胸部开始腐烂 好似腐朽的坟 扬起一道尘烟后 叶宁便将这片小区 远远地泡在身后 直奔矿场而去 没错 他这次的目标 便是中高阶副本 地狱之门 六个小时后 天色渐晚 躲在矿区外的一栋平房后 叶宁小心地观察着 被铁丝网拉起的矿山 这里在末日前 是镇江少有的金矿矿场 因此 周围的配套设施 建立得很完善 俨然是一座小镇 但如今 作为末日中价值最低的金矿 几乎没有觉醒者 过来搜寻物资 吃不能吃 用不能用 人们宁愿去背一袋牛粪 也懒得背一袋金子 牛粪至少还能烧 金子那玩意 虽然有点工业价值 但对于大部分幸存者来说 还没有废铁实用 地狱之门 同样和海谷学院 属于区域性副本 全国各大战区 都有副本入口 不知是不是末日系统 专门这么设计的 凡是有大量 类似建筑的区域 都会生成一种 类型的副本出现 比如 医院会变成死鸡医院 学校会变成海谷学院 游乐园会转化成 恐怖游乐园 根据性质不同 副本的内容也不同 以地狱之门为例 这里的副本爆出的东西 主要以灵能金石 和附魔材料为主 也是夜宁考虑 很久后选择的下手目标 附魔材料的价值 比变异体材料高多了 而灵能金石 能用于提升三阶之后的实力 没人进入这个副本 看着远处几道模糊的车轮痕迹 夜宁仔细观察后 下定了判断 很正常 镇江的三阶 虽然多上一些 整体实力也比天风高 但周围有不少副本 和野外变异体的情况下 也不是一定要来这 实际上 地狱之门并不算简单的副本 除了一些想获得附魔 或者灵能金石的觉醒者 会进入这个副本 一般觉醒者 都是敬而远之 不过对夜宁来说 知晓里面大概内容的他 自然有自己的打算 心头一松 虽然进入副本后 还是会随机匹配 其他战区的觉醒者 但能不碰上镇江的 最好不要碰上 毕竟自己 强而镇江的怪 万一碰到冤家 认出了自己的剑技 那才是倒霉 矿场内的地狱之门 是地下类型的 每下一层 就会遭遇丧失 或者变异体袭击 最终到最后一层 将会面对三阶巅峰变异体 而每过七层 中间也会有一层 出现特殊变异体 作为精英怪 暗自盘算这次行动 燕宁陈鹰片刻 决定在十四层就结束 以他现在的实力 第一次七层 就要浑水摸鱼 技能要留到十四层使用 不然没可能 从三阶手中 抢到击杀拳 再往下走 虽然剑技还能留下 这一次或者两次 但风险太大了 心中一定 趁着技能冷却 还有一些时间 燕宁索性 藏在一处废弃的平房中 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 风声呼啸 凌晨四点 空忧的矿场内 一道身影飞速接近 靠近如水一般的副本屏障前 燕宁深吸一口气 直接按向护照 第一 是否进入地狱之门副本 当前最低进入等级 二接触级 副本难度 极高 确定 第一 已进入地狱之门 当前进入人数 七 十三 二十九 四十 一分钟后 副本开始 请做好准备 随着轻微的眩运感 燕宁便发现自己 已经进入到一处矿洞之中 昏暗的矿洞内 唯一的光线来自于 岩壁上幽蓝色的晶体 就好似置身深海 压抑幽臂 男男女女 背负着各种武器的觉醒者 先后睁开眼 互相打亮着对方 四十个人 迅速观察全场 叶宁心头微动 很快便注意到了一伙 身穿制式装备的一批军人 仔细看去 只见这十二人右臂上 都挂着华东战区的标识 隶属第七级团军 人数很多 难度越高的副本和任务 进入者越多 有些超高难度事件 甚至需要一整个集团军进入 和他一般 在场人在观察着 其余觉醒者的同时 也分别根据苏醒时间 判断着实力 醒得越快 一般代表实力越高 在不少觉醒者眼中 夜宁苏醒的时间 算得上最快那批 在无法感知气息下 直接给他贴上了 实力不错的标签 虽然抵抗传送的能力 和意志属性有很大观 但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 只有高阶 才才有余力提高意志属性 毕竟在一般情况下 没人会觉得 有意志系进入高难度副本 当当 几声敲击声响起 三名似乎是第一次 进入矿洞的觉醒者 好奇地敲着身后的岩壁 试图将墙壁上的灵精 扣下来一下 这里灵精这么多 目光火热 在他们眼中 这块光是裸露出一角的灵精 就价值七八千性用点 看上去随手就能敲下来 心头一喜 几人全然没想到 刚进来就有这么大收获 出头的军人冷声到喝止 地狱之门内的所有矿石 只能由怪物爆出来 你就算撬下来 也带不走 嗯 闻声信信 撬着灵精的几人听后 甘笑两声 眼中满是遗憾 他们第一次进入 地狱之门副本 看着四处可见的灵精和矿石 着实有些激动 其他人听见军官这样说后 不甘心地掰了两下 确定真的没用后 也才跟着放弃 可惜了 略过这次插曲 人数最多的军方觉醒者中 直接走出一名上校军官 环视一圈 废话不多说 这次地狱之门副本 由我们军方带队 也算你们运气好 我叫王阳平 第七级团军上校 三接 这次副本难度不算低 从你们看到的二十个坑道开始 进入后便会遭遇敌人 每个坑道最优策略 是三人一组进入 这样收益最大化 同一个坑道进多了 收益会大幅度减少 到了第七层 坑道会会合在一起 到时候 我们会共同对抗 更高难度的敌人 所以 待会你们可以两人一组 配合我们军方的一名觉醒者一起行动 众人闻声一喜 军方和他们一起进入副本 的确算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了 比起私人势力 军方觉醒者往往更加顾忌吃相 能救的时候 尽量都会救他们 尤其是不少人注意到 军方十二人中 有四名三阶 毫不掩盖自己的实力 看得众人一阵心惊 还有大腿包 一些实力较弱的单人觉醒者 此时已经有些异动地看了过去 琢磨自己跟哪位军方大佬组队 注意到众人眼中的异动 王阳萍轻笑一声 不过先说好 你们如果跟着我们三阶走 那这次收获 我们要70% 当然 我们的三阶 也会尽量让你们活下来 如果是选择二阶巅峰 那便是50% 说罢王阳萍便无声地看着众人 身后三明三阶 也齐齐初恋 无所谓地等待着众人选择自己 他们这趟副本 上面已经下达了任务 为了最大化获取零精 他们不介意分头带队 人群闻声一致 片刻后忍不住小声讨论起来 组队的话要分走奖励 还分这么多 虽然跟着军方三阶肯定最安全 但一想到 至少要拿走70% 所有人心里都有些不情愿 再怎么保证安全 那也就是那么回事 顶多比自己这帮散人组队好上一点 谁进副本 不是抱着拿命换资源的心态进来 军方要的实在太多了 人群中 几名非军方的三阶也想到了这一点 各自打算下 也齐齐走出人群 自我介绍起来 黄凯三阶初级 175号安全区 跟着我的觉醒者 我只要50%收益 不过 我只待二阶高级以上 云鸣 三阶初级 荒野猎魔兵团 我就不多介绍了 50%收益 级别随意 有样学样 除去军方的28人中 两名三阶分别站了出来 显然是受到军方启发 也打算为自己增加些收获 名叫黄凯的三阶 身穿一副宽大的战甲 手持战锤和盾牌 看上去似乎是偏向于防御系 矮状的身材看上去很可靠 在众人眼中 他就是冲锋陷阵的近战系 不过听着他的要求 剩下的觉醒者也意识到 黄凯应当是进攻不足 防守有余 所以需要跟着他的觉醒者 有一定实力 至于另一名猎魔团的云民 不少听过猎魔兵团名号的人 则心中一震 荒野猎魔兵团 那可是在聊天频道中 有着不小名气的存在 首领三阶高级 整个兵团只招收二阶觉醒者 还只要精锐 和众人一般 军方几名三阶 也将目光投了过来 他们也听过猎魔兵团的名号 这位三阶觉醒者云民 显然比黄凯更强 从云民简短的自我介绍中 就能听出 这个背负巨腐的男人 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一下子出现六名三阶可供选择 一时间 众人不禁犹豫起来 站在另一头 军方的四位三阶魂不在意地 看着纠结的众人 虽然有人和他们竞争抢人 但来自军方的自信 他们相信 这批觉醒者犹豫之后 还是会选择他们的 更何况 三阶就这么多 六个人全带满 也只能带十二人 跟随慢了 剩下的人 要么靠自己组队 要么就只能跟着二阶巅峰 一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正当众人 想好要选谁时 一声平静的声音 突然从他们背后响起 只见独自站在一旁 伪装成青年的叶宁 走到人群面前简短开口 叶宁 三阶出击 百分之四十 无限制 嗯 只要百分之四十 众人听着全场最低的要求 刹那间 纷纷将目光投向叶宁 在伪装道具掩盖下 他们看不出 叶宁究竟是不是三阶 与此同时 无论是军方三阶 还是那两名单人三阶 六名三阶觉醒者 也齐刷刷地盯着叶宁 似乎没想到 这次副本中还有三阶 没放出气息 身上也没带三阶勋章 为了证明实力 大部分三阶都会外放气势 亦或者展示勋章 像叶宁这种 在他们眼里 就属于藏头鹿尾 这小子是三阶吗 心中嘀咕 刹那间 几名三阶干脆 感知起叶宁的实力 只是在价值三万点的 伪装道具和高额精神力掩盖下 无论他们怎么感知 也摸不清叶宁的底细 六人疑惑中 却注意到叶宁身上 不再掩盖的几件蓝色装备 苏醒的是挺快的 这点他们是注意到了 身上看上去 少说有四件蓝装 一般二阶还真凑不起这些 两重验证下 他们虽然还有些怀疑 但也勉强能认下叶宁 属于三阶的事实 王队长 你能看出他的实力吗 军方队伍中 一名二阶觉醒者小声问去 黄凯最为这次带队的最强者 感知力也是最强的 看不出 但应该没问题 除非是傻子 不然冒充三阶 毫无意义 待会对上怪物 怪物可不会管你是真是假 摇了摇头 王阳平下完定论后 也不再多说什么 在他想来 叶宁现在走出来 无非是心动收获 想奋一杯羹 其余觉醒者见 三阶强者们都没质疑 众人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下 倒也默认了 心站出来的叶宁 的确是三阶 毕竟三阶都这么说了 他们能看出来个屁 叶宁如此遮掩自己的实力 应当是那种游荡三阶 警惕惯了 站在原地 叶宁见没人质疑自己 心头不禁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在进入前 就想过带人收取保护费 但一开始 是想装成二阶巅峰就行 实在不行再装三阶 毕竟二阶巅峰在觉醒者中 也算一方强者了 博取信任还是很简单的 但他没想到 这趟副本刷的一下 蹦出六个三阶 一堆二阶巅峰 他要不直接冒充三阶 估计根本没人愿意被他剥削 选谁啊 军方的感觉安全性高一些 我听说 地狱之门难度还挺大的 死亡率很高 军部的吧 少一点就少一点 但跟着三阶闯到后面层数 总比我们自己来得强 我倒是觉得 跟着黄凯不错 他看上去就是防御系的 躲在他后面 未必会差到哪去 不一定 另一个云民 可是裂魔兵团的 我听过他们的战戒 我感觉 他比军部那几个还强 要走的收获还少 众人议论纷纷 很快便选好了 自己想要跟随的目标 只是在讨论中 几乎没什么人提到叶宁 毕竟在大家眼中 叶宁看上去像是 擅长游斗的敏捷系 实力又不强 保护能力也一般 还藏头鹿尾 没什么名气 相比于其他三阶 实在要差上不少 如不是要的收获最低 估计都没人会考虑他 半分钟后 除去七名三阶外的 33名觉醒者 急忙冲向自己 想要跟随的大腿身旁 犹豫久了 选得慢的 便只能选择军方的 二阶巅峰 众人很快便找好了 各自队伍 只剩下一部分 还在迟疑的觉醒者 待在原地 还有没有要组队的 没有的话 就开始分头行动 军方队伍中 王阳平看着最后几名 没有组队的觉醒者 示意军方 还有二阶高级 可以带人 当然 他也注意到了 叶宁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作为众人心目中 最差的人选 许多觉醒者 宁愿选二阶巅峰 也没选择他 一时间 早已带满人的 黄凯和云明 此时也饶有兴趣地 看着孤零零的叶宁 面对生死搏杀 能活到现在的幸存者 都很现实 你不展示实力 谁会敢 把命交到你手上 不过像叶宁这种 一个都没招揽到的情况 着实让他们觉得有些可悲 一个三阶混成这样 就不要学他们带队了 站在原地 叶宁心中倒无太多波动 没人选自己就没有吧 他自己一个人也乐得轻松 至少不用顾及出手了 反正主要收获在 第十四层的击杀权上 待人的收益 还是次要的 正当众人等待得有些不耐 干脆准备直接进入下层时 两声有些紧张地请求响起 那个 叶宁阁下 我们能跟着你吗 叶宁有些意外地转过头 只见一名二阶初级的女孩 和一名二阶中级的青年 有些忐忑地看着自己 眉头一挑 叶宁也不在乎对方的实力 干脆笑道 当然可以 两人文声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选择站到叶宁身后 分批系统前 组好队的各个三人小队中 不少人饶有兴趣地 看了一眼叶宁这组 他们也看出来了 选择叶宁的这两人 是典型的的 实力又弱 又不舍得收获的散人 像这种配合 往往死得很快 没有理会各种看戏的心情 叶宁直接带着两人 进入十八号坑道 没有受外界的干扰 看着自己身后 有些紧张的两人 他语气稍稍温和 好奇问去 为什么选我 还有你们各自 爆出自己的擅长吗 花音落下 二阶初级 看上去有些闲小的女孩 持一片刻苦笑道 叶宁阁下 我是去了军方那边 但是他们不要我 只有二阶高级 愿意带我 我觉得 可能你会好一点 毕竟你是三阶 我是施法系的 最多能使用三次技能 只是我三个技能里 有两个是一阶识学的 威力可能比较低 叶宁 看着有些声 怕自己听了实话后 有些生气的女孩 叶宁挤出一抹 不在意的笑容点了点头 实法系的 看样子 是半个意志技了 拿着一阶技能混到现在 估计是又穷 又没势力的那种了 这战斗力堪忧啊 难怪军方那边 直接决绝了他 估计要不是自己收得少 看女孩犹豫的样子 说不定更愿意 跟着二阶高级 心中吐槽了两句后 叶宁便听到另一名中年人 同样吃一开口 叶宁阁下 我是一致戏的 不过 我会用远程武器作战 战力大概 勉强相当于二阶 吧 说话间 中年人生怕叶宁 把自己赶跑 飞快地从背后 解开武器的布袋 只见一把蓝色品质的 灵能武器出现在手 赫然是一把突击步枪 这把武器 是我高架收来的 我压制一阶左右的敌人 还是没问题的 丧尸杀得也很快 叶宁有些愣愣地 看着紧张的中年人 只觉得心中一片无语 虽然他自己就是一致戏 但他真的知道 一致戏战力有多垃圾 一个二阶 靠一把蓝色步枪战斗 自己是什么狗屎运 竟能凑齐两位 如此奇葩的大将 踏踏踏踏踏 脚步声回荡 走在深邃的矿洞中 叶宁不断地放出精神力 探测前方的情况 一眼望不到头的坑洞 就好似地狱的入口 带来不小的压迫感 感觉到了队伍 整体沉默担忧的气氛 叶宁深吸一口气后 挤出笑容 没事 有我在 我们这支队伍 其实也不会弱到哪去 说是这么说 但叶宁也清楚 两人的实力加起来 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二阶初级 甚至还弱一点 严格算下来 如果不算他手中的SSS级技能 整个队伍实力 绝对是这次赴本垫底的 要不是前面几层难度不大 他都想着丢下两人不管了 这他妈的怎么打 估计全场战斗下来 只能靠自己 女孩最多等变异体出现时 砸个技能就失去战力 这个中年人 拿着小水枪 BioBioBio的 在后面打丧尸 顺带再给自己加个油 叶宁大人 我们相信你 大人 我也相信你 一口同声 两人听着叶宁的安慰 连忙表态 自己相信叶宁 天见可怜 他们也是逼得没办法了 听说地狱之门副本的收获很高 两人几乎是抱着赌一把的心 才进入这次副本 但就是因为 一枚势力 二枚实力 百般纠结下 便错过了跟随其他三阶的机会 现在他们只能寄托于叶宁的三阶 没有水分了 听着两人反倒表起了忠心 叶宁嘴角抽了抽后 甘笑两声 也就是 两人不知道 他的三阶也是假的 不然估计 现在也崩溃了 有些好奇 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 叶宁好奇问去 你们是怎么升到二阶的 李可 我看你还挺小的 尤其是你 那个拿枪的 有前世的经历 叶宁自然知晓 凡是天赋和意志有关的 前妻有多难生存 她要不是 有剑神系统在手 没有军方权力支持下 估计现在还在零结婚 二阶的实力 在普通觉醒者中 算得上是 相当不错了 见叶宁询问自己 名叫李可的女孩苦笑一声 叶宁大人 其实我27岁了 我父母都是觉醒者 但我还是花了九年时间 才勉强升到二阶 早些年我父母还在 他们还能带我猎杀变一体 但后来遭遇意外 他们死了后 我就一直卡在出局了 神色黯淡 女孩想起 为了救自己而死去的父母 不由得有些难受 父母都是近战戏 当时在遭遇一头二阶 高级变异体袭击时 就是她炮得太慢 两人只能牺牲自己救下她 叶宁听后神色一致 也不知怎么开口安慰 末日之后这些年 虽然大体上和平了很久 但对于幸存者来说 依旧是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普通人为了活着努力工作 稍有意外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饿死 被丧尸吃掉 再寻常不过 觉醒者为了变强 为了守护安全区 每年都有大量觉醒者战死 连三阶也会陨落 一旁的中年人叹了口气 面容苦涩地回道 叶林大人 我是和一个私人势力签订了协议 他们帮我提升实力 提供资源 但代价是一辈子为他们服务 那个势力给我找了 几本制作装备的技能书 让我打造装备 所以 我其实不算战斗戏 他们让我升到二阶 只是制造更高级的装备 像是想到不好的回忆 中年人声音有些低沉 他们给的报酬很低 低到我快 没法生存下去了 我也有家庭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走上我这条路 所以 我才想来这里拼一把 叶林听后默然 他是知道中年人这种情况的 低阶变异体材料 可以打造非系统装备 虽然效果差了些 但很受低阶觉醒者追捧 像中年人这种 签订卖身器的 一般都是能怎么压榨 就怎么压榨 可以说 中年人就是披着 觉醒者身份的工人 永无出头之日 也难怪两人 这么不舍得这次副本的收获 沉默中 叶林轻声开口 像是给两人一份承诺 既然收了你们那份奖励 我会尽量 让你们活着出去 花音落下 不待两人感激回应 叶林目光突然一凝 低声轻贺 来了 好 好 刹那间 只见深邃漆黑的隧道中 一声声刺耳的尖笑声 大量传来 不过几秒 一双双星红的眼 如同野外的狼群 密密麻麻地充斥了整片视野 473头丧尸 两头一尖 飞速探测出敌人数量后 叶宁毫不犹豫 便激活腰间的匕首 翁 随着连续的高频震动 如同荧光般被精神力控制的匕首 瞬间击射而出 手握双剑 作为队伍中 唯一拥有近战能力的叶宁 骤然迎战上去 剑影浇杂 伴随着一声声肉体切割声 冲进尸群的叶宁 如同幻影一般 高速闪动 手中交错斩出的双剑 肆意展开肉体 带起一抹抹凄厉的血色 刚刚回神 背后两人刚准备出手帮助时 却发现 叶宁已经直接杀进了尸群核心 看着叶宁那精准高效的战斗技巧 一时间 两人不仅有些失神 他们见过不少二阶高级觉醒者出手 甚至三阶也见过 虽然叶宁战斗中 没有像其他三阶那般 表现出碾压的实力 但那一道道森冷的剑光 在他们看来 简直可以撑得上一数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没有动用任何技能的叶宁 我怎么感觉叶宁大人 一点灵灯都没用 作为唯一优势 便是精神力较强 准备持枪射击的中年人 反复瞄准后 最终愣愣地放下手中的步枪 虽然有三阶再不需要他出手 他也知道 三阶面对这种敌人 不要太简单 但像叶宁这般 纯粹靠肉体和超绝的战斗技巧杀敌 当真是让他看得有些入神 这就是三阶的作战技巧吗 和他一般 原本还有些担忧 叶宁有没有其他三阶那么强的李渴 有些扎舌的 看着一阶劈开血狼的叶宁 心中微微安心了几分 当 一阶将最后一头变异体定在墙壁上后 叶宁甩了甩剑身上的血迹 直接进入下一层 跟上 第一 击杀一阶变异体 金矿如虫 获得灵精170单位 第一 击杀一阶变异体 钙化腐尸 获得附膜材料 硬化之皮 第一 击杀灵阶变异体 金矣 获得灵精16单位 第一 击杀 第四层坑道 随着最后一头怪物 被呼啸的灵能子弹爆头后 一路下冲的叶宁三人微微喘息 选择了暂时休息 前面几层难度虽然不高 但不断涌出的怪物不在少数 三人几乎是踩着尸体 一路杀下来 但疲惫之余 无论是两人眼底 都掩饰不住的喜悦 地狱之门的副本收获的确高 虽然杀的都是一阶灵阶的变异体 没怎么爆出装备 但几乎每一头 都会爆出些附魔材料 或者灵精 看了一眼 被暂时存入结算空间的灵精 叶宁心中暗自点头 飞快地估算着收获 一单位灵精 只有手指带大小 但卖出去 至少价值十点信用点 光是他现在获得的灵精 价值就达到了一千多点 每下一层 系统还会额外奖励十单位 也就是一百信用点 虽然看起来少 但对比起现在的难度来说 简直和白送差不多 哪怕只是简单地通关七层 跟着他打酱油的两人 少说也能获得七八百点 若不是美国七层 才会获得退出机会 这里简直是 刷取资源的天堂 来对了 来对了 心情激动 跟在叶宁身后 李可和中年人张斌 纷纷激动地对视一眼 只觉得 自己来这一趟 简直太对了 就算收获要分给叶宁百分之四十 但七层四五百点点 还不算上额外收获的附魔材料 按这样算下去 到了第十四层 他们少说 能带回去两千点左右 对于他们这种苦惯了的觉醒者来说 无异于一笔巨大的财富 寻常在外组队猎杀变一体 一趟行动也不过三四百 没人愿意要他们不说 就算同意了 还要冒着巨大风险 眼见着跟在叶宁后面打打酱油 就有这么多收获 这何尝不让他们高兴 注意到身后兴奋的两人 叶宁淡然一笑也不在意 以他的实力 对付前面几层 自然没什么问题 不过相比于这一两千点 他更看重十层之后的收获 听我提示 两人闻声重重地点了点头 别看他们是二阶 但一头一阶巅峰的变异体 足够对他们造成巨大的威胁 就连这几层 如果不是有叶宁顶在最前面 他们也未必如此顺利 这就是精神系觉醒者前期的悲哀 这位叶宁大人 虽然感觉没有其他三阶强 但感觉反应好快啊 每次怪物刚出现 就知道在哪 应该是保留实力吧 我看他到现在都没用过一个技能 纯粹靠肉体作战 小心地跟在叶宁身后 两人低声讨论中 也有些好奇叶宁的能力 其他三阶杀得快 可未必能做到 叶宁这般 跟开了拳图挂一般提醒他们 快点 就等你们了 第七层空洞的溶洞中 无论是军方三阶 还是另外两名三阶 剩余三十六人 齐齐地看着刚带人走来的叶宁 除了有一名觉醒者死去 前面七层对众人来说 便再无其他损失 带着两名二阶高级 不远处的三阶云民神色 有些不满地望向叶宁 在所有队伍中 他的速度是最快的 而一行人为了等叶宁出来 差不多足足等了五六分钟 这么慢 我都不知道你 是不是三阶 连二阶巅峰都早早下来了 你难不成还搞不定一阶的怪物 轻亨一声 本就怀疑叶宁实力下 脾气最为暴躁的黄凯 冷声嘲讽过去 在他想来 自己一个专职防御的三阶都下来了 反观看上去是利敏双戏的叶宁 竟然比他还要慢 没有这个实力 就不要抢着带队 行了 不要吵 人到齐就行 军方觉醒者中 领头的上校王阳平眉头一皱 直接打断了争执 吵下去毫无意义 浪费些时间就浪费些时间 副本之中最忌讳内港 只是 看向叶宁的目光中 他不免也带上了几分轻视 在他看来 叶宁这个三阶 应当在三阶中都算垫底的 前面六层如此简单 正常三阶随便动用技能 哪怕光靠基础属性 都能一路碾压过来 待会每个三阶去激活一头 二阶巅峰变一体 其余人对抗别的怪物 当然 你们几个二阶巅峰的队伍 也想击杀一头的话 也可以自行激活 如果有压力 我们军方可以派一些人手支援你们 但收获 我们要拿走一部分 王阳平淡然开口 军方还有不少二阶巅峰空着 这番话主要是对军方外的几个二阶队伍说的 以及 叶宁 第一次七层想要度过 最少需要击杀一头二阶巅峰 十四层则是三阶初级 理论上击杀的越多 通关评价越高 但再多 他们也吃不消 六名三阶对应六头二阶巅峰 以在场的实力来说 不算是小压力了 变一体实力通常强于觉醒者 不过对于军方这次都是精锐来说 倒也勉强没太大问题 七八头左右 差不多就是他们的极限 我没问题 猎魔团的云民平静回话 以他的实力自然不需要军方支援 我也没问题 不过 那小子 不知是不是看叶宁不顺眼 从一开始就针对其叶宁 作为肉蹲系的黄凯 突然转头看了过去 喂 那个叫叶宁的 你队伍里就两个初级 要是搞不定 就现在开口要人 不要到时候拿不下 害得我们被前后加剑 瞧不起是真 担忧也是真 在他看来 叶宁不仅实力在三阶中垫底 看上去又属于典型的油斗风格 这种觉醒者 在野外生存几率虽高 但在战场上最惹人讨厌 打打跑跑 搞不好叶宁对抗的那头怪物 直接冲到自己这边来 到时候灵妇被受敌 三阶之间的呛火 还是很少见的 屡次被针对下 就连跟在叶宁身后的两人 也觉得憋屈 只是实力低微 担心之余也不敢反驳 叶宁抬头看向挑衅自己的黄凯 眼底不禁闪过一丝冷意 他注意到了 这矮冬瓜所属的安全区 距离镇江并不算太远 爆炎 春刺射击 战斗开始得很快 随着巨大的熔岩矿洞中 一团团各色的灵能光芒爆起 战斗正式开始 包括叶宁在内 七名三阶觉醒者分别带着各自的队伍 列成长长的阵线 对上各自激活的二阶巅峰变异体 其余十八人则集合在一起 共同清理其他涌出的怪物 相比于现实世界的作战 副本中有系统限制的情况下 这些怪物就像死板的机器 显然要好对付一些 最边缘的战线中 叶宁直接迎战上自己激活的变异体 和其他六头二阶怪物一般 被激活的怪物是一头三米余高 浑身如同包皮一般的多头血尸 在众多类型的变异体中 多头血尸属于中等水平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很均衡 除了防御稍高些 倒也算得上是好杀的怪物 不过对于伪装成三阶的叶宁来说 却有着不小的压力 他现在的实力在装备加持下 勉强摸得到二阶巅峰边缘 正常以这种实力来说 几乎没可能干掉多头血尸 不过 仗着自己前世的战斗技巧和精神控物 叶宁估摸着 自己应该能勉强摸死这头怪物 靠近的瞬间 他显而又显地避开血尸的扑击后 直接选择将怪物拉开距离 拖到空旷处战斗 他队伍中的两名二阶实力太弱了 一旦多头血尸突破自己的拦截 那两人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当 错身瞬间 叶宁双剑交错 斩向血尸腿部 全力斩击下 却只听见两声沉闷的金属碰撞 感受着手腕处反弹回的距离 叶宁心头微微一沉 转而再次拉开距离 还是太低了 一剑斩下去 只能勉强破开防御 没有沮丧被情绪干扰 叶宁再次调整出手方向后 灵能瞬间喷涌而出 附魔 制炎 滑 随着武器技能被激活 一道陡然暴涨的火焰覆盖在长剑之上 瞬间带来一股热浪 前度高温下 空气扭曲 剑身上的血迹也在瞬间蒸发 好 好 两声怒吼 随着多头泄尸狂躁的嘶吼后 只见这头怪物大不想它高速冲来 裂开到极限的大嘴 试图一口吞掉叶宁的上半身 严阵以待 在靠近的瞬间 叶宁直接召唤出匕首 如同一道暴射而出的荧光 精准地射向泄尸脚踝 不大的匕首 携带着高额精神力带来的巨大动能 顿时便将冲来的血尸打了个裂解 轻微地改变了扑击方向 侧身闪过 叶宁目光一立 直接右手猛然发力 低头滑展过变异体关节 是 不同于之前只是造成皮外伤 在高温的加持下 一股胶臭味 瞬间从斩肌的伤口出嘶的一声 便接连响起 一箭斩出巨大的窝口 高温附魔的火焰 更是将内部的肌肉组织整个烫熟 好 好 吃痛之下 血尸疯狂两颗巨头仰天怒吼 转而狂暴的扑药向闪到他身后的叶宁 但奈何关节受损 灵活下降 这一次的扑击 竟又再次被叶宁侧闪躲过 还可以 降低了这怪物速度 接下来的战斗会轻松不少 吐出一口气 叶宁有些狼狈的起身 再次闪到血尸背后 索性就像盾刀割肉一般 利用附魔火焰 不断消耗着血尸生命力 配合着灵活诡异的匕首 一时间就如同戏耍一般 将多头血尸剂的连连怒吼 专攻关节要害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里 便将这头二阶巅峰变异体的速度 削弱到了最低点 叶宁想得很清楚 自己现在伪装成三阶的实力 全靠装备技能 这就意味着 自己全力爆发的出手机会 只有一次 正面忙过去 肯定是没有胜算 唯一的击杀方式 只有拖到怪物重伤 最后再一口气爆发所有技能 秒掉这头怪物 躲在后方 属于叶宁队伍中的两人 心惊胆战地看着叶宁 不断游走在怪物周身 在他们眼中 这种打法实在太过大胆 稍有不慎 便是重伤致死 看着如同幽影般 贴着血尸的叶宁 两人一边尽可能地支援一些攻击 一边忍不住小声嘀咕 叶宁大人战斗起来确实厉害 可我怎么感觉 他的伤害好低啊 抬起瞅准时机 点射过去几发 中年人无奈地发现 自己的攻击 根本对血尸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顶多就是击得血尸更加狂暴 不知道啊 这个时候 还节省技能吗 不太了解三阶的战斗方式 李可担忧中 忍不住看向另外几名三阶 很显然 除了他们这边看起来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其余六名三阶的战斗 已经接近尾声 哪怕是擅长防御的黄凯 此时也浑身爆出一团黄色灵能 直接一击冲锋盾击 将怪物的一颗脑袋 活生生撞爆 而战力最强的王阳平和云鸣 此时更是发动了三阶技能 直接斩杀了各自目标 半分钟后 不断爆出轰鸣的巨大溶洞内 顿时安静下来 此时此刻 几乎所有人都结束了战斗 只剩叶宁 还在和怪物缠斗 提着单手锤和盾牌 刚刚一锤子砸死血尸的黄凯 缓缓起身 下意识地转头 看向唯一的声音来源 注意到声音来自叶宁后 他微微一愣后 眼底闪过一抹鄙夷 他妈的 这小子是来搞笑的 我一个防御系的三阶 都干死了怪物 这小子还在那磨磨蹭蹭 一双双目光头像 看上去惊险无比的叶宁 刹那间 不少人心里生起一抹诡异感 虽然叶宁对战的那头血尸 看上去狼狈无比 浑身上下就好似烤肉一般 到处都是被灼烧的伤口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距离战斗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选择缠斗的叶宁 此时的处境看上去凶险无比 总感觉下一秒 就要被怪物咬掉脑袋 一个三阶打成这样 实在是够丢脸了 就连几名二阶巅峰的觉醒者 此时也忍不住心中泛起嘀咕 看叶宁造成的伤害效果 感觉还不如他们动用技能来得大 这人真是三阶 军方队伍中 王阳平眉头微皱 显然也没想到叶宁这么飞 所有人都打完了 就剩叶宁没搞定 虽然跟叶宁队伍中 有两个打酱油的有关 但作为三阶 全力爆发下 是至少能正面对拼吧 这力量和速度 怎么看 怎么都跟自己队伍中的二阶差不多 王队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 这小子是冒充的 王阳平身后 一名同样是持剑的三阶觉醒者 无语地看着不断闪躲的叶宁 等得不耐烦下 他甚至都想出手了 目光闪动 听着同伴的疑问 这下子 连王阳平也不确定 自己之前的判断是不是对的 战斗技巧算不错 在三阶中也算优秀的 实际把握的也很准确 这种战斗风格 是典型面对高阶敌人的打法 反应力也很快 一般二阶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淡淡地评价过去 王阳平仔细观察中 比较公允地说出了 自己看到的东西 只是 他的技能呢 目入思索 虽然他也怀疑叶宁的实力 但他实在想不通 什么人才会做死冒充三阶 现在对付二阶的敌人还好 到了第十四层 那可是实打实地 要和三阶战斗的 他叶宁就算装到了一时 到了十四层 还不是要露线 而且还要送命 迟一片刻 王阳平上校 也不太想推翻自己的结论 力量和速度这么低 难不成毕级天赋 强行把自己的属性 加到双系上 技能不用 是因为意志属性太低 想把关键技能到最后 有点意思 如果真把叶宁当成三阶 那估计是三阶中 最惨最垃圾的一种了 也不知道这种天赋 究竟是 怎么混到三阶的 自我挠不下 众人听着他的解释 倒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只是和愿意等待的军方不同 本就怀疑叶宁的迟钝壮汉 此时索性骂了过去 不是三阶就不要撞 我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 打不过就让给我慢 他骂的 费成这样还硬撑 我看你就是找死 说话间 黄凯蠢蠢欲动 准备带着自己小队冲上去 末日之下实力为尊 一方面是看不起叶宁 另一方面 他也注意到了 在叶宁长时间缠斗下 这头血尸 倒也被消耗了大半生命 自己赶过去补刀 不费多少功夫不说 击杀权还是自己的 这让他如何不心动 无人出声阻拦 虽然众人多少都看出了 黄凯打的算盘 但跟他们又没什么关系 反倒是不少人 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一幕 猜想叶宁会怎么处理 万一这青年不是三剑 那就有好戏看了 是 一剑捅进解尸凶枪后 叶宁心中陡然闪过一抹杀意 他当然也看出来了 这个矮状的三剑不断质疑 他的同时还想过来捡便宜 自己拖的时间的确太长 再拖下去 等对方过来搅局 说不定就要交剑剂了 心念一动 看着已经差不多 护不住自己双头的血尸 叶宁索性也懒得 再消耗下去 浑身紧绷 在精神力预演出血尸的下一次攻击后 叶宁目光一立 不躲不避 直接对冲上去 碰 随着一刀血色护照瞬间出现 硬抗了血尸一击后 绚丽的光芒中技能瞬间爆发 吐刺 腿刀 雷行 一口气爆发所有装备技能 刹那间 在雷行的瞬间加速下 叶宁犹如幻影一般速度暴增 伴随着雷声大作 眨眼间便冲杀到血尸头顶 红光乍现 在破血腿凯的加持下 一记迅猛的腿刀 直接踢爆血尸最外侧头颅 随后猛烈地撞在另一颗头上 砰 砰 头颅炸裂 借着反冲之力 叶宁犹如鬼魅一般 再次腾跃到血尸身后 剑影爆闪 快如闪电般的刺剑 配合着烈焰一击 骤然绞杀向最后一颗头颅 与此同时 早已调整好角度的短笔 也在精神力控制下 以一种极其刁钻的角度飞射而出 前后夹击 直接贯穿了怪物脑水 吃 哄 如同捏爆的番茄一般 全力爆发下 本就被消耗了大半生命的血尸 瞬间毙命 随着凿碎的头骨 混合着污血炸开后 叶宁也结束了战斗 从半空缓缓飘落在地 扑通 尸体倒下 不远处 刚想冲来捡便宜的黄凯 错愕地看着被击杀掉的血尸 脸色陡然难看起来 现在舍得用技能了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 回想着叶宁刚才连续发动的攻击 矮状的他 脸皮抖了两下后 也没再多说什么 原本轻视的心 微微少了两分 刚才那套连击 看上去倒是有点三接的意思了 虽然威力有点低 但总归是杀掉了这头怪物 哼 看着浑身木血的叶宁 自知没法捡便宜的黄凯 冷哼一声 阴森开口 小子 我看你刚才爆发的技能不算少啊 现在用了这么多 我看你待会在十四层怎么办 说吧 他又转头看向叶宁身后的两人 喂 那两个菜鸟 你们跟着的这人 实力你们也看到了 就算是三接 也是三接里垫底的 不想死的话 现在跟着我也来得及 收你们百分之七十 自己考虑下 自觉丢了面子 黄凯自然想找回一些 虽然带的人多 收益会少一些 但他还是看上了 两人七层的收获 要过来 也不算亏 站在叶宁身后 李可和中年人互相对视一眼 神情犹豫 他们确实也意识到了 叶宁实力算是垫底 但百分之七十 自己若是现在转头投靠黄凯 那简直就是在打叶宁的脸 犹豫中 两人挣扎片刻 还是拒绝过去 无人发现 此时叶宁 看向愤愤离开的黄凯背影中 眼底的冰冷更甚 怀疑自己三接的实力很正常 叶宁倒不在意这一点 毕竟他就是装的 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还想破坏自己这次副本 叶宁心中轻笑一声 早已把对方当成了死人 正好自己还在发愁 王阳平见叶宁总算解决了血尸后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平静挥手 行了 结束了就进入下一层 十四层后 我们再会合 说吧 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叶宁 眼底闪过一抹疑惑 在道具的遮盖下 他没太分得出 刚才叶宁动用的 到底是装备 还是自身技能 虽然看上去 勉强算是个三接 但总让他感觉 哪里不对劲 到了三接后 灵能会发生质变 技能威力也会大幅度增加 在他的观察下 总觉得叶宁刚才 击杀血尸的技能 更像是装备 有可能吗 一个不是三接的小子身上 有一堆极品装备 靠装备 把战力强撑上去 摇了摇头 王阳平压下心中 这种荒谬的猜测 只当叶宁的灵能储备太低 不舍得动用太多 不过这技能 学得真是够杂的 坑洞十一层 镶嵌在石壁上的水晶 散发出幽蓝的微光 勉强照亮黑暗中的视野 偶尔几块突出的 红色附膜水晶 就好似猪眼一般 无声地注视 呜呜 风声呜夜 不同于前几层 从七层开始后的坑洞内 阴冷的幽风 如同五孔不入一般 从看不见的地方 灌了进来 寒冷穿过岩壁的风 就好似女人哀怨地啼哭 从耳膜钻进几两 让人头皮发麻 目光有些凝重 正握着门板式的双手剑 作为军方领队的王阳平 警惕地看着前方 耳朵不断微动 试图探听四周的动静 厚重的巨剑上 挂着粘稠的血液 显然在不久前 他们刚遭遇了袭击 跟在王阳平身后 两名二阶高级觉醒者 也同样紧张地环顾四周 昏暗的坑道四通八达 和之前一路走到头的坑道不同 此时的他们 就好似钻在蜂窝中的蚂蚁 有些迷失方向 从第八层开始 这里的危险程度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 望着正前方 缺少灵精 就会有一张腐烂的怪脸 从中钻出 奸笑着扑向他们 还好跟着王上笑 我感觉失曾之后的难度 越来越大了 是啊 刚才那头怪物虽然不强 但速度太快了 要不是王上笑反应够快 估计我都要交代在这了 低声谈论 眼底闪过一抹庆幸 两人分别看着左右幽深的错误路线 防止有怪物从中偷袭 从第八层开始 这里的怪物 不再是从正前方涌出 而是如鬼魅般 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钻出 就在半分钟前 一头只有半个身子的血女 背对着他们挂在岩壁上 那漆黑的长发和黑暗融为一体 躲过了他们的目光 结果就在靠近的瞬间 隐藏在岩壁上的血女 便瞬间扭过头来 张嘴撕咬 就好似飞头将一般 惊得两人猝不及防 好在王阳平在三阶中嚼嚼者 反手一荡便砸碎了血女的脑子 不知走了多久 看着前方明显灵能 开始便多起来的坑洞 两名二阶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步伐都不禁快了两分 看样子 前方就是下一层了 坑道中实在呆得压抑 比起神出鬼没的这几层怪物 他们宁愿面对涌出的敌人 还有两层就结束了 这趟副本还挺顺利的 收获着吗 不要说话 走在最前 王阳平猛然呵斥过去 两人兴奋的低语干扰了他听着动静 然而话刚出口 只听见一声沉闷的扑声 一股阴寒的气息 瞬间从身后浮现 该死 骤然转身 双持巨剑 王阳平直接一剑砸向后方气息来源 然而为时已晚 在他眼中 只见一头无面变一体 正贴在头顶的岩壁上 头颅360度扭转 那细长鲜红的舌头 已经入吸管一般贯穿了队友头顶 吸溜 随着细长的舌头迅速抽回 一抹红白色的脑浆被带出 刹那间 被吸空了脑水的觉醒者 如同喝空的牛奶袋一般 啪哒一声便颤抖倒地 聚在我身边 快点 狂奔在四通八达的坑道中 身材矮壮的黄凯 神色难看 不断地呵斥着自己带队的两人 跟上步伐 八层后的敌人虽然不多 但每一次偷袭 都搞得他手忙脚乱 作为只擅长正面对抗怪物的他 实在吃不消后续的敌人 就在刚才 若不是他用盾牌 帮身后两人抗住了怪物一击 这两名二阶 估计瞬间就要被掏空心脏 找鬼 妈的 这里怎么会有这种鬼东西 不断地四处张望 矮壮如铁球一般的黄凯 最终骂骂咧咧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缓解心头的压力 我就不该带你们 这么麻烦地怪我 老子刚才差点都被抓掉眼珠 这趟我要收70% 不同意就自己滚蛋 聚在黄凯身旁 两名二阶觉醒者 心惊胆战地不敢说话 如果说前面七层没什么难度 一路杀过来就行 但从这几层开始 每一层都危机四伏 尤其是他们跟随的黄凯 有时经常在受袭之后 才反应过来 两人中 一名二阶觉醒者 脸色苍白地捂着自己空荡荡的手臂 心头一片苦涩 他的手臂是在第十层时 被一头找鬼活生生扯断的 没有手臂 这趟收获就算再丰厚 出去以后也是个废人了 更别提自己跟着的这个三阶 根本就是趁人之危 要了一半收获还不够 现在还要更多 如同哀求一般 被扯断手臂的二阶苦苦开口 黄哥 我这趟回去就废了 求求您大发慈悲 不要拿走那么多啊 我们一开始就谈好了的 您看在 闭嘴 猛然转身 黄凯满脸暴虐 直接将战锤指向身后的中年人 被连续偷袭 搞得焦头烂额下 他此时才懒得管这两人什么情况 带着这两个废物 一不小心连他也要受伤 再吵 老子把你丢在这 要命还是要钱 自己想清楚了再选 说吧 黄凯直接转回身子 连看都懒得看断臂的中年人 脸色煞白 被呵斥的断臂断男颤抖着嘴 心中一片懊悔和悲愤 早知道自己就该选军方的三间 实在不行 那个叶灵大人 看上去也比这个矮胖子强 悲愤之余 男人满脑子都是自己出去后的下场 一时间紧跟着脚步游得一致 下一秒 正当他意识到 自己被不管他们的黄凯 落下几步后 急忙跟上 但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的犀利 突然从他脚下传来 刷 突然响起的拖拽声 惊得前方 两人猛然一愣 骂骂咧咧的黄凯 愕然转头 只见后方的地面上 除了缓缓下陷的碎石 哪里还有断臂男的踪迷 不带他任何反应 一旁的墙壁中 骤然探出几根干枯的手臂 眨眼间 便将另一名二阶拉了进去 救我 救我呀呀 痛苦 尖叫 被拉入墙壁中的二阶觉醒者 来不及做出任何抵抗 他只觉得 一根根手臂 如同触手一般 从自己的腹部钻进胸腔 飞快地掏着他的内脏 血水不断地从鼻腔内挤压喷出 喊声到了最后 就好似溺水一般 呛在口中 草 一片心惊 身材矮壮的黄凯 愣愣地站在黑暗中 在意识到 自己带着的两人 根本就不回来后 他直接拔腿就跑 救我 救我 十一层 带着李可和中年人狂奔 冲在最前的夜宁 如同黑暗中的幽影一般 不断地变相穿梭 紧跟在身后的两人 一边极力跟上 不让自己掉队 一边心惊胆战地 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哀嚎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和他们不同通道的几支队伍 接连开始发出凄厉的惨叫 显然在怪物的袭击下 死了不少人 哪怕相隔很远 他们也能感受到 那哀嚎中透露出的绝望 不要停下 再快些 精神力全开 如同开着拳图挂一般 夜宁不断地消耗着自己的精神力 将周身二十多米的坑道 实时探亲 和其他队伍不敢选择 其他路线不同 凭借着一手精神力探测 此时的夜宁就好似回家一般 将周围的路线摸得清清楚楚 跟在身后 中年人掩饰不住心中的震撼 忍不住低声开口 我怎么感觉 我们一路上 好像都没碰到什么敌人 夜宁大人 怎么做到全部避开的 不知道啊 我感觉 我们好像比之前七层还轻松 这 无法理解 除了第九层的时候 他们在正面撞见了一头速度 极块石谷鼠 被夜宁直接击杀后 后续他们 是一个怪物都没碰上 七拐八拐 在夜宁的带领下 他们除了跑得累了点 这么长时间下来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若不是能听见 其他队伍传来的声音 他们简直怀疑 眼底闪过浓浓的庆幸 虽然没见识到 这几层怪物的可怕 但是光听声音 他们就能想象到 其他队伍的惨状 小心点 正前方九十七度 有一头尸轨绕不开来 他就趴在洞顶上 左边离我们十六米 第二个寒洞中 有一只血女藏在里面 右边地下有碎骨虫潜伏在地下 待会应该会向正中央移动 猛然停下 夜宁目光闪动 如同人形雷达一般 飞快地爆出怪物位置 转而看向目瞪口袋的两人 待会我会先冲进去 秒掉尸轨 你们在三秒后直接冲 我会引开碎骨虫 三十秒后 我们在正前方右边 第三个插入口会合 记住 无论听到 什么都不要回头 速度一定要快 听着就像傻瓜式教学的指令 两人连连点头 眼中满是惊意 卧槽 他们本以为夜宁只是模糊的 能感觉到怪物的气息 一直带着他们绕路 但听夜宁这么一说 这是把怪物的底裤都看穿了 藏在哪什么角度都知道 没管两人心头的吃惊 夜宁微微点头后 便直接冲向前方 这两人都是自己的存钱贯 他自然是需要尽力让他们不死 相比于前面七层 后续这几层 对他实在没什么威胁 在精神力探测面前 藏得再好的怪物 也跟黑暗中的萤火虫一般显眼 就连这些怪物的屁股朝向那边 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想偷袭他 几乎没可能 心底有些感慨 说起来 如果不是自己早早的 就去诗海学院拿走了那颗珠子 这层估计就麻烦大了 半个小时后 重新进入空档的巨大溶洞中 几名军方三接 有些狼狈的带着队员飞奔而出 稀稀拉拉 不同于七层时的从容不迫 此时感到十四层的觉醒者 几乎人人挂彩 看上去狼狈无比 第一个冲出的王阳平 面色难看 看着暂时安全的十四层时 心头才猛然松了一口气 他缓缓散去身上的加速技能 忍不住打量起后面冲出的军方三接 你带队的人呢 语气沉重 王阳平看着另一名军方三接无人的身后 下意识开口问去 被问话的三接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甩了甩手上的尸块 死完了 我也没想到 那些怪物的偷袭那么难防 我已经尽力保护了 但还是死了 是啊 要不是我动用了几次技能救人 我估计我也带不出人 我带了一个下来 还好我带的那个人 自己就是敏捷戏 聚在一起 少了一大半觉醒者的情况下 几名带队的三接觉醒者 纷纷面色愁苦 他们也没想到 难度会增加的这么大 本想着带人多些收获 结果自己都差点走不出来 而此时身后被带出的觉醒者 更是语经未定 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原本兴奋副本收益不菲的他们 此时再也没有之前的心情了 这个鬼副本 不是三接 根本没法活着出去 收益再高 有什么用 人死了 什么都没了 像他们这种被带的二接 最好的一批 也是浑身挂伤 惨的是一个都没活下来 只有三接自己跑出来了 虽说这些三接口口声声说 会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防不住就是防不住 很多时候 面对怪物的突然出现 饶势三接也倍感危险 这下有些难办了 叹了口气 王阳平看着没活下来的多少人 心头一片沉重 军部要求我们带回去足够的灵精 现在只活下来这些人 我感觉怕是凑不齐了 十四层结束后 他们就要撤离 再往下的层数难度太大 不说到二十一层 面对三接终极变一体了 光是中间的怪物 都够他们喝上一壶 这也就意味着 这样灵精的收获 已经固定死了 听着队长的担忧 一名只有自己活下来的 二接巅峰给出意见 王队 要不我们从其他三接手上 收灵精吧 如果他们能带几个人下来 说不定能凑齐 迟一片刻 王阳平点了点头 只是也没抱太多期待 练魔团的三接 应该能带人下来 我估计 那个迟钝的 自己能下来 就差不错了 至于那个青年 盘算着还有多少人能下来 王阳平微微摇头 并不好看其他人 尤其是 他想到了叶宁 那个古怪的家伙 不会自己 都下不来吧 洞穴地形中 对叶宁这种油豆风的觉醒者 是最不友好的 碰 耐心等待中 有些狼狈冲出的黄凯 如同肉球一般冲了出来 满脸横弱的脸上 一道被腐蚀的伤口 滋滋的冒着白烟 翻滚站起身子 他大口喘息 脸色异常难看的 用小刀直切割下脸上的烂肉 草他妈的鬼父般 救他妈的是这些鬼玩意 怒不可遏 他带的两人 一个都没活下来 自己也在十三层时 遭到了大批腐蚀之虫的围攻 要不是他防御够高 整个人都要被融化成水 自觉损失巨大下 他忍不住看向其他人的情况 见到只有零零散散的十几人后 他眼中反而这才平衡了一些 看样子 都损失惨重 没几个人能活下来 像是想到什么 他目光搜寻 发现自己讨厌的那个小子没下来 仿佛找回颜面一般 他忍不住冷笑一声 妈的 又是那个废物玩意没下来 我估计那小子 自己都出不来 最后的十七名觉醒者 沉默地听着黄凯的嘲讽 也没人搭话 气氛凝重 所有人心情都不好过 至于叶宁出不出来 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同于黄凯 希望叶宁和他一样惨 军方几名三接 倒是希望叶宁能带人出来 虽然 希望很渺茫就是了 那个叫叶宁的 应该是被拖住了 他带着的两名二接 实力太弱了 最后一处区域的怪物 会一起袭击 我估计 他短时间内可能出不来 王队 我们要不要过去拉他一把 看着叶宁选择的十八号出口 一名三接 忍不住出声 问向王阳平 他们从出口处进去 说不定能支援到叶宁 如果对方带的人还活着 怎么也算多一份收获 神色迟疑 王阳平犹豫中 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还困在上面几层 要是带的人没活着的 我们就等于白跑一趟了 再去一趟 技能肯定要消耗不少 马上就是最终战斗 再消耗实力 待会的三接 可就不好杀了 然而没过几秒 正当黄凯打算 向军方靠拢时 一连串的脚步声 突然从溶洞后方响起 下一秒 只见浑身无伤 身上甚至连血迹 都没有的两人 跟在叶宁身后 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十四层空间 神色平静地 从十八号出口走出 叶宁冲着王阳平 微微点头 示意自己已经就位 随着三人毫发无伤地 从坑洞内走出后 所有人都惊讶地 忘了过去 只觉得自己 仿佛出现了幻觉 一个都没死 连受伤都没有 看叶宁三人的神态 就好似春游走出来一般 你 你们没遭到袭击 你们怎么下来的 军方三接中 一名三接错愕地 出声问去 只觉得活见鬼一般 与此同时 其余二接 也纷纷震惊地看了过去 目光不住的大量 叶宁身后的两人 叶宁这支队伍什么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了 一个杀二接巅峰 都要靠谋的三接 一个靠把武器 冒充二接的生活系 一个一身垃圾技能的施法系 这种奇葩组合 不要说无伤下来了 在他想来 就算叶宁都得受伤 勉强才能冲下来 但现在 叶宁身后 李可看着满脸 不可置信的军方三接 只觉得心头一片畅快 他就是被对方拒绝的 这名三接知道 他实力太差后 和庆幸 看着对方一个人都没带出 他忍不住感激地 看了一眼叶宁 好险 自己若是跟着对方 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叶宁大人 直接带我们避开了所有敌人 一个都没碰到 怎么 你们的三接 没带你们躲开吗 站在叶宁身旁 抱着步枪的中年人 忍不住大声喊道 心头一片被爽 之前还比瞧不起他们 现在傻了眼了 他记得很清楚 不少跟随其他三接的觉醒者 在进入下一层时 没少用怜悯 甚至讥讽的目光看着他们 就好似自己和黄可是白痴一样 选谁不好 选了一个最废的三接 但现在 中年人望着一种吃惊 甚至酸楚的目光 差点笑出声 你们的三接 不是很掉吗 之前觉得自己选错的那些人呢 哦 原来已经死了呀 到底谁有眼光 到底谁才是白痴 军方队伍中 王阳平吃惊之余 忍不住死死地盯住叶宁 你以前来过很多次这个副本 无法理解 在他想来 叶宁能无伤 带人下来的唯一理由 只能是 叶宁曾经来过很多次 甚至已经背下了 18号坑道的地形 只是他忍不住有些疑惑 军方在发现地狱之门后 不是没人想过 靠记下地形 来着刷资源 但每一次进入 地形都会完全改变 难不成这小子 发现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技巧 没有解释什么 叶宁摇了摇头 也懒得多说 精神力探测 是他的底牌之一 怎么猜都和自己无关 精神力探测手段 是精神系觉醒者 三接后才能掌握的 属于能让精神系 大幅度提高 生存能力的关键技能 而这一世重生 在全球都没有一个 三阶精神系下 自然无人能想象到 这种能力 王阳平见叶宁 像是遮掩一般否认后 心头止不住的一跳 如果叶宁手中掌握着 能固定进入的路线图 那其中的价值可就大了 压下心头 想要找叶宁谈谈的想法 他想起军部的任务后 索性再次开口 各位 其实我们这次进入 地狱之门副本 是有军方任务在身 待会副本快结束后 我们希望各位 能将手中的灵精 全部交易给我们 当然 价格上 我们也不会亏待大家 死的人太多下 王阳平也只能打起 剩下几名三阶的主意 尤其是带着两人 活下来的叶宁 待会完成副本后 估计叶宁身上的灵精 怕不是全场最多的 叶宁 你要是愿意把灵精 全部给我们军方 待会的战斗中 我们可以多照顾你一点 一反之前的无事 有求与叶宁下 王阳平索性 直接示好一般 对着叶宁笑了笑 叶宁微微点头 算是硬下 卖给谁都是卖 军方愿意高价收 那给军方也无所谓 只是他心中 微微有些好奇 也不知道 军方怎么突然 需要这么多 低阶灵精了 不远处 本就极度叶宁 带人活下来的黄凯 看到军方此时 对叶宁的态度后 目光不禁有些阴冷 他作为防御系 其实才是最需要 军方照顾的 抗在第一线 危险最大 妈的 走了狗屎运的小子 待会三阶出来 我看你怎么死的 自己负责抗助怪物 到时候 只要装作露出破绽 这喜欢近身游斗的小子 怕是瞬间 就会被三阶干掉 严阵以待 十四层溶洞中 叶宁不断调整着 自己的状态 心神投入到 冷却好的三个SSS 及剑技之中 最后一战会出现 两头三阶出击 以现在队伍的实力 虽然有压力 但还在接受范围 对于他而言 问题在于 抢到击杀拳 以及目光投向黄凯 叶宁心中轻笑一声 目光漠然 剑技威力太大 又是范围攻击 自己实力弱 控制不好方向 不小心秒掉一个队友 这也很合理吧 大战之前 调配人手 不同与之前随意安排 这一次 军方显然很重视 王阳平飞速布置一番战术后 便掏出一枚分界道具模样的东西 丢了出来 隔音结界 加基本幻象 两头三阶必须分开击杀 不然一旦让他们会合 没人顶得住 我们军方四名三阶 加六名二阶 对付右侧的三阶变一体 你们七名二阶 加三个三阶 对付左侧的 说话间 他指出自己队伍中的 一名二阶高级 过去支援叶宁等人 看似勉强公平 但无论是黄凯还是云鸣 两人的脸色 陡然难看下来 军方带着的二阶觉醒者 活下来的最多 也是质量最高的 别看军方给他们 提供了一名二阶高级的支援 两边的人数都是十人 但他们这边 可是少了一名三阶 剩下的二阶 还有叶宁带过来的两个垃圾 战力简直等于没有 这么安排 饶式猎魔团的云鸣 也觉得压力巨大 尤其是 叶宁在他眼中 还是凑数的三阶 说白了 待会的战斗压力 会全部压在他和黄凯身上 王上教 你这样分配 就不怕我们是这边失控吗 我要是没抗住 大家都得完蛋 性格暴躁 黄凯举起手中的盾牌 好似威胁一般 阴沉问去 他也顾不得 会不会得罪王阳平 他妈的 这么安排下来 稍有意外 他就是第一个被三阶拍死的 就算他们勉强撑住了 最后的击杀拳 也肯定是落到军方手中 很显然 王阳平这么布置 就是故意 让他们苦苦支撑 最后再来摘桃子 哦 假装有些难办 王阳平心底轻笑一声 毫不在意两人的不满 既然你们觉得压力大 那不如 让叶林 跟我们这边的一名三阶互换 勉强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王阳平指着自己手下一名 擅长攻击爆发的三阶觉醒者 假意开口 说话间 他面带笑意地看向叶林 一时二鸟 他等的 就是黄凯等人觉得 压力大主动开口 安排一个自己人过去 能抢就抢 不能抢 就拖到自己这边战斗结束 顺带着 还能卖叶林一个人情 在他想来 叶林实力不济的情况下 混入军方队伍 才是最安全 如此是好 对方怎么也会心生感激 哼 黄凯听后冷哼一声 他颇为酸楚地看了一眼叶林 能混到三阶的 没有人是笨蛋 他看上去虽然粗犷 但针对人方面 也只会针对弱者 对自己没威胁的 他自然看得出 军方应该是打起了叶林身上灵精 以及线路的主意 不过也好 让这个废物小子滚去那边后 他的压力也没那么大 出乎众人意料 正当王阳平信心满满地等待 叶林换过来时 却听到叶林直接出声拒绝 没必要 我们这边没问题 不光是王阳平猛然一愣 就连沉默寡言的云鸣 也一脸诧异 没问题个屁 待会战斗我扛不住 你小子就等死吧 揭压的不满下 黄凯直接死死地盯着叶林 他气急返笑 只觉得叶林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自大到了极点 没问题 你他妈 一个跟老鼠一样窜来窜去的 当然没问题 我们这些主要战力才是压力最大的 他已经打定主意 待会战斗中直接放水 他妈的 老子不好过 你们也不要好过 叶林 你这 王阳平回神后 试图继续劝说 却发现叶林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 好似真的有把握一般 面色古怪 剑劝不动后 他也只能放弃 片刻后 他摇了摇头 转头低语 待会战斗 如果这小子实在扛不住 帮他一把 听到命令的军方三阶闻声应下 只觉得有些无语 王上笑 应该也没多大事 那小子战斗中虽然没什么用 但好歹一个三阶 跑应该没问题 巨大的溶洞内 两方人马各自紧张地准备唤醒三阶变异体 在节节道具的阻隔下 他们互相已经看不到对方 在现实世界 这种分割变异体的手段或许没用 但在副本中 面对系统控制下的变异体 倒是能起到奇效 不同于沉闷紧张的几人 叶林颇为轻松地盘算着 待会自己要怎么出手 有些难搞啊 分开的距离 差不多有两三百米 就算故意拉近距离 也有一百多米 无论是天系流光 还是渐流风暴 覆盖的范围也就百米左右 对于叶宁来说 他想一个同时秒掉两头变异体 显然不太可能 天系流光的威力不会递减 但渐流风暴威力最大的是 中央部分 待会把怪拉到军方那边 还是一口气用两次技能 思索中 叶宁不禁有些犹豫 拉到一起的话 他处于中间位置 以他的基础属性 未必能在两头三阶的攻击下活下来 实际上 只要吃上一次攻击 他基本就挂了 安全起见 用两次技能是最保险的 至于次元斩技能 摇了摇头 叶宁早就想过 作为唯一一个 具备无敌躲避效果的技能 这玩意可是他用来保命的 如果有人疯了想对他下手 这张底牌 就是翻盘的关键 预演了几种战斗情况后 叶宁也不再多想 一抬头 他便看到了 迟钝盯着自己的黄凯 只见这矮冬瓜冷笑一声后 目光阴冷地瞪向自己 仿佛在说待会的战斗 有的是让叶宁好看 心中轻笑一声 叶宁毫不在意对方的挑衅 在他眼里 对方早已是死人 准备战斗 好 好 战斗开始 随着两头同样形态的 多族掘木虫缓缓生成后 所有人直接激发体内的灵能 刹那间 整个空洞中 好似被各色灵能充满照亮 这些掘木虫的弱点 是足不合口气 待会你们攻击 全部砸在他的截肢上 一前一后 站在黄凯身后 云鸣握紧手中的铁血弯刀 出声指挥向身后的二阶 压力巨大 身后这群垃圾二阶 他不指望有什么作用 在阶位碾压下 能给三阶变异体 造成一些阻碍 就不错了 为此 他甚至把所有近战系 都丢到后面 能远程攻击就远程 近身作战下 除了二阶巅峰 还能勉强躲避三阶的攻击 稍弱点的 根本就是送死 而一同作战的叶宁 他更是直接无视 在他看来 接下来的战斗 只能扛黄凯 吸引变异体攻击 自己充当主攻手 两个三阶 打一个三阶变异体 呼吸都微微有些急促 他已经做好了失控的准备 一旦有危险 他打算优先保全自己 站在最前 黄凯沉默地双手举起盾牌 整个身子低伏在盾牌背后 虽然没有交流 但他和云民的想法 几乎一模一样 反正击杀拳大概率抢不到 他保证自己不死就行 好 震耳欲聋的吼声再次响起 只见完全凝视身躯的巨型多族虫 直接如同火车一般撞击过来 碰 尖如磐石 顶在最前 黄凯死死地顶着盾牌 浑身瞬间被加持上土黄色的光芒 一眼看去 整个人如同花钢岩一般显嵌入地面 巨大的冲击力 撞得他五脏六腑都一阵震动 插入大地的双脚 好似离地一般 直接被怪物撞退了三四米 动手 一声力喝 示意二阶动手攻击后 云民直接从侧面 冲向多族虫身躯 手中的弯刀 爆出一团黑色灵棱 暗言 哼 戴起数米长的刀印 只见冲到变异体下方的他 直接猛然横扫 伴随着接连响起的斩猎声 多族虫肥瘦身躯下的细足 顷刻间便被扫断了三四条 虫子吃痛 争鸣如肉喇叭一般的口气中 满是肉刺 一口反咬向他 仓促躲开 云民狼狈地在地上高速翻滚 躲到攻击死角后 又再次一刀劈下 凭借着三阶实力的加持 每一次攻击都能给虫子 造成相当可观的伤害 与此同时 身后的二阶觉醒者们 也纷纷丢出自己的技能 将试图追击的多族虫 轰退在原地 冰锥 腐蚀酸球 大量技能释放 看上去威势十足 只是砸到变异体身上后 除了造成短暂的阻碍 效果并不是很好 极度紧张的战斗下 就连拿着灵能步枪的中年人 也拼命地开火射击 叮叮叮叮 比其他人的技能效果还差 仅凭着装备效果下 射出的灵能子弹 就好似水枪一般 打在巨虫体表叮叮作响 不行 效果太差了 再次爆发技能 展向多族虫尾部 云明脸色难看 不断地评估着战斗情况 负责远程支援的二阶觉醒者们 造成的伤害实在有限 原先预想中 至少要打掉虫子 三分之一节制的目标 差得太多 尤其是那个磁水枪的二阶 叮叮的子弹声 简直吵得他心烦 妈的 都是一群废物 碰 随着巨虫的一次爆退冲撞 躲在后方的云明 只觉得一股距离撞向胸口 近距离作战下 根本来不及躲避 随着胸口一阵剧痛 整个胸骨瞬间断裂三根 口吐鲜血的便倒飞出去 黄凯 看住啊 从地上慌忙爬起 开场几秒便受到不低的伤害 一时间 他竟不敢再上前攻击 我在抗 那个白痴一直在打乱 是 防御之下 黄凯话还没说完 便被多族虫吐出的酸叶当头笼罩 听着盾牌上呲呲作响的腐蚀声 他心头猛然一颤 那酸叶若是喷到他身上 他防御再强 也要被溶出骨头 余光看着如同苍蝇般 在多族虫一旁移动的叶宁 他简直快要气疯了 由叶宁不断干扰多族虫的攻击目标 他防也不是 往往他刚准备全力防御 怪物便瞬间就被这小拉走 等他调整位置还没准备好后 这只恶心的苍蝇又突然靠近他 引得怪物将目标转移到他身上 他马达 自己一定要搞死这小子 本就抱着弄死叶宁的心 被恶心到不行了 黄凯此时暴怒中也懒得管战斗结果 反正怪物失控 他也不会死 但这该死的苍蝇一定会死 高速游走在多族虫一侧 听见黄凯喊话的云鸣 也都注意到了叶宁古怪的举动 左捅一下 右蹭一下 在他眼中 此时的叶宁 就好似不服输的苍蝇一般 用一根木条 不断地挑衅多族虫 那看似飞起来极为迅捷的匕首 往往蹭在虫子外壳上后 爆出一团火星 便再无意义 更过分的是 除了远远地控制匕首作战 这小子进中途掏出袖弩 拔油憋拔油的射了过去 哪里来的弩 为什么一个三阶 会拿着普通人的武器作战 这他妈的是三阶的战斗 就算是一阶 都比这强 你他妈的近身用技能啊 怒不可遏 直接爆出粗口 云鸣气急之下 心中不住地破口大骂 费到这种程度 他真是小刀划屁股 开了眼 他根本无法理解叶宁的行为 在他看来 这家伙甚至还在躲避时 还不断地往结界出口 再这样打下去 还杀个屁 无视了绝望的云鸣 叶宁脑中不断计算着距离 余光也看着向自己靠来的黄凯 哼 想靠近自己 再突然脱离战斗 让怪物杀掉自己 看着黄凯不断向自己移动而来 叶宁心中冷笑一声后 也不在意 距离控制得差不多了 现在巨族虫距离结界 不过十几米远 拉过去冲开结界 试试看能不能同时覆盖两头变异体 冲锋 正当叶宁打算在激怒巨族虫时 原本就打算按下杀手的黄凯 毫无征兆地发起冲锋 直接撞到叶宁身旁 砰 一头撞在叶宁身前的变异体身上后 黄凯假意怒吼 直接发动了防御系都会学的挑衅技能 现在攻击 怪物被我吸引了 我坚持不了多久 随着代表激怒的红光浮现后 这头三接变异体瞬间进入狂怒状态 骤然膨胀一圈 与此同时 他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直接在防御时装作 故意被杀虫一头撞退 砰 随着黄凯被撞开 暴怒之下 多足虫刹那间便将目标锁定在最近的叶宁身上 原本就快的速度猛然提高 直接裂开口气 一口吞下 装作体力不知翻滚在地 黄凯一声惊叫 眼中满是畅快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在被撞开时 看见了叶宁眼中的错愕 不好 快躲开 我既能被打断了 在他眼中 此时的叶宁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如同傻子一般僵硬在了原地 那飞泼起的锯口 下一秒就要将这小子吞入口中 叶宁大人 躲开 身后的二阶中 一直注意这边的中年人和李可惊骇出声 他们看不出黄凯是故意被撞开 只当发生了失误 叶宁如果躲不开 一定会死在这头怪物口下 时间仿佛静止 叶宁平静地看着笼罩自己头顶的锯口 暗叹一口气 可惜了 距离还差一些才能覆盖另一头三阶 但也无所谓了 在众人眼中 只见仿佛被惊到的叶宁 突然脚下爆出一团荧光 刹那间便以极其刁钻的角度 从怪物口下暴退出去 随着十点敏捷的加持下 本来是在巨虫面前的叶宁 猛然闪到了黄凯身后 躲开 一声吏喝 而这一次喊出躲开的 竟然是叶宁 恶然回头 黄凯茫然地看着 闪到自己身后不到一米的叶宁 完全不知道 这废物为什么要自己躲开 零 一秒后 随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叶宁身上蔓延而出后 他瞬间明白了为什么 可惜的是 已经来不及了 简流风暴 如同为了阻挡再次暴冲而来的巨虫 叶宁周身骤然凝聚出 近千道充满毁灭气息的箭流 犹如展开的箭翼一般 瞬间轰出 而此时的黄凯和怪物 赫然是一条直线 哄 无穷无尽 仿佛风暴般轰出的箭溪洪流 瞬间溶解了前方的一切 只见在银色的箭流风暴中 黄凯那张坑坑洼洼的脸上 只来得及浮现一抹惊骇 刹那间便被轰穿了大脑 红白色的脑浆在后续的箭流红溪中 如同燃料一般 涂抹在银色风暴中 身躯溶解 骨骼粉碎 在如此近距离下 饶是以它三阶的体质 也脆弱得好似白纸一样 连惨叫都未曾发出 便被分解成了最基本的分子结构 余微不止 连成一条直线的箭溪洪流 好似巨型激光柱一般 直接射穿了再次杀来的三阶变异体 箭流凌冽 犹如融化奶油 直接将这头巨型多族虫 从头贯穿到尾 哼 两秒后 洪流结束 全场一片死寂 随着三阶变异体零碎的尸体 稀稀拉拉地从半空中掉下后 众人这才意识到 这头极为难杀的三阶变异体 已经化成了灰烬 当然 还有随风飘扬的黄凯 僵硬在原地 手持弯刀 刚刚还准备趁着黄凯吸引注意 准备攻击怪物的云鸣 此时脸色一阵惨白 疯狂跳动的心脏 几乎从胸膛跳出 手指发颤 其他人很难想象 叶宁刚才释放的剑膝红流 几乎是 擦着他的身子过去 如果不是他反应够快 这道和激光炮一般的剑膝红流 估计会把他秒得连扎都不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咕嘟一声 他艰难地 将脖子扭向一脸心痛的叶宁 只觉得像是看到了怪物一般 刚才那攻击 是这小子发出 这他妈还是刚才那个废物三剑 和他一般 身后的二剑们也纷纷干张着嘴 傻傻地看着地上的尸块 好快 战斗结束快的他们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震惊之下 甚至都没人意识到 有一名三剑死在了叶宁手下 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 叶宁目露痛惜 满脸自责的尸神 对着地上的一小撮灰烬开口 我都让你躲开了 你为什么不躲呀 心痛成疾 只见他蹲下身子 飞快地收起黄凯死后爆出的装备 兄弟 你这么舍命救我 我一定会把你的遗物带回去 好好安葬 手捧鬼知道是石灰 还是骨灰的一捧泥巴 叶宁说话间被随手塞进口袋 一脸痛惜地 向着傻掉的云铭解释 黄凯兄刚才为了救我 不惜挡在我身前 想要抵挡怪物攻击 我无奈之下想救他 只能动用技能 但没想到 稍微打偏了一些 竟不小心波及到了他 唉 听着叶宁骗傻逼一般的解释 云铭干张着嘴 只觉得人都快懵了 黄凯救你 你不小心打偏了 那他妈的 对着人家后脑勺轰出技能 这是打偏了 看着那叶宁一脸心痛自责的表情 他只觉得 那根本就是猫哭耗子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他在叶宁眼底 竟看到了一抹威胁之意 想到刚才那恐怖的攻击 他只得硬着头皮附和 叶宁阁下 你也不用太难过 战斗中失手很正常 我相信黄凯兄不会怪你 哭丧着脸 不敢质疑 在他眼中 叶宁根本就是一个 隐藏实力的超级强者 刚才的攻击 根本就是故意要弄死黄凯 自己若是拆穿了对方 那下一个死的 估计就是自己 他妈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变态的怪物 混在自己队伍中 叶宁听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向云民的目光中 不禁带上一抹欣赏 很好 很伤到 他压根就不在乎 这些人心里想什么 只要口头上过得去 至于这些人信不信管他屁事 瞥了一眼黄凯爆出的装备 叶宁心底一喜 武器和盾牌都是蓝色 满身白装 这迈出去 少说十七八万打底 好人啊 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这些装备的 将装备丢到身后的中年人脚下 叶宁也不犹豫 准备杀向另一边 帮我看好黄兄遗物 说吧 他直接跨过隔阴结界 准备抢下另一头的击杀拳 啊不 是帮军方解决危机 抱着灵能步枪 中年人心惊胆战地 看着叶宁丢来的装备 只觉得如同做梦一般恍惚 自己跟的这个青年 究竟是什么变态啊 有条不稳的战斗中 几名军方三阶不断战斗之余 眼底闪过浓浓的疑惑 你们感觉到了刚才的灵能波动吗 我怎么感觉 有至少三阶终极的灵能强度 不知道啊 我也感觉感觉到了 难不成那边有人爆发隐藏技能了 没理由啊 那边全是三阶出击 无法理解 在气息被感知到的一瞬间 四名三阶几乎都惊得一致 险些失神 是不是猎魔团的那个人出手 我看他实力挺不错的 挥舞着巨剑 王阳瓶闪身避开变异体攻击后 有些不安的何止了讨论 先抓紧击杀 这头怪物撑不了多久了 如果真的有三阶终极混了进来 我们再考虑怎么应对 虽然他也疑惑 但击杀变异体最重要 此时他也顾不得想那么多 小心 话音刚落 王阳瓶目光猛然一惊 在他感知中 自己布下的隔音结界 竟有人直接穿了过来 是谁 时声问句 下一秒 只见一脸急切的叶宁突然穿过结界 颇为担心地看着他们 王上笑 我来救你们了 撑住 王阳瓶 不要 守好你那边 仓促之下 王阳瓶根本来不及过多思考 看着一脸真诚的叶宁 他只觉得一股诡异 这个家伙突然跑过来 难不成那边的变异体已经失控了 来不及将两条信息合并到一起 在结界的阻碍下 他根本就没想过那边的变异体已经被斩杀 本就紧张的战斗中 突然窜出一个叶宁 狗虫抱压在身下 扑 距离压下 饶室三阶的体质也扛不住伤害 胸口一天 王阳瓶挖得吐出一大口血 手中的巨型战舰本能地当盾牌抬起 试图阻止怪物吞掉自己 队长 惊声呼喊 几名三阶固步地突然出现了叶宁 情急之下 他们急忙回原 试图就回王阳瓶 但在如此棘手的场面下 三人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攻击角度 吃 极具腐蚀性的痰宁 从充满道次的口气中滴滴落下 如同浓硫酸一般 瞬间便烧起一股白烟 被压在地下的王阳瓶面色惨白 一股腐烂 如同尸体发酵 一般的臭味 直冲鼻腔 该死 战斗中最忌讳分心 被叶宁这么一搞 他半条命都快丢掉了 看着那如同绞肉鸡一般的口气 他毫不怀疑 只要一口 自己的头骨都会被啃成碎末 为什么要打乱他们的节奏 气氛之余 剩余三阶已经准备拼命 叶宁造成的麻烦 待会再算账 下一秒 退开 天系流光 刹那间 极具压迫感的海量微能 瞬间汇聚 一道间隙瞬间扫过 以一种极为雕钻的角度 倾泻地划过 巨足变异体身躯 如同死亡的红线 精准地斩穿了沿途的一切 吃 哄 无形间隙穿透了变异体 又没入到不远处的岩壁 犹如导弹爆炸一般 将大片岩石绞成粉末 爆炸声震耳欲聋 烟尘散去后 只见一道巨大的月牙形剑痕 没入其中 深不见底 保持着前冲的姿势 本想上前支援的一名军方三阶 艰难地吞咽口水 头顶上一抹碎发 缓缓飘落在地 头 好凉 就在剑膝滑过去的瞬间 他只觉得 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在尖叫 那是在死亡之下 身体最忠实的反应 心有余悸 后怕 就差零 一厘米 自己的头就要分家了 刚才那一剑 差点连他一起秒掉 啪哒 压在王阳萍身上 原本还在不停嘶吼的巨虫 此时犹如定格一般 一动不动 几秒后 随着血肉组织的切断 滑腻的玻璃声 混合着咕嘟咕嘟冒出的鲜血 啪哒一声 便如同切开的五花肉一般 分成了两半 那两半掉下的虫躯 切口处光滑如星 好似本该如此 压下身下 王阳萍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大脑一片失神 作为完整地感受到那道剑光的他 心中的震撼最为深刻 一剑 那只有一剑 毫无阻碍 近乎是秒杀 这种实力 下一时间 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 那道恐怖剑盲展来的方向 只见一脸真诚的叶宁 对着他们笑了笑点了点头 不用谢我 笑一收起 就好刚才的攻击 不过是随手一击 没什么值得在意的 全场安静 陷入诡异的沉默中 此时此刻 所有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 三阶 终结 甚至更强 这个一直被他们当作小丑一般的三阶 竟然是一名超级强者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战斗结束 当叶宁所在队伍中的人群 感到右侧会合时 军方众人心中的震撼之意更甚 虽然没人开口说话 更没人说 刚才的威势 是谁激发出来的 但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叶宁 尴尬诡异的气氛中 王阳萍五位沉杂地看着两边 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叶宁抢了他们的击杀拳 但在实力的威慑下 没人敢开这个口 震撼之余 还有一抹不安 一个至少三阶终极的顶级存在 混在他们之中 这种无形的压力 让他很难保持平静 别看三阶初级和终极只差一级 但实力上天差地别 其中的差距 甚至比三阶对一阶还大 很简单 三阶初级要多人对抗同阶变一体 可到了三阶终极这 单人就行 实力上的差距 几乎是按几倍计算 目光敬畏 发自内心的崇敬 不少军方觉醒者 不太敢看向 随意站在一边整理收获的叶宁 之前说话不好听的几人 更是生怕秋后算账 他们可是注意到了 之前和叶宁最不对付的皇凯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结合叶宁带的中年人手上的一堆装备 他们用脚趾头 想都能想到 那个近战系三阶 估计是被叶宁干掉了 这种手段 当真是狠辣果决 一名三阶 说杀就杀 实力为尊 碍于叶宁的威慑 同样无人敢提起这件事 尤其是 在问清刚才的情况后 叶宁出手的理由 似乎也算正当 目光复杂 三阶终极的强者 放在各大安全区 都足以担任统领了 放在军方 也足够成为副军 换句话说 就是王阳平顶头上司的上司 这位大人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惊吓之余 人们也把之前叶宁的二表现 当作是随意出手 低调形势 再也没人敢怀疑三阶的实力 出手两次 秒掉两只三阶变一体 哦 还有一个觉醒者 由于片刻 王阳平深吸一口气 满脸凝重地走在叶宁面前 神色愧疚 叶宁阁下 很抱歉 我们之前 话说不出口 他只觉得 脸上一阵羞愧 亏自己还不把对方当回事 没想到打脸的竟是自己 没事 叶宁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对军方他 多少还算有些好感 毕竟前世 和他战斗到最后的 便是这批军人 当然 除了知晓一级战场真相的那批高层除外 带着好奇 叶宁随口问向王阳平 你们这么急着收灵精做什么 交易瓶倒不是有很多吗 何必还要下副本 亲自收 他注意到了 王阳平这些人 似乎带着任务在身 在不久前 还很重视自己手中的路线 闻声一领 王阳平由于片刻后 看着叶宁好奇的目光 最终还是决定托盘而出 这次任务 也不算什么机密 是这样的 叶宁阁下 我们需要这批灵精帮助种子计划的低阶觉醒者升级 您应该知道 灵精可以用来吸收 在某种程度上和击杀变异体的效果差不多 军部为了尽快提升他们的实力 现在已经收完了市面上所有灵精 但数量上还是远远不够 所以 甘笑一声 王阳平说罢 便思考起自己怎么让叶宁拿出灵精的说辞 他们是外出收集灵精的众多小队之一 任务卡得很死 这趟击杀拳都在叶宁手上 他想完成任务 也只能求叶宁能让出这部分 至于之前怀疑叶宁知道坑道路线这件事 他也知道 是自己想错了 有这个实力 下来很正常 用灵精提升实力 叶宁眉头一跳 心中陡然有些古怪 灵精的确可以提升实力 但消耗和效果不成正比 本质上灵精内的五主灵能和击杀变异体 获得的灵能经验是同一种东西 但前者的含量很低 低到一个二阶初级 想升到终极 至少要消耗掉八千杠一万单位的灵精 换句话说 就是将近十万信用点 而此后 消耗更为巨大 有人计算过 要将一个二阶砸到二阶巅峰 消耗的灵精至少价值近百万 这已经不是浪费了 这根本就是拿海量资源堆出实力 而且堆出的实力也不稳固 一般来说 灵精这种东西 只有三阶觉醒者用来吸收 吸收的比率要高一些 亦或者充当补充灵能的手段 就像电池一样 拿这种战略物资提升实力 军方 真是豪大的收贬 这是担心 那些高级天赋的种子在升级中有损失 种子计划 叶宁心中有些苦涩 甚至酸楚 他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虽然知晓 种子计划中的序列火种 会享受军方大量物资的攻击 但他不知道具体数额 他纯粹是以自己的经验套了进去 错误恰恰就在这 前世他被军方发现大力培养时 那时候物资已经短缺到近乎枯竭的地步了 哪里能跟现在比 那个时候 人类的生存范围 只剩下几个大军区和首都战区 资源 装备 道具 早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被培养时 举国之力都凑不出多少灵精 甚至提升实力的灵能果实 都没几颗给他 他的一身实力 纯粹是在防线上 真刀真枪杀出来的 拿命拼的 也就是三阶后的资源 还有一部分 让他勉强升到了三阶巅峰 和现在人类一片大好 甚至可以到处刷资源的情况比起来 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甚至叶宁也能想到 连提升实力这种最基本的事 首都方面都愿意砸出这么多资源 那其他的就更别提了 粗略计算 第一序列火种 岂不是享受至少千万计算的资源 这种消耗下 也难怪前世的物资储备那么少 感情都在第一轮计划中 耗掉了大半 面露自嘲 燕宁想到 他还自觉自己赚钱的速度挺快 有没有军方提供三阶前资源的问题 根本不大 但现在想想 真是有够无知的 为了不受伤不死人 这些种子享受的资源 就顶得上自己拼死拼活的收获了 也是 一个国家 几百个安全区供养 自己拿头跟对方比 一时间 叶宁甚至有种冲动 冲动到 他现在就去首都战区 当着所有人的面 再测一次天赋 这些资源砸在他身上 他有绝对的信心 比前世更强 近生四阶的把握更大 只是想到自己意志系的天赋后 半赏 叶宁这才按下心中的冲动 算了 SSS级又怎样 自己没到三阶前 没人会看好他的 前世都快灭亡了 才有人愿意赌一把 给他资源 他没有事里没有背景 没人愿意给他背书的 压下念头后 叶宁也不再多想 只是面无表情地问向王阳平 想要临京士吗 你们出多少 我手上大概有4700单位左右 一头三阶击杀拳给1000 十四层下来有个2000左右 算上自己带的两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换算成市面上的信用点 大概价值在近5万左右 王阳平闻声一喜 他本来还在考虑怎么开口 没想到叶宁自己提出来了 5万3000点 您看5万3000点怎么样 您这次收获的附魔材料 我们也愿意意价收购 这个价格不算低了 几乎溢价了10%还多 主要还是看在 叶宁神秘莫测的实力上 王阳平下意识地想要交好 这才给出了自己权限的最高价 微微点头 叶宁眼中闪过一抹感慨 果然够舍得 这么算下来 自己一趟副本收获 怎么也有20多万了 甚至30万多有 那两头三阶虽然没爆装备 但高级附魔材料 可是爆出了不少 只是材料要不要留下来一些 黄凯好心为自己 爆出了那么多装备 算算应该够他全属性 提到25 还有得多 受到种子计划的刺激 自己不把基础打到完美 实在不甘心 直接将灵精交易过去后 叶宁顺带着 将两件看不上的蓝色附魔 丢了过去 不过半分钟 王阳平便满脸喜色地感激到 真的是很感谢叶宁阁下 总共12万3000信用点 我给您凑个整数 12万4000 转过去信用点后 他小心观察着叶宁的反应 在看到叶宁毫无波澜的表情后 心中不禁感慨 大人物就是大人物 十几万点眼睛都不眨一下 叶宁阁下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继续再刷几趟 军部那边对灵精的需求很大 您若是愿意帮我们 一定能收获唐军长的友谊 不瞒您说 这次我们军区搜集的灵精 都是为了唐军长次子提供的 他的那位小儿子 已经入选活种计划第三序列 不出意外的话 相信日后必定能成为三阶高级 甚至四阶也是很有希望的 荣辱共存 王阳平目光带着羡慕 言语中有些暗示 叶宁应当提前交好一番 作为他们军区的骄傲 唐军长的次子被测出S级天赋后 当时轰动了整个军区 无数人将其视为下一代接班人 甚至在很多人眼中 他很希望成为四阶 哦 请欧一声 叶宁心中一阵古怪 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给一个序列三在打工 带着好奇 他索性问去 唐军长次子 我能问问第三序列有多少人吗 你们这次为他收了多少灵精 见叶宁提起兴趣 王阳平飞快回到 第三序列好像有二十人左右 因为最低要求都是S级 所以每一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至于收了多少灵精 面色迟疑 简单估算后 他不太确定地开口 大概两百万左右 听说唐军长为了避免唐风吸收得太快 体内的灵能会有瑕疵 所有准备了双倍的灵精 不过听说前面几个大势力 送上去的序列消耗更夸张 准备了将近六百多万 叶宁 这群该死的狗大户 沉默中 叶宁忍不住有些想骂人 感情他之前估算的还是太少了 心中无语 在他记忆中 这些种子计划出来的天才觉醒者 没几个有用的 最终的战役上 和他站到最后 都是一些生死中搏杀出的老牌三阶 像这种资源对出来的三阶 没人保护下 基本上上了战场就是死 话说回来 他前世一开始没什么资源 估计也跟这点有关 整个华夏方面 对所谓的天才实在太过失望 砸了那么多资源 结果培养出一堆中 看不中用的三阶 以至于他在测出全球唯一SSS级后 华夏方面只是短暂的高兴了下 但在培养方面 还是受之前的粒子影响 根本不愿意再投入那么多资源 现在想想看 他居然有些理解前世那些高层了 有些资源就那么多 很多还是用完就没 这些珍贵的资源 本可以让老牌三阶更进一步 结果全被所谓的天才浪费了 换做是他 估计也不会再相信后续的天才了 想到这些动不动几十人 动不动就消耗百万信用点物资的火种 叶宁心中竟升起淡淡的怨念 感情自己被坑的根源就在这 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不行 自己还要更快些冲上三阶 有些资源他记得很清楚 用了就没 整个华夏战区就那么一份 要是被这些种子抢了先 他能气死 以这种程度的资源砸下去 叶宁严重怀疑 那些被选入计划的种子升级速度 绝对不会比他慢 甚至更快也说不定 毕竟三阶前实力增长的慢 那也是对于普通觉醒者来说 对于大势力 甚至几千个三阶的军方来说 三阶之前算什么 不过就是砸点资源罢了 迎着王阳平期待的目光 叶宁直接一口回绝了对方的提议 地狱之门的收益虽高 但碍于副本的机制 同一时间进入多次会被系统限制 收益越来越低 难度越来越大 再加上他的战力 全部来自于SSS级技能 48小时的冷却 加上副本时间 一进一出至少三天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最优解释 出去后立刻将全属性提到25 拿到剑神系统奖励的装备 再去下一个高阶副本 属性堆到极限之后 自己就能开启三阶试炼 王阳平目录遗憾 看着叶宁直接离开的背影 苦笑一声 真是奇怪的三阶啊 这么强 名字也没听过 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 叶宁大人 谢谢您 看着叶宁过来 中年人极为紧张地 将叶宁交给他保管的装备 递了上去 顺带着又将自己那份 多出的附魔材料交易过去 一旁的李克也有样学样 满眼感激 一趟下来 他们几乎没怎么出手 简直和逛街一般 就打完了副本 比起其他三阶代的人 他们简直是幸运到了极点 不仅如此 更是收获了近千性用点 这让他们如何不感激叶宁 不知是不是叶宁 在他们眼中 已经和三阶终极画上等号 一时间 周围的觉醒者 也紧张地不敢说话 三阶在他们眼中 就是大任务了 更何况叶宁这种级别的 不用 自己收好就行 随手拒绝了中年人 交易来的附魔材料 叶宁一口回绝 价值两百多点 没什么收的必要 对于自己而言 起不到什么帮助 但对于李克这种觉醒者来说 往往是他们拼命 才能赚到的 嘴唇哆嗦 见叶宁没有收下后 中年人眼眶一红 心中有些酸楚 见惯了冷暖下 像叶宁这种作风 他还是第一次见 真的 很感谢您 您以后有什么能用得到我的 我一定竭尽所能 说话间 一旁的李克 也连忙给出自己的通讯编号 虽然自己等人 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 和叶宁打上交道了 做事更是用不到他们 两方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但满怀感激下 他们的确升起了暴达的心思 没什么 看着紧张的两人 叶宁笑了笑后也不在意 自己也是随手帮忙 像是想到什么 他沉饮片刻后 看向中年人 你会打造装备对吧 有机会的话 我会找你的 我记得 你说过你是在97号安全区对吗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搬离那里吧 说吧 叶宁便点了点头 直接退出副本 97号安全区属于沿海战区 记忆中那里 大概在今年年末 就会遭遇海兽袭击 虽然和三年后的灾难没法比 但也是灾变前的预兆 整个安全区都损失惨重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如果中年人相信自己的话 说不定能逃回一命 中年人闻声一惊 随后便愣愣地 看着叶宁消失在原地 离开 结算副本 乳白色的结算空间 叶宁也没抱太大期待的 便开始结算副本 整个地狱之门有77层 他这次的完成度估计很低 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下七层 就是三阶终极变异体 他技能全在都有危险 稍有不慎 就是被秒杀 自己 太脆了 副本退出 结算副本信息 副本完成者 叶宁 当前副本完成度 基础完成度 14% 额外完成度 多足聚虫300分号星号2 综合累计 完成度20% 获得评价 C级 C级评价奖励 白色附魔材料 信节 星号1 看着约等于没有的结算奖励 叶宁也不在意 C级 这估计是自己打出的最低评价了 不过无所谓了 站在清晨的矿山中 叶宁深深的呼吸了一口 带着凉意的空气 转而看向手中的一堆装备 李大富 刷 扑从空间内 头顶一块虫皮的李大富 猛然一惊 瞬间便出现在外界 主人 您喊我 蹭的一声 掉到地上的李大富 满眼人民币人民币地看着叶宁 几乎再出来的瞬间 他就闻到了叶宁身上金钱 啊不 装备的气味 孤独一声吞咽口水 看着叶宁手中的大量装备 他瞬间如同猴子一般蹦了起来 我的天啊 主人这是又打劫了谁吗 这么多高级装备 见李大富狂喜的模样 叶宁清笑一声后 换了一边自己身上的白装后 和一件蓝装后 剩余的装备 全部丢给李大富 去 给我卖了 卖的信用点 有多少收多少灵能果实 除了一只属性 他现在裸装全属性20 升到25 大概需要5乘以3乘以3 45颗灵能果实 嗯 力量是21点 能少吃3克 算下来由李大富的天赋帮自己买 大概需要23万点左右 好人黄凯送给自己的装备中 只有那面盾牌属性好一些 大概在7万点左右 剩余的两件蓝装 一件他自己留下了 那时是一枚护心镜 能抵挡三阶初级的攻击 一次三阶之下三次 至于剩下的单手锤 很是一般 不过也很正常 看黄凯实力就知道了 在三阶中 比垫底好不到哪去 背后也没什么实力 要不然 也不至于一个肉盾系三阶 自己跑出来刷副本 不算护心镜 黄凯的装备 大概值个14万 算上王阳平转来的5万多 还有没出手的附魔材料 买完灵灯果实后 自己约莫 还能剩下一万左右 叶宁沉默片刻 发现自己还是很穷 没办法 好的能用的装备 都被他留下了 他身上的装备价值都超过40万了 这还不算上他买剑剂 和乱七八糟的道具 想短时间提升实力 烧钱 可惜了 想到自己直接秒了黄凯 叶宁就觉得有些可惜 如果能想养殖队那般做法 黄凯少说 还能再送他至少10万 不过也就是想想 他若是真的当众人的面那么赶 瞬间就会被军方当作养殖队处理 对于人类中的毒瘤 各个势力都会追杀到死 到时候 得有一大批三阶 追在他屁股后面 从林兰那个女人那就能看出 这些养殖队身上 基本不敢留下任何多余的信用点 一有收获 就必须变现成战斗力 平常还要隐藏起自己 只要有一次失手 基本离死不远 废弃的矿山小镇中 叶宁找了一间最不起眼的房子 隐藏起来 看着以前摆满的灵能果实 他心中不禁有些期待 试完 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实力在二阶中 也属于顶级的那一批 若不是之前被追踪 他现在心情只会更好 没办法确定对方什么来头 但出来到现在 叶宁便再也没有发现对方的踪迹 摇了摇头 他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个地步了 如果对方真的杀了 至少还有次元斩能保自己一命 护心镜也勉强算是一张底牌 不再多想 叶宁直接一口将灵能果实塞进口中 飞快地吃了起来 第一 使用灵能果实 力量 获得力量加一 第一 使用灵能果实 敏捷 获得敏捷加一 属性飞涨 看着蹭蹭上涨的熟悉 和体内不断飙升的力量 叶宁只觉得一本满足 变强地感觉令人痴迷 从脚趾爽到发烧 艰难地打了个宝格后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自己面前最后一颗体质果实 妈的 真的撑 一口咬下 随着最后一股生机力量没入体内 期待已久的系统提示声也随之响起 第一 使用灵能果实 体质 获得体质加一 第一 全属性满足25 任务完成 第一 请抽取任务奖励 刹那间 叶宁只觉得自己眼前一花 一个如同抽奖转盘一般的巨大圆盘 出现在自己眼中 只见圆盘上被分出密密麻麻的区域 每一个区域中 闪耀的金色光芒 简直亮瞎了眼 饶室前世拥有过史诗级装备 一时间 叶宁也忍不住有些激动 如果说蓝装是三阶的主战装备 那史诗级装备 就是三阶觉醒者梦寐以求的神装 开始抽取 毫不犹豫点下抽取选项 看着这飞快旋转的轮盘 叶宁双眼死死地盯着 几把剑类武器上 来把武器啊 有把史诗级武器 他的战力能再标一个档次 几秒后 随着轮盘缓缓停止转动 最终如同折磨一般 落在了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这事 只见指针指向 赫然是一枚戒指 第一 获得史诗级装备 灵安之剑 刹那间光滑大放 耀眼的金橙色光芒 充斥整个房间 愣愣地看着掌心的戒指 叶宁眨巴着眼睛 眼中满是失落 没抽到武器啊 淡淡的失落 只是看着手中布满神秘花纹 通体银黑色的戒指后 他倒也能接受 戒指类装备也算稀有 倒也不亏 灵安之剑 这听上去 怎么和抑制灵魂有关 一般装备名称 会符合装备的特性 但灵安二字 实在让他想不到是什么 打开装备信息 叶宁颇为紧张地看了过去 灵安之剑 史诗级 饰品 装备属性 无 装备特性 空间储存 空间储存 获得100x100x100立方的 储物空间 不可存放生命体 装备技能 抑制转换 抑制转换 你可以将抑制属性 转换为其他属性 持续时间三秒 二阶转换上线 五点 三阶 十点 四阶 二十点 五阶 一百点 装备评价 灵安世界专属装备 佩戴此界 在进入灵安世界时 自动获得降临者特权 注意 该权限为SS级权限 请谨慎使用 呆愣在原地 叶宁看着戒指上 没人任何属性加成的说明 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而看到了储备说明 和转换技能后 只觉得脑袋一翁 如同中了超级大奖 一百立方的储物空间 诗神自语 这么夸张的空间戒指 简直惊呆了他 要知道 他在前世获得的戒指 也就一立方 那还是首都战区的宝贝 虽然交易频道 可以传送物资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储存空间 但战斗中 是没办法使用的 一个随身携带的仓库 其价值 简直就是战略级别 想想看 随身带着几十枚核弹 那种夸张的威慑力 简直不要太屌 这枚戒指 光是这点拿出去卖 不 没人舍得会卖 这东西 压根就是无价的 至于意志转换的技能 更是惊呆了他 哪怕没有服用灵能果实 他的意志也高达二十九点 属于二阶的极限中的极限了 能转换五点到其他属性 那岂不是意味着 自己的力量在二十九时 直接突破到三十四 一口气跨越二阶和三阶之前的差距 到了三阶 几乎在瞬间 燕宁便意识到 这枚戒指的真正价值 任何意志计得到这枚戒指 都能迅速转变成其他系觉醒者 这根本就是意志系的神器 狂喜中 燕宁强压下心头的激动 反复看着戒指中的说明后 不禁疑惑重重 别的他能看懂 但灵安世界是什么 SS即降临者权限又是什么 隐隐之中 他总觉得 这枚戒指的真正价值 就在这神秘的说明中 尤其是戒指上出现的五阶 更是触目心惊 四阶之上还有五阶 那是什么东西 窗外的阳光照进满是珠网的屋内 温暖的阳光中 夜宁冥冥之中 感觉到一股难以言语的感觉 他好像触碰到了未知的秘密 五阶 阳光温暖 透过破旧腐朽的铁窗 矿山上空的阳光 整个洒进了屋内 照得身上暖洋洋 站起身子 夜宁随意舒缓着四肢 感受着体内奔流的力量 他的脸上挂着一抹笑意 现在的属性 差不多能比你前世晋升三阶时了 如果不追求极限的话 自己现在就可以开启三阶晋升试炼 二十九点 初级的灵能果实 已经没办法提升二十五点以上的属性了 终极的价格 很高 而且很难买 说实话 他现在的确有不顾一切晋升三阶的想法 毕竟以自己的天赋 晋升到三阶也是不错的那批 到了三阶后 他再也不需要自己搜集资源 首都方面必然会满足自己全部要求 甚至全球都会轰动 他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在剩下的时间里 最快速度晋升到四阶 然依靠自己前世的记忆 帮华夏在灾变来临前 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像绝对部分三阶 在晋升前都是二十点出头 甚至不到就开启试炼 只有大势力或者精英 才会选择积累更高的属性 毕竟消耗的资源实在太多了 极为短暂的犹豫 叶宁还是把这股冲动压下 很快的 现在晋升 属性至少会差十点左右 全属性就是四十点差额 不仅如此 试炼评分越高 系统奖励的东西也越好 很多奖励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重来一次不做到最好 他真的不甘心 心念一定 叶宁思索片刻后 便打算给陈勇发送信息 终极的灵能果实不好买 但以陈勇的身份不难搞到 让他先帮自己物色卖家 自己搞钱就是 刚想用匿名ID 给陈勇发送消息时 叶宁却意外发现 自己的私信突然亮起 叶宁阁下 我是陈勇 您还记得我吗 镇江安全区内 陈勇颇颇紧张地 看向身旁的一名二阶觉醒者 目光凝重 等待叶宁回复消息时 他忍不住问向身旁的青年人 你确定那个地方的灵异事件 正在转化成副本出气 我们现在过去 危险很小 确定 青年重重地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激动 陈勇 我也是刚发现那里 就急忙来找你 要不是我自己没把握 我自己就叫商会的人过去了 那是一个小型聚集地 一整个聚集地 都在灵异事件范围内 里面的人自己没感觉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 在慢慢变成鬼 镇江安全区内 商会包房 你是说 你发现了一个 至少A级的副本雏形 还是灵异事件 坐在主位上 叶宁若有所思地 看着身前颇有气质的青年王征 据陈勇介绍 此人是天成商会副会长的儿子 无论是和军方 还是各大私人势力 都有着不错的关系 副本雏形 指的是 很多副本在一开始 都不算是副本 而是一种事件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后 或者死了太多人 系统才会将其划分为副本 在这前期 便是副本雏形 是的 叶林阁下 想必你也知道 灵异体越多 副本难度越高 一整个聚集地的人 都在转变成鬼 相信您 应该能意识到其中的价值 最多只有一个灵异体 颇为热情地看着叶林 作为出身商户的幸存者 王征不动声色地 为叶林漆上一杯茶 仔细观察 他和陈勇关系还不错 两边背后的势力经常往来 这次想去灵异事件中 捞一笔碰碰运气 陈勇就果断给他推荐了叶林 按照陈勇所说 叶林不但实力至少在三阶中级 背后还没任何势力 尤其是精神力 应当在三阶中都算佼佼者 人还信得过 如此符合条件下 他也自然希望认识一番 顺带解决掉这次的副本雏形 所以 你们想做什么 叶林假意反问 副本雏形这东西 讲实话 他还真的不知道 前世初期 这种隐秘他 一个普通人哪知道 到了后期 每天都在防线上战斗 很多机密的信息 都是选择性恶补 鬼知道这家伙口中的 副本雏形是什么 又有什么好处 主动去触碰一个 至少A级的灵异事件 在叶林看来 和找死差不多 王征听到问话后也不在意 只当叶林 是这样的 叶林阁下 副本雏形期间 没有系统保护的光照 也没有任务 只有简单的分界线 划分雏形区域和现实 这就意味着 我们只要跑出一定的范围 就能堵过灵异体的追杀 而不像在副本中 想退出 还要完成任务 你想想看 一个A级的灵异事件 要是能解决后 我们能收获多少好处 我们去这的副本雏形 有问题 弄错了解决思路 也完全可以跑出来再说 等安全了再进去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有无限次机会尝试 没有任何危险 燕宁听后 眼底闪过一抹一色 听王征这么一说 他倒是明白了 对方想干什么 灵异副本 不 所有副本最大的危险 是不能中途退出 去这里的副本雏形 他们既能享受到 系统化下的安全线 逃出来就没事 又能反复尝试解决事件 说白了 就是卡洛洞 只是 燕宁眉头微皱 按你这么说 的确值得去一趟 但也不能说没危险吧 灵异事件杀起人来 没有任何征兆 有可能进去就死 逃都来不及逃 另外 如果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呢 那岂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而且最终收获是什么 我们也不确定 没有系统结算奖励 说不定获得的东西 就是用不上的材料 第一个问题 叶宁倒不担心 他有 怨珠 减少灵异体 对自己的负面效果外 还能又一次免死机会 问题是第二个 对于叶宁来说 时间宝贵 这个副本雏形听起来很好 但收获不确定下 就等于延缓它 晋升三阶的时间 没有丝毫意外 王征见叶宁却是心动后 直接开口 叶宁阁下 天下间哪有没风险的事 我听陈勇说 您的意志属性绝对不算低 面对灵异体时 总比我们安全吧 要死也是我们先死 这趟只要您愿意去 成不成 我都愿意先给您十万点 嗯 叶宁目光一宁 颇为意外地看着王征 十万点可不是小数字 这个价格足够请得动很多三阶 出击出手了 这么大手笔 十万点 我倒是好奇 这个副本雏形 你为什么这么想拿下 而且 你们商会找不到合适的三间 虽然叶宁能想到对方找自己 必然是陈勇牵头搭线 想和自己进一步拉近关系 但 也绝对不至于让对方 近乎白送十万点给自己 王征迟一片刻后 看了一眼陈勇 再注意到陈勇微微点头后 他索性开口 叶宁阁下 话说到这份上 我也不瞒您了 我们这么想 拿下这个副本雏形 纯粹是考虑到后期的收益 只要在副本雏形期间解决事件 等到副本形成后 我们下次再进入 就等于有了通关攻略 虽然系统会改变一部分内容 甚至提高难度 但有经验在这 通关难度会大大降低 目光火热 王征深吸一口气 继续补充 而且据我所知 很多三阶想要提升意志属性 必须要用到灵魂结晶 这种东西 只有A级事件才会爆出 这个副本以后肯定是多个灵异体类型的副本 说白了 就是一座金矿 您只要跟我们去一趟 失败我们也给十万 成了 只要您答应我们保守消息 事后我们天成商会 还会再给您三十万 而且这次的收益 您可以拿走百分之七十 说白 王征极为自信地看着叶宁 他给出的条件绝对丰厚 如果不是相信陈勇看人的眼光 以及叶宁各方面条件 都合适这次事件 他说什么也不会这么舍的 当然 关键的一点是 他打算把这个信息捏在自己手里 他不敢找商会的三阶 也不敢找外界三阶 只要解决一次 这个副本就像是金矿一般 掌握在他手中 是他竞争商会会长的资本 沉默中 叶宁看似平静的神情下 心中微微有些吃惊 难怪这么舍得 感情副本雏形的价值这么大 对于对方想保守秘密这一点 他毫不意外 前世各大势力和军方 能掌控海量的资源 靠的就是这一手 只要知道副本内会发生什么 难度就会大幅度降低 从他前几次副本之行就能看出 这种信息有时候是能救命的 前世要不是人类都快灭绝了 各大势力和军方都不会吐出一个字 至于灵魂结晶 这点燕宁知道 但他没想到 这东西是A级灵异事件产出的 虽然末日后 大部分人都看不上意志属性 但到了三阶后 资源充足的三阶觉醒者 还是会尝试着提高一些意志 毕竟威力越大的技能消耗越高 哪个三阶不希望自己变得更强 只是价格太高 很多人尝试提高一点点后 便不再追求 对三阶有用的东西 价值都高得夸张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东西一单位的价值 大概在四万点左右 而提升一点属性 至少需要四十万 如果这趟顺利 算上王征答应的三十万 保守估计 收益在五六十万左右 甚至更高 灵魂结晶多几枚的话 百万也不是不可能 强压下心头的吃惊 说实话 也您的确心动了 不管是高额的收益 还是灵魂结晶 哪一个对他来说 都至关重要 如果顺利 他搞定这次任务后 出来就能直接凑够信用点 一口气提升到极限值 到时候 直接开三阶试炼 沉默片刻 叶宁神情平静地望着王征 一字一顿 副本雏形形成后的后续收益 我要百分之二十 微微一愣 王征下意识地看向陈勇 仿佛在征求意见 给叶宁的三十万看起来虽多 但跟后续收益比起来 不过是多让人进去一两次 这个副本的后续收益 才是大头 而且后续的收益 不光属于他 也属于同一战线的陈勇 一直没说话 陈勇听着叶宁的意思后 内心有些挣扎 要给吗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好不夸张地说 一个掌控的副本的收益 足够支撑一个势力的发展 片刻后 他像是下定某种决心 直直地看着叶宁双眼 好 叶宁阁下 我相信您的平信 三十万 加百分之二十后续收益 我可以答应您 不禁如此 那两把剑也送您了 但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这条消息绝对不能走漏 以后 如果我需要您出手 您得帮我一次 坐在一旁 王征猛然一惊 他是知道 陈勇借给过叶宁两件装备的 那些装备算下来 又是十几万点了 给一个不知来历的三接这么多 这也太疯狂了 没有理会王征的吃惊 陈勇深吸一口气 等待叶宁回复 没错 这是一场好赌 他在赌叶宁不是那种背信气的小人 他在赌叶宁能在日后帮他一把 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 不知为什么 明明才和叶宁接触不久 但他总觉得 眼前的青年身上似乎有着莫大的潜力 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自己这么做一定值 几秒后 紧张的气氛中 叶宁露出一抹笑意 缓缓伸出右手 合作愉快 王征 你确定就是这里 随着车身一停 满载的三辆越野车上 陈勇下意识地打量起眼前的聚集地 很常见的村镇聚集地 各式自建的水泥楼交错分布 聚集地前有着连成一片的菜地 几名干瘦的女人正蹲在菜地里挖菜 身旁的小孩戏耍玩闹 挥舞着手中的木棍 玩着打丧尸的游戏 天色渐晚 从镇江安全区穿越荒野 一路赶到这 差不多三百多公里 昏暗的天色下 聚集地看上去一片灰白色 透着一股腐朽的味道 少量搭起的秀吉斑斑的铁皮箱 增添几分蓝色 四辆朝内停着的三轮车 斜斜地停在聚集地唯一的主路上 地势较低 远处似乎是一条河 不少挑着担子的男人 聚集地 沉申开口 不要看这里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在四天前 我们商会有名决心者 经过这里时发现了异常 下去后各位小心 有问题的地点 就在聚集地后方的一户家中 说吧 王征扭头看向叶宁 叶林阁下 待会我们需要伪装身份 声称是军方检查水源的代表 这处聚集地对外交易的物资 就是水源 我们这个借口多少会有些用 身份是一定要伪装的 尽量不要 由于片刻 王征似乎找不到合适的措辞 尽量不要 叶林看了一眼聚集地后 也能明白王征的意思 这里已经被系统划分为副本区域 虽然只是雏形 但按照王征前期探查到的信息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零一体 只是这些人自己还不知道 任何外界的刺激和异常 都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变化 下了车 王征示意叶林先行等待 准备简单介绍下情况 这次一起出发的有九人 除了叶林 其他人都是他和陈勇找来的心腹 看向一名其貌不扬 甚至有些秃顶的中年觉醒者 王征直接向叶林介绍 叶林阁下 这位就是方号 意志系和敏捷系觉醒者 其余都是我的手下 您可以放心 这些人都是半个意志系 多少能感觉到一点 东西 叶林听后 看向对自己随意伸出手的方号 注意到对方的意志属性 确实还挺高 和他一般 这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也在打量着他 方号 二阶 不同于其他人的客气和敬畏 二阶的方号 似乎很不在意他 甚至眼底带着一丝不满 单会进去后听我指挥 我得到的系统提示 一定要听 不要以为三间 能在这种事件中没事 不然 则别怪我 一旁的王征 见自己带来的人如此说话 忍不住急忙打起原厂 叶林阁下 方兄 是我找来擅长灵异副本的觉醒者 他已经安全度过三四次了 人比较耿直 您别见惯 叶林听后眉头一挑 倒也没太在意 度过了三次灵异副本 那倒是有两把刷子 一般觉醒者 对灵异副本都避之不及 除了意志系被逼的 没办法会进去 其他系根本不会碰 面对灵异事件 再强的觉醒者 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最多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系统提示 现在这个区域 不是副本雏形吗 不是没有系统任务吗 带着一丝好奇 叶林轻声问出 下一秒 孤傲的中年人便冷哼一声 那是我的能力 我在观察周围东西时 会得到一部分系统提示 也相当于半个任务信息了 叶林听后微微点头 稍稍有些意外 这种天赋倒是挺特殊的 如此看来 就等于是知道人物 但可以不接 难怪王征和陈勇有自信 拿下这处副本雏形 看样子没少做准备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方号 也是和自己一般高价请来的 看样子 几人身上应该都带了 针对灵异副本的道具 没有再啰嗦什么 简单介绍了一些注意事项后 九人便直接跨过 隐隐若现的雏形界线 直奔有问题的那户人家 刚跨过界线 走到聚集地入口 雁宁瞬间便感到了 一股阴冷的感觉 地上有淡淡的水渍 周围好似都包裹在水汽中 呼吸间满是铁锈般的湿气 经过那几辆拉货用的三轮车时 他心中暗自点头 也意识到了 这里的确有一场 据王征介绍 这处聚集地 原本是一处乡镇农家乐 末日爆发过去很久后 才有幸存者到这里建立聚集地 这里没什么资源 距离城市也偏僻 周围更没什么副本 和失潮刷新点 所以相对安全 同样的资源匮乏下 这里的幸存者 除了自己种植食物 唯一的资源 便是聚集地后方的河流 他们通常都会 打满水运去安全区卖掉 虽然赚得很少 但现在没有什么成本 可是 从地上的车印 和轮胎上 截壳的泥块就能看出 这些运货的车子 已经很久 没有移动过位置了 这就意味着 整个聚集地的幸存者 都没有出去过 哗哗 刚走进聚集地中段 一行人便听到了 接二连三的浇水声 只见路旁的扮演的门内 几名身形干瘦的幸存者 正木然地往自家水缸中倒水 一桶接着一桶 溢出的河水 从缸中不断流出 淹没了脚踝 仿佛看不见 已经装满了一般 体桶的男人 麻木地在提起水桶 继续倒了下去 冰寒的水 倒进装满的缸中 瞬间便建起一大团水花 然后哗啦一声 流满整个院子 最终沿着院门 缓缓流向门外 湿乎乎的土地 昏暗的天色下 流满一地的水 就好似血一般 咕嘟咕嘟地 被吃进土中 不远处则有一名老人 坐在水坑中 目光浑浊地盯着他们 就像尸体一般 一动不动 看着眼前的一幕 几人心中都微微一沉 看到了吗 他们就像被困在这里 意识不到 自己应该把水拉出去卖掉 就像循环一般 不停地从河里打水 然后带回来 压低声音 方浩指了指前方地面上 遍布的水洼 满眼警惕 再往前面走 拐几个弯 那里有一处房子 给我的感觉最冷 问题应该就在那 夜宁目光看去 放出的精神力 也感觉到一丝异常 冷 很冷 就好似冬天里 幽深的水井 几位军爷 你们是 没走进步 几名穿着稍微 有些干净些的中年人 突然从一旁的院子中 跑了出来 有些紧张地 看着倒放的夜宁他们 领头拦住的 似乎是聚集地的头目 一身实力 大概在一阶 早有准备 陈勇几步走出队伍 平静地开口回去 我们是镇江安全区军方的 有人反应 这里的水源被污染了 我们过来看看情况 说吧 陈勇晃了晃手上的牌子 话音刚落 领头的中年人 便脸色一阵难看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那个鬼女人跳河死了 会害惨我们 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中年人眼中闪过一抹怨毒 像是意识到 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急忙开口 几位长官 您回去吧 这里没什么事了 那河里干净得很 我们保证水没问题 颇为紧张 对于他们聚集地来说 唯一的资源就是水 现在看到有人 过来调查了 中年人身后的几人 也紧钻着拳头 跳河 什么时候的事 所以 河水的确被污染了对吗 什么原因跳的 想不清楚 我们可要带你走了 带入到检查队的角色 叶宁沉声问话 在他的感知中 眼前这几人的精神状态 明显比其他幸存者好上很多 至少没有那么麻木 抵抗灵异事件的能力 比普通幸存者强一些 神色一惊 见叶宁咄咄逼人 领头的中年人 犹豫片刻后 勉强挤出笑容 七天前 长官 他的死和我们没关系 他是偷了聚集地里的东西 自己跳河死的 他死了以后 尸体就直接被冲走了 那几天下着暴雨 水急得很 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叶宁听后目光一宁 他能感觉到 几人虽然不安 但应当没有隐瞒什么 或者说隐瞒得很少 偷东西 为什么要跳河 是不是你们逼他的 站在叶宁一旁 陈勇率先质疑过去 虽然没怎么经历过灵异副本 但听到聚集地的人这样说 他下意识就想到 是不是跳河的女人是被逼的 满怀怨恨下 成为了灵异事件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一下子就有了眉目 被陈勇如此问话 领头的中年人脸色一慌 急忙哭丧着脸 不是啊 长官 他就是自己跳的 我们可没逼他 大家伙都在这 都可以作证 是啊 真的和我们没关系 谁知道他为什么要跳 对啊长官 您可不能冤枉我们啊 陈勇听后脸色一沉 听着人群七嘴八舌的重复 下意识就想抓向领头的中年人 他不信这群人口中的话 下一秒 叶宁和方浩同时拉住他 微微摇头 方浩见叶宁和他举动一般 颇有些意外的 看了一眼叶宁 压低声音 不要动手 我们不确定 聚集地里谁出了问题 万一出问题的人在里面 我们动手就等于找死 你别看这些人看起来还正常 真正常的话 哪里会发现不了聚集地的异常 方浩说完 叶宁便微微点头 不动声色的指向面前 这虎人的手 陈勇下意识看去 只见无论是领头的中年人 还是身后看上去一脸正常的幸存者 这些人的手指都泡得发皱 隐隐泛白 他们也在装水 而且意识不到自己 泡在水里很久了 叶宁轻声解释过去后 余光看向一旁的两层小楼 从小楼前的拐角处 不断地有水流了出来 陈勇注意到这些细节后 猛然一惊 转而意识到 自己的举动的确鲁莽了 不敢再说话 走出一步 叶宁平静地 看向领头的中年人 示意对方不用紧张 死的那户人家是哪 带我们过去 如果查清楚了 和你们没关系 自然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与此同时 他精神力不断地扩散出去 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异样 跳河 女人 装水 线索组合下 他隐隐之中有一个猜测 几分钟后 七拐八拐 带着叶宁一行人 只向一间破旧的平房 就是这家了 他们家还剩一个老太婆 和一个小女孩 长官 您不幸可以问他们 这家女人跳河 跟我们真的没关系 说吧 聚集地头目 好似不愿待在这里一般 本能的就想走 注意到这点异常 叶宁目光微动 也没阻拦 他轻轻点头后 便准备进去查看一番 在他感知中 只有一个人在里面 另一侧 经验丰富的方浩 在中年人经过自己身旁时 一把拉住他 给我们准备两个院子 就要这附近的 说吧 方浩递过去几块压缩饼干 和几张信用点纸币 中年人看着手中的食物和钱 原本脸上的男色瞬间消失 立刻换上了笑容 没问题没问题 我这就准备 硬下后 中年人便火急火燎地离开 带外人走后 叶宁和众人同时回头 只听到方浩有些不耐地解释道 住肯定要在这住的 而且得分开 今天之内 我们大概率查不到什么 这些人的脑子 已经不正常了 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方浩画了个圈 他们很难说出有关鬼的事 我们必须 通过各种细节自己找 甚至要看见他 鬼身上的线索最多的 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才有破解的办法 模糊地解释几句后 方浩也不愿意多说 这些针对灵异事件的经验 他看得很重 全当吃饭的本事 藏在心底 他一个二阶 能被王征青睐 靠的就是几次生死边缘 摸索出的经验 说吧 他像是想到什么 突然有些古怪地 对着夜宁冷笑一声 到了晚上 那玩意一般会找最强 他肯定会死人的 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吧 盯着夜宁 他狭长的眼睛中 仿佛有股快意闪过 队伍里最弱的不是他 最强的也不是他 加上自己的天赋 没谁比他更安全了 夜宁阁下 您别在意 走在夜宁身后 王征苦笑一声 示意夜宁不要放在心上 他就是这样的 没有说针对您的意思 副本雏形期 难度不会那么大 以您的实力 万一碰上什么 直接跑出去再回来就行 有些头疼 他一开始只找了方号 夜宁是陈勇推荐的 因此夜宁的那份收益 其实是从方号那 分了一部分来 只是他也没想到 方号心眼这么小 上来就如此不客气 一个二阶敢呛三阶 只能说方号对自己解决 这类事件更自信 认为夜宁是抢了他的东西 夜宁看着生怕 自己不满的王征 不在意的笑了笑 没事 拿了你的钱 我该怎么做 就会怎么做 有风险也很正常 他有把握 就按他说的做 夜宁想得很清楚 王征找自己 纯粹是看中 自己三阶终极的实力 如此实力下 变相相当于 吸引鬼物攻击的目标 而且抵抗灵异事件的 能力最强 说不定也能起到辅助作用 为了拿下副本雏形 他也不在乎这点之初 更何况还能教好自己 但王征心里指望的 还是方号 这样也挺好 讲实话 夜宁根本不在意 这次任务谁来解决 他能打酱油 是最好不过的 毕竟面对的是灵异事件 他也只有保命的把握 结束这段插曲 一行人直接走入 像是农村院子的老旧房子中 刚踏入的瞬间 几人便浑身一颤 一股阴冷到钻入骨髓的寒意 记得众人背后发毛 好冷 好多水渍 只见昏暗的院子中 满地都是溢出的水 呼吸之间 浓浓的水草兴气 只钻鼻腔 院子中有六个大缸 就好似祭坛一般摆在一起 院子正中央 一名双眼目然的老婆婆 将坐在原地 双脚赤裸地踩在水中 一 若非胸口还有微微起伏 看上去就像从棺材里 拖出的尸体一样 见有人进来 他的脖子一寸一寸抬高 浑浊的双眼 看向众人 低哑出声 你们 是谁 好似喉咙里卡着浓潭 老婆婆沙哑的微弱的声音 配上昏暗的院子 就像老时代的鬼片守木人 方浩见状目光闪动 如同表现自己一般 直接在脸上挤出笑容 三两步便走到老人身旁 老人家 我们是来调查前些日子死人的 您家里是有人出事了吗 蹲在老人身旁 方浩保持着笑脸 耐心等待老人回答 下一秒 只见还慕然看着众人的老人 好似人偶一般 瞬间扭转头颅看向方浩 死死地盯着他 速度之快 就好似没有脊椎 猛然一惊 若非这次来的 都是有心理准备的觉醒者 几人紧张之余 差点本能地抽出武器 而蹲在老人身旁的方浩 此时也浑身一僵 对视中 他就好似被某种阴寒的东西盯上了一般 不敢动弹 几秒后 老人双眼缓和一些 重新浑浊 沙哑开口 我女儿 不见了 他们都说 他死了 我看不到他了 缓过气来 方浩连忙问去 老人家 您觉得您女儿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和聚集地里的人有矛盾 是不是他们逼的 如果是的话 我们会帮你主持公道 说话间 方浩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军队标志 颇为紧张 长久的沉默后 老人仿佛没听懂一般 只是不断低声重复 他死了 你们要帮我找到他 他死了 你们要帮我 找到他 众人听着如同坏掉的复读机一般的低语 不禁心头一沉 看这种情况 问是问不出什么了 尤其是老人刚才的样子 让他们心底发寒 而此时方浩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他从老人口中 完全得不到任何线索 老人家 您的孙女呢 走近几步 叶宁回想起中年人之前的介绍 轻声问向老人 这一次 老人仿佛终止了重复 猛然抬头看向他 原本苦舟的脸上露出一抹苍老的笑容 我孙女啊 他在河边打水 晚上就会回来 院子外 方浩脸色阴沉地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还没得到系统提示 我的能力必须靠近关键人物 才会有信息 在院子中 我只得到了一句提示 呵 危险 众人听后若有所思 而陈勇则忍不住开口问去 那个老人 会不就是鬼 我看他刚才那样子 心有余悸 他的问题 也是其他人想到的 然而 方浩听后只是摇头 不是 那个老人应该是接触到灵异事件的程度太多 所以开始异化了 但他现在还不是 夜宁听后微微皱眉 所以 关键人物应该是小女孩 我们要等到小女孩回来后 问这个老人家 他回答不了什么 小女孩应该知道一些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找 队伍中 一名觉醒者 下意识出声 他只想快点结束这次任务 待在这里 他感觉有种窒息的感觉 不行 方浩直接开口拒绝 和 危险 这条提示 说明河那边的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 你看这些不停打水回来的人 他们就像受到控制一样 灵异事件中有一条保命的准则 那就是 尽可能的 不要靠近鬼物死亡的地点 除非到最后关头要找线索 不然看都不要看 现在所有的信息 都至少说明了一点 死去的女人 肯定是淹死的 等吧 等晚上小女孩回来 众人见方浩如此严肃 一时间也没人反驳 只是站在人群外 夜宁若有所思的 看着不远处破旧的院子 淹死 不见尸体 母亲 女儿 窑水 如果按照现有的信息来看 她倒是能迅速补出一个大概故事 聚集地中的女人 因为偷窃东西 或者干脆是被污蔑 含恨之下投河自尽 在某种未知的原因下 转变为灵异事件 而从老人口中 那句重复的 找到它 可得知 尸体一直没找到 所以 不停地从河里装水回来 是鬼在影响这里的人 把自己从河里捞出来吗 等尸体 或者说湿水装满 则彻底转变为灵异副本 看上去 想解决这个副本雏形 似乎并不难 缓缓流淌的河边 一个弱小干瘦的身影 蹲在河岸旁 手中不断地搓洗着什么 漆黑的天色下 一团黑乎乎的球状物 放在身旁 咔嚓 咔嚓 暗流涌动的河面上 倒映出女孩怨毒的脸 只见她手持剪刀 不断地剪着一条肉条 回来了 那个女孩回来了 隐藏在小女孩家旁的 两个院子中 王峥有些兴奋地压低声音 看着黑暗中走来的身影 透过二楼窗户 只见从不远处走来的小女孩 双手吃力地提着一桶水 摇摇晃晃地走在小路上 月光蒙亮 边走边洒 满满一桶的河水 在女孩脚下 留下浅浅的水印 鞋子打湿 小小的脚印 一路弯曲蔓延 从女孩家中出来 她们已经在这等了四个多小时 漫长的等待中 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有些不适 弥漫在空气中的水气 似乎会在晚上时更加浓郁 一直待在这 整个人就像泡在水里 现如今眼看着主要目标出现 几人心中都纷纷松了一口气 最靠近女孩家旁的院子中 燕宁下意识和方浩对视眼 便打算出去 只呀 老旧的院门一把推开 门外刚到家门口的小女孩 猛然抬起头 下意识地看向走在最前的燕宁 目光警惕 女孩似乎一眼就认出了 他们不属于聚集地的幸存者 小妹妹 你不用怕 我们是镇江安全区军方的急查队 不是坏人 随口编造身份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说这里出了一些事 你愿意配合我们调查一番吗 寻寻诱导 方浩没有选择直接说出 女孩母亲死亡意识 而是选择让女孩主动提起 他看得出来 眼前的小女孩虽然年纪不大 但警惕心极强 看上去属于很难相信别人的那种 果不其然 女孩紧张地看了一眼 突然出现了两人 手中紧钻的水桶 下意识地藏向身后 仔细打量了几眼 片刻后才确认般问道 你们 真的是来调查的 方浩见状笑容更甚 直接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证件 如假包换 你放心 你说的话 我们都会保密 而且 有人做坏事的话 我们一定会把他抓起来 我听说 这里有坏人把水源被污染了是吗 是 话没说完 放下一丝戒心的女孩 猛然瞪向方浩 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 急促尖锐地喊道 不是被污染 我妈妈不是坏人 他们害死了他 他没有污染水 急切之下 小女孩语无伦次地驳斥过去 漆黑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方浩 就好像极为抵触这样的话 没有在意女孩的态度 方浩心中反而猛然一息 有戏 果然有戏 和他们猜的一样 女孩母亲的死 和聚集地的人有关系 害死 谁害死他 你都记得吗 连续逼问下 身后隐藏在院子中的众人 也下意识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知道 我当然知道 妈妈都告诉我了 我把他们名字都写下来了 女孩面色扭曲地突然大喊起来 稚嫩的面容下 那股仇恨之意 看到方浩也未知一惊 然而 正当夜宁思索间想问些什么时 女孩突然跑回家中 砰的一声关上大门 我会为我妈妈 报仇的 关上的门内 女孩仿佛赌气一般喊完 随着几声快速的脚步声 便直接躲进了屋中 站在原地 夜宁和中年人都为为一棱 对视的目光中 纷纷闪过一抹凝重 那女孩说她妈妈告诉了她 问题就在女孩知道的名字中 方浩瞬间开口 眼中抑制不住地激动 女孩的母亲都死了 能告诉她的 不就只有鬼 一旁的夜宁微微恶手 她自然理解方浩什么意思 只是看着被女孩落下的红色水桶 她眉头微皱 俯身过去就拿 刚才那孩子 身上有很淡的血腥味 漆黑的夜色下 夜宁在桶中捞了几下 很快 一片黏在桶壁上的滑腻肉片 出现在手上 这是 舌头 看着手中的舌头 方浩下意识脱口而出 复仇杀人 那女孩已经下手了 午夜22点17分 院子中 聚在一起的众人 颇为紧张地 看着提进来的水桶 心急的王征 忍不住低声问道 不去小女孩家 再问些什么吗 我们想弄到名单 从其他幸存者身上 肯定问不出的 就算去查 估计都要几天时间 待的时间越长 我怕问题越大 蹲在水桶旁 方浩摇了摇头 那个小女孩 的确是关键人物 接触她以后 我的能力刷出了系统提示 有一条就是 不要激怒她 很显然 我们闯进去再问下去 估计会触发什么东西 说话间 她下意识 开了一眼紧闭的院门 哪怕隔着一条小路 她也能感受到 自从小女孩回来后 原本只是有些冷意的院子 此时净透着 一股阴森的味道 激怒 陈勇等人听后 神色一宁 瞬间便想到了什么 而叶宁 则是若有所思的 微微抬起眼皮 看了一眼方浩 里面有一条 方浩应该是 还知道了一些东西 但她没有选择说出来 结合个人表现 叶宁也能猜到 她想留下一些信息 抢功 那真的一个一个去问 我们刚才去聚集地头目呢 根本没问出什么 除了知道女孩叫李柔 她母亲叫张雪梅 其他的一概不知 又不能动手逼问 他们一起逼死女孩的母亲 彼此之间 肯定早就串通好了 陈勇说吧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水 脸色难看 不是汗 就是浓郁的水汽 粘在了身上 如此明显的异常 她只想着 赶紧弄到名单 方浩听着王征话里话外 都是催促自己的意思 有些不耐地抬起头 现在逼问也许也可以 就是冒点风险 之前是不知道鬼是谁 但现在情况已经很明了了 那个女孩的母亲 就是最大的嫌疑 我估计张雪梅已经成了鬼 等天再黑一点 等那个女孩和她奶奶睡着了 我们也可以进去找 说话间 方浩轻笑一声看向叶宁 这样子 我们分开行动 我估计河边 有死人尸体 找到尸体 估计能成为突破口 那帮子幸存者 现在在灵异事件的影响 下意识不到死人 但看见尸体后 肯定会松口说些什么 你去河边 我晚上翻进院子里找名单 那个女孩说了 她都写下来了 我估计就在房子哪里放着 叶宁听后目光一宁 双眼看向神情自若的方浩 方浩去小女孩家中 自己去河边 听上去方浩那更危险 但叶宁可不认为 这个家伙会无私到自己冒险 很显然 方浩一定是知道了别的什么 要么是小女孩家中 有别的东西藏着 这家伙打算自己独吞掉 要么就是危险没那么高 而河边计划安排完毕 叶宁明天一早 和几个觉醒者 去河边搜寻尸体 其他人明天白天 在找到尸体后 逼问害死张雪梅的同谋是谁 而方浩则深夜去盗取名单 两边同时行动 争取效率最高 分配好人手后 最为上心这次事件的王征 轻吐一口气 摸了一把脸上的水字 看样子 这次事件也不难 我大致捋了捋情况 感觉就是最常见的剧情啊 女孩李柔的母亲张雪梅 被聚集地中的幸存者害死后 怨念化为厉鬼准备复仇 因为是早期 厉鬼杀人的能力还不强 她的女儿就充当帮手 选择为母复仇 我估计逼死的方式 和流言蜚语有关 不然女孩没必要剪下死人的舌头 想解决这次副本 应该只要帮女孩 找到她妈妈尸体 然后再帮她复仇 事件就算完成了 说话间 王征脸上露出笑意 只是太过顺利之下 他忍不住看向方号 只是 会不会太简单了点 我总感觉 这种解决的难度 对不上副本雏星提示的难度 剑王征有些不安 方号魂不在意地开口回道 简单 哪里简单了 找尸体拿名单 这两个哪一个都有可能死人 你别忘了 这里是副本雏星 很多东西 还没演化到最后 关键线索都露出来了 就像一栋正在建的房子一般 没建好前 钢筋水泥能看得一清二楚 建好后 你就要花大力气 才能看见关键地方 你想想看 这里如果彻成为副本后 我们再进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进来后 系统只会告诉我们 聚集地有一场 根本不知道 小女孩的母亲被逼死了 但那个时候 张雪梅早就大开杀戒了 我们一开始 肯定找不到第一个死者是谁 只能在聚集地内 到处找线索调查 但这里的人又意识不到 是李雪梅杀人 他们给的线索 八成都是干扰判断的 到时候 幸存者里面夹杂着几个鬼 你找线索时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再狠点 关键几个知道 女孩母亲的人也死了 你开局就根本找不到 真正的源头是谁 若是运气好 发现了源头是小女孩一家后 你又得反过头来找名单 杀村民 不过我估计 那个时候就是乱成一锅中 你帮小女孩杀村民 村民家人化作的厉鬼 也会搞死你 说不定还要先帮 幸存者所化的厉鬼消解怨气 就跟解密一样 解开一个才能弄下一个 一来二去 你觉得要花多少时间 待得越久 死得越多 众人听后纷纷一惊 如果仔细推演一番 这个副本成型后 的确会变成方号口中的场景 光是想想看 就头皮发麻 把玩着手中的舌片 叶宁也淡然开口 补充自己的想法 副本成型后 这里的事件 也许有另一个走向 在随着张雪梅的复仇开始后 幸存者越死越多 剩下的人最终意识到 是女孩的母亲在作祟 人群激愤下 索性将恨意宣泄到女孩身上 将小女孩投入河里淹死 如此一来 所有的线索都会彻底断掉 在每个村民都是凶手的情况下 刚进入副本的觉醒者 根本不可能找到源头 因为村民一定会掩盖 自己杀人的事实 那么近来的人想破局 唯一的办法 只有在河里找到女孩的尸体 倒推整个过程 只要村民给出的信息中 随便有几处误导 近来的觉醒者 一旦耽误一点点时间 没有迅速找到女孩尸体的 那么基本上就会团灭 甚至不排除 女孩被投河以后 也化为第二个鬼 任务中隐藏的杀鸡 就是抢在女孩变成厉鬼前 找到真相 但只要找到的时间晚了 小女孩变成鬼了 那么就算还原了事情经过 也会无解 被声寒意 陈勇呼吸一致 一旁的几人 也在叶宁讲述完后 在脑中浮现了 和底沉湿的画面 比起方浩推演的情况 叶宁口中的难度 简直变态 没错 也许副本成型后的剧情 真的会是这样 方浩有些意外地 瞥了一眼叶宁 能推演出这种副本剧情的 一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原本心中对叶宁的亲事 不禁少了两分 倒也没像之前那般认为 叶宁不过一个武夫 没什么可能晋升三阶下 他对于高高在上的三阶觉醒者 心中都带着浓浓的敌视和嫉妒 一方面 觉得自己只是天赋限制 明明这么聪明又拼命 凭什么不能成为三阶 另一方面 又比喻于很多三阶 只是运气好 天生天赋就好 在他眼中 他一身实力 都是在最危险的灵异事件中获得的 那可比和变异体战斗 危险十倍百倍不至 有些灵异事件的难度之变态 根本就不是那些 只会战斗的白痴能解决的 站在一旁 陈勇心中的不安一扫而空 听了叶宁和方浩的预言 他也意识到了 这个灵异事件 其实难度很变态 只不过 他们进入的是副本雏形 所有事件都还在早期 线索没有被遮盖住 拍了拍陈勇的肩膀 王正心情极好地笑了起来 陈兄 我来之前就和你说了 副本雏形没那么难得 不然我们花这么大代价当哪 我们这么早发现这里 又有方浩和叶宁两位出手 不轻松解决 才是活见鬼 我们这就是卡洛洞懂吧 不然那些大势力 凭什么能掌握很多副本技巧 靠的不就是在副本雏形七进来 说话间 王正忍不住看向叶宁 叶宁阁下刚才的推演 我觉得很不错 副本成型后 真有可能和您说的一般 有这个思路在这 以后派人进来 通关能少踩很多坑 蹲在水桶旁 方浩有些不爽地 听着王正对叶宁的吹捧 他面色冷峻地站起身子 丢下一句话 便打算回到自己院子 准备晚上潜入女孩家中 行了 今天晚上是最重要的 使不定谁会死 等结束后再高兴吧 躺在冰冷的床板上 叶宁望着头顶珠网密集的房梁 不断地思考着已知的线索 虽然他也推演了一番 这次事件成型后的真正难度 在成型前 他们遭遇的难度低 也很正常 但他总觉得 有些不对的地方 逼死 找到 复仇 线索和信息都能串得上 这次事件 没得尸体和帮女孩复仇就能解决 后者复仇很简单 若不是顾忌有意外发生 他们甚至可以不按照名单 直接把所有村民都杀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 找到尸体 目光闪动 燕宁想起 方号把找寻尸体的工作留给自己 本能地便意识到 这可能是难度最大的一个环节 死的那天有暴雨 冲刷 是尸体被冲得很远 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是吗 一旦拖久了 就有危险 轻吐一口气 燕宁不断地复盘着全部信息 试图找到自己是否有忽略掉的地方 方号藏起来的信息应该不算关键 更像是某种好处 亦或者能让他认为安全的东西 不然 藏起关键线索 他就等于是作死 别的不说 陈永和王征如果出事 他连后续的报酬都拿不到 深夜十二点 万籁聚集 不大的聚集地内 人们早已沉沉睡去 极度安静下 躺在床板上的陈方 简直觉得自己好似躺在棺材里 按照方号的要求 他们一行人中 除了陈永和王征待在一起过夜 其余人都各自睡在一个房间 原因无他 为的就是充当诱饵 在方号的意思中 遭到厉鬼袭击 虽然很容易死人 风险极大 但也是最容易掌握关键线索的办法 只要厉鬼现身 就能知晓大概的死因 甚至知道死的具体是谁 虽然这里的情况已经很明了 但以防万一推测错误下 他们也只能按照方号的要求冒险 凭借着觉醒者的体质 躺在床上的陈方 有些紧张地贴着床板 仿佛只有背后坚硬的床板 才能带给他一些安全感 他想得很清楚 他们这些被带过来的人 就是用来送死的 一旦发生厉鬼杀人 作为实力最弱的他们 能帮陈永两人 抗住第一波袭击 不过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作为无权无视的觉醒者 他们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赚取信用点 不要找我啊 千万不要找我 低声念叨 陈方瞪大着眼睛不敢入睡 耳朵也极力听着周围的动静 然而 除了他的心跳声 便再无其他声音 他所在的房间很破 除了一张床板 便只有脚边的一个木头柜子 潮湿的霉位 一阵阵钻进敌枪 就好似躲在阴暗的井底 滴答滴答 正当他满脑子胡思乱响时 突然响起的滴水声 从门外响起 极度紧张下 陈方瞳孔骤然收缩 只觉得浑身毛孔都炸了起来 是什么东西 滴答滴答的滴水声 就好似破碗中漏下的一水珠 他猛然躺起 双眼瞬间看向就在一旁的木门 指尖透过的门缝中 一行水字竟缓缓流淌了进来 心脏狂跳 浑身紧绷 看着眼前的水字 他一时间也不确定 是门外的水流了过来 还是什么 下一秒 正当他想弯下身子看得清楚时 一行清晰的脚印突然浮现在房内 湿漉漉的脚印 就好似泡酒了的尸体踩在纸上 进来了 有东西进来了 嗡的一下 陈方只觉得大脑一片发麻 一股极致的恐惧 瞬间充满心灵 下意识回神 他急忙抄起手旁的战刀 不管有没有用 如同壮胆一般死死地攥在手中 一秒 两秒 大口喘息 只见脚印越走越快 一直走到他的床边 双眼惊恐大睁 陈方浑身哆嗦地看着正前方 看着紧闭的木门 他什么也看不见 在哪 他在我面前 那个鬼在我面前 高度紧张的恐惧下 他的嗓子就好似被水草堵住了一般 连呼吸都艰难起来 汗毛乍起 正当他一个机灵打算冲出去时 地上的水印突然快速消失 就好似风干了一般 倒退回门外 这是 走了 陈方见状大松一口气 浑身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 如同劫后余声一般 胸腔急速起伏 短短几秒的精力 那种恐惧感 简直快压垮了他的神经 然而 在他无法看到的头顶上 一行行快速出现的脚印 布满了整个房顶 就好似 在天花板上行走 看着门口处已经彻底不见的足印 陈方极力压下狂跳的心脏 准备重新躺回床上 转头的瞬间 一张死白的鬼脸 骤然出现在他眼前 只见浑身泡的发白 双脚连在天花板上 女人犹如拉长的白纸 倒挂在他的身前 女人的嘴骤然张开 嘴角拉倒床板大小后 便瞬间将他一口吞下 不要激怒 李雪梅的尸体不在院中 里面有颗珠子 有道具波动 悄无声息的灵活翻过墙头 方号小心翼翼地跳下后 目光不断地打亮着满地的水缸 他的确没有隐瞒什么重要消息 只是把道具的是藏了下来 在和女孩接触的瞬间 自身的能力便提醒他 女孩接触过什么系统道具 而道具就在他们之前 没来得及找过的院子中 在得到明显提示后 他索性趁着找名单的时候 一起拿走 他想得很清楚 王征给叶宁的开价中 许诺了70%的收益 到时候完成事件后 这里的东西肯定归叶宁 他只有基本的信用点收益 好不容易碰到副本雏形 他怎么可能甘心只拿这些走 经验丰富 熟知灵异事件套路的他 根本不担心有什么危险 不出意外 那颗珠子应该是 副本成型后的通关奖励 在他的推测下 李雪梅化作的厉鬼在河里 所以他才让叶宁去找尸体 这个院子内既没有尸体 又是小女孩所住的地方 那么李雪梅所化的厉鬼 反而不会轻易靠近这里 不然小女孩的体质 根本承受不住 如此一来 这里反倒是最安全的地方 甚至都不会遭到 游荡的厉鬼袭击 明丹 珠子 捏手捏脚四处翻找 谨慎起见下 方浩绕过几个水缸 凭着自己的感觉 很快便来到一处 像是厨房一般的地方翻找起来 不过片刻 他便在墙上 看到了几行用木炭写下的名字 嗯 心中一喜 虽然道具没找到 但他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歪歪扭扭的字迹 只可能出自小女孩之手 急忙将名字记下发给王征后 他目光转动 很快又在地面上 看到了泥土被掀起的痕迹 隐隐之中 一股湿冷的气息弥漫开来 东西 在地下 迟一片刻 他索性找来一把铁锹 飞快地挖掘起来 不过片刻 一颗珠子一样的东西 便从地里露出 湿润的土中 黑漆漆的珠子 好似镶嵌在上 心中狂喜 毫不犹豫 方浩便试图 从地里扣出珠子 然而就在手指在接触的瞬间 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顿时在他脸上浮现 这是 不 方浩死了 陈芳也死了 凌晨两点十六分 王真慌张地将众人聚在一起 就连之前方浩的安排也顾不上 他现在 就如同无头的苍蝇一般 不知所措 陈芳死他无所谓 反正也是叫来的炮灰 死了也就死了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两人死前 连一条消息都发不出 原本计划就是拿几个炮灰的命 据换厉鬼的信息 结果最为看重的方浩 竟莫名死掉了 怎么会死 没理由会死啊 就算出事 以方浩的能力 也应该有点动静 眼见着王真 已经开始六神无主 叶宁目光微沉 迅速开口问去 什么消息都没发出 能确定大概的死亡时间吗 听到叶宁的声音 王真心中的慌张 稍稍平复一些 急忙回到 方浩把名单发出来了 但没说别的 死亡时间 我只能确定 两个人应该是差不多手死的 之前我跟他们说好了 每隔一个小时 主动发一次消息 我也是注意到 陈芳一直没发消息 才让人过去查看的 地上就剩一只 被吃剩的脚了 叶宁听后微微点头 看中众人发白的脸色 也能理解 按理说 以方浩这种经验 丰富的觉醒者来说 没有安全的把握 不可能出手 更不可能找死 方浩突然死亡 那就意味着 小女孩家中 并不像之前 自己推测那般没事 甚至 里面就藏着厉鬼 想到这 叶宁果断开口 第一 方浩应该是掌握了 某个信息 没跟我们说 导致她误判了院子的危险性 第二 她的死也许是激怒了女孩 导致她被鬼袭击 不一定是进去就死 不然我们白天就出事了 第三 她能发回名单 并且在发回名单时 没有异常 那就说明 在当时 她是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目光闪动 一开始没事 还有机会发回名单 这就意味着 方浩在找到后 又做了别的事 如果没猜错的话 方浩应该是在找到名单后 又想寻找别的东西 因此遭遇了不测 叶宁说到这时微微点头 示意王征 不要乱了阵脚 明天一早 你们去按照名单抓人 名单应该是没错的 抓到人后 你们直接带人找到小女孩 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信息 我趁小女孩出去的时候 再进去院子 我估计 方浩应该是看到了 什么重要的线索 才导致了她的死亡 事情比原本预料中 多了一些不确定 叶宁也只能想办法 找到方浩当时发现了什么 您再去一趟 陈永文声一惊 还去吗 我担心 叶宁摇了摇头 直接打断 小女孩出去后 应该就危险小一点 再加上白天去 实在不行我也有把握逃掉 不去找到方浩看到了什么 说不定就会遗漏重要线索 话音落下 陈永和王征对视一眼 犹豫中也没再阻止 叶宁说得轻松 危险肯定是有的 但已经投入这么多了 副本雏形的诱惑这么大 现在让他们现在退出 他们也舍不得 缺少了方浩的情况下 此时两人也只能完全仰仗叶宁 行了 就先这样 接下来就不要分开行动了 既然陈方的死亡 来不及发出任何消息 这就意味着鬼远比我们想象中恐怖 再拿人去换信息 不太可能换到 明天你们抓住人找到小女孩后 问到什么都和我说 我则尖动 简单吩咐完后 叶宁下意识从二楼高处 看向漆黑的院子 隐隐之中 他已经有了大致猜测 一日清晨 天蒙蒙亮 一夜未眠的众人 便看着女孩早早地出了门 似乎又是去河边提水 走 我们现在去抓人 叶宁阁下 您千万要小心 不敢再浪费任何时间 带着名单 陈勇便带人奔赴聚集地各个位置 准备抓人 几分钟后 叶宁独自站在距离女孩家中不远处 一寸寸地探出精神力 方浩的死 是他被看到了 还是他看到了什么 在叶宁的感知中 此时的院子中 依旧只有老人躺在床上 出了一股莫名的阴寒 依旧感觉不到什么 找到名单时没危险 方浩后续还有时间继续找什么 但在之后就迅速死亡 那就说明 名单和死亡地点在一起 至少离得不会很远 女孩出门时没有表露异常 这就说明他昨晚未必见到了方浩 不然如果鬼和他在一起 以小女孩警惕的性格 不太可能这么早就走 肯定会多少有些异常 要么是女孩的确不知有人潜入家中 方浩是直接被鬼杀死的 要么就是鬼被留在了家中 女孩隐瞒了我们信息 自己出去也不担心什么 无论哪一种 飞速思考着各种可能性 叶宁心里有了大致方案后 只待陈勇抓人到女孩面前 看看女孩什么反应 绑起来 带走 补下静音结界 以陈勇为首的几人 很快便控制了 还在熟睡中的聚集地头目 那名一阶觉醒者 眼看着自己突然被绑 中年人一片惊慌 不住地出声高喊 几位长官 这是做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啊 冷哼一声 陈勇直接一脚揣在中年人小腹上 立声回道 什么事 你们逼死了张雪梅 还问我们什么事 说吧 你们当时做了什么 文声一致 但不过短短一秒后 被抓起来的中年人 立刻连声喊冤 没有啊 长官 捂着肚子 中年人在陈勇轻轻一击下 依旧有些吃不消 脸色一片苍白 我们真的没有害死他 是他自己到河边出事的 眼见中年人死活不肯说 王征也懒得废话什么 直接命令手下继续抓人 按名单上的都抓起来 绑到女孩那里 让他们当面对峙 行动效率极快 二十分钟后 被抓来的六名聚集地幸存者 直接被带往河边 与此同时 陈勇也急忙给叶宁发送消息 叶灵兄 名单上有七个人 我们只找到了六个 剩下那个人怎么也找不到 这些人也没发现他消失了 现在我们就去见小女孩 站在院外仔细探查 叶宁看到信息后点了点头 并不意外 没事 消失的那人 应该是在之前就被鬼杀死了 那个舌头碎片 应当就是死者的 看样子 女孩的确是准备复仇 这也和他之前说过的话能对上 赶到河边 看着叶宁平静回来的消息 王征心里缓了口气 他们也能想到这点 主要就是太过紧张 半分钟后 随着众人压着抓来的幸存者来到河边时 蹲在河岸上的女孩 也瞬间发现了身后的人群 目光警惕 只见女孩背着双手 死死地盯着他们 眼见女孩紧张 陈勇深吸一口气 直接走前去 小妹妹 我们在调查后发现 这些人都有重大嫌疑 但他们说自己和你母亲的死没有关系 你能出面作证吗 你看下是不是这些人 是的话 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没有说出名单 陈勇假装属于军区负责治安部的口吻 浑然不管自己这样做合不合理 他们现在只想着赶紧解决事件 哪怕女孩说要弄死这些人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 毕竟在灵异事件中 还讲什么道理流程 被押来的众人一听陈勇这话 立刻意识到自己怕是小命难保 让一个小女孩给他们定罪 以女孩对他们的怨恨程度 哪怕不是都要死 不是啊 我们真的没有害死他母亲 是张雪梅自己要死的 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叔叔错了 叔叔不敢骂你妈妈 叔叔给你道歉好不好 声嘶力竭被绑起来的六人大喊起来 然而 女孩在听着众人喊话后 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逼死了我妈妈 他们骂他是当父 还污蔑他 偷了东西 妈妈受不了才去死的 杀了他们 我要杀了他们 判若疯魔 女孩再也不掩饰手中藏着的东西 愿读之下 直接挥举起手中的剪刀 死死地看着中年人 我要他们死 我要剪下他们的舌头 浑身一寒 陈勇带来的几人对视一眼 看着面容扭曲的小女孩 不禁心头一震 稚嫩的面容 配合上此时的话 实在为何 要复仇 还要剪下舌头吗 虽然按常理来说 这些幸存者 就算语言欺辱了女孩母亲 但的确罪不至死 也难怪这些人喊冤 但无所谓了 众人也不打算讲什么道理 毕竟女孩的母亲 已经化为了灵异事件 他们总不可能 说服鬼不要复仇吧 末日之中 杀个人算不得什么 只能说 这些人也是倒霉 逼死谁不好 逼死一个 能变成灵异事件的 对视几眼 王征示意手下 直接带人过去 方便女孩动手 另一边迅速 把这里的情况 说给叶宁听 叶宁阁下 名单是没错的 女孩现在就要杀了这些人 我们是不是帮他报完仇后 就算解决了 虽然总感觉不对劲 但他们也想不到 现在还能怎么办 花音那头 叶宁快速思考一番后 迅速回去 先帮他杀一个看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如果有什么变化 那就说明是对的 理论上杀掉名单上 所有人在找到尸体 这次事件 应该就算结束了 最后的难度 可能在找寻尸体上 结束私聊 叶宁看着眼前的院子 心中一定 从地下进入 整个院子 他已经用精神力 扫描了十几遍 虽然碍于一股 阴冷的能量压制 他的精神力 只能探测出机密 什么异常都没发现 但既然地上没有 问题就有可能出在地下 空间挖掘 发动杀虫爆出的项链技能 叶宁瞬间便如同没入地下 直接钻进土中 好湿的土 刹那间 周身被土黄色光芒包裹后 他便如同钻入水中一般 进入地下 周围的土壤 似乎吸收了大量水分 软烂之下 就好似泥浆一般 慢慢靠近 随着距离院子内部越来越近 叶宁只觉得 在一股莫名的寒意 也随之增强 没靠近机密 一抹死白色 突然出现在视野之中 这是 心头一跳 叶宁急忙用手拨开 试图看清一些 看着那惨白好似肉一般的东西 他心中顿时升起不祥的预感 几秒后 随着前面的泥浆被缓缓拨开 一大片死白浮现在整个视野之中 这是 尸体 急忙分开另一个方向的泥浆 下一秒 一根巨大的手指暴露出来 刹那间 叶宁看着那几乎和自己半个身子大小的指尖 一股极度的寒意 直接从背后涌起 白色 全是白色 这地下赫然是埋着一具巨型的女尸 不待她意识到什么 被埋藏在地下的尸体 骤然抽动起来 你将涌动 只见整个地下 如同河水被搅动一般 传来巨大的犀利 那泡得死白的女人尸体 此时 瞬间如同蛇一般 扭转身子 刹那间 一张足有房子大小的惨白鬼脸 三百六十度扭转脖子 骤然出现在叶宁眼前 漆黑色如同珠子一般的眼珠 好似要将灵魂吸入 逃 毫不犹豫 几乎在女尸锁定自己的瞬间 叶宁便感到一股极度死亡之意笼罩自己 就好似被冻结了一切思维 转身冲出地面 没有任何停歇 叶宁直接开启雷型技能 拼命往聚集地的分界线冲去 身后一阵土地裂开的声音 只见裂开的地面中 身躯如同钩楼一般大小的女人 无声地钻了出来 犹如纸片一般 死死地追在她身后 锯口张开 张到脚下 犹如棺材一般狭长的锯口 爆发出强劲犀利 心中一阵 叶宁极力保持着冷静抵抗着犀利 准备随时发动次元斩躲 拉开距离 好险 若非怨珠提供的抗性 如同一股暖流 解开了冻结效果 她怕是在看到女尸的一瞬间 就会被吞进去 难怪方浩会死 她们要找的尸体 就在小女孩家中 那个女孩 竟然把尸体和鬼都带了回来 只是拼命逃窜下 叶宁心中 瞬间生起一抹疑惑和不安 尸体是怎么带回来的 如果尸体回来了 为什么女孩的奶奶 一直重复着找到她 难道尸体 是在女孩和老人 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自己回来的 是通过村民打回来的水 另一边 河岸上 惨叫声淒厉 只见在陈勇等人的控制下 女孩正一脸猙獰地 将剪刀伸进一名中年人嘴中 不断地搅至舌头 随着满嘴的鲜血流出 几片被剪碎的舌头 便从男人痛苦的口中掉落在地 站在两侧 饶氏陈勇等人 也看得心中一沉 虽然这些幸存者 已经陷入副本雏形 注定了要死 但女孩这种举动 还是让他们觉得有些变态 叔叔 能包把她丢到河里吗 露出笑容 满脸被见到鲜血的女孩 露出笑脸 满是童真的脸上 此时看上去 有些恐怖 可以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陈勇便硬着头皮 将被剪去舌头的 中年人丢入水中 扑通 随着一声重物落水 被丢进河里的幸存者 便如同石头一般 连挣扎都没有便被喝水 灌进鼻腔 直接沉入河底 身后被绑着的剩下几人 看见真的开始杀人后 此时再也绷不住李治 痛哭流涕地大声求饶起来 求求您放了我们吧 小柔 我是张叔叔 我真的没有说什么 你妈妈 真的不是被我逼死的 求求你 求求你饶了我吧 撕心裂肺 没有人想这么死 求生的本能下 几个人近乎崩溃 本开始互相咒骂起对方 都是你 都是你乱说的 王姐的事 是你造谣的 是你想睡他 被拒绝后乱说 杀了他 不要杀我呀 我只是说 王沈拿了东西 但他才是骂得最多的 看着互相指责 咒骂的众人 女孩眼底 闪过一抹快意 犹如报复一般 妈妈说你们都要死 张叔叔 我也想放过你 可是妈妈说了你也要死 如同乖巧听话的孩子一般 小女孩又再次看向陈勇 叔叔 下一个就捡到他舌头吧 太吵了 陈勇眼见着女孩 要继续杀人 心中苦笑一声后 也只能招办 方浩唯一留下有用的信息 便是不要激怒女孩 他们现在只能赌 赌女孩复仇 或者说女孩母亲 复仇完后 事件便算结束 只是看着周围 依旧弥漫的水汽 几人心中都有些不安 杀了人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和叶灵阁下 说了这边情况吗 他有什么想法没 担忧之下 陈勇低声问向背后的 几名觉醒者 在一分钟前 他们已经把杀人后的情况 告知了叶宁 现在他们只希望 叶宁能给出些意见 是继续杀 还是怎样 当然 最好叶宁能找到一些 其他线索 还没回复 不知道什么情况 脸色有些难看 王征不断地看着 自己发出的消息 按常理来说 叶宁早就该回答消息了 叔叔 快点 难道你是 和他们一起的吗 不带多想 陈勇听着小女孩的催促 以及言语中淡淡的威胁 他暗叹一口气 只能再带出一个人 扑通 扑通 杀人速度越来越快 不知是不是女孩 遇到自己即将完成复仇 短短两三分钟时间内 被带来的六人 已经被杀掉了四个 看着只剩最后的两人 不安的王征忍不住 一把拉住陈勇 不对 叶宁还没发消息 我怀疑他出事了 我们要不要等等 话没说完 一旁的女孩 瞬间将目光头像 停下来的王征 叔叔 杀完他们 我妈妈的仇就能报了 怎么 你们难道在骗我吗 你们不想 报我报仇吗 看着眼神 逐渐冰冷的小女孩 几人猛然一将 不知为何 明明只是个小女孩 但他们却感觉到了 一股本能的危险之意 管不要那么多了 先杀 帮他报仇 肯定是没错的 回过神来 陈勇看着走到身前 昂头死死盯着自己的小女孩 急忙露出笑容 示意自己一定会帮他 扑通 随着水花再次溅起 此时的地上 满是一片片舌头碎片 就好似染血的鱼鳞一般 最后一个了 看着河面上飘起的一抹红色 人人心中都有些紧张 李柔小妹妹 还差最后一个 她死了以后 你妈妈的仇 就算报了对吗 当然 你要是还想找到 你妈妈的尸体 我们也可以帮你 挤出笑容 陈勇有些紧张地 看向小女孩 他们现在已经骑虎难下 他只能希望 小女孩能给她 一个确切的答复 闻声转头 女孩甜甜地露出笑容 是的 叔叔 还差最后一个 不过 你们不用帮我找 我妈妈来了 她说 你们也要死 刹那间 陈勇脸色猛然一变 只觉得身后远处 一股极度的恐怖气息 正在靠近他们 猛然回头 在众人眼中 只见浑身死白 不断滴着水的巨大女尸 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 正在怨毒地看着他们 副本雏行外 大口喘息 叶宁脸色难看地 看着自己 已经进入冷却的次元展 心中一阵后怕 被追到最后时刻 还好她有次元展保命 直接逃出了最后的距离 站在现实 和副本雏行的分界线上 她这才有时间回神思考 刚才获得的线索 不对 一定是有问题 如果说尸体早就找到了 女孩奶奶口中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方浩的死 可以理解为是张雪梅杀的 那陈芳呢 陈芳为什么遭到袭击 她又不在名单上 两个人为什么同时会死 正当叶宁极力思考 准备回复王征发来的消息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只见一个面色愁苦的女人 正抱着一个包裹 有些疑惑地 看着站在聚集地外的叶宁 您是 少见有陌生人出现在聚集地外 女人下意识便问了过去 猛然回头 叶宁看着女人有些熟悉的脸后 咯噔一声 心跳骤然一致 她似乎知道了 问题究竟在哪里 一个可怕的猜想 顿时浮现在脑海 你叫什么 急声问去 下一秒 女人警惕地看着叶宁 迟一开口 我叫张雪梅 怎么了 张雪梅 短暂失神后 叶宁深吸一口气 极力平复心中的惊艺 该死 她终于知道自己心中 一直弥漫的不安来自于啊 系统又一次耍了她们 不 应该说 所有人都被误倒了 你之前去哪了 聚集地的人 不是说你跳河了吗 飞速问去 女人迟一片刻 在注意到叶宁身上 伪装的军方标志后 这才迷茫开口 跳河 没有啊 您是说前几天吗 我前几天想去河边抓些鱼 结果下了暴雨 把我冲下去了 幸好只是把我冲到了下河岸上 便被人救了起来 我起来后 那个聚集地的人便问我 要不要去安全区打个零工 我就去了 说话间 女人攥紧了手中的袋子 似乎正是自己 从安全区买回的一点吃的 没有再多问什么 叶宁只觉得自己之前的疑惑 如同拼图一般 瞬间补全 是了 暴雨 找到她 厉鬼无差别杀人 张雪梅的尸体 从史智中 根本就没有被找到 死亡也只是被聚集地内的人 误以为死亡 所以 那具被带回来的尸体 是另一个厉鬼 根本就不是张雪梅 她当然不会按照名单杀人 而是谁都会杀 那个名单根本就是错误的 甚至按照名单上杀人 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这就是陷阱 在极短的时间里青丝路后 叶宁下意识别要联系上陈勇等人 让他们赶紧停下 直接逃出 情况太紧迫 她连之前的信息都没点开查看 但就在这时 来自陈勇的信息再次响起 叶宁 鬼 鬼出来了 她要杀了我们所有人 名单上的都死了 来不及发出更多 通讯那头 在看到巨型女鬼出现的瞬间 几人只觉得如坠冰枯 全然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明明是在帮小女孩复仇 可现在 竟然连他们也要死 看着满脸是血的女孩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头恶鬼 崩溃之下 几人倒也知道 必须现在就逃 然而随着女鬼裂开巨口后 强劲阴冷的吸力 瞬间犹如吞噬一般 将他们的身体不住地往后拽 无解的局面下 人人面带绝望 已经杀过去了 名单上的人已经死了 燕宁快速看完消息后 心头猛然一沉 看着雾气开始蔓延的聚集地 他不禁有些犹豫 从现在的局面来看 显然已经无解 他现在哪怕知道了张雪梅梅死 也毫无意义 放弃吗 让陈勇等人自己逃出来吗 不对 不可能会是无解啊 脸色难看 刹那间 燕宁死死地攥紧拳头 拼命地回忆着所有线索 准备逆推一遍 假设他们哪怕没有按名单上 帮小女孩复仇 厉鬼自己也会开始杀人 那么 杀完名单上的人 厉鬼依旧会继续杀下去 在无法找到厉鬼死因的情况下 就算张雪梅回去后 或者他们第一时间知道 死者不是张雪梅 结局还是一样的 可是这不合理 这里是副本雏形 只要是副本 就会有破局的办法 系统绝不会生成无解的事件 那么 谁能解决厉鬼 办法应该是什么 思维运转到极限 燕宁下意识地 看向身前紧张不安的张雪梅 推演起自己带着张雪梅 感到女孩那会是怎样 让女孩看见母亲没死 会有用吗 不 不会有用 杀人的是不知来历的鬼 女孩知道鬼不是自己的母亲 也毫无意义 除非找到鬼的来历 知道她的死因 或者有 等等 燕宁心中猛然一致 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 瞬间蹦了出来 找来历是肯定来不及的 也没人能消灭鬼 但 鬼可以 两鬼之间互相搏杀 疯狂的逆推中 燕宁重新推翻之前的推测 刹那间 她好像想通了整件事的真相 张雪梅没死的意义是什么 女孩是怎么把尸体带回来的 幸存者们 为什么不停打水回去 线索重组 就好似残缺的珠网 缝合出最后的答案 燕宁深吸一口气 意识到了 他们到底 想错了什么 李柔 那个女孩也是鬼 她在河边寻找母亲的时候 落水死了 从始至终 整个事件内 是两个鬼 第一个女鬼是无差别杀人 第二个鬼是李柔 她死在河中后 本能地想找到自己的尸体 所以 整个事件中的人类 才会在她的影响下 不停地打水回去 找寻尸体 所以方浩得到的信息中 才会提示 不要激怒小女孩 找尸体也是对的 但却是找女孩的尸体 想明白整个真相后 燕宁毫不犹豫 便拉着张雪梅 冲向聚集地 她还有一次 怨珠的抵挡攻击效果 只要找到女孩尸体 把张雪梅带过去 女孩便会意识到 那个厉鬼 根本不是她的母亲 接下来 救我 救我呀呀 拼命地往外逃跑 随着巨大女士的 不断靠近和犀利下 回过神的众人 在极度恐惧中 疯狂地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 无论身上的灵能怎么迸发 身后强劲的犀利 依旧无法摆脱 很快 在一阵惨叫中 实力最弱的 一名二阶觉醒者 如同狂风中的蚂蚁一般 直接被女尸吞入口中 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 咀嚼声出现后 女鬼身上的气息 更加恐怖了起来 比起燕宁之前逃离时 此时的女鬼 在大量人类死去下 显然变强了许多 完了 全完了 不断爆发出灵能抵抗 王征手脚并用 试图爬出犀利的范围 然而 她只觉得自己 好像老鼠一般 根本逃不出这个范围 若非身上的特殊道具 不断地帮她抵抗犀利 她甚至觉得 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面如死灰 相比于众人实力强一些的陈勇 此时心中也是一片绝望 撑不了多久的 女鬼正在不断靠近他们 犀利也在不断增强 而一旁的小女孩 则是平静地看着他们 凄惨狼狈的模样 虽然不太理解 母亲为什么连这群外来者也要杀 但妈妈们想杀谁 那就杀吧 女孩转过头 眷恋般地看着那张腐烂的巨脸 不知在想些什么 冲向河边 在叶宁全力冲刺下 不过几秒的时间 便重新返回了聚集地 透过逐渐厚重的迷雾 她几乎一眼便看到了 隐没在水屋中的巨大女尸 快点 再快点 带着张雪梅低头狂奔 此时还一无所知的女人 在看见那巨大的女尸后 眼底也写满了惊骇 作为一个普通人 她见过最恐怖的怪物 就是丧尸了 何曾见过眼前如此可怖的一幕 长 长官 那 那是什么 全然无法理解自己 不过离开几天 聚集地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心惊胆战下 张雪梅下一时便担忧起自己的女儿 长官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女儿怎么样了 你女儿 把那个怪物当成了你 简短回去 叶宁回话间 眼底闪过一丝怜悯和不忍 但结局已经注定 只有这样做 才是唯一破局的办法 很快 在冲到距离女尸较远的另一处河岸上后 叶宁也听到了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毫不犹豫 看着眼前河面上 弥漫着冰冷雾气的河水 叶宁直接纵身一跃 潜入水底 她现在只能堵 堵女孩的尸体就在附近 如果也被冲走 短时间找不到 那她也只能认命 悔恨 不甘 死死地将身子趴在地上 王峥感受着身后越来越强劲的犀利 心中一片懊悔 她本以为自己做的准备已经够充分 不但找了经验丰富的方浩 还清请了三阶的叶灵助阵 加上不过是副本雏形的难度 一切应当顺利无比 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难度竟然会变态到这种地步 都是错的 全都是错的 方浩无声无息地死了 叶灵也不知所踪 她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究竟哪一步做错了 眼看着活下来的人 只剩她和陈勇 以及另一个二阶 此时她心中的绝望几乎快压垮了李治 死死地抓紧地面 在死亡的威胁下 没有人能坦然面对 随着又一声被吸入咀嚼的惨叫声 王峥身子一颤 仿佛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 不远处和她一同抵抗着犀利的陈勇 此时也是惨笑一声 直接掏出一把匕首 看样子竟是打算自我了结 她宁愿自杀 也不要死在如此可怕的死法下 哗啦 突然 一阵水声从不远处的河边响起 陈勇下意识勉强抬头看去 下一秒 她的眼中满是错愕 只见抱着一具泡的发白 浑身肿胀尸体的叶宁 正飞快地向河岸冲来 叶灵 惊声喊去 虽然不知道逃走的叶宁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 更不知道 为什么会从河中捞起一具尸体 但猛然间 陈勇和王峥两人仿佛看见了希望 叶宁现在回来 是不是找到了办法 顾不得多说什么 叶宁直接顺着吸力带着尸体 冲到女孩身旁 极力稳住身形 趁着女士没有对她发动攻击的 叶宁在小女孩同样有些一愣的目光中 一把将女孩拽向东边的方向 大声喊去 李柔 你看清楚 那是谁 花音落下 只见远处的迷雾中 一名步履蹒跚的中年女人 抱着手中的包裹 目光急切地看向四周 就像在找寻什么 浑身一僵 李柔的注意力 瞬间就被女人的身影所吸引 就连叶宁带上来的尸体 都没有看去 她愣愣地看着 那熟悉的脸 哪怕隔着雾气 隔着很远 但她也就认出了 那人正是自己的母亲 不可置信 李柔浑身一颤 本能地抬头 再次看向 被认为是自己母亲的女尸 在意识到自己母亲没有死后 她惊恐地揣着身子 不住地倒退 妈妈 妈妈没死 下一秒 找寻李柔的女人 仿佛心有灵犀一般 本能地也将目光投向了这边 再看清夜宁身旁的 就是自己的女儿后 本能地母性下 她也顾不得远处的女尸 正在靠近 女儿 快跑 快到妈妈这来 不知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 急切担忧下 女人不顾危险 下意识地就笨拙地跑了过来 妈妈 回过神的小女孩 眼眶瞬间通红 她听到了女人的呼唤后 也要跑去 然而不远处的巨大女尸 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 刷 裂开的巨嘴 猛然改变方向 随着一股强劲的犀利调整 不过是普通人的张雪梅 刹那间 挤出鲜血 从鬼脸口中溅出 随着咀嚼声响起 刚跑出去没几步的李柔 猛然愣在了原地 不 躲在远处 陈勇与金未定的大口喘息 目光不住地 在远处两头厉鬼 和叶宁之间看来看去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几秒前 当叶宁在女孩崩溃中 直接丢下一具尸体 并告诉女孩 她早已死去后 目睹了母亲惨死和真相的李柔 瞬间被瓦解了理智 化作了厉鬼 也许是残存的本能 同样化作巨型鬼尸的小女孩 在极度的怨怒下 竟和第一头厉鬼厮杀起来 看着远处不断互相啃尸的两头鬼尸 叶宁轻轻摇头 示意等一切解释后再解释 不出意外 两头鬼尸很快就会在拼杀中消失 一切都将结束 果然 从方浩得到的第一条提示中 任务的生路就已经给出了 不要激怒女孩 找到尸体 只是想到 张雪梅的死是自己引过去的 叶宁心中就不免微微叹了口气 她做不到在女鬼发现张雪梅后 护住她不死 实际上 诱发女孩和第一头厉鬼厮杀 也需要张雪梅充当影子 这次事件就像闭环的因果 令人唏嘘 一分钟后 在一声怨毒的奸笑响起 被啃尸的只剩半边身子的女孩 无声地从女尸肚子中 捧起一滩碎肉 血泪流出 几秒后 女孩所化作的鬼尸眼中 似乎闪过一丝清明 看着手中的碎肉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 竟开始乌叶哭泣 妈 妈 哗啦 片刻后身体溶解 化作一滩冰冷的河水 缓缓流淌 从高处看去 那地上的一挖清水 就好似大地的眼泪 结束了 轻呼一口气 叶宁目光复杂地 看着远处闪烁的两枚晶体 不出意外 应当就是灵魂结晶 看了一眼四周 逐渐凝视的副本结界 她也意识到了 这处副本雏形即将成形 直接冲向灵魂结界 一把抓起结晶后 叶宁便喝相 还在如同梦游般 不知所措的陈勇两人 走 出去再说 聚集地外 越野车上 来时的三辆车 此时只有一辆坐满 把玩着手中的灵魂结晶 叶宁心中不禁稍稍缓和了一些 很难说 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感觉 手上的两枚灵魂结晶 一枚大概有四个单位 也就是说 大概价值三十二万点左右 价值不可谓不高 不仅如此 在拿到结晶时 叶宁还在同样化作水中的女鬼尸体上 发现了一颗珠子 或者说 眼球 鬼眼 蓝色道具 道具效果 佩戴鬼眼后 你可以获得视野范围内的信息 并有几率 获得额外的系统提示 道具说明 她曾经被挖掉了双眼 这是她在死后凝聚出的眼 凝聚着怨气 好似黑色的玻璃珠一般 捏着手中的鬼眼 叶宁也意识到了 第一个鬼尸 应当属于另一个灵异事件 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顺着河流往上游寻找 说不定还会触发什么任务 女孩在落水死后 应该是在对方的影响下 转换成了厉鬼 勿将女士带回去后 李柔便打算为自己母亲复仇 但也许小女孩从没想过 她最终的仇人 竟是自己带回的鬼尸 就好似因果循环一般 在杀掉了女鬼后 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复仇 叶灵阁下 这究竟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越野车上 王征双手依旧有些哆嗦的 为自己点燃一根香烟 语经未定地看向远处 即将成行的副本结界 从开始到结束 他们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尤其是 叶宁还莫名其妙 完成了整个事件 接过王征递来的香烟 叶宁成音片刻后 缓缓开口 其实这次事件并不复杂 只是陷阱比较多 故事一开始 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处聚集地内 女孩和自己的母亲奶奶 相依为命 生活很苦 作为没有男人的家庭 必然会遭到周围幸存者的欺辱 在一次争执中 有人污蔑女人 偷了食物或者什么 一或者张雪梅 想去抓鱼 就去了河边 那天正巧下着暴雨 张雪梅不小心失足 落入水中 结果被下游的人救起 作为非觉醒者 她没有系统通讯的能力 所以也无法告知 家里人自己还活着 也许是想带点食物回去 也许是有人告诉她 去安全区打几天零工 就能顺路带她回来 张雪梅便跟着 去了附近的安全区 但在小女孩的眼里 她不知道母亲没死 小孩子的思维里 便误以为是其他人 逼死了自己母亲 仇恨之下 她应当是找人质问过 甚至想让人帮她 把妈妈的尸体捞上来 不出意外 这里的人拒绝了她 没有办法 小女孩只能独自去河边 试图将唯一的依靠 张雪梅找回 但悲剧发生了 在找寻过程中 小女孩意外落水 导致了她的死亡 而此时 和底辈之前的暴雨 冲来了另一个 灵异事件的女尸 在该事件的转化下 小女孩李柔 也化作了厉鬼 但她并不知道自己死了 只是浑浑噩噩地 把女士带回家中埋了起来 之后 她便想为母亲复仇 而在临死前的怨念下 整个聚集地的幸存者 受到了她的影响 本能地开始不断打水 这点也是我为什么猜测 小女孩求过人们捞尸有关 打水和捞尸太像了 忽明忽暗的火星夹杂在指尖 吐出一口烟雾 夜宁停顿片刻 暗叹口气 后续就很简单了 张雪梅回来后 女孩便意识到 那个女鬼不是她的母亲 在看见自己尸体 以及母亲被女鬼吃掉后 她自然也转换成了鬼 为了复仇而杀死鬼师 这就是系统给出的生路 找寻 以及复仇 只不过因为我们提前进入 导致在真正的复仇开始前 我们找不到真相 神色一棱 陈勇和王峥对视一眼 眼底满是后怕和惊骇 他们没想到 整个事件竟是这样的 心有余悸 两人深吸一口气 由衷地向叶宁表达谢意 叶灵阁下 这次真是 太感谢您了 难以想象 所有线索乃至信息 都是错误的情况下 若非叶宁及时还原了真相 他们怕是要团灭 真是变态啊 连鬼的身份都是错的 谁能想到张雪梅根本没死 破局的办法 还在另一个鬼女孩身上 万分感叹 两人感慨万分间 不住地摇头 王峥像是想起 女孩之前癫狂的表现 现在回想起来 倒是有些明白了 为何会那样 原来那个时候的女孩 已经不正常了 不过说起来 我还以为真实的故事会很感人 或者怎样呢 现在想想 其实也挺变态的 这里的幸存者 不是什么好鸟 女孩也杀错了人 第一个鬼也是无差别杀人 张雪梅也死得可怜 最后两个鬼 还在厮杀中消失了 整个事件 简直就是乱成了一锅粥 作为挺喜欢看 旧时代恐怖片的陈勇 神色复杂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叶宁听后不在意地笑了笑 戴然回道 哪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 鬼故事本身就是纯粹的恐怖 怎么 你还想看到美满的结局 女孩所化作的鬼 若是不消散 以小女孩扭曲的心智 我们能不能活着出来 都是个问题 它的存在 应该是基于复仇的执念 不再多谈 几分钟后 陈勇和王征平复下心情 看着已经成型的副本 不禁眼中一片火热 这么变态的副本 想想都知道他们 在获得破局思路后 能创造出多大的价值 转过头 王征一脸诚恳 不复之前 只是碍于张勇的面子 邀请叶宁 认真说道 叶宁阁下 之前答应您的信用点 待会我就让商会转去 方浩死了 我们之前答应给他的十万点 我打算也一起不几年 叶宁听后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看着带着一抹讨好的一位王征 他并不奇怪 后续的副本 肯定还有所变化 想把这个副本 弄成摇钱术 王征还是需要靠他 三十二万加十万 再加三十万 不算上那件蓝色道具 平静的外表下 叶宁心中 同样有些微微激动 七十二万的收获 加上王征背后的商会 接下来所需的灵能果实 应该能凑得差不多了 不出意外 这个星期内 他就能晋升三接 三天 我尽力吧 眼见叶宁如此坚持 王征内心挣扎片刻后 才答应下来 军方虽然预定了那批货 但或现在还在他们手上 实在不行 伪装成被人结了就是 陈勇见王征答应下来后 也不禁松了口气 急忙补充 王征 你放心 我也会动用我的关系 尽量帮你一起办这件事 敲定下数额后 叶宁点了点头 便打算离开 再待在镇江 已经没意义了 他现在只需要等待属性 冲到极限值 随后就立刻开启试炼 备用方案中 叶宁甚至有想过 如果短时间内 没办法从这些种子手中 抢到物资 实在不行 他就暴露自己是二阶的身份 自己进阶速度那么快 重测出SSS 即天赋 加随便编个天赋 就说自己的意志系天赋 是加强技能威力 相信三重组合下 军方的人 怎么也会重视他一些 离开前 叶宁像是想到什么 突然开口 最近这几天 你们可以来一趟天风安全区 陈勇 你不是说你父亲希望 和我见面 想谈一些事情吗 这几天我看情况 如果合适的话 可以考虑见一次 刚准备起身送叶宁出去 听见叶宁如此说道 陈勇眼底猛然闪过 浓浓的喜色 这是答应联手合作了 这段时间里 他没少和叶宁暗示 帮忙站台 一个三阶终极的威慑力 可比几个三阶出有用多了 在他眼中 若是叶宁肯全力支持他们 自己在军中的地位 未必不能再上一个台阶 只是在此之前 叶宁一直没有理会这件事 仿佛并不感兴趣一起合作 没问题 叶宁阁下 我这就转告我父亲 这几天 您随时通知就好 连声应下 看着叶宁走出的背影 陈勇兴奋中 不禁狠狠地挥了下拳头 太好了 一旁的王征 看着满脸喜悦的陈勇 一时间也有些酸楚起来 他们商会虽然势力庞大 但属于他们的三阶 只有一人 还是会长手下的心腹 其他三阶 都是高价招募过来 除了有点威慑力 基本就没什么用啊 虽然叶宁说了他们 但他也只当是客套 毕竟叶宁可是指明了 会考虑和陈勇父亲见上一面 这其中的意味 可不像他们之间的交易一般 关系纯粹是金钱往来 叶宁此举 分明是打算谈一身 深层次的合作了 眼瞅着自己的好朋友 有些失落 陈勇爽朗一笑 宽慰地拍了拍他肩膀 王兄 王好处像 你只要帮叶宁阁下 把这件事办好了 他未必不会帮你吧 知晓自己的兄弟 一直渴望竞争 下人的商会会长 陈勇说完 也在心里琢磨着 要怎么牵线打头 归心四箭 飞驰在天峰和镇江的道路上 叶宁心情极好 心中不仅有些 挂念母亲和小妹 想到重生以来 不过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自己便即将成为三阶 这让他如何不振奋 一切都来得及 一切都能挽回 后续计划他想得很清楚 在拿回第一序列的 活种身份后 他就打算联系自己 前世熟悉的几个华夏高层 直接开始撤离沿海幸存者 以及建立终极要塞 抵抗灾变 第一序列的身份 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 若不是 他熟知的几个高层通讯 都被加密 非获得许可不能联系 他甚至早在重生那天 就有想过找对方谈一谈 靠着自己预知未来的优势 倒也能博取信任 只是考虑到实力弱小时 没人相信他 又联系不到几个关键人物 他也只好作罢 随着距离天风越来越近 看着沿路上一闪而湿的荒野景象 叶宁心中微微闪过一抹疑惑 他现在所处的区域 实际上已经靠近几个 末日前的大城市边缘 一般情况下 天风安全区 会经常派遣空中部队巡视一番 防止失潮或变异体暴动 但不知为何 他一路上连零散的巡逻队 都没看见几个 自己不是提醒了萧海吗 这段时间会有一大股失潮 从天风周边聚集 汇聚的速度极快 要小心警戒 看眼下这种情况 怎么一点准备都没有 疑惑之余 叶宁索性加快速度 在他印象中 大概再再过不了几天 那股庞大的失潮 就会袭击天风 失潮中有两头三阶变异体的情况下 导致安全区损失惨重 得想办法引起天风重视 三阶能解决 可是失潮可不是他一个人能挡下来的 这就是天风 缓缓落下的两架直升机内 三名三阶觉醒者 在一众二阶的簇拥下 漠然地走出机舱 看着明显和镇江 差上一大截的天风安全区 不少人眼中闪过一抹青面 尤其是注意到来 迎接他们的人中 只有萧海一名三阶 身后的二阶士兵 更是连巅峰都没几个 这种实力 也敢招惹他们镇江 风声烈烈 镇江安全区统领于正威 看着眼前萧海 毫不客气 直接便单刀直入 萧海统领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什么找你 怎么 你们安全区那位三阶不出面吗 还是说 就是你 有胆子抢我们的 没胆子站出来 顶着三名三阶的气息 萧海脸色一白 勉强笑道 于统领说笑了 我们天风只有一名三阶 哪里还有别人 你说的什么事 我听不懂 怎么 难不成有什么人 竟敢袭击你们 露出吃惊的样子 萧海已经打定注意装傻 只当自己不知道 实际上 他也的确冤枉得很 不仅如此 他也很清楚 天风因为抢怪一事直接过来 哪里会没想过 那神秘人 可能不是他们天风的 如此一口咬死 说白了 就是找个借口 对自己发难 两个安全区距离太近 平日里在资源争夺上 就没少起冲突 有这么好一个借口 于正威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呵 于正威见萧海死不承认 干脆轻笑一声 直接挥手 是一杯叶宁抢了怪的 红刚站出来 眼底带着一股怨气 红刚冷声说道 萧海统领 那日在击杀尸虎时 我可是注意到了 你们频繁出动战机四周围寻空的 不仅如此 大批部队调动 还就在我旁边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们天风闲的没事干 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就是出去闲逛 更别提那里的虎师隐藏极深 我也是无意间路过上空才发现的 怎么 你难道想说凑桥有三阶路过 凑桥有三阶知道 那有变异体 又凑桥躲在我后面 还他妈凑桥抢了击杀拳 你当三阶是烂大阶的白菜 和你们的军队一样 出去行逛 连番质问下 萧海干张着嘴 不禁有些语色 这些问题他一个都没法解释 实际上若不是知道 真的不是自己人干的 他都觉得 那名神秘三阶 就是天风安全区的觉醒者 怎么解释 感受着越来越压抑的气氛 萧海身后的战士 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两方摩擦已久 对方如此咬死这件事 说白来就是带着动手的心来的 憋屈 无奈 萧海心中暗叹口气后 只觉得胸口堵得慌 实际上他也不知道真相如何 才是叶宁身后的三阶动手 那也只是猜测 说出来 如果叶宁背后 真的有神秘实力扶持他 那就是得罪了对方 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 毕竟叶宁 还真他妈的是他们安全区的 五位沉杂 萧海也没想到 被放弃的叶宁 竟然搞出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这小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三阶培养他 一支戏 真的有用吗 挤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萧海只得硬着头皮开口回道 各位 这件事 我们天风真的不知情 几位既然远道而来 不如先进去再说 如果问题真的出在我们这 我们自然会给你们一家交代 我天风隶属于 华南战区第十九集团军 作为军方 绝不会包庇姑息 对立而战 于正威在听到萧海 搬出军方的名头后 心底不禁冷笑一声 如果是末日刚爆发后的那十几年 也许军方的名头足够压死他 他甚至都不敢来质问什么 但现在 各地私人势力早就壮大 瓜分了大量地盘 现在军方也就是站着官方的名头 明面上还在指挥各大战区 但实际上 底下的势力早就不当回事了 不仅如此 军方自己内部都不是一块铁板 他萧海有十九级团军撑腰 自己背后哪里没有人 萧统领 不必搬出军方的名义压我们 我告诉你 如果你给不出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我们可就自己动手搜查了 话音落下 萧海只能装作没听见对方的威胁 直接在前方带路 实力不如人 他也只能低头 进入会议室前 看着镇江安全区的觉醒者 直接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上 跟在萧海身后的几名心腹 一时间不禁默默地攥紧了拳头 压低声音 萧海的一名心腹 忍不住问向自己统领 萧大人 咱们为什么不把推测说出来 让他们找叶宁背后的人去硬钢啊 这算什么事 作为安全区高层 他们何曾受过这种气 叹了口气 微微摇头 没用的 如果我们猜错了呢 镇江是打定主意要调火 我们不可能脱身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真是叶宁身后那人动的手 说出去 两方都得罪 再等等 实在不行再说 不似外表般粗犷 萧海心思极为细腻 不然他也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前 他还是打算两边都不得罪 萧海统领呢 我有钥匙汇报 军区重地外 一直负责调查叶宁的黄校 满眼急切 手中死死地攥着一份记录 拦在他前面 负责守卫的几名觉醒者 神情冷峻 直接拦下 萧统领正在接待镇江统领 大人下达了禁令 禁止任何人打扰 看着拦在自己面前的士兵 黄校猛然一愣 这才意识到 镇江方面已经来人了 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报告 他还是忍不住 现在就想汇报情况 鬼知道他在查到这条消息时 心中多多震撼 在萧海让他继续调查叶宁后 他几乎查遍了 天风安全区所有的记录 但凡叶宁会用到 身份信息的地方 他都调查了一遍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猛然想到自己 哪天曾在任务中心 见到叶宁出来 带着怀疑 他干脆让任务中心 直接调出了叶宁的记录 一查不知道 查了下一条 二届 就在几天前 叶宁一个灵阶觉醒者 竟然如同坐火箭一般 直接冲上了二届 单论阶位 已经跟他不相上下 鬼知道他当时看到记录后 有多震撼 简直怀疑人生 不仅如此 在调出的消息记录中 叶宁更是一口气 完成了四次 最高难度的进阶任务 如此变态的举动 可以说 在天风历史上 从来都没出现过 一个被他们认为 可能到死 才能磨到二阶的意志系 竟然在一个星期之内 冲上了二阶 这种冲击力 不亚于一枚核弹 在他脑中引爆 现在叶宁若是跑到他面前 告诉他 自己其实是神 估计他黄笑都会相信 这是什么可怕的天赋 这是什么变态的速度 如果是叶宁背后有人 砸资源还好 他还能勉强接受这一事实 他怕就怕万一 万一叶宁是靠自己升级的 但无论如何是哪一点 这条消息都极为重要 急切之下 他索性直接先越级 给萧海发送消息 然后直接准备强冲进去 情况紧急 不要拦我 事后萧海大人 若是要惩罚我 我黄笑愿意受罚 话音落下 黄笑便直接冲进军区 惹得几名守卫一阵错愕 哼 于震威见萧海死不承认 干脆轻笑一声 直接挥手 是一杯叶宁抢了怪的 红刚站出来 眼底带着一股怨气 红刚冷声说道 萧海统领 那日在击杀尸虎时 我可是注意到了 你们频繁出动战机 四周围寻空的 不仅如此 大批部队调动 还就在我旁边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们天风闲的没事干 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就是出去闲逛 更别提那里的虎石 隐藏极深 我也是无意间 路过上空才发现的 怎么 你难道想说 凑桥有三阶路过 凑桥有三阶知道 那有变异体 又凑桥躲在我后面 还他妈凑桥抢了击杀拳 你当三阶是烂打击的白菜 和你们的军队一样 出去行逛 连番质问下 萧海干张着嘴 不禁有些语色 这些问题他 一个都没法解释 实际上若不是知道 真的不是自己人干的 他都觉得 那名神秘三阶 就是天风安全区的觉醒者 怎么解释 感受着越来越压抑的气氛 萧海身后的战士 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两方摩擦已久 对方如此咬死这件事 说白来 就是带着动手的心来的 憋屈 无奈 萧海心中暗叹口气后 只觉得胸口堵得慌 实际上 他也不知道真相如何 才是叶宁身后的三阶动手 那也只是猜测 说出来 如果叶宁背后 真的有神秘实力扶持他 那就是得罪了对方 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 毕竟叶宁还真他妈的是他们安全区的 五位沉杂 萧海也没想到 被放弃的叶宁 竟然搞出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这小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三阶培养他 一致戏 真的有用吗 挤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萧海只得硬着头皮开口回道 各位 这件事 我们天风真的不知情 几位既然远道而来 不如先进去再说 如果问题真的出在我们这 我们自然会给你们一家交代 我天风隶属于 华南战区第十九集团军 作为军方 军方绝不会包庇姑息 对立而战 于正威在听到萧海搬出军方的名头后 心底不禁冷笑一声 如果是末日刚爆发后的那十几年 也许军方的名头足够压死他 他甚至都不敢来质问什么 但现在 各地私人势力早就壮大 刮翻了大量地盘 现在军方也就是站着官方的名头 明面上还在指挥各大战区 但实际上 底下的势力早就不当回事了 不仅如此 军方自己内部都不是一块铁板 他萧海有十九集团军撑腰 自己背后哪里没有人 萧统领 不必搬出军方的名义压我们 我告诉你 如果你给不出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我们 可就自己动手搜查了 话音落下 萧海只能装作没听见对方的威胁 直接在前方带路 实力不如人 他也只能低头 进入会议室前 看着镇江安全区的觉醒者 直接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上 跟在萧海身后的几名心腹 一时间不禁默默地攥紧了拳头 压低声音 萧海的一名心腹忍不住问向自己统领 萧大人 咱们为什么不把推测说出来 让他们找叶宁背后的人去硬钢啊 这算什么事 作为安全区高层 他们何曾受过这种气 叹了口气 微微摇头 没用的 如果我们猜错了呢 镇江是打定主意要调火 我们不可能脱身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真是叶宁身后那人动的手 说出去 两方都得罪 再等等 实在不行再说 不似外表般粗犷 萧海心思极为细腻 不然他也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前 他还是打算两边都不得罪 萧海统领呢 我有钥匙汇报 军区重地外 一直负责调查叶宁的黄孝 满眼急切 手中死死地攥着一份记录 拦在他前面 负责守卫的几名觉醒者 神情冷峻 直接拦下 萧统领正在接待镇江统领 大人下达了禁令 禁止任何人打扰 看着拦在自己面前的士兵 黄孝猛然一愣 这才意识到镇江方面已经来人了 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报告 他还是忍不住 现在就向汇报情况 鬼知道他在查到这条消息时 心中多多震撼 在萧海让他继续调查叶宁后 他几乎查遍了天风安全区所有的记录 但凡叶宁会用到身份信息的地方 他都调查了一遍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猛然想到自己哪天 曾在任务中心见到叶宁出来 带着怀疑 他干脆让任务中心 直接调出了叶宁的记录 一查不知道 查了下一条 二阶 就在几天前 叶宁一个临阶觉醒者 竟然如同做火箭一般 直接冲上了二阶 单论阶位 已经跟他不相上下 鬼知道他当时看到记录后有多震撼 简直怀疑人生 不仅如此 在调出的消息记录中 叶宁更是一口气 完成了四次最高难度的进阶任务 如此变态的举动 可以说在天风历史上 从来都没出现过 一个被他们认为 可能到死才能磨到二阶的意志系 竟然在一个星期之内冲上了二阶 这种冲击力 不亚于一枚核弹在他脑中引爆 现在叶宁若是跑到他面前 告诉他自己其实是神 估计他黄笑都会相信 这是什么可怕的天赋 这是什么变态的速度 如果是叶宁背后有人砸资源还好 他还能勉强接受这一事实 他怕就怕万一 万一叶宁是靠自己升级的 但无论如何是哪一点 这条消息都极为重要 急切之下 他索性直接先越级给萧海发送消息 然后直接准备强冲进去 情况紧接 不要拦我 事后萧海大人若是要惩罚我 我黄笑愿意受罚 话音落下 黄笑便直接冲进军区 惹得几名守卫一阵错愕 熟练地递出身份卡 入城后 叶宁颇为奇怪地看着四处警戒的士兵 半空中不时有五只起飞 似乎在朝东面的另一个军区驻地飞去 城内少见地开始了管制 萧海不派人去探查失朝也就算了 现在还一副戒严的样子做什么 疑惑之余 叶宁摇了摇头 打算等灵能果实收好后 就去找萧海谈一次 失朝暴动就是这几天的事 能阻止的情况下 他实在不想重蹈覆辙 只是他全然不知 安全区如此警戒 全是拜他所赐 刚才那个是叶宁 负责检查信息的守城处 几名士兵飞快地交换眼色 看着直接进入内城的叶宁 下意识便要发送消息 上面早有交代 等叶宁一回来 就立刻上报 但不要打草惊蛇 在确认的确是叶宁后 几名士兵急忙将消息层层上传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 上面为什么会这么重视 甚至是有股小心的意味 但作为小兵 上面怎么安排 他们就怎么做 随着消息层层上传 很快便传到了会议室中萧海的手里 如坐针毡 一边东扯西扯 和镇江安全区的人扯皮 一边强压下心头的惊骇 萧海心中 焦急难耐地 看着不久前传上来的消息 叶宁回来了 黄霄也有重要情报汇报 声称叶宁的实力 早就升到了二减 浑身有蚂蚁在爬 根本坐不住 难以置信 若不是黄霄声称已经拿到了证据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开什么玩笑 一个星期左右 丛林晋升二阶 就算是开挂都做不到吧 不要说有三阶带着升级了 在经验分摊的情况下 就算一堆三阶带着 也做不到这一点 除非是砸了大量的灵精 叶宁背后的神秘势力 不惜一切代价 硬是把它提升上去 但 有可能吗 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听着红刚三人的冷嘲热讽 萧海只觉得心中一片烦躁 终于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 果断站起身子 挤出一抹勉强的笑容 各位 我先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萧李 好好招待三位贵客 重新上查 话音落下 萧海就好似一刻也待不住 直接冲向外面 准备查看黄霄手中的资料 消息太过害人听闻 他必须亲眼看到 望着直接逃走的萧海 正将统领不满地冷哼一声 只当对方想拖延时间 啊 想不给他们一个交代 想拖下去 真当他们是吃素的 会议室外的小房间中 萧海一脸凝重地 接过黄霄手中的资料 忍不住出声确认 你确定是叶宁 那天 你真的看到他出来了 看着还是不太想相信的萧海 黄霄苦笑一声 也知道这个消息 太过匪夷所思 萧统领 身份编号和名字都对得上 我还特意找到了那天 接待叶宁的工作人员 确认了消息 不仅如此 叶宁接取了全系任务 里面正好有一些 就是猎杀动物园里的变异熊 这就说明 叶宁那天 的确撞见了震江的那批人 还从对方手中 抢走了那头狮虎 时间 地点 目标 甚至三阶出手留下的记录 都完全吻合 闻声一阵 萧海急忙翻开记录 心中已经信了十之八九 接了四个任务 他为什么要接取四个 一般二阶晋升的任务 通常都只会接取 和自己属性有关的任务 除了奔着那一点 额外属性的大势力天才 才有可能多接一些 但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毕竟冒着风险 接取一个和自己 毫无关系的进阶任务 奖励也只有一点属性奖励 二十点属性以下 其实就是一颗 灵蒙果实就能搞定 正常情况下 谁愿意增加自己的风险 萧统领 您可以看一下 燕宁接取的四个任务 只在两天之内就完成了 见萧海不断翻着报告 黄霄连声补充过去 哗啦 纸张翻动 作为老牌三接 萧海虽然看着报告上的信息 有些触目心惊 但也看出了些门道 敏捷系的风雕羽翼 这个应该花钱就能买到 体制系的进阶任务 也能组队完成 一支系的 要求在初级灵异事件中活下来 看样子 是他背后的势力 有掌握类似副本的情报 低声自语 出了一开始 有些觉得不可思议 看到后面 萧海倒也自我挠补了一番 燕宁背后的神秘势力 如果足够强大 那的确是有可能帮他做到这一点的 只是思来想去 萧海也想不到 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又是那个势力如此大手笔 光是从他推测的信息中看来 对方的实力绝对是碾压天锋了 一般的中小型势力 可没这个实力这么玩 沉思中 萧海沉申开口 报告封存起来 一定要收好 在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何目的之前 一定不能外写消息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萧海看来 对方这么神秘 实力又这么强大 八成是某个超大势力 乃至军方下的一部暗手 莫非 是和中央的内部斗争有关 真晓这次火种计划是官下一任四大统帅一职 在他看来 这种做法怎么看 怎么像是把叶宁培养成游离在军方之外的火种 有可能吗 一个被军方放弃的SS级天赋者 结果 在外界被培养出来 一旦真的做成了 的确能狠狠地打一些派系的脸 甚至能直接拿叶宁当理由 攻击整个火种计划 本身军方内部就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火种计划投入太大 不仅压扣掉了属于普通人的一部分资源 还大量消耗了这些年攒下的物资储备 若不是中央内部有几个派系强硬推行 整个计划还未必会开启 想想看 一旦一个在外界的天才被培养成了 甚至亚过火种计划的那些天才 这简直就是啪啪打脸 让整个军部蒙羞 不过 前提是 叶宁得能晋升三阶 而且在三阶中表现优秀 但从没有意志系晋升三阶下 他也不确定自己的猜测是不是对的 妈撒着下巴 萧海脑中闪过一堆可能性后 不禁叹了口气 太复杂了 他一个小小的三阶出击 还是不要参与到这件事中了 鬼知道 这背后的谁有多深 萧统领 这件事 咱们就不管了吗 那镇江那边怎么交代 而且 叶宁不是回来了吗 站的位置不同 看的东西不同 黄霄有些意外地看着不打算在调查的萧海 一时间忍不住脱口问去 在他看来 叶宁要么是靠自己 他的天赋远超他们的想象 要么是有大势力 前者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哪怕是后者 那也意味着 他们走了眼 不趁着这个时候交好一番 弥补一下之前的裂缝 以后想弥补都来不及了 他本身就对叶宁颇为看好 一时间不免生起别样的心情 而且 他心中一直有个疑虑 四个进阶任务中 有三个都能依靠外力完成 可是力量系任务中 要击杀一阶巅峰变异体 那可是实打是要单独完成的 他不太清楚 镇江当日有没有看到叶宁出手 或者在三阶的护卫下 才击杀那头一阶变异体 但无论如何 这也意味着 叶宁有着单独击杀一阶的能力 但那个时候 叶宁可是在二阶前啊 他连想都想不出来 叶宁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听着黄霄的疑问 萧海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冷声看了过去 我怎么做 还需要你教吗 这件事就到此结束 至于镇江那边 实在不行 就让他们自己查去 萧海摇了摇头 直接转身走进会议室 如果说之前不知道 这些消息的情况下 他还不至于想那么多 但知道的信息越多 他就觉得水越深 原本他还抱着 叫叶宁过来 探探口风的打算 但现在 算了吧 在他脑补出一番 有关上层的 心风血雨的斗争下 他可不想把自己搭进去 在他看来 叶宁有潜力的可能性很低 更大的可能 是被这个神秘势力 当成公结高层的一张牌 毕竟几十年来 那么多意志系觉醒者 都没用 怎么可能到叶宁 这就不一样了 军方在筛选火种时 认为叶宁 S级天赋 那在有心人算计下 这个神秘势力 偏要把叶宁推上三阶 如此一来 就有足够理由 攻击火种计划的 公平性和意义 甚至有足够的理由 怀疑前面几个序列 别的不说 排名靠前的那几个序列火种 背后可都站着 几个老牌派系呢 稍微带带风向 自然会有死对头 跳出来大做文章 心情复杂 萧海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只觉得一阵头疼 一旦事情中掺杂了政治斗争 那就不是一心半点的麻烦 弄不好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哥 你回来了 燕宁刚一推开门 便看见小妹一脸惊喜地小跑过来 委屈巴巴地紧紧抱住他 宠溺地摸了一把小妹的头 厨房内忙碌的母亲 也急忙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眼中满是担忧 回来了 快 洗手吃饭吧 微微点头 燕宁看着一派和谐的安详气氛 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暖意 能让家里人平平安安 能护住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人 便是他最大的奢望 坐在饭桌前 燕宁看着脸色明显好了不少的小妹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以前的叶小安瘦的跟猴子一样 现在吃胖了些 显然要可爱多了 微微有些心酸 燕宁想到自己前世家里人 为了帮自己凑齐测试的费用 到死都没吃上一顿饱饭 强烈地反差下 让他不禁有些恍惚 还好 一切都不会重演了 在看到客厅中挂的日历后 他目光一致 像是想到了什么不美好的回忆 差点忘了 等这次第一波是失朝袭击结束 等自己晋升三接 就该带小妹和母亲前往首都战区了 只有在那里 才算得上安全 作为地处内陆上半步 又不靠近海洋 首都军区不但地理位置优越 在灾变之前受到的影响也很小 自身的实力也足够强大 不仅人口众多 更是有总计四个军区的精锐部队 都驻守在那 这也是前世首都军区能坚持到最后的原因 从今年年末 不 从今年开始 各地就会开始爆发小规模 不规律的变异体袭击事件 以及失朝暴动 但因为规模并不大 和平太久 全球幸存者都没有意识到 这是灾变的前兆 等第二年时 海兽入侵 这些数量庞大 体型夸张的巨大怪物们 几乎在极短时间 便摧毁了所有沿海安全区 也就到了这时 人类才嗅到的危险的气息 而到了第三年 大量凭空出现的失朝接连爆发 数以万计的三阶变异体 好似从地下钻出一般 直接带领着海量怪物 开始屠入每一处人类聚集地 海上 空中 陆地 仿佛无穷无尽的异兽 和变异体大军 杀死了数以十亿的人类 全球各个战区 同步陷入绝境 不少国家干脆被灭过 而前世也就是在这时 他才在一路逃亡中 跟着几只难民队伍 逃进了华夏战区最后的希望 首都战区 如同记忆被勾起 叶宁脑海中不断闪过 那一幕幕残酷的画面 一时间 竟连饭都忘记了吃 哥 宁儿 随着小妹和母亲担忧的喊声 叶宁这才猛然回神 啊 没事 挤出一抹笑意 叶宁也不再多想 只是心中的急切感 也越来越重 这三天就在家里好好陪家人 灵灯果实的是 他只能希望王征那边 能给他办得漂亮一些 实在不行 他也有备用方案 主人 我又赚了一千多点 卧室内 叶宁停下手中的笔 看着一脸亢奋的李大富 不禁有些好笑地夸赞了几句 趁着没事干 他便让李大富用自己的技能 在交易频道干起来 倒买倒卖的声音 从觉醒者手中 用技能扣下十个点后 这家伙在转手评价 甚至便宜一两个点卖出去 一来一去 利润居然相当可观 在李大富算盘 打得啪啪作响下 叶宁甚至惊奇地发现 若是让这家伙 一直这样坑蒙拐骗下去 赚的竟然还不是个小数字 十万信用点 转手一买一卖 扣掉后续费和降价后 这家伙还能有七八个点的利润 一天搞个四五单 那就是两三万点 若是本钱够多 一天捞个二三十万都没问题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叶宁甚至都有些后悔 那么早就花光自己手里的信用点 有交给王正的八十万点在手 他躺着都能赚钱 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 现阶段对他来说 还是尽快提升实力最重要 当然 这么算也是理想状态 实际情况下 也做不到单笔这么大的交易 毕竟上了十万点的交易 就算是一些大势力都会慎重 李大富只能用匿名的情况下 很难不被人怀疑 但无论如何 让李大富帮自己赚钱 怎么想都赚发了 看着继续开工的李大富 叶宁摇了摇头 不免有些可怜被他坑的那些人 估计谁都想不到 一个副本里跑出来的NPC奸商 竟然在现实中也能坑他们一笔 次数搞多了 叶宁甚至怀疑从此以后 记忆频道内会不会流传一则怪谈 你的信用点 不再多想 笔尖刷刷 叶宁看着自己画出的基地防御图 不断地在记忆中对比相关的记忆 想守住整个华夏战区没什么可能 他能做的就是让军方以最快速度 不惜一切代价 建成能容纳上亿人口的超级要塞 前世因为经验不足 不知小变异体和异兽的能力 首都军区曾经引以为傲的防御体系 在怪物的进攻下不堪一击 以至于不得不牺牲了大量士兵 乃至数百名三阶 才挣得一丝喘息的机会 也正是因此 当最终一战中 当四阶变异体出现后 他们连最基本的反抗能力都没有了 活下来的人越多 守住的希望就越大 极力思索 叶宁不断地在白色的卡纸上 绘制全然不同于各个安全区的防御体系 防空很重要 能投放变异体 越过城墙的鸟类变异兽 光是简单地丢下怪物后 便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原本的防控体系也被摧毁 导致只能被迫出动珍贵的灵能战机 去强行换掉不过低阶的变异兽 地对空防御 必须要不满整个要塞 地面装甲兵团意义不大 出城作战 只适合面对小谷失潮 更重要的是地下防御体系 没有地下通道 方便撤离和突袭 出去击杀变异体的觉醒者 连活着回来的希望都没有 要建设地下管道 而且长度 至少要有七百公里以上 只有这样 才能绕到前面几批的怪物大军后防 首都的地下核要封死 整个地下铺设完管道后 还要做加固处理 记得当时有不少一重携带病毒 虽然个体没什么威胁 但批量从地下钻出后 造成过大范围的感染 不少战士家属 就是死在后方 连食物都被污染了 灵能铠甲的研究 也要加快进度 有了这东西 能批量武装低阶觉醒者 也不至于在守城战中 损失那么惨重了 当初研发出灵能装甲的 是谁来着 张英 如果没记错 那家伙现在应该只是一个 最低级的科研员 前世到了最后六个月的时候 我才听说 他被连续替拔为首席工程师 嗯 不太熟啊 眉头微皱 叶宁不断想着 前世几个关键人物 但奈何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前线战斗 几乎和高层内部没什么交流 有的也是揭取任务 平常都说不上几句话 算了 知道名字就行 等到了首都 直接找那家伙 灵能铠甲的构造 我也知道一些 凭借着前世战士们 用血泪换来的经验 叶宁不断地在图纸上 标记出关键信息 能提前完善一部分防御体系 那便意味着 希望又多了一分 一天一夜没睡 轻吐一口气 叶宁颇为满意地 看着自己手工绘制出的 要塞防御图 不禁有些感慨万分 要不是 他记忆力够好 实在做不到图首汇出 要知道 整份设计图 足足有三十多页 涵盖了要塞上上下下 几乎所有可能遭遇到的问题 除了细节方面 还没来得及补充 整份设计图 已经可以称得上 半个完成品了 要是现在就把这份设计图 丢给那几个老家伙看 估计会疯掉吧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叶宁忍不住想起 自己前世 唯一还算熟悉的 几个军方老家伙 相比于前期 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那几个经历过 末日前期的家伙 竟然在早期 就赶在他的身上吓住 如果不是那几位 不知为何跟他看对了眼 帮他在前期 争取到了物资 他能不能或者 晋升到三阶 都是个问题 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设计图 叶宁看着上面需要的资源 连他都有些杂舌 为了追求完美 整个要塞的占地面积 达到了恐怖的 1200平方公里 算上多达47层的地下空间 整个面积 比首都原先的面积还大 与其说是一座超级要塞 不如说是伪装城城市的 终极要塞 仅以城墙为例 总计六道防御体系 每一道的高度 都达到了夸张的70米以上 其中最外层的合金城墙 更是达到了120米 厚度25米 整体来看 干脆就是一面 被金属覆盖的活力网 待整个计划落地后 便是名副其实的钢铁长城 足以抵御四阶之下的任何敌人 物资消耗也是个问题 想要建起这座要塞 怕是要集合全国的力量才行 甚至都未必能凑齐 三年 不 两年时间 只能拼一把了 思索间 叶宁不断地转动指尖的戒指 目光闪动 那就只能想办法让其他国家战区 自愿提供物资了 镇江安全区 天城商会分布 月光稀疏 深夜的商会四层中 装修豪华的包厢内 依旧亮起明亮的灯光 复健 我已经答应了叶灵兄 一定要帮他捣到灵能果实啊 您不能让我言而无信啊 双手撑在桌子上 王征情绪极为激动地 看着身前神色平静的中年人 那是他的父亲 也是天城商会的副会长 王天 双拳紧钻 王征心中急躁 脸上甚至流露出一抹哀求的神色 只求父亲能回心转意 就在四个小时前 他本来已经冒着风险 扣下了第六级团军预定的灵能果实 准备直接交给叶宁 但没想到 王天静不知从哪得这这个消息 直接派人阻止了他 坐下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像什么话 军方预定的物资 你都感动 你知不知道 事情一旦暴露 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后果 第六军团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他们若是 对我们有所不满 你知不知道 伤会要承受多大的损失 一个不知底细的三阶和军方 哪个价值更大 你不知道吗 脸色阴沉 看着一脸倔强的王征 王天放下手中的茶杯 开口呵斥过去 他没想到 王征胆子这么大 竟然背着他 为了一个外人 动起了这种心思 没有坐下 王征双眼死死地盯着自己父亲 昂头喊道 父亲 叶灵兄不是不知底细的三阶 他救了我的命 还帮我们拿下了副本雏形 就算光凭一个副本雏形 我也不觉得 他的价值会比军方小 更何况又不是送给他 我们只是帮个忙 军部到处都在收购物资 少我们一家 他们根本不会认真查 只要我们 不带王征说完 王天压下心中的不满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行了 就没就你的命令说 他既然拿了我们的信用点 那自然有义务保证你安全 我承认 拿下副本雏形 包括他的实力 对我们都很有用 换做其他时期 你白送他一批 我都可以理解 但 现在不行 这批果实 是第六级团军 用于他们选出的活种使用 而这位活种入选者 正是集团总司令赵蒙的小儿子 我们得罪不起 王天叹了口气 看着王征依旧不服气的脸色 只觉得自己这个儿子 实在太年轻了 我又没说 不给他叶玲办事 等一等嘛 等过几个月 那时候白送他一批都可以 如此一来 既不会得罪军方 也帮你还了个人情 我就不信 白送他一批 他叶玲还会不满 怕是笑 都要笑开了花 复剑 叶玲说 他必须要三天 眉头一皱 王天再次挥手 打断王征还想说的话 冷哼一声 行了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他一个三接 要这些灵能果实了不起 就是给低下的人吃 说难听点 他甚至有可能是 想让我们帮他收来后 这段时间趁机高价 卖出去赚一笔 不然你告诉我 他要这东西做什么 王征 你太年轻了 就这样吧 就按我说的做 你不要觉得 答应他的事 没做到会怎样 像这种事 我碰多了 后续随便补他一点东西 这些觉醒者 依旧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为你办事 这世界上 没人会和钱过不去 你还想跟人家攀感情 想都不要想 王征 我们是商人 商人一定要权衡利弊 讲究利益最大化 干张着嘴 王征苦涩地看着自己父亲 只觉得心中一片憋屈 虽然父亲说的很有道理 但他总觉得 叶宁那边不能这么处理 权衡利弊 利益最大化 在王天看来 叶宁的价值比不上军方 或者说 引来叶宁不满的损失 可比得罪军方小多了 但 真的是这样吗 万一父亲判断错了呢 陈勇 你那边能凑到一些吗 深夜走廊上 王征沉闷地抽着烟 忽明忽灭的火星 在黑暗中闪动 没办法从商会掉出果实 他也只能想办法 问问其他人 然而情况几乎一样 其他熟知的几个朋友那 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 被选拔出的天才 不在少数 尤其是各个势力和军区 都意识到 序列越高 出来后的权力越大 都在追求极限值属性 至于用不用得上 又没有那个必要 但就无所谓了 对于各大势力 积攒了多年的家底来说 他们承担得起这个消耗 没有 我们军区也送上去了 两名火种 两个都是A级 原本库存里的 都被他们要了 现在还在外面 准备再收一些呢 私聊那头 陈勇也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本以为帮叶宁 收来终极的灵能果实 是件很简单的事 没想在这个时间点 根本弄不到 讲实话 他都不知道 怎么向叶宁交代 我知道了 露出勉强的笑容 王征结束私聊后 长长的叹了口气 由于两久后 还是选择给叶宁发去私聊 看着叶宁的匿名ID 他竟有种愧疚的感觉 叶宁阁下 很抱歉 我 天风安全区 凌晨五点就醒来的叶宁 一眼便看到了 王征发来的消息 在看到对方全力找寻 也只找到四枚后 他心头不经一沉 不过对于这个结果 他其实有所预料 你意思是说 有一批被扣下来了是吗 只不过 伤会不允许拿出 看着王征发来的 长篇自责和说明后 叶宁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指尖不断地敲打桌面 还好 他考虑到这个结果时 已经想好了备用方案 是的 叶宁兄 实在不行 我雇人直接抢了这批货 可能需要一两天时间 您看 私聊那头 王征几乎是咬着牙 发出这段信息 然而下一秒 来自叶宁的消息重新亮起 不必了 但我想和你的父亲见一面 你们直接来天风安全区吧 顺便帮我通知陈勇 让他父亲 或者高层成员 也过来一趟 消息发出 叶宁微微摇头 只是觉得有些无奈 他其实不想这么做的 叫王征和陈勇的父辈过来 有话语权的过来 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当着这些老狐狸的面 让他们亲眼看见 自己的潜力和天赋 他要告诉这些人 他真实的等阶不是三阶 而是二阶 什么火种序列 不敢得罪的高层天才 在他叶宁面前 那就是渣渣 没办法 叶宁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王征父亲扣下这批物资 无非就是觉得 自己的价值不够大 或者说 没必要因为自己 而得罪军方 那既然如此 他也只好展示 自己的真正价值了 嗯 通讯那头 王征愣愣地看着叶宁的信息 不知叶宁这是何意 叫自己的父亲 跟着自己去一趟 叶宁兄这是打算敞开堂合作吗 还是说认为 父亲见到他三阶终极的实力后 会上心几分 无法理解 王征苦笑一声 也猜不到 自己的父亲不是没有意识到叶宁的潜力 纯粹是贪心 想两边都不得罪 实际上他早就告诉王天 叶宁的实力在三阶终极里 都算强的那一档了 叹了口气 罢了 过去一趟而已 父亲应该会同意 没有再想太多 王征索性认真地回复过去消息 表明自己会尽快赶到天峰 另一边 他也没有耽误时间 直接联系上陈勇 说完情况后 果不其然 陈勇和他一般呆愣了许久 什么意思 让我们过去 心中嘀咕几句 饶视陈勇脑补能力相当强悍 但此时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通 叶宁为何要这么做 十一片刻后 他还是爽快地确认了下来 行 你告诉叶林阁下 我们明天一早就能到 我直接让军区调来几家五职 赶过去 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 不过 停顿片刻 陈勇补充说道 让我父亲过去可能不太行 老头子还在军区召开回忆呢 听说是军区内发现了养殖队的踪迹 现在脱不开身 不过 我会带我一个叔叔过去 他是安全区副统领 也能代表老爷子谈些东西 发回消息后 陈勇心中好奇得很 但思来想去 他也只能当作 叶宁打算当面谈些事情 下午一点左右道 看着两人给自己发回的消息 叶宁微微点头 也不在意 时间上差不多 大概明天或者后天 进攻天峰的狮巢 就会开始朝着安全区移动 他打算当着这些人的面 直接秒了狮巢中的三阶变异体 结束后 再当着所有人面测试阶位 相信亲眼所见 足以震撼到这些老狐狸了 小海 也去找一下吧 想消灭这波石巢 光靠自己出手 怕是累死 都杀不光 必须要部队配合 不然外城聚集地的人 怕是要死掉一大批 石巢移动的痕迹 已经很明显了 只要天峰随便派一支侦察部队过去 就能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不断地预演着各种情况 叶宁一边思索着可能的变故 一边在脑海中 谋划着其他事情 对于他来说 他最大的弱点 或者说烈士便是势力和出身 倘若他身后的势力是军方高层 或者随便一个三阶 他的处境都不会这么麻烦 但平民出身又是意志系 两者叠加下 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瞧不起他 认为他没有什么潜力 前世除了后期 早期也没几个人看好他 现实很残酷 没权没势 任何潜力都是纸面上的东西 除非你的潜力变态到无视规则 无视一切潜规则 可以适当地组建一下自己的势力 虽然三阶后 不需要他们为自己提供什么东西 但手下能有人办事也是好的 至少 要有人能为我发声 回忆着前世的经历 叶宁很清楚地意识到 很多时候 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 全都来自于无人帮他说话 或者说 背后没有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起争取权利 人都是自私的 哪怕到了人类灭亡的关头 也总会有人还是想着自己的利益 死不放弃 很简单 别的势力选出的天才种子 一旦成为三阶 或者越来越强 那自然能反补他背后的势力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更何况第一序列的身份 便是一方统帅的预备役 自己的天赋 就算比其他人再强又怎样 再大部分人都意识不到 自己大概率能成为四阶前 他们宁愿扶持天赋差一点 但属于自己人的种子 毕竟 尼叶宁再强 跟他们有一毛钱关系 陈勇背后是华北战区副司令 加119号安全区 在军方中应当算得上是中立的那种 纯靠熬资历熬到这个位置 不过其父亲很有野心 并不甘心 只是一个小小的统领 王征属于天成商会 整个商会遍布北部战区 算是不错的势力 情报网和关系网都很出色 但其父王天属于典型的老狐狸 商人做派 作为副会长 一直被压着一头 小海 最平常的三阶觉醒者 隶属于华南战区19集团军 算是边缘人物 为人小心谨慎 但一直都想往上爬 奈何天赋差实力差 背后也没势力支持 以至于只能守在天峰安全区 快速整理出自己熟知的几人关系网 叶宁很清晰地发现一点 那就是 这三方都有一个共同点 想往上走 但上面总有人压着 他们虽然不甘心 但所处的地位 已经是能力的极限 也许 可以将他们整合起来 为我效力 目光闪动 叶宁指尖轻敲桌面 在一声声富有节奏的敲击下 思维急速运转 一个华南 一个华北 一个商会 整合起来 也算得上不错的势力了 只要让他们沾一点 当然会有所表示 我只要承诺 等我到达三阶后 会在高层内帮他们一把 相信这三人都会愿意加入我这 甚至在拉拢几个前世 还算熟悉的老将军 未必不能组成一个派系 构思着整个计划 叶宁清吐一口气 扮上后才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讲实话 他其实并不想浪费精力 在这种事情身上 但前世的教训已经告诉了他 没有自己的势力 很多事情都很难做 他越早拥有的话语权越重 对抗最终栽变的把握就越高 光靠他成为四阶 最多是为人类保留一线火种 一日清晨 天风军事基地 武装指挥部 金属材质的长方形桌子上 堆满了大量未审批的文件 一早便起来 独自一人坐在材料面前 萧海烦闷地翻阅着文件 心中只觉得堵着一口气 自从镇江的人来到后 他这两天几乎没睡不好觉 生怕对方直接发难 形势逼人 整个天风就他一个三阶 对方可是足足有三名 一直陪着笑脸拖时间下 他连安全区这段时间的公务 都没心思处理 他骂的 真是反了 不就是仗着自己三阶多 仗着背后也有军区撑腰吗 一向不苟颜色的萧海 一想到这两日的遭遇 一时间竟忍不住骂出了声 作为一方统领 他何时受过这种屈辱 自己背后的十七军 他已经求助过了 但上层只是轻描淡写的 让他自己解决 除非对方疯掉了 在安全区内打开杀戒 不然军方根本就不会管这件事 无可奈何 苦涩 骁勇叹了口气 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虽是军方一员 天风也隶属军部 但作为最普通最普通的安全区 不仅他自己是个边缘人物 整个安全区也不怎么受军方重视 萧统领 镇江那批人 开始抓人了 正当萧海犹豫中打算 是不是要透露出一部分夜宁消息时 门外的心腹 突然慌张地冲了进来 惊慌地喊出声 什么 他们抓了谁 你们没有拦住 脸色瞬间难看到基地 霍的一声 萧海直接愤怒地从座位上站起 眼珠子似乎都要喷火 在自己安全区抓人 这和气在他头上拉屎 有什么区别 他们 他们 他们抓了空天部队的几个高层 镇江的人说 他们怀疑 当时抢走他们东西的人 就是乘坐战机走的 混蛋 他妈的这群狗娘养的 当真是欺人太甚 怒火攻心 萧海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 便被一股怒气冲得 差点失去理智 连他们部队的人都敢抓 还用这种借口 这他妈的 哪里是想找到 抢走他们尸虎的三街 根本就是故意找事 喘着粗气 萧海双拳紧钻 几乎克制不住 要冲出去的冲动 萧统领 我们该怎么办 干咽口水 下属同样面露愤恨 但心中确实一片担忧 看着萧海统领的脸色 他能想象到自己 统领此事有多么愤怒 怎么办 当然是 气头上 萧海下意识脱口而出 想要找这批人算账 只是话刚出口 刹那间又将在嘴边 拦住他们 找他们算账 心头一沉 萧海憋屈地发现 自己似乎还真没什么办法 办上后 他脸皮抽动 最终还是极为憋屈地 坐回位置 缓缓闭上双眼 就好似仓老了十岁 让他们找 我就不信 他们抓了人 还敢动手 心有卑意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他也只能默默地 咽下这口恶气 然而话音刚落 一条他从未想过的详细 突然在私信中亮起 萧海烦闷地 看向系统通讯 下一秒 不禁猛然一愣 是 叶宁 这小子突然主动联系自己了 心中疑惑 慌忙点开后 只见叶宁简短地发来几句话 萧海统领 天风附近有大批狮巢集结 简易 你现在就派出部队 往东南方向巡查 预计明后天 第一批狮巢进攻就会爆发 几秒后 萧海看完了消息 整个人不由地心中一惊 猛然间 他回想起 之前叶宁也和他发过同样的信息 只是 他也没太当一回事 时间地点说得这么确定 难不成真的有问题 焦头烂额下 如果是外人给他发这种消息 他只会当对方在放屁 毕竟和平了这么久 几乎没听过 哪里会有失朝暴动 但来信人是叶宁 那个神秘无比 背后有意思隐藏着超级势力的叶宁 眉头紧皱 萧海由于片刻后 不知在想什么 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 深吸一口气 他直接叫来军方的几名觉醒者 冷声下令 去 现在立刻派遣空中部队 搜查东南方向 看看那里的城市群中 是不是有丧尸和变异体集结 一有问题 立刻回复 接到命令的几名觉醒者 互相对视一眼 眼中都有些疑惑 萧统领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让他们去干这件事 只是命令就是命令 几人压下心中的疑惑后 便直接领命带人出发 三小十二气氛后 战机上 几名操纵着灵能战机的觉醒者 干咽口水 难以置信地看着下方密密麻麻 不断涌动的大股尸巢 难以想象 整个城市中心 从未移动过的丧尸 此时竟好似潮水一般 不断地向外涌出 一望无际 粗略看去 竟不下数十万之多 不仅如此 其中夹杂的变异体 更是难以计算准确的数量 这些体型庞大的变异体 就好似行走的工程塔 在尸巢的裹挟下 不断向着天峰方向靠近 萧统领 紧急情况 东南方向已证实 有尸巢靠近 而且还有大量变异体 我们准备降低高度探查时 有一架五直 还被一头弹跳力极强的 二阶变异体击落了 军区内 萧海震惊地 看着前线传回的消息 一股浓浓的后怕和寒意 直窜脑门 竟然 真的有 能确定变异体等级吗 有没有三件 急声问去 然而负责空中侦查的 觉醒者部队苦笑一声 萧统领 探查不清 现在移动的应该是第一批 后续有很多部分 还在城市群中 您知道的 那个地形下 我们根本探查不了 但光是现在看到的数量 我们的麻烦 似乎很大 天峰安全区内 刚刚闯入军事基地中 抓人带走的镇江三接们 有些诧异地 看着突然调动起的部队 就好似接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成群截队的士兵开始集合 天空中不断飞过几架直升机 一眼看去 整个安全区 仿佛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是干什么 准备调动部队 对我们下手 真以为调动部队 我们就会怕 红刚四处看了几眼 不禁冷笑一声 冲到别人安全区 抓人确实嚣张 但他们也没出手伤人 倒也勉强说得过去 萧海要是咽不下这口气 敢叫部队围攻自己 那他就会让萧海见识见识 三明三接 是多么强大的一股力量 应该不是 萧海的胆子没那么大 几位大人 我看飞行的方向 像是城外啊 跟随在三接后的觉醒者 小声提醒过去 他注意到了 这些部队 更像是出城集结 不少经过他们四周的士兵 看都没看他们 只是闷头朝着城门狂奔 几人听后一愣 也跟着仔细观察了一番 办上后 却也没想清楚 天风安全区 打算做什么 算了 管他要做什么 量他也没这个胆子 无所谓发生了什么事 实力就是自信 镇将统领吃笑一声 只当萧海虚张声势 试图靠调动部队来壮胆 他若是自己来 说不定还会忌惮一点 但这么多三接在这 这些部队 在他们面前 就是土鸡娃狗 继续找借口搜查 我就不信他 萧海能一直忍得当缩头乌龟 于正威淡然挥手 他们想找那位隐藏的三接 讨个说法是假 核心目的 还是借口敲一笔天风 顺带给予难堪 两个安全区里的太近了 彼此之间的竞争和摩擦 早就让他们看天风不爽 与此同时 正当几人打算 带人回去拷问一番 顺便羞辱一下 对方的高层时 连续两架 从相反方向飞来的五直 突然出现在远处天际 而机身上赫然刷着 119号安全区的标识 来人太过突兀 正将统领下意识看去后 脸色陡然一变 119号安全区 这个地方的人怎么回来这 这不是自己背后的 华北战区 陈中将军管辖的安全区吗 换句话说 那可是他的半个顶头上司 什么情况 正北安全区 119号 怎么派人过来了 于正威心中一惊 忍不住脱口问去 末日后很多工业体系 都遭到了破坏 科技产物几乎都无法正常使用 只有依靠机械系天赋的觉醒者 将灵能手段和科技融合后 才能制造出各式的灵能载具 或者武器 因此 每一架军用的载具和飞行器 都造价高昂 各大势力都养不起多少 能动用融合了灵能科技的武职 来人身份 怎么也得是个主要高层 于统领 不只是正北来人了 后面那架 好像是天成商会的 我看到他们的标志了 随着两架武职 落在天峰的停机区域后 似乎天峰方面也没想到 这时会有人来 不少集结的士兵分出一部分 在一名高层队长的带领下 靠了过去 而于正威等人 更是互相疑惑地对视一眼 索性也跟着过去 两个大势力同时到访天峰 这是发生了什么 这个破地方 有什么值得看的 走 过去看看 狂风呼啸 快速旋转的螺旋桨 吹起满地沉烟 走下直升机 陈勇面色平静地 向天峰的守城军长点头示意 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看清周围有些简陋的防空火炮后 心底不禁有些古怪 好破的安全区 好差的防御措施 他这次跟王征过来 连招呼都没打 反正武之上游 119号安全区标识 任何安全区都不敢击落他们 以他沉开来孙子的身份 走哪都能刷脸 没有哪个高层敢怠慢 叶灵凶叫 我们来这谈什么 小声嘀咕了几句 身后的王征 也有些费解地看了看周围 其父王天更是直皱眉头 以他们的身份 基本不怎么会来天风这种低级安全区 就连天城商会的生意 也不会扑到这来 毕竟 这里的幸存者普遍实力都很差 根本没什么利润可言 一眼扫去 驻守的士兵大半是普通人 剩下只有少部分一街 在普通幸存者眼中 看来强大无比的天风 在他们看来 就跟破烂聚集地差不多 几位 长官 请问各位突然到访我们天风 是有什么事吗 天风守城军中 一名身穿制服的中年人 急忙迎了上来 眼中满是惊异 他虽然没认出来陈勇 但认出了陈勇身后的 镇北安全区高层身份 对方身上挂着的上校标识 那可是华北军区的实质 而非各个安全区内部自己的体系 这级别 和他们统领平坐平齐 甚至含金量更高 另外两名 从天城商会标志下来的 看上去身份也不低 没事 乖看看 不用管我们 随意敷衍了几句 不同于对待夜宁时的态度 对待底下的人 陈勇态度有些高了 身份决定地位 以他的身份 根本不用向萧海报备什么 随便看看 守成军的将领闻声一惊 脑中瞬间闪过一堆不好的念头 还未等他想多问些什么 却听见身后传来爽朗的大笑 哈哈 好巧啊 没想到在下在这 竟然能见到陈勇 还有张涛阁下 那边那位 莫不是天城商会的副会长王天 故作惊喜 于正威快步迎上前来 热情地打起招呼 别看他也是三阶 陈勇的爷爷是三阶中级 但三阶每差一级 实力和地位天差地别 更别提对方的地位了 面对自己的半个顶头上司 他自然热情万分 刚准备给叶宁发消息过去 陈勇有些诧异地 看着镇江统领 这个老家伙 怎么也跑过来了 不会也是叶灵阁下交过来的吧 你们怎么过来了 叶灵阁下也通知了你们 下意识问去 原本不怎么打算理会他的陈勇 目光陡然一宁 稍稍有些重视起来 只要和叶宁有关的 在他看来都不算小事 叶灵 于正威猛然一愣 完全不知道陈勇在说什么 念头极转 什么意思 这些大人物 都是奔着一个人来的 不是 在下是来天风安全区讨个 画刚出口 陈勇见于正威 并非因叶宁而来 原先提起的兴趣 瞬间消失 只见他直接挥了挥手 示意对方也不用说下去了 和叶宁没关系 那他也懒得管这老家伙 跑过来干什么 刹那间 于正威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尴尬 而一旁的天风君 则满脸古怪地看着他 原来嚣张无比的 镇江觉醒者 也有吃别的时候 只是此时忙着和叶宁联系的陈勇 浑然不知 镇江的几人 的确也算是被叶宁搞来的 叶宁兄 我们已经到了天风 除了我自己外 我还带了镇北安全区的副统领过来 他也是三间 此人是我父亲的心腹 绝对信得过 王征也带了他父亲王天来 其余闲杂人等 我们一律没讲 您要是想谈什么事 尽管放心 天风安全区内城 叶宁便走边看着陈勇发来的消息 微微点头 效率挺快 看得出来陈勇还是挺上心的 这口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自己叫他过来 是密谋推翻安全区呢 笑了笑 叶宁索性随手回去 明天上午到城外等 消息发完后 他也不再多废话什么 看着四周警戒出动的士兵 显然自己第二次发送的消息 萧海应当是验证过来 还不错 看样子 萧海作为安全区统领 基本的职责还是会做的 只是在准备去往集会的路上 叶宁倒也发现了 自己身后有人跟踪 以他的精神力 一眼就注意到 这些都是天风军方的人 跟踪我 这是因为消息的事 引起了重视吗 叶宁在不知晓自己 差点把萧海搞封掉的情况下 也只当对方因为消息的事 关注起自己 但无论是因为什么 他都无所谓 明天出手 技能全在 还是老样子 保留次元斩防止意外 两个技能 应该够解决失潮里的三阶了 不过 也许可以在这次之后 直接问陈勇等人 要一本高级剑技 叶宁想到自己的技能栏 还有一个空缺 忍不住打起了军方和商会的主意 参加三阶晋升试炼之前 战力肯定是提到越高越好 希望能搞来一本 和次元斩差不多的技能吧 战力方面他不担心 他现在最重视的 还是保命能力 输出爆表 但他还是太脆了 至于三阶后的技能 那自然是从国库里掏 也不知道正版S级技能 被剑神天赋强化后 会变成什么技能 边走边想 没过多久 夜宁便来到了天风的物资交易中心 还是熟悉的画面 不断吆喝着装备和武器的幸存者们 热情的懒客 人们就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 挑选着心仪的武器 轻车熟路 穿过拥挤的人群后 夜宁一眼便找到了王坤的摊位 依旧有些冷清 这名老实木讷的中年人 依旧只是默默地坐在摊位上 制作着手中的弓弩 王哥 孩子病好点了吗 俯下身子 夜宁面带笑意 直接抬手在中年人面前晃晃 闻声一愣 还在削枝着弩剑的王坤 猛然一惊 在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后 瞬间抬起头 急忙站起身子 夜 夜宁兄弟 有些慌张 惊喜 他随便在衣服上 抹了两把手上的打磨油后 有些结结巴巴的急忙出声 想要握住夜宁的手 只是不擅长交集的他 情急之下 竟什么都说不出口 没事 你继续忙你的 我过来只是看看你怎么样了 顺带问下孩子还好吗 如果信用点不够 我这里还有 听着夜宁如此说道 王坤鼻子瞬间一酸 急忙摆了白手 好 孩子已经没事了 夜宁兄弟 你上次给我的太多了 我还剩下很多 真的不用了 说话间 他毫不犹豫地 从胸口处的荷包中 摸出一张卡片 里面还有1604点 你快拿回去吧 欠你的400点 我会尽快还给你 或者兄弟 你要是不嫌弃 你看中什么 现在都拿走 看着磕磕绊绊 不断在摊位上 翻捡东西的中年人 夜宁微微叹了口气 一把抓住对方 布满老箭的手 孩子没事就好 信用点你留着 就当我给小孩子买点吃的 夜宁轻松一笑 看着前世 没少帮自己的中年人 还是如此善良 他心中不禁有些感叹 在末日 善良和老实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像王坤苦了一辈子 勤勤恳恳靠手艺为生 从不多赚 但在这末日之中 连生活的都是问题 反倒是像车行 那个油肩耍滑的胖子老板 过得可比中年人舒服多了 事宜自己真的不需要后 夜宁也不打算多待在这里 他在这 对王坤来说 其实是种莫大的压力 王哥 这几天就不要靠近外城了 或者不要出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有什么麻烦 直接和我说就行 说完 夜宁便转身离开 直接婉拒了王坤 非要送出的东西 看着夜宁 逐渐没入人群的背影 一向坚硬木讷的中年人 尸神地棱在原地 他不知道 夜宁为什么要如此帮助他 他只知道自己欠下了 对方天大的人情 好人 一定会有好报的 喃喃自语 他摸了一把这个年纪 不该流的泪水 黑乎乎的打磨油 抹在有黑的脸上 就像抛光的煤炭 天风城外 大军集结 在军队的声声呵斥下 一城而建的聚集地内 茫然惶恐的幸存者们 不住地张望 长官 这是怎么了 真的有怪物 要打过来了吗 和平已久 数以十万计的幸存者们 紧张地聚集在一起 问向传令的士兵 作为 只在二十多年前 才出现过的失潮工程 再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无疑让许多人陷入了恐慌 少问那么多 所有人立刻撤退到安全区 后方外城 这里要清出来当阵点 搬慢了 死了可别怪我们 没什么好态度 作为士兵 他们唯一的任务 就是最快速度 组织这些幸存者撤走 好言好语毫无意义 幸存者基数多了的情况下 什么赖皮耍横的人都有 搬 搬到后面去 长官 我们全部家当都在这 这撤过去 不是要无我们的命吗 是啊 两个小时之内 我们哪里搬得走啊 人群激动 慌张 一旦这里沦为战场 那就意味着 他们的家也没了 撤到安全区后方的聚集地去 那里哪里还挤得下这么多人 要知道 每个方向的聚集地 都挤满了人 他们过去 怕是只能睡在垃圾里 甚至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碰 碰 连续几声枪响 负责清理外城阵地的士兵 面无表情的对天放枪 直接震慑向众人 不要说任何废话 让你们撤你们就撤 现在不撤 后果自负 没有啰嗦什么 城外的阵地虽然暂时用不到 但只要野外防线 没有拦截下尸巢 必然会陷入最惨烈的守城战 到时候 别说这些平民的 家 能不能保住了 天风会不会出事 都是的问题 声声哭喊中 被驱赶的幸存者们 如同羊群一般 被驱赶开来 抱着孩子 搀扶着家人 面色枯黄的幸存者们 绝望地向着后方移动 不少人实在心疼自己 好不容易攒下的物资 索性像疯了一般 跑回自己的铁皮屋中 试图将能带上的都带上 半袋发霉的面粉 垃圾堆里找出的老鼠干 破掉的瓷碗 缺口的铁锅 甚至是烂成布条一般的衣服 作为生存条件最差的城外平民 人们一边哭泣 一边尽可能地抱着一堆垃圾样的物资 准备撤离 虽然也许这些东西 在觉醒者或者内成人眼里是垃圾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都是他们攒下的宝贝 一处杂乱的集装箱前 身形矮状的中年人 满脸愁容地看着锅内的一大锅浑浊的油 脸上的表情都快急得哭了出来 我的油啊 我的油 但是肯定带不走了 他的家人和自己 身上都挂满了能带走的衣服和食物 谁也不知道 失潮会不会打到城下 一旦真的到了那一步 这些东西肯定都要毁掉的 作为在平民中生活还不错的他 靠着在安全区贩卖油炸老鼠卫生 这锅油可以说是他赖以生存的本钱了 爹 咱们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们要开始赶人了 整个人如同人形扁淡一般 中年人的大儿子急声催促 适宜自己的父亲赶紧倒掉油 他们好歹还能再带走这口大铁锅 一家四口人撤得晚了 怕是到后方后连站脚的地方都抢不到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中年人心痛地看着锅里浑浊不堪的黄油 静意咬牙 直接抄起一个铁勺大口喝了起来 快 让你妈你第一起喝 倒了太可惜了 喝了咱们至少能顶好几天啊 虽然这些油在上层人看来简直和下水道里捞出来的差不多 但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滴都要小心着用 就这样白白倒掉 让他们如何不通心 一旁的青年看着父亲如此举动 愣了片刻后也像是想到什么 有些犹豫的也选择摇起一瓢赶紧喝了起来 是啊 这些油都是他和父亲平常都不舍得用的 怎么可以倒掉 只是刚一入口 粘腻带着淡淡酸味的黄油 就好似稀释过的胶水 吞下去的一瞬间 差点没让他吐出来 一股强烈的反胃和呕吐感 在肚子里翻江倒海 看着大儿子有些想吐的样子 中年人也只能强忍着恶心 声音沙哑地劝说起来 多喝点 咱们浪费不起 这个 虽然没什么知识 但他们也知道 这样喝下去一定害极了身子 但他们也别无办法 和中年人类似的情况很多 有的幸存者 眼见自己攒下的破旧衣物 不好带不走 索性便全部穿在身上 哪怕热得头脑发晕 也拼命地往身上套 混乱 争吵 不少人甚至趁着混乱开始偷窃 胆子大的 甚至直接冲进房中 抢了东西就跑 不过是失朝来袭的消息传来 整个聚集地 俨然已经乱成了一片 郑刚啊 你不是觉醒者吗 不是也在不对吗 你快问问你长官啊 能不能让我们带你几个叔叔婶婶 一起进去逼那 身穿士兵制服 一名看上去颇为憨厚的大哥壮汉 苦笑着看着自己的母亲 以及一群围在自己身边的街坊领居 他是属于军队的没错 但作为不久前才觉醒天赋的他 现在不过临街 最低的天赋 最差的实力 他在军中也只是个小兵 这次出来接母亲进外城躲避 还是上级 可怜他才同意的 妈 带不了 我真带不了 你和小弟的名额 还是我求我长官才求来的 壮汉面容愁苦 他知道自己是母亲的骄傲 甚至是周围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如果可以 他也希望能帮一把 虽然和平了很久 但对于老一辈的幸存者来说 他们是经历过失朝的 尤其是四十岁的那批 不少人的亲人 就是死在怪物手中 撤到后方的聚集地 讲白了 就是拖延时间 只要怪物大军接近城下扩散开来 他们一样要死 想逃到野外 那也和找死差不多 没有那个安全区 会在意他们这种最底层的幸存者 外城和内城 虽然能勉强容纳下他们 但安全区的管理层 并不想看到守城结束后 一堆贱民躲在里面不肯出来 对于高高在上的老爷们来说 他们更像是臭虫老鼠 非有工作的身份 不得久留过夜 这是各个安全区的铁律 当然 如果真的正面被突破防御 安全区也会考虑放人进来一批 但毫无疑问 那时候已经很危险了 那怎么办 这万一怪物太凶 就算杀到我们这了 我们再想躲进去 也晚了呀 是啊 郑刚 你就帮帮我们吧 群情急躁下 郑刚的母亲像是想到什么 下意识问向自己的儿子 叶明 叶家那小子 不是和你是同学吗 咱们求他帮忙 想不行 我上次看好几个大官跟着他呢 他一家人都进城了 听着母亲的提议 郑刚神色一致 脸色一阵古怪 他当然有叶宁的联系方式 在训练营时 两人因为家境原因 还算关系不错 但 作为军方的成员 他现在也知道了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当初叶宁的确很受重视 萧海统领都亲自接见 但听说不知怎么 被判定为没潜力后 安全区就放弃了他 现在就算求过去 估计叶宁的身份 还没自己来的好事 毕竟 听说叶宁连天风军队都没加入 整个人跟消失了一样 不少人都说 他是受不了打击 躲起来了 叹了口气 郑刚也不抱什么希望 只能迎着头皮 给叶宁发送消息 叶宁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城外 准备去往失朝方向的叶宁 眉头一挑 看着自己亮起的私信 郑刚 记忆回闪 他倒是记得对方 找自己帮忙 想带一些人进入城内躲避 没有多想什么 叶宁摇了摇头 哑然失笑 实际上 他刚准备联系黄霄 也打算 让对方帮自己 接几个人进去 虽然有可能 黄霄因为自己的身份降低 未必会帮这个忙 但他也做好了 让陈勇直接开口的准备 或者给点好处 没有犹豫 点开黄霄的信息后 叶宁直接发去消息 黄队长 麻烦帮我带几个人进去 在发过去一份名单后 还未等叶宁表示 自己不会让他白帮忙时 那头的黄霄 出乎意料地迅速回到 没问题 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叶宁 这么上道 有些狐疑地嘀咕了几句 叶宁转瞬便想到了一些可能 以他现在的价值来说 作为军方精锐的黄霄 没理由这么上心 能接他私信 都算会做人了 如此看来 应当跟踪他的时候 发现他买下了灵能住宅 误以为他身后 也许有人在帮他 没有深究太多 叶宁也无所谓 天风知道了什么 反正他已经准备摊牌 压下念头 叶宁打算继续寻找 合适的位置 一个能给他创造机会 直接在狮巢中 强杀变异体的位置 他的攻击极限只有百米 最优出手范围 在七十米左右 但这个距离 对于狮巢的范围来说 还是太低了 不是实打实的三阶 叶宁做不到冲入怪物大军 斩杀三阶变异体 而等三阶变异体 主动攻击阵线 又很容易大规模无伤 因此 他打算在军方的防线前方 找一个制高点 在三阶变异体靠近的瞬间 将其秒杀 只是 是违反之前命令中的不要暴露 全赖心眼极多的萧海所赐 和吃惊陈庸等人到来的镇江统领一样 本就敏感多疑的萧海 在知道有两方大势力过来后 瞬间便将来人的原因 和他背后的势力联系起来 在他眼里 华北军区副司令 加天承商会 这种组合完美地符合 他对叶宁深厚势力的幻想 再加上叶宁刚再次提醒自己 两方人马就立即赶来 这怎么看 都像是叶宁害怕安全区失守 主动叫来了帮手 为的就是解决失潮 想想就很合理 毕竟叶宁不过一个小屁孩 担忧守不住也是很正常的 本来还在想象上级球员 但这下可好 萧海一下子就放宽了心 有人帮他兜底 这次也不会出太大问题了 不得不说 想象力足够丰富下 萧海硬是七拐八拐 将真相差点猜对 所以 这位叶宁阁下是打算把我们晾一天 明天再去城外见他 王征身旁 王天有些不耐地皱起眉头 诚然三阶终极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也愿意因为叶宁跑来一趟见面详谈 但前提是 对方能为自己出力 纯粹的商人本性下 他分得很轻 什么才是具有投入价值的 这么大牌 又神神秘秘 怎么看都不太想诚心合作 更像是 我看这位叶宁阁下 怕不是以为我没有见过三阶终极 怎么 这是想借着这次失潮进攻 给我展示展示他的武力 想让王某害怕 然后摇着尾巴 把他供起来 一来天风 就得知失潮进攻的消息 以王天的经验 瞬间就想到了这一点 先立威展示武力 再合作 这和商业谈判一个套路 这么做无可厚非 可问题是 立威要建立在绝对的实力上 父亲 您不用吧 叶宁阁下想的 挥了挥手 王天有些失望的 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直接打断 想什么 想得太龌龊 王征 为父教你 任何时候都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因为对方帮了你一次 你就觉得他是好人 不会跟你玩什么心眼 人 是很卑劣的一种动物 他叶灵若是三阶巅峰这么晚 我王某反而会认为他够霸气 合作 的确要展示自己 可他只是三阶终极 难得虽然难得 但我天成商会 难道还招揽不到一个吗 讲白了 他想做什么 不就是把自己摆在高位 希望我们见到他有多厉害后 舔着脸讨好他 王天说完冷笑一声 转而审视般的看向自己儿子 你是不是把我扣下灵能果实 被告诉了他 突然间的问话 王征脸色一僵 半天才支支吾吾地点了点头 他觉得父亲的做法不对 可他被王天连番叫一下 不禁有些迷茫了起来 我早就猜到了 没有露出太多责怪的意思 王天叹了口气 也不再管王征 只是摇了摇头 叫我过来 估计还有警告我这个老家伙的意思 我本以为他是想真心合作 当面深入谈一谈合作的事 现在看来 你看好的这位叶灵 不过是一个没什么心胸的匹肤吧 听到这 王征心头一阵苦涩 只是猛然间想起 叶宁给他说过的一句话 父亲 叶灵阁下说 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也许 也许 哼 惊喜 王天不屑地冷哼一声 行了 就这样吧 那我且看他能给我们什么惊喜 天风安全区外 120公里处 大批背负着工兵产的士兵 在生生命令下 紧张地埋雷 一颗颗简易的子母跳雷 被直接放置在地面 等待炸响 敌人作为没有智慧的丧尸 这些踩中后 就能凭空跳到头部高度的地雷 往往能发挥出相当可观的效果 一次爆炸 产生上千枚碎片 杀伤半径达到十米左右 对于丧尸来说 一颗便能清理一片 哪怕在末日系统的压制下 科技武器的威力降低许多 但若非尸巢真正的威胁 在于变异体 光是纯粹的尸巢 人类其实并不害怕 长期和怪物大军的抗争中 人类已经总结出了大量经验 每隔15米安放一颗 暗锐三角摆放 一定要保证 炸开尸巢一条口子 方便我们的觉醒者突入沙地 战备工作有有条不紊 在末日后 每个人学习的知识都和生存 丧尸有关 因此 哪怕天风军团很久没有大规模实战过 但依旧表现得合格 碰 碰 碰 不远处 几架造架高昂的灵能工程车 飞快地挖开地面 打算挖出数个巨大的深坑 用于阻止集中尸巢推进 挖出的六米深坑中 不断有工程兵将白灵混合着燃烧液倒入坑内 在化学火焰的燃烧下 大量丧尸会在陷进去后不断燃烧 直到尸体上的油脂都渗出最终消灭成片的丧尸 机枪架好 快 那边的制高点也架上 三人一班次 把弹药箱给我背上去 大批士兵在各级指挥官的指挥下 抢在尸巢到来之前捡起一道道火力网 一连串的军用运输车如蚂蚁一般 源源不断地将物资运往前线 不远处的废楼顶端 燕宁默默地看着忙碌的大批士兵 这里便是他选择的战场 天风不是那么好手啊 实力还是差了些 坐在天台边缘 燕宁晃荡着腿 身旁摆着一颗干枯的丧尸脑袋 稀疏的头发和萎缩的五官 一系能看出这个一个中年男性 而一旁被召唤出来放风的李大富 则有些心惊胆战地抓着钢筋 生怕自己掉下去 他们所在的废楼 是末日前的一处未曾建好的楼盘 正好就在天风第一道防线的右前方 长期的风化下 整座大楼已经破败不堪 摇摇欲坠 这也是军方放弃借助这里防守的原因 默默地评估着天风布置的第一道防线 叶宁并不看好 看上去很合理 战士们的基本素养也很高 陷阱 阻碍 火力交叉 各种针对性武器都用上了 但最关键对付变异体的力量还是太少 首先是灵能狙击步枪没有几把 至少他只看到了一支精锐小队才有 总共不会超过十把 对抗变异体 靠子弹和火炮 没什么用的 变异体速度太快 地面装甲部队对抗一阶还行 对抗二阶变异体 就是铁棺材 在系统的削弱下 火炮的爆炸伤害 很难对二阶以上的变异体 造成太大伤害了 更别提怪物各种层出不穷的能力 单单一个范围酸液喷剑 就能批量融化装甲部队 一旦有高速变异体杀入防线 看上去火力充沛的阵地 瞬间就会被摧毁 因此 作为无需觉醒者的 灵能狙击步枪 是关键中的关键 不同于觉醒者 只能中短距离作战 灵能狙击步枪 这种介于系统装备 和武器之间的存在 能最大程度上弥补空白 不过想来 也是天风太穷 弄不到多少这种武器 觉醒者数量也太少了 整个安全区 大概两千来号觉醒者 一千多人驻守在安全区 只有六百多人到前线 这够干什么的 六百个人里 远程的还不到两百 剩下的打算送死吗 摇了摇头 燕宁有些无语地 看着正在分配任务的 觉醒者阵地 看得只觉辣眼睛 虽然看得出来 这里的指挥官 很认真地按照教科书上安排 两两一组 一个远程一个近战 作为游动 还留下了一百名敏捷系 充当快速支援的救火队 但问题是 这种老古董的打法 需要高阶压制配合啊 而且还是小规模作战 提供生命通道 后续近战系冲进去 斩杀威胁最大的变异体 其余觉醒者分足引诱 减少压力 顺带估计 还有空中支援 投放二阶精锐 执行斩首 可是这种打法 只要出现一头三阶 不 多几头二阶巅峰 所有计划都会全部失败 在高阶变异体的冲击下 根本就不会给你反应的时间 第一批冲上去的觉醒者一死 后续防线 立刻就会被冲烂掉 前世后期 作为指挥过上百场 大大小小战役的叶宁 自然一眼 就能看出这些漏洞 也难怪前世天风守得那么惨了 要不是军区支援 差点安全区都没了 这个小海 看上去经历的挺多的 能想到出城建立防线作战 防止变异体破坏城墙 造成大量伤亡 难道就没想过出城后 就没有所谓的阵线厚度了吗 这么安排 还不如远程站一起 近站站一起 老老实实摆个铁桶阵 能集火杀掉多少变异体就多少 后方布置障碍 一旦战局不妙 直接拉着觉醒者跑路 边打边退 慢慢消耗边一体数量 一边看着军方的布置 叶宁一边忍不住吐槽起来 若是这是他手下的人这么安排 他真是要把对方的头拧掉 不过想来也不怪小海 整个华夏各地和平了很久 除了沿海地区会遭遇海兽偶尔袭击 很多三阶统领都没打过大仗了 能保持基本的素养 纯属于天风太穷 小海没事 要到处支援赚外快 缩在一旁 虽然听不懂 但他听得出叶宁似乎很厉害 主人 听你这么说 他们是不是完蛋了 李大夫好奇地问去 听了叶宁连续的分析 连他也觉得 底下的人好像在等死 沉默片刻 叶宁突然淡然一笑 不会 因为他们还有我 速报 速报 石巢前锋已经突破警戒线 正在快速朝向防线移动 临时设立的指挥室内 负责侦察石巢的战士 飞快地从刚停稳的武直上 狂奔进指挥部 手中紧紧地攥着航拍图像 接过图像 萧海面色凝重地 看着航拍下的狮巢大军 毫不犹豫 便下达轰炸命令 先投放第一批 通知全军 准备作战 虽然轰炸未必能对变异体 造成什么威胁 但能减轻些压力 也是好的 随着命令下达 几架武直和灵能战机接连升空 骤然滑向天井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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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弱密雷 挂在着大量弹药的战机 交替落下各式型号的炮弹 如同落雨一般 在庞大的尸巢中 炸出一朵朵浓黑的烟云 强劲的冲击波 如同石子砸入湖面 将周围的丧尸炸得粉身碎骨 被炸飞的碎尸 如同天降肉块一般 密集地高高抛起 又再次落下 只是在这火力覆盖下 没有恐惧可言的丧尸 只是麻木地奔跑 偶尔有几串血淋淋的肠子挂在头顶 这些贪婪的怪物 也只会本能地抓进口中咀嚼 飞机上 负责头弹的士兵们 有些脸色苍白地 看着脚下密集的黑点 凭借着侦察设备 他们能看清那一张张腐烂猙獰的脸 其中不少暴怒的变异体们 正在一次次跳上空中 试图将它们抓下来 在部分变异体恐怖的弹调力下 一些想要低空 用机炮扫射的战士 也只得作罢 好几次降到百米高度 差点就被如同奸找青蛙般的怪物 冲到机体 这些丧尸 有的怎么看上去像是刚死的 年龄颇小 一名刚加入部队不久的士兵 干咽着口水 看着下方不少行动极快的丧尸 一时间有些疑惑不安 随时末日时间的推移 最早的那批丧尸 通常就像风干的包骨腊肉 有的脚上甚至只剩下筋骨连接 像眼下这批 看上去新鲜得很 你没上过学 准备返程的驾驶员 诧异地脱口而出 他可不觉得奇怪 这些看上去新鲜些的 应该是系统刚刷出来的吧 你去过烂尸林就知道了 那里连变异体都刷 问话的士兵一愣 他听过是听过 但没亲眼见过 实际上他也是不久前 因为身体素质好 才被选入部队的 之前153年学习的时候 全去干活去了 原来真的会刷 而且刷这么多 那我们岂不是永远 杀不完这些怪物 看着眼前令人恐惧的一幕 他忍不住不安问去 机舱内 驾驶员刚觉得这问题太过幼稚 只是调笑的话刚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沉默片刻他叹了口气 是啊 杀不完的 如果不是他们不怎么袭击我们了 估计我们人类早就完蛋了吧 也许是被突然出现的失潮刺激 驾驶员说吧 心中不禁有些堵得慌 和平久了 很多人都觉得 现在已经不是末日了 但好像 末日从未结束 诸位 数再下就不奉陪了 前线战线吃紧 我需要立刻支援 临时指挥中心内 萧海一边心急 一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 对着陈勇等人点头致意 说吧便匆忙奔赴前线 虽然猜到了 这冒出来的商会 和镇北副统领 八成是叶宁背后的人 但他还是选择装傻 前线战况吃紧 不过短短二十多分钟 派出去的觉醒者 就开始大量检员 看着每个手下的精锐死去 他就觉得心在低血 好在万幸中的万幸 他没看到三阶变异体 只有几头二阶巅峰的变异体出现 还好 还能撑住 开口戳穿这两方有麻烦不说 求对方出手 还欠人情 他就不幸 真的收不住了 那名疑似叶宁找来的三阶 会不出手 萧东林 你去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会帮忙一二 张涛皮笑若不笑地随意应付几句 带萧海走后 四人便一脸古怪地待在帐篷中 相互对视一眼 彼此之间 眼中都有些疑惑 这叶宁还不出手 晾了我们一天 又把我们叫到前线 现在失朝来了 人又玩消失 什么意思 张涛有些不爽地冷哼一声 等得烦闷下 索性点上一支烟 若非天成商会的副会长也在这 两人在陈涛的撮合下 交换了一些合作意见 他甚至都觉得自己 这套是白跑了 燕宁怎么看都不像有诚意 而且摆的谱也太大了 这种合作 可不是他们能接受的 王征客气地 给三阶张涛点上火后 轻笑一声分析开来 估计是等有难度的变异体出现 现在出手 除了闹个笑话 没什么意义 一个三阶终极杀低阶变异体在厉害 那和大炮打蚊子似的 这人想着在我们面前展示一番 可不得等个高阶变异体出来 不过 我看别到时候没有 他直接给我们表演 一手三阶打二阶 哈哈 王会长说话果然有趣 我看也是 说要给惊喜 我看别不是把我们弄笑了 坐在两人身旁 王征和陈涛无奈地对视一眼 心里也有些紧张不安 在没和燕宁打过交道的情况下 两方长辈都对燕宁 有了很深的成见 其实也很正常 整件事都是他们两个小辈牵头 作为自诩经验丰富 且位高权重的两个老狐狸来说 自然没他们这么上心 这么在意燕宁 想获得他们的看重 那得是实打实地展示出 能看得见的利益 张叔 燕宁阁下实力真的很不俗 我相信他 陈勇硬着头皮 想为燕宁说上几句好话 毕竟在他心里 燕宁可是他看重的 也是他想搭上关系的 张涛如此评价 和再说他没眼光差不多了 小陈 我相信你找来的这位实力不俗 叔叔也相信你的判断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们也会等到他结束 他时候想谈什么 我也不会不给你面子 但叔叔从小看着你长大 还是希望能帮你把把关 不是看见一个三阶终极 就觉得能帮到自己 张涛真心实意地劝说过去 暗叹口气 三阶终极 他们确实需要 但也就那样 也就是 陈涛接触高层的事情太少 误把对方价值抬得太高 没错 陈司令也是三阶终极 但三阶终极之间 也有着巨大差距的 更别提 还有一堆隐形实力了 行了 看着夜灵打算给我们什么惊喜 啊 啊 杀呀呀 活力压制 左侧有变异体突袭 诸位 随我杀进去 小眼弥漫的战场上 如同黑潮涌来的海量失潮 如同流沙一般 迅速地吞没了身前的一切 惨叫声 哀嚎声 大批被酸液腐蚀掉肉体的士兵 痛得在地上打滚惨叫 一辆辆就近射击的坦克 在二阶变异体的冲击下 如同玩具一般 不断地被砸入阵地 看着快要崩溃的阵线 小海目光一力 打算带着尖刀部队冲杀进去 解决掉那头二阶巅峰 头部如同酒杯一般 不断喷吐酸液蛋的变异体 小海大人出手了 一起上啊 士气烧声 小海深吸一口气 浑身笼罩在暗灰色的光膜之中 只见他手持巨型战刀 犹如战神一般 直接冲杀进尸巢 刀锋挥舞 仿佛展开的旋风一般 将正前方的丧尸成片搅碎 直接杀出一条血路 奋力杀入后 随着一声嘀吼 一道浓郁的红色 瞬间自他周身迸发 血刀破 导使滔天 在消耗不少灵能 斩出一道血色巨刀气浪后 正在吐着酸液泡弹的酒杯头 刹那间一停 整个身躯上 顿时传来细密的裂开声 几秒后便缓缓分开 萧统领神威 听着阵地上传来的声声欢呼 小海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急忙脱身返回 还好 自己还算能解决掉 狮巢中的怪物 不至于让这个鬼玩意 吐死太多人 再回口气解决 哄 哄 不待萧海生起念头 刹那间 所有人只觉得大地猛然一颤 不少防线上的士兵 被这突如其来的震动 震得跌倒在地 像是意识到什么 险些被狮群拖进去的萧海 急忙冲出 仓促回头间 他的脸色猛然一变 只见不远处的狮巢地下 竟不知何时 隐藏着巨大的无公样怪物 而刚才的震动 便是怪物那二十余米庞大身躯 钻破大地带来的动静 感受着怪物身上洒发的气息 以及空气中迅速扩散的毒星 萧海心头陡然一沉 怎么会 怎么会有三剑 还是两头 背后一阵凉意 萧海只觉得自己 好像掉进了冰窟之中 GIA GIA 连续两声尖锐的长鸣后 阵地上的觉醒者 无不跟着一惊 不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战士 则瞬间面露绝望 两头三阶变一体 至少要六名三阶出击才能对抗 不比在副本中 在失潮中的难度 只会更大 完了 萧海一阵苦楚 就连握着战刀的手 都开始有些微微发抖 他本以为靠自己就行吗 实在不行 那一次被夜宁叫来的那名三阶 也能救个火 但现在看来 似乎也没用了 慈目欲裂 毫不犹豫 萧海直接冲回指挥室 只打算立即撤军 死守安全区 等待军方救援 撤退 所有人立即 然而 还未等他惊慌的喊声传遍全军 一道 或者说是一股巨大的能量洪流 瞬间从远处不起眼的楼顶上 喷涌而出 千道见光击视而出 瞬间吞没了沿途的一切 不过眨眼 拥有着坚硬外壳 足以抵御出击三阶攻击的无公虫 瞬间被气化了半个身子 轰隆一声 便砸落在地 全场呆滞 哪怕实力再差的觉醒者 也能感觉到 这股攻击的强度 怕是远高于普通三阶 谁 是谁 棱在原地 萧海愣愣地将目光转向 爆出攻击的楼顶 刹那间 他犹如见鬼一般 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好熟悉的身影 等等 好眼熟的脸 那他妈的是 叶宁 卧槽 三阶变异体出现的那一刻起 战斗已经无意义了 除了三阶能阻挡这些顶级的怪物 其他人不过是送死 但当第一头三阶变异体死去后 整个战场上的喊杀声 仿佛都为之一致 除了本能扣着扳机的机枪手 无论是指挥官还是觉醒者 此时都震惊地看着那处废楼上的人影 叶宁 真的是叶宁 凭借着三阶强大的势力 萧海死死地盯着那张脸 他大口喘息 只觉得一股血气 只冲头顶 看东西都出了幻影 强烈的冲击 险些让他身子一晃 差点摔倒 难以想象此时的荧幕 对他有多么巨大震撼 他三阶了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做到的 失魂落魄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一幕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相信如此荒诞的事实 几天 有没有半个月 对于他而言 叶宁刚成为觉醒者的那天 不过仿佛在昨日 眨眼间 竟成了和自己平起平坐 不 比他还强的三阶强者 这如何让他不感觉 世界是如此荒谬 甚至惊悚 所以 这就是叶宁身后势力帮他的原因 所以人都错了 意志系觉醒者 反而是最变态的天赋 不 不对 这一件的波动 分明和之前探查到的极为类似 难不成 不敢再想下去 连续的震撼下 萧海脑中如同乱麻一般无法思考 他悲哀的发现 自己再也没法用自己可怜的经验 解释这一切 无论是哪一点 此时叶宁的表现 都在告诉他一件事 那就是军方所谓的没潜力 他的放弃 全部都像是最可笑的笑话 现在站在楼顶 一见秒掉三阶变异体的这个少年 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天赋者 哈哈 一鸣半个月的时间 就能比你三阶终极的超级天才 被他们当作B级垃圾一般 丢在一边不管不问 而首都那边选出的天才们 现在还像魏珠一样 吃着灵精浪费着资源 只为往二阶冲一冲 萧海脸上露出自嘲般的苦笑 哪怕现在还在战场上 他也像丢了魂一般 再无半点斗志 我 萧海 难道这辈子活了这么久 活到了狗身上吗 然而 怪物并不会理会萧海等人的震撼之情 随着第一头蜈蚣巨兽的死去 第二头巨型蜈蚣暴怒地裂开口气 细小的覆眼瞬间就锁定了楼顶的叶宁 密集的肢解如镰刀般快速滑动 将身下的尸群绞成碎片 怪物杀戮的本能 让他将目标瞬间调转为叶宁 但 也仅仅只是调个头 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叶宁毫不在意脚下的震动 目光平静地看着如山一般冲来的恶心怪物 又手中的长剑瞬间斩出 早已准备许久的天系流光 骤然发动 天地间仿佛都短暂地响起一声沉闷的唤醒 一道银白色的光木刹那间连接在一起 随着夜宁一剑斩出 剧烈的剑哮声裹挟风暴的怒吼 犹如死神的镰刀瞬息便爆斩而出 仿佛完美的手术刀 又向神灵撕开画卷 携带着巨额破坏力的流光剑气 汇聚成狭长的直线 不偏不已地从蜈蚣巨虫的身躯中切割进去 好似幻影一般的超速间隙 难以用肉眼观察 除了地面上被一路斩死的丧尸显示出了路径 其他再无痕迹 两秒后 如同第一头死去的变异体一般 被整个展开的巨虫也猛然将在原地 就好像被当头切开的香肠 随着一声血肉丝拉断开的声音响起 整只巨虫便一分为二 大量黄粥的毒血和内脏哗啦啦的便流满一地 收剑 跳下 战斗结束 确定没有第三头三阶变异体后 夜宁脚步平稳地朝着防线走去 在万人瞩目下 他就像只是斩死了两只苍蝇一般 没有费吹灰之力 一见一个 干净利落 而此时此刻 在场的士兵和觉醒者 无不有些畏惧地 看着从尸巢一侧走来的他 好强 强到令人发指 作为实力较差的安全区 也许他们一辈子见过的最强者 就是三阶出击 在他们心里 萧海那种级别的存在 就是他们想象极限 但现在 这个观念被彻底刷新打破 而士兵中 不少新入伍的战士 更是在夜宁走近后 猛然愣了愣 眼睛和嘴巴不可控制地慢慢变大 他们好像也认出了夜宁 他们中 有不少人 甚至是和夜宁一起参加测试的 那个 那个真的是夜宁吗 不 不知道啊 口水干咽 军中认识他夜宁的很多 毕竟当初测出SS级天赋时 夜宁也带给了他们莫大的震撼 只是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有传言说夜宁被判定为没潜力 备受打击下 自暴自弃了吗 不是说他现在连一接都不是吗 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理会那一双双或是震惊 或是不敢置信的眼 夜宁只是思考着待会的谈话 还不错 这次诗巢中的确只有记忆中的两头三尖 要是再来一头 他就有点麻烦了 次元斩杀进去后 自己可没那么好出来 片刻后 枪声和喊杀声继续响起 只是这一次 他们能守住了 防线后方 很强的爆发 站在军用帐篷外 张涛等人无不凝重地看着远处战场 虽然距离很远 但那两道有些夸张的见计 依旧让他们吃惊不已 听陈勇说是一回事 亲眼看见是一回事 这实力 怕是比陈开来司令 都差不了多少了 在三阶终极里 也算顶级的那批 难怪这么傲气 给出自己的评价后 张涛和王天两人 对夜宁的评价稍稍稍改观 毕竟这种实力 的确比他们想象中要强上许多 也难怪两个小子会如此伤心 不过强归强 待会的谈话才是重点 这种程度的实力展示 可算不上什么惊喜 更不可能让他们能够多付出什么 不付出代价 不诚心谈合作 三阶终极 还不至于让他们巴结 毕竟 夜宁只是一个人 而他们是一个势力 天然就不对的 低声交换意见中 张涛突然眉头一挑 目光看向不远处 过来了 只见从战线上走来两人 赫然是退下来的萧海 和回来的夜宁 嗯 四人微微一愣 有些诧异地看着 走在夜宁一旁 有些失魂落魄的萧海 叫天风统领过来干什么 这次不是找他们谈一谈吗 帐篷内 夜宁丢出隔音结界 随意坐到主位上 对着几人点了点头 刚一落座 张涛和王天 便装作极为热情的模样 客气地恭维起来 夜宁阁下实力果然够强 隔着那么远 一记剑技 直接秒掉三阶变一体 这放在许多中级身上 也是少见的 是啊 感谢夜宁阁下邀请我们前来 我也听说了 你也帮过我们陈永不守 我镇北安全区 实在感谢 主动开口谈些事情 陈永两人则 真心实意地露出笑容 连忙问向夜宁 夜宁兄 这次过来不知道是 有些好奇紧张 他们当然很希望 能让夜宁能加入 自己背后的势力 这也算是他们的功绩 但他们不太理解 夜宁叫萧海过来干嘛 难道萧海也打算合作 而此时 坐在一旁 有些像外人一般的萧海眼中 闪过一抹疑惑 有些错愕地看向几人 夜宁 是自己听错了吗 还是这几人发音不清楚 他们不知道 夜宁叫夜宁吗 他瞬间就听懂了前台词 他本以为 镇北安全区和天城商会 是夜宁背后的势力 是最早培养夜宁的那批人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 想到自己之前的 一个可怕的猜想 他竟有些打了个寒蝉 讲实话 他到现在人都是懵的 还是夜宁直接把他叫过来的 一路上 他想了很多 比如夜宁实力提升这么快 是因为他的天赋 可以是十倍吸收零精 或者击杀经验 是他们的十几倍 但无论哪种 感觉都说不过去 没有废话和客套 夜宁直接看向张涛 如各位所见 我的实力大概在三阶终极 停顿片刻 看着一脸茫然的众人 他再次看向萧海 萧海统领 麻烦帮我找来一个 实力测试的道具 我想测试一下 嗯 萧海听后浑身一震 其余人脸上 更是露出费解的表情 夜宁阁下 您的实力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没必要还要搞什么测试 是啊 我们一直知道 您是三阶终极 有没有怀疑什么 张涛哑然失笑 而一旁的王天 更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是在搞什么 搞了半天 就是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有什么好说的 真当他们是土狗 没见过世面 然而夜宁只是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坚持让萧海去拿 像是想到什么 萧海心中咯噔一声 也不顾夜宁使唤自己 急忙去指挥所中 找找有没有测试的仪器 随着萧海离开 夜宁也不再说话 而其他人也只能耐心等待 只是在这等待中 几人心中都有些烦躁 他们过来 可不是看夜宁炫耀实力的 好在并没有等多久 不到一分钟后 萧海直接抱着一台 常见的测试仪冲了进来 眼中带着一抹紧张 甚至是恐慌的目光 对着夜宁点了点头 下一秒 只见夜宁站起身子 在一众皱眉的目光中 将手放了上去 刹那间 一道浓郁的蓝色光芒亮起 第一 二阶巅峰 声音响起的瞬间 张涛等人还没意识到什么 只是本能的客套过去 夜宁阁下没必要自证 您自然是三阶 嗯 话刚出口 张涛脸上的表情一变 仿佛大脑荡机一般 呆愣在座位上 二阶什么 二阶巅峰 与此同时 会长王天砰的一声 从座位上站起 眼睛瞬间睁得椭圆 只觉自己出现了幻觉 他听到了什么 我听错了吗 猛然看向测试仪 几秒后 惊恐到尖锐的变形声 几乎刺破了帐篷 你不是三阶 在场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向夜宁 哪怕是他们长居高位 习惯了喜怒不言于表 但在此刻 他们依旧像被踩中 脚趾的攻击 吓得差点尖叫起来 哗 几乎是冲到测试仪器前 王天死死地抓过测试仪器 仿佛不敢相信上面的结果 他拼命地揉了揉眼 再反复确认 那上面的结果 的确是二阶巅峰后 啪哒一声 便摇摇晃晃地 将手中的仪器掉在地上 僵硬地抬起头 看着表情平静的夜宁 这一刻 他好似 见到了鬼一般震撼 真的是二阶巅峰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和小海之前一样 震撼到失神 如果说 夜宁是三阶高级 乃至巅峰 他们都不会有这么震惊 但二阶啊 一个连三阶都不是的觉醒者 能爆发出比你三阶的攻击 以在场人的思维能力 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害人听闻 这究竟是什么变态的天赋 才能做到这一点 孤独 口水吞咽 比起自己长辈 被吓倒语无伦次 震惊失神 最早和夜宁认识的陈勇 此时更是费解地看着夜宁 您是二阶 这到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夜宁毫不意外 众人如此反应 只是平静开口 顺便解开自己身上的气息 证明自己的的确确就是二阶 我知道你们一时半活很难接受 但我的确就是二阶 事实上 我也不叫夜宁 而是夜宁 看向陈勇 我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大 实际上我只有十八岁 说话间 夜宁笑着拍了拍浑身 隐隐有些哆嗦的萧海 轻声开口 萧统领 麻烦跟他们说一下我的情况 你应该记得我 对吗 萧海深吸一口气 看着地位比自己高多了 但依旧被消息冲击成傻逼的两位势力代表 他苦笑一声 好像明白了夜宁想让自己做什么 想让他说什么 夜宁 阁下的确是二阶 实际上 他是我们安全区一个普通人 后来在测试中测出了SS集天赋 因为是一支系没有潜力的缘故 并未入选火种计划 而我们也没有重视 说到这时 萧海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他生平时如此后悔 自己居然还下调了对方的重要程度 他用屁股都能想到 今天之后 夜宁将一飞冲天 比当初测出SS集还要夸张 望着呆滞的几人 萧海面容苦涩 不仅如此 在两个星期前 夜宁还是临街 这点 我可以替他作证 倒抽一口凉气 王天猛然倒退两步 如果不是王征见状急忙搀扶住他 这位城府极深的商会会长 怕是已经吓晕了过去 两个星期 二阶巅峰 实力比你三阶 呵 大口喘息 一旁的张涛再回过神后 也有些想要捂住心脏 只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 妈的 太吓人了 看向夜宁的目光 他就好像看见怪物一般 这种表现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极限 夜宁 反复咀嚼下 他们也想起了 之前沦为笑谈 流传极广的那个笑话 可笑军方还认为 对方没有潜力 可笑那些种子 还被称之为天才 这一对比下来 简直被秒的 连渣子都不剩 这都叫没潜力 那他们这群三阶 就该上吊自杀 省得浪费资源了 回想起夜宁口中的惊喜 几人心中一片苦笑 这哪里是惊喜 这他妈的 根本就是惊吓 半分钟后 夜宁看着神色复杂的众人 直接挑明自己的目的 各位 我也不想说什么废话 这次叫你们过来 除了是让各位确认我的潜力 另一方面就是合作 相信在座的都应该明白 晋升三阶对我来说 不过轻而易举 只要我愿意 明天就能成为三阶 因此 火种计划我 必定会重新入选 极富自信 夜宁还看一圈 继续开口 首先 第一序列我拿定网 之前军方 可能因为就有的观念认为 一只戏没潜力 战力不佳 但我会证明 给所有人看 谁才是真正的火种 我可以毫不忌讳地告诉诸位 那些现在被入选的天才 我会一个个打爆他们 让所有人意识到 我才是火种 震耳欲聋 面对夜宁如此霸道的口气 若是换作别人 他们也许会吃笑嘲讽 但话从夜宁口中说出 竟让他们有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小心开口 王天不负之前的傲气 有些低微的问趣 那夜宁 嗯 阁下 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还有我们能冒昧问一下 您的实力是怎么回事吗 虽然夜宁的实力没变 但他现在已经很清楚 此时的夜宁 已经拥有难以想象的 巨大价值和潜力 没到三阶就这么强 到了三阶还得了 这么快的升级速度 鬼知道夜宁的天赋 是不是出现了某种变态特性 在他眼中 夜宁日后 少说是个三阶高级 乃至巅峰 花音落下 夜宁淡然解释 我用叫我阁下 叫我夜宁就好 我知道 你们很好奇我的天赋 实际上 我的天赋是强化攻击 可以将意志力转化为增幅 爆发出强力攻击 至于我升级为什么这么快 是因为我背后 的确有另一个势力在投资我 但你们还没资格知道 编出一个借口 在不能透露剑神系统下 夜宁只能选择这么说 顺带着在这些人眼中 再给自己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不然他没办法解释 自己的升级速度 二阶巅峰 爆发出三阶的实力 也许还能勉强理解一下 要是这些人 知道自己在灵阶就有这种伤害 怕是会疯掉 而且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意志力强化攻击 神秘势力投资 刹那间 众人仿佛想通了许多 一时间不禁敬畏更甚 尤其是萧海 他只觉得心中大松一口气 原来自己没猜错啊 思量着夜宁口中的意志力强化攻击 他们虽然没听说过 还有这种能力 但也勉强理解了 这不就是三阶之后 用三阶灵能加持技能伤害吗 看样子 夜宁的天赋确实恐怖霸道 直接在低阶就有了三阶的特性 也难怪这么强了 至于神秘势力 张涛目光闪动 他注意到了夜宁身上的装备 确实不错 能这么短时间 帮夜宁提升到这个程度 看起来也有点可怕 不过也正常 换做自己发现 这种超级天才 砸锅卖铁 也会把对方尽快推上三阶 在众人消化完信息后 夜宁点了点头继续开口 不打算纠结这些 至于叫诸位过来 实际上你们应该想到了 在此 我想联合你们三位组成同盟 为我服务 我掌控话语权 诸位全力为我提供帮助 待我拿下第一序列后 自然也会回馈各位 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夜宁毫不顾忌地标表录自己的意图 成为第一序列 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权力 不亚于一方要员 尤其是能直面滑下最高层 他相信这些老狐狸很清楚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给我资源 我以后就照顾你们 众人闻声一惊 他们听出来 夜宁语气中 几乎扑面而来的强大野心 直接把潜规则摆到明面上来讲 当真是够霸道的 不过 也倒符合他们的心意 想想看 倘若夜宁真的一路 冲上三阶巅峰 当上一方统帅 那真是手指头里路点 都够他们起飞了 现在投资 的确超级划算 只是夜宁所说的意思 不是合作 反而是把他们变成了下属啊 这其中要付出的代价 那可是两回事了 猜到了几人心中的小九九 夜宁也不在意 直接起身 诸位 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商量 说吧 他便走出隔音节界 留给众人商量的空间 对于这帮老狐狸会不会同意 夜宁有绝对的自信 尤其是天成商会的王天 他吃准了对方 一个商人 十倍利润都能拼命 那他要是能提供百倍千倍呢 怕是卖儿子都愿意 在夜宁走后 帐篷内瞬间炸开了锅 傅建 为什么不立刻答应夜 夜宁啊 他的潜力这么恐怖 别说一个商会会涨了 日后我们成为华夏第一大商会 都不是不可能啊 快要击疯了 王正一把拉住自己的父亲 眼中满是狂喜 他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认识的一个觉醒者 竟然有如此夸张的潜力 别说成为下属了 舔狗都行啊 是啊 张叔 你在犹豫什么 别的不说 只要他夜宁成为三阶高级 那也至少是中将了 那可比老爷子还牛逼啊 听着小辈的催促 张涛和王天下意识对视一眼 面色复杂 他们当然知道 没什么好犹豫的 两人迟疑 纯粹是考虑到上层的斗争 在他们知道的消息中 几个序列之间明争暗斗 背后都有超级势力存在 夜宁的潜力 他们不怀疑 但突然冒出来插上一脚 谁知道会不会有人起别的心思呢 万一有人想搞夜宁 他们这些摇旗呐喊的 就要被清算了 而且夜宁背后自称有神秘势力 张兄 我觉得夜宁背后的神秘势力 是不是某个私人 不 应该是某个单人 但强大的超级强者 想到夜宁 还需要让自己提供灵能果实 显然不属于官方势力 应该是 我倾向于隐藏在官方之外的超级强者 这类人其实不少 这类人经验 比很多军方强者都丰富 能意识到夜宁的天赋不同 突然冒出来培养他 倒也能说得通 相互交换意见下 两人虽然无比心动 但还是拿不定主意 下一时 看向最没存在感的萧海 却发现 这位天风统领突然出声 两位 我知道 你们可能看不上我 但我听了夜宁的意思 我决定赌一把 我们趁他弱小时加入他 为他摇旗呐喊 日后的回报难以估量 我卡在三阶出击很久了 说实话 我不甘信 萧海苦涩一笑 这是他心里话 他本来就没什么势力 一辈子靠战功勉强混到三阶 没人看得上他 甚至招揽的价值都没多少 眼下好不容易有个一飞冲天的机会 他真的想赌一把 毕竟 他是亲眼看着夜宁一步步到现在 这种震撼太强了 王天两人闻声沉默 片刻后 仿佛下定了决心 回到帐篷 夜宁平静地看向全体站起的众人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短暂的安静 下一秒 只见王天直接拉着自己的儿子代表众人 猛吸一口气后 对着他深深的鞠躬拱手回到在下 院校全马之劳 随着众人齐齐表达自己态度后 整个帐篷内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看着自己面前的五人 夜宁满意地轻笑一声 然后递出一份名单 上面都是我需要的东西 今天之内 我希望你们能准备好 另外 你们回去后可以准备一下 帮我联系首都军方高层 告诉他们 我要开启三阶试炼 语气淡漠 甚至更像是命令 话音落下后 几人不经心头一震 这是打算一点时间都不耽瓦 直接要开始和几个种子 抢第一序列了 不知为何 明明夜宁如此年轻 在萧海口中 是出身于最下层的平民聚集地 但这一次见到后 竟一举一动中 都带给他们莫大的压迫感 竟让他们有种面对上位者的感觉 这种气度和淡然自若的神态 按理说是不太可能天生形成的 不像庄的 也不是故作城府 更像是真的曾经位居高位 结果清单 张涛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夜宁 犹豫中开口 夜宁阁 您的事 我已经和陈司令说了 他希望你有空时能和他见一见 司令过来 或者您过去都可以 当然您放心 陈开来司令对合作的事情很赞同 不然我也感应下 这次较较过去 应当是打算给您在军中挂个须职 也算方便对外提起 不同于王天商人本性 瞅准机会就全力压保 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 张涛背后 毕竟代表的是一方大型军区 他们虽然很乐意成为夜宁背后势力的一员 但多少还顾及点面子 没问题 随意应下后 夜宁转看向萧海 萧统领 麻烦你重新上报信息了 我的情况 你可以如实上报给首都 不打算隐瞒什么 已经到二阶巅峰马上三阶 参加试炼 本来就需要通过首都 或者几个超大势力的设施才能进入 瞒也瞒不住 事实上 如果不是剑神系统不能透露出去 夜宁真的不介意展示自己的天赋 他需要大量的资源 供他加速成长 是 也许会有人心生极度 对他下手 甚至是利益纠葛打压他 这点他前世已经体验过了 再没遭遇到灭族之威时 人类方最擅长的事就是内斗 哪怕在末日也依旧如此 但同样的 有人不希望他成长起来 也必定会有人在他身上下注 潜力和价值越高 反而越安全 我明白 听懂夜宁意思后 小海目光复杂地看着自己身前的少年 他知道 这次上报消息后 恐怕有不少人要被问责了 虽然决定是大家做的 所有人都认为一只戏没用 但除了夜宁这样一个怪物 那不好意思 总得有人背过 夜宁 你叫我萧叔叔就行 还有其他事吗 萧叔叔一定帮你办好 压下胡思乱想 萧还挤出和蔼可亲 甚至讨好的笑容 比之第一次见夜宁时还要上心 对于自己如此作态 他心里倒也不觉得别扭 末日之中 实力最重要 夜宁已经比他强了 他就算当个小弟 也很正常 事实上 他也很清楚 自己会被夜宁拉着一起合作 实际上 纯粹是沾了天风的光 要资源没资源 要人没人 他手下的势力 和陈勇王天比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这个小群体里 他就是打酱油的那个 三阶以后的希望 可都在夜宁身上了 摇了摇头 夜宁确定没什么要安排的后 便转身离开 他要的灵能果实 还有剑技 都让陈王两方背后的势力去准备了 相信两人必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短时间内 他要做的 就是等首度接到消息 护送他去参加试炼 其实他也有点好奇 好奇上次 评定他没潜力的 究竟是哪个人 好歹自己测出的也是SS级 就算是一直细腻 也得给我评个一般吧 直接给他调到B档的垃圾 第一次火种计划的评定标准 有这么严格 虽然夜宁离去 留下的几人相互对视一眼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是真没想到 过来一趟 成人家小弟了 张涛自嘲一笑 但也只是开个玩笑 实际上他内心 还是颇为感慨和激动 他们简直是白捡一个超级天才 指不定夜宁日后 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是啊 我也没想到 我王某人还以为这趟过来 只是谈谈副本收益的事 哪想到 摇了摇头 王天甘笑一声 看着王征的目光中 全是满意和赞许 果然是自己的儿子 随便认识一个人 就是一根超级大粗腿 眼光可比他强多了 不说这个了 只是不夜宁的消息上报上去后 中央方面 怕是会闹出多大的动静啊 也不知道 会生出多少事端 张涛眼中闪过一抹担忧 现在各方派系和势力 都在争序列的名次 到处收购提升实力的物资道具 叶宁的出现 无疑会打破现有的局面 他其实也想到了 叶宁拉拢他们 本质上就是需要他们站台发声 背后所谓的神秘人 也许实力很强 但在官方层面 怕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张兄 既然压住了 总归赌一把 只要他叶宁能力压所有天才 抢到第一序列 明面上就没人敢动他 哪有没风险的生意呢 你我赌一把 赢了 那就跟着受益 王天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在他看来 赌输了无非就是损失一些物资 这算什么事 更何况 他不幸会说 一个二阶就能拥有三阶实力的怪物 怎么可能争不过那些所谓的天才 首都军区 火种计划办公室 刘指挥 天丰安全区上报一条紧急消息 声称极其重要 和计划有关 坐在城堆的材料后 唐震眉头微皱 看着下属递上来的报告 天丰 有点耳熟 是哪个下属安全区来着 知道了 放在桌上吧 没有理会所谓的重要情报 自从火种选拔计划开展以来 每天都有不少军区和地方安全区这么说 测出一个A级都敢吹成超级天才 用词一个比一个夸张 只求多博取一些眼球 这种消息放在地方上也许是大事 但放在中 央看来都快烂打街了 几个小时后 处理完部分公文 刘红军颇为疲惫地准备离开办公室 结束工作 起身时 却又再次看到了 被放在一堆文件中的天丰报告 鬼使神差 他叹了口气 随意拿了起来 算了 看一眼吧 看看这些小地方的人又在搞什么花样 几秒后 看完报告中并不算长的内容 刘红军浑身猛然一将 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瞪得椭圆的眼睛中 满是不可置信 两个星期二阶巅峰 二阶实力比你三阶 SS及天赋 捏着手中薄薄的报告 办公室的内有些暗淡的灯光下 照得男人脸色一阵变换 开什么玩笑 天丰的人是疯了吗 这种鬼话也敢说 有这种前列 怎么可能没入选 深吸一口气 刘红军急忙翻到背面 反复查看起来 半晌后 他呼吸急速地死死捏着报告 似乎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叶宁 曾经被判定为意志系 所以取消入选资格 但经由华北战区和天丰发现 实际上 此人天赋极为特殊 疑似在低阶时 就拥有三阶的特性 看着报告上 萧海几乎拿命担保的说辞 哪怕他再怎么不相信 此事也不禁动摇起来 极力回忆中 他倒是想起了 叶宁这个名字究竟是谁 由于片刻 他一咬牙 也不再管事情的真假 消息太重大了 如果是真的 这名这名叫叶宁的觉醒者 将会引起整个华夏战区的轰动 他承担不起不上报的责任 二阶有三阶战力 这已经不是潜力不潜力的问题了 而是奇迹 是神界 毫不犹豫 刘红军也不顾已经很晚 直接给自己的上级发去消息 然后带着报告便冲出办公室 两个小时后 深夜 灯火通明的会议室中 整个火种计划部门的高层 都落坐在各自位置上 手座上 负责整个计划的杨国平中 将满脸凝重地看着手中报告 眼底同样带着一抹惊骇之色 只是长居高位下 倒也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各位 报告你们看了吗 你们觉得 有可能吗 陈生问去 他挥了回手中的报告 哪怕只有几行字 但看得他依旧头皮发麻 消息太夸张 夸张到正常人编都编不出来 沉闷中 一名文职军官犹豫开口 杨将军 理论上我认为 不可能出现这种觉醒者 毕竟二阶和三阶的差距太大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天赋 我觉得 有没有可能是天风夸大了一些 也许这名名叫夜宁的觉醒者 的确不同于一般的意志系 战力十分出色 比寻常二阶强 所以 天风就干脆声称 比你三阶呢 击杀三阶的消息 可以半真半假 毕竟协助击杀 也算击杀 至于这么快 就升到二阶巅峰 凭借着自己的思维推测 说话的文职军官 试图找到一个 能让自己接受的答案 二阶巅峰 如果提供大量资源下 吸收效果又好 这点倒是有可能做到 停根片刻 参谋官扬了杨首上复制的报告 按照肖海提供的消息所说 是他和华北战区 发现夜宁的天赋不同 想来 资源也是他们提供的 不过 也真是大手笔啊 会议室内其他高层听后点了点头 这种猜测是最合理的 不过不得不说 陈开来也够舍得的 在一个意志系身上 砸下去这么多资源 也不怕浪费了 主作上 杨国平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直接联系陈开来吧 事情太过重大 我们也不能善加推测 哪怕有所夸大 但饶势如此 夜宁的潜力 也需要重新评估 说话间 杨国平看了一眼另一侧的唐震 眼底闪过一丝不满 唐震 便是当初最早提出 取消夜宁入选资格的参谋官 他现在就怕待会联系陈开来后 对方坚持声称 夜宁的确有三阶的战力 甚至提供证据 一旦真是这样 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失职 而且是严重失职 整个部门为华夏战区挑选种子 结果这种人才都被差点埋没 还被下属军区发现 这不是赤裸裸地打他们脸 上级还不得怀疑他们的能力 十分钟后 会议室再次陷入死记一般的沉默 就在刚才 他们联系上陈开来后 这位资历极老的战区副司令 在听到他们质疑后 直接激动地破口大骂起来 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小老头 直接拿自己一辈子的荣誉发誓 夜宁斩杀三阶变异体 绝对是千真万确 而且实力还不是一般的三阶 至少能平定为三阶终结 再拿出了变异体尸体作为证据 又有上百分证词后 整个高层都一片震动 情况 是真的 而且比他们看到的报告中更夸张 在看完所有证据后 会议室内的众多三阶 不禁怀疑人生 只觉得实在是太疯狂了 诸位 我想没什么好再猜测了 深吸一口气 杨国平打破了沉默 眼中不仅有些激动和复杂 他也没想到 之前被他们放弃的夜宁 竟然表现得如此夸张 真是难以想象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天赋 上报消息吧 直接上报给钟 一样 一个二阶就有三阶战力的超级天才 我们不能再浪费他的时间了 这次如果还出现问题 在座的各位 每一个能逃得了干系 说吧 杨国平心底竟升起一抹后怕 如果他们是在夜宁成为三阶 最后才得到这个消息上报 那上级还不得骂死他们 严重点 他们甚至要上军事法庭的 连A级S级都能入选火种计划 一个SS级拥有着越阶战力的超级天才流落在外 这就是巨大的失误 我同意 杨将军 我建议直接派遣三阶部队 将夜宁直接接来首都 保证他的安全 至于序列平定 可以等他到来后 由上级亲自平定 我同意 直接定为特级序列吧 这种天才 晚一天培养 都是不可饶恕的损失 风向一转 会议室内众人无不赞同地发表意见 几乎所有人都好奇地想要见上一件夜宁 既然已经确定了 夜宁有难以估量的潜力 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次子日后必然一飞冲天 怕又是一颗超级星星 然而 就在众人奉承地给出各种意见时 一直沉默的唐震突然牙关紧咬 像是下定某种决心 杨将军 能不能暂时压下消息 不上帽给庄 一样 呼吸急促 唐震攥紧双拳 额头冷汗直冒 他知道自己现在说出这句话 怕是要没什么好果子吃 但他必须说 果不其然 众人听后猛然一愣 难以理解地看着他 主座上 杨国平脸色一变 目光冰冷地瞬间投向他 唐震 你想找死 你怎么敢 说出这种话 如芒刺悲 顶着杨国平的巨大压力 唐震极力维持着 微微摇晃的身子 面对三阶高级的杨国平 那骇人的气势 几乎将他压垮 他当然知道 压下消息意味着什么 一个明确的超级天才不报上去 若是事发 他们从上到下都要被问责 若果叶宁在此期间出了事 上层的怒火 没人能承担得起 火种计划是干什么的 那就是为了挑选真正的精英 事关国家战略 对事过去 唐震脸色苍白 硬着头皮说道 杨将军 我的意思不是不报 是晚半个月 不 哪怕晚一个星期就好 说话间 唐震脸上露出异样的表情 仿佛提醒一般 压低了声音 张猛将军的小儿子 现在是第一序列 但他还没升到二阶巅峰 都是人惊 几乎在唐震说出 看似毫无关系的提醒后 在座的军官 无不面露古怪 主座上 杨国平脸上怒意短暂将主 转而冷哼一声 稍稍收回了气势 他听懂了唐震想说什么 也意识到了 唐震为什么要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也要让他晚点上报 很简单 张猛位高权重 看成高层中的高层 对于自己小儿子 成为第一序列的事 看得极为重要 毕竟这是关系着 大量资源分配和未来 可以说 谁成为第一序列 谁就在未来 掌握极大的话语权 还是实权 燕宁已经二阶巅峰 以他的战力晋升三阶 几乎是铁板钉钉 不会像其他意志系那般 因为实力太差 而出现问题 等燕宁一旦第一个成为三阶 同样是双S天赋 天赋特性还更好下 张杨的第一序列位置 肯定要让出去 有些资源就那么一份 尤其是三阶后的资源 燕宁用了 张杨就只能跟在屁股后面 吃剩下的 作为属于张猛派系中的议员 唐震怎么可能不着急 唐灿蒙 你可真是忠心耿耿 胆大包天啊 杨国平冰冷地看着唐震 深深地看了他眼 虽然他很讨厌这种做法 但唐震背后的张猛 他也得罪不起 唐震这番话丢出来 讲白了 就是在逼他们妥协 压下去 也许会被问责 会惹得上级不爽 但不压下去 张猛一定会记恨他们 唐震要争取时间 争取在燕宁进入首都前 让张杨的实力追上去 一个星期时间不可能 三天 消息我最多帮你压三天 若是你背后的张公子 既不如人 也怪不得我们 而且我劝你 也不要打燕宁的注意 报告和材料已经备案 他背后也有 华北战区副司令帮他撑腰 除了事 你身后的那位 也吃不了兜着走 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后 杨国平冷哼一声便打算离开 派系之争 他不想参与 叶宁 他很欣赏 甚至是惊叹 张猛 他不想得罪 两方权衡下 他也只能这么做 正好准备军机和部队 护送叶宁到首都 也需要些时间 他于情于理 还算说得过去 至于三天时间内 张猛能不能把他儿子 提升到二阶巅峰 那就各凭本事了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唐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连招呼都来不及打 便直奔会议室外 他也没想到 当时被自己故意压下去的叶宁 竟然又再次冒出了头 现在展现的潜力 比当初还要夸张 一个二阶有三阶的战力 妈的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种怪物 必须尽快通知王将军 叶宁 那个意志系 也是双S的叶宁 马上要三阶了 第三集团军中 张猛一脸匪夷所思地 看着唐震发来的消息 震惊之下 直接从位置上猛然站起 虽是意志系 但天赋拥有三阶特性 单人战绩中 曾经独自斩杀三阶变一体 背后势力为 华北战区副司令陈开来 马上就要来首都 开启三阶试炼 面色难看 作为顶级高层 他自然知晓 这些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种潜力和表现 可以说是整个华夏战区 自末日以来 前所未有过的 想都不用想 只要叶宁晋升三阶 第一序列的 只能是他的 抢都抢不走 背后的势力 他倒是无所谓 一个小小的华北副司令 压根就是虚职 陈开来一个三阶中级 跟他三阶巅峰的实力相比 和虫子差不多 虽然不太能理解 陈开来哪来这么多资源 但他也只能归结于 叶宁的意志系的身份 说不定吸收效率极好 张将军 张阳必须在三天内 冲到二阶巅峰 到时候 两人才有争抢序列的资格啊 通讯那头 唐震急切地催促过去 他已经和张萌绑得太死 之前他压下叶宁的消息 一旦传入叶宁耳中 他想都不用想 自己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知道了 你这次有功 我会记下的 陈生应付过去 张猛神色一阵变幻 最终选择联系上 自己极为看重的小儿子 杨儿 有个很不好的消息 为父要通知你一声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训练场上 一身赤裸 有着健壮肌肉的青年 左手攥着灵筋 右手不断高速挥拳 汗如雨下 看着张猛突然发来的消息 不禁有些诧异 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这次火种计划入选的人选中 有人同样和你是SS级天赋 现在他已经二阶巅峰 准备晋升三阶 拳风一致 张扬震惊地看着父亲发来的消息 脸上满是吃惊 要知道 他在无限制的灵精供应下 等级才升到二阶高级 这还包括了 至少二十名三阶带着他升级 几乎一分一秒都没浪费 耳毒木染 反应极快下 他瞬间就明白了张猛的意思 爹 他是要和我抢第一序脸 没错 你调来更高等级的灵精 我需要你尽可能冲到二阶巅峰 至少同为三阶下 第一序列未必会落到他的手中 而且 张猛说话间眼中闪过一谋犹豫 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去高难度副本吧 三天的时间 你只有去高难度副本 才有可能追上差距 有的副本时间流速比现实慢 等你出来 未必争不过他 然而 有没有信心 训练场上 张扬看着张猛的信息 猛吸一口气 自幼培养出的骄傲 他自然也不会认输 父亲放心 第一序列的名额 一定还是我的 我不信我比不过他 天风安全区 军事基地 戒备森严的基地内 燕宁如同机器一般 默默地吃着身前 满满一桌的终极灵能果实 第一 服用终极力量果实 力量加一 爆发力额外增加3% 第一 服用终极体质果实 体质加一 耐力额外增加6% 随着剑短的系统提示响起 一股股热流 就好似奔涌一般 在四周游走 自从和张涛王天 达成合作后 这两大势力 几乎全力以赴地 按他要求 找来了所需物资 不仅直接扣下了 原本攻击某个序列的物资 天城商会 还特意还帮他 找来不少稀有罕见的 能暂时增加属性的特殊道具 有点难消化啊 艰难地吞下一口 叶宁面带苦涩 只觉得自己 就好似快要撑爆的水球 每一颗终极果实内 都蕴含着不小的能量 以他的身体素质 也要消化半天 才能吃下一颗 吃果实能吃到痛苦 估计也就那些 超级实力培养的序列 最有这种感受了 所有资源他一分钱没花 之前转给王征的八十万点 也退了回来 不仅如此 王天进自己最大的诚意标识 只要在他全线范围内 他就算自掏家底 也会想办法满足叶宁的需求 最后一枚了 花费了半天时间 吃下最后一颗果实后 叶宁只觉得浑身的灵能 短暂一致 转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迅速开始流动 一圈 两圈 体内的灵能 就好似跟随血液循环一般 甚至能听到两股奔流的声音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下 他微微一愣 前世可没有强化到极限值 发生如此变故 饶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在灵能加快流动的时间 并不算长 约莫两分钟后 奔涌的灵能开始放慢 恢复到了和原先差不多的流动速度 只是 凭借着敏锐的感知 叶宁倒是意外地发现 现在慢下来的流动速度 依旧比之前要快上不少 心念一动 缓缓抬起右手 叶宁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开始动用起灵能 果不其然 他只觉体内的灵能更加容易调动了 虽然属性上没有任何增加 但四项属性的协调性大大提升 不再会出现像以前偶尔干涩卡顿的样子 这就是提升到极限值的好处吗 属性运用得更彻底 灵能调动速度更快 评估起现在的站立 叶宁脸上有些许吃惊 在灵能加速后 他的实力感觉比之前预估的要高上20%左右 就好像强化掌握了现在的身体一般 如鱼得水 难怪都追求极限值 感情还有这种好处 叶宁感慨间 神色却稍稍暗淡 不为别的 纯粹是想起自己前世 因为资源不足 仓促晋升到三阶 倘若最后一战时 他有这个加成 哪怕在墙上一线 也未必不能突围成功 那时他是三阶巅峰 带着最后的有生力量 准备冲出变异体包围圈 为华夏战区留下最后的火种 可惜的是 既离四阶差一点 他的各方面战力 也没有提升到完美 虽然凭借着SSS级的天赋 依旧比其他三阶巅峰强 但还是只能含恨战死 摇了摇头 叶宁驱散了心中 不由自主升起的苦涩 也不再多想 过去都过去了 这一世的基础条件 可比前一世强太多了 眼中充满自信 哪怕没有剑神系统 他也有绝对的自信 打破前世的宿命 更何况现在 正当叶宁满意地看了一眼 自己现在全额29点的属性后 一声久违的系统提示 突然响起 第一 请进获取 取四类特殊材料 并使用 材料一 山脉破坏者之心 材料二 人面损骨液 材料三 碎尸者的锥骨珠 材料四 异鬼核心 任务实现 15天 任务奖励 获取全部材料并使用后 SSS级技能 无消耗释放冷却时间 缩等为12小时 并额外提升1000点灵能 任务失败 取消剑神系统后续功能资格 并剥夺所有加成 嗯 微微一愣 叶宁下意识地 看向剑神系统发布的任务 心中陡然一惊 自从莫名其妙得到这个系统后 剑神系统一直都没怎么发布任务 除了之前发过极为普通的属性提升 给了他一枚空间戒指 没想到现在又冒出来获取材料的任务 看着任务需求中的材料 半赏后他眉头一皱 根本连听都没听过 但看起来 似乎应当是变异体爆出的材料 有一个名字他有印象 那便是山脉破坏者 山脉破坏者 记得那是教科书上展示过的 三阶巅峰变异体 曾在27年前 被多名三阶巅峰联手斩杀 获得 陈因思索 叶宁花了几秒时间思考后 倒也想到了什么 所以 这些材料大概都是高阶变异体爆出的材料 如果还在的话 那只有可能在军方 或者那几个超级势力手中了 任务看上去倒是没什么危险 等去了首都问问军方就行 确认了思路后 叶宁转而有些心动地看着任务奖励 缩短技能冷却时间 这对于他来说 帮助简直不要太大 一口气缩短到12小时 这就意味着 他的战力空荡期再次缩短 虽然到了三阶后 他自己也能发动技能 但能一口气多砸几个剑技下去 谁会先多 要知道 他算过自己晋升三阶后 零能储备 也只够发动一两次技能就枯竭 没有系统帮助 战力至少 下降一半还多 更别提任务奖励的一千零能 这可是相当于十点益智 不仅如此 叶宁也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 剑神系统提供的能力 绝对还没全部开启 既然能缩短时间 那后续肯定还能减少 他其实一直都想过 剑神系统到了自己三阶高级后 作用会不会越来越低 毕竟现在看来 SSS级剑技虽强 但也只有三阶中级的攻击力 等到了三阶高级乃至巅峰时 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了 但现在想来 燕宁在这还习惯吗 首都那边的部队应该快要到了 门外 萧海一脸堆笑地站在门口 眼中带着不小的激动 咔哒 房门打开 燕宁压下思绪后便打开门 一开门便看到了微微欠身 等在自己门口的萧海 萧东领 这里待得还行 就是我之前麻烦你的事 就有劳你了 但但回去 燕宁听着首都那边已经快到的消息 心中也不禁微微一喜 这速度有够快的 看样子自己的事 首都方面已经定下来了 想到马上就能晋升三阶 他的心情就极好 萧海高兴也很正常 毕竟对于萧海来说 自己就是他大腿 叫我萧叔叔就好了 叫萧统领 太客气了 另外 你安排的人 我自然会照顾好 只是不知道 这收缩安全区力量 近期不要建设什么 这点是什么意思 笑呵呵地看着燕宁 萧海把自财放得很低 他很清楚 自己对燕宁来说 没什么价值 唯一的价值 也许就是 燕宁会念旧 以及这里的朋友 因此 在决定合作后 就调回大批精锐 将燕宁的母亲和小妹 接回基地内部 尽可能地保证安全 至于之前来找市的镇江等人 也在张涛的打发下离开了 对此 萧海忍不住感慨 这才是真正的势力 一句话就能摆平自己 嗨嗨 燕宁的麻烦 收缩安全区力量 是做好准备 可能过段时间 这里会不太安全 面对萧海的疑问 燕宁只是含糊地解释过去 他没办法告诉萧海 一场巨大的灾难就要来了 实际上也没必要 天锋守不住的 也没有守的意义 怪物大军一来 再多三阶都要死 整个镇江都不适合防守 实际上 他也打算过段时间 暗示张涛他们 这里 注定是要放弃的 等他到首都战区站稳脚跟 有足够的话语权后 他是打算让一些熟悉的人 撤进后续要打造的要塞中的 因此 他也只能让萧海 没必要再建设安全区了 更没必要做什么 老老实实守在这 到时候跑路就行 不安全 危险 萧海听后 脸上的笑意一僵 显然听懂了叶宁的前台词 胡思乱想下 他不由地想到了叶宁之前 提醒他的失潮 还有失潮来袭吗 心中微微有些不安忠 他见叶宁不再多说 也不好多问 只当是叶宁背后的神秘人 透露出的消息 也许是某个超级强者 游荡在战区野外 注意到了失潮和怪物们 不太安静 暗叹一口气后 他也不多想 只是暗暗记住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 好像越来越不太平了 萧叔说 首都那边定下了我的序列吗 他们大概是 什么时候的 我看一下 要是还有时间 我处理点私事 随口问向萧海 叶宁朝着基地外便走边说 紧跟在叶宁身旁 萧海不顾自己 像小弟一般的一步一驱 持一片刻后开口 序列的问题 那边好像没有说这个消息 我得到的通知 是明天上午 军方派遣的六名三阶 十二架灵灵战机 将会抵达天峰 除此之外 其他的也没说 哦 对了 那支战斗编队有提醒过来 说是只能带你一个人先过去 你的家属 可能要等下一批部队接过去 这次派遣的 都是速度最快的 第三代灵灵战机 再人有限 也不适合普通人乘坐 说吧 萧海脸上带着一抹羡慕 六名三阶保驾护航 听说这次过来的 还有一名三阶高级的觉醒者 十二架灵灵战机作为保护 这待遇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 毫不夸张地说 光是接送夜宁的 这股空天力量 在短时间内能 横推许多安全区 战斗力极为夸张 不得不说 一旦引起上层的注意 官方的保护措施 真是没得说 生怕夜宁出事 超级天才的待遇就是好 这一趟出动的成本 怕是能让天风破产 夜宁听后脸色不变 对于军方保护自己的待遇 他倒没太大感觉 反倒是听到 没有序列认定的消息后 他心中生起一抹狐疑 萧海的消息绝对报上去了 还有陈开来为自己背书 上面绝对是知道了他 不然也不可能派遣战机过来 可问题是 自己的序列呢 他有绝对的自信 自己的潜力评级 一定是第一 前世的记忆中 第一批火种 根本没有几个出彩的 大部分到了最后一战时 最高的也才三阶高级 隐隐之中 夜宁心头一沉 嗅到了一抹算计的气息 明天上午来接试吗 好 我知道 没有露出异常 夜宁暗自注意这一点后 也不多想 就算出了一些问题 但应该也不大 到了首都平实力说话 是他的 谁也抢不走 天风内诚 夜宁沉阴片刻 看着王真给自己 发来的聚会消息 几秒后 还是选择了婉拒 不是他不尽人情 而是实在抽不出时间 面对曾经的同学聚会 他犹豫再三 还是放弃了 除了王真 其他人和他并不算太熟 事实上 晚上他还需要去 见一见陈开来 这位有着赫赫威名 在华北战区 算上顶级人物的老牌三阶 亲自跑来了天风 只为在他临走前谈一谈 顺便把一本技能书 交给自己 至于王真那边 对于这个曾经帮过 自己不少次的女孩 夜宁只能说一声抱歉 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见得 他已经安排了萧海 暗中保护一些人 等要塞建城后 便带他们一起过去 天风最高档的饭店包房 两名二阶巅峰的警卫员 把守在包房门口 而房内则坐着四人 陈开 夜宁 陈勇 陈瑶 坐在夜宁对面 陈瑶有些声色的的 为夜宁和自家老爷子 倒上茶水 整个人乖巧的 坐在哥哥一旁 在自己老爷子面前 原先有些刁蛮的他 此时也乖得像兔子一般 而陈勇更是大气不敢出一声 显得有些紧张 不动声色 夜宁接过茶水后 认真地打量起对面的老者 鹤发红颜 精气神十足 虽然年纪已经有将近七十岁 但实力强为三阶终极的陈开来 依旧中气十足 眼中偶尔闪过一抹金光 一身标准的军队制服 整个人看上去颇有气势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陈开来笑呵呵地看着夜宁 和夜宁打量他一般 他在不断地观察着夜宁 虽然张涛和陈勇 都对夜宁赞不绝口 但他还是想亲眼见见夜宁 前例是一回事 亲眼见到 他也能看出夜宁的本性和气度如何 只是见了面后 他心中也不不禁升起一抹感叹 好沉稳的气度不焦不燥 面对自己 坦然无比 甚至 陈开来总觉得 夜宁身上 除了藏着一股几乎快包不住的锐气 还有一丝只可能因为久居高位 培养出的尚未感 难以想象 一个平民出身的小子 哪来的这种气场 难怪合作的口气那么大 大到差不多是让他们为他办事 掌握主动 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后 陈开来便挥手 让身后一名如雕塑一般站着的警卫员 递上一本技能书 夜宁小兄弟 老头子托大 叫你生小兄弟 没问题吧 语气温和 陈开来看了一眼自己身旁的孙女 然后把技能书推到夜宁面前 这么年轻 比我孙女还小 一表人才 天赋又这么高 你的未来 不可估量啊 现在 也正是你这种年轻人的天下了 以后 我那不争气的孙子陈勇 怕是要夜宁小兄弟 你能教他一二 那个混小子 没什么头脑 不过盛在本性还算不错 没给我惹什么麻烦 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陈开来笑眯眯的喝了一口茶水 等待夜宁开口 一旁的陈勇尴尴尬一笑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他知道 爷爷这是在给他铺路 之前他结识夜宁 也许两人还算是平起平坐 毕竟他的背景也不小 但现在 以夜宁的潜力来说 连爷爷也要敬重几分 他能跟着夜宁混 就算不错了 站在身后 如同雕塑一般站着的几名二阶 心中一惊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陈开来 对人如此客气 这番话 简直和拍马屁差不多了 要知道 以陈开来的身份 能让他这么说的人 整个华北战区都没有一个 惊异至于 不禁猜测起夜宁究竟是什么来头 对座上 夜宁听懂了陈开来的前台词 开口笑道 陈司令客气了 陈勇算是我的朋友 以后有机会 我肯定会照顾他的 华北战区是个好地方 我想 他一定会像他父亲 甚至和您一般出色 毫不遮掩 夜宁直接丢出自己的架码 他知道陈开来在试探自己 对于这种情况 他并不意外 想要把对方绑上自己的战车 为自己出力 该许下的承诺 那自然要许下 果不其然 陈开来听到后 眼中骤然闪过一抹金芒 深深地看了一眼夜宁 他让夜宁照顾陈勇 无非是在问夜宁以后 能不能助陈勇一臂之力 在华北战区 拿下一个统领的位置 但他没想到 夜宁不但轻松听懂了他的意思 竟直接果断无比地给出承诺 半点弯弯绕绕的废话都没多说 像他父亲和自己一样 这意思不就是承诺 一定会帮陈勇拿下至少统领一位 甚至司令一职吗 如此大的口气 如果是别人和他陈开来说 他只当对方信口开河 根本不靠谱 但夜宁说 那就有极大的可能 比起陈勇等人 只能意识到夜宁的天赋堪称变态 陈开来更清楚 他的潜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夜宁日后最低最低三阶高级 拿下第一序列后 冲到三阶巅峰也不是问题 而要知道 整个华夏战区的三阶巅峰 不过二三十人 扣除私人势力的 官方不过十人出头 这个实力代表的地位 那就是站在中 央最高层内批 一句话就能决定千万人生死 好 老头子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开来一声高鹤 大笑起来 只见他一把拉住陈勇和自己的孙女 哎 陈勇陈瑶 敬夜宁小兄弟一杯 目光如鹰一般 看向还不知所措的陈勇 陈开来心中不禁暗叹口气 只觉得 自己以前还觉得不错的孙子 怎么那么木讷 这混小子什么都好 就是反应慢了点 小事还能想明白 大师是真听不懂啊 看到爷爷的眼神暗示后 陈勇猛然一惊 急忙和陈瑶一起站起 看向夜宁的目光中 半事复杂 半事感慨 他也没想到 短短几天的时间 自己和夜宁见面时 他还升起招揽之心 到了现在 连爷爷都要向对方示好 不过他也知道 夜宁有这个资本 一旁不知所措 有些不太习惯 站起的陈瑶 则有些恍惚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从他出生起 就没觉得 这世界上 还有什么人需要他在意 但现在 他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原来身份地位都是虚的 只有实力才是真的吗 脸上挂着笑容 陈开来感慨一番后 也不啰嗦 直奔主题 夜宁小兄弟 你这次去 我老头子也帮不上什么 上面的人 我认识的也不多 但过去以后 你可以找赵龙 他在高层还有一定地位 跟我交情也不错 你有什么需要或者问题 也许问外人不太方便 但找他 也许能帮到你一些 夜宁听后微微点头 知道这是陈开来 彻底交出自己的关系 为他铺路 没错 他潜力是很高 但在首都没势力的 没人为他说话的情况下 难免会有一些问题 能认识一个自己人 无疑会方便很多 而且也可以借此 继续发展势力 在没晋升到四阶之前 拥有绝对的力量下 属于自己的势力 还是很有用的 见夜宁硬下 陈开来笑容更甚 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他突然看向陈瑶 夜宁小兄弟 我听说 你还没有合适的对象吧 你看 我孙女怎么样 此时的陈开来 就像一只老狐狸一般 笑眯眯地看着夜宁 送资源 送关系 现在 他还想送人 对于夜宁这种 潜力无穷的觉醒者 他自然希望两方的关系 不仅限于合作 嗯 夜宁微微一愣 脸色顿时一阵古怪 明黄色的灯光下 陈瑶好看的脸蛋上 也猛然浮现一抹 红韵和慌张 婉拒了陈开来 夜宁便打算结束这场谈话 两边的目的都已经达到 再谈也没有意义 相比陈瑶 还是桌上的那本技能书 更能提起他的兴趣 听陈勇说 这本特意带来的技能书 是陈开来在华北战区 珍藏中找出来的 据说是今年军区比武的奖品之一 不仅是剑技 等级更是高达A级 哪怕对于许多穷点的三阶来说 这本技能书的价值 都属于倾家荡产 也未必买得来的那种 他是在好奇 A级的技能强化成 SSS级会是什么效果 既然夜宁小兄弟你无业 那老头子 我也不好抢求 依旧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陈开来被拒绝后 也没生生气 只是又高看了夜宁几分 按理说以他的身份 哪怕日后 希望夜宁能帮陈永一把 但也不至于送孙女 他纯粹是剑材欣喜 这才动了撮合的念头 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很正常 陈司令客气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直接拿起桌上的技能书 夜宁轻笑一声 便准备离开 他不喜欢客套 更不喜欢浪费时间 好 陈永 去送送夜宁 见夜宁的确要走 陈开来笑着点了点头 索性让陈永送一送他 待夜宁离开后 陈开来独自提起一壶茶水 脸上的笑意也缓缓收回 转而恢复到 不怒自威的上位者模样 爷爷 你刚才干嘛那样说啊 搞得好像我们 一定要求着他样的 不知是不是夜宁离开的缘故 一直没说话的陈永 称怪一声 回想起夜宁婉剧的模样 一时间心里竟不是滋味 夜宁同意吧 他又会不知所措 不知怎么办事好 不同意吧 他又觉得 心中有些淡淡的失落 自己不好看吗 家世难道配不上吗 女孩子的心思 异常复杂 见陈永怪自己 陈开来面对自己的孙女 还是有些宠爱的 只见他叹了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怎么 你觉得爷爷 在把你当东西送出去 还是说你看不上那小子 自说自话 陈开来也不带陈永开口 眼底闪过一抹凝重 我陈开来用不着 特意讨好谁 更不会去弯这个腰 只是这夜宁确实不错 爷爷才动了这个心思 你不要看他 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凭着他的潜力 一旦成为第一序列 他日后必定是 最顶级的那批高层 二阶就有三阶的占领 在自己人面前 陈开来也不掩饰什么 无人知晓 他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后 心中净升起了一抹惊异 甚至是恐惧 太可怕了 这种天赋代表的意义 只有三阶才能理解 在他连想想都觉得恐怖的猜测中 他甚至怀疑 夜宁在净升三阶后 会不会以三阶初级的实力 比你高级 净升三阶时 觉醒者可是会获得灵能加成的 技能威力 还会大幅度增加 倘若夜宁的天赋 一旦真的发生这种事 那便意味着 夜宁拥有顶级战力的时间 将大大缩短 不用三阶巅峰 中级 高级 就能成为华夏最强的那批觉醒者 不仅如此 陈开来眼中闪过一股莫名的情绪 长叹一口气 瑶儿 也不知道为什么 爷爷总觉得 夜宁隐藏了很多事情 我总感觉 你们跟着他会安全一些 陈开来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喝了一口茶水后 他缓缓开口 夜宁 他太急了 他不可能不知道 自己的天赋意味着什么 但从他眼中 从他一举一动中 我都感觉好像 有什么威胁 在逼得他不得不快 就好像时间不够了 就好像 有什么巨大的威胁 逼得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变强 说话间 陈开来心中一片不安和疑惑 现在局势一片大好 若是自己是夜宁 他真不知道 自己有什么好担心的 其实这次夜宁急着晋升三阶 在他看来 完全可以缓一缓 能处理得更好 资源是可以用来交换的 以夜宁表现出的城府 他不信夜宁不明白 现在就抢第一序列 会有什么风险 让一让 保持低调 反正天赋这么强 日后少不了 在高层占有一席之地 何必急于一时 只要肯让出第一序列 必然能以此为代价 换来很多派系的好感 大家把他夜宁当作宝贝 供起来都行 但夜宁的表现 显然是一步都不肯让 无人知晓 其实在今天过来前 他已经接到首都方面 有高层给他递话 让他拖一拖夜宁出发 去往首都的时间 而且 人还不是一两个 而是 一片 瑞丽的过了头 就怕断掉 想不通夜宁为何如此急切 沉开来苦笑一声后 摇了摇头 也不再多想 只是经历过最早期末日的他 隐隐之中 也嗅到了一股 令人不安的气息 也许 真的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天风军区呢 深夜返回的夜宁 快步回到肖海 为自己准备的房间 关上门后 便颇为期待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技能书 限阵 A级 剑技 技能效果 技能发动后 获得一次强化跳跃能力 以盖压之势 对目标造成一次强力重击 技能发动期间免疫控制 并获得百分之二百的防御提升 重击附带终结 制残 免压等特效 并在落地时造成短暂控制效果 技能评价 限阵之至 快速看完技能说明后 夜宁眼中一喜 确实是很强的技能 攻 防 位移 控制 免疫特效 攻击特效 几乎六种效果 集中在一个技能上 近乎接近完美 除了消耗的条件苛刻 其他方面 简直挑不出毛病 很显然 这个技能是适合当最终斩杀敌人的攻击使用的 唯一让夜宁遗憾犹豫的是 这个技能还是偏向进攻 他想要的强力位移或者防御性还是没办法弥补 不过想来也正常 剑类技能都是进攻为主 追求威力 想要提升生存能力的技能 只能学习盾牌或者肉体强化来 算了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杀了对方 自然也没人能对我造成伤害 夜宁无奈地笑了笑 也不再贪心 右手拍向技能书 毫不犹豫便选择了学习 哦 随着熟悉的技能强化声 几秒后 一道耀眼的光芒猛然爆发 第一 技能强化成功 当前技能 堕天 SSS级 看着全新出现的技能 夜宁仔细看去 堕天 SSS级 技能效果一 短暂延迟后 对周围敌人造成范围击退效果 并冲至空中 在空中时可选定最大一公里范围内任意目标进行锁定 锁定完成后 获得闪击效果 提供巨额下落速度后 造成一次范围撞击伤害 并对锁定目标 必定触发暴击 锁定期间 目标将陷入禁锢状态 无法逃离锁定区域 技能效果二 技能发动期间 提供免疫控制能力 并提供无法被锁定的特性 只要对方意志属性低于你 将无法对你进行瞄准 并在此期间获得灵能护照 可抵消等同于你灵能储备的伤害 技能评价 你将带来死亡 看完全新的SSS级技能后 夜宁心中一片火热 忍不住舔了舔嘴 果然是根据原先的技能特性进行加强 这下子彻底起飞了 一公里的锁定范围 这作战距离有够夸张的 而新增的无法被锁定效果 更是让夜宁备受震惊 只要发动技能 那岂不是意味着 自己等同于半个无敌 后续的灵能护照也够强的 以自己现在2900点的灵能储备为例 等同于抵挡同阶两三个技能 这几乎是多了一条命 不过只在技能持续期间有效 看起来是为了减少范围伤害用的 很好 很强 满意的点了点头 夜宁看着自己已经满掉的技能篮 不禁感慨万分 三阶前 自己的战力已经补强到极限了 几乎生无可生 除了装备 还有提升空间 其他的已经做到了最好 不过无所谓了 三阶试炼中 装备会被取消加成 只能靠本体战斗 说起来也算是末日中唯一公平的事了 压下杂乱的心思 夜宁索性直接休息 调整状态 等待明天到来的战机编队 一日清晨 成千上万的内城幸存者 好奇地在远处围看 看向被临时清理出一大片空地的测试广场 数千名神情肃穆的士兵站在两侧警界 而最中央 依稀能看到几名安全区高层和一名少年 围观人群一阵诧异 不少人小声地焦头接耳 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眼前的情况 怎么看都像是天风高层们在等待什么 不时地抬头望向远处的天空 萧海极为紧张地频频抬头 应该就是这个时间了 那边已经通知我们 放开领空了 站在萧海身旁 自己还紧张的萧海 其实也可以理解 这次来接他的人中有一名三阶高级 这放在整个镇江周边的战区 都算是最顶级的大人物 以萧海哪怕安全区统领的身份 一辈子都未必能见上几次 约莫等了七八分钟 一声声突然从极远处传来的音哮声 快速接近 只见远处的天际边缘 十二道银黑色的光点 以及其恐怖的速度快速接近 临近上空时 犹如连番爆雷一般 响起巨大的音爆声 地面上 无数幸存者吃惊地看着 成三角形飞来的战机群 不少人甚至被惊得有些腿软 这么多战机 这是朝我们这来的吗 这是要干什么 不同于天风内老吊牙的一代灵能战机 这次横跨六大战区 从首都军区出发的战机群 就好似最猙獰的战争兵器 带给众人莫大的压迫感 死死地盯着逐渐减速的战机部队 萧海拳头紧钻 几乎是急忙挥手示意手下亮起指示 来了 他们过来了 随着距离的接近 他看着那一架架充满科幻感 外挂着大量灵能导弹的战机 一时间心脏不禁提到了嗓子眼 毫不夸张地说 光是这批战机随便发起一轮打击 自己脚下的天风就能变成一片废墟 一想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是来接夜宁的 哪怕是萧海也忍不住有些酸楚 这种待遇 自己这辈子怕是都享受不到了 一分多钟过去 随着战机腹部的喷气室悬停装置 掀起一阵狂风 十二架族有半栋楼房大小的庞大战机 缓缓停满了整个试炼广场 整个广场内外 无论是士兵还是幸存者 此时无不紧张地平住呼吸 等待战机上的人下来 吃咔 气压减仓 连续三声战机驾驶时的弧形护照开启后 六名三阶觉醒者 纷纷神色冷峻地跳下战机 大步向着萧海这边走来 气势逼人 六人丝毫没有掩盖自己身上的灵能强度 一声强劲的实力和淡淡的杀气 三阶强得多 不愧是首都的精锐 感知着来人的实力 萧海心头一阵 急忙恭敬地迎了上去 欢迎欢迎 欢迎各位大人历临天风 一路上辛苦了吧 我是 还未等萧海对着笑脸迎接上去 只见六名三阶觉醒者 直接无视了他 反而双眼直直地盯着站在后面的叶宁 仿佛在打量什么 以及一抹淡淡的好奇 与此同时 叶宁也平静地对视向领头的三阶高级 微微点头 看着这几名面色冷峻 颇为刚毅的精锐三阶 叶宁心中倒是嘀咕了几声 实力还不错 看得出来都是精挑细选的三阶 这个阵势 保护措施的确上心了 只是几人看上去都有些陌生 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想来应当是在前世灾难爆发时 早早地就牺牲了 几秒后 领头的三阶高级觉醒者 突然从脸上挤出一抹笑意 大步向他走来 您就是叶宁吧 我们是接您去往首都战区的 第27军空天部队 我是林锐 您叫我老林就好 前伸出双手 态度颇为恭敬认真 而之前迎上去的萧海 看着眼前的一幕 值得尴尬地收回自己伸出的手 有些委屈地站回队伍中 其余安全区高层 看着眼前的一幕 一时间心中满是惊叹 人比人气死人啊 这批三阶看都不看眼自己的统领 但面对叶宁 态度好得没话说 这差距也太大了 我是叶宁 有劳了 叶宁淡淡地回复过去 平静地伸出手和对方握住 前世见惯了大场面 这点场面还不至于让他有什么激动的 并没有在意 叶宁颇为平淡的样子 林锐心中暗赞一声 反倒升起了一抹欣赏之意 正常普通觉醒者见到他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 迫于他的气势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像叶宁这种二阶 能在自己面前丝毫不受影响 镇定自若 实在是少见得很 没有废话什么 林锐展示了自己的手令后 直接做出邀请手势 叶宁阁下 如果您准备好了的话 现在就随我们返回首都吧 当然 若是您还有什么事没安排好 我们也可以再次等待 话音落下 叶宁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眼母亲和小妹 眼底闪过一抹柔异 灵灯战机载人优先 普通人也承受不了这种加速度 自己过去 也只能先过去 看了几秒后 叶宁轻吐一口气 也不纠结 转而不再多想 林锐 那就麻烦你了 看向萧海 叶宁微微点头 留下最后一句话 萧统领 剩下的人 就麻烦你照顾了 说吧 叶宁便随着六人直接登机 只留下一众羡慕感慨的 安全区高层站在原地 随着叶宁进入战机 人们纷纷感慨万分 真是想不到 当初还在咱们手下测试的学员 今天摇身一变 变成了大人物 谁能想到呢 我现在还记得 他当时闯入试炼广场的样子 还好当初让叶宁测试了 不然真的是损失 七嘴八舌 曾经在台上 看着叶宁参加测试的几名高层 有些恍惚地看着叶宁背影 曾经带过叶宁的指导员 此时更是心中一片激动 广场周围 当初和叶宁同一批的学员 则无不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有知道 叶宁击杀之前 失朝变一体的 还能理解一些 消息不灵通的 则像看传说一般 看着驾驶舱内的叶宁 不少人心中苦笑 过于巨大的差距 甚至让他们连极度的心 都无从升起 在他们眼中 已经是大人物的萧海统领 都是背景板 三阶更是恭恭敬敬对待 而他们 连二阶都是一种奢望 消 轰 随着接连十二声 引擎运转的轰鸣声响起 十二架战机 如同银黑色的利剑一般 直冲云霄 以极快的速度 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可能叶宁也不知晓 在广场外围的人群中 王真和几名曾经的同学 愣愣地看着消失在天际的黑点 心中的震撼无以言喻 他们是因为好奇味道这来的 本以为是某个顶级大人物 来视察天风 没想到 竟是接走叶宁的 昨日还在聚会上 聊起过叶宁的几人 失神地张着嘴 他们几人昨天还听王真说 叶宁混得还不错 已经是觉醒者了 他们原本以为 叶宁虽是觉醒者 也不过是低阶 混得好的几人 还觉得能比比一二 但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眼中高不可攀的萧海 竟然也只能像跟班一样的 站在叶宁身后 叶宁现在到底 是什么身份啊 王真 你不说他刚成为觉醒者吗 我的天啊 难怪昨天人家不来 这种地位 真是恐怖 虽然无法理解 三阶高级亲自迎接 是什么概念 但从刚才的阵势来看 几人都能意识到 背后的含义 面色复杂 紧紧咬着嘴唇 王真心中 有些苦涩失落的 没有说话 他昨天其实很想 叫叶宁来的 叶宁没来 他还是有些失望的 但今天看到这一幕后 他心中已经不是失落 而是深深的无力 差距太大了 大到他已经想象不到 叶宁走到了什么地步 也许自己和他 是两个世界的人马 战机高速飞行 如利剑一般 穿梭在云层之中 看着驾驶舱外 快速闪过的云朵 叶宁心中 不禁升起了淡淡的情愫 叶宁阁下 马上就要接近 首都战区外围了 轻声提醒过去 林锐从口袋中 掏出一张卡片 面带笑意地地给了他 您到首都后 如果有时间可以找我 虽然我职位不高 只算一名小队长 但有能用到我的地方 您开口就行 林锐说话间毫不在意 又能比自己小 现在的实力也不如他 作为首都精锐部队的一员 他很清楚 叶宁的未来不可估量 实际上在来之前 很多大人物就叮嘱了他 一定要保证叶宁的安全 顺带完成一点小事 无视献殷勤 必定有问题 叶宁平静地接过林锐的名片 侧头看去 他注意到了 林锐似乎有事想和自己说 想结交自己 他可以理解 但态度摆得这么低 那就有问题了 小队长 林锐的身份可是空天部队 属于华夏军方最顶级的战斗序列 这个小队长的职位重要性 怕是比许多安全区统领 都要高尚不止一个档次 林队长 说吧 有什么事 叶宁轻声问去 直接挑明 果不其然 林锐微微一愣后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其实也没什么事 只是 您和我到了首都以后 在下和几个同属于军方高层的朋友 准备了一场接风宴 希望您能赏个脸 生怕叶宁拒绝一般 林锐诚恳补充 相信我 您见到他们一定有不小的好处 一路过去 也挺累的 休息一下 几位高层也是想认识一下您 话音落下 叶宁并未开口硬下 听上去似乎很好 但他的第一目标 是立刻晋升到三阶 结交认识的是 完全可以等拿下序列后再说 眉头微皱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这场邀请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总感觉 背后有人似乎在可以地拖延他的时间 没有给我序列 但首都方面 一定得到了我的消息 拖延我时间 心念一动 叶宁瞬间便意识到 某些人究竟想做什么 林队长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见面的事 等我三阶后再说吧 平静地拒绝回去 林瑞听后 心头一沉 脸上的笑意也随之一僵 只是他也不敢表露出什么 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这下麻烦了 上面有人暗示他拖延时间 但眼前的叶宁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呀 战机开始逐渐减速 随着连续四架 从地面起飞的巡查战机 开始半飞检查后 叶宁知晓 他们要进入首都军区了 从弧形驾驶舱内 看向地面 只见一个巨大的城市群 密密麻麻如血管般 分布在大地上 灯火通明 路干上的车灯 好似流动的霓虹 高楼伶俐 看上去就好像 回到了末日之前 繁华 鼎盛 作为末日后最大的安全区 首都安全区内 聚集了超过七千万的庞大人口 从一片片划分整齐的居住区内 依稀能看出 扩建前的高耸围墙 最外围 城墙上每隔机米便打着探照灯 来回晃动 一处接着一处的炮兵阵地上 高昂的炮口指向天空 其中 有以一座座高约百米的超级巨炮 最为显眼 如同钢铁怪兽一般 那足有六七米粗的巨型炮口 光是看上去就令人生畏 叶宁知晓 那是造架极其高昂的灵能巨炮 一发灵能轰击 威力足以比你三阶觉醒者 上百门灵能巨炮同时开始咆哮 就算三阶巅峰也要化为灰烬 城墙上 城群截队如黑线一般的士兵不间断巡逻 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二阶巅峰接镇守 而核心几个入城处 更是有着大量三阶组成的精锐小队 负责震慑 各色战机交替起飞 偶尔能看见几架武装直升机下方挂着钢绳 拖着便一体尸体飞入基地 强大 宏伟 安全 这是每一个外界幸存者来到首都军区后都会有的感觉 整个首都军区有着超过320万觉醒者的超级军团 其中三阶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夸张到900人 曾有人戏称 在首都哪怕丢个砖头下去都能砸中三阶 作为华夏战区最精华也是最重要的超大型安全区 这里的幸存者普遍都是军方家属 亦或者觉醒者的亲人 在外界少见的觉醒者 在这里再频繁不过 看着地面上大片熟悉的建筑群 夜宁目光不禁有些恍惚 心生感慨 在前世 他在这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 他记得每一处防御阵地 每一道城墙 也记得曾在哪里浴血奋战 请返航战机跟随指引 下降到2号军事基地 请返航战机跟随指引 下降到2号 班费的战机上 机械的提示音将夜宁的回忆打断 顺着地面上的接银只是看去 夜宁一眼便看到了不远处的军事基地内 大批觉醒者和士兵正站在停机坪上 似乎在等待着自己的到来 粗略扫去 还看见了不少身穿高阶制服的高层 这一批就是从天峰返回的战机吗 那个小子就在战机上 没错 听说这次为了接他 特地调动了六名三阶赶过去 这么大派头 那不是比张阳那次阵势还大 至于吗 二阶拥有三阶战力 天赋SS级 你说呢 军事基地空地上 不少身穿黑红色作战服的青年 交头接耳 小声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夜宁 和夜宁一样 他们这些年轻的觉醒者 都是入选火种计划的天才 按理说不需要他们过来 但这些入选者 是颇感兴趣地赶了过来 只为看看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 言语中颇为不满 甚至是轻视 毕竟消息中虽然吹得厉害 但作为天才的骄傲 他们不太信在同年龄下 真的会有人比他们强这么多 序列的顺序意义重大 在官方规定中 序列虽是按照潜力排序 但任何人有所不满 都可以发起挑战 因此 在听说夜宁来到后会 拿走第一序列的名头 这些天才们 自然生起了异样的心思 听说这小子之前 是平民出身 还是意志系 后来被华北军区发现后 才大力培养 意志系 华北军区 那就是没什么背景了 意志系战斗力不是很差吗 他的消息 不会是假的吧 鬼知道 军方这么重视 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取巧吹了一些 毕竟地方上的那些泥腿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为了成绩好看 什么东西都敢说 作为最差 也是各大势力高层的后代 他们自然有些轻视 夜宁背后的势力 消息灵通 在夜宁来之前 他们就通过各种手段 将上报的消息摸了个透 华北战区副司令 听起来还不错 但对于他们这种 顶级势力的后代来说 华北战区和乡下地方 没什么区别 一个战区都凑不出多少三阶 一方统领 还比不上随身保护自己的三阶墙 哄 卡 来了 来了 杂乱的讨论中 在这夜宁的战机 缓缓停稳在停机跑道上 随着机舱的解压声响起 夜宁便随着林锐 直接跳下战机 几乎刚一落地 等待已久的几名军方代表 便互相对视一眼 面带笑意地迎接上来 欢迎欢迎 这位便是夜宁小兄弟吧 我是火种计划负责人 杨国平 爽朗大笑 杨国平目光不住地 打亮着眼前的夜宁 直接伸出手去 夜宁作为有可能是 本次计划中最有潜力的 那名超级天才 他自然要亲自迎接 夜宁 见过杨将军 看着没什么印象的杨国平 夜宁平静地伸出手去 不卑不亢地打了个招呼 在他眼中 除了眼前的杨国平 看起来对自己态度不错 在他的感知下 一眼就看出了 后方不少觉醒者 对他似乎有些敌意 而杨国平背后的 一名三十多岁的军人 更是看向自己时 眼中带着一抹焦虑 看样子 自己的到来 有不少人很不高兴 很好 果然英雄出少年 夜宁 一路过来也累了吧 洪副官 待会你带夜宁 去挑选自己的警卫员和下手 再带他挑选几套制服 安排住所 大手一挥 杨国平心中暗暗肯定 夜宁的表现极其沉稳 和他想象中 见到自己会成惶成恐的样子不同 不仅如此 那股怎么也掩盖不住的锐气 让他更是颇为欣赏 夜宁 你刚到这先熟悉一下 晚上我们特地安排了宴会 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高层有不少人 也想见见你这位天才啊 态度极好 随着杨国平的开口 背后不少序列觉醒者 听得心中一阵酸楚 不少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嫉妒 杨国平口中的高层 那可是真正的高层 像他们一些序列低的种子 自从来到后 别说得到上层接见了 怕是连名字都没怎么传到上面耳朵里 夜宁以来就是这种最顶级的待遇 这让他们实在不爽 然而 面对杨国平的热烈邀请 夜宁只是眉头微皱 轻声问道 陈将军 请问我的序列是多少 话音落下 杨国平神色一致 而身后的唐震 更是脸色更是猛然一将 诡异的沉默中 杨国平沉音片刻 不动声色地开口回道 夜宁 你的序列暂时定为特殊 具体等级还没有确定 你知道的 序列关乎于潜力 虽然你的潜力绝对没问题 但还是要多方审核 确认一下 这件事先不急 最多几天就能走完流程 杨国平神色诚恳 实话实说 他倒也没有故意拖延的意思 虽然说从理论上来讲 第一序列直接给夜宁就行 毕竟其他序列可没有三阶站立 但流程就是流程 直接给 很多人都会心生不满 找借口阻拦 杨国平身后的几名高层 也硬喝着点头 只是看向夜宁的眼中 有些意外 上来就问序列的是 他们不信夜宁一个平民出身的人 会知道序列到底意味着什么 想来是后面的 沉开来指点 想把序列的事先定下来 是啊 夜宁小兄弟 你也不用心解 该有的待遇都会有 这点你大可放心 神色焦急 作为最繁星夜宁到来的唐震 急声开口连忙解释 潜力这种东西 涉及到很多方面 你看你们这些序列 都是珍贵的种子 我们也不可能让你们 实打实地打上一场吧 万一有个闪失 余国与你 都是损失 多方平定后 我们 不待唐震说完 夜宁轻轻地点了点头 但莫开口 我知道了 所以说 是因为不确定 我一定比其他序列强 所以要花时间平定对吗 哪怕我杀过三阶变异体 被夜宁打断下 唐震心中猛然闪过一丝不快 他挤出笑脸 只得甘笑两声 是的 潜力这个东西 涉及到很多维度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你当时击杀三阶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夜宁听后 看向心有不耐的唐震 心中轻笑一声 没法确定 多维度平定 这种话偏偏傻子还可以 以他前世对军方的了解 能性就有鬼 觉醒者的潜力 就是实力 他能杀三阶 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懒得和唐震打什么关枪 夜宁直接开口 那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开启三阶试炼 我想 没有什么比成为三阶 更能证明了吧 说吧 夜宁便直接注视向一众高层 他不幸 自己成为三阶后 对方还有理由拖延什么 对视中 杨国平神色有些复杂的 看了一眼夜宁 心中暗叹口气 这是一步都不肯让啊 他当然知道 夜宁来之前 就提出了直接试炼的申请 只是所有人都默契的闭口没提 不过 无所谓了 他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 也无所谓得罪某些势力 夜宁想立刻开启 那就开启吧 他也很期待 这个如同一柄力剑一般锐不可当的少年 究竟能在试炼中表现成什么样 正当他想开口硬下时 一旁的唐震脸色大变 脱口而出 杨将军 明天开启试炼吧 正好能让各位高层一同观摩 不少高层还是很感兴趣的 今天太晚了 我相信夜宁小兄弟 调整一下状态在试炼 可能会更好现 杨国平眉头一皱 看着几乎快要急疯掉的唐震 也注意到了对方眼中的哀求 刹那间 他原本同意的话听在嘴中 唐震这番话说的倒是没错 虽然他们无法跟随夜宁进入试炼塔 但可以通过实时榜单看到情况 相信很多高层也想亲眼看看 夜宁的表现到底如何 一念至此 杨国平索性用商量的语气 轻声问向夜宁 夜宁 你今天周车劳顿 不如先休息一晚如何 明天开启试炼 一些高层也能抽出时间 沉默中 夜宁心中微微摇头 眼见着在强硬下去 怕是会出问题 索性他也懒得 在争制一晚上的时间 又是邀请自己参加晚宴 又是拖延自己参加试炼 还打算按流程走 多条线索组合起来 夜宁也意识到了 恐怕有不少种子 因为自己的突然到来 打乱了计划 此时正在疯狂升级 多拖一天 这些人就有希望升到二阶巅峰 至少还有机会 能和自己争一争续练 明天就明天吧 那就有劳杨将军了 另外 宴会我就不参加了 今天有些累了 我想提前回去准备一下 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之后的邀请 夜宁也无所谓会得罪一些人 他想得很清楚 之后的宴会 少不得有人暗示 拖延他的时间 只要自己开启试炼 那必然会得罪这些大势力 与其这样 还去什么 有点意思 看样子这批序列中 有不少人的势力异常的大 随着夜宁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离开 杨国平颇为冷淡地看向唐镇 拖了一天上报 四天路程 一天准备 六天的时间 你背后的存在 要是还没准备好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讲实话 我若是你 我会让张司令 让出第一序列的事 日后再争 这么仓促提升实力 基础没打好 损失了潜力 那可是一辈子事 被生冷汗 唐镇苦笑着 对着杨国平点了点头 有苦难言 哪有那么简单 日后再争 三阶前的资源 他们无所谓 光靠张猛 就能无限量供应 但三阶后的某些资源 用了就没 一旦让夜宁拿下第一序列 又是第一个成为三阶 在无人和他同阶的情况下 那些珍贵罕见的资源 哪里留得住 就算张司令的儿子 日后成了三阶 拿回第一序列 那时候 也没什么意义了 吃都吃完了 难不成让夜宁吐出来 顾不得多说什么 唐镇有些慌张的 重新联系起张猛 他要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就拖了一天时间 林锐呢 我不是让他把夜宁 带到我这来吗 怒不可遏 军区司令部内 张猛冷冷地看着 站在自己面前的唐镇 沉声质问过去 为了给张杨拖延时间 他特地安排了好几波说课 准备或明或暗地给夜宁施压 让他暂时不要去试炼 但没想到 一个成功的都没有 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唐镇哭丧着脸 只得硬着头皮解释 张司令 林锐说 夜宁根本没有理会他 他又不敢用墙 现在上上下下那么多双眼睛 关注着夜宁 我们也不可能应来啊 那小子一来到 就直接问陈国平序列的事 连一分钟都不耽误 摆明了是最快速度成为三阶 然后占据那些资源 别说我们拖延他了 就连杨国平这扒金的 让他渐渐一个高层 但小子也一口回绝了 谁的面子都不给 张猛越听 脸色越难看 没人知道 他为了让一些高层出面 压下夜宁的事 花了多少代价 但现在看来 全都打水漂了 张杨现在还在副本之中 一时半会 根本出不来 之前他为了让自己的爱子 打好基础 一直走的都是邻金辅助升级 光速升级的夜宁 打得他猝不及防 在他想来 夜宁升级如此之快 怕是对系统资源吸收的能力 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 而且华北战区 直接玩了一手偷袭 心思烦躁 对于张猛来说 夜宁不是三阶 他有一万个办法 压下第一序列的事 毕竟大家都是二阶 能做文章的地方多了去了 就算暂时拿走第一序列 消耗的那些二阶资源 他也不在意 他就怕夜宁不光抢走第一序列 还是三阶 在他判断中 夜宁在三阶后第一件事 怕就是直接借着第一序列的身份 用掉那些最特殊的资源 这让他如何能忍受 要知道 许多资源连他都搞不到 那可都是大批三阶拿命换来的 深吸一口气 张猛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直接反手取出一件特殊的系统道具 他准备直接用特殊道具 联系副本内的张扬 让他不惜一切代价 明天就出副本 尸骇国度副本内 浑身浴血 有些狼狈的一名青年 在几名三阶保护下 大口喘息 尸山累累 自从六天前进入这个副本后 他一直血战到现在 一刻都没敢休息 以他的身份 哪里受过这种苦 若非和他进入的三阶全力保护 他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父亲 让我必须明天出副本 男人已经来了 拳头紧钻 看着远处任务标记的大批怪物 他只觉得一阵绝望 为了冲到二阶巅峰 他选择的副本难度 早就超过了他的实力范围 短时间 怎么可能完成任务 该死 为什么不能再丢几天时间 纷纷地一脚踹爆身前的 一具怪物尸体 张扬脸上不禁充斥着一抹恨意 天之骄子 父亲又是顶级三阶 从小沐浴在各种光环下 无论是他的骄傲还是未来 他都不允许自己会输 现在唯一的办法 也许就是拿命去换时间了 不过 不是他的命 青年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利涩 他直接看向 一直忠心保护自己的几名三阶 这几人都是张猛的心腹 堪称死士 拜托你们一件事 声音一沉 张扬眼底闪过一抹不忍 拱手开口 我父亲要我必须在明天之内完成任务 时间紧迫 还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话音落下 几名精锐三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沉默中缓缓点头 明天完成任务 那唯一的办法 只有让他们去送死 拿命去开路 原本的计划 是慢慢磨死这批怪物 最多再过三四天 他们就能完美完成 但如果要抢这个时间 他们这几人 怕是要交代在这了 为首的一名三阶 三阶平静地抬起头 脸上泛起一抹苦笑 必不辱命 您父亲当年救了我们 我一身的实力 也是张司令给的 这条命 就当是在下还给张司令了 说吧 为首的三阶看向周深的几人 长叹一口气 各位兄弟们 杀吧 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 灵灵猛然爆发 跟随在几名三阶身后 张扬闷头在众人的保护下冲杀进去 看着和怪物们 以命换命的三阶们 他默默地攥紧了手中的武器 这些 都是张猛交给他的心腹 任何人的损失 对他来说 都是惨痛的代价 这本来是他以后 组建自己实力的最好班底 每一个都忠心耿耿 但现在 为了抢时间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送死 刹那间 一股浓浓的恨意 从内心滋生 叶宁 这些人 都是因你而死 深夜 首都军区 火种计划住地内 你们什么意思 让一群快三十多岁的觉醒者 代替你们选出的种子 会议室内 杨国平有些匪夷所思地看着前来拜访自己的几个派系高层 脸色一阵难看 不是代替 是赞代 赞代 露出一抹笑意 到访的七八人中 为首的中年人甘笑两声 示意杨国平不要太激动 除了张猛最早收到叶宁要开启三阶晋升的消息 其余几个序列深厚的势力 自然也得知了这件事 只是连张猛也做不到 立刻升到二阶巅峰 他们更难做到 因此 几人在几天前商量后 决定另辟蹊径 那名叫叶宁的小子 不是准备开启试炼吗 正好我们也有几个不错的人选 也能参加试炼 杨将军也不必在意 就当是给我们一个公平的机会 这些人天赋都极好 只是当年没有火种计划 我们思来想去 觉得埋没人才也不太好 不如一起参加试炼 让他们也有资格参加火种计划 说话间 领头的中年人露出自信的笑容 如果种子们都是二阶 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这一招 但突然冒出一个叶宁 先成为三阶 他们当然不甘心落后 既然之前送上去的人选 一时间来不及成为三阶 拿到资源 那干脆换一批人就是 资源到手 用不用是他们的事 完全可以先占个名额 留给想培养的种子吗 为了后代考虑 不寒沉 听懂了几人的意思 杨国平气急反笑 冷声质问过去 你们当刀层是傻子 让一群快三十岁的觉醒者去竞争 这算什么宫典 这算什么火种计划 我们要的是培养天才 上层才开放国库 让出资源 你们这算什么 这就是偷 你们让这群人成为种子 有什么用 杨将军此话严重了 被劈头一顿训斥后 领头的中年男人 脸色有些难看 这怎么算偷呢 难道就因为错过了计划 这些曾经的天才 就没资格入选吗 而且再说了 规则上定得很清楚 只要挑战成功 序列就会回到成功者身上 再说 你也不要激动 我们这趟过来 上面可是同意了的 说吧 中年人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杨国平 都是自己人 哪怕这批觉醒者拿到序列 他们也有办法按相操作 待真正的种子成为三阶后 主动挑战拿回序列就是 燕宁的到来 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那他们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 毕竟原本的情况 是大家会差不多时间成为三阶 资源怎么都能拿到手上 可若是有人先出了头 那必须要跟上 脸色阴沉 杨国平看着眼前 各种耍花招的派系高层 心中不禁有些悲哀 为了一些利益 当真是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 他能想到 这些人想干什么 无非就是先占名额 顺带用老牌二阶压一压叶宁的表现 给其他序列创造表现的机会 毕竟 叶宁大概率是选择一直失恋 在其他失恋 都有人参加的情况下 那叶宁的表现 当然不会太突出 很大程度上 会给与众人找问题的借口 再不济 也能搅乱局势 心中长叹一口气 杨国平自知无法改变什么下 只得无声地摇了摇头 拂袖离去 临走前 他忍不住带着一抹怒意 留下一句话 我希望你们 能为了这个国家 想想 火种计划 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杨国平走后 几人先是一愣 随之发出一阵低笑 为了什么 当然 是为了我们的后代 领头的中年人 吃笑一声 摇了摇头 似乎很不屑杨国平的想法 他夸张地摊开手 还看四周 现在一派和平 难道还要 搞得像战石一样吗 就算他夜宁天赋了得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非要像末日刚爆发时那样 大家勒紧裤腰带 共出一个三阶吗 再说了 国库里的资源 哪里不是我们拼命换来的 我们自己人用掉 这也有错了 一旁的如人群 赞同地点了点头 那段时光 没人想回去的 他们这批人 虽然没经历过 早期最惨烈的末日时刻 但后续那些年 也不好过 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爬到这个位置 凭什么还不能为自己 后代着想了 难道他们拿了资源 就是浪费 就不能为国出力 是啊 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个四阶都出不来 我也不觉得 这次能培养出四阶 以前哪里没砸过资源 那么多精彩艳艳的天才 都没成功 四大统帅 哪一个天赋会弱 讲实话 我都怀疑 三阶巅峰 就是人类极限了 而且 四阶重要吗 火种计划 想弄出四阶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哪里需要四阶呢 一连三问 像是给自己找个理由 也更像是说出实情 这次来找杨国平的 几名觉醒者中 不少人 其实都有些 不满所谓的计划 在他们看来 为了虚无缥缈的目标 培养出一个用不到的四阶 还不如 把资源节省下来 多培养几个三阶 至少 他们也能多沾点光 四阶有什么用 现在各大战区和国家 早就不怕变一体了 那些怪物 就像带宰的羔羊 老老实实地 等着觉醒者去收割 不少势力 为了分配地盘 更好地升级 彼此之间 甚至大打出手 三阶巅峰 就足以应对所有的怪物 行了 不用再说这件事了 上层有些人太老了 那批老家伙 从末日爆发时 活到现在 就跟后遗症似的 天然的怕灾难重演 老想搞一个超级强者出来 他们意识不到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还意识不到吗 说起来 你们能不能找到 几个意志系二阶参加试炼 不然那小子的表现 也不好压啊 听着领头中年人的问话 众人脸上露出一抹古怪 迟一回道 袁富军 这上哪找意志系啊 找了也过不了试炼 当初叶宁那小子被筛下去 不就是因为他是意志系吗 意志系本来就少 二阶巅峰 更是少得可怜 这种类型的觉醒者的战力 没可能通过的 不过说起来 上面这次这么重视他 估计也和他的类型有关 毕竟这么多年 都没意志系成为三阶 尚估计 是也想看看 意志系到了三阶 是个什么样子 袁富军听后一愣 他差点忘了这茬 没有就算了 不过那小子 天赋是有点特殊 别的意志系没什么用 他倒是运气好 天赋居然还能提升战力 说不定 还真被他成为 第一个意志系三阶 摇了摇头 他也不再想这件事 一行人简短地商量 一番明天的事情后 便打算等着一场好戏上演 干净整洁 足有200平米的住所中 夜宁平静地调整呼吸 以求将自己的状态 提升到巅峰 不得不说 官方给予他的待遇确实不错 住所内第一时间运过来的灵精 几乎堆满了整个修炼室 虽然他现在已经用不到了 但用于回复 还是很不错的 在寸土寸金的首都安全区 他所在的位置 更是属于A级安保区 厨师 警卫员 保姆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除了一对20人的 二阶巅峰的觉醒者 负责处理事务 其中还有一名三阶中级 充当他的守护者 如此待遇 还仅仅只是建立在 他尚未评选序列的情况下 每个月十万信用点的免费额度 外加每三个月 自选一件蓝色装备 零等果实每月可领取十颗 外出副本 可至少调动三民三阶 初级协同 职位等同于营级副官 实物供给方面 无限量供应 并可以自行招募 十人以内的武装小队 所有消耗 也一并由军方承担 这个时期的官方 还是有钱啊 燕宁看着发给自己的待遇手册 不禁感慨万分 前世随着各大安全区覆灭后 整个首都的物资 早就消耗得一干二净 哪能像这么奢侈 这份手册上的物资待遇 清晰地标注了 各个序列能享受到的待遇 因为他的特殊 现在虽然还没平定级别 享受的是A级 大概在第十序列的样子 但饶是如此 也能经得外界幸存者极度的发狂 第一序列每月信用点配额100万点 可享受A级以上物资供给 并每月有两次自由挑选国库资源的机会 成为第一序列后 由军方提供全套蓝色定制装备 并可自选一把史诗级武器 根据升级进度 后续还有奖励 享受无实质的副军级权限 放下手册 叶宁默默攥紧双全 对于他来说 第一序列他必须要拿下 首都的资源丰富程度 远比他想象中还要好 按照这个禁度 他成为四阶也就是一年之内的时间 甚至更短 节省下的时间 足够他开展许多计划了 前世的遗憾和悲剧 也有实力阻止了 只是想到自己进入首都安全区后 遭遇的一幕幕画面 叶宁眼中不禁闪过一抹冷意 这一事 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失败 更不会允许有任何人耽误他的时间 谁敢挡我 那就 去死 巨塔威鹅耸立 闪耀着暗蓝色光芒的灵能塔下 大批身穿军绿色制服的觉醒者士兵 排成整齐的两列 迎接着在整个首都不少高层的到来 多达70名三阶觉醒者 肃穆巡视 防止突发事件 作为末日后发展的灵能科技中 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这里不仅供应着全程的灵能 还充当链接系统试炼塔的功能 充满科技和神秘风格的灵能塔 和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 一辆辆防弹军车停在灵能塔外 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地位极高 随着几辆堪称蓝色级别的灵能越野车 缓缓停稳后 在场的众人纷纷瞩目看了过去 是张司令来了吗 我好像看到了他的军牌 不止 后面还有树精集团军的副司令 听说 这次几个送选火种计划的高层都来了 他们过来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 今天什么事呢 谁要晋升三阶了 交头接二 大批首都安全区的中高层 亦或者外界有权势的三阶 纷纷好奇地互相问询起来 他们有不少人是得知 今天会有很多高层出现在这个消息 特意过来结交一二的 知道具体情况的人 只有军方和少部分消息灵通者 你不知道 一名三阶觉醒者 诧异地看了一眼身旁问话的中年人 从对方的实力和外表来看 似乎是一名商会的高层 听说外部战区送来了一名觉醒者种子 准备今天冲击三阶 好像是叫叶宁还是什么 天赋高达SS级 SS级 那不是和张司令的那位一样了 问话的商会高层显然有些被惊住 在首都 虽然A级B级不罕见 但S级网上那可就是少之又少了 杂舌之余 他不经心思活络起来 准备看看叶宁究竟是哪一号人物 对于他们来说 提前投资一个天才 是末日中最好的选择 只是像是想到什么 他眼中猛然闪过一抹疑惑 这位朋友 不是说火种计划才刚开始吗 怎么现在就准备晋升了 这才多久啊 再天才 也没这么天才的吧 被问话 看上去是军方内部的中层吃笑一声 有些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多久 两个星期 据说是这些天才 背后有势力疯狂砸资源 硬生生堆上来的 当然 具体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 不少大势力选出的火种 前几天全都冲进了高难度副本 两个星期 死 倒吸一口凉气 商会高层模样的觉醒者 失神地看着不远处的叶宁等人 心中陡然一片酸楚和惊叹 我活了半辈子 花了十几年时间 才到三阶 这差距 也太大了吧 作为一名商人 他能想象到 这得砸下去多少资源 才能有这种变态的所动 这每一分实力的背后 也不知道死了多少觉醒者 提供灵精 这些都是 来晋升三阶的吗 我看这群人中 有几个年轻的 怎么还有一些年纪得有三十的 望着身穿火种计划 制服的种子们 这名中年人 仿佛实在好奇 恨不得多打探些消息 一旁消息 颇为灵通的军方三阶 有些不耐地忘了他一眼 你以为这些大人物 全都过来干什么 不光是那个叫叶宁的 来晋升三阶 其他种子当然不肯落后 至于那些人 呵呵 有些东西 知道了对你没好处 听着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这名商会高层 心中咯噔一下 倒也不敢再多问 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人物出现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今天的事情非同小可 你就是叶宁吧 不错 很不错 在一众高级将领环卫下 一名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老者 剑步如飞的大步 走到叶宁身旁 颇为欣赏的上下 打量起叶宁 虽然年纪很大 但对于三阶觉醒者来说 这个年纪的他们 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看着眼前的老者 叶宁目光微动 微微有些吃惊 相比于大部分有些陌生的高层 这名老者他认识 张龙 三阶高级 华夏战区 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 地位之高 堪称站在华夏权力圈 最顶级的那批人 在前世第三年战死 死于上海外滩海受围攻 当时为了救回那里的几名 极为重要研究员 这名老者硬是披甲上阵 和一批三间貌似空降到上海战区 横跨万里救援 最终却历劫身死 面对眼前的老者 叶宁心中 还是有几分敬意的 那个时候的他 才刚刚被官方发现 还是在复告上 才知晓这位老者的名字 他也没想到 自己第一个见到认识的人 竟然就是张龙 伸出双手 叶宁颇为认真的 爆出自己的名字 对于这种愿意 为国牺牲的英雄 他一直都抱以极大的敬意 好好表现 我听说了 你是一致戏 一致戏 不容易啊 老头子我也想看看 你成为三阶后 会是什么模样 张龙笑眯眯的拍了拍叶宁的肩膀 颇为感叹的 又钻了钻他的手 作为经历过最早期末日的他来说 每次看到有潜力的后起之辈 心中都会有种欣慰感 一旁跟随的几名高层 眼见张龙对叶宁如此态度 一时间不禁有些羡慕 张代表虽然实力 不是官方中最强的那批 但地位极高 能被张龙看中 还亲自鼓励 这便意味着叶宁 正式走进了高层的视线 要知道 此时的叶宁 还没到三间呢 如同福和一般 其余的高层 也纷纷学着张龙 赞扬起叶宁 对于他们来说 这点人情世故 官方高层后 宏伟的高塔一层内 杨国平缓缓看向众人 开口致词 欢迎各位高层及三阶 前来观看晋升试炼 废话不多说 本次晋升人选 共计77人 其中火种计划21人 请各位参加试炼的觉醒者 向前一步出脸 宽广的一层大厅内 随着杨国平的声音 落下回荡 早已准备好的叶宁等人 纷纷向前走出 走在最前 叶宁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背后传来了 阵阵敌视的目光 而其中 有以三人最甚 不知为何 他竟嗅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那三人身上的血味 和通红的眼睛 显然是刚从一场大战中 退了出来 从副本中 刚当出来吗 他能感觉到 这三人气息都不稳定 有意思 这是想追凭自己 叶宁心中轻笑一声 也不在意 前世所有天才 都被他踩在脚下 自身更是从 尸山血海中杀出 面对突然冒出的竞争对手 他自然会一一打爆 让这些所谓的天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怖 身后出席 这次试炼的高层中 张萌脸色沉重地 看着自己小儿子的背影 眼中带着一抹期许和担忧 很少有人知道 张阳在一个小时前 才从副本中出来 再付出了四名三阶战死的代价 整个任务才勉强完成 为了追上叶宁的进度 这种代价 连他都心痛不已 此时张阳身上的气息 就好似不稳定的炸弹 勉勉强强算是二阶巅峰 不过好在 他对张阳的天赋 有绝对的信心 更是早早地 就把张阳的属性 砸到了极限值 通过试炼 问题还是不大的 只要同为三阶 第一序列落到谁手中 有的是说法 像是感觉到了 父亲抱以厚望的目光 张阳深吸一口气 回头和张猛对视一眼 示意让父亲放下心 对于这次试炼 他同样也有信心 大放异彩 只是可恨的是 自己的状态 还没调整到巅峰 他连休息的功夫都没有 不然 表现一定会更好 而这一切 如果不是对方逼迫 他何至于如此狼狈 以至于差点连基础 都没稳固 仓促之下 就要晋升三阶 倘若自己以后 因此遭遇瓶颈 那夜宁就是罪魁祸首 死死地盯着夜宁背影 张阳想起战死的几位三阶 心中就好似低血一般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 也有几个大势力 高层送选的火种 似乎也和他一般 也是刚从副本中出来 一个是军需处 副部长的后代 王凯 那人自己也认识 天赋S级 之前是第四序列 力量系 一个是一个私人势力 三阶巅峰的后代 黄凌玉 天赋S级 还是个女孩 敏捷系 看得出来 有不少势力 也不甘于落后 硬是选择同样的办法 打算一起晋升三阶 众人生前 杨国平飞快地安排着一些 三阶和工作员 准备开启试炼塔 漠然无声 只是准备期间 他目光有些冰冷失望地 看着这次参加试炼的人选 那三名刚从副本中出来的种子 显然就是各大势力搞的鬼 那股血腥味 盖都盖不住 而剩下的试炼者中 那一批鬼知道 卡在二阶巅峰多久的觉醒者 更是让他心中 升起一股无名目火 好大的手贬 自己送选的火种 没办法冲上二阶巅峰 索性就派出自己手下的老牌二阶 占据名额吗 他本以为最多六七个 但没想到 这些高层 竟给他变出了十几人之多 就好似围猎一般 说什么 也要把这趟试炼的水给搅混 不仅如此 突然冒出来的非计划的试炼者 一看也是这些人找来的 他能想到 这些人心中在想什么 又想玩什么花样 无非就是一堆人冲上三阶 稀释叶宁的表现 毕竟独一号成为三阶的感官 可远比一群人成为三阶强多了 不仅如此 这些找来的试炼者 怕都是充当陪衬的作用 叶宁参加抑制试炼 表现的到底怎样才算优秀 根本没有对比 但其他戏就不一样了 想想看 张扬参加力量戏 冲上的试炼塔层数 比其他人都高 这一下子就拉出了对比 很容易在几位大人物面前 留下深刻的影响 到时候 争夺第一序列 自然会拿着一点大作文章 叶宁 通过了抑制试炼是很不错 但究竟有多不错 谁知道 毕竟从来都没有抑制戏成为三阶过 战力 种子之间能打声打死吗 谁知道谁强呢 都是三阶后 杀个三阶变一体 也没什么了不起 都是SS级 尼叶宁在二阶的天赋有用 三阶可就未必能强过其他人了 擅长玩弄规则下 在杨国平眼中 这些人就像老鼠一般 总能找到办法 一种高层环卫中 后方的张龙也注意到了 这次试炼似乎并不太正常 他眉头一皱 直接问向身旁的下属 半晌后 在下属低声几句后 他脸色一沉 微微摇头 到了他这个地位 很清楚 有些东西是必然存在的 有光明就有黑暗 他知道这些人在搞鬼 只能说 他还是颇为看好叶宁的 想了想 张龙暗叹口气 神情平静地 突然向下属吩咐 不要让他们太过分 该给的续练 还是要给的 天赋摆在哪 还是值得培养的 下属听后微微一愣 谨慎地点了点头 虽然张龙没有说名字 但他也知晓 说的就是叶宁 张龙能开口吩咐一二 已经是极限 剩下的 就看叶宁自己表现了 各方心思中 很快 试炼塔的准备工作 便已做好 嗡 空旷的塔内突然生成一道 巨大的黑洞漩涡 缓缓旋转 试炼开启 第一批力量试炼者 准备进入 进入后 你们将进入试炼塔 冲上十层 将获得晋升资格 层数越高 最终的评价和奖励越好 不仅如此 你们如果成绩 将会留在系统排行榜上 倘若有幸能拿下较高的名次 系统还会有专属奖励 机会难得 这是你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试炼 好好把握 话音落下 杨国平简单介绍规则后 一道高达百米的巨大光幕 同时在他身边生成 只见光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上面赫然便是全球试炼者 曾经取得的成绩 No 1.巴克维德 北美战区 No 2.伊凡艾伦 东欧战区 No 3.苏史玛 斯瓦拉杰 东印战区 No 7.华安 华夏战区 望着巨大的光幕 不少试炼者 心中顿时一片错愕和澎湃 他们听说过有排行榜 但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只是相比于他们的激动 在场的三阶高层 神色纷纷有些暗淡 似乎并不太愿意谈论榜单 华夏战区虽然有不少顶级强者 但在榜单上的排名并不算靠前 全球冒出的天才太多了 总有一些天赋绝伦者 在二阶时便精彩艳艳 双眼死死地盯着榜单 张扬深吸一口气 傲然和其他人一并走出 我先来 我是立体双谢 这次试炼 我必定冲进前十 拳头紧钻 说话间 他下意识地看向叶宁 冷笑一声后 口中无声地比出一个口形 第一序脸 是我的 他会给在场所有高层 留下难忘的印象 然而下一秒 叶宁却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一脸平静地走出 我也参加力量试炼 花音落下 塔内顿时一片哗然 叶宁 哗然一片的人群中 一名身穿军装的中年军人 率先吃惊开口 试图叫住他 其余人则纷纷匪夷所思地望了过去 不知叶宁想做什么 叶宁微微侧目 对着身后的军人点头 示意对方不用担心自己 喊住他的人 正是尘开来口中的好友 也是在首都军区内 唯一算是自己人的 一名高层军官 眼见着叶宁一意孤行 赵龙心中急躁之余 恨不得赶紧拉住他 一个意志戏 跑去参加力量试炼做什么 在他看来 叶宁怕不是 连基本规则都没搞清楚 黑色漩涡前 杨国平更是直皱眉头 他一直都很看好眼前的少年 但叶宁突然搞上这么一出 原本沉稳的形象 瞬间在他心中大打折扣 叶宁啊 这是力量试炼 你的试炼在后面 你要是着急 下一个我就帮你提前开启 陈生劝导过去 杨国平思来想去 也只当叶宁 急着第一个成为晋升三阶的火种 年轻气盛 觉得这点很重要 他倒是可以理解 但这有什么意义 都在参加试炼 抢第一已经没用了 反而是试炼塔的排名最重要 没有废话什么 面对杨国平和一种诧异的目光 叶宁只是认真说道 有规定不允许我参加吗 如果没有 那就继续 如同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剑 他说完便鼻挺地看向杨国平 眼中满是坚定 来之前他就做好了打算 四项试炼全部拿下 不光是奖励问题 也只有这样 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 而且叶宁自己也很好奇 他这一世重生后 究竟能冲到什么地步 有灵安之界的属性转化在手 堪称顶级的作战技巧 对于试炼 他有极强的自信 只是一番斩钉截铁的话落下后 无论是看好他的高层 还是众多三阶 此时人人都面色古怪 就连之前鼓励过叶宁张龙 此时也忍不住有些失望 有什么意义呢 他和其他几个顶级高层看好叶宁 可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叶宁意志系的身份 以往意志系 没什么可能晋级三阶 但叶宁不一样 他们都好奇 这个拥有极其特殊天赋的少年 究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但现在叶宁的这种做法 无异于拿自己的短处 比别人的长处 是 他张龙相信 叶宁能通过力量试炼 毕竟属性都拉到了极限值 无非是名次问题 可这么做 反而落得下诚 试炼内只能用单一的属性战斗 作为意志系 天然的就弱于力量系 到时候表现不好 不就等于成为对方的背景版 老老实实拿下意志试炼 他们也不会降低对叶宁评价的 还是 太年轻了 各色情绪中 一直关注着叶宁的张猛 却颇为意外地笑了一声 有点意思 还挺聪明的 身旁的几名三阶微微一愣 全然没理解 张猛怎么突然给出这种评价 只见张猛轻笑一声 悠悠开口 你们可能低估了他 如果我没猜错 他这是打算 保证自己能晋升三阶 这小子参加力量试炼 也许排名 不会好会成为其他人的背景版 但至少能稳稳地晋升三阶 力量试炼很简单 我看他的属性 通关是没问题的 但一直试炼 可就不一样了 张猛目光闪动 能在末日后 从普通人爬到这个地位 他的心思之深沉 绝非外人眼中那般 看上去那般简单 一直试炼 从来没有人通过 据说在试炼中 任务的难度 并非只是考验战力那么简单 这小子 估计也是怕自己万一没通过 反倒成了笑话 张猛简短说完自己的想法后 便不再多言 显然对自己的判断很自信 一直戏成为不了三阶 不光是战力差 更重要的一点是 试炼的难度太高 没什么手段能提升意志属性下 意志系觉醒者 就连最关键的属性 都只能达到二十点左右 本就若是 在试炼中自然雪上加霜 只能动用单一属性 往往上个几层就零能枯竭 肉体又没什么作战能力 种种限制下 这才导致末日后 几乎没听说过 有意志系三阶出现 有 那也是多系混合 靠着其他属性成为三阶 因此 在他判断中 叶宁这种做法 反而很聪明 周围三阶听后 眼中闪过一抹明雾 不少人想通后 也明白了 叶宁这么做的意义 果然 虽然叶宁的天赋很特殊 能赋予他奇迹般的越阶战力 但终归 还是意志系 天然受到限制 抱着看戏的想法 众人不禁期待起待会的排名 看着打算和自己 一同参加力量失恋的叶宁 张扬短暂的错愕后 转头看向叶宁 你以为同为极限职 你就能比得上我 我的天赋 那能超额发挥力量 你拿什么跟我比 不加掩饰的敌意下 张扬心中反倒生起一抹狠意 叶宁的天赋张猛 早就跟他说过了 拥有强化技能的特性 威力能比你三阶的战力 很可怕 但在试炼中可没用 他本来还发愁 如何压制叶宁的表现 但没想到 对方主动送上门来 单纯的比力量和战斗技巧 他自信自己绝对强于任何人 他可不是那种温室力的花朵 而是实打师和变异体战斗过的天才 与此同时 其他参加力量试炼的觉醒者 也心头火热了起来 叶宁的天赋 他们都知晓一二 眼下有个 能将这种天才踩在脚下的机会 无疑让他们有些兴奋 能压过叶宁一头 想来到时候 高层重新平定序列 也不好意思 强行把叶宁抬得太高吧 到时候 自己表现好一点 未必不能在这么多高层面前 博得眼球 同样意识到这一点 和张扬一样 是力量系的另一名种子王凯 此时也忍不住想说些什么 叶宁 你 然而 不带对方开口 叶宁眉头一皱 丢下一句话 便直接走入漩涡 你们的废话 太多了 无人知晓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把在场任何一个人 当成对手 无论是所谓的天才 还是三阶巅峰 在他叶宁眼中 根本不重要 他唯一的对手 只有这场末日 第一 进入力量试炼 在试炼塔中 你将会面对各种类型的敌人 击杀后进入下一层 在力量试炼中 剥夺所有装备加成 并大幅度减少其他属性 十秒后战斗开始 请做好准备 随着短暂的眩晕 叶宁瞬间睁开双眼 快速地打亮着眼前的场景 只见他现在 身处于昏暗的塔内 大约千米大小的空旷塔内 没有任何建筑阻碍 四周都是悬黑色的墙壁 就好似巨大的斗兽场 远处一个巨大的圆圈不断闪动 显然是 刷出变异体的地方 身上的装备全部封印 只保留了基本技能 但和封印的属性一样 装备技能只有功能性 没有任何伤害可言 看着手中如同白斑一般的双剑 叶宁直接摆出标准的战斗姿态 微微攻身 等待怪物的刷出 十层晋级 二十层以上进入全球前三 二十三层便是末日后的人类极限 无声低语 看着视野右侧的巨大排名光幕 叶宁深吸一口气 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他的目标是二十四层以上 这个目标也许他前世也做不到 但这一世 他还是有不小的把握 一个是属性转换功能还没被封印 在灵安之界的特效下 他完全可以将抑制属性转换成力量 获得超越二阶的属性 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比你力量系的天赋了 凭我的属性和战斗技巧 冲到二十层应该没问题 剩下的层数就要靠四个SSS级技能了 默默推演着接下来的战斗 一股浓郁的战役在心中不断攀升 恐怕所有人都想不到 他身上会有剑神系统 这种变态的东西存在 没错 意志属性被压制下 他的灵能基本不能动用 或者说任何觉醒者 都无法动用天赋外的技能 但 无消耗的SSS级技能无视限制 压根就用不到灵能 就像开挂一样 有四个三阶剑技在手 叶宁自问自己 若是还拿不到第一 那干脆找个豆腐撞死得了 二十层后的难度极高 但再高也不可能刷三阶 高级的变异体出来 对于他来说 再强的变异体 也无非就是一个剑技砸过去就行 嗡 十秒转瞬即逝 随着一声刺耳的嘶吼声 只见远处的光圈内 瞬间刷出一头一劲的丧尸犬 浑身表皮脱落 露出红色肌肉的丧尸犬 先是一顿 转而便将头颅如同花瓣一般裂开 低躺着口水便飞快地撕咬过来 尖锐有力的爪子 快速划在地面 发出一阵乱响 刹那间 叶宁冷笑一声 直接持剑前冲 毫不犹豫地便突刺上前 是 伴随着一击精准的穿刺 锋锐的合金长剑 骤然从丧尸犬的口中贯穿至脑髓 一击毙命 随意抖动剑身 将怪物的脑子搅碎后 叶宁便扑斥一声轻松收剑 结束了这场战斗 连体力都没消耗多少 面对低阶变异体 他杀起来不要太轻松 前面七层都是开胃菜 对他来说 毫无难度可言 第一层通过 三十秒后进入下一层 请做好准备 预计出现变异体 刚找跳尸 现实世界 试炼塔外 已经开始了 各位 手持好似显示屏一般的仪器 杨国平淡然开口 看向不断升起波纹的试炼漩涡 他手中的仪器 是一件特殊的系统道具 没什么能力 唯一的用处便是在外界 能探查到试炼中的觉醒者 通过了第几层 试炼时间并不算长 一众高层倒也等得起 毕竟事关序列重新排名的是 这对很多高层来说 他们愿意在这等待 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进度都是一样 现在都到第三层了 每隔几分钟 陈国平便简短地爆出信息 其余人干脆攀谈起来 这次进去的 都是堪称精锐的二阶 通过前十层 基本没什么问题 前七层速度 应该都是一样的 分出差距 应该要等到七层 甚至十层后了 就是不知道 谁先到第十层 高层中 一名同为力量系的三阶 饶有兴趣地 和身边人闲聊起来 前面七层都是一阶变异体 只要吃过力量果实 天赋还算不错 都能轻松通过 差距在后面三层 那个阶段 可就是对战二阶了 没有足够的战斗经验 像比较平庸的二阶试炼者 一个不小心受伤 很可能就会通过不了 应该是张司令之子吧 张阳SS级天赋 双体系的天赋下 能做到快速补充体力 爆发还高 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需要节省力量 说的也是 我是 他就站在刷新点 一出现变异体 就直接秒杀 不用顾忌消耗下 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 人群中 张猛面带笑意的 听着身后众人的讨论 虽然有吹捧的成分 但事实也是如此 也未必 王处的后代王凯 一身天赋也很不错的 听说力量爆发极高 速度也不会慢到哪去 张猛侧头对着身旁的 一名中棉人赞扬道 也不介意给对方一些面子 他的地位看上去 比王海高处很多 一个司令和一个副处 但王海作为 首都安全区物资处的处长 掌握的隐形权力 连他都要忌惮一二 话音落下 王海淡然一笑 只是内心微微有些紧张 和张猛军人出身不同 王凯虽是S级天赋 但他哪里舍得 让自己的儿子和怪物 整八斤的厮杀 天赋虽不错 但实力全靠灵精砸出来 这次为了抢进度 才不得已进入副本 为此和张猛一样 牺牲了四名三阶 才勉强通关 对于王凯的战斗经验 他实在担忧得很 晋级没什么问题 但速度上 他心里实在没底 只能希望王凯争气一些 表现得好一点 分成几个圈子的派系讨论中 此时最为关心叶宁的赵龙 脸色有些难看 陈开来特意叮嘱他 照顾叶宁 并告知他 双方已经达成了合作 对于他来说 叶宁就是他投资的对象 但他也没想到 叶宁没听他的话 选择一意孤行 没人讨论叶宁 在所有人心里 这轮试炼中 叶宁是最不需要在意的对象 充其量 大家都在好奇 叶宁会不会是最后一个 通过十层的 听着周围的消息 他心中的焦虑 简直和蚂蚁 挠心一般难受 这次试炼 除了两个力量系种子 剩下跟着进去的二十人 也轻一色 都是老牌二阶 怎么想 叶宁一个意志计进去 都比不过这些人 没有天赋加成 大家都是极限值的情况下 叶宁可以说是最弱势的那个 要是排名垫底 那就难看了呀 担忧中 赵龙暗叹一口气 看着陈开来手中 但事与愿违 约莫过了十六分钟 几乎是 试炼刚进行到第十层时 杨国平眉头一挑 突然开口 有人通过了 十层 已经有人突破了 话音落下 众人嘈杂的讨论顿时一停 纷纷有些好奇的 看向杨国平手中的屏幕 这个速度 相当之快了 没有废话什么 杨国平挤出一抹笑容 看向张猛 恭喜张司令了 张杨是第一个通过十层的 表现确实不错 张猛听后心中一喜 脸上却只露出淡然的表情 这小子 还算不错 张杨第一个突破十层 这点他并不意外 感受着周围纷纷投来的目光 他心中的笑意更甚 张杨的确没让他失望 接下来就可能闯到多少层了 只要表现得同样优秀 第一序列的是 他有的是办法大做文章 被高层环卫中 已经将近七十的张龙微微点头 对于后劲的觉醒者 只要是表现优秀的他 都一视同仁 确实不错 十六分钟通过十层 可以说是瞬间就结束战斗了 看样子 张司令培养张杨 还是颇为用心的 没有足够的战斗经验 天赋再好也做不到这一步 不远处的张猛面带笑意的 听着张龙对自己的赞誉 连连点头 心中对保住第一序列的事 又多了几分把握 叶宁是让高层有些震惊 但终归还是要表现说话的 都已经过去了一分多钟 有六个人接连通过 但现在叶宁还没动静 这表现可算不上出色了 对于潜力的评定 战斗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在他获得的资料中 叶宁公开的出手记录就那一次 怎么看都是典型的 只会丢技能的那种 真实打实战斗起来 没有特殊天赋的加成下 战力的确堪忧 没怎么经历过 生死搏杀魔力出的觉醒者 在军方眼中的形象 那可是要大打折扣的 王凯通过了 第十一名 捧着显示仪 杨国平接连爆出信息 总共22人进入试炼 现在一半多的人都通过了 但在他仪器上显示 叶宁似乎还在第九层 心中微微摇了摇头 他倒也没多说什么 看样子 叶宁在没法动用自己 意志细天赋下 瞬间就有些平庸了 人群中 原本有些担忧的 王凯松了一口气 失望之余还算庆幸 十一名 王凯的表现 只能说还算凑合 不过好在 还是比叶宁强了些的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当杨国平报到第十七个名字时 他这才有些失望的 报出一个名字 叶宁 第十八位通过十层 现在张扬所在层数 十三层 简短报出信息 下方的一众三阶和高层 都有些无语 不少人甚至忍不住发出吃笑 第十八位通关 这个速度和蜗牛差不多了 要知道 这次进入的剩余老牌二阶 其实还是有几个属性 没到极限值的 这就意味着 叶宁不是倒数第一 纯粹是有几个觉醒者 在后面垫底 一个十层都勉强 一个十三层 这差距有点大 试炼塔内 叶宁不断游动在一头 双头变一体周围 手中的双剑 好似精准的手术刀 不断消切下大片血肉 仿佛零食一般 巨大的痛苦 惹得这头怪物一阵怒吼 冷静 高笑 只找寻最优出手下 叶宁丝毫不在意 自己的战斗时长 截至到现在 他连属性转换都没动用过 体力始终保持在巅峰状态 他能想到自己的速度 应该是最慢的那批 但那又如何 体力保留得越多 后面的层数把握越高 对于他而言 目标只有20层以上 前世经历过大大小小 上百次长时间生死搏杀 对于如何节省体力保留实力 他有着丰富的经验 布虽然速度慢 但在变态的节省之下 连续通关12层 他连汗都没出一滴 扑吃 在一记反身借力 跃上怪物头顶后 叶宁瞬间以极其刁钻的角度 将剑锋插入怪物脊椎 微微发力 便彻底解决了这头怪物 12层了 以这个状态继续冲下去 说不定到21层开始 才需要动用技能 耐心 冷静 在外界无人知晓的作战方式下 此时的他 就好像积蓄力量的那把剑 等待着出窍的瞬间 惊艳事件 呵 呵 大口喘息 站在被自己连续爆发 砸死的双头巨尸面前 张扬手臂微微颤抖 极力握紧手中的战斧 第一次没有装备加持下 他实在不太适应 属性缺失下的战斗 若不是天赋够强 同时具有爆发和恢复效果 他几乎快要撑不住了 和外界猜想的一般 为了表现突出 他几乎就是 站在刷新点出手 只要怪物出现 便全力爆发 如此战斗方式 自然通关效率极高 但随之带来的 便是体力上的巨大消耗 十六层了 我应该是第一 再坚持 再坚持几层 牙关紧咬 趁着珍贵的一分钟休息时间 张扬极力恢复体力 只是看着一旁的排行榜 心中一片苦涩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极限可能就是十八十九 想进入全球前十 无疑还有差距 该死 为什么后面的难度会这么变态 一想到自己 因为仓促开启进阶 本来还能再强一些 他心中就无忧地生起一股恨意 从副本出来就开启试炼 他的状态根本没调整到巅峰 张扬 十七层 冯绍国 十六层 王凯 十五层 叶宁 十五层 等待中 杨国平按照顺序 报出现在的排名 随着十层结束后 已经有不少觉醒者 选择了退出 留在试炼中的 只剩下九人 原本众人猜测中 叶宁也会跟着退出的情况 并未出现 速度虽然慢 但却一直在继续 这点让众人倒很是意外 有点意思 十五层还能坚持住 这叶宁倒也不算表现太差 众人随意地讨论起来 这一次 倒是有不少人关注起了叶宁 不过更多的 还是期待张扬的表现 十七层 再通过三层 未必不能冲击全球前十啊 张司令 当真是生了个好儿子 享受着众人的恭维 张猛淡然一笑 心头却微微有些紧张起来 他当年也参加过力量试炼 对于后面的情况 很是清楚 张扬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说明 已经开始有些吃力了 坚持住啊 他现在只希望 张扬能再冲一冲 冲进前十 如此一来 表现就能稳稳地碾压叶宁一头 只是不知为何 他看着叶宁的名字 心中却有一些不安 按理说 叶宁也该放弃了 没有天赋加成 没有理由冲到这一步 难不成那小子战斗经验也很丰富 狐一中 一直关注着信息的杨国平 突然眉头一挑 有些意外地再次开口 叶宁 十六层了 众人闻声一愣 下意识地将目光投了过去 张扬还卡在十七层没动 这就意味着 两人之间的差距 似乎在急速缩小 叶宁的速度 居然开始变快了 发生了什么 突然的变故之下 不少三间下意识地脱口问去 虽然十五层和十六层 看似只差一层 但所有人都知道 越往后难度越高 到了十六层开始 几乎公认的 必须是S级力量系才能通过 就是这几点力量的差距 往往意味着 破防与不破防 他总不会在力量试炼中 还能动用意志天赋吧 无法理解的情况下 一名三阶失声问去 而一旁的张猛 更是一脸凝重 没可能 这么多年想钻漏洞的人多了去了 就算进入潜灵时 使用加成道具 系统也会直接清零 他叶宁天赋再怎么特殊 也会受到系统限制 最早质疑的三阶纹声一愣 转而神色善善的不再说话 在这些年的末日进程中 所有人都对系统的可怕 有着深刻的体会 钻漏洞 有错误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他们来说 末日系统就是神 因此 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的猜测 有多么可笑 先看看吧 也许是拼命了 强压下心头的疑惑 从叶宁突破十六层开始 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诡异起来 没过多久 随着杨国平 再次飞快地爆出几个名字 众人便看到了几名 提前退出的觉醒者 返回现实 二十多名试炼者 大部分都卡在十五层 在南前进一步 毕竟这些人 基本都是各大势力 找来的陪衬 只为了临时抢占名额 退出来的几人 人人身上挂伤 但脸上却洋溢着喜色 进入前 几个大势力高层 就交代他们 让他们表现好一些 眼下完成了任务 还顺带晋升为三阶 本打算享受着 众人的恭喜和赏识 怎么回事 几人下意识地 看向盯着道具信息的杨国平 茫然四顾下 竟意外地发现 没有看到叶宁的身影 什么情况 那小子还没退出来吗 虽然他们自诩 自己和顶级天才没法比 但在力量试炼中 压过一只戏的叶宁 还是没问题的 不待他们多想 一直盯着的信息的杨国平 脸色猛然一变 十七层 叶宁也冲到了十七层 现在只剩六人 随着信息的爆出 众人一片哗然 刚当出来的几名觉醒者 更是惊掉了下巴 是他们听错了 一个意志戏 闯过了十七层 这在讲什么鬼故事 如果不是刚从试炼中出来 他们严重 怀疑自己进的 是不是假试炼 十七层开始 面对的敌人 已经是二阶高级变异体了 连续战斗下 不是力量戏的 根本撑不住 而且天赋 还得是极强的那种 张阳呢 一向淡定自若的张猛 下意识脱口问去 严重罕见地闪过一抹紧张 杨国平抬头看向他 持一片刻后 是叶宁张阳同在一层 王凯和严峰 分别在十五层和十六层 其他人全部退出 花音落下 大厅内众人一阵错愕 而王猛也猛然攥紧双拳 不知为何 他心中开始生起不好的预感 没人知道 叶宁是怎么做到的 但系统不会骗人 现在两人已经彻底追平了 人群中 之前一脸担忧的赵龙 反倒是短暂惊叹后 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那小子 真真的做到了 难不成他叶宁实际上也是双戏 一直隐藏自己的天赋特性 和他一般 回过神来的众人 也想到了这一点 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老者张龙 颇为意外地笑了笑 这叶宁有点意思 难不成这小子 是力量和一只双谢 他一直瞒着我们 等着一鸣惊人 此话一出 许多不怎么了解计划的三阶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如果是这样 他们还能勉强理解 只是光是想想 就觉得有些离奇 一般觉醒者 哪还会隐藏自己的天赋 恨不得说得越强越好 叶宁现在一口气冲到十七层 若真的天赋中 也有力量系的特性 这也太夸张了点 和勉强接受消息的众人不同 无论是张猛还是杨国平 几名知晓叶宁 曾经被刷下火种计划的他们 很清楚 叶宁只可能是一只系 这个测试结果 是他们确认过的 他们可是调查过资料的 那日数千人亲眼看着测试水晶出结果 不可能有错 完全想不到 叶宁是怎么做到的 各种心思下 他们也只能强压下心头的精益 继续等待 给我死啊 试炼塔内 张杨疯狂地和一头白骨变异体 厮杀起来 仅保留头部有皮肉包裹下 眼前的巨型变异体 看上去就像一头被啃食过的尸体 骇人无比 手中的战斧已经彻底失去章法 体力和意志消耗到极限下 此时的张杨胸口塌陷 每一次发力都会渗出大量鲜血 一团团橘红色的灵能竭力爆发 加持在战斧上打的白骨变异体 一阵颤抖 距离加持下 大片骨蟹被生生砸爆 面对十七层的敌人 他已经轮战了将近四五分钟 别看时间看上去似乎不长 但对于觉醒者的战斗来说 已经相当之久了 神经时刻紧绷 频繁发力的四肢 就好似灌了铁签 一般沉重 战斗到这个时刻 张杨大口喘息之余 目光中带着一抹不甘 他很清楚 自己已经到极限了 从一开始 还试图游斗节省体力 但随着因为属性的缺失 被怪物蹭到胸口后 受伤之下 张杨便意识到 自己根本拖不住了 只有进攻 不停地进攻 他才能打断怪物的攻击节奏 撑到现在 但很显然 他的天赋 就算再怎么强 体力回复得再快 如此巨大的消耗下 也已是强弩之末 哄 在距离对撞下 张杨只觉得 握住战斧的虎口 都被震裂 吃痛之下 他心中意狠 直接赌命 一般没有后退 反而前冲 狂战 一声怒喝 爆发出最后的天赋底牌 随着一抹瞬间爆发的 橘红色天赋光芒 包裹全身后 前冲的他 就好似化作了一柄巨斧 骤然砸向白骨头颅 砰 伴随着骨骼爆裂的声音响起 他手中的巨斧 也成功斩杀了 十七层变异体 然而 随着系统的提示再次响起 他脸色一阵煞白 身形摇晃下 差点摔倒在地 看着缓缓倒地的尸体 他大口喘息 露出一抹惨笑 他没法再继续了 战斗技巧虽然算不上差 在普通觉醒者 也算得上出色 但连续几次失误下 他很清楚 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十八层 没可能通过的 再战斗下去 他一定会死 捂住胸前的伤口 张扬深吸一口气 虽然有些不甘 但他相信自己的表现 在拼命之下绝对出色 想进前十果然太难 倘若他再多些准备时间 也许能做到 但现在 这个成绩 他也算满意了 不管怎么样 自己应该是第一了 十八层的成绩 华夏战区 已经很久 没有出现过了 强承起身子 张扬便颇有些激动地 选择了退出 他需要出去恢复伤势 同样的 他也期待着 众人看到他出来后的惊叹 十八层 这个成绩绝对足够出色了 翁 随着白光一闪 勉强主织战斧的他 便出现在现实塔内 只是刚回过神 准备迎接众人的惊叹 睁开眼 张扬却有些意外地发现 整个大厅内的气氛 似乎并没有因为他的出现 而爆发喝彩 反倒是 有些诡异 福建 我通过十八层了 摇摇晃晃 脸色苍白的张扬 激动地高喊出声 大量失血下 他只觉得自己的意识 都有些恍惚 也许是刚刚回神 也许是别的 一直等待张扬的张猛 一个窜步 直接冲到他的身旁 看着已经到极限的张扬 他的眼中 闪过一抹心疼和不忍 与此同时 早已待命的锦名三接 也纷纷拿着恢复性道具冲了过来 直接为张扬恢复伤势 感受着一股暖意包裹全身 伤势快速愈合下 张扬下意识地抓住张猛的手臂 有些亢奋 父亲 我做到了 十八层 我是不是第一 作为最关心的是 哪怕恍惚之下 张扬也忍不住脱口问去 只是周围的凝重的气氛 让他感到一抹强烈的不安 为什么大家看起来这么奇怪 为什么没人称赞我 他们 在看什么 我通过了十八层啊 这是华夏战区这些年最出色的表现了 注意到所有人的目光 都无声地 投在杨国平手中的信息面板上 张扬一时间 也像是想到了什么 本能的惊慌张望 试炼者都出来了 他看到了王凯 也看到了同批进入的那些二接 可是 唯独没有看到叶宁 那个所有人中 他只想压过的叶宁 下一秒 张猛神色复杂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 他看得出来 张扬真的已经尽力了 十八层的成绩 放在之前 一定会引起首都不小的轰动 许多高层都会赞赏有加 可问题是 张猛颇为苦涩 有些犹豫 要不要说出刚才的消息 他害怕 害怕这个消息 太过打击张扬的自信 实际上 他们也刚从震惊中回神 久久难以平复心情 只是看着张扬那双 已经开始惊疑不定的眼神 他迟一片刻后 还是选择说出 瞒 是瞒不住的 叶宁 已经十九层了 就在你退出前三秒 他突破十九层了 什么 破 极度的吃惊下 张扬猛然绷直了身子 整个人就好似受到惊吓一般 就连身上刚刚愈合的伤口 也瞬间崩裂开来 他死死地抓着张扬的手臂 惊恐不可置信的眼中 仿佛无论如何 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冲上了十九层 我不信 是不是你们看错了 失声惊喊下 此时的张扬 一遍遍地慌张问去 连他拼尽全力之下 也才堪堪冲到十八层 叶宁一个意志系 没有任何额外加成 他凭什么做到这一步 然而随着众人有些感叹 甚至是怜悯般看向他后 张扬猛然一将 手中的战俘也险些握不住 人们的眼神似乎在告诉他 一切都是真的 漩涡旁 杨国平神色凝重地开口确认 叶宁十九层 这点我们已经确认过了 实际上整个力量试炼中 也只剩下他了 从十五层开始 他的突破时间 接近每分钟一层 话音落下 人人面色已经不再是惊叹 而是难以言喻的震撼 是的 叶宁速度越来越快 一分钟一层 这就意味着 此时的叶宁 正在复刻张扬对战前 十层的做法 变异体刷出的瞬间 就直接斩杀 也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这么快的速度 冲到十九层 可问题是 那是在前十层面对 低阶变异体 才能这么做 同样的做法 此时叶宁的难度和张扬比起来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难度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面对二阶变异体 也能快速解决战斗吗 难以想象 这需要什么程度的战斗技巧和力量 许多三阶有些迷茫地 看着漩涡之中 他们已经无力再猜测下去了 如果有可能 他们恨不得钻进试炼中 看看叶宁究竟是怎样战斗的 究竟是何等经验的表现 才能做到这一步 低了 没悬念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竟然有些害怕 叶宁不会冲击全球前十吧 他之前难不成一直在藏桌 众人低声的讨论中 此时已经没人在意 失魂落魄的张扬 此时此刻 这些第一批试炼者 已经沦为了背景板 换作别的时候 他们说不定还会惊叹一下 可能吧 二十层开始 就能挤进全球前十了 但我记得 整个华夏战区 只有华安阁下 和四大统帅之一的孙卫国阁下 冲进过前十 当年还引起了整个战区的轰动 可问题是 这两个人 全都是纯粹的力量戏啊 二十层 有些夸张了 十九层应该就差不多了 二十层以后的难度 难道到离谱 也是 第十九层已经够难了 叶宁冲上二十 我们这些力量戏 也别活了 低声的讨论中 人们虽然不太相信 叶宁真的能冲上二十层 毕竟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但无论如何 十九层的表现 已经足够优秀 就算现在退出 他们也会毫不吝啬自己的赞叹 而与此同时 听着众人谈论的张扬 此时如同遭受晴天霹雳一般 大脑一片空白 想到自己为了提前晋级 为了压过叶宁一头 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 他只觉得 比我强 我是力量戏啊 我是SS级天赋啊 不过是少年星星 巨大的打击下 张扬无助地 看向自己的父亲 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身叹息 张猛无声地抓住他的手 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害怕张扬被彻底打掉自信 他只得硬着头皮宽慰起来 杨儿 只能说你基础还差一些 这次时间太仓促了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潜力 其实你也未必会落后于叶宁 十九层 你也很有希望的 三阶的路 以后还长着呢 一时的失败 算不得什么 更遑论 你也不算失败 没有办法 张猛只能这般劝说 希望张扬重提战役 毕竟作为双戏觉醒者 待会还有一场试炼等着他 然而随着张扬听完开导 刚露出一抹勉强的笑容时 漩涡旁的杨国平 猛然瞪大了双眼 下意识便抬头看向众人 就好像看见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叶宁的任何消息 一举一动都牵引众人的关注下 人们像是想到了什么 也齐刷刷对视过去 果不其然 杨国平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叶宁 二十层 他突破了二十层 系统信息刷出来了 草 二十层 众人爆发出一阵惊呼 倒吸一口凉气 无人在意下 还在救治中的张扬 身形一阵摇晃 啪哒一声 手中的战斧便重重地砸落在地 作为天之骄子 极度自傲的张扬 此时竟有些受不了这份打击了 二十层 那不是已经冲入了前十 他是怎么做到的 难不成我们华夏战区 今天要诞生一个前十的天才 人人面色激动 尤其是一众抽出时间赶来的高层 只觉得自己没有白来 虽然试炼中的表现 不一定代表日后三阶的成就 但以他们的经验来看 凡是试炼中冲进前十 不 乃至前二十的的存在 日后最差也是三阶高级 或者干脆就是三阶巅峰的预备翼 叶宁本身天赋就特殊 两者加加下 众人几乎能想象到 他未来的地位和成就 哪怕从此以后一蹶不振 混得再差 那三阶高级也是百分百的 对于整个华夏战区来说 三阶高级放在地方上 已经是只手直天的封江大吏了 不少心思活络的人 此时已经摩拳擦掌 琢磨着待会叶宁出来后 怎么和他打好关系 更有甚者 甚至急忙私信起自己熟知的高层 准备通知这一消息 让对方赶紧过来 他们也许在今天 会见证一个奇迹 人人面带紧张 随着叶宁突破二十层 反倒给了他们莫大的期待感 二十层室的分水岭 有没有可能更高 如果再上一层 整个首都战区都要轰动一时 高层环卫中 张龙也一改之前轻松淡然的神情 神色转而有些凝重 这位老者陈生吩咐向身旁的下属 去通知几位委员 还有军部副主席 让他们可以来一趟了 这种天才 相信这几位也会很感兴趣的 被命令的下属闻声一愣 心脏猛然一跳 闹得这么大吗 不过也正常 燕宁再往上冲 那就是比你那几位顶级大人物了 这种潜力 值得那些顶级高层亲自到来 提前接见 应下后 几名三接便急匆匆地冲出巨塔 准备通知 虽然张龙声音压得很低 但在场众人轻一色都是 实力强大的觉醒者 人们不动声色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后 心中满是羡慕 天才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他们这些三接 有的人混到这个位置了 都不一定能见得上那些顶级高层 燕宁 怕是要一飞冲天了 试炼谈 燕宁不断闪躲在一头双头变异体身后 勉强隐藏在对方的视野盲区 有些撑不住了 看着被自己来回转换不停跳动的各项属性 他心中暗叹口气 一直压着SSS极箭剂没有使用 以他的实力 最多拼掉这头二接高级后就达到了极限 毕竟他的确没有天赋加成 若非拥有着变态般的战斗技巧 这里的变异体 他在前世都杀过之道弱点 其实也未必能撑到现在 每一次攻击就好似在刀锋上游走 当变异体攻击时 他便精准地一剑攻击对方的关节 打乱进攻节奏 饶是如此 体力也在急速消耗 还好一直转换不停地 再转换成其他三大属性 如同作弊一般 强行把他的属性突破29点极限值 不然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 凭借着生死中魔力出的恐怖判断力 此时的他就好似钢丝上的舞者 手中的剑影高速闪动 带来一朵朵凄厉的血花 成功二十层 怎么样也要保留两张底盘 强压下一发剑技秒掉 身前怪物的冲动 叶宁神经高度紧绷 硬是在怪物狂暴的攻击下对拼上去 后续还有体质和敏捷试炼 没有剑技在手 他实在没把握拿下好成绩 想拿下全系试炼 自然要付出代价 紧张的游斗中 叶宁竭尽全力 找到转意式的机会 毫不犹豫便爆发所有力量 双剑斩向怪物头颅 给我破 一声怒吼 瞬间转换的力量属性 赋予他超越二阶的力量 骤然斩下 扑斥 剑锋从几乎无法攻击到的脊椎缝隙中 精准斩过 在动用最后的体力下 叶宁一个错身 便如利剑一般 从变异体身后冲出 血液飙射 随着两道浑浊的鲜血 如喷泉一般 击射到天空时 被杀死的双头变异体停顿几秒后 便轰然倒下 第一 二十层已通过 一分钟后 开启下一层试炼 请做好准备 大口喘息 叶宁握着双剑的手 也在微微发颤 看着自己身后倒下的身体 他露出一抹苦笑 勉强站起身子 倒也没必要再回复体力了 接下来的战斗反而简单 一发剑技一头 冲到二十四层就算结束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试炼 不过除了那两个序列 其他人应该已经退出了 我现在应该是第一把 叶宁有些不太确定的小声嘀咕起来 在他想来 张扬是力量系SS级 说不定也能突破二十层 不过最终的第一一定是自己的 这点他倒不担心 不断推演着待会战斗情况的他 丝毫没有意识到 此时的试炼塔外 掀起了何等惊涛海浪 哄 哄 连续数到震耳欲聋的音爆声 一连四名三阶高级强者 直接冲进巨塔 随着沉稳的脚步声接连响起 大厅内 众人有些慌张地回过头 在看清来人后 全体一阵吃惊 中央的人来了 真的来了 卧槽 我看到了谁 全是方主席 不止 郑制部的那位也来了 一声声恭敬的问候声中 走在最前 犹如猛虎一般的中年男子 微微点头 先是对着张龙露出笑意后 转而沉声问向陈国平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听说有人突破了二十层 手持系统道具 陈国平文生猛然抓紧手中的信心面板 面对着这几位顶级大人物 他也紧张了 不敢犹豫 他急忙回到 二十一层了 现在是二十一层 只是话刚出口 他只觉得手中的面板猛然一阵 显然又有新的信息更新 下意识看了过去 在看到更新的消息后 杨国平失神地张着嘴 一时间竟有些失态 注意到这点异常 刚刚赶来的副主席方号 瞳孔猛然一缩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又突破了 下一秒 杨国平难以言喻地点了点头 只觉得活见鬼 二十二 二十二层了 声音都有些发抖 如不是手中的道具 是系统出品 他简直以为这东西坏掉了 一分钟前 还是二十一啊 怎么越到后面越快 随着杨国平再次爆出的信息 刹那间 大厅内的气氛猛然一凝 只见为首的三阶巅峰 觉醒者方号 此时竟也有些失态 浑身强横无比的气息 猛然外泄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 二十二 他冲上二十二了 错恶出声 饶是以他的地位和实力 一时间也惊呆在原地 在杨国平再次确认后 大厅内仿佛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短暂的安静中 临时赶来的方号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收起自己的气息后 周围的三阶们 才猛然觉得身上一松 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 这位站在滑下巅峰的男人 每差一级 实力天差地别 刚才方号失态之下 光是散一出的威压 就压得他们呼吸不畅 不过也由此可见 夜宁突破二十二层的消息 是何等的震撼 刚才不还是二十一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强压下心头的疑惑 副主席方号 直接沉声问向杨国平 目光下意识地看向试炼漩涡 二十二层 怎么做到的 他当年才二十一层 饶术如此 也被当时的滑下高层 当成星星 号称继几位统帅之后 最强的天才 要知道他能赶来这么快 纯粹是他刚好和几名高层 在周围视察基地 刚得到消息后 便急忙赶来 本以为是个不错的种子 值得他来看一看 但来的时候还是二十层 路上就变成二十一 等他到了地方 这才三四分钟的时间 转眼又变成了二十二 这他妈的 谁受得了这种事情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他也对当年的试炼 记忆犹新 没人比他更了解 二十层后的难度 有多变态 越到后面花的时间越长 每一分力量 都要计算着用 当年他为了突破二十一层 硬是轮战了将近半个小时 生生耗死了那头怪物 就这样 他出来后 整个人都差点挂掉 几乎是拼掉了半条面 我们也不知道 带着一抹苦笑 杨国平有些紧张地解释过去 在面对赶来的这几位大佬面前 他也慌得不行 在十五层前 叶宁的表现一直很差 速度也很慢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十五层后 他就开始加速 几乎是一分钟一层 二十层的时候拖了几分钟 但之后又再次加速 就好像 就好像 憋了半天 杨国平真的很想说叶宁 就好像开挂一般 这种事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讲实话 活了大半辈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前面速度快也就算了 怎么难度越高 速度越快 他恨不得钻进去 看看这小子 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 二十层刚过 他几乎是盯着信息 一直在看 结果二十一层消息刚出来 刷的一下就跳到了二十二 这背后的意义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秒杀 只有可能是二十一层的变异体 刷出的瞬间 就被秒杀了 要不是在场有一大片三街 还是身处首都安全区 可怜的杨国平 简直怀疑自己 是不是遭遇了什么灵异事件 听着杨国平飞快地讲述 副主席方浩的脸色愈发凝重 把他的资料掉出来掉看 现在 立刻 说吧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一旁跟在他后面的政治部委员 也忍不住低声开口 有点不可思议啊 我听人说过他的信息 据说还是一直信 这情报 是不是出问题了 政治嗅觉敏锐 和方浩一起赶来的他 一眼就注意到了 大厅内准备试炼的其余人 很显然 有很多人的标准 不太符合火种计划 本能地猜测怀疑下 他甚至开始怀疑起 底下的人是不是隐瞒了 叶宁的天赋情况 对于官方内部的猫腻 他知道 有些人能干出这种事 胡委员 这件事待会再说 如果真的有 我们自然会查清楚的 听懂了胡委员的前台词 方浩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眼中带着一抹冷意 在他理解中 叶宁有可能并非是一致戏 而是双戏 但手底下的人 为了压住消息 特意上报了假情报 想要蒙混过关 但奈何叶宁的表现 还是太突出 瞒不住的情况下 还是被选入火种计划 不然实在没理由解释 叶宁如何能突破22层 对于有些事 他们这些高层 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底下的人不是太过 也没人会管 但现在 他听说过 叶宁因为一只戏的天赋 在第一轮被刷下去过 误以为叶宁是双戏的情况下 此时的方号 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无名怒火 玩玩潜规则可以 甚至压消息 他也能理解 但上报假消息 这点已经触犯了他的底线 对于火种计划 他可以容忍一些高层 为自己牟利 但不代表他能容忍 有人敢欺骗他 如果叶宁不是在第二轮被送来着 是不是就代表一个双戏的顶级天才 就此被埋没 有些人 当真是胆大包天 这种情况 甚至足以 撑得上误国 连他都敢骗 底下的蛀虫 也该轻易轻了 一想到这一点 一向脾气暴躁的他 神情也愈发冰寒 周围的大批三接 本能地捕捉到了方豪压着的怒意 一时间人人自危 尤其是做了些手脚的高层 此时更是心中一片发寒 都是人静 他们自然也想到了 方豪此时在想什么 是 他们是做了些不光彩的手段 但真的没有上报假消息 要知道 当初唐震想拖一拖时间 他们这些人都不敢压下消息 只敢搞点小动作 还没搞成 而此时 不远处和张扬待在一起的张猛 心中也猛然咯噔一下 他知道方主席 怕是误会他们了 一旦事后算账 找过不少人他 必然会被强行审查 到时候 他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也说不清 看着时刻盯着信息的杨国平 他此时竟有些害怕 害怕此时再有什么好消息传来 叶宁表现得越好 他们越麻烦 然而 事与愿违 几乎是卡在一分钟的时间节点 在全场注目中 杨国平浑身一抖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高喊起来 23 现在是23了 激动到难以言喻 手捧着信息面板的他 只觉得他们仿佛在见证奇迹 23 猛然抬头 正在翻看叶宁资料的方号 深吸一口气 极力压下心中的震撼 与此同时 整个大厅内的 顿时掀起嘈杂的讨论声 23层 那岂不是最高纪录了 一分钟一层 这个速度 是不是拿下全球第一了 应该是 这种表现 只可能存在理论中 他不是第一 谁是 惊叹 激动 作为三接 他们太清楚 这个成绩的含金量了 毫不夸张地说 但是叶宁在这一次 力量试炼中的表现 就足以刷新华夏战区这么多年的记录 不 甚至是人类极限 和兴奋到连番讨论的众人不同 几名后代参与火种计划的高层 心中忍不住苦笑一声 看着几名还没参加后续试炼的子嗣 他们现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还争个屁 当叶宁 一个意志系拿下了力量试炼第一后 这次第一序列的名额 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但凡他们敢多嘴一句 整个官方上上下下 怕事都会暴墓 会有无数高层站出来干死他们 也不会有任何反对 毫无疑问 他们所有人都成了背景版 哪怕在后续的意志试炼中 就算他叶宁表现的像驼使 以方号为代表的的顶级高层 也不会在意分毫 大不了当力量系培养 这就是下一个三阶巅峰的预备役 一想到自己等人 动用各种手段忙前忙后 为此还付出如此代价 一时间 几人肠子都快毁清了 早知道这样 他们还不如什么事都不干 攥着手中的资料 作为全场地位最高的方号 此时也忍不住确认 一般问向杨国平 之前全球第一的成绩 也是23层吧 燕宁有没有超过他 算不算第一 算 毫不犹豫 看着一众期待的目光 杨国平直接脱口而出 脸上满是振奋之意 等试炼结束 系统就会直接发布公告 我看了好几遍排行榜了 之前北美战区的第一名 在突破到23层的成绩 是花费了7分19秒 以燕宁现在的成绩 已经远远超过他了 随着杨国平的确认 众人不由地爆发一阵喝彩 无论他们和燕宁熟不熟悉 有没有关系 但在国家荣誉面前 燕宁的表现 值得他们如此激动 虽说只是一份榜单而已 可那代表的是各个战区的潜力 自从末日爆发后这么多年 一切以实力为尊 别看是末日 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依旧激烈 若不是海洋已经沦为禁区 各国之间军队调遣不变 华国和其他国家 早就爆发大规模战争嘛 荣誉必争 这是关乎于国家士气的象征 谁弱谁强 这份榜单甚至上升到种族优劣的问题 作为三阶 他们很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 看到排行榜时 心中的那种失落和无力 诺大的一个华夏 号称全球幸存者最多的战区 但在榜单上还比不过措尔小国 这让他们如何不压抑难受 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甚至有些感到悲哀 默契地从不讨论此事 可以说火种计划的诞生 其实也代表着整个华夏战区 对于培养出顶级天才的渴望 37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的力量系第一 北美战区的巴克维德 已经霸榜了整整37年 在此期间 无数觉醒者想要冲击这个成绩 但全部都失败了 目录唏嘘 代表着军方最强者之一的的力量系 方浩感叹之余 心中竟升起一股怅然 他当年也是引起过轰动的天才 在许多高层的期盼下 他当然也想冲击过全球第一 甚至还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 但结局不如人意 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无论再怎么拼命 也只堪堪拿到了第九名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件事差点成为他的心魔 让他一怯不振 虽然今非昔比 这份荣誉对他来说 已经不再重要 但这何尝不是他 或者说所有华国觉醒者的执念 现在 一切都不一样了 叶宁代替他们 完成了当年的梦想 也算了结了他一桩心结 虽然素未蒙面 但他已经在心中 对叶宁升起天然的好感 很好 真的很好 作为几乎没有称赞过他人的副主席方号 此时也忍不住喃喃自语 神色复杂地看向漩涡 片刻后 他神色一正 沉申开口 刚才的消息 我已经上报给那几位了 各位准备一下吧 待会应该就到了 叶宁如此表现 值得我们用更高级别去对待 话音落下 大厅内众人心头一领 不少人干脆倒吸一口凉气 场面越来越大了呀 能被军部副主席方号称为上面的那几人 除了ZY主席和几位统帅 还有谁 不出意外的话 待叶宁出来之时 这里将会聚集整个华夏权力最巅峰的一批人 像是想到什么 随着方号说出这个消息后 站在他一旁的政治部主任突然开口 快一分钟了吧 叶宁为什么还不出来 他总不会还想着再上一层吧 等下一层开启 他就没法脱离了 如同被惊醒一般 众多高层猛然紧张起来 杨国平 快 想办法通知叶宁 让他赶紧出来 没必要 他现在已经没必要继续了 心头一紧 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号 也瞬间冲到杨国平身前 语速飞快 能不能传递消息 24层 我们之前军方讨论过 极有可能是要面对三阶变一体 难度会发生质变 那根本就不是给人类通过的 神色急切 方号此时也顾不得保持威严 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 把叶宁拉出来 他有些害怕 害怕叶宁和大部分天才一般 又决又想尝试极限 直接开启下一轮 到时候万一出了事 他们能心痛死 与此同时 经验最丰富的老者张龙 也脸色一变 像是想到了之前突破20层出来后 那些试炼者的惨状 快 赶紧从军部调来几名 拥有治愈能力的三阶 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过来 不 叫一个医疗大队过来 随着众人在震惊过后 意识到待会可能发生的问题 整个大厅内顿时一片慌乱 没错 他们虽然不知道 叶宁是怎么冲到24层的 但在他们认知里 一定是一路血战 必然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弄不好 为了追求速度 用的还是以伤换伤的拼命打法 不是没有这种例子 试炼中也会死人的 末日爆发后 前几批三阶 当年可是不少人 因为资源缺乏 只能凭着基础实力开始试炼 那时候可是成片成片的死 有些天赋 伤势越重 战力越强 就像当年的方号当年一般 靠着自己受伤越重 实力越强的天赋 搞得差点半条命都没了 要是叶宁重伤之下 得不到及时救治 那就损失太大了 在中年人的急身问话下 杨国平也有些慌张地 盯着手中的信息板 还有七秒 距离刷出下一头编一体 只有几秒的时间了 但试炼塔内的叶宁 丝毫没有出来的意思 没有办法联系啊 试炼塔内 屏蔽一切通讯功能 为的就是防止有些场景作弊 急切之下 杨国平只觉得自己快要急疯了 就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一般煎熬 变得瞬间难看起来 他们从来没想过 他们会担心 有觉醒者冲得太高而心揪 并住呼吸 在一众紧张盯着的目光中 杨国平死死地攥紧手中的信息板 心中几乎都快哀求起来 我的小祖宗啊 不能再冲了 出来 如果现在能联系上叶宁 他恨不得冲过去告诉 对着叶宁的耳朵大吼 你知不知道你 现在让多少大人物在揪心 四秒 三秒 一秒 眼睁睁地看着倒计时 杨国平面色惨白 其他高层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 完了 这个看上去就极度傲气的少年 看来真的想继续冲 然而就在倒计时 即将归零的瞬间 一条全新的信息刷出 第一 试炼者叶宁 以终止力量试炼 猛然愣住 杨国平就好似溺水的旅人被拖上岸 连续的情绪激动下 他只觉得自己背后的汗水 都快要湿透了 杨国平 他是不是开启了下一层 叶宁呢 他怎么样了 惊声怒问 众人看着愣住的杨国平 忍不住急切问去 而脾气火爆的方浩 更是直接冲到他面前 拽起他的领子 这个时候发什么呆 不知道他们都在等消息吗 没有 没有 回过神来 杨国平额头冷汗止流 在方浩的气息压迫下 他只觉得自己好似 面对顶级的烈食者一般 呼吸都有些艰难 停下了 叶宁选的停下了 师生脱口 方浩和身后一众高层听后 猛然大松一口气 一阵后怕 愣了愣 胡伟员回过神后反应极快 瞬间便直接问去 那他人呢 为什么还没出来 试炼结束 公告呢 听着焦急的询问 杨国平干咽一口口水 再次看向信息版 片刻后来不及多想 有些不太确定的张了张嘴 他好像 准备继续下一轮试炼 没有直接退出来 全球公告 要等试炼结束后才会确认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无不错愕地张着嘴 而原本等待参加敏捷试炼的觉醒者 此时也心中一片诡异 继续试炼 他是不是以为下一场是抑制 试炼塔内 燕宁颇有些无语的 用剑尖戳向地上的一摊烂肉 和众人想象中 他一路血战不同 他除了在二十层时 被蹭到了左臂 留下了一道伤口 后续几层简直无聊透顶 站在刷新点一旁 变异体一出来就直接发动剑剂 一箭秒杀 简单到他 甚至连角度都不需要调整 无敌 也是无趣啊 燕宁暗叹口气 至于郁闷 纯粹是第二十三层的变异体 是一头罕见的金石变异体 这种变异体外表酷似矿石 击杀后能爆出罕见的一种材料 可以在三接后 提高至少六点益智属性 价值高到离谱 在前世 整个华夏战区 有记录的击杀信息 也只有两头 本以为自己运气爆棚 能在试炼中 还能收获这种好东西 但燕宁也没想到 这玩意被他秒了之后 什么东西都没爆出来 白高兴一场 这系统真是小气到过分 刷出的变异体 一点东西都不爆 忍不住吐槽了几具系统后 燕宁摇了摇头 准备下一轮的敏捷试炼 身上剑技还保留着两次 分别是次元斩和堕天 考虑再三 在二十四层即将刷新变异体时 他还是果断选择了放弃 反正在他的判断中 自己应该拿下了全球第一 再继续下去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与其这般 还不如省下剑技 在剩下的试炼中使用 至于不退出 纯粹是系统的隐形规则 觉醒者连续试炼 试炼成绩会汇总叠加 中途退出的话 额外的奖励就没了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系统考验觉醒者的极限和毅力 对此 燕宁说什么 也不可能放弃这份奖励 虽然 他体力确实消耗大 但应该还能撑住 有次元斩在手 敏捷试炼应该没什么问题 毕竟速度再快的觉醒者 也不可能比空间瞬移还快 他真的选择了 继续开启敏捷试炼 担忧错愕中 无论是方浩还是张龙 此时都一脸古怪地 接受了这一事实 手捧信息版的杨国平 也费解地点了点头 苦笑开口 对 还是主动申请的 指了指已经变成青色的漩涡 方浩也指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这小子 难道不需要休息吗 还试炼个什么 现在直接出来啊 他总不会觉得自己表现还不够好 还想在敏捷试炼中再试一次 无法理解燕宁的举动 但好在他也能想到 叶宁能放弃24层 那就说明还不至于太过疯狂 敏捷试炼是躲避攻击的 情况不对 可以直接退出 一般情况下倒也没什么危险 叹了口气 方浩摆了摆手 既然他开启了 那就继续吧 难不成这小子的天赋 还有敏捷系特性 匪夷所思地低语了几声 饶是以他的见识 现在也搞不懂 叶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 得到命令后 原本准备展现自己的 众多二阶试炼者 此时看着根本没人关注他们的众人 给条活路 不行吗 如果你们进去后试炼场景是开放式的 能碰见叶宁 那就告诉他 让他赶紧出来 没必要再继续了 青涩漩涡前 多达三十名试炼者 默默地听着几位高层轮番叮嘱他们 不少人心中酸楚的眼泪都快冒出来了 明明他们也要参加试炼 也许他们也会表现很不错 但全场的三阶乃至他们背后的高层 此时竟无人在意他们 所有人都只在意叶宁 他们好似变成了路人甲 像是不太放心 方浩甚至是命令一般沉声补上一句 要是那小子太倔 你们就告诉他 我们可以一直等他 若是状态不好受了伤 让他先出来再说 首都不会因为他中途退出而降低评价 他要是有危险 你们就尽一切所能保住他 真心实意 一番话说出去 方浩眼中的担忧丝毫未减 叶宁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了 作为力量系 他太清楚叶宁的潜力有多高了 后续就算表现成一坨屎 他方浩也会不于一力地 将叶宁推上第一序列的位置 哪怕他亲手带也行 虽然他也怀疑 叶宁是不是还有什么把握 但现在 他只求人不出意外就好 毕竟猜测归猜测 天赋中有三系特性 还各个变态的那种 这种事 他听都没听过 听着方主席的再三叮嘱 准备进入的试炼者 纷纷强提起精神 接连应下 只是多少有些欲哭无泪 整个高层一起等 保护他叶宁 要不要这么大面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叶宁是某个 顶级高层的私生子呢 难道真的没人在意 他们的感受吗 队伍中 唯一冲到二阶巅峰的 火种黄灵玉 此时也紧摇嘴唇 只觉得心中一片苦涩 大家都关心叶宁 没人看他 作为整个试炼队伍中 少见的女孩 他的天赋也高达S级 很少有人知道 身为敏捷系 他为了追上进度 提前参加试炼 付出了多大代价 本身在前期正面战斗力就不强 他背后的私人势力 为了他快速升级 不光付出了几名三阶战死的代价 他也差点死在副本里 从他测出天赋的那一天开始 整个势力 就是他为下一代的希望 为了打败同期的其他人 他付出的努力和血汗 只会比其他火种多得多 本以为这次试炼时 自己大放异彩 能得到官方承认的机会 但现在看来 他的梦想可谓是破碎了 在全球第一个记录面前 他就是表现得再优秀 都无济于事 没办法 叶宁的表现太出色 出色到哪怕不是同系 他也被压制得死死的 除非他也能做到 打破全球记录 也许才能再次得到高层的青睐 但没可能的 他知道自己的极限 也许能表现得很不错 但无论如何 也没法跟那个变态比 低落 苦涩 不甘 种种负面情绪下 他只恨自己 为什么和叶宁在同一批 大厅内 众多三阶所在的队伍边缘 一名三阶高级觉醒者 看向女孩 暗叹一口气 他便是黄凌玉背后的支持者 也是星耀安全区的高层之一 作为这次试炼中 少数的私人大势力 他特意被派来照顾统领的女儿 力图拿下序列前三 但看着女孩 显然因为年龄太小 有些吃不消这份打击 情绪低落下 毫无战意可言 他的心中就一片焦急 果断私信过去 他必须要黄凌玉打起精神 好好表现 不要气馁 凌玉 不要去管那个燕宁 反正我们的目标 也没想过 拿下序列第一 不要因为他的表现 影响到自己 换个角度想 他燕宁吸引来了足够多的高层 这其实也是你的机会 想想看 之前张扬已经被碾压了 但凡你表现好点 拿下这次试炼的第一 哪怕打不破纪录 但在高层 看来你未尝不比张扬强 这是好事 语速飞快 作为经验丰富 洞悉人性的老牌三阶 他是真的觉得 现在的处境 对黄凌玉有优势 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过吗 你想进入前三序列 张扬和其他几个火种 是你的竞争对手 但现在他们不行了 你还有表现的机会 他叶宁是变态 但也不可能在 敏捷试炼中超过你 你可是实打实的 S级敏捷系 浑身一震 女孩听着 自己老实的劝导 心中原本压抑的心情 瞬间火热起来 是啊 张扬和那些二阶 被叶宁抱的体无完肤 差距大到让人绝望 可是关他什么事 他要是胜过叶宁 哪怕表现得并不是很亮眼 但也足够 让这些高层留下印象了 至少别人想起他时 会记得他在敏捷试炼中 表现最好 连叶宁也比不过他 如此一来 他也许还能争一争 第二序列 哪怕他表现得 还未必有张扬出色 战役机声 短短几句话的时间 黄凌玉便重重地点了点头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决然 老实说的没错 也许他还要感谢叶宁 给他创造机会呢 嗡 随着大片白光闪过 女孩瞬间回神 观察着这次敏捷试炼的场景 单人试炼 迷宫并非开放式 几乎在系统提示响起的刹那 他便摆出了战斗姿态 碰不到吗 不过也好 自己至少不会烦心了 真让他碰见叶宁 他毫不怀疑 自己刚提起的信心 又会受到打击 一分钟后试炼开始 根据通关迷宫的速度 判定成绩 迷宫内隐藏着怪物攻击 无法反击的情况下 只能靠速度躲过 只要找到迷宫出口 就算晋级成功 速度越快 成绩越好 看完简短的系统描述 黄灵欲急忙看向不远处的迷宫入口 不断地调整起状态 躲避攻击 考验速度 以他的疾风天赋来说 再适合不过了 他正面战力不强 但闪避能力绝对出色 这个场景 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以此同时 其余同时进入的二阶试炼者们 也纷纷摩拳擦掌 等待着试炼开启 有些聪明的 自然也想到了 这次敏捷试炼 可能是他们压过叶宁的唯一机会了 虽然没什么卵用 但也算是一件好事 而另一个单独空间内 此时的叶宁 正一脸古怪地看着庞大的迷宫入口 很复杂的迷宫啊 墙壁无法破坏 躲避怪物攻击 找到出口吗 这个迷宫大小 怎么感觉冲到一半 就能用次元斩了呀 看着即将开启的倒计时 叶宁默默地将意志属性 转化成敏捷 一口气突破三十点 很显然 敏捷试炼考验的是 对于自己的闪避能力 叶宁没有丝毫担心 他在前世可是实打实地 和海量变异体厮杀过的 那种攻击密度 远非普通觉醒者能想象 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有三阶 比他的经验还丰富 要知道 他的经验都来自大灾变之后 那可是战场 充斥着无数变异体的绞肉机 别说在迷宫内躲开近身攻击了 就算在怪物堆中 他也能保证自己躲开大部分攻击 只要有一丝机会 只要有躲避的可能性 以他在生死中魔力出的技巧 就能躲开 其实也很正常 在一次次大规模的战役中 他但凡闪避能力不强 早就死上几百次了 爹 试炼开始 请尽快找到出口 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转瞬即逝 毫不犹豫 叶宁腿部肌肉猛然发力 直奔着迷宫入口 便高速冲去 错身 便不 几乎冲进去没几秒 在低头小型变异体的攻击下 他就好似机器一般 精准地闪开对方的攻击 擦着变异体的身子 便再次前冲 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 丰富的战斗经验下 他已经将这种闪避方式 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 花费最小的体力 最小幅度的动作 躲开最致命的攻击 这种入微 堪称怪物般的能力 如同本能一般运用 不知道能不能拿下 敏捷试炼的第一 晃身躲开迷宫顶部的尸候爪击 叶宁一边心中飞快地思索 一边游刃有余地 继续在迷宫内高速奔跑 闪避能力没问题 但我的速度和爆发差了一些 没有天赋加持 我现在的属性 最多勉强等于S级的敏捷系 不仅如此 少了爆发性加速技能 最后的路程肯定吃亏 看了一眼挂在右侧视野中的排行榜 叶宁心中不禁感到一抹压力 虽然他未必需要拿下第一 有个前三就足够亮眼 但他还是打算尝试一下的 第一名 东宁战区的宫本腾山 记录是1分09秒 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他的天赋 似乎是物体融合之类的 根本不需要躲避 融合在迷宫墙壁上 就能一直冲刺 不会浪费半点体力和躲避时间下 这个速度已经是觉醒者极限了 第二名是大英战区的觉醒者 高斯 这个人我倒是在全球副本中碰到过一次 他的天赋 战斗计算 能计算出最佳闪避路线和前进路线 并拥有爆发速度的能力 暗自敌过 榜单上前十的觉醒者 几乎都是SS级 他光凭意志转换加成属性 实在不够看 因此 燕宁丝毫没有在意 自己的路线是否正确 是否会走到迷宫死路上 他想拿到第一 必须另辟接近 天赋就是天赋 有些方面 他就算魔力的再强 也比不过这些妖孽 比能力的特殊 他肯定比不过宫本腾山 比找到最优路线 他也肯定比不过 大英战区的那个英勾比 那么唯一的办法 只有开挂了 我想超过他们 只有冲到迷宫中央最复杂的地区 那里的路线最短 但大概率是死路一条 但有次元斩在手 反倒对我最有利 心念一定 燕宁在反复推演各种情况后 直接选择了最大化次元斩的方式 不是为了进攻 也不是为了逃跑 在次元斩期间 他可以无视迷宫阻碍 直奔出口 一秒钟的空间移动时间 能不能拿下第一 就看他在次元空间中能冲多远了 一秒的时间配合属性增幅 在次元斩的特性下 他足足能跑出数百米 在这种变态的移动速度下 和瞬移没什么两样 只要能一口气跨越最后的阻碍 说不定就能拿下第一 不过 也有风险 燕宁反身踩在墙壁上 借着反灯之力 犹如离弦之剑一般 从两头变一体中间穿去 双眼不断地估算墙壁的厚度 一米左右 有点厚啊 要是出现的瞬间卡在墙中 或者直接落到怪物堆中 那就危险了 燕宁心中暗叹口气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赌一赌自己的运气 富贵险中求 第一哪里是那么好拿的 希望自己不会倒霉 背到了最后一米的时刻 自己反倒被墙壁给拦住了 以迷宫复杂的结构来说 一米只差 很可能背后就是出口 这一米跨不过去 鬼知道要绕多少路 快一点 速度再快一点 同步的试炼场景中 黄灵玉如同一阵疾风一般 骤然穿过四头变一体的拦截 直接冲到另一个拐角后 他脸色一白 体力显然已经消耗了不少 胸口处 一道细微的伤口 正在不断地渗出鲜血 他的天赋虽然躲避能力很强 但奈何天赋发动次数有限下 不是到危急关头 他轻易不舍地动用 紧咬嘴唇 迈着逐渐沉重的步伐 他静止贴着迷宫右侧的墙壁 一路狂冲 怪物耽误不了我什么时间 可是我计算能力太差了 心中有些焦急 虽然他自信 自己的速度绝对不算慢 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他已经跑完了快一半路程 但很显然 他能感觉到 自己前进的路线有很大问题 没办法根据怪物出现的位置 和移动轨迹 判断出哪条路线才是最短捷径 他只能凭着笨办法 一直贴着迷宫右侧不断冲刺 是的 在任何迷宫中 只要贴着右侧一直走 就能找到出口 这种办法虽然会绕路 而且遭到的攻击最多 但这已经是女孩 能想到的最优解了 大脑急速运转 在高速冲刺下 一边要做到完美躲避 一边要考虑不断规划路线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 难度太大了 与其分心 不如用最笨的办法 全力保证自己的速度和躲避 好在迷宫的复杂程度 并不是太过分 系统不太考验脑力 我现在肯定比叶宁和其他人快 但只有拉开距离 才算表现好 如果能冲进前十 不 前二十 未必不能拿下第二序脸 目光坚毅 不似外表那般柔弱 女孩深吸一口气 直接全力冲刺 眼中满是决然 拼着重伤 他也要拿下这次试炼 看不到表现啊 要是能知道里面的情况都好了 和试炼中紧张的气氛一样 等在试炼外的众多三阶 此时纷纷交头接耳 耐心地等待起来 人越来越多 在许多高层的通知下 整个首都战区 能抽出时间的三阶 几乎都一窝蜂地跑了过来 只为在第一时间 目睹拿下全球第一的叶宁 尤其识得知 试炼还在继续 许多人心中的好奇也更深 不用担心 张老 敏捷试炼很短的 最多三五分钟 能就能出来结果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相信叶宁如果真的撑不住 自己也会退出来的 站在张龙身旁 哪怕是作为军方副主席 方浩也依旧 颇为尊敬地 轻声宽慰过去 他知道这个老人 很重视后劲的觉醒者 为人也极为正派 哎 我知道 我只是担心 那小子太过要强 张龙轻声叹了口气 对于叶宁这种天才 不由得让他想起了 当年的四大统帅 和那位存在 这些妖孽般的天才 越是天才 反倒越是要强好胜 虽然只和叶宁见了一面 但以他的眼力 哪里看不出叶宁平静的外表下 心中隐藏的那团锐意 就好似一把积蓄已久的剑一般 随时准备出窍 石破天惊 如此锋芒 连他都有些心惊 想不通 一个资料上 不过是平民出身的少年 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培养出这种性格 那股风锐道 好似要将天都捅个窟窿的傲然锐意 不是经历过大量生死魔力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 他才会第一眼 就对叶宁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剑刚一蛇啊 收敛一些 藏风才能走得更远 那孩子 我总觉得他好像很急一般 一刻都不愿等待 第二次有这种感觉了 见过太多天才 张龙心中不禁微微升起一抹担忧 有锐意 有强大的进取之心 这是好事 但怕就怕打击 怕就怕失败一次 在他这么多年的人生中 不是没见过一些天才 遭遇不顺后便一蹶不振 比如 站在不远处 有些浑浑噩噩的张扬 这位司令之子 正在死死地攥紧拳头 望着试炼漩涡 哪怕他的试炼已经结束 但此时的眼中 也只有还没出现的叶宁 很显然 他到现在都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以张龙的眼力 自然能看出整个种子的心中 怕是已经被打击得有些扭曲了 明时担心 叶宁在敏捷试炼表现不佳 以他的骄傲的性格 反倒会觉得有些受打击 面色古怪 方浩瞬间就听懂了张老的意思 心中不禁无语起来 应该不会的 那小子本来就是意志系 他在力量试炼中 能表现到这种程度 已经天才倒不能再天才了 他敏捷试炼中 要是表现得再出色 那才是见了鬼 我想 他应该不会觉得有什么吧 方浩自问自己 饶是以他过去那些年 一路碾压同代 号称同皆无敌的性格来说 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当初他也好奇地尝试 继续参加后续的体制试炼 成绩相当一般 但也没当回事 每个人天赋都是有极限的 能做到一方面强就可以了 这世界上哪有完美的天才 样样都比别人强呢 如果真有这种人 要是叶宁真的在敏捷试炼中失礼 觉得自己表现不好 深受打击 那他只会觉得 对方的心性 说不定该模拟一下了 没事 要是真的发生那种事 我会开导他的 人力有穷 他表现不好也很正常 我会拿我的经验告诉他 让他不要在意这些 当年我也想利压所有戏 虽然没做到 但丝毫不影响 我有今天的实力 三阶后的路 还长着呢 方浩淡笑一声宽慰过去 既然张老表达了担忧 他也不介意表个态 一旁的众人听着方浩如此上心 心中的酸楚 只能用极度来形容了 一个三阶巅峰 像保姆一样 开始考虑起做心理辅导 自末日以来 还没有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吧 果然 潜力就是一切 只要你够优秀 整个高层都会围着你转 耐心的等待中 不断地右三阶 和各方高层渔贯 走进大厅之内 人人默契地保持着低声讨论 等待着这次试炼的结束 三阶边缘中 不少三阶一反之前的态度 刻意靠近了 带着黄凌玉过来的中年人身旁 待会 应该就是 您带来的那位种子出来了 相信成绩应该不错 会吸引到不少高层的目光 对待私人势力 这些首都战区的三阶 虽然会觉得有些隔阂 会避嫌不是特意清净 但作为聪明人 这些人自然也想到了 这位三阶高级所带来的种子 待会一定会得到不小的关注 他们没什么资格和拉拢叶宁 但和黄凌玉背后的势力 拉近一些关系 也算是一种投资 谁都能看出来 现在就是在抢第二序列了 第一序列是叶宁毫无疑问 但第二序列可是有很大的悬念 建宁吉言 我也希望黎玉那孩子 能表现得好一些 中年人不敢端起架子 只是连连硬核过去 他虽然是三阶高级 但在场的三阶 可都是首都战区的 谁知道这些三阶背后 有什么大人物 他是一个都不敢得罪 只是众人虽然都这么多说 但他心中也有些紧张 而另一旁 张猛子脸色低沉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自从叶宁突破二十三层后 骄傲的张阳 就一直保持这种浑浑噩噩的样子 仿佛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他看着心疼 也难受 他也没想到 叶宁的表现会如此变态 以至于把张阳的信心彻底打爆 再这样下去 可不行啊 没有办法 他此时只能祈求 只求叶宁敏捷试炼中的表现 一塌糊涂 最好连通过都做不到 唯有这样 他才能宽慰张阳 让他重振精神 不 没可能的 爹 他这次会不会说 会不会说 死死地盯着漩涡 曾经骄傲到极点的张阳 此时满脑子都是叶宁 不顾周围一阵古怪的脸色 他忍不住问向自己的父亲 如果叶宁这次表现不好 他至少还能说服自己 只是输在了力量失恋 那个家伙 也不是什么都比他强 还是有人能压过他一头 待会的体质失恋 自己也未尝不能再表现一番 听着张阳近乎于执念般的问询 张猛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 轻轻地点了点头 会的 正当张猛打算再多说些什么 宽慰张扬时 持续波动的试炼漩涡猛然一停 手捧着信息板 目光一刻也不敢松开的杨国平 瞬间便听到了一声声急促的问询 好快 是不是结束了 是不是已经有人通过了 感觉刚过去一分钟啊 我看排行榜上 这个时间已经接近前世的速度了 又有人打破记录 众人反应极快 若是换作以前 他们根本不会那么关注记录 但现在 所有人无由地冒出一个念头 这么快结束 难不成又出现一个 打破记录的天才 人人面色紧张下 一声突兀的问询 急切响起 陈老 是不是黄灵玉 是不是他 激动到几乎手舞足蹈 同样意识到这一点的心药高层 忍不住急声问去 这次试炼中 除了女孩天赋最强 哪里还有其他人 能拿下这个成绩 然而 也许是杨国平 如同确认一般 愣住得太久 脾气最为暴躁的方号 索性直接冲到他身旁 一把抢过信息板查看起来 下一秒 看着信息板就和杨国平一般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真是 见鬼了 只见刚刚刷新的信息板上 叶宁的名字赫然浮现在上 一分零九秒 并列第一 系统正在评估中 方主席 主席 焦心的等待下 大厅内的众多高层 看着和杨国平一样愣住的方号 忍不住想要叫醒两人 看到了什么啊 你们两个倒是说啊 若不是方号的地位摆在那 无人敢造次 此时焦急的众人 恨不得也跟着冲上去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尤其是新药商会的人更甚 这名三阶高级 差点觉得自己快要急疯了 双眼不断地在漩涡和两人之间看来看去 方主席 是黄玲玉还是谁 说吧 他看着久久沉默不语 像是在确认什么的方号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完了 这个样子 怕是出问题了 要真是自己带过来的那个女孩 或者是其他人 现在八成应该退出来了 这架势 怎么看怎么像 果不其然 几秒后 再看着系统信息一阵变动 最终定格下的方号强行镇定 心中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焦急的众人 他只得刻意地保持着平静 显得不是那么激动 但那变调的语气 依旧出卖了他心中的震撼 叶宁 一分零九秒并列第一 由系统确认后 实际成绩优于攻本腾山 对方已降至第二 虽然不太理解 系统为什么这么判定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系统还要确定什么 但丝毫不妨碍 他理解 叶宁那小子 又他妈的是第一了 话音落下 众人奇奇失神 不少人难以置信地脱口而出 叶宁 又是他 双系第一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难道连休息都不需要吗 什么天赋能做到这一点 到底是什么天赋 不 也许是三系了 他叶宁还是一致系 为什么并列第一会变成第一 蓝不成系统也有 优待这一说 总不能系统也帮着他吧 起嘴巴舌 此时众多三阶和高层 在也不复之前 还多少在乎面子的模样 无论是谁都压制不住满脸金色 太夸张了 饶室同样的疑惑 他们问了好几遍 但所有人还是想问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叶宁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方主席 他叶宁是不是已经创造记录了 三系第一 历史上有人做到过吗 还用想 肯定是没有的 不要说三系 就连双系都没有过 妖孽 这是妖孽啊 激动的惊声争吵中 人们已经下意识地认为 叶宁一定能拿下一支试炼 哪怕叶宁还没有开始 但连续两次变态的表现下 无人敢怀疑这一点 看着乱成一锅粥的众多高层 方浩重重地点了点头 心中感慨万分 是的 也许今天 我们就要见证奇迹了 不想表现得太过失态 方浩说完 便将信息版还给了杨国平 极力让自己看上去比较平静 好歹自己也是三阶巅峰 老是失态 实在说不过去 只是在注意到 另一头失神正正 好似雕像一般卡住的星药高层 以及一屁股坐倒在地的张扬后 他心中静暗叹口气 其实这批种子也挺可怜的 和叶宁同一个时代 注定了永无出头之日 这种被人碾压的感觉 一定不好受 就像他当年冠绝同代时 同时代的觉醒者中 不少人都向他表露过心声 这种永远追不上 始终有人压在头顶的感觉 实在太难受了 比起自己当年 毫无疑问 叶宁带给他们的打击 只会更大 他当年也只是领先一头 但叶宁可是领先了整个人 三系第一 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一个力量系第一的巴克维德 就压了全球27年 让无数力量系觉醒者望而心叹 多少觉醒者渴望超过他 但和叶宁比起来 简直没有可比性 可以预见 当全球公告响起的那一刻 别说华夏战区的幸存者们会吓倒了 全世界的幸存者都会疯狂 捡到了宝了 这是捡到宝了呀 这哪里是天才 这根本就是妖念 作为亲眼见证 叶宁从第一次被刷下后 又屡次创造记录的杨国平 此时心中一阵后怕 还好他坚持了自己的判断 没有像唐震那般为了讨好张猛 刻意压下去消息 不然事情一旦败露 估计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上军事法庭也不是不可能 这种怪物般的天才 耽误他一秒都是罪过 下一时间 他忍不住在众人当中 寻找当真的踪迹 目光一扫 很快便在张猛身后 看见了脸色发白的唐震 看着低头这头 浑身仿佛都在打战的唐震 他心中冷笑一声 竟生起一股快感 现在知道怕了 当时叶宁明明还是能以最低标准入选计划的 但就是唐震从中作梗 硬是压了下去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待整个试炼结束后 张猛为了保全自己 肯定会把这家伙退出去 当替罪羊 若是叶宁致意 还想继续查 上面为了体现重视他 说不得不少人也要跟着遭殃 出来了 有人先出来了 随着漩涡一阵波动 脚步有些亮腔的黄灵玉 脸上带着一抹激动 极力稳住身形走了出来 两分零一秒 他做到了 见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自己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他 此时心中一片自吼 我果然是第一个出来的 只是 大家怎么看上去那么激动 虽然自诩这次试炼 自己已经超长发挥 绝对表现得不错 但黄灵玉心中也很清楚 他只是勉强挤进了前二十 这种表现算得上出色 但应该不至于激动吧 不知为何 他心中的喜意莫名一致 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 顿时冒了出来 正当他想说些什么时 只见自己的老师 突然快步冲到他面前 一脸苦涩地扶住他 就好像生怕他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老师 大家这么激动 是因为我吗 叶宁呢 叶宁表现怎么样 下意识地环看四周 女孩见叶宁并未陷于他出现后 忍不住急忙问去 灵玉 你表现得很出色了 真的 待会我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中年人将他拉到一旁 苦笑一声叹了口气 我们说了 叶宁 还是第一 他的成绩是一分零九 话音落下 少女听后 猛然呆愣在原地 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 脑海中仿佛录音一般 不断回荡着老师的话 他说了 还说得那么惨 差距别叶宁和张扬还大 几秒后 想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和期待 他竟再也忍不住 哇的一声便哭了出来 大厅内 不少人面色尴尬地张着嘴 看向嚎啕大哭的少女 他们本想问女孩 有没有在里面碰到叶宁 是不是开放式场景 但现在看来 已经没必要问了 大概是没有在里面碰到的 不然也不会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眼下女孩 这副被打哭的模样 他们再去问 那和在伤口上撒盐差不多 不过 想想也可以理解 倘若自己 在这个年龄 遭到这个打击 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看看旁边的张扬就知道 现在跟傻子似的愣在那 要不是张猛拉着 估计还贪坐在地上不肯起来呢 越是天才 遭遇的打击越大 反倒是那些找来的二阶 表现还好些 燕宁还是准备继续 不肯出来吗 方浩摇了摇头 也不在意这几名种子的表现 无所谓了 火种计划 能出一个燕宁就足够了 至于其他人 被打崩了就崩了吧 能不能调整回心态 那只能看自己了 见方浩问向自己 杨国平苦笑着点了点头 是的 方主席 燕宁还是选择了继续 我们现在怎么办 既然无法理解 燕宁为什么这么做 杨国平此时已经有些麻木的 不再去想 事情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他们能做的 就是等燕宁出来后 再一看究竟 那就继续吧 我也好奇 他究竟能走到那一步 到底哪里才是他的极限 神色复杂 方浩此时已经不想下任何结论了 虽然从理智上来说 连续两场试炼下来 燕宁就算铁打的 也扛不住 天赋有三系特性 已经足够变态了 无论如何 也不能再多一击了 但 谁知道呢 他总觉得 事情已经失控了 燕宁说不定 真的能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杨国平听后点了点头 干脆示意下一批赶紧进去 他也想看看 这次体制试炼 燕宁又能表现成什么样 试炼塔 等待空间 看着系统的结算回放 燕宁不禁心有余悸地 轻吐一口气 好险 在迷宫内中央发动次元斩后 他虽然跨过了最后一层迷宫外墙 但直接落到了入口边缘 就差机米的距离 他就落到了一堆 还没散开的怪物堆中 他也没想到 最后的出口处 会聚集这40多头边一体 这些怪物 本应该在最后一段路程分别出现 攻击试炼者的 但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迷宫内移动 导致判定出现了错误 以至于最后结算时 系统也停顿了几秒 恐怕在系统的设定中 也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还算不错 时间虽然一样 但第一还是拿到手了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燕宁颇有些感叹 情况比他想象中还要好 不知道是不是躲避次数 也算在隐形成绩里面 系统这才把第一给了他 毕竟原先的第一 虽然可以融合在墙面 但最后阶段 还是要跳出来的 而他就不一样了 后半段直接顺移过去 怪物能碰到他有鬼了 想来在系统判定中 他最后的闪避数据 估计都爆表了 下一轮体制试炼 有点麻烦啊 捡来一个第一后 燕宁高兴之余 还是有些担忧体制试炼 相比于其他试炼 防御力一直都是他的弱想 那可是实打实的 要承受怪物攻击 危险性极大 而他唯一能称的 上半的防御系技能的 恐怕也只有 发动堕天时的那几秒了 不一定能拿下第一啊 心中微微紧张起来 燕宁快速推演了 几种思路后 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他现在一次堕天 多没用过 具体表现是怎样的 他也不知道 他现在只能堵 堵堕天的防御 加成时间足够长 堵体制试炼的场景 有利于他 试炼开始 都准备进去吧 还是那句话 如果碰上燕宁 但凡他有危险 只要能保住他 谁就是序列第二 直接许下承诺 方浩一脸严肃地 叮嘱起 进入的24名觉醒者 也顾不得这番话 并不适合说出来 是的 这种承诺 已经打破了规定 而且太偏袒叶宁了 但此时他也顾不得那么多 也懒得去考虑 这样做会不会不公平 体制试炼 是危险程度 是最难掌握的 对于整个高层来说 他们联系不到叶宁 那只能寄希望 进入的试炼者 能联系到他 此时叶宁的优先级 已经提到最高 事实上 也值得他们这么重视 进入的二阶中 本该一同进入的张阳 此时已经放弃了 他的体制试炼 现在是另一名种子 王凯站在最前 听着一声声嘱咐 都是和叶宁有关 这位曾经的天之骄子 心中的苦楚难以言喻 难道真的没人在意我们吗 让我去保护叶宁 我也是天才 也是火种计划的成员啊 哪怕结果还没出来 此时王凯心中的战役 也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这还比个毛 好端端的试炼 变成了保护我方叶宁 就连他的父亲 也在刚才私下嘱咐他 表现成什么样 都无所谓了 只要能碰到叶宁拉上关系 哪怕是护着他通关 都比自己冲层强 毕竟体制系在 觉醒者中的价值 也属于不太行的那种 他既然没可能冲进前十 还不如稳住心态 混一混就得了 虽然 他真的很想不服输的怒喊一声 我王凯 也是天才 但也就是想想 他也怕被打脸 到时候拼尽全力出来后 却恶然发现 他的心态也能崩成傻逼 是 其声应下后 二十余名试炼者 齐齐步入漩涡 无人发觉 随着叶宁的表现 越来越夸张 他们的心态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第一 进入体制试炼 本次试炼为区域 战场是场景 变异体等级 随区域划分 单位时间内承受伤害越多 评价越高 请谨慎选择进入的区域 本次试炼时间 十分钟 中途可主动退出 退出后 实为失败 随着白光一闪 叶宁便发现 自己已经进入了一处 满目疮痍的巨大战场 灰白色的天空 有些阴沉 战场上到处都是坦克残骸 一批批变异体 如同固定好了区域一般 躁动地站在原地 进入的区域越深 怪物的等级越高吗 限定十分钟时间 那不是意味着 想要取得好成绩 必须要主动去往高难度区域 趁着试炼还未开启 叶宁飞快地观察着 远处的怪物分布情况 最近的是一批一阶变异体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战场上 稍远些 则是一阶巅峰 以此类推 最远处的视野镜头 他甚至看到了体型极为庞大 看起来属于战场巨兽的 三阶变异体 看得出来 这个试炼的难度 是两个极端 想要评价高 那就只能主动提高难度 如果不想要评价 那难度就很简单了 直接在一阶区域内 混一混就行 不得不说 系统设置的考验很刁钻 即使考验生存能力 也是在考验勇气吗 不仅如此 还考验对自身实力的认知程度 没人敢确保 自己一定能在变异体攻击下不出事 没勇气的 估计自然就会放弃深入了 要是判断错误 也会导致死亡 几秒后 在确定好路线后 叶宁深吸一口气 已经有了大概思路 混过去是不可能的 抑制系试炼 他有绝对的把握 这就意味着 他已经锁定了三系第一 如果现在放弃体制试炼 不追求高评价 那他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单位时间内成伤最多 如果是比生存时间 那这次可能真的要放弃 但成伤最多 未必不能取巧 比生存时间 他就算意志转化的属性再高 也代表多久 他既缺少防御系天赋 也没有恢复力可言 在变异体攻击下 分分钟就要出事 估算下来 只能勉强比你A级 但比短时间成伤 那就不一样了 直接冲进三阶区域 目光一立 叶宁心中意狠 打定主意 准备把属性加在敏捷上 他要直接冲进去 冲到难度最高的区域 他看了排行榜上的成绩 第一名的觉醒者 是东南亚战区的 他的成伤数字 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 虽然叶宁对这个名字 没什么印象 但也能猜出 对方的天赋大概是什么 估计是属于 冰死后急速回复生命力 相当于有两条命的那种天赋 不然没理由解释 对方的成伤 怎么会那么高 不过 两条命 叶宁下意识将目光投向 SSS及技能堕天 整个技能提供的防御 只有持续的那几秒 可以用灵能抵消伤害下 他何尝不等于两条命 甚至三条命 要知道他的灵能储备 早就远远超过二阶巅峰了 换算成生命力 怕是比三阶都差不了多少 赌一手 实在不行 还有退出的机会 第一 试炼开始 随着冰冷的系统提示响起 叶宁毫不犹豫便冲了出去 他不需要在低难度区域耽误时间 只需要以最快速度冲到三阶变异体面前 然后承担巨量伤害 相信在这么多年的体制试炼中 绝对没有觉醒者敢招惹三阶变异体 首都大会堂 现在开始第七项讨论会议 11月23日 我国边境战区和缅北战区发生摩擦 有部分敌对三阶越境 抢夺一处资源点 造成117人死亡 目前最近的战区部队已经准备展开行动 另外 上个月的亚洲区域副本 我们派出的觉醒者表现并不好 获取的灵能矿石数量很少 已经严重影响到灵能工厂的运转问题 有谁 庄严肃穆的大会堂内 聚集着整个首都官方的最高代表 在座的十余人 都是各自领域或政务方面的顶级高层 听着一条条华国各地的情况 众人脸上的神情并不是很好看 周边哪些国家 看起来有些蠢蠢欲动啊 看样子 有人想挑起师端了 很正常 师朝最近有些异常 我们的高阶力量分散到各地 旁边那些国家自然起了想法 陈生讨论期间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年人 突然眉头一皱 目光瞬间投向敲响的会议师大门 敲门声急促 还夹杂着一连串的脚步 台下一名三阶高级觉醒者神情易冷 显然因为被打断会议有些不快 不是说了吗 会议期间禁止一切信息传递 什么事情 都等这次会议结束再说 花音落下 主席台上的中年人直接放出精神力 片刻后眼中闪过一抹狐疑 他看到了 这次打扰会议的竟是几名其他高层 看起来就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让他们进来吧 会议被中断 中年人淡然开口 索性听一听到底什么事 以他对门外几名高层的了解 不是极为重要的事 这些知晓会议有多重要的高层 不可能随便打扰他们 得到许可的瞬间 会议室外的几名高层 快步走上主席台 神情急切地附在中年人耳边 快速低语 总理 方主席和政治部主任 让我通知您 希望您和军部统帅 能亲自去一趟试炼塔中心 您的通讯关闭了 我们只能这样联系您了 中年人闻声一愣 显然没想到 能让手下如此紧张的 是这种消息 眉头一皱 长久位居高位下 单单是这份面色不快 便惹得汇报情况的几人呼吸一致 去那里做什么 那里不是在进行火种计划的试炼吗 怎么 有好苗子 随意问去 并非是他不重视这件事 只是比起国家大事 这件事的重要程度 完全没有可比性 就算出了个好苗子 也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吧 事后接见一番 鼓励鼓励就行了 见总理面色有些不快 一路赶来汇报的觉醒者 急忙说清情况 总理 不是那么简单 这次试炼中 出现了一名觉醒者 已经拿下了两系第一 而且是全球第一 在方主席的判断中 这名种子 极有可能冲击三系第一 史无前例 台上 李选国原本不快的脸色猛然一变 忍不住沉声问去 消息属实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没有公告 强压下心中的惊议 饶氏以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大吃一惊 瞬间明白了 为什么方好不惜打断会议 也要派人通知他 属实 就在一个小时前 现在还在试炼中 所有人都在等他出来 看着一众急忙赶来的三街 李选国豁然站起身子 深吸一口气 心中的震动难以言语 虽然这个消息听起来匪夷所思 但他也不觉得 这些高层赶上报假消息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这件事必然会引起整个华国 乃至全球轰动 走 会议先暂停 过去再说 首都安全区 车水马龙的大道上 两侧还带有军事化风格的 旧世代水泥大楼 零次笔节 新建的大楼 如春后竹笋般冒出 不少被绿网蒙住的楼体上 大量觉醒者工人 如同蚂蚁一般 攀上攀下 灯牌闪耀 哪怕是在白天 在充足的电力供应下 各个商会和建筑上的招牌 依旧夺目亮眼 干净整齐的街道上人流不息 除了四处可见的巡逻港 整个首都圈看上去 就像末日前那般繁华 一辆车流中的军牌越野上 几名面容娇好的女孩 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从偏远的安全区被带来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为止着迷 看上去 真好 就和书上画的一样 末日后出生的她们 只在画册上 看到过末日前的支言片语 很多老一辈的人都说 那是很好很好的时代 摸着车窗 几名女孩有些失神地 看着吃被夫人领着 吃着血刀的小男孩 这种东西 他们连剑都没剑过 虽然整个华夏战区都在重建 试图回到末日之前 但在大部分小型安全区内 依旧实行着半战时制度 一切物资都是限量供应 除了幸存者之间 会弄出些手工作坊 叫卖一些生存物资 所有工厂都优先生产军事物资 而宝贵的电力 也没多少人用得起 副驾驶上 一名二阶觉醒者 注意到了女孩们脸上的向往 轻笑一声 好好努力 能在我们星药商会工作 是你们的运气 表现得好 帮你们申请资格 这些样貌上乘的女孩 都是用于接待贵宾的 说话的中年人很清楚 这些女孩从偏远安全区来到首都 在见识过这里的繁华夏 没人还会愿意回去 安全 强大 一切物资优先供应首都圈 这里不仅是华夏战区的政治中心 更是重建程度最高的城市 女孩们闻声紧张地点了点头 听着中年人的承诺 目光中不禁带上一抹渴望 只是其中一名女孩 看着街上身穿各种装备打扮的人群 不仅有些扎舌 好多觉醒者 梁哥 不是说首都有很多三阶吗 我听说三阶可以飞来飞去 怎么没有看到啊 带着一某好奇 他看着有些拥堵的车道 忍不住问出声 副驾驶上 中年人听着女孩幼稚的问题 不免嗤笑一声 飞行 胆在首都上空飞 首都安全区是近空的 就连军方的战机 也只能在外围区域升空 任何闯入防空圈的存在 都会被直接击落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是华国的核心 你以为像你们安全区一样 试个三阶 就敢大摇大摆地乱飞吗 男人说话间 拍了拍身下的越野车 面带自傲 你不要看首都的车子也很多 但不是上了军牌 和几个大势力的 根本不让上路 在首都 任凭你在外面是三阶还是什么 老老实实一样 要遵守 话未说完 只见女孩一脸茫然地指向窗外远处 可是 可是那里怎么有一大群人在飞 中年人闻声猛然愣住 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前方 一秒后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巨大音哮声呼啸着从头顶闪过 哄哄哄 哄 只见一大批三阶觉醒者 自首都核心地带飞出 横跨城市上空 低空飞行下的强烈风压 直接掀起一阵狂风 近四十名三阶同时出动下 哪怕是散意的气息便压得他喘不过气 一眼看去 浩浩荡荡 就好似有重大军情一般 直奔远处的灵门高塔 卧槽 这是发生了什么 震惊之下 这名星药商会的二阶急忙探出脑袋 满眼惊惧 他竟在领头的几名三阶中 看到了一种重 阳高层 这些顶级的大人物 不要说一口气出现这么多了 就算单临出来任何一个 都是他只能遥遥远望的上位者 这些大人物要去哪 不待他过多思考 整个首都圈看到这一幕的幸存者们 纷纷惊恐地四处张望起来 就连许多三阶也脸色大变 急忙联系起自己的关系网 试图问询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然而 就在无数人慌乱之中 一声声冷烈的警告声 从四面八方响彻整个城市 所有幸存者禁止接近灵能高塔 现高塔区域范围 已列为一级军事禁区 任何无关人员擅自闯入 就地击杀 重复一遍 全区进入监管状态 禁止无关人员靠近灵能塔 围着就地击杀 驱赶 慌乱 随着警告声结束 大批武装士兵踏着整齐的脚步 仿佛执行任务一般直奔高塔附近 瞬间便进入到了紧急状态 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灵能塔周围的区域 便占满了成千上万名觉醒者士兵 黑压压地望去 如同铁桶一般团团护卫 不仅如此 一名名三阶觉醒者也腾空而起 虎视眈眈地开始环区巡逻 我的天啊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难不成是要打仗了 这是有怪物工程 惊慌下车的中年人 失神地看着远处被驱散的人群 一时间只觉得大脑仿佛当机一般 不知所措 在首都安全区生活这么多年以来 他从未见过如此阵仗 太吓人了 作为一名二阶觉醒者 也许在普通人眼中 他是混得不错的大人物 但实际上 根本接触不到什么一手信息 虽然想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的中年人也知道 在灵能塔那里 恐怕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以至于整个高层都被惊动了 保卫工作做好了吗 首长和这么多高层都在这 除了任何一点问题 都是大事 务必保证不能发生任何意外 跟随在总理身后 一名三阶高级觉醒者 神情严肃地问向身后的一名军官 快步跟随 不仅是夜宁的事 需要他们提高防御等级 这么多高层同时聚集在这 几乎比你三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了 虽然理论上没可能出现意外 但他也不得不讽 说难听点 若是有不轨之徒 抱着灵能核弹冲进来 整个华国都要元气大伤 听着自己顶头上司的询问 原本驻守在周边的觉醒者军官急忙回复 长官放心 附近军区已经调动部队赶过来 另外一位统帅也在赶来的路上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微微点头示意 走在最前的李选国龙行虎步 沉声问向急忙迎上自己的几位高层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大厅内 在李选国待人进入后 原本空旷的大厅瞬间显得有些拥挤 迎上前去的政治部主任 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 立刻回到 体制试炼已经开始七分钟了 有两名觉醒者提前退出试炼 在他们汇报的信息中 这次试炼依旧是单人场景 他们并没有碰到叶宁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现在情况如何 不过这次试炼时间会很短 大概还有三分钟左右 就会出结果 三分钟吗 低声自语一句 李选国便将目光投向漩涡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 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他直接看向方号 之前上报的消息中 不是说叶宁是意志戏吗 怎么同时参加这么多试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带着一抹质询的意思 作为顶级高层 虽然他的确吃惊于叶宁的表现 但也和方号一般 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上报的信息有误 要么是叶宁隐瞒 要么就是火种计划中 有人敢欺上瞒下 叶宁的事 属于潜力极佳 值得他亲自见证 但后者的事也不小 这意味着高层中 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花音落下 整整齐齐站成两排的高层们 心头猛然一紧 不少人更是紧张地冒起冷汗 完了 两个顶级高层都表示要追责 这下某些人真的要死定了 哪怕 其实没做什么 总理发怒 谁敢承担这个责任 人人静若寒蝉下 方号尘部从人群中走出 低声汇报起来 总理 还不确定是怎么回事 我打算在事后调查一番 不过 也有可能是叶宁的天赋有问题 他现在至少已经锁定了三系第一 绝对是我见过 最有潜力的种子 我敢笃定 他成为三阶巅峰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甚至 话未说完 听着汇报的李选国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他听懂了前台词 也知道方号想说什么 秋后算账 现在调查意态仓促 估计也问不出什么 还不如先管叶宁那边 这次火种计划 是为了筛选天才 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下一代高阶强者 避免断层 另一方面 也许是奢望 那便是华夏战区 想培养出一名四阶 站在人类巅峰的四阶 现在华夏战区的情况 看上去还算不错 在失潮和变异体 已经老实了将近20年的情况下 他们正在重建文明到末日之前 但 国际局势一天比一天恶脸 没有怪物的威胁 人类之间便开始了内斗 国家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 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因此 华夏战区 或者说全世界的每一个战区 都渴望出现一名四阶能镇压一切 虽然这个想法不太现实 很多人都觉得 觉醒者的上限就是三阶 但总归要尝试一番 你觉得 叶宁在体制试炼中会表现得怎样 能拿下第一吗 总理沉稳问句 他想从方浩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叶宁提前锁定了三系第一 这点很可怕 潜力只能用夸张来形容 但如果再拿下体制第一 这其中的意味就又不一样了 一个是三系 一个是全系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一个堪称完美的觉醒者 是不是就是晋升四阶的关键 这是质变 也是他亲自到场 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 面对李选国的问话 方浩听出了那么潜藏的渴望 只是沉默中 他也不敢给出答案 理论上来说 他不太可能拿下体制系 您知道的 体制系的天赋 不像别的系那么内敛 在外形上看不出太大变化 每一个拥有高等体制的觉醒者 几乎都能一眼认出来 比如秦峰和张海两位统帅 外表看上去都极为魁梧 甚至在外貌上还有特殊的表现 方浩苦笑一声 递上一份资料 叶宁看上去 不太符合这个标准 接过资料 李选国点了点头 心中闪过一抹淡淡的失落 答案在情理之中 也是正常人都能想到的 不过叶宁已经给了他们巨大的惊喜 他还能苛求什么 像是感觉到了李选国心中所想 方浩犹豫片刻 还是选择说出自己的感觉 哪怕有些不太可能 总理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我总觉得 这小子有可能创造奇迹 试炼战场上 叶宁闷哼一声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被一头变一体生生撞飞 在距离冲击下 他只觉得猴头一甜 险些喷出一口鲜血 划出一道抛物线后 整个人在半空狼狈地调整落地姿态 感受着左手传来的痛意 他不用想大批知道 自己的左手已经暂时失去战斗力了 碰 随着一声巨响 叶宁脸色苍白地 从地面上泄力爬起 整个人如同不要命一般地继续前冲 妈的 还好转换体质足够快 不然差点被撞死 暗骂一声后 叶宁根本不顾远处 便是难度更高的三阶区域 在转换成敏结属性后 直接再次加速 这次兽机是在他计算之内 全然把后方的那头变异体 当做跳板 直接送他一程 不然 想通过刚才飞过的区域 不动用剑技 根本做不到 体质方面 我还是差太多了 暗滩一口气 随时准备发动剑技下 叶宁双眼死死地锁定前方区域内的巨型变异体 好在每个区域内的怪物 不会跨区追杀 不然他也不敢这么大胆 现在他承受的伤害量很低 低到连前一百排名都进不去 想拿下第一 只能赌一手 吃下三阶的攻击 不仅如此 他还得赌多天技能提供的护照 真的有技能描述中那么强 好 随着距离的急速接近 刹那间 大地便传来剧烈的震动 不远处体型足有十层高楼的庞然巨兽 瞬间便意识到了 有虫子闯入了自己领地 狂怒之下 庞大的身躯脉动脚步 顿时带着恐怖的冲击力 直接朝叶宁冲来 站在原地 叶宁神色冷静 犹如雕像一般 一动不动 两秒后 一股浓郁的腥臭味 在咆哮中扑面而来 只见浑身长满触须 如同章鱼一般的变异巨兽 刹那间便裂开巨口 试图将它一口吞下 刹那间 叶宁目光一立 整个人急进转动 躲天 哼 仿佛原地升起一轮太阳 随着一股爆炸性的灵能骤然爆发后 暗金色的冲击波 自叶宁周身瞬间生成 仿佛抗拒光环一般 瞬间便将头顶的巨兽猛然震开 与此同时 一道冲天之势 笼罩在叶宁全身 在刹那间形成一道光照 好后 笼罩在光幕之内 叶宁只感觉 一股强烈的安全感 从心底滋生 那厚实如同实质一般的光照 近乎无死角地 将它严严实实地整个护住 不仅如此 它也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形 好似模糊起来 无法被锁定技能瞄准 强行压制下 舵天技能赋予自己的跃积能力 叶宁死死地盯着 向自己击射而来的巨型触手 准备吃下怪物所有的攻击 羞羞 羞 距离之下 被击退的战争巨兽 就好似胀大了一圈 弹射而出的七根触手 在撕破空气后 爆发出刺耳的呼啸 携带着恐怖的力量 直接抽打在光幕之上 砰砰砰 砰 刹那间 剧烈的碰撞声响起 足以杀死任何二阶的距离攻击下 站在原地的叶宁 竟如同开启了无敌一般 一动不动 此时此刻 唯有不断闪动的光幕 着视着攻击的强度 倘若有外人在这 一定会惊讶到精掉下巴 一个是渺小无比 还没有触手大小的叶宁 一个是庞大无比 仿佛一栋大楼一般的战争巨兽 两者巨大的体型差距下 不断攻击的三阶变异体 却好似海浪撞上了礁石 任凭怎么攻击 也无法撼动那层暗金色的光幕 反倒是在反阵之下 如同狂风暴雨般下的触手 竟开始渗出暗红色的鲜血 惹得怪物更加愤怒 看着自己承受的伤害值 疯狂飙升 叶宁心中一定 头皮也忍不住一阵发麻 还好他赌对了 这头怪物的攻击不要太可怕 几乎在一秒的时间里 就造成了成端的伤害 换算成数值 几乎比得上其他觉醒者 在二阶怪物群中 几分钟内受到的伤害了 根本用不着扛多久 他承受的伤害总量 就会超过原来的第一 几乎是掐着时间计算 燕宁不断判断着 光幕持续的时间 准备随时爆发越机能力 脱离攻击 技能描述里很清楚 灵能护照的持续时间 只有发动技能的期间 他现在这么做 全然是把这个攻击技能 当作防御剂使用 但想都不用想 肯定有时间限制 而且他也能感觉到 等同于自己灵能储备的护照 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毕竟 这可是三阶的攻击 换做其他二阶 早就被砸成肉泥了 103 1 死死地盯着不断攀升的数字 再看到承伤超过第一的一瞬间 燕宁毫不犹豫地冲天起 整个人仿佛化作冲天利剑 瞬间冲破怪物的阻碍 一跃到百米高空 就这一瞬间 承伤数据已经爆掉了曾经的第一 足够了 而与此同时 十分钟的时间也即将结束 半空中 燕宁猛然大松一口气 随便锁定一处落地点后 整个人便好似陨石落地一般 闷头砸去 哄 大地震动 碎裂 严陈四起 伴随着刺耳的音哮声 携带着惰天之威的燕宁 骤然砸落地面 巨大的冲击力 顿时便将锁定的落地点 砸出环状深坑 落地后 他连看都不看自己造成的效果 直接便卡在了十分钟的时间 选择退出 呼 试炼空间内 燕宁长输一口气 甘咽一口口水 比起前面两轮的试炼 这轮无疑是风险最大的 不过 听着系统传来的提示 他脸上也不不禁传来激动的笑容 三系第一了 最后一系是自己最擅长的意志失恋 哪怕所有SSS及剑技都进入了冷却 他也有绝对的自信拿下第一 毕竟那玩意 根本就没有纯粹的意志系通过过 四系第一 前世哪怕以他神级天赋 都未曾完成的壮举 在这一世完美达成 这如何让他不激动 他能想象到 等自己出去后 全球公告响起 各国觉醒者们 将会陷入怎样的震撼之中 不过在压下激动后 叶宁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虽然在参加试炼之前 他就打算拿下全系第一 但这么做后 肯定会有一堆人震惊之余 疑惑起他为什么能做到 到时候问询起来 也是不小的麻烦 剑神系统不能透露出任何信息 这就意味着 自己无论如何 也要编个理由出来 之前他不着急 但现在肯定要好好想想了 片刻后 叶宁妈撒着下巴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嗯 那就再测一次天赋 反正资料上我是SS级 出去后再测天赋 正好告诉高层那些人 之前的信息是错误的 以此来打消他们的疑惑 没人见过SSS级天赋下 我说什么 高层也只能相信 叶宁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也不担心自己被戳穿 SSS级妈 自然特殊一些 有个四系天赋 也很正常吧 毕竟在自己重生前 全球就出现过他一个SSS级 极度罕见的情况下 一度被人们称为神级天赋 到了后期 更是被华夏战区 视为最后的希望 就算他表现得再变态一些 相信也没人敢怀疑什么 SSS级就是这么掉 试炼空间外 灵能塔内 死记一般的大厅内 人人沉默 就在几秒前 体制试炼中的觉醒者 已经全部退出 但和之前一样 叶宁还是选择了继续试炼 而在杨国平近乎师生一般 爆出叶宁的成绩后 所有人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叶宁 体制系第一 而且超越了第一名 足足百分之三十 碾压 这是彻彻底底的碾压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啊 回想起杨国平 激动到声嘶力竭 爆出成绩时的样子 塔内所有人都忍不住 有些毛骨悚然 叶宁表现得太过出色了 甚至让他们有些害怕 而不少了解 原本体制系第一情报的高层 此时更是深知 这个成绩有多变态 之前的第一有两条命 号称不死者 在全球觉醒者中 都有着赫赫威名 但现在 居然被叶宁直接碾压 这表现 比之前的试炼还要恐怖 这他妈的 还是意志系 还是生存能力最差的意志系 要是叶宁出来后 还说自己是意志系 他们能羞愧地 当头撞死在这 沉默中 李选国缓缓闭上双眼 然后又缓缓睁开 他神情复杂 心中既是震撼 又是不可思议 当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就连他这种心智极肩 几乎不会受情绪干扰的顶级存在 一时间也忍不住有些失神错愕 真的做到了 自末日爆发67年后 人类史上的所有极限统统被打破 这种史无前例的壮举 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他眼前 如同见证历史 见证传说一般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缓看众人 沉声开口 诸位 也许在今天 我们将要见证一场奇迹的诞生 这一刻 将是整个华夏战区的荣耀 等待吧 等他出来 等待全球公告的响起 让我们迎接属于我们的荣耀时刻 试炼空间 站在空荡荡的试炼场上 夜宁默默地等待时间 准备开启最后一轮的意志试炼 虽然也没什么好等的 整个意志试炼 只有他一人 原因无他 拥有一致系天赋的觉醒者太少了 不要说纯粹的意志系 就算是双系 拥有半个意志系天赋的觉醒者 都少得可怜 但他需要调整状态 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 都消耗巨大 三轮试炼下来 哪怕有剑技在说 但消耗也是实打实的 第一 请在一分钟内继续开启试炼 否则视为弃权 极力恢复着状态中 系统提示冰冷响起 听着系统的倒计时 叶宁暗叹口气 他无声地看了一眼 自己瘫软的左臂 片刻后 便用唯一保持站立的右手 拔出长剑 也不再拖延 想拿到隐藏奖励 系统是连半点空子 都不会让钻 更不会允许自己休息多久 唯有一鼓作气 通关所有试炼 才算得上合格 这也是拿下隐藏奖励的考验之一 不然一直拖在试炼空间内休息 和中途放弃再进来 也没什么区别了 在系统严苛的要求下 不仅需要绝对优秀的表现 更需要极强的意志 和无比坚毅的信念 确认开启意志试炼 叶宁沉声应下 随着请求发起 下一秒便眼前一黑 熟悉的诗众传颂 随着意志试炼的开启 短暂诗神后 叶宁快速睁开双眼 只见自己已经进入了意志试炼空间 眼前是一个宽广无比的巨大空间 一望无际的苍茫大地上 好似只有他一人存在 第一 选择试炼方式 一常规意志试炼 在常规试炼下 你将获得技能正常使用权限 并和敌人战斗 根据击杀单位和时间 平定成绩 连续完成七轮后 视为通过 二专属意志试炼 在专属试炼下 除天赋能力外 无法动用任何技能 在该难度下 你所有面对的敌人 将会根据心灵生成 连续完成七轮后 视为通过 看着系统给出的两种试炼模式 其他系特殊 三阶试炼自然也不同于其他试炼 第一种是意志系尝试最多的试炼方式 也是前世他选择的晋升方式 允许动用技能 这是意志系觉醒者唯一的优势了 前世他便是依靠 远比其他意志系更充沛的灵能 一口气成功通关 但这一次 选择专属试炼 燕宁轻声确认过去 死死地攥紧了手中的长剑 插在小腿束带上的匕首 也瞬间飞出 不断震动着 盘旋在他周围 倘若有曾经参加过意志试炼的觉醒者在现场 一定会惊讶地看着他的选择 是个人都会选择第一种 选第二种和自杀 没有任何区别 不能动用技能的意志系 只比普通人强一点 虽然专属试炼刷出的怪物 是从试炼者记忆中截取的片段 从理论上来说 刷出的怪物难度会低一些 但在某些方面 却异常棘手 不仅如此 在无法动用技能的情况下 试炼者只能靠着血肉之躯对抗他们 虽然赋予他堪称变态的剑技强化能力 但这也意味着他根本就没有常规技能 所有技能都在冷却 选常规还不如选特殊 不仅如此 燕宁默默地看着环绕在自己身旁 如银鱼一般不断游动的匕首 最为最后的底牌 早在诗海学院获得的怨念头骨 是他有信心通过试炼的底气 提前获得实质化精神力效果 能够赋予他没有技能的情况下 依旧拥有战力的关键 哦 专属试炼开启 随着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燕宁只觉得眼前一花 瞬间周围的场景一阵变幻 几秒后 在思维短暂受到干扰的情况下 眼前赫然出现了熟悉的一幕 第一轮截取的片段是 天峰安全区 只见原本空旷的试炼空间 此时已经变成了天峰安全区的模样 不远处 几名身穿作战服的觉醒者急忙向他跑来 领头的觉醒者熟悉无比 燕宁 我也算帮了你那么多次 这次就当我求你 赶紧和我们出城作战 有时朝过来了 来人神色急切 燕宁看着直奔自己面前 一把拉住他的黄霄 心头不禁微微一致 这就是专属试炼中 需要面对的敌人吗 从自己记忆中生成的怪物 有点意思 不带黄霄的手靠近他的身体 燕宁轻笑一声 直接措身避开 在他的感知中 眼前这个和黄霄一模一样的人类 除了气息上差了一些 足以让人完全分不出真假 考验心理素质吗 稍有犹豫就会危险 不顾黄霄眼中闪过的一抹错愕 燕宁毫不犹豫 直接操控起精神力 刹那间 被赋予强大动能的匕首 如同穿甲弹一般 骤然飞出 碰 没有任何的心词手软可言 随着极高速度的匕首 轻易贯穿黄霄头颅后 一抹红白色的血雾猛然炸开 咻咻咻 咻 荧光乍现 如同灵活的鱿鱼一般 划出优美而残忍的弧线 对方脸上那么不可置信的吃惊 有点逼真啊 想让我有负罪感吗 召回匕首 叶宁微微摇头 只是倒退半步 躲过几具无头的尸体 缓缓倒下 下一轮 叶宁 快帮我一把 陈瑶被变异体困住了 狮朝边缘 陈勇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去 几乎是拼命一般 纠缠起身前的一头变异体 就好似再为叶宁创造机会 我陈勇一辈子没求过人 带我妹妹走 我来拖住怪物 叶宁用生命争取着时间 只见狮朝中的陈瑶 已经有些筋疲力竞 眼眶通红的看着他 哥 站在狮朝边缘 叶宁无声的看着眼前感人的一幕 无动于衷 下一秒 秀 荧光击射 一抹灿烈无比的银色光芒 瞬间轰爆了陈瑶好看的面容 就好似一把尖锥 直接从他眉心中央贯穿至脑后 扑通 尸体倒下 和变异体血战的陈勇 不可置信的看向他 那脸上的表情 是如此的的绝望 不可置信 叶宁 为什么 休 抬手一挥 叶宁没有半点废话 心中毫无波澜地 直接将陈勇一起干掉 下一轮 叶宁 孩子交给你了 求求你 带孩子走吧 我王坤欠你的命 还给你 逃难的越野车顶 身后大批丧尸不断涌来 面色有黑的王坤目光决然 吃力地追在车后 他大口喘着粗气 试图将手中的小男孩递给叶宁 让叶宁带着他的孩子离开 坐在越野车顶 颠簸的车身上下晃动 叶宁沉默地看着 只差自己半米 只要伸手 就拿接过的孩子 无声地叹了口气 现在是第四轮 而试炼难度 也在不断加大 不过不是敌人的实力 而是狡猾程度 截取记忆片段 截到了王哥吗 叶宁神色复杂 苦笑一声 明知道对方是假的 但一切都太真实了 周围的一切 几乎都是 从他记忆深处 截取出来的 熟悉的逃难队伍 一声声哭喊和惨叫 仿佛让他回到了 前世逃亡的那段日子 在系统的刻意干扰下 他在一瞬间 也有些恍惚 仿佛黄梁一梦 回到了过去 看着祈求自己 带上孩子离开 而自己要去 和身后丧失拼命的王坤 叶宁短暂的犹豫后 还是默然地操控起匕首 直接贯穿了孩子的眉心 不待王坤一脸崩溃 几乎要发出痛苦的质问时 叶宁再次干净利索地 解决了对方 孩子接不得 在他感知中 小男孩身上 带着一股淡淡的危险之意 不用想 只要他心软一下接过孩子 这个小男孩 就会瞬间变成怪物 在极短的距离下 对他造成巨大的威胁 抱歉了 王哥 下次再见你 我陪你喝酒 面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王哥 也死在自己的手下 哪怕明知是假的 叶宁心中 还是闪过一抹苦笑 狗系统 当真是残忍啊 专属意志试炼 不愧是考验意志 但凡自己扛不住系统的干扰 没有再前世 磨砺出极强的信念和意志 任谁都会有片刻动摇 而动摇 便意味着死 下一轮 叶宁 安全区被攻破了 快跟我们走 熟悉而陌生的教室内 叶宁微微有些失神地 看着慌乱的同学 眼下的场景 竟回到了 他十四岁那年 在进入训练营之前上学的时候 只见曾经对他颇为不错的老师 正浑身哆嗦地拿着一把斧头 大声呼喊着慌张的学员 聚集到他的身旁 另一边 则是脸色苍白的王真 喉 教室外 一声声嘶吼传来 顿时引得众人一阵哭喊 也许是勇气 也许是责任 不过是普通人的老师 浑身颤抖地攥紧手中的斧头 鼓起勇气 便冲上去 披向冲进来的丧尸 叶宁 快带大家走 皮肉被撕咬 被几头丧尸围攻下 毫无战斗力 可言的老师 瞬间被一双双腐烂的尸首 拖入尸群之中 但在此时 丧尸的包围 也出现了短暂的空隙 叶宁 你会保护我的 对不对 我们一起走 双眼通红 王真充满稚气的脸上 没有半点血色 一双小手紧紧地抓着他 仿佛只有这样 才有一丝安全感 叶宁沉默地 看着自己身旁的少女 以及一众投来目光的同学 他在他的课桌内 看到了似乎是 王真给他带来的半块饼子 又拿了我的记忆吗 低声难难 叶宁低着头 心中五味沉杂地看着那块饼子 在记忆中 虽然王真的条件 比他好不到哪去 但女孩总会省下自己的吃的 偷偷放进他的口袋 也许是少年慕爱 也许是最初的情愫 两人默契地保持着关系 只是谁也没有戳破 那层少年时的窗户纸 杀我不要用感情道啊 虽然叶宁也讲不清 他对王真是怎样的感情 但他知道 在自己心中 这个女孩 曾经是他昏暗的人生中 那倒照亮过他的光 看着抓紧自己的小手 叶宁苦涩一笑 对不起 碰 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用精神力操控匕首 而是反手握住冰冷的匕首 直接捅进女孩的心脏 利刃入体 声音沉闷 被刀捅中的前几秒 人是感不到痛苦的 女孩身子猛然一颤 眼中的神采 迅速暗淡下去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宁 原本死死抓住叶宁的手 也随之无力地松开 他想不通 为什么叶宁会出手杀了他 叶 宁 失血 虚弱 如同被抽离了最后一丝力气 王真正正地看着自己曾经喜欢的少年 看着叶宁那张熟悉的脸 缓缓地瘫软倒地 为什么 微弱的声音 好似上岸的鱼儿 问出最后一句话 叶宁神色复杂 深吸一口气后 又长长吐出 一秒后 他俯身从女孩尸体上拔出匕首 直接操控起精神力 精准地射杀掉教室内的所有人 留给女孩一句全尸 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一件事 只要带着王真走 叶宁毫不怀疑这次试炼 自己一定会失败 几秒后 看着王真那双死不明目的眼 他默默攥紧右拳 只是沉声开口 下一轮 他承认 他在这一轮差点动摇了 此时无比坚异的内心 仿佛裂开了一道不可见的裂隙 下意识地看向头顶 仿佛看向系统 叶宁轻生难呢 一直试炼 就是要我亲手杀掉所有人吗 哥 你回来了 简陋的铁皮屋内 叶小安一脸惊喜地抬头 看向门外的叶宁 脏兮兮的小脸上 原本带着疲惫的脸色 顿时露出一抹委屈 他急忙放下手中的电路板 小小的指头上缠满绷带 急忙在自己的小袄上擦了擦手 张开双臂 叶小安像小鸟一般飞奔过去 想要紧紧抱住自己的哥哥 然而 等待他的确实叶宁后退的脚步 下一轮 右手都有些微微发颤 叶宁极力捂住自己腹部的伤口 脸上一阵苍白 滴滴鲜血缓缓从指尖渗出 只是在受伤之下 他眼中的丝毫没有吃痛与受伤的痛苦 而是一股愤怒 就在三秒前 他亲手扭断到了叶小安的脖子 他有想过系统会越来越变态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轮的敌人竟是自己的妹妹 面对自己为二的亲人 他不过是短暂的犹豫 便差点死在叶小安靠近后所画的怪物手中 他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明知道是假的 但在系统的干扰下 一切都太真实了 真实到他几乎咬碎了自己的舌尖 凭借着痛苦 才勉强意识到一切都是假的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秒 在叶小安一脸同真 带着委屈的表情向自己跑来时 叶宁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第一时间杀死他 而就是那短暂的犹豫 他受伤了 从叶小安手中变出的匕首 直接毫无阻碍地捅向他的心脏 若非反应极快 叶宁都怀疑自己已经凉了 看着就死在自己脚边 死前脸上依旧挂着一丝迷茫 和不敢相信哥哥会杀死他的表情 叶小安的尸体就好似一把尖刀 不断地对他造成心灵上的冲击 强压下心头的愤怒 叶宁死死地盯着还未转变的试炼空间 极力保持着自己的理智 待会就是最后一轮 他倒要看看 系统还能截取出什么片段 哦 不同于前几轮 最后一轮的测试中 叶宁只觉得自己仿佛被拖入海底 思维瞬间沉寂下去 与此同时 整个试炼空间也随之飞快地开始变换 叶宁 叶宁快醒醒 你成功了 快醒醒啊 我们需要你 声声呼唤 如同死去醒来一般 叶宁头疼欲裂地缓缓睁开双眼 思维好似被冻结了一般 耳边的呼喊声如同慢放的录音机 嘈杂吵闹 也许是注意到他醒来 周围的人群顿时爆发一阵欢呼 醒了 他醒了 不带过多思考 叶宁吃力地睁开眼 只见自己周围站满了人 每一个人都身穿军装 人人面带激动 看向他的目光 就好像看见了希望 这里看上去 好像是病房 剧烈的头疼下 叶宁有些艰难地抬起头 我 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在试炼吗 为什么感觉过去了很久很久 感受着体内的异常 叶宁有些惊异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这副身躯带给他莫大的熟悉感 下一秒 一名有些眼熟 一脸疲惫的中年军人 快步走到病床前 激动地抓着他的手 叶宁 你成功了 你在突破四阶后 就陷入了昏迷 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还好你醒过来了 有希望了 我们有希望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能挺过来 花音落下 病房内难掩皮异的众人人人 目光火热地看着他 不少人亢奋至于 眼眶通红 那是情绪激动下 难以压抑的激动 四阶 昏迷 叶宁猛然一愣 下意识地抬起双手 只见原本失去战斗力的左手 此时尽完好无损 反而充满了力量 也许是还不熟悉四阶的力量 在他轻微感知其体内的力量后 一股狂暴无匹的威压 瞬间爆发 无可匹敌 超乎想象的强大 刹那间 病房内顿时爆发出恐怖的威压 一股几乎无穷无尽的强大之意 骤然冲斥心灵 而周围几名三阶巅峰的军方高层 在感觉到这股骇人威压下 脸色猛然苍白 显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反倒是这样 让众人更加激动 与此同时 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 从病房外响起 远处的也同步传来 剧烈的爆炸和震动 李延上将 前线守不住了 那头四阶变异体 已经带着尸巢 突破了我们的防线 秦峰上将已经重伤 被变异体包围了 轰轰轰 轰 大地颤抖 如同战争的开场 在震耳欲聋的怒吼和炮火咆哮下 病房内的墙壁都一阵晃动 听着前线传来的消息 房内守护着叶宁的军方高层 脸色猛然一变 站在叶宁身旁 一名极为眼熟的军人急声 问向叶宁 叶宁 你现在还有没有事 能不能战斗 如果还要休息 我们这些老骨头 就先顶上 你放心 我们就算死 也会给你争取时间 最后一道防线 不能再失手了 一旦失手 一切都完了 说话间 他眼中一片焦急 不待叶宁回答 他便直接挥手 带着几名三接 直接奔赴战场 粗糙地控制起自身的力量 叶宁大脑一片混乱 下意识地看向窗外 只见昏暗的天色下 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 正在急忙奔赴前线 最远处的安全区内 慌乱的人群在声声广播下 准备躲进地下避难所 这一幕 是首都被攻破之前 我不是在失恋吗 闷哼一声 叶宁痛苦地保住脑袋 一幕幕记忆画面高速闪过 一条记忆碎片 粗暴地闯进他的记忆中 几秒后 在剩余几名留下照看他的众人惊慌中 叶宁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 一身的灵能在失控中 几乎将整个病房摧毁 他想起来了 自己在两天前 的确尝试过 强行突破到四阶 在前线的侦察部队 冒死带回四阶变异体出现的消息后 他为了提升实力 不得不强行突破 记忆中 他在打碎了自己意志核心后 眼前变一黑 仿佛思维破碎 一般什么也不知道了 看着强忍着痛苦的叶宁 病房内的剩余几人 一脸自责地勉强抵挡着他的威压 急声开口 叶宁阁下 您不要再强行调动力量了 现在只有您恢复好战力 我们才有希望 木带崇敬和一抹懊悔 在最近的大小战役中 横空出世的叶宁 以极其强大的战力和最强天赋 成为灾难之下 无数人眼中的希望 在他们这些人眼中 叶宁就是英雄 想到叶宁是因为想阻止这场灾难 才陷入昏迷 险些死去 几人心中的懊悔之意 几乎让他们有些痛苦 与此同时 一道道刺耳的音笑声 由远道近急速传来 在叶宁眼中 只见一脸自责的 新任赞代主席张灵 直接冲到他身边 看着体内力量 一片混乱的叶宁 这位满头白发 显然刚从一场大战中 撤下来的中年人 神色复杂的自责开口 对不起 叶宁 当初军方应该相信你的 应该把所有资源 都倾泻到你身上 是我的错 导致你不得不强行晋升 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你好好休息吧 你放心 我们会为你争取时间 只要你活着 我们就还有希望 军方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旦失守 我们会直接引爆核弹 为你争取撤离的时间 目入决然 死至 叶宁正正地听着 混乱的喊杀声和爆炸 此时此刻 他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假 力量不会骗人 恢复的伤势不会骗人 他的确也有晋升四阶的记忆 所以 自己的重生 只是昏迷时的一场梦 哄 思绪杂乱尸神中 一道恐怖的气息 突然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急速接近 城破了 战场上 大批觉醒者绝望地 看着不远处高达千米 犹如神灵一般的巨型变异体 一座座尸山堆积在他的脚下 以人形态出现的四阶变异体背后 四双巨大的肉翼不断煽动 掀起一道道恐怖的风暴 大地粉碎 满目疮痍 曾经阻挡了一次次 怪物进攻的钢铁防线 此时已经彻底崩塌 此刻 大厦将清 千灰色的天空下 充斥的是绝望 弥漫在战场上空的硝烟 就好似地狱中的浓雾 让人看不见光 当夜宁摇摇晃晃飞出医院时 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惨叫声 和哭泣笼罩 声音无限放大 就如同一个铁锅一般 罩在他耳朵上 一遍遍循环 后方撤离的幸存者们 在恐慌中 已经彻底失去秩序 想要躲进地下要塞的人们 互相拥挤 谁也不肯让谁 所有人都知道 慢一秒进去 等待他们的 也许就是死亡 虽然躲进去 也无济于事 但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 不少混在幸存者中的 低阶觉醒者 此时就像是撕下了 最后一张面具 开始疯狂地攻击起 前方普通人 枪声和怒斥声大作 维持秩序的士兵们 试图击毙扰秩序的暴徒 但从防线缺口上空 飞来的变异兽 此时似乎也意识到了 地面的混乱 在一声声嗜血的尖啸中 黑压压的变异鸟群 俯冲而下 一口便叼起来 不及躲避的人来 三两下便咬碎了 他们的脑袋 人群尖叫 如同无头的蚂蚁 慌乱地开始躲避 后方秩序彻底崩塌 受到袭击的士兵们 只能仓促地列起队形 试图阻止 大批冲而下的鸟群 但精锐部队 早就顶上了前线 靠着他们这些低阶士兵 根本租不到阻止变异兽群 混乱愈演愈烈 在看着大批人类哀嚎着 被叼到半空摔死后 挤在人群外的 一名觉醒者 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恐惧 他双眼通红 仿佛彻底失去理智一般 一脚踹 像挤在自己前方的妇女 滚开啊 滚开 让我进去 一双大手 如同拨开垃圾一般 将身前的人群粗暴拽走 被他一脚踢中的女人 直接被踢烂了内脏 在暴力开路下 这名躲在后方的觉醒者 也顾不得女人手中掉下的孩子 只是喘着粗气 拼命向前几句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前方的防线 已经被打开一个缺口 那头高达千米的四阶变异体 就好似最终的恐惧一般 站在哪里 用不了多久 源源不断的怪物们 会沿着缺口 冲进安全区 到时候 除了地下庇护所 还有一线生机 躲在哪里都会死 他不想死 他一直隐藏自己的实力 不想被征兆上前线 为的就是活下去 混在人群中的觉醒者 也有样学样 纷纷开始 对着拥挤的人群出手 刹那间 大量惨叫声响起 没人能想到 本应该是保护他们的觉醒者 此时竟会争夺 进入庇护所的名额 而对他们残下杀手 一脚踩过一名女孩的头颅后 最先发难的觉醒者 浑身沾染鲜血 癫狂地 看着通往地下的通道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他手持一把尖刀 不断地捅杀向身前的人类 往日温文尔雅的他 此时就好似恶鬼一般 只要自己能活下去 杀掉谁都可以 就在几名觉醒者 联手干调上 少量维持秩序的士兵 准备冲进庇护所关门后 背后 一道狂暴的灵能冲击 瞬间将几人精准绞碎 血雾爆开 哭喊声瞬间一致 慌乱的人群下意识回头 指尖布满裂痕的意愿外 悬浮在半空的叶宁 正缓缓收回右手 暗秩序进去 话音落下 燕宁瞬间抬头看向天空 周身的气息开始疯狂攀升 哄 随手一击 浩瀚无匹的灵能喷涌而出 只是简单地催动一丝力量下 整个天空仿佛都被极致的光芒所笼罩 零一秒后 成千上万的变异鸟群 从空中被抹去 就好似从画卷上被擦去了一般 背后的千米云层也一同被洞穿 被遮挡的阳光再一次洒向大地 人群沙然无声 直到叶宁转身离去后 所有人才在震惊之余 爆发出一阵激动的呼喊 他们认出来了 出手的那人 正是被所有人熟知的叶宁 冲上去 兄弟们 随我堵住缺口啊 崩塌的防线上 一名从碎石中爬起的指挥官 满脸鲜血 被碎石打爆的左眼 有些猙獰地挂在眼眶 他一只手捂住脑袋 摇摇晃晃地强撑起身子 声嘶力竭 高举着手中的长剑 在他眼中 远处无声占据了半个视野的四阶怪物 此时在摧毁一处防线后 便一动不动 但大量嗅血迹 涌来的变异体大军 此时就好似黑压压的乙群一般 正在冲入城内 必须要守住 哪怕在四阶面前 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 但军人的天职 就是直到战死 也不能后退一步 身后大批觉醒者士兵 在一道道指令下 怒吼冲锋 人群 尸群 两方黑点激烈地碰撞到一起 就好似互相吞噬一般 死死地纠缠在一起 哪怕冲锋已经毫无意义 但死也是死在冲锋的路上 无视着咬向自己的血盆大口 冲在最前的觉醒者士兵 双手持刀 吃力地对着身前的怪物发起攻击 不过短短一秒不到的时间 席剑而来的变异体大军 便如同乙群一般 一口咬下了他的手臂 没有手就用脚 没有脚就用嘴 陷入怪物群中 每一个战士都好似洪水中的沙带 瞬间被吞没进去 悲怒之下 人人拼命试图阻止怪物的前进 哪怕整个人已经被啃食成人棍 在迅搏般的斗志下 索性学着怪物一般怒吼着咬向变异体 畅快淋漓地吐出一口腥臭的肉 只剩下半个小腿的战士 癫狂大笑 身陷怪物中的他 已经没有半点生存的可能 正当他如法炮制 还想再用自己最后一丝力气 咬向最近的变异体咽喉时 一双尖锐的利爪 直接扫烂了他的脑袋 残缺的身子扑通一声 便掉入怪物群中 被分石殆尽 随着一颗颗训爆弹响起 另一处防线之高点 几名高阶指挥官 痛苦地看着尸巢中 不断亮起的火光 那是每一个士兵 在最后阶段亮起的光芒 我们 还能坚持多久 撕心裂肺 一旦进入彻底的 白热化近身战斗阶段 军队的损失 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 看着自己手下的士兵 呈建制呈建制地死去 此时所有的指挥人员 都忍不住心中颤抖 这些已经是 华夏战区最后的精锐 但涌来的失朝 却没有半点被消耗的意思 多 实在太多了 自从四阶变异体出现后 这些隐藏的怪物大军 就好似也意识到了 这是最终时刻 毫无保留的全部涌来 在视野尽头 他们甚至能看到 密密麻麻汇聚成一个 阵列的三阶怪物海 只要一次简单的冲锋 整个安全区便会彻底覆灭 十二分钟 最多十二分钟 指挥官旁 几名参谋模样的觉醒者 飞快地评估着两边战损 脸色一片煞白 没有城墙防御体系 低阶觉醒者会死得很快 我们只能依靠高阶觉醒者 他拖走怪物军团 拖延事件 不仅如此 这个时间还没有算上 那头四阶出手 如果他也出手 不敢再说下去 众人回想起几分钟前 那恐怖的一幕 心中一片苦楚 耗费了整个华夏战区 最后的人力物力下 多次加固的防线 足以抵挡任何三阶的冲击 厚达六层的火力防线 却在对方抬手 释放出一道冲击波后 整处防线便彻底崩塌 就好似被贯穿一般 而当时 对方发动攻击的距离 还在数公里之外 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在那一道简单的能量冲击下 超过四万名士兵 被掩盖在废墟之下 其中还包括 十一名三阶中级 一名三阶高级 但在怪物的随后一击下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便被瞬间弃化 只要那头四阶变一体 再度出手 不 哪怕只是靠近其他防线 只靠着肉体的力量 那高达千米 仿佛恐惧根源的巨大存在 顷刻间就能摧毁他们一切希望 几位统帅呢 那些三阶巅峰呢 一定要拦住那头四阶 绝对不能让他再出手了 慈目欲裂 看着已经沦为血肉末盘的战场 几名高层指挥官 也准备随时参战 指挥已经无意义了 现在拼的就是 能不能挡住那头四阶 一能挡住 他们还有挣扎的余地 挡不住 那便是灭国之灾 已经过去了 三位统帅和四名三阶巅峰 已经从战场边缘潜伏过去了 相信七位三阶巅峰 一定能阻止那头怪物的 战场边缘 在领头三阶巅峰撑起的精神力护照内 七名华夏战区最顶级的觉醒者 疯狂贴地飞行 不断加速 靠着精神力屏障 他们就好似隐形一般 无声地穿过密密麻麻的尸巢头顶 看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局打遍一体 每个人都死死地 攥紧手中的武器 面带决意 诸位 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如果能中伤 乃至击杀这头四阶 我们还有希望 回去阻止怪物大军 如果失败了 声音苦涩 领头的三大统帅之一 并没有再说下去 如果失败了 军方剩下能做的事 便是引爆所有核弹 让最后的三阶 带着少量的幸存者 逃出安全区 留下最后的火种 但所有人都知道 到了那一步 便是灭国 燕宁不是醒了吗 他真的还不能战斗吗 四阶啊 他跟着我们一起出手 希望才最大 忍不住出声问询 一名三阶巅峰 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不断训爆的防线 只觉得心都在滴血 他不怕死 可是他真的没有把握 燕宁 领头的三阶苦笑一声 迟疑地摇了摇头 他刚刚醒来 体内的力量 未必已经完全掌控 一大二让他仓促出手 万一再有什么意外 那我们就真的一点希望 都没有了 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哪怕用命 换来怪物的实力信息 对于他来说 也许都是翻盘的关键 我相信 他如果已经彻底恢复了状态 一定会出来 阻止这场灾难的 几人听后一阵沉默 心中一片懊悔 他们都知道 为什么燕宁会晋升后 陷入昏迷 更知道 走到这一步的恶果 到底是为了什么 都怪我们 如果当时把最后的物资 优先培养他 根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哪怕早两年发现他 说不定连其他战区 都不需要放弃 双目赤红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懊悔 痛恨自己的判断 人人沉默 这世界上 没有后悔药 没人意识到 燕宁的天赋会这么恐怖 也没人意识到 一片惺惺向荣 仿佛已经度过了末日的世界 竟会在短短两年时间 再次陷入无尽的灾难之中 他们唯一庆幸的便是 燕宁靠自己突破到了三阶 让他们注意到了他 至少 还保留了那么点希望 不要再想这些了 马上就要接近怪物了 准备出手 话音落下 七名三阶巅峰 纷纷重重地点了点头 极力凝聚全身的力量 准备爆发出自己最强一击 随着距离的急速接近 哪怕明知道 在精神屏障内能屏蔽任何气息 但几人还是忍不住病住呼吸 死死地盯着 那头四阶变异体 就是现在 准备升空出手 锁定的目标是 四阶头颅 和其他变异体 各种争獰非人类的外形不同 这头恐怖到几点的四阶怪物 净诡异地保持着人类形态 刹那间 各色耀眼的光芒狂暴喷发 好似在怪物周边 形成一轮轮光球 杀 幕后出口 在领头三阶的带领下 众人直接全力跨越最后的距离 拥有变身天赋的几人 更是直接化作百米的幻想 全力出手 仿佛被包围了一般 七人联手爆发出的威能 在眨眼间 连空间都被轻微扭曲 与此同时 正在防线上 艰难抵抗怪物大军士兵们 注意到了远处的光芒 在知晓那是几方最强的几位统帅后 整个防线上 顿时爆发激动的呐喊 然而 就在下一秒 一动不动 如同神灵一般 危额的四阶变异体 突然动了 喷喷喷 喷 指尖那足以覆盖天际的手臂 无声地抓向怒吼冲来的几人 仿佛捏死一只虫子一般 一把抓在手中 随着几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一大股鲜血 瞬间如喷泉一般 从变异体指尖喷涌而出 巨口微张 无穷无尽的黑色能量吐息 仿佛洪水一般喷涌而出 此时还在向上跳跃的三明变身系 高达百米的身躯 瞬间被溶解消散 在一生生惨烈无比的哀嚎中 最终融化成一堆血水 刹那间 原本激动呐喊的战士们 如同被停下的发条 整个阵队陷入死一般的沉默和恐惧 两秒的时间里 曾经站在人类巅峰的七位三阶制强者 全部死亡 他们 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咚咚 咚咚 大地开始哀嚎 在轻易地捏死七名三阶巅峰后 庞大如山般的人形变一体 此时开始缓缓迈动步伐 向着首都安全区走来 地面崩塌 山河破碎 每一步踏下传来的震动 就好似锯锤一般 敲打着众人的心灵 完了 我们彻底完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崩溃嚎淘 此时此刻 哪怕是心智再怎么坚毅的战士和指挥官 在这一时刻 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知晓 四阶变异体很强 但没想到会这么强 人类的巅峰战力 在这头怪物面前 脆弱得好似婴儿一般 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他们本以为 至少还能重伤这头怪物 再不计 也能拦截一番争取时间 无人能想到 七人 近连三秒的时间都没撑到 什么战术 什么计划 在此时此刻 都显得无比可笑 在巨大的冲击下 哪怕是未曾被摧毁的防线 在此刻也隐隐有崩溃的趋势 他们想不到 要怎么阻挡这头怪物 灭亡的解决 仿佛已经注定 安全区核心指挥室内 遥望着变异体走来的 众多没有站立的指挥层 纷纷绝望地惨笑起来 站在控制台前 楚天脸上泛起一抹苦笑 缓缓打开盖在红色按钮上的保护罩 通知燕宁吧 让他带着最后一批人 突围撤离 我们向全球发起最后一次通话后 便结束这一切 僵硬转头 指挥室内几名参谋官浑身颤抖 目光落在最后的按钮上 按下去 整个安全区就会消失 华夏战区最后的抵抗之地 也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除 那是他们最后的底牌 唯一同归于尽的手段 叶宁 叶宁不是醒来了吗 他不是晋升到四阶了吗 让他出手 也许还有希望啊 楚主席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再试一次 我相信他 我真的相信他 回过神来 指挥室内的人群中 一名中年人 几乎哀求崩溃地 冲到楚天身旁 死死地抓住他的手 按下去 真的就灭国了 靠着带出去的火种 有什么用 那些人 根本不可能做到延续闻名 哪怕每一个都是 精挑细选出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 每一个都是有希望晋升三阶的火种 但太少了 太难了 叶宁 神色坚毅的楚天 苦涩一笑 微微摇头 我也相信他 可我们不能再读了 他刚晋升成四阶 谁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掌握占领 身体有没有隐患 如果能出手 他早就出现了 而且 我们如果真的 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出手 万一失败了呢 他死了 我们才是一点希望都没了 让他走 也许 也许我们还有点燃文明的那一天 听着楚天的话 原本想阻止他的中年人 浑身一颤 没错 最理性的抉择 绝不是去赌上最后的希望 他们已经输不起 也不能输了 正当楚天叹息一声 准备发起最后一次 全球卫星同化时 一名参谋官突然错愕地看向远处 猛然狂奔到指挥室的窗户上 等一下 等一下 叶宁 我看到了叶宁 他出现了 下一秒 人人错愕回头 双眼看向防线上空 只见一个身影 独自浮空飞向四阶变一体 狂暴喷涌的玲能微压 汇聚在周身 就好似一轮冉冉升起的猎羊 照亮了整个战场 哪怕相距数公里之外 他们依旧能感受到 那强盛到了极点 几乎无敌的气息 而那身影 正是叶宁 随着叶宁的出现 整个防线上 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他们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叶宁身上 那股足以比你四阶变一体的恐怖威能 哪怕在这股气息下 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来气 但此时强大到极点的叶宁 仿佛点燃了 他们已经熄灭的斗志 无数士兵高声呐喊 一遍遍呼喊着叶宁的名字 而原本已经绝望的各级指挥官 更是激动地流下泪水 出现了 叶宁出现了 不仅是他们在激动呐喊 在意识到 叶宁一定不会弱于奔榻而来的灾难后 所有人都鼓起斗志 再次发起冲锋 不仅是人类方感受到了逆转 此时哪怕是没有思维能力的怪物大军 仿佛也在这股威压之下 开始了本能的退缩 弱小些的变异体 竟在叶宁的不断靠近下 发出恐惧的奸笑 王对王 双目遥遥似对 叶宁有些迷茫地 看着不断踏来的四阶变异体 他能感觉到 如果自己想阻止对方 一定能阻止 体内的力量仿佛无穷无尽 一股说不清的规则之力 仿佛奔涌地毁灭 在他心念一动下 便足以吞噬一切 只是四目相对 看着四阶变异体 那双没有任何感情的双眼 叶宁脑中一片混乱 无人知晓 他此时心中 究竟在挣扎什么 什么才是真的 什么才是假的 我究竟是不是在试炼 如果是试炼 我到底要做什么 杀死这头我前世心中的执念 杀掉这头毁了一切的怪物吗 现实和虚幻交错 听着耳边的珊瑚海啸 此时的叶宁 仿佛定格在原地 不知所措 眼见着怪物 即将接近最后的防线 无数士兵和高层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心中一片急切 叶宁大人 出手啊 怪物来了 大人 快出手啊 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催促 交集 在一双双不理解 叶宁为何出现 又不出手后 人人焦急地大喊起来 顾不得叶宁到底在想什么 重燃起斗志的觉醒者们 只得再次杀向怪物之中 看着眼前惨烈的战斗 叶宁迟疑地抬起手 对准不断靠近的四阶变一体 他也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不出手 只是无声地看着他 犹豫中 叶宁内心一片挣扎 不知为何 他能感觉到 只要自己愿意 这场灾难就能彻底结束 一切都会回归最美好的那一时刻 恍惚 迟疑 仿佛为了下定他的决心 他竟听到了妹妹和母亲的声音 宁儿 哥哥 杀了那怪物 你是我们的英雄 我和妈妈和大家 就能一起幸福地生活在这里了 废墟上 被母亲抱着的叶小安 举起小拳头 像是看着大英雄一般 看着他 稚嫩的声音带着催促 眼中带着一抹渴望 宁儿 杀掉他 我们一家人 就能永远地待在一起 再也不会有 愣愣地听着母亲和叶小安的声音 叶宁心中一颤 在他眼中 此时一个个身影 也从废墟中走出 人人带着希望看向他 那是他生命中 每一个走过的人 他们一口同声 脸上带着笑容 向他张开怀抱 就仿佛在等待 这他杀死这头怪物 大家一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没有末日 没有灾难 而他也会成为华夏的英雄 晚大杀之将青 结束这场灾难吗 我能结束他 浑身颤抖 叶宁能感觉到 只要他选择出手 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只是在痛苦的挣扎中 他的眼底突然闪过一抹清明 他想 他知道抑制试炼是什么了 是选择沉沦在他前世的执念中 和所有人在意的人 一起幸福地活在虚幻中 还是 选择再一次的尝试 阻止这场灾难 哪怕 很难很难 叶宁还没有出来吗 为什么会这么久 试炼塔外 大厅内 焦急等待的众人 不安地看向不断闪动的黑色漩涡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这远比他们判断中 要久得多 是不是 出了什么意外 大厅内 众多高层无不担忧地 看着不停闪动的漩涡 没有第二个人进去抑制试炼 一无所知下 他们甚至怀疑起 这次试炼出了什么变化 没理由啊 之前通关速度那么快 没理由 在他最擅长的试炼中卡上这么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李选国为首 此时几位高层心中 已经有些不好的预感 试炼 是会死人的 如果叶宁死在里面 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地召集来如此多人 那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不仅如此 他们此时对叶宁的期望 已经无限拔高 眼看着被压制了几十年的耻辱 能在今朝一雪前耻 但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此失落 实在太大了 整个试炼已经持续了将近九个小时 从白天到夜晚 灵灯巨塔内的灯光 虽然已经全部打开 但依旧驱散不了众人心中的阴霾 九个小时时间里 没有一个人敢中途退出 从总理和几位顶级高层接连到场后 所有人连饭都没吃上一口 只为等待最后的结果 如此重视程度 几乎比拟得上几位统帅的寿训大典了 眼看着气氛越来越压抑 每隔一秒都重看一遍信息版的杨国平 此时手心都在紧张地冒汗 能来的都来了 在压抑的气氛下 大厅内只为稍低些的三接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有没有可能 燕宁的意志系天赋有问题 他能将意志天赋变成其他类型的强化 但本身的意志天赋反而很弱 落真可闻 一名站在统帅身后的老牌三接小声开口 他资历很老 经验也很丰富 思来想去中 他只能找到这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得不说 在见多识广下 他竟敏锐地猜到了一部分真相 花音落下 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他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也不应该拖这么久 副手而立 最后从附近军区紧急赶来的统帅之一 秦峰上将摇了摇头 假设燕宁的天赋 能将属性和加成转换到其他属性上 他的意志弱一些 但再弱 丢几个技能总没有问题吧 纯意志系通过的没有 但双系通过意志试炼的 还是有不少人的 只要能动用技能 配合上他的身体素质 通过不要太简单 晃了晃手上的资料 秦峰短暂停顿后继续开口 除非 除非他燕宁选择了第二种考验 选择只凭意志属性通过试炼 完全放弃 我们猜测中的多系能力 连技能都不用 但反过来想 他敢这么学 必须要对自己的意志天赋 有绝对自信 觉得自己一定能通关 如此一来 按理说 无论是哪种逻辑 都不应该出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在他想来 叶宁只要不是疯了 一定会选择第一种试炼 随便丢几个技能 配合上之前通关的战力 那还不是闭着眼睛过关 他秦峰绝不相信 一个能拿下三项全球第一的妖孽 会不知道厉害关系 非要在没把握的情况下 选第二种找死 不怪他的判断会出错误 在场没人能想到 叶宁压根就没有基础技能可言 一身战力全靠外挂 随着秦峰的否定 大厅内再次陷入沉默 是啊 怎么想都没理由 他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 试图联系上试炼中的叶宁 甚至想过再送一批人进去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但在系统严苛的限制下 整个华夏战区 竟找不到半点办法可言 会不会是因为消耗太大 三轮试炼下来 叶宁已经到极限了 现在身受重伤 有可能正在在什么地方 无法行动 大厅角落 一名三阶觉醒者 小声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只是下一秒 人人面色古怪地看着他 不少人心中无语 恨不得赶紧捂上他的嘴 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们哪里没想到这种可能性 只是没人敢说吧 所有猜测中 这种猜测是最有可能的 叶宁已经出事了 所以才导致迟无法出来 但谁敢去这么说 这么多大佬都等在这 被不断调来的军方医疗大队 都快组成一个团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不就是第一时间救治叶宁 生怕他出来就是重伤 注意到不少人 让自己闭嘴的颜色 出生的三阶 尴尬地闭上嘴 再也不敢发表意见 只是在这时 一直没有出生的张猛突然开口 诸位 我想 我们是不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叶宁一直不出来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 声音落地 质地有声 众人诧异地 看着从人群走出的王猛 他们看得出来 这位司令员有很多话想说 张猛 皱着眉头 副主席方号目光投向他 疑惑出声 你什么意思 要说就直接说出来 他不太喜欢卖官子 尤其是这个时候了 叶宁还迟迟不出来 不禁惹得他心头一阵烦躁 无所谓方号对自己的态度 张猛只是将目光投向总理理选国 总理 我待会的猜测很重要 事关国家利益 我希望您能下达最高指令 切断所有通讯手段 务必保证 消息不能外泄出去 不仅如此 在场所有人员 在事情结束前 都不得外出 必要时刻 任何知晓此次试炼的人员 全部接受一级管控 言必 众人一片哗然 就连气度沉稳的李选国听后 一时间也忍不住皱眉看着他 张司令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这话 是在防备我们吗 谢密 谢什么密 张司令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凭着众人对自己的质询 甚至怒斥 张猛没有半点动摇 只是目光直直地看着 在场的最高领导人李选国 他知道 自己这番话 一定会会得罪很多人 但他必须说出来 这是他唯一翻盘的希望 而且对于自己的猜测 他有九成的把握是对的 一想到这其中的利益 连他都心动得发抖 总理 如果我待会儿的猜测说 没那么重要 我张猛甘愿引咎辞职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短短一句话 顿时经的众人神色一变 就连张猛身后的张阳和唐震 此时也忍不住 错愕的惊叫出声 张猛倒下了 他们可就完了 对视中 李选国深深地看了一眼张猛 他看得出来 此时的张猛眼中满是自信 赶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番话 八成的确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虽然张猛算不上顶级高层 但也算一方要圆 片刻沉默后 他挥了挥手 沉声开口 好 张司令 希望你的猜测 真的有那么重要 不然你应该知道 封锁这么多人的代价是什么 传我命令 从现在开始 实行区域警戒 进入一级保密状态 部队再次调动 只是这一次 气氛格外凝重 随着无线电全体进入静默状态 所有人通讯功能手动关闭后 在外界不知情的幸存者眼中 他们甚至以为首都发生了军变 大厅内 众人无不死死地盯着张猛 等待他开口 如果张猛不给他们一个交代 事后他们必定会弹劾于他 开什么玩笑 说封锁就封锁 把他们当什么 说吧 张司令 你到底想说什么 听着总理的再次问询 张猛神色凛然 也不敢耽误 总理 事情很简单 其实就是和叶宁有关 在叶宁连续拿下前两轮试炼后 我就一直在想 他凭着一只戏的天赋 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是 我们的确可以猜测他的天赋很特殊 也许真的有全系特性 但 全系就可以拿下全球第一吗 SS级的觉醒者虽然罕见 放眼全球可不在少数 哪一个试炼第一的觉醒者 不是有着极端的天赋特性 全能意味着全不能 这个道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深有体会 以秦峰上将为例 试问秦峰统帅 您的速度如何 见张猛提起自己 秦峰的脸色闪过一抹不悦 只是 他也只能承认张猛说的是事实 他是立体双细 两种属性都达到巅峰后 速度却成了他最大的短板 拥有强大的近身战力的同时 他最不擅长游动和追击 这点他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法弥补 甚至三阶高级中 擅长速度的觉醒者 都能和他较量一二 叶宁每个方面都毫无短板 堪称完美 这点确实不符合常理 张司令 我不知道你接下来想说什么 但你这番话 我不认可 怎么 你是觉得张杨和叶宁同为SS级 叶宁能拿下第一 张杨却做不到 所以 你就觉得叶宁也不该做到 这世界上 总有一种人超越所有天才 他叶宁凭什么不能是 听出了张猛语气中的怀疑 方浩毫不客气地反驳过去 在他想来 张猛突然把话题调转 言语中满是质疑叶宁的表现 怎么听 怎么像是在打压 可笑 任你张猛再怎么怀疑 有什么用 只要叶宁能出来 他方浩说什么 也会把叶宁推为第一序联 系统认定的全球第一 这还能有假 对于张猛此时的做法 他打心底感到厌恶 不为别的 就为他当年 也是被人质疑来质疑去 总有人想打压他而出生 军阀派系 就是毒瘤 看不得天才 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生怕被分走权力 这种事 他方浩以前懒得管 但当着他面搞这种小动作 真当他是吃素的 听着方浩的驳斥 张猛毫不在意的淡然一笑 仿佛早有预料 方主席严重了 您太小看我张猛的心胸 也把我想得太糟糕了 我很欣赏叶宁 甚至为他感到骄傲 张扬输给他 那就是技不如人 只是 我并非质疑 叶宁成绩的真实性 而是别的 眉头不斩 李选国听着火药味浓重的两人 只得抬手压下方浩 方主席 先听张猛讲完 我相信张司令不会信口开河 一定是 发现了什么问题 李选国说完 便无声地看向张猛 示意他 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封锁的时间每长一秒 整个首都军区的稳定 就会多一分风险 万一遭遇变异体 突然袭击安全区 那可是会出大事的 张猛故作感激地看了一眼 帮自己说话的陆选国 急忙出声 是这样的 我是认为 燕宁的天赋很特殊 他能拿下全球第一 纯粹是 找到了系统漏洞 而非天赋真的有那么强 无论是力量试炼 还是体制试炼 他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通关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为什么他前面那么顺 但轮到他最擅长的意志试炼时 反而举步维艰 他的天赋 有限制 甚至很弱 主席 我向您发誓 我张猛和其他高层 绝对没有瞒报燕宁的真实天赋 他当时测出来的 的的确确是意志系 试想一下 倘若他真的有多细天赋 而且极为强力 那为什么不说出来 只有可能是 他不敢说 也不能说 不带众人诧异吃惊地看向他 张猛飞快地给出自己的想法 诸位不要觉得不可能 你们忘了吗 在16年前 曾经有一名觉醒者的天赋 是可以临时复制系统道具 虽然复制出来的东西 没有任何效果 但能被副本NPC接受 凭借着这一手能力 他几乎刷爆了个大副本 获得了海量资源 北美战区也因此实力暴增 一口气多出了将近200名三接 直到这名觉醒者 想用能力完成系统任务后 这才被系统察觉 直接触发了抹杀 那一次想起的全球公告 你们忘了吗 话音落下 众人心中猛然一阵 不少人瞬间起响了那次 响彻全球的系统公告 在那次抹杀下 系统直接降下了一道光柱 当着数百万幸存者的面 直接轰杀了那名三接 当时骇人的威势 几乎吓得在场觉醒者 心灵崩溃 那也是唯一一次 被全球幸存者知晓的系统漏洞 也让所有人意识到 系统也许是近乎神灵的存在 但也会犯错误 当然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了 也许有 但至少没被公开过 因此 在场众人从没往这个方向想过 叶宁找到了漏洞 所以才会表现得这么变态 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 张猛一口气说完后 满意地看着众人 陷入震惊深思的模样 他必须洗脱自己的嫌疑 当然 他也的确没做什么 如果叶宁真的如同 他推测那般 并非靠着实力 拿下全球第一 那么第一序列是谁的 一切都有待定论 说难听点 等叶宁出来后 被囚禁起来都很正常 当年那位发现漏洞的觉醒者 是怎么死的 不就是被北美战区高层 逼着到处测试漏洞吗 光是副本的资源 已经满足不了那些高层的胃口 以至于到后来 那名可怜的觉醒者 只能被迫刷取任务资源 结果一命呜呼 死得连灰都不上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什么规定道义都是假的 真有这种漏洞存在 可以被复制 那不好意思 请你叶宁 为国牺牲 几秒后 张扬听懂了自己父亲的意思 原本被打击到体无完肤的自信 在这一刻仿佛被重新拾起 他极力站起身子 浑身忍不住激动的颤抖 是的 一定是这样的 自己从小训练 吃尽了苦头 在严苛的培养下 自己的天赋又那么强 同为SS级 凭什么会输给那个小子 一定都是错的 一定是叶宁找到了漏洞 我不是废物 我从来都没有输给过他 与此同时 不仅是他 整个参与试炼的觉醒者 和其背后的势力 猛然间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此刻 脑海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仿佛也有了答案 见张扬重拾信心 张猛内心欣慰地叹了口气 也不枉他煞费苦心 想到这一点 不过 他的话还没说完 趁热打铁 张猛索性陈生 对着李选国继续开口 总理 现在您知道 为什么我要求封锁消息了吧 只要待会叶宁出来 我建议直接问询 他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事关重大 但凡他的做法能被复制 我们华夏战区的实力 将会迎来难以想象的飞远 想想看 任何二阶都能学他那般 拿下全球第一 每一名二阶觉醒者 都能成为三阶 有这份漏洞在手 我们战区必将彻底崛起 凌驾于所有战区之上 如果他不愿意说出来 必要时刻 当行雷霆手段 张猛满脸利色 说话间下意识地看向漩涡 眼中满是贪婪 消息被封锁后 谁是第一获利人 他张猛作为第一个 发现这件事的高层 怎么也能分到一杯羹 张杨成为第一序列 后续自己的后代 完全可以复制叶宁的成绩 如此巨大的利益 他相信高层绝不可能放弃 说难听点 现在全场最不希望叶宁出事的 反而是他张猛了 他巴不得叶宁赶紧出来 直接拷问出漏洞 听说有些罕见的道具 可以让觉醒者的实力 重新跌回二阶 再次参加试炼 到时候 他张猛重新试炼后 未必不能靠着丰厚的奖励 突破自身极限 相信某些不想死的老家伙 也会心动不已吧 三阶高级和三阶巅峰 生命力可是差了一大减 闻声动容 听完张猛的想法后 此时的李选国微微点头 内心的惊涛骇浪 比起在场众人好不到哪去 以他的思维能力 自然能想到 这背后的意义多么恐怖 张猛的猜测 是最接近真相的 别的不说 这才符合叶宁的表现 以及他那奇怪的意志系天赋 雷霆手段吗 那不就是直接让高阶觉醒者 逼他叶宁说出来 传我命令 全区进入战备状态 以灵灵塔为范围 划定特级保密区域 任何闯入 擅自离开者 杀无赦 所有知晓失联内容的军方成员 全部控制起来 目光如荫 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李选国自然有足够的魄力 再次提高保密程度 消息绝对不能走漏 这已经不是出现一个顶级天才的事了 而是事关国运的重大机密 总理 刚从震惊中回神的方号 错愕出声 心底猛然一紧 李选国如此下令 显然是同意了张猛的做法 虽然他也有些被说服 可是 这对叶宁来说 太残忍了 万一弄错了呢 一念至此 方号也顾不得太多 急声开口 总理 现在下定结论 是不是太早了 叶宁在里面 还生死未知 难不成他好不容易从里面出来后 我们就要把他抓起来吗 他要是不说 我们就要拷问他吗 万一错了呢 万一他真的就是天赋极强呢 这样做太让人寒心了 万万不可呀 对于每个觉醒者来说 天赋的具体内容是最大的秘密 正常情况下 人们早就默认各自隐藏天赋了 毕竟只要知晓天赋内容 很容易被人找到破绽 这可是事关生死 叶宁不愿意说 那再正常不过了 在场哪个三阶 不是把自己的天赋保护得死死的 谁敢透露出去半点 了不起就是说个大概 是啊 主席 叶宁在里面拿下全球第一 这何尝不是再为我滑下争光 躺了他出来后 我们这般对他 这和背叛有什么区别 万一是错的 含了他的心 他叶宁日后 要如何看待我们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如此天赋的火种 难道要弄成敌人吗 住口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站在李选国面前 张猛满脸怒意地回望 附和出生的赵龙 他听说过 这个不过三阶终极的觉醒者 只能勉强算是半步高层 据说是陈开来的好友 显然和叶宁是一伙的 鼓起勇气 赵龙耿起脖子 半分不肯退让地死死盯着张猛 陈开来托他照顾叶宁 他不可能坐视不管 无论是出于利益还是道义 他也不想看见那一幕 但有人反对 自然也有人同意 高层中 几名三阶觉醒者 自发地站了出来 站到张猛身后 什么寒心不寒心 他叶宁但凡有点良心 就应该主动交代 难不成 我们还会亏待他 张司令说得对 国家利益面前 谈什么个人 我们可以为国流血 他叶宁就不能做出点小小的牺牲吗 冷笑一声 抱着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和叶宁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要是真有漏洞 拷问出叶宁藏着的消息 受益人也是他们 他们自然乐得见到这一幕 尤其是 叶宁没那么强 他们心里竟也有一丝平衡 自己混了那么多年 才得到这个地位 凭什么一个小子刚成为三阶 就能被如此多的高层重视 刹那间 不过短短几秒的时间里 整个大厅内的众多三阶 和高层觉醒者 分分划分成四个派系 彼此之间竟隐隐对抗起来 只是所有人也知道 能一锤定音的只有总理 看着各执意见望向自己的众人 李选国内心也有些迟疑和犹豫 他其实真的也很激动 与叶宁的表现 他也愿意好好培养这个种子 但万一张猛猜对了呢 叶宁不说 他们就不问了 事关国运太过重大 容不得他掺杂个人感情 半叹一口气 李选国缓缓开口 方主席 你也不需要太过激动 如果叶宁愿意主动交代 让我们查看他的天赋信息 我们自然不会拿他怎样 但 如果他不愿意 我们也只能让他配合了 当然 事后我们也会尽量补偿他 消除他心中的隔阂 花音落下 方号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 他心中一片苦涩 默默地攥紧了拳头 他知道 李选国的决定没有错误 在国家面前 任何人的利益都不重要 只是 他真的害怕 怕他们万一猜错了呢 越是天才 心中的奥义越强 他们不信任 叶宁真的有这种妖孽般的潜力 那未来叶宁也必定会对他们心生不满 换作性格刚烈的人 难保叶宁会不会走向极端 不同于方号等人的无能为力 此时的张萌只觉得心头一片畅快 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叶宁能做到这一步 同为SS级 张扬在自己亲手教导下都做不到 一个不知哪来的野小子 凭什么能做到 三系全球第一 不 只是一个钻了漏洞 在自己本职天赋失恋下 都举步维艰的小人物而已 试炼空间内 犹如神话战争一般 投射出同样千米身躯的叶宁 无声地看着自己身前的四阶变一体 手中幻化出的浩瀚长剑 直指对方的头颅 只要再近三寸 他就能将这头前世的梦魇 亲手斩杀 耳边仿佛无穷无尽的呼喊声 催促着他斩下最后一剑 仿佛只要斩出 一切的痛苦和不甘都将结束 只是看着那双毫无感情的双眼 他好像看到了自己 片刻后 他苦笑一声 缓缓转过头 看向催促起自己的母亲和小妹 看向曾经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所有人 抱歉 我不想活在虚假的过去 哪怕 真的很好很好 刹那间 叶宁猛然掉转剑锋 瞬间反手贯穿自己的心脏 第一 意志试炼结束 当前排名 No 一 是否退出试炼 试炼结束后 将获得特殊奖励 并发布全球公告 当前结算排名 力量试炼 24层No 一 敏捷试炼 1分09秒 No 1 体质试炼 7143点 成伤 No 1 意志试炼 No 1 结算空间内 叶宁脸色苍白的主剑站起 强行撑起自己的身躯 看着密集刷出的结算信息 他心中竟没有半点喜悦 因为他知道 他拿到了比所有奖励更珍贵的东西 人 不应该沉沦在失败的过去 幻想自己如何弥补 而是 向前看 其实我一直都在害怕 害怕再一次失败 这世界上最有勇气的是 从来不是面对多么巨大的困难 而是在失败后 还有勇气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 一片安静中 叶宁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 轻声低笑 上一世 我的确说得很惨 但这一世 猛然抬头 叶宁看向试炼空间中的巨大光球 狠狠地比出一个终止 我他妈的干报你 退出试炼 开始结算奖励 目光炙热 像是发泄完最后一丝力气 叶宁喊出最后一声后 便一屁股坐倒在地 连续四轮试炼下来 无论是意志和体力 他都已经到了极限 若不是最终奖励 大概是末日以来最丰厚的那批 他恨不得现在就倒头大睡 第一 结算属性加成中 力量试炼结算第一 获得额外三点力量属性加成 该加成可与进阶加成相成 敏捷试炼结算第一 获得额外三点敏捷属性加成 该加成可与进阶加成相成 体质试炼结算第一 第一 结算排名奖励中 综合排名第一 获得10%额外属性加成 该加成不可相成 完成隐藏试炼要求 获得4000点声望值 获得荣誉称号 完美者 该称号佩戴后 免除系统交易费用 并拥有A级特权 详情请自行查看 获得额外体质天赋强化 狂怒 获得额外敏捷天赋强化 超负荷 获得额外体质天赋强化 不屈 获得额外意志天赋强化 意志威压 第一 结算道具及装备奖励中 获得任选蓝色装备 星号4 品质高等 获得换为自选史诗级 装备星号1 获得特殊道具 再生药剂 史诗级 可完美恢复以损耗生命力 四接一下限制使用 获得特殊道具 时光支持 史诗级 使用后可担任进入历史场景 任务完成后 可带出过去 第一 结算进阶奖励中 获得完美级试炼评价 满足最高晋升要求 当前属性加成 由00%提升至130% 属性变动中 力量属性提升至29 加左元括号 29加三右元括号 型号130%加2 9 735 敏捷属性提升至 735 体质属性 天赋修正 获得额外加成7点益智属性 当前灵能总额 8350点 第一 天赋进阶中 当前SSS及天赋更换为 心灵风暴 心灵风暴 三秒内获得100%益智属性增幅 并获得念力操控 心灵防御立场 思维扰乱技能 念力操控 消耗灵能 可操控百米范围内所有物体 并在攻击时 附加100%益智伤害 心灵防御立场 生成灵能护盾 在护盾消失前 免疫控制效果 思维扰乱 生成一片混乱区域 范围内 敌人承受巨额精神伤害 并陷入思维混乱状态 天赋冷却时间 24小时 摇摇欲坠 凭着刷屏的奖励提示 叶宁脸上的笑容 几乎快咧到嘴角 前世就拿了个意志第一 压根就没什么奖励 对于觉醒者最重要的一次 制变试炼 系统难得大方了一回 要不是实在没精力查看奖励 他恨不得看看 都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 光听名字 就知道很牛逼了 别的不说 光是他现在的属性 就足以调达普通的三阶终极 越阶战斗什么的 连SSS及舰技 都不需要动用 不过 让叶宁最为振奋的 还要数暴涨的灵能了 这意味着 他终于可以自己发动剑技 而非全部依赖系统了 以他现在的灵能储备 一口气砸个两发 没什么问题 等装备跟上 丢个三四次 也不是不行 配合上剑神系统 他整个人简直化身成火力怪物 一口气砸个十个八个 剑技下去 谁他妈能抗住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甚至配合上前世 自己三阶后 最变态的天赋心灵风暴 也该让全球觉醒者见识下 意志系提升到三阶的恐怖了 极力站起身子 叶宁只觉得精神一阵恍惚 感受着体内不断滋生的全新力量 他不禁微微有些怅然 看着身前晃动的黑色漩涡 他勉强站直身子 一步步向着漩涡走去 不用想他都知道 外面必定有一大批高层在等待 深吸一口气 叶宁尽量让自己看上去 不要太狼狈 随着脚步踏入漩涡的一瞬间 他忍不住抬头看向头顶的巨大光球 干你妈的狗系统 全球公告 给老子想 我要开始装逼了 出来了 叶宁试炼结束了 气氛激烈而吵闹的大厅中 分成四方的众多三阶 猛然停下了争吵 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的头像 开始虚幻的漩涡 无论是抱着什么态度 此时人人心中不由的紧张起来 什么成见 他是什么成见 不管是想着问出叶宁口中的漏洞 还是忠心期待叶宁出来 此时的众人不约而同的放下心中的想法 只想知道最后的试炼 叶宁表现究竟如何 第一 还是第一 手拿信息版 杨国平干咽一口口水 急忙爆出成绩 面对这个成绩 他既是激动又有些恍惚 出乎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 抛开所谓的漏洞或是什么 他当真是亲眼看到了叶宁创造奇迹 一个末日之后 全球幸存者中最不可思议的壮举 有人高兴激动 有人惊叹 也有人叹气 人群中 年纪最大的张龙暗叹口气 他也不知道 叶宁表现得如此出色 究竟是好还是坏 如果是靠着漏洞 叶宁出来后 也许就会被军方所控制 如果是天赋 算了 微微摇头 见过太多黑暗的他 只能说 带叶宁出来后 尽可能地帮他说上几句话 面对国家意志 他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各种心思下 随着一双双目光 死死地盯着漩涡时 只见叶宁脸色苍白地吃力走出 不带众人涌上前去 刹那间 一道无可匹敌的恐怖 威压自高空中勃然爆发 席卷全球 就好似不可知的恐怖存在降临一般 全球数以十亿计的幸存者 惊恐地抬头看向天空 无论是三阶巅峰 还是普通幸存者 在这股宛弱神灵般的威压下 仿佛人格崩解 大脑中一片空白 大西洋彼岸 数百名三阶齐聚的联合会议中 六名三阶巅峰极力回神 心中猛然一震 这股威压 他们印象太深刻了 那是 系统 十六年未曾出现的系统 再一次现身 这是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 时间仿佛被暂停一般 下一秒 一声兵稳无情的系统公告 直接粗暴地 投射到每个幸存者的思维之中 全球公告 试炼塔排名更新 当前排名 力量试炼第一 华夏战区 夜宁 敏捷试炼第一 华夏战区 夜宁 体制试炼第一 华夏战区 夜宁 意志试炼第一 华夏战区 夜宁 根据排名规则 试炼者夜宁 完成隐藏试炼要求 完成四系全球第一成就 获得特殊奖励 威压散去 回荡在数十亿人脑海中的声音 就好似惊涛骇浪一般 冲击着所有人的神经 此刻 全球震惊 大厅内 夜宁支撑着自己 听完最后一句公告后 便再也撑不住倒下 他也没想到 系统居然判定 他完成了隐藏试炼条件 还有奖励 一连四次公告 这逼真是装爆了 狗系统 也不愧他这么拼命了 普通 随着夜宁倒下的声音响起后 大厅内的众人猛然回神 顿时一片慌乱 夜宁 夜宁 赵龙和杨国平交集大喊 一个剑步便冲上去 扶住夜宁 看着如此昏过去的夜宁 他们的心脏 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无论是什么想法 什么态度 在他们眼中 此时的夜宁和国宝差不多 绝对不能出半点意外 最快从震惊之中恢复理智 副主席方号 几乎是怒目向早已待命的医疗团队 大声怒吼 还他妈愣着干什么 救人啊 得到命令的医疗小组 手忙脚乱地冲上前去 近乎被调来了整个首都安全区 最顶级的辅助系觉醒者 一口气冲上去近百人后 心惊胆战的他们 恨不得连夜宁的脚趾都检查一番 生怕有什么问题 随着一道道治愈系技能 不要钱一般 砸到夜宁身上后 整个大厅仿佛都充满生命的气息 现在是什么情况 人怎么样了 就连沉稳如山一般的李选国 此时也忍不住脱口问去 情况严重吗 为什么会昏灭 大厅内众人无不紧张地冒汗 从未见过如此大场面 盯着将近半个华夏高层的压力下 负责就职的三阶觉醒者 哭丧着脸 示意给自己一些时间 半分钟后 将夜宁团团围住的医疗团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急忙回复 总理 主席 没事 没什么大案 就是体力和意志消耗太大 人昏过去了 左臂有些骨折 所有人猛松一口气 没事就好 看样子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不过伤势这么轻 看来张猛的猜测 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看看其他试炼者就知道 从体质试炼出来的人 哪个不是浑身变体鳞伤 硬抗伤害这一点 那可是实打实地必须承受 人群外 和秦峰站在一起的李选国 目光复杂地看着昏迷中的夜宁 不得不说 在全球公告响起的那一刻 他的内心也激动无比 甚至是充满骄傲 到了他这个位置 真的没什么东西 值得他在意了 但国家荣誉 是他唯一在意的 真的很好 对比起华夏战区 在几次周际 乃至全球副本中的失利 一个二阶的夜宁 却给他们争回了所有面子 不管是靠着漏洞取巧 还是真的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能拿下所有失恋 出来后就直接昏倒在地 李选国也能意识到 夜宁在里面 必定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就算有漏洞 他也不幸会很简单 别的不说 长达七个小时的意志失恋 不可能是靠漏洞完成的 不然早就轻松通关了 这份第一的荣誉 是实打实夜宁自己拿回来的 单单只算这一项表现 也算得上绝对出色了 只是 能现在弄醒他吗 我们等了这么久 他出来就昏迷算什么事 所有高层都在这等着 能不能现在就把他弄醒 心情交集 一直等着夜宁出来的张猛 大步走向被众人包围的夜宁 脸色难看的沉声问去 如果不是医疗组检查后得出结论 他都怀疑 夜宁是不是意识到了 自己出来后 会有人怀疑他的表现 干脆装婚 时间不能拖 他看得出来 有不少高层 其实是很犹豫的 毕竟夜宁表现得太惊艳了 谁都怕万一搞错了 反倒弄巧成拙 含了人心 也有人害怕得罪夜宁 得罪看好夜宁的高层 毕竟猜测有漏洞 终究是猜测 要不是其中的利害关系太大 张猛都怀疑 会不会有人支持他 看看方浩就知道了 这名三阶巅峰 明显起了爱才之心 根本不想动这小子 张猛身后 不少三阶文声点了点头 也跟着急忙复合 是啊 我们都快等了十个小时了 再封锁下去 也不合适 既然他没什么大问题 能不能用精神力 刺激他 先醒过来再说 总理和统帅都在这等着 总不能真的等他自己醒来吧 无所谓强行刺激夜宁醒来 会出什么事 对于他们来说 夜宁身上隐藏的秘密 才是他们关心的 有事皆大欢喜 没有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韩兴起了隔阂又怎样 他夜宁难不成还要 为了这点小事日后报复他们 人生顿时嘈杂起来 不少不发表意见的高层 也心中有些异动 他们等的确实太久了 如果夜宁昏迷个三四天 他们那不成就一直被封锁起来 那首都那么多事情怎么办 还要不要处理了 对于他们来说 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张猛 你不要太过分 怒目相识 方浩猛然抬头看向张猛 眼中的怒意几乎快要喷了出来 现在刺激醒夜宁 那和毁掉他前途有什么区别 他能感觉到 夜宁体内的不断滋生的灵能 正在缓慢地改造身体 这个时候打断 不亚于终止改造过程 想当初他重伤出来后 硬是休息了一个星期 才能外出战斗 没有在意方浩对自己的愤怒 张猛脸上挤出一抹 我也是无奈的笑容 目光只是看向李选国 是 方浩级别比他高 比他强 但再怎么愤怒 也也就那样 他好歹也是一方要员 方浩总不可能对他动手 如果他的猜测成立 到时候他有功 方浩可是要受到高层不满的 在他眼中 他只需要李选国点头 总理 您怎么看 我的建议是 现在就弄醒他 倘若有什么损伤 我们后续也能补偿他一些资源 相信夜宁也能理解我们的难处 话音落下 李选国眼中闪过一抹犹豫 他知道张猛说的是对的 在国家利益面前 有所牺牲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确也有很多事要处理 像是感觉到了李选国的心思 方浩心中苦涩 只得强行开口 总理 等等吧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们弄错了 您觉得夜宁醒来后 会怎么看待我们 他夜宁在里面拼尽全力拿下第一 我们作为高层 作为他的长辈 却在外面算计他 这算什么混账事 我不想毁了这个苗子 我也不想 他夜宁日后 对我们心生隔阂 他夜宁就算是靠着漏洞 拿下其他第一 但意志试炼 总是靠他自己吧 我敢保证 他夜宁日后 必定是三阶巅峰 我华夏战区 有几个三阶巅峰 深吸一口气 方浩强压下心中的愤怒 忍不住想斥责什么 夜宁表现得好 我们就要怀疑他 倘若日后 再出现表现出色的种子呢 是不是都要怀疑 是不是都要逼他们 说出自己的天赋 开了这个头 含的不是他夜宁一个人的心 是整个华夏的未来 一番话质地有声 沉默中 李选国轻叹一口气 他其实也想到了这一点 背后 一直沉默不语的秦峰 看出了李选国的难做 索性代替开口 方主席说的不无道理 那就等他夜宁醒来吧 醒来后 我们再问 在这段时间里 所有高层三三一组 互相监督通讯 所有人不得离开首都战区 将夜宁送入军区医院 尽一切努力为他恢复状态 如果三天之内还没有醒来 那我们再另行办法 花音落下 众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看着已经下定命令的秦峰统帅 张猛心中冷哼一声 也不在意什么 三天时间 他等得起 华北军区 王兄 你听到了吗 刚才系统公告的是夜宁 安全区内 陈勇激动的语无伦次 双手死死地抓住身前的王征 只觉得好似做梦一般 他本来还在和王征商量 副本雏形后续的安排 没想到突然想起的系统公告 几乎把他吓傻了 虽然知道夜宁潜力可怕得很 但他也没想过能夸张到这个地步 作为和夜宁合作的他们 夜宁表现得越好 就意味着他们日后的收获越大 转发了 转发了呀 我就知道 我没有看错人 我就知道 在陈勇激动的摇晃下 王征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眼中满是惊骇 变态 真是太变态了 这个表现 夜宁岂不是要被首都供起来了 同样心中一片激荡 两人相识狂喜中 纷纷联系起自己的长辈 高兴地手舞足蹈 什么拿下一个安全区 掌控商会 在夜宁如此表现下 两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只要夜宁日后不出事 他们就是夜宁的嫡系 直接原地起飞 然而 不待他们率先联系 向陈开来和王天 远在军区司令部内 陈开来难掩心中的感叹 直接急忙下令 让自己的手下 准备好一大批物资 准备去往天峰 陈勇 快叫上你父亲 通知廖海 我们直接拜访夜宁的家人 接到陈开来的信息 陈勇猛然一愣 去天峰 我们现在就去吗 不待他多说什么 陈开来直接没好气地怒骂过去 让他不要再废话什么 只是陈开来心中也有一丝疑惑 他在听到全球公告后 第一时间便联系其赵龙 但自己这位多年好友 竟关闭了通讯 本想问问首都的情况 但一连接着问了几人 都发现同样的情况后 他只当夜宁的表现太过恐怖 首都方面 也许在召开什么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 一旁的王征 也面色古怪地看向他 陈兄 我父亲也说要过去 他说 我们要是去晚了 连夜宁家的狗都拜不上 天峰安全区内 带着一堆精挑细选的礼物 廖海火急火燎的 急忙带人赶向夜宁所住的地方 脚步生风 神情振奋之下 甚至比自己当年晋升三阶 还要激动 在听到全球公告后 他便直接从安全区外疯狂赶回 一身的速度几乎飙到极限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激动的嘴唇都在哆嗦 廖海回想着刚才的公告 狂喜之鱼恨不得仰天大笑 四系全球第一 如此耀眼的成绩 他廖海作为跟着夜宁混的小弟 怎么也飞黄腾达了 想来夜宁日后 怎么也是一方司令 四大统帅也不是不可能 到时候 他还用得着待在这个破安全区 那还不是被火速踢拔 看着自己信息中 几乎快爆掉的私信 他此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好家伙 一个二个都是人精 就在全球公告响起后的没几秒 知晓夜宁 是他安全区出去的各方统领和高层 齐齐开始联系其他 每个人都极为客气地给他打招呼 只求第一时间 能摆放一番夜宁的家属 看着以往叼都不叼自己的大人物 如此客气 廖海此时一阵痛快 在外界眼里 没几个人知晓 他和叶宁的关系 在谨慎猜测下 自然不敢怠慢他 说难听点 现在就是叶宁家里的一条狗 那身份都比得上天风高层了 极力挤出一抹亲切的笑容 廖海冲到给叶宁家属安排的大院后 恭敬地敲响房门 看着好奇 甚至有些害怕 看着自己的叶小安 廖海态度谦和地弯下腰 极为友好的对着叶母打起招呼 两位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有什么需要 和我说就行 我和叶宁一失一友 当初就很看好他 廖海小心翼翼地放下手中 刚准备的鹤里 绞尽脑汁地开始拉起关系 他知道 叶宁肯定会把叶小安两人 接到首都的 现在多说两句好话 到时候 万一传到叶宁耳朵里 那可是受益无穷 门口 叶母有些惊慌地看着廖海 不禁有些恍惚 他对廖海不太熟悉 但也知道 这边是自己安全区的统领 在他眼中 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人物 虽然他不太懂 刚才的系统公告是什么意思 首都军区内 落地窗前 备手而立 李选国无声地看着窗外繁华的 首都安全区 看向坐落在警戒区内的 首都医院 重兵包围之下 此时的首都医院 清空了一整洞大楼 有超过百名名三阶觉醒者巡逻 一名统帅亲自镇守 如此大规模调动人手下 整个首都安全区的幸存者 都有些不安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以至于在封锁之下 谣言四起 当然 也有不少人猜到了 很可能跟之前 想起的公告有关 举国震撼下 此时的聊天频道内 都在讨论着 登顶全球第一的叶宁 到底是何许人物 只是在保密之下 他们并不知晓 整个华国高层 都在等叶宁醒来 总理 已经有超过117个国家 向我们问询叶宁的事了 我们该怎么回复 身后 秘书长快步走来 轻声问向陈思忠的李选国 在全球公告响起后 全世界所有国家高层 几乎都大为震撼 几乎都在第一时间 问询起华国高层 尤其是曾经霸榜各系的几位超级强者 更是谨慎地通过系统道具发送消息 想知道 叶宁究竟是谁 如果是一系也就罢了 但四系第一的表现 实在是让他们难以理解 缓缓转过身子 李选国沉默中微微摇头 市义秘书长暂时不用回复 换做以往 他们必然会骄傲地告诉全球 他们华夏战区出现了一名顶级天才 甚至是末日之后的第一人 也说不定 但现在 他不敢妄下结论 也不想透露出半份消息 叶宁 弟 弟 灯光清冷的高干病房内 原本宽敞的空间 被二十余名医生和护士占满 望着病床上的少年 被特令调来的各部门专家 此时死死地盯着不断跳动的脑电图 生怕床上的少年出现半点意外 哪怕 叶宁的情况一直很稳定 揉了揉干涩的眼睛 一名身穿白挂的二阶医疗系觉醒者 暗叹口气 只觉得一阵疲惫 虽然他们整个医疗团队 多达六十人的医疗组三班轮换 到现在也不过守了两天 还算不上辛苦 但 心理压力太他妈的大了 是个高层都来叮嘱他们一遍 整个病房也被紧急加固 二十四小时待命的作战小组 更是把这里团团包围 连只蚂蚁都飞不进来 如此高规格的防御等级下 他们也不知道 军方到底是防备有人突袭这里 还是想怎样 每隔一个小时 军方就会问寻一番 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下 他们恨不得求求这位祖宗赶紧醒来 不应该啊 生命体征表现得很好 思维也一直在活动 这都两天了 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 作为医疗团队中的主任 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人 低声自语 心中连连叹气 讲实话 他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看叶宁的生命体征 根本半点事都没有 身上的伤势 也早在大量道具砸下去后 好的不能再好了 不管怎么说 整个首都战区 为了让叶宁早点醒来 的确煞费苦心 应该是天赋的原因 之前也有不少例子 天赋中带有意志特性的觉醒者 在晋升三阶后 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他应该是在适应意志属性 毕竟意志属性和大脑密切相关 谁也说不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站在主任身旁 一名被紧急调来的脑外科专家 不太确定地 给出自己意见 话音刚落 厚重的合金门外 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 吃 叶压门打开 随着多次验证身份后 一名代表军方的中将军官 大步走入病房 在近来的瞬间 便把目光投向病床上的夜宁 眉头一皱 虽然在一小时前 他才刚刚问过情况 但心中一片焦急下 他还是忍不住再来查看一次 上面 催得太急了 如果不是以方号为首的军方高层 不同意紧急唤醒 此时 他们已经打算动用一些特殊手段了 还是没醒吗 大概还需要多久 听着中将的问询 主任医师苦笑一声 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然而还不带他说些什么 一连串急促的滴滴声 瞬间响起 刹那间 所有人猛然一愣 目光同时看向发出警报的仪器 不是出现问题 而是 醒了 他醒了 看着手指轻颤的叶宁 中年医生脸上闪过一抹狂喜 一个剑步便冲到了叶宁身旁 极为紧张地开始做起检查 与此同时 棱在原地的中将 也猛然心中一阵 脸色陡然凝重起来 看好他 传我命令 所有守卫部队加强警戒 飞布吉和医疗组成员 全部清场 丢下一句话后 升凭最快的速度通知起各方高层 随着叶宁醒来的消息 传遍各方高层耳中后 整个首都的局势仿佛都为之搅动 嗯 头好疼 有些吃力的睁开双眼 叶宁下意识摸向脑袋 只觉得房内清冷的白光 有些刺眼 我这是 在哪 视野从模糊到清晰 在看清自己所在的地方后 叶宁微微一愣 脑子不禁有些发忙 医院 病房 一堆高层站在自己身边 卧槽 这一幕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短暂的错愕中 若非意识到 眼前的众人和试炼中的那批人 完全不一样 他差点以为自己还在试炼 叶宁 你醒了 能醒来 真是太好了 你是不知道 有多少高层都在担心你 快步走到叶宁身旁 杨国平激动地看向他 见叶宁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他索性急忙介绍起众人 叶宁 我给你简单介绍下 这位是总理李选国 那边那位是副主席方号 政治部委员 胡委员 还有北部战区统帅秦峰 首都军区卫荣指挥部 总参与国豪 快速地介绍一番后 杨国平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在得到叶宁苏醒的消息后 可以说 半个华夏的顶级高层 全部到场了 微微点头 叶宁轻声问号后 便算是打了个招呼 在场人中 除了杨国平和张老他还算熟悉 其他高层并没有太多印象 前世等他进首都时 这些高层已经换了一批人 或者说 大部分都出事了 比如秦峰 后不久便战死 两人连半点焦急都没有 只是看着如此兴师动众下 叶宁心中不禁生起淡淡的疑惑 重视 很正常 但外界传来的灵能波动 分明是有重兵看守 隐隐之中 他能感觉到 这些高层虽然为他醒来而感到高兴 但不少人目光中有说不清的意味 甚至在一旁的张盲眼中 他读出了隐晦的敌意 和一闪而逝的贪念 情况 似乎有些不对 不但他多想什么 十几名高层互相对视一眼 由胡伟员率先开口 面带笑意 胡伟员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亲切一些 叶宁 既然你已经醒来 那有些事 我们想问问你 你的天赋 是什么 能不能打开面板 让我们看一看 嗯 叶宁闻声目光一宁 心中陡然一掷 自己一醒来 就问他的天赋是什么 这点虽然在他预料之中 他也能想到 军方会提起这件事 但 正常情况 应当是在嘉奖之后 而不是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 他自己说和对方看是两码事 前者代表信任 后者是强制 这和审讯有什么区别 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叶宁可没忘记 剑神系统明确给出过限制 一旦暴露真实天赋 等待他的 就是抹杀 目光一沉 叶宁脸色微变 看向胡志平 胡伟员 你想问什么 我的天赋军方 不是知道吗 怎么 什么时候 军方还要求觉醒者 必须公开天赋了 话音落下 胡志平神色有些尴尬 的确 作为末日后的潜规则 任何觉醒者的天赋 都是秘密 他上来就要求 叶宁公开面板 这点确实有些过了 尤其是叶宁一醒来就问 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他看出来了 叶宁明显有些抵触 不太想配合 站在他身旁 方浩暗叹一口气 打算把话说得委婉一些 但还不等他开口 早就急不可耐的张猛 直接冷然出声 叶宁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怀疑你的试炼成绩有问题 你是不是靠着漏洞 拿下了之前的试炼 事关重大 希望你务必配合我们 不要隐瞒什么 说话间 张猛不动声色地 靠近了叶宁两分 浑身的气息隐晦地压迫过去 话说得很直白 不同于胡委员 还想保留一些余地 在他看来 他巴不得叶宁 抵触的情绪再强一些 最好逼得高层 不得不动用特殊手段 他太了解叶宁这种天才了 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 听不得半点质疑 最好再骄横一些 打死都不愿意交代 拷问时直接废掉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反正深知军方的手段下 他也不怕拿不到 叶宁掌握的漏洞 事关如此巨大的利益 相信高层也不会 优柔寡断 惩妇人之人 感受着张猛 毫不掩盖的威胁之意 叶宁神色陡然一冷 只是看向为首的 李选国漏洞 你们怀疑我 觉得我作弊了 直接对视向李选国 虽然他不熟悉 这位华夏战区的 最高领袖 但此时此刻 叶宁想知道他的态度 他可以理解 首都方面的震惊和疑惑 但 不能是怀疑 否定他的潜力吗 否定他的实力吗 哪怕是没怎么 参与过高层争斗 但他也很清楚 一旦自己被扣上 使用漏洞的标签 下场恐怕会很惨 叶宁 不是这样的 你替我们解释 本就不想逼迫叶宁的方号 此时心头猛然一沉 强压着怒火 怒视向张猛 来之前 他们已经开过会了 明明说好的 尽量不要太过逼迫 尽可能让叶宁自己解释 但被张猛这么一说 换做是谁 都会心生怨气 叶宁 我们不是怀疑你 只是想 不等方号 想解释完 李选国目光深沉地 看着眼前的少年 直接抬手制止了方号的解释 张猛虽然说话不客气 但事实就是如此 叶宁 我们的确猜测你是否使用漏洞 毕竟你的表现 确实有一些问题存在 当然无论如何 我也很欣慰 很高兴 你能替华夏战区 拿下这份荣誉 但我相信你也知道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一些漏洞的话 这份漏洞 会对整个华国 有多么巨大的价值 在此 我希望你能配合审查 我李选国 以总理的名义向你保证 你的天赋信息 除了在场高层知晓 绝对不会泄露半点出去 不仅如此 只要你愿意说出来 你依旧是第一序列 你的待遇 不会降低分号 质地有声 李选国面色诚恳地 给出自己的条件 这是他能做到的 最大限度让步 他何曾想做出这种事 只是在他这个位置 要考虑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总理 叶宁不能放出去啊 一旦有外界战区的 决心者接触他 我们没法保证 够了 打断了张猛的劝说 李选国直接低声呵斥过去 以后的是以后再说 张猛想干什么 他哪里猜不到 只是张猛的做法 符合国家利益 他也算认可 但能不撕破脸的情况下 他还是想尽量 消除叶宁心中的隔阂 面色难看 张猛见李选国已经发话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是 还给叶宁 第一序列的名额 那他跳出来的功夫 不是全白费了 他已经暴露出自己的敌意 和叶宁撕破了脸 倘若这次没有搞死这小子 那以后他的日子 估计就不好过了 看着沉默不语的叶宁 他几乎百分之百确定 叶宁一定掌握了漏洞 不然在这种局面下 亮出信息面板不过几秒的事 他叶宁但凡心中没鬼 早就展示出来了 气氛压抑 叶宁沉默中 内心闪过一抹淡淡的失落 或者说 失望 虽然李选国看起来真的不想动他 只是想验证一番 但怀疑就是怀疑 他能想到 但凡自己敢拒绝 对方的态度就会大变 根本不会顾及他的死活 虽然有张猛推波助澜的因素在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也能理解军方的做法 但此时的他 真正失望的地方在于 他想到了自己的前世 他不太喜欢 将失败的原因 归结在他人身上 但前世的失败 希望葬送 至少有一半的原因 都在所谓的信任上 不是死到临头 走投无论 人类方的内斗 就永远不会停下 一样的剧情 一样的人性 一个张猛就能说动这么多高层 这次是怀疑他的天赋 那下次怀疑什么 因为漏洞带来的利益足够大 官方就选择对他动手 那如果是四阶的秘密呢 这不和前世一样吗 意识到有些东西 依旧无法改变后 无人知晓下 叶宁心中某些坚持的信念 正在悄然转变 这一次 他绝不会让前世的悲剧重演 那么 有些事 猛然抬头 叶宁突然直直地看向李选国 一字一顿 好 我告诉你们 所谓的漏洞是什么 方主席 麻烦您帮我找来测试水晶 要最高等级的 气息瞬间转变 听着叶宁口中的话 在场众人无不为之一了 应到叶宁愿意提供漏洞后 他们心中先是激动 随后确实浓浓的疑惑 漏洞和测试水晶有什么关系 与此同时 始终盯着叶宁的张猛 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安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叶宁眼中 看到了一抹嘲讽和绝对的自信 快速回神后 李选国深深地看了一眼眼前的少年 也不啰嗦什么 好 方主席 麻烦你帮叶宁取来 隐隐之中 他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对 测试水晶 难不成叶宁想证明 他的天赋是全系的 所以才拿下第一 可是这远远不够 就算是全系的SS级天赋 也不足以证明 必然拿下第一 SS级天赋那么多 不是极端天赋 没理由表现的那么变态 他们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会选择审查叶宁的天赋 不晓得几分钟 带着一块暗紫色测试水晶的方号 便伴随着音效 急忙返回 大步走向叶宁 方号神色复杂地 看向眼前有些冷漠的少年 微微摇头 短暂的目光对视中 他心中暗叹口气 也许叶宁还没想明白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但无论结果如何 他会尽可能保住叶宁 在叶宁身上 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看着接过测试水晶的叶宁 胡志平微微摇头 忍不住劝说过去 叶宁 其实你只要展示信息面板就行了 总理 已经向你承诺过了 在他看来 叶宁准备重测天赋的举动 了不起就是证明他们之前的猜想 可是 这在他眼中 就像是作弊被抓到的人一样 你这名字是自己写的 有什么用呢 答案一样可以作弊啊 何苦浪费大家的时间 没有啰嗦什么 叶宁直接无视了胡委员的劝说 右手直接放在测试水晶上 迎着众人各色目光 他轻笑一声 你们不是想知道漏洞吗 我告诉你们 漏洞就是 我是SSS级 哦 伴随着灵灯的全部灌入 刹那间 暗紫色的测试水晶上 一股耀眼到极致的光芒 瞬间爆发 疯狂攀升的测试等级下 诺大的房间中 好似升起了一轮烈样 这是 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测试光芒 单手遮着眼睛 全场高层中 无论是李选国还是秦峰 此时心中都一片骇然 白 蓝 黄 红 代表各个等级的光芒迅速交替 直至爆发出令人心计的深红 若不是整个房间都被蜜蜂包围 他们毫不怀疑 这犹如血色烈阳般的光药 简直能照亮整个首都 死死的屏住呼吸 此时的副主席方号不禁有些恍惚 他也是SS级 当年他测试天赋的场景已经够夸张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让他感到自傲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这种场面 SSS级 卧槽 这小子居然是SSS级 都已经抱着帮叶宁解围的打算 方号此时心中的错愕程度不亚于火箭鬼 虽然测试结果还没出来 但他毫不怀疑叶宁自称SSS级的真实性 和他一般 距离叶宁 最近的胡委员此时忍不住吃力地睁着眼 哪怕以他三接的实力 对上这团系统测试的光芒下 依旧感到双眼一阵刺痛 泪水都险些流了下来 SSS级 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种等级 不是说没有吗 匪夷所思 如果说试炼第一他们还可以理解 毕竟来来回回 全球那么多觉醒者 拿到过如此殊荣的人 也有两位数之多了 无非是新人换旧人 总有人能做到 但凌驾于所有级别之上的SSS级天赋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或者说 传说中都没有 从末日爆发到现在 从觉醒者出现到至今 整个人类中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等级 谁也不知道SSS级代表什么 许多觉醒者甚至认为 根本不存在这个等级 这已经不是震撼二字能形容他们此时的感情了 而是如同看见神迹 漏洞 证明 面带苦笑 当暗红色光芒亮起的一瞬间 李选国便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 声音苦涩 看着隐隐快要裂开的暗紫色测试水晶 他知道 他们所有人都错了 还需要证明什么 还有什么漏洞可言 在全球只有独一份的传说及天赋面前 他叶宁表现得再怎么夸张 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 自己是误会了叶宁吗 一想到自己刚才的那番话 李选国此时心里竟生起一抹懊悔 他不知道 叶宁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又会怎样看待他们 但他知道 倘若是自己拼命拿下第一后 出来后反倒被自己人怀疑 还要求自证清白 这种滋味 一定不好受 暗叹一口气 李选国摇了摇头 也只能把这股罕见的情绪强行压下 只是下意识看向张猛时 心中不禁升起深深的不满 还好 他们还算没有撕破脸 做得不算太过分 自己事后补偿一番叶宁 也许也不算太大问题 从于众人惊骇之余 飞快地思考起 如何和叶宁弥补隔阂 此时的张猛只觉得浑身寒毛耸立 如坠冰枯 完了 彻底完了 他的猜测竟然是错的 如果可以 他恨不得现在就逃离这里 他已经感觉到了 总理对他的不满 以及跟着自己摇旗呐喊的那帮人 透来的怜悯目光 四系全球第一的潜力 已经够变态了 现在的叶宁 还多了一个SSS级天赋 想都不用想 两重叠加下 叶宁现在的地位 会高到什么地步 百分之一百的三阶巅峰 百分之一百的四大统帅 甚至他都能想到 也许在众人心中 那个遥遥而不可及的四阶之路 叶宁也可以踏上 凭什么 为什么 上天为何如此不公 死死地盯着那团光芒 张猛极力保持着自己的理智 他注意到了 几名高层正有意无意地将他包围起来 就仿佛害怕 他会有所动作一般 该死 这是觉得我会出手吗 忍住 一定要忍住 他叶宁就算潜力再强 我不过是得罪他 也不至于有什么事 大不了日后绕着走 自己堂堂一方司令 他叶宁总不可能对他下手 现在这小子 只是潜力高于他 又不是比他强 极力思索着现在的处境嘛 张猛不断地安慰自己 保持冷静 得罪叶宁是真 但整个高层也干了同样的事 他明面上说出去 那也是为了国家考虑 倘若叶宁真的日后报复他 相信高层也不会坐视不管 短短几秒的时间里 张猛脑中念头百转 与此同时 测试光芒也仿佛结束 逐渐暗淡下去 第一 当前测试结果 SSS及天赋 意志系 随着播报响起 燕宁看了一眼 已经布满裂痕的水晶 片刻后便丢到一旁 人人面色复杂 惊叹 甚至有些三阶 好似看向怪物一般看着他 毫不在意 他知道 此事众人心中有多震撼 毕竟这种事 他前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SSS及天赋的含金量 是当之无愧的 可以灌为神级 燕宁抬起头 平静地看向李选国 我的天赋效果 是转化意志属性 增幅其他属性 附带三阶加成 意志试炼中 我的精神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才会那么慢 还有别的问题吗 说吧 燕宁直接动用意志转换的效果 伪装成自己口中的天赋 下一秒 随着提升至三阶的属性 一通转换后 在场众人无不清晰地感受到了 他体内不断变换的力量 众人听后一阵沉默 他们之前最早的猜测是对的 只是没人想到燕宁不是SS级 而是SSS级 没必要再证明什么了 在冠绝全球的顶级天赋下 燕宁就算告诉他们 他能单手搓出核弹 他们也信 听着燕宁平静地讲述 李选国苦笑一声 知道在燕宁平静 看似毫不在意的外表下 实则已经对他们失望 不然也不用再解释什么了 抱歉 燕宁 我们不该怀疑你 作为补偿 抬起手 燕宁没有太在意 此时已经放下身段 诚恳道歉的李选国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也不想纠结下去 不过 面带笑意 燕宁出乎众人意料 进入出一抹笑意 没事 我可以理解 只是 我听说评选第一序列 需要实战是吗 不光是失恋的表现 火种之间也需要对战一番 评估战斗潜力 众人微微一愣 不知道燕宁怎么突然说这件事 站在一旁负责火种计划的杨国平 急忙出声 燕宁不需要的 你现在已经表现得足够出色 总理不是说了吗 你已经被评定为第一序列了 这点你绝对放心 误以为燕宁还在担心什么下 其余众人也纷纷附和 试图让他心中好受一些 只是下一秒 只见燕宁微微摇头 笑容冰冷地看向张猛 张司令 听说张扬是之前的第一序列 我这个人 一向兴奋公平 不喜欢搞什么特权 张扬如此优秀 不识打实地战上一场 实在对他有所不公 不待张猛想意识到什么 燕宁冷笑一声 毫不掩饰自己对张猛的杀意 转而看向李选国 总理 按照规定 第一级序列有资格挑战高级序列 送的第一序列 我不要 短暂停顿后 燕宁不顾错愕的众人 再次冷然开口 我要申请死斗战 挑战第一序列 张扬 话音落下 站在人群之中的张猛 脸色骤然巨变 是的 燕宁对他不好下手 但这个混账 居然想杀张扬 无视各方情绪 燕宁心中不禁冷笑一声 张猛屡次对他下手 真当他是拧捏的 以为仗着身份地位 自己就没有半点办法 君子报仇 也许十年不晚 但对于燕宁来说 他一向是当场就报 晚上一天 那都是对敌人的不尊重 诡异的气氛中 燕宁不动声色地 看向脸色极为难看的张猛 顺手将对方也记上名单 放心 用不了多久 我会送你们父子团聚的 两久的沉默中 所有人都面色古怪 就连李选国 也不知该如何地作答 没错 火种计划为了体现公平公正 是有这项规定 但 那是针对有潜力的弱者 给他们一个机会 挑战更高的序列 使得整个排名 让人心服口服 毕竟有很多觉醒者的天赋 会在三阶发生质变 排名不一定准确 可是以燕宁 变态般的表现 这项规定 哪里还有遵守的必要 开什么玩笑 真开死斗 那还不是 他燕宁挑战谁 谁就要死 也许这批种子 人人都是天才 放在以往互不分上下 但在燕宁这种怪物面前 哪里还有可比性 不少高层下意识地 一抹怜悯 燕宁开口的时机太巧了 总理上句话 还在说要补偿他 下句话 燕宁就表示 要遵守规则 开启挑战 哪怕明知道 燕宁是想报复回去 他们也找不到 半点理由拒绝 甚至 他们表面上 还得称赞燕宁遵守制度 没有仗着自己的成绩 直接拿走第一序列 只是 这小子有点狠了 燕宁如此做法 不亚于其在张猛脸上 高喊杀他全家了 只要燕宁想杀 张阳就必死无疑 脸皮一阵抖动 双手紧钻又放松 就好似笼中 被激怒的猛虎 看着面带笑意 等着总理回复的燕宁 他此时心中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在怒吼 他在威胁我 一个刚刚晋升三阶 不知道哪来的野小子 竟然当着所有高层的面 在威胁他 和张阳死斗 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复 倘若是在外界 此时的张猛发誓 自己绝对会直接 打爆燕宁的脑袋 堂堂一方住屈司令的威严 张猛不断地劝说 自己保持理智 绝不能暴露出任何异常 但凡他有半分 要对燕宁出手的意思 在场几位三阶高级 乃至统帅 恐怕都会瞬间控制住他 事后那些政敌 更是会落井下石 恨不得把他拉下马 不忍住 那才是全完了 强行挤出一抹难看的笑意 张猛深吸一口气 看向燕宁 燕宁 第一序列是你的 你的天赋已经远超延 我代表张阳 自愿放弃第一序列 刚才的事 很抱歉 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危 才那么说的 一切都只是误会 放下身段 张猛脸色难看得甘笑两声 目光求助般地看向李选国 从他坐到这个位置后 何曾像今天这般低头过 耻辱 莫大的耻辱 叶宁要杀他的爱子 他还要请求对方的原谅 高抬贵手饶过一命 如此荒谬的是 他都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发展这一步的 无视了张猛的低头 叶宁露出无辜的表情 反倒是一脸诚恳的轻笑回道 张司令过欲了 张扬也很优秀 还是按规矩办事吧 我不希望有人说我叶宁嚣张跋扈 破坏规则 总归要站上一场 才知道谁强谁弱 您说对吗 叶宁说吧 便懒得理会 脸色陡然铁青的张猛 如果道歉有用 还要全都做什么 如果不是方浩等人护着他 如果不是他的SSS及天赋 能洗清怀疑 现在死的就是他 下场稍好一些 也是终身被囚禁 所有人都会想从他嘴中 撬出并不存在的漏洞 不仅如此 叶宁也很清楚 自己必须以最快速度力威 他在首都毫无势力可言 现在看起来 所有人都重视他 那也是重视他的潜力 而非实力 想要完成自己的计划 必然会触碰到 许多派系的利益 不想把时间浪费 在勾心斗角下 他必须干掉一个 有足够分量的人物 唯有这样才能告诉所有人 少打他叶宁的主意 见叶宁坚持 李选国眉头微皱 心中暗叹口气 他知道叶宁心中有怨气 整件事 总归是需要有人背过的 本就心中微微有些愧疚下 他不介意让叶宁出口气 但死斗 太严重了 真的让叶宁杀了张扬 张猛绝对会发疯 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只是正当他犹豫中 打算劝说叶宁一番时 一向充当老好人的政治部委员胡志平 却突然代替他开口 总理 既然叶宁想按规定来 那就按规定来 说吧 胡委员不动声色地 拉了拉里选国的衣袖 转而笑容温和地看向叶宁 不过 叶宁你还是先休养几天如何 你刚晋升为三阶 相信也需要时间 适应自己的能力 三天后 等对战结果出来后 我们也正好宣布序列名单 授予嘉奖 话音落下 众多高层有些惊讶地 看向胡委员 他们没想到 一向保持中立的胡志平 竟轻描淡写地 答应了叶宁的要求 这意思是 表明站在叶宁背后支持他们 与此同时 张猛浑身一阵 满眼不可置信地 看向胡委员 这番表态 这是把他当气子了 怎么可能 他好歹也是一方要员 高层怎么会任由叶宁 胡作非为 难道他张猛的价值 半点都比不上叶宁吗 李选国意外地看了一眼 胡委员 像是看出了 对方有什么话想和自己说 由于片刻 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对胡志平熟悉度很高 知晓对方绝对不会贸然发表意见 想必 一定有理由这么说 那这件事 就这么定下吧 叶宁天赋一事 暂时封存消息 对外还是宣称SS级 通知其他人员 就说我们已经查明测试 确定不存在使用漏洞的情况 除了天赋一事 其他信息也没必要封锁了 李选国说完 便轻轻地拍了拍叶宁的肩膀 打算带人离开 他的事情很多 能在叶宁这件事上 抽出这么多时间 已经是极端的重视了 至于隐藏SSS及天赋的消息 纯粹是考虑到 叶宁日后必定会进入周际 乃至全球性质的任务 副本 在遭遇其他战区觉醒者后 很难说会不会有人起杀星 保密 返回的路上 李选国沉声问向同车的胡志平 胡委员 说吧 为什么要答应叶宁 你难道不知道 问题的严重性 面对李选国的质询 胡志平只是淡淡然一笑 不急不慢地解释起来 总理 我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 您忘了马上就要开始的周际副本吗 这次副本中的资源 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前几次的失利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战区的战略储备 这一次 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出问题了 半个月后的周际副本 实力限制在三阶高级一下 里面的产出 是关各种零能战机所用的零能块 一旦这次拿到的份额太少 军方大批战机将会沦为废田 我们的战略储备 已经很危险了 神色微宁 李选国听完 没有打断胡志平的话 他当然知道这件事 实际上在几天前的会议上 不少军方高层都在跟他诉苦 问题相当严重 一旦零能战机停摆 就意味着华夏战区会丧失制空权 不光影响各个战区的安全问题 还会导致周边几个国家蠢蠢欲动 你想让叶宁参加这次副本 李选国疑惑问去 他倒是隐隐猜到了胡志平的想法 点了点头 胡志平叹了口气 董令 您知道的 我们整个战区 最大的问题是青黄不接 顶级战力虽然有不少 但中层战力还是表现得差了些 不然也不会急着开展火种计划了 大部分资源副本都会限制实力 不限制的副本 我们又很难让三阶巅峰进去 毕竟四大统帅都需要镇守一方 轻易不能离开 我们需要人手的地方 太多了 如果燕宁和其他种子能弥补这个问题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燕宁想发泄怨气 想对战其他序列 我们正好也能看看他的具体实力 尤其是和觉醒者战斗 是和变异体作战有很大区别的 有些人擅长和变异体厮杀 但和觉醒者战斗却并不擅长 倘若燕宁依旧表现出色 我们完全可以让他带队进入 说话间 胡志平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尤其是燕宁疑似拥有越阶战斗的实力 如果他在三阶后也能做到这一点 初级战中级 中级战高级 甚至更夸张 您想想 这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 听着胡志平的解释 李选国也不经心思异动起来 没错 以燕宁的天赋和表现来看 是很有可能达成这个效果的 他甚至怀疑 燕宁有没有可能在三阶高级时 拥有巅峰战力 如果真的如此 价值太大了 在副本限制实力的情况下 燕宁还不是一通乱杀 什么资源都能给他们带回来 至于胡志平想看看 燕宁是否擅长和觉醒者作战 这点他也能理解 毕竟在现在掌握的资料中 燕宁还没有和觉醒者战斗的记录 无论是天风上报的消息 还是试炼塔 那都是面对变异体 他也好奇 燕宁究竟能发挥出怎样的表现 所以 你觉得 死斗最能测试出实力 正好看看他的表现 但如果死斗中燕宁 真的很下杀手 张猛那边恐怕会发疯啊 权衡立陛下 李选国还是觉得太过了 看着有些犹豫的李选国 胡志平毫不在意的亲身宽慰 总理 死斗的是无需担心 我们也只是测试 并非真的弄出人命 大不了在死斗战时 让几名三阶高级在旁边守着 燕宁想发泄怨气 让他发泄就是 伸到最后关头 我们再出手救人 不仅如此 死斗战下 我们也能看看其他人的表现 其实 如果不是燕宁表现得太亮眼 这次选拔出的火种也是很不错的 生死危机下 我们也能再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听完胡志平的想法后 李选国微微点头 算是认可下了这个方案 让三阶高级守着吗 那应当是没问题了 随着众人离开 只剩下一部分三阶继续巡逻的病房内 方浩饶有兴趣的看着病床上的夜宁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来第六军团 只要你来 我可以让你统领一步 第六军团是专门清脚编一体的 自成仪戏 也不需要听上面那帮鸟人的命令 真心实意地发出邀请 随着方浩的开口 身后跟着他的一名三阶心中不惊一震 夜宁虽然日后的地位绝对够高 但现在也只是刚刚踏入三阶 每个七八年的时间也成长不起来 四大统帅哪个不是天赋超绝 但从三阶触及到巅峰 最快的也花了足足十九年的时间 七八年的时间 已经是基于夜宁的SSS级天赋了 直接统领一步 这已经是三阶高级的待遇 然而出乎意料 面对方浩的邀请 夜宁只是微微摇头 轻声笑道 方军长 我还是打算优先提升实力为主 统领一步这种事 我可能不太擅长 对于方浩 夜宁还是有不错的印象的 他知道对方这番邀请 纯粹是看重他的潜力 顺带着想 带他远离政治漩涡 在所有人看来 他今天的做法 可能有些过了 在天才 从三阶触及到巅峰 那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同于二阶时 还能吸收灵精加速升级 三阶后吸收效率极低 而且需要的数量太过恐怖 也不利于掌握实力 在剩下的几年时间里 待在首都享受多大的待遇 暗中必然也会承担多大的压力 尤其是 他毫无背景 全靠潜力成长 远离 成长 崛起 这才是最优解 但夜宁很清楚 自己有办法解决三阶后的升级问题 对于他来说 几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能达到三阶巅峰 甚至突破到四阶 都有极大把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无人知晓 他夜宁究竟要做什么 只有待在首都 待在华夏战区的最核心的地方 他才能完成他的计划 面对夜宁的拒绝 方浩也不在意地笑了笑 只是随手掏出一张卡片 放到夜宁身旁 没兴趣的话 那就算了 我也是这段时间待在首都 过段时间就会离开 有什么事 可以和我联系 他颇有深意地 对着夜宁笑了笑 说完便直接带人离开 若不是在夜宁身上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他也不会这么做 离开重兵把守的医院 方军长 您不觉得夜宁杀心太重了吗 平时都是这样 怕是会得罪不少人 张扬再怎么样 也是张司令之子 一旦出事 听着下属的话 方浩混不在意地轻笑一声 怎么 你觉得死个人是很大的事 杀心重 如果我是夜宁 我也会这么做 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方浩吃笑一声 目光看向一片繁华的首都战区 火种计划是干什么的 本来就是 用来挑选真正的天才 像他们之前那么狗 又是看天赋 又是看背景 能选出个屁的种子 依我看 从一开始 就该开启生死战 谁活到最后 就培养谁 唯有生死中活下来的天才 那才是真正的天才 一个死斗 就好像天大的是一般 何其可笑 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在方浩看来 无论是军方还是高层 似乎都忘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成平太久 很多人都忘了 这是末日 变异体消失了吗 怪物消灭了吗 石巢没了吗 这些怪物都在 他们只是不动了 不再大规模袭击人类了 现在各个势力培养出的 所谓觉醒者 在他看来 都是温室里的花朵 出去猎杀变异体 都要一堆三阶在身边保护 这算什么 这能培养出什么强者 为什么这些年 华夏战区出现的觉醒者 一介不如一介 还不都是 这群白痴搞的鬼 不在绝境和死亡边缘 走出的觉醒者 就算级别再高 也是个废物 再这样下去 他方浩真的害怕 万一哪一天 怪物席卷而来 这群所谓的高阶 还能不能守护华夏 听着方浩如此言论 一旁的下属忍不住苦笑一声 大人 时代毕竟不一样了 不一样 没有再多说什么 方浩只是摇了摇头 冷笑一声 他自然知道 整个华夏战区 都已经松懈了下来 不少安全区 已经开始缩减军队 建起高楼大厦 很多人甚至打出口号 要重建文明 恢复到黄金时代 但他知道 那些怪物的实力 从来没有变弱过 有些危险区域的变异体 无论是数量还是实力 连它都有些心惊 多 太多了 作为和变异体作战 最频繁的第六军 它一直都有着 强烈的危机感 那些怪物 就好似一颗定时炸弹 无声地聚集在哪里 就好像等待着 再在某一刻引爆 将整个人类炸得粉身碎骨 到时候 一切的繁荣 不过是虚假 在重演的灾难面前 整个华夏大地 只会比当初的末日 更像是人间地狱 安静的病房内 夜宁轻吐一口气 这才有时间 查看起自己试炼中的收获 面露期待 他真正感兴趣的 一个是系统 最后给出的特殊奖励 一个是四系第一的 新增天赋 这两项奖励 获取的难度最大 自然也是价值最大的 夜宁甚至怀疑 他这次获得的奖励 大概率是全球觉醒者中 唯一一个获得的 至于道具奖励 他简单地看了一下 暂时用不到 而系统奖励的装备 他打算在从官方那 选完第一序列的奖励后 再看自己缺少什么 查看新增天赋 轻生默念后 一道半透明的信息面板 瞬间出现在眼前 狂怒 力量系新增天赋 战斗状态下 受到的伤害越高 力量爆发越高 并可主动出发 进入短暂的强化状态 在狂怒强化下 减少防御 但额外增加攻击伤害 不屈 体质系新增天赋 根据受伤程度 不断提升伤害减免效果 最高提升33%伤害减免 超负荷 敏捷系新增天赋 短暂大幅度提升 出手速度和敏捷属性 效果结束后 进入虚弱状态 抑制威压 抑制系新增天赋 主动使用后 在周身形成威压领域 对范围内 敌人造成威慑效果 若对方抑制属性低于你 根据差额 造成恐惧 震慑等效果 仔细地看完新增天赋后 也您不禁有些惊喜 四个新增天赋 单论效果都比得上S级天赋了 尤其是前三个天赋 可以相互配合 属于越战越强的那种 伤势越重 实力越强 配合着超负荷的爆发 他都能想象到 自己重伤状态下 会爆发多强的战力了 估计和他战斗的敌人 都会猛逼 怎么越打越强 四个S级天赋 加SSS级 这组合起来 强到发指啊 胆卡一番后 叶宁有些唏嘘 压下现在 就测试一番的冲动后 转看向直接放发 在自己戒指中的特殊奖励 这玩意 可是系统公告中提到的奖励 想来 也不会差到哪去 星面一动 随着红光一闪 一颗如同水晶一般的道具 便出现在他手中 守护水晶 特殊道具 遭遇致命伤害时 可触发短暂的无敌效果 并随即传送到未知地点 微微一愣 看着手中的黑色水晶 叶宁眨了下眼 他也没想到 系统给出的特殊奖励 是这种东西 保护类型的道具吗 免死加传送 等同于多出了一条命啊 很简短的说明 但叶宁也能意识到 这玩意的价值 有点牛逼啊 看样子 系统也不舍得 四系第一的觉醒者死 美滋滋地收起 守护水晶后 叶宁心中顿时 升起一股安全感 他现在什么都不担心 唯一的缺陷 就是自保能力太差 这下多了张保命的底牌 简直是太满意了 唯一美不中足的 便是随机传送 压下不错的心情后 他索性梳理起 自己后续的打算 最关键的序列已经到手 从今天起 他的资源是肯定的不用发愁了 那么第一个目标达成 那么接下来 第一优先级 是尽快冲击四阶 实力是一切的根本 第二是完成 剑神系统任务 系统升级需要的四种材料 应该不难凑齐 直接问军方要就行 系统升级 战力又会再次飙升一个档次 第三 心中飞快地思考着后续 只是想到第三点时 叶宁微微皱起眉头 第三件事 就是直接找军方 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 尽快让061号安全区撤离 在前世的记忆中 大概一个月后 61号安全区 就会遭到大批变异体袭击 导致超过百万人丧生 这也是和平了20多年后 华夏战区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 也是灾难的开端 不光是要警告军方 组织人员撤离 还需要找到一名孙姓研究员 目光一宁 回忆着有关这名研究员的信息 叶宁极力搜寻着相关记忆 在他的记忆中 他只知道 这名孙姓研究员 是超凡计划的关键人物 他的研究成果 事关自己能高效率 吸收灵精的重要因素 能不能在短时间内 冲到三阶巅峰 希望全在对方身上 有些棘手啊 回忆完全部信息 叶宁暗叹口气 他只知道对方姓孙 知道对方是在安全区 被毁后才逃到首都战区的 这名研究员 在研究出方法后 大概在第二年的一次 实验意外中就死掉了 要不是他前世参与过超凡计划 他都不知道 是对方搞出来的 几百万人中 找一个姓孙的 尤其是那家伙听说 在进入首都之前 还是个私人势力中的小角色 死斗 升级系统 阻止第一场灾难 提前开启超凡计划 要做的事情 有点多啊 父亲 你怎么过来了 是不是查明了那小子的天赋 他是不是作弊了 昏暗的房间内 蓬头垢面的张扬 猛然抬起头 无神的双眼 陡然一亮地看向张王 自从试炼结束后 他便把自己关在房内 不曾走出半步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无法接受事实的他 就好似鸵鸟一般 想要躲起来 但见到父亲 突然来找自己 此时的他 瞬间便意识到 应当是叶宁那件事 有结果了 死死地盯着张猛 爹 那小子是不是找到漏洞了 他是不是被关起来了 我还是第一序列对吗 连声催促 激动 只要叶宁被判定为 使用漏洞 一切的荣誉还是他的 只是 张猛神色复杂地 看着自己的爱子 心中长叹一口气 竟有些不忍说出事实 他知道张杨心中 有多难受 遭受的打击 有多么巨大 曾经风光无限的 第一序列 万众瞩目的超级天才 此时就好像 半疯半傻一般 浑浑噩噩 痛惜 怨恨 这一切 全都是拜那叶宁所赐 他不管叶宁的潜力如何 也不管有多大价值 在他眼里 这个不从奶冒出的 混账东西 几乎毁掉了 他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和准备 没有 叶宁那边没有查出问题 反倒是 他准备向你发起死斗挑战 大概在后天下午 军方便会准备好死斗场地 届时 会有大量三接和高层现场观战 声音苦涩 他很不想说出这个消息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越早告诉张杨 他活下来的几率越大 至少 能做些准备 浑身一颤 张杨一阵失神后 猛然抓紧自己父亲的手臂 没有问题 怎么会没有问题 军部那批人是不是搞错了 仿佛从魂恶中脱离出来 张杨松开手 顿时不可置信地倒退几步 父亲不是确定了吗 那小子不是靠着漏洞 才拿到第一吗 为什么会查不出来 梁九 张杨脸色苍白的一屁股 坐倒在椅子上 脸色一阵煞白 在他反复确认下 他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 犹如晴天霹雳 噩耗一般 在意识到叶宁的成绩 是实打实的后 他意识到了一个 极为严重的问题 虽然没和叶宁交过手 但是以对方哪种变态的表现 真的上了死斗 他怎么可能赢 死斗 不要 我不要上去 在连番打击下 此时的张杨 好似患上了叶宁恐惧症 爹 我放弃第一序列行不行 你告诉他 我不要了 他不是想要第一吗 我给他 给他就是 看着全无斗志的张杨 张杨蜂脸色一沉 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但他也知道 这其实怪不得张杨 微微摇头 我已经说过这番话了 但是那小子 铁了心的 要和你上死斗台 凭着张杨的回复 张杨浑身一阵 他不要 一定要和我死斗 这是 想杀了我 恐慌蔓延 几秒后 回过神的张杨 死死地攥紧拳头 愤怒 仇恨 抢走了他的序列还不算 竟然还想杀了他 这算什么 报复吗 爹 我不能上死斗台 能不能杀了他 能不能想法 在死斗前对他下手 不敢赌自己 在死斗中的表现 哪怕再怎么敌视叶宁 他也清楚地知道 四系第一代表什么 别说死了 光是在死斗中 再次输给叶宁 他都无法接受 这种莫大的羞辱 以己夺人 他想都不用想 叶宁绝对会在赢下他后 百般羞辱于他 叹了口气 没可能的 现在那小子周围 至少有超过一只 三阶小队保护 暗中应当也有 三阶高级跟着他 在首都杀他 难于登天 无所谓杀了叶宁后 是否对华夏战区 来说是一种损失 早在叶宁开口 发起死斗后 张猛就瞬间在脑中 闪过七八种 干掉叶宁的念头 但无一例外 全部被他否决 在这个结果眼上 整个高层和军方 都在盯着那小子 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那他家人呢 那家伙不是平民出身吗 爹 能不能找到他家人 威胁他放弃死斗 见父亲否决了自己的想法 急并乱头一下 张杨脸上一阵扭曲 他已经不在乎光不光彩了 自己一定不能上死斗 一定不能 在那么多高层面前输掉 他真的会疯掉的 沉默片刻 张猛依旧摇头 时间来不及 而且军部 已经派遣部队去保护了 杨儿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调整好心态 你放心 爹一定会救你 虽然我也不知道 高层怎么会默许他 叶宁发起死斗 但我不信 他们真的会让你死 深吸一口气 张猛像是为爱子打气一般 沉申开口 无论如何 你是我张猛的儿子 我为国效力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高层再怎么偏向他叶宁 也不可能把我当弃子 你放心 万一叶宁真的起了杀心 那些负责裁判的三阶 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我已经联系了几位三阶高姐 到时候 他们会出手救你 在首都经营势力多年 张猛自问自己 虽然不算顶级高层 但好歹还是有几分薄面 听着张猛的宽慰 张杨心中猛然松了一口气 只是 可是爹 万一到时候 我输得很难看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能赢他 比如 什么装备道具 如同燃起希望一般 张杨祈求地 看向自己父亲 现在他不担心自己会死了 反倒觉得自己也许还有希望赢 迟疑中 张猛也明白他的感受 装备道具 没用的 死斗战不允许使用装备 为的就是公平对战 见张杨眼中刚燃起的希望 瞬间熄灭下去 他忍不住轻声补充 不过虽然靠外力不行 但也并非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燕宁口口声声要公平 才能对你发起死斗 他利用规则 我们自然也可以利用 我已经联系了其他种子 也向燕宁发起挑战 他燕宁不是要让所有人服气吗 好 我看他能不能撑住 张猛冷笑一声 这是他想到的唯一办法 一个刚刚成为三阶的燕宁 敢骑在他头上羞辱于他 不就是靠着明面上的规则 逼得他只能遵守 在他多番打听下 也隐隐得知了 高层同意死斗的原因 无非是那他们荡试验品 看看燕宁的战略 究竟如何 那既然想看 那高层自然不介意多看几轮 说不定还会支持他 那批充数用的零食种子 挨个挑战过去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燕宁虽然表现得很变态 但终究有疲惫的时候 一直失恋不就是那样吗 多消耗几轮 他不信燕宁 还有力气对战张扬 当然 他也不指望这样做 能拿回第一序列 了不起就是让燕宁知难而退 见爱子逐渐重拾信心 张猛犹于片刻后 低声再次开口 还有一件事 但你一定不能走落半点风声 我已经安排了一名死士 挑战燕宁 他到时会吞入一颗灵能炸弹 虽然炸死那小子不太可能 但重伤他 还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最后的保障 他要么放弃死斗 要么就只能重伤之下挑战你 虽然如此做法下 燕宁也毫无意义 到时候官方也必定会严厉追查 但为了自己儿子 张猛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在张扬身上 倾注了大量心血下 他实在不想看到张扬一蹶不振 闻声一愣 片刻后 张扬眼中闪过一抹狂喜 父亲果然还像之前那般 什么事都能帮他摆平 一个燕宁 就算潜力再强又怎样 强龙南压地头蛇 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燕宁 你要这些材料做什么 国库重地 审查室内 一名中年觉醒者 面带疑惑地 看向眼前的少年 以及身后的保镖 他认得燕宁 毕竟这两天 整个首都高层 关于燕宁的消息都传遍了 谁不知道 那就是级别太低 注意到燕宁身后漠然无声 警惕跟随的三阶高级觉醒者 连他忍不住都有些扎舌 果然和消息中说的一样 高层当真是把这小子 当宝贝看待了 随行有三阶高级保护 身后跟着一整支三阶小队 如此待遇 实在太夸张了 这些材料 最低等级都是A级了 你现在就需要吗 不同于对待其他人的随意 军方后勤处副部长沧海琼 此时满脸堆笑 客客气气地 看着手上的材料名单 开口就要这种高级别材料 这小子心挺大 换做其他三阶 初级过来 他调都不会调一下 直接让手下的科员打发走 但面对叶宁的要求 他还是极为重视的 没错 麻烦仓部长 看下能不能凑齐 这些材料都很重要 天赋需要 面带笑意 叶宁随口编了个理由 颇为期待地 看着眼前的中年人 在适应完三阶的实力后 他便马不停蹄地 拉着赵龙 赶来国库这边申请配额 山脉破坏者之心 人面损骨液 碎尸者的锥骨 异轨核心 四样材料 都是用于升级剑神系统 不光是大幅度缩短技能冷却 额外的灵能加成 也对他至关重要 尤其是 叶宁也实在期待 剑神系统强化后的表现 轻轻点头 苍部长陈寅片刻后 直接叫来身后的工作人员 陈生吩咐过去 去看看国库里有没有 通知第六层守卫三阶 就说是我同意的 等待中 苍海琼索性和叶宁 随意闲聊起来 对待叶宁这种潜力变态的天才 他不介意提前搞好关系 十分钟后 部长 国库里有 只有两样有 一个是破坏者之心 都是A级高等 在记录中属于很早入库的 变异体材料了 其中碎尸者的追谷 在前几年就被二所借走研究了 一直没还回来 眉头微皱 苍海琼听完手下的汇报后 有些尴尬地看向叶宁 就在刚才 他还跟叶宁夸下海口 只要是叶宁想要的东西 他这基本都有 作为首都军区 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库 里面的资源堪称海量 但没想到 啪啪打脸 看着手上的信息 沧海琼苦笑两声 叶宁 你要的这些东西 有点特殊 我看了下资料 基本都是三十年前 甚至是四十年前 出现的变异体材料 而且最低都是 三阶中级才能产出的 你知道的 现在战区内的变异体 很多都聚居在一个区域不动 猎杀起来风险太大 军方已经很久 没组织过行动了 微微有些失落 叶宁心中暗叹口气 当他看到系统要求的材料后 也知道这些东西 没那么好搞 只是没想到 国库里竟然只有两样 那仓部长知道 剩下的两样 哪里有吗 或者说 这两个变异体 在哪里出现过 实不相瞒 我真的很需要这批材料 面对叶宁的问题 沧海琼极力思索后 两久才不确定地给出答案 人面损 我好像听说过 大概在27年前 曾经发生过一次 变异兽袭击事件 导致六万多人死亡 当时有四名三阶中级出手 但还是被这个怪物跑掉了 这头变异兽 实力大概在三阶高级以下 出现的地点应该是在华南战区 华南那边 军方的掌控力弱一些 血影军团手里 也许会有 他们统领的实力 无限接近三阶巅峰 也算是国内都排得上号了 至于异鬼核心 眉头苦咒 沧海琼苦苦思索半天 也没在记忆中 找到这东西的信息 听起来像是灵异体的产物 你可以问问研究所那边 第七所专门负责三大事件 说不定他们知道 面对沧海琼的回答 叶宁心中叹了口气 也只得接受 看样子 任务没那么好完成了 血影军团吗 记忆中有印象 不过 印象不是太好 记得在前世第二年 华夏战区动乱之时 那处势力直接独立出去 导致原本就 难以支撑的防线 瞬间崩溃 像是看出了叶宁的失落 沧海琼 持一片刻宽慰过去 叶宁 你要是真的很需要 我可以向军方申请人手 帮你寻找这些材料 你放心 以你的级别 这些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不过就是 但是时间上肯有点长 最近华夏周边不太太平 很多三阶都被调去支援了 没有说太多 虽然这批材料很珍贵 但以燕宁现在的身份 申请这些还是没问题的 他也乐意卖个人情 那就谢谢舱坞长了 轻声道谢后 燕宁飞快地在脑中思索起来 让军方帮他找 效率估计高不到哪去 也许在他们眼中 几个月时间能找到 那都不算什么事 绝对算得上尽心尽力 毕竟想击杀三阶终极的变异体 难度可不小 这种战力调动 可不是小事 但对于燕宁来说 他等不了这么久 实在不行 让军方先帮自己找到消息后 他亲自过去一趟 在找到孙姓研究员之前 提升剑神系统 是最快强化战力的途径 时间紧迫 容不得他慢慢来 至于异鬼核心 第七所 他倒是认得几个人 顺带先拿回 另一个研究所要走的材料 一念至此 燕宁索性再次开口 卖仓部长 麻烦直接把破坏者之星给我吧 再提一签单位灵魂结晶 听着他的要求 沧海琼微微一愣 转而有些犹豫的开口 燕宁 你现在的权限 可能不太够 说实话 A级以上材料的珍贵程度 相信你是知道的 临走材料 是需要多个部门签字的 隐晦地提醒过去 他答应燕宁寻找材料 那是后续的事 但现在 燕宁的权限 只是最低级火种序列 别说拿A级材料 和灵魂结晶了 能要走一些灵能果实 都算不错了 什么序列对应什么待遇 这可是定死的 话音落下 燕宁陡然皱起眉头 倒也没多说什么 规定就是规定 看样子 他只能等 然而 不带燕宁打算过几天来拿 刚刚还说着 规定的沧海琼 突然神秘一笑 嗨嗨 虽然上面有规定 但也不是不能行个方便 小张 来 准备下物资 直接送到燕宁阁下那里去 燕宁闻声一愣 下意识看向沧海琼 只见满脸笑容的沧海琼 如同老狐狸一般 笑容灿烂 就好像故意卖好与他 燕宁 苍部长 我们真的给燕宁送过去 他现在的权限 可是完全不够啊 随着燕宁离开 审查室内的一名觉醒者 诧异地看向自己的顶头上司 他想不通 为什么苍部长这么好说话 竟直接违反规定 也要卖好燕宁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 自己准备培养的心腹 沧海琼倾笑一声 悠悠开口 你想得太少了 他燕宁直接跑过来 问我要东西 他说为了公平起见 要和张司令之子发起死斗 但显然 他根本就没把规定当回事 下意识觉得自己 就是第一序列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纯粹是想立位报复 告诉所有人 他燕宁不是好惹的 如此狠辣的猩猩 我看后天怕是 有好戏看了 不再多说什么 剩下的内容 沧海琼决定 让青年自己想明白 燕宁如此做法 无论结果如何 必然会狠狠地得罪张猛 乃至惹得很多 派系不爽 知晓燕宁基本没什么势力 后台下 他索性小小地提前投资一下 他在明示燕宁 他沧海琼不介意违反一些规定 也会出手帮忙 如果燕宁日后想组建势力 自然会拉拢于他 再不见 念个好总要吧 真是老狐狸 反程的路上 燕宁回想起沧海琼刚才的表现 微微摇头 他看出来 这个老家伙 故意在自己面前示好 表现得很是看重自己 冒着违规 也要帮他办事 若是他没什么经验 那估计此事已经心生感激了 毕竟堂堂一个部长 放在首都这种地方 都是屈指可数的大人物 无论怎么说 的确花了不少心思 但对于燕宁来说 他根本无所谓这些东西 只能说 他不介意日后 让这只老狐狸跟着他 经营势力 聚集派系 组建关系网 拉拢人脉 这些东西看似很重要 很有用 是无数觉醒者 步入高层圈子后 煞费苦心也要做好的事 三阶终极指挥高级 这在和平已久的人类世界并不少见 就好似回归末日之前 什么都讲政治 讲潜规则 但燕宁很清楚 一切的根本都是实力 其他什么都是假的 和平时期 玩玩这些也就算了 但随着灾难的爆发 唯有强者才有话语权 一切的潜规则和制衡 都会被统统打破 他要组建自己的势力 纯粹是在前期实力不够 他需要有人为他办事 为他说话 加速进度 等他到了三阶巅峰 甚至是高级 燕宁有绝对的自信 他受够了前世那帮子政客 受够了勾心斗角的内耗 谁反对就干掉谁 他绝不会允许 出现前世那般派系相争 到了灭国之灾时 还在内杠 坐在燕宁身旁 赵龙看着低头沉思的燕宁 由于片刻后 还是忍不住想说些什么 燕宁 后天的死斗 你要不还是算了吧 再怎么说 张萌也是一方司令 退一步 也没什么 本着自己人的想法 面对燕宁 赵龙本能地觉得 燕宁还是太年轻气盛 虽然天赋确实夸张 但这个世界并不是这么运转的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张萌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与其树立一个敌人 不如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反正以燕宁的潜力来说 发育各己 一样能走向高位 何必争这一时 想在首都混下去 很复杂的 潜力再强 那也是潜力 锋芒太盛 并非什么好事 没事的赵说 我自有分寸 转过头 燕宁轻笑一声 淡然开口 他自然看出了赵龙的担忧 也知晓 赵龙是为他好 只是 他的时间不多了 人心很恶心的一种东西 他但凡退一步 就会有人不断试探他的底线 别看他现在深受重视 但也只是短时间 带给高层的震撼太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会有人跳出来恶心他 唯有快刀斩乱麻 他才能腾出心神 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实力 他的计划难度太大了 牵扯到的利益也太多 想阻止这场灾难 总归要先死一批人 容金军区基地训练场 大批军队调动 随着一声声空暴响起后 上百名三阶和各方高层 相互打了个招呼 各自入场 场地安排好了吗 负责死斗的三阶准备的怎么样了 处于众人环卫之中 李选国随口问向基地负责人 目光看向远处的叶宁 总理 已经安排好了 三名三阶高级作为裁判 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 另外 这次死斗场地 我们布置了防护立场 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微微点头 李选国问完后便不再说话 只是看向叶宁的目光 带着一丝淡淡的期待 他很好奇 这个少年又会带给他怎样的惊喜 这就是叶宁吗 选国 你特意把我叫回来 就是看他表演 临时搭建的看台上 一名肌肉爆炸 如同一头凶兽一般的中年人 微微皱眉 看向远处的叶宁 哪怕没有泄露任何气息 但坐在他周围的高层 依旧感到有些不自在 就好似一头霸王龙坐在他们身旁 压力太大了 这壮汉正是孙卫国 军方四大统帅之一 纯粹的力量系三接 没错 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在意孙卫国 直接称呼自己的姓名 李选国面带微笑 对着叶宁 微微点头示意 两人相视已久 孙卫国的脾气 比起秦峰还要暴躁 两人大大咧咧 属于汉将的那种 听上去很夸张 但看上去太弱了 身弱红中 孙卫国皱着眉头 看向身形颇为瘦弱的叶宁 在他眼里 觉醒者就该有强健的体魄 肌肉就是力量 唯有坚强大的肉体 才能一拳打死变异体 SSS及天赋 四系第一 听起来很猛 但我看这小子 瘦得我一个指头就能打死 白白净净地 看上去哪项的战士 凭着孙卫国给出的评价 李选国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就知道 对方会这么说 他拿下了力量系第一 比你当年还要强 我觉得 他很有希望 帮我们拿下那个副本 掏了掏耳朵 孙卫国伸出巨大的手指 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老李 没那么简单的 这小子 我看了他资料 从成为觉醒者 到现在才多久 他天赋强归强 战斗经验可不一定强 那玩意 可是实打是要一场场战出来的 试炼第一 那是试炼 人和怪物是不一样的 他天赋能转换属性 还自带三阶的增幅 能拿下第一 不代表擅长生死搏杀 他妈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见多了天赋牛逼的觉醒者 上了战场 死的都有一大批 周济副本里 那帮狗娘养的三阶 哪个不是尸山中杀出来的 个个都是老鹰笔 我看你还不如把这小子养着 当个吉祥物供着得了 死在里面 那就好玩了 听着孙卫国如此评价 李选国眉头微皱 也不反驳什么 虽然孙卫国说得很不客气 话很操 但道理是没错的 正因为如此 他才想看看 夜宁对战觉醒者的表现 究竟如何 队长 上面让我们认识的 就是他吗 场内 七名看上去 有些疑惑地看着远处的夜宁 不同于说说笑笑 坐在主观站台上的高层 一行七人正经危坐 身上齐齐带着肃杀之意 没错 下次周济副本 上面有可能让他参加带队 好好看 说不定以后 还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神情平淡 领头的小队长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轻声回复向自己的队员 只是说是这么说 他的眼底 却闪过一抹异样的情绪 三阶初级带队 还是刚进升的那种 上面是不是疯了 脸色一变 坐在队长身后的青年厅后 顿时有些错愕 忍不住反复打量起夜宁 那小子最多十八九岁吧 天赋我听说了 确实变态得很 可那是周济副本啊 上面总不会觉得 里面很轻松 让这小子来镀京吧 带着他进去 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他杀过人吗 神情有些激动 刚从边境战场回来的他们 十三人的小队 只回来了七个 他并非瞧不起夜宁 也并非嘲讽 周济副本太残酷了 觉醒者对抗变异体时 还要提防敌对战区的人类 很多时候 人可比怪物可怕多了 生死搏杀面前 无所不用 偷袭暗杀下 终极死在触及手里的栗子 比比皆是 在他眼中 他宁愿和一个天赋差的老兵 游子组队 也不愿意和所谓的天才一对 再天才 那也是以后的事 更遑论夜宁现在刚刚成为三阶 在他眼里 就是标准的菜鸟 三阶的战斗方式 和二阶有着巨大的差异 缺少作战经验 没上过战场的觉醒者 那和废物没什么区别 除了会害死他们 半点作用都不会有 不要这么说 我看过他的资料 这小子 有秒杀过三阶变异体的记录 不仅如此 试炼的难度你也清楚 他战斗技巧 应该不会太差 最多是缺乏对人的经验 战力当半个三阶终极用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文生一愣 说话得有黑青年一级 队长 我不是看不起他 我也看了他的资料 二阶杀三阶 确实变态 我估摸着他是学了蓄力技能 威力大得很 可是那得有人在前面帮他顶着 他才有足够的时间出手 咱们是怎么战斗的 别说给时间出手了 一场战斗下来 三五秒就定下生死 稍有不慎 技能都放不出来 就被人斩掉脑袋了 耿直 粗暴 这名青年三阶在激动的反驳过去时 只觉得心中窝着一团火 本来就在边境失利 同生共死的战友 死伤惨重 下次周济副本更重要 他不觉得夜宁能有什么用 觉醒者和变异体 是两种战斗方式 也许夜宁真的很适合对抗变异体 但在生死一瞬的战斗中 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 到时候 他们非但少个人不说 还得分心保护他 在他想来 像夜宁这种顶级天才 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首都 等级别高了 靠实力缅压就行 等到了三阶高级甚至巅峰 哪怕是个战斗白痴 压都能压死一大批觉醒者 我知道 所以上面不是叫我们来看吗 黄鹏 说话注意点 上面的想法 不是你我能猜测的 如果真的不行 我相信军长他们 也不可能让夜宁跟我们进去 我们死了没什么大不了 他死了 上面能心痛死 暗叹一口气 小队长漠然无声地 看着即将开始的死斗 心情一片复杂 他知道 上面太急了 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三阶低级 帮他们拿回胜利 像下次开启的周际副本 每个队伍遭遇的难度 都会按照队伍平均实力划分 如果夜宁表现得很出色 对抗觉醒者 也能做到试炼中的恐怖表现 毫无疑问 他们将大获全上 三阶低级当中级用 优势不要太大 哪怕就是当魔力 能让夜宁快速成长也好 上面也应该意识到了 这几年培养出的三阶实战经验 实在太差了 尤其是天赋强的那批人 基本都是各大势力的后代 这些老一辈的三阶吃够了苦 自然恨不得把自己后代捧起来 生怕出点意外 再这样下去 能打的三阶会越来越少 只是 小队长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在他眼中 就算这场战斗是死斗 但也就那样 和国家家有什么区别吗 又是裁判 又是正面对战的 这能看出来什么东西 他们在副本中 面对敌对三阶时 时时刻刻都在死亡边缘 上个厕所的功夫 都有可能冒出一大批三阶为杀你 陆委员 这是待会的对战名单 您看一下 裁判台上 一名身穿战甲的中年三阶 一脸疑惑地 看着下属递上来的名单 搞什么 不是只有夜宁对战张扬吗 哪来的名单 随一番看了几眼后 他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利色 谁给你抱上来的 九个三阶对战夜宁 你们还敢 把张扬放到最后 立声呵斥过去 陆婉洲怒视着工作人员 浑身的气息 直接毫不客气地锁定过去 以他的阅历 哪里看不出来 这份名单有问题 在他眼中 这怕不是自己的下属 收了张猛的好处 好大的胆子 九场挑战过去 夜宁还和张扬打个屁 累都累死了 虽然他也是刚刚被调来充当裁判 但知晓上曾有多看重夜宁夏 他自然认真对待 上面这么多人都在这 你们搞这些花样 想死别拉上我 毫不客气地训责过去 说吧 陆婉洲便准备上报给几位高层 打算说明情况 然而 地上名单的下属 却只是苦笑一声 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 陆委员这份名单 上面看过了 而且还是那几位大人同意的 什么 脚步一致 陆婉洲心中猛然一惊 看向主席台时 目光瞬间对上了一名委员会成员 对视中他竟意外地看到 对方似乎发现了他的异常 正对着他微微点头 见陆婉洲也许是刚从军区赶来 还没得到消息 一旁的下属小声解释 陆委员你也知道 这次死斗说是按规则划分排名 但谁都知道 第一序列就是给他叶宁的 死斗就是走个过场 上面同意死斗 纯粹是给叶宁面子 顺带着看看他的实战能力 大家都好奇他的战力 毕竟他在试炼中的表现实在太恐怖了 反正叶宁打一个也是打 多打几个看得更明白些 也算是测试吧 说话间下属左顾右盼 继续补充 不光是这 其实上面有人也不希望张司令的儿子出事 听说张司令背后站的那位 已经打算保下张扬了 让前面那些人测试下叶宁的实战能力就行了 死斗这件事能免掉还是免掉 万一出了事 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听着下属的解释 陆婉洲沉默片刻后缓缓点头 他也没想到 一个死斗居然有这么多弯弯绕绕 上面的主意打得倒是不错 既能看看叶宁的实战能力 看看他到底有多强 另一边又能保住张扬 两边都算有个交代 官场 不 哪怕是军方也讲一个人情关系 既然叶宁按规则逼的张扬不得不接受死斗 那按规则来 其他人自然也能挑战他 九场打下来 想必叶宁也会知难而退 零能枯竭下 再坚持死斗 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至于前面那些挑战的种子 陆婉洲下意识地看向几名聚集在一起 胸前挂着火种序号的新晋三阶 很显然 这些人都是炮灰 本就是用来帮各大势力占据名额的 死了也无所谓 没人会在意他们 再加上有三名三阶高级全城观战 想来叶宁就算迁怒到这些人头上 也杀不掉他们 我知道了 那就通知叶宁吧 直接开始死斗 沉默片刻 陆婉洲轻叹一口气 上面的争斗他不打算参与 只是看向叶宁时 目光有些复杂 他知道叶宁为什么要死斗 但很显然 任凭你有再多的委屈和怨气 上面有的是办法 让你乖乖听话 王处长 您不打算让王凯也挑战一下叶宁吗 难得有这么多三阶保护 打上一场 也算是增加些经验 听着耳边张猛的劝说 物资处的处长王红 甘笑两声 直接摇头拒绝 我家小子肯定是打不过叶宁的 没必要上去 再说 就算赢了 也没什么用 带着淡淡的疏远 王红看着心情很不错的张猛 心中忍不住暗骂两声 当真是好本事 一场死斗战 竟被张猛左右游说 动用自己的关系下 变成了普通对战 他看过名单了 自是知晓 张杨会在最后才对上叶宁 半点风险都没有 甚至 叶宁如果消耗太大 还要坚持挑战 说不定还会输给张杨 想让自己儿子 当替死鬼挑战叶宁 当自己傻 见王红并不上当 张猛也不在意 只是转头看向身边的爱子 眼儿 好好把握 这次你不会有任何风险 人物已经安排好了 但凡他叶宁还敢继续死斗 那就是自取其辱 听着父亲的鼓励 原本颓废的张杨战意昂扬 双眼死死的盯着远处的叶宁 没错 单对单他必输无疑 但车轮站下 任凭你叶宁再强也没有用 从一开始 害怕自己会死下 现在的他已经丝毫不慌 甚至开始担忧起 叶宁会不会知难而退 反正有那么多三节保护 他不信叶宁还能杀他 跟我斗 你那什么跟我斗 这次 我赢定了 喘着粗气神情亢奋下 此时的张杨满脑子 都是叶宁灵能枯竭后 被他打成狗的样子 至于赢得光不光彩 有没有用 能赢就行 这个念头 几乎化作了执念 随着所有高层全部到位 一片肃杀安静的广场上 叶宁平静地走上擂台边缘 只是看着不远处 对着自己不停冷笑的张杨 他心中不禁有些疑惑 这个废物 生怕自己不敢杀他吗 叶宁 这是挑战名单 你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现在开始 无悲无喜 擂台上 陆婉洲看出了叶宁的疑惑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将一份名单递到他的手中 与此同时 一名身材高挑的三阶青年 也跟着登上死痘台 嗯 微微一愣 扫了一眼手上的名单后 叶宁脸色猛然一沉 沉声问向陆婉洲 什么意思 我和张杨死痘 怎么多出了这么多人 面对叶宁的质疑 陆婉洲心中苦笑一声 不动声色地解释过去 根据规则 你可以挑战任何人 向所有序列发起死痘 那么同样的 其他火种也可以向你发起挑战 说吧 陆婉洲暗叹一口气 虽然他不偏向于任何一边 但也觉得有些不公平了 没办法 世界就是这样 强如三阶巅峰的几位统帅 一样有很多事不能做 在高层眼中 也许叶宁是天赋恐怖的妖孽 但终归也只是一把刀 刀 就要听话 目光一冷 在叶宁眼中 他似乎看到了张杨正在一脸嘲笑地看着自己 环顾四周 叶宁心中不禁升起一抹冰冷 没有人提出异议 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这说明名单上的安排 是得到高层默许的 呵 叶宁忍不住冷笑一声 缓缓攥紧拳头 他虽然有想过 这次死斗会有什么变故 高层未必会让自己杀死张杨 但他也只是想到 会安排高阶 充当裁判保护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干脆玩起了规则 张萌想杀自己 差点害得他死去 结果让他反击回去 都不行 这是在告诉自己 他叶宁虽然重要 但也必须听话 有委屈也只能咽下去 以所谓的大局为重吗 果然 和钱是一模一样 估计在高层眼中 自己跟张杨发起的死斗 都是那么的过分 牙字必爆了吧 叶宁 你的对手是我 我很好奇 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眼见着叶宁逐渐沉默下去 走上死斗台的青年 直接死死地盯着叶宁 虽然他知道 没人在意自己 但被叶宁如此忽视下 他心中实在不爽 后面的几位大人物可是说了 向叶宁发起死斗保证 他没事 有三阶高级保护 安全得很 只要能消耗叶宁的灵能 回去后 他就能获得一大笔信用点 白减的好事 他自然不怕 甚至 万一自己在和叶宁的交手中 表现得还不错 说不定就得到某位大人物青睐了 抬起头 叶宁缓缓将目光越过青年 看像排队一般 想要挑战自己的所有人 所以 我要和十个人死斗 所有挑战者打完 我才能对上张杨 听着叶宁听不出任何语气的话 陆晚舟沉默片刻后 只能点头 是的 规则的确如此 对战顺序 是随机的 轻笑一声 不同于他想象中 叶宁也许会无奈地放弃 下一秒 只见叶宁回看了一眼主席台 轻声开口 不必那么麻烦了 所有人一起上吧 我要 打十个 话音落下 全场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叶宁 不少人更是错愕地张开嘴 只觉得 仿佛自己听错了一般 注意到叶宁看向自己的目光 带着一股莫名的意味 李选国沉默不语 并没有选择说些什么 名单他看过了 他很满意 没错 虽然他很重视叶宁 但不代表着能把张猛当成弃子 张猛虽然有别的心思 但终归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这件事说大不大 完全可以一笔概括 面对叶宁口中所谓对战所有人的话 他只当叶宁太过年轻 再向自己表达的不满 无所谓的 压一压也好 锋芒太盛 半点委屈都受不了 日后怎么能担当大任 在李选国心中 他只觉得自己是在为叶宁好 政治就是相互妥协 互相制衡 现在已经不是末日刚爆发的时候了 很多时候 维持内部的平衡比一切都重要 挺狂啊 这小子 不过我喜欢 这才像的男人嘛 暴手站在李选国身旁 孙卫国眉头一挑 像是看热闹 不怕是大一般 嘖嘖称奇 不过他也和李选国是一样的想法 只当叶宁在赌气 九个三街 加一个火种计划中的张扬 都是刚进生三街下 别说叶宁天赋再怎么变态了 就算来个老牌三街终极 围攻之下也是够强 别的不说 一人砸一发技能过去 就够叶宁受的了 叶宁 不要冲动 如果你不同意死斗 可以拒绝的 这次死斗不影响序列排名 看台上 处于边缘处的赵龙 也顾不得这番话和不合适 情急之下 他忍不住出口劝说过去 打不了的 他就算再相信叶宁 也不觉得有半点能赢的机会 潜力归潜力 万一 不 是到时候输了的情况下 那可就太难看了 虽然他也不满军方的做法 但多少也猜到了高层的心思 真让叶宁对上十个人 那说不定就出事了 为了堵这一口气 真的没必要 反倒是如此堵气的做法 在高层眼中 只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年轻气盛 狂傲无人 还不知进退 听着赵龙的劝说 叶宁只是微微摇头 示意对方不用担心 说再多也没用 待会他就知道了 转而 他冷然地看向 负责这次死斗的另一名军方高层 有规定不允许对战所有人吗 没有的话 那就直接开始吧 说吧 叶宁倾笑一声 直接拔出死斗用的特制双剑 无所谓了 他也懒得浪费时间 看样子 军方还是没意识到 他究竟代表着什么 也对 大家都没见过SSS级天赋者 所有判断都停留在从前 只不过对于叶宁来说 他很清楚 自己强到了什么地步 别说十个人了 在SS级剑技下 就算再来十个他 也有把握直接秒杀 废物再多也是废物 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 他从来就没把同杰当成过对手 神级天赋 加剑神系统 他的目标只有无敌 如果不是现在实力不够 需要时间发育 以他的个性 早就一人一剑砍爆整个战区 拿下最高指挥权了 讲政治讲拍戏 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强到 让所有人绝望 随着叶宁的反问过去 原本还想说些什么的军方三阶 顿时面色古怪 持一片刻后 他皱起眉头 规定中没有限制人数 只是 你确定要这样做 几秒后 他看着叶宁 只是闭眼开始调整状态后 也意识到叶宁铁了心 要对战所有人了 也罢 暗叹一口气后 他对着台上的三民三阶高阶 微微点头 注意保护 不同于之前 他们是需要保护其他死斗选手 这一次 显然是在说保护叶宁 一个人对战十个人下 很容易发生意外 台下 猛然愣住的张扬 此时已经回过神 转而几乎无比愤怒地 看向台上的叶宁 他在羞辱我 他在羞辱我 在他听来 他根本就是觉得 叶宁在无视他 在嘲讽他 这么多人一起出手下 但凡被叶宁伤到几个人 那都是比打败他更大的耻辱 十个人打不过一个人 还被反杀了几个 说出去 他张扬从此以后 都会沦为笑柄 杀了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攀升到极点的恨意下 此时的张扬已经有些癫狂 他已经下定决心 在待会的战斗中 混在人群中 想尽一切办法杀了这个混账 就算杀不掉 也要废了他 一旁的张猛 也脸色铁青 只是见张扬太过激动下 沉稳地按住他的肩膀 他狂 你才有机会 让其他人先出手 消耗他的灵呢 你再上 陈生叮嘱几句后 张猛心中冷笑一声 眼中满是绿色 很好 他正愁叶宁会拒绝 还是怎样 既然找死 那待会刀剑无眼 说不定还真能发生点意外 死斗即将开始 请做好准备 根据规则 死斗台上 生死误论 所有人不得使用任何道具装备 光目撑起 随着倒计时开始 在场高层和观战的大批三阶 无不全神贯注地盯着死斗台上的夜宁 画面诡异 甚至有些荒唐 一方是聚集在一起 已经开始各自提前加持技能天赋的实名三阶 混杂在一起的灵能 好似汇聚成一堵墙 另一方则是孤身一人 依旧闭目调整状态的夜宁 一人双剑 看上去有些萧索 如此荒谬的场面 几乎从未在华国历史上发生过 你觉得几秒会结束战斗 三到五秒吧 或者两秒 这还打什么 一人出手一次下 三阶终极都吃不消 真把对面当白菜呢 我赌十秒 夜宁在敏捷失恋和体制中都拿到了第一 我觉得他能多撑一回 没什么看得了 听说上面想测试他的实战能力 这还测试什么 也未必吧 算是测试被围攻的情况 不过说真的 确实太冲动了 人生杂乱 看台上大批高层和三阶们 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有人觉得夜宁太傲 也有人欣赏 但无意额外 所有人都觉得 这是一场很快就能结束的战斗 盯紧他 绝对不能出事 不同于看台上众人看戏的心态 负责裁判的三名三阶高级觉醒者 此时心中一片紧张 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夜宁身上 但凡有任何威胁到生命的迹象出现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出手 这小子 真是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 面带苦涩 陆婉舟暗叹一口气 浑身肌肉紧绷 随时准备救下夜宁 死斗归死斗 但真死人就麻烦大了 哦 随着倒计时结束后 擂台上隔开两方的保护屏障 也随之消失 下一秒 早已准备好的张扬怒吼一声 是以其他三阶直接冲杀过去 出手 我们这么多人 好都好死他了 然而还不带其余三阶冲杀上前 只见擂台另一段的夜宁 突然睁开双眼 刹那间 一股耀眼的荧光骤然乍现 剑锋所指 一道道密密麻麻 如同风暴一般的庞大剑流 瞬间生成 剑流风暴 天系流光 成二 明明是无声的剑流 但在两股截然不同的释放下 密集的剑羽 好似汇聚成了一条狂暴的长龙 势不可挡地轰向冲来的三阶 剑流交织暴明 整个擂台上 好似凭空刮起风暴一般 风压逼人 与此同时 隐藏在剑笼中的两道银色白流光 也带着杀鸡 以弧形划过战场 悄无声息地逼向后方的张扬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前冲而来的九人 绝望地看着迎头轰来的剑流红西 完了 避无可避 挡无可挡 他们就算现在掉头 也来不及躲开 这股覆盖了大半个死斗台的死亡风暴 哪怕攻击还没有砸到他们身上 但人人都能意识到 由数千股剑流汇合成的超级剑技 根本就不是他们这种实力能够阻挡的 这种威势砸过来 三阶终极 怕都是纸糊的一般 根本扛不住 更别提他们这些心境三阶了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大家不都是当当成为三阶吗 临死前 懊悔和怨毒几乎化成实质 但凡他们终有 任何一个人能侥幸活下来 下场后 必定会大声咒骂张猛和背后的高层 骗子 这就是骗他们送死 什么宝货 什么消耗 这根本就是送死 然而 无论他们多么绝望震撼 一秒内轰向他们的剑龙 就好似一头巨兽 直接将最近的几人搅碎成血雨 仿佛吞噬一般 源源不断的剑流 轻而易举地撕开了他们体表的灵能 转而连带着血肉齐齐溶解 残忍 血腥 时间仿佛跳针的画面 随着一名名挑战者 毫无反抗之力的死去 犹如十字般的庞大剑龙 也在瞬间染上一抹血色 与此同时 整个会场内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不少三阶更是猛然站起身子 其实是几秒 但万万没想到 事实打脸的如此之快 他妈的 确实是几秒内就能结束战斗 但结束的却是张扬那边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艰难的死斗挑战 而是一面倒的屠杀 而在另一边 陆婉舟心中也一阵大海 比其他观战的众人 受到的冲击更大 天剑可怜 他差点被惊得叫出声 这是什么变态战烈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 剑流是被燕宁召唤出来的 他甚至觉得自己 在看一场三阶终极的大战 不仅是他 处于燕宁后方的三明三阶高级 原本紧绷的肌肉也瞬间僵硬 饶是他们想出手救下那批三阶 但在此时此刻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挑战者死去 没办法 根本来不及啊 太快了 剑技爆发的速度太快了 任谁看到这一幕都会失神 待他们反应过来后 他们三人竟无奈地发现 自己已经来不及阻止燕宁了 倒不是他们太废 意乎着怎样 纯粹是随着死斗开启后 他们所有心思都放在燕宁这 生怕燕宁受伤 但他们连想都没想过 有危险的会是张扬那边 悍然出手的燕宁 直接打了他们一个猝不及防 这小子的剑技 居然是顺发的 没有丝毫的防备 当剑龙生成的一瞬间 他们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速度快也就算了 在他们的感知中 这连续爆发的多道剑技下 中间连半点剑格都没有 顺发的多重剑技 直接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正常情况下 试个技能都会有冷却 而且威力越大的剑格越长 但这一定率 在燕宁身上被彻底打破 任凭他们战斗经验再怎么丰富 也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不仅如此 燕宁发动的剑技 除了速度快到可怕 那爆发出的威势 更是连他们都有些心惊 仓促之下 他们吃上一发 说不定都会受伤 难以想象 真是难以想象 这他骂的 还能是三阶出击 就算是老牌终极 怕是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一念至此 三人忍不住齐齐 在内心暗骂起来 但骂归骂 在超越常人百倍的动态反应下 三人齐齐硬着头皮 瞬间暴闪至张阳身前 事已至此 前面的炮灰已经死干净了 再让张阳死掉 那就麻烦大了 尤其是太打脸了 要是真的被燕宁 当着自己面秒掉所有人 那他们三人 干脆找根绳子上掉得了 裁判 裁判得掉 他们都快成看戏的了 站在原地 燕宁丝毫没有在意 全场震惊的表情 看着暴闪冲向张阳 试图拦下自己攻击的三位裁判 自己想杀人 陆婉舟等人肯定会拦下的 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索性连热身都懒得热 直接一口气爆发出四次剑技 拼着抽干凌能 也要杀掉这批人再说 他要的不是艰难取胜 哪怕一人赢下十人 已经是惊天壮举 但对于燕宁来说 屁用都没有 他要的是彻底地震撼所有人 让华夏战区上上下下 每一个高层都看清楚 他燕宁的天赋 究竟代表什么 潜力 不 老子现在就很强 哼 撑起灵能护盾 仓促冲到张扬身前的 三名高级觉醒者 此时纷纷调动起自己的能力 在最后的张扬身前 撑起一面巨大的护照 剑刘不断撞上 顿时激起一阵涟漪 在雄魂的灵能护照下 撞上的剑龙 也只得发出悲鸣 不断消散 眼看着自己总算就吓了张扬 三人心中齐齐松了一口气 好险 差点连他们都成笑话了 虽然燕宁的伤害 确实有些夸张了 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他们倒是能轻易挡下 躲在三人身后 原本还战役十足的张扬 这才回过神 看着身前死了一地的三阶 此时的他 就好似被吓哭的小姑娘 浑身都在颤抖 直到这一刻 他才真实地意识到 自己和叶宁的差距有多么巨大 如果不是自己冲得慢了些 如果不是三位裁判反应够快 他现在怕是已经死无全尸了 救我 大人 救我呀 我不打了 我不打了 彻底被吓破了胆子 张扬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丝毫不顾自己这番形象 有多么丢人 他只想活下来 他什么都不想了 他发誓 自己下台后 一定会躲着叶宁走 他再也不想看见那个少年了 没事 然而 正当陆婉洲脸色阴沉地 刚想开口结束这场死斗 宣布叶宁胜利时 两道突兀的隐匿杀机 好似凭空生成一般 静止绕过了他们的防御立场 瞳孔骤然收缩 不对 还有两道攻击 躲过了他们的感知 感受着突然出现又突然爆发的两道剑气 三名裁判顿时浑身一震 只是 当他们试图回身时 三人脚步齐齐一掷 转而心中苦笑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不为别的 只因他们已经听到了肉体被切割的声音 那声音正是来自身后 张扬 已经死了 站在原地 叶宁清笑一声 这才缓缓将双剑收回剑桥 有一堆炮灰 吃下剑流风暴的第一波伤害 他当然相信 陆婉洲他们能挡下后续的攻击 但 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他才翘无声息地发动天蝎流光 很显然 在天蝎流光的隐秘特性下 饶室三阶高级也没发现半点异常 早就调整好了角度 对于叶宁来说 两道极其刁钻的天蝎流光 足以绕过三位裁判 秒掉背后的张扬 他没有选择让天蝎流光跟着剑流一起爆发 而是贴着死豆台无声飞行 在张扬自以为活下来的瞬间 给予他致命一击 看起来 效果还算不错 啪哒 随着被切割成四段的尸体轻声掉落在地后 死寂的会场内一声悲愤欲绝的怒吼 绝望响起 不 牙儿 如同崩溃一般 愤怒到了极点的张猛 看着台上的张扬尸体 一股无法抑制的狂怒 瞬间撕碎了他的理智 双目通红 悲怒之下 他竟直接朝着夜宁杀来 小畜生 我要你死 高高跃起 暴怒到极点的张猛 好似化身成一头巨兽 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夜宁杀来 寒恨出手下 他浑身的灵能几乎调动到了极致 整个人仿佛燃起来滔天怒焰 仇恨 疯狂 所有的理智不复存在 双目赤红的他 此时脑中仿佛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了夜宁为自己儿子报仇 拦住他 出手 会场内顿时一片惊慌 拼到极致下的张猛 哪里是同阶觉醒者能够拦下的 一时间 几名最近的三阶回神 想要拦下他时 却被他瞬间冲开 不好 快保护夜宁 大惊失色 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呆了场上的众人 但无论是谁都能想到 他们绝对不能让夜宁出事 气氛凝重 此时的张猛 就好似薄命的猛虎 隐隐之中 竟有逼近三阶巅峰的感觉 然而 在大部分人都本能的 有些距离张猛的滔天杀一下 此时刚刚收见的夜宁 看向杀向自己的张猛 有次元斩保命 张猛就算再疯狂 也不可能秒掉自己 尤其是在场 还有三阶巅峰在 他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开什么玩笑 有三阶巅峰在 他要是还能出事 那就要考虑 是不是官方想让他出事了 果不其然 在张猛竭尽全力地 批出怒烟一刀时 原本守在张阳尸体旁的三位高级 也瞬间舌身互相验宁 连续三道光幕撑起 顿时便化作了后世的屏障 不仅如此 一声冷喝 也从看台上突兀响起 张猛 够了 哄 刹那间 直见看台上的孙卫国 浑身抱起一团耀眼红光 随着大地猛然一震 整个人如同恐怖的巨兽一般 骤然出现在夜宁身旁 明明是纯粹的力量戏 但动用了特殊技能下 他的速度 却近乎如同瞬移 面无表情 浑身肌肉爆炸的孙卫国 直接伸出蒲扇般的大手 一把抓向张猛劈出的刀锋 砰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光芒爆闪 下一秒 那足以展开一座 小山的狂怒刀器 却被他死死地攥在手中 擂台崩碎 一道宽敞的裂缝 瞬间从孙卫国的脚下 一路炸开到会场边缘 徒手接下张猛全力一击 会场上 大批三阶无不惊叹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孙卫国 站在华夏战区巅峰的六人之一 这就是三阶巅峰的实力 也许是自己含恨一击 被孙卫国拦住 也许是那属于三阶巅峰的气息 刺激到了他 被抓住战刀的张猛 浑身一颤 赤红的双目中 仿佛快要裂开 他杀了我儿子 我要他死 我要他死啊 不要拦我 声音悲愤欲绝 疯狂之下 张猛难以保持理智 只是拼命地 想从孙卫国手中 抽出战刀 然而 无论他如何努力 手中的战斗 就好似被吸住了一般 牢牢地 潜在孙卫国手中 会场上 大批高层面色复杂地看着张猛 他们知道 此时的张猛已经疯掉了 没有谁能在儿子 死在自己眼皮底下 还能保持理智 虽然张猛的做法 已经触犯了规则 但站在张猛的角度下 他们也能理解 只能说 叶宁的实力 超出了他们的预计 这才导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眉头微皱 站在叶宁身前的孙卫国 看着发疯的张猛 再次冷声呵斥过去 张猛 够了 看在特殊情况的份上 我可以不追究你刚才出手 死斗台上 生死勿论 你再敢出手 别怪我不客气 气势更胜 不要说在叶宁出手前 他就不可能让叶宁出事了 待叶宁展现出刚才的实力后 哪怕是之前没那么在意 叶宁的孙卫国 此时也意识到了 这小子的重要性 或者说妖孽般的可怕 三阶出级 刚刚晋升到三阶 实际战力 却比你老牌三阶中级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强 这已经不是 潜力不潜力的问题了 单凭刚才那一手顺发的剑技 已经能在三名高级手下斩杀张扬 如此恐怖的表现 就连他都为之震撼惊叹 他妈的 SSS级天赋 怎么可以这么强 他甚至怀疑 叶宁到了三阶高级 就能打得过自己 说难听点 叶宁现在的价值 是十个 一百个张猛都比不上的 感受着孙卫国锁定自己的契机 张猛惨笑一声 知道自己若是再出手 他一定会被孙卫国一拳轰死 只是 他怎么甘心 他怎么愿意 孙帅 求求你 求求你 那是我儿子 那是我唯一的后代 看在我卫国效力这么多年的份上 看在我张猛 卫国出生入死的份上 我只想讨回一份公道 生如泣血 听得众人心中顿时一阵酸楚 堂堂一方司令 现在被叶宁搞成这个凄惨模样 没有再说 一定要杀了叶宁 张猛知道 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只是 他只求能让叶宁受到惩罚 凭什么 凭什么 在死斗已经结束的情况下 还要杀掉张扬 想起最后出现的两道剑气 他就一阵发狂 很显然 那个畜生 就是冲着杀死张扬去的 他一直在算计三位裁判 如此恶毒的心肠 只让他恨不得 将叶宁千刀万剐 听着张猛 如同哀求一般的话语 孙卫国一阵沉默 原本呵斥的话 却有些说不出口 惩罚 不可能的 但张猛现在这个表现 他其实也能理解一些 迟疑中 一声轻笑 却从他身后响起 只见叶宁丝毫不顾及发狂的张猛 反而如同挑衅一般的 从孙卫国身后走出 老狗 就凭你 还有资格惩罚我 我告诉你 你儿子是个小废物 你也不过是个 输不起的老废物 失笑一声 此时的叶宁 仿佛反派一般 高傲的 看着苦苦哀求的张猛 傻逼玩意 继续动手啊 我站着让你杀 你敢吗 信不信我 但凡伤了一个指头 我让你全家偿命 众人错愕的 看着突然嘲讽的叶宁 只觉得 这番话 骂得也太过了 他们全然无法理解 叶宁为何 还要在这个时候 继续挑衅 果不其然 原本已经稍稍冷静下来的张猛 瞬间被点爆 暴怒之下 就连战刀也不要了 直接一拳轰向叶宁 啊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 杀意凌声 然而在骂完后 叶宁只是撇了撇嘴 像是看向白痴一般 看着此时的张猛 对 就是这样 继续出手 再疯狂一些 他巴不得张猛失心疯 把他气死才好 面对已经注定成为 自己敌人的张猛 叶宁从一开始 就没想 让这个老狗活下去 现阶段 他肯定是干不死张猛的 能杀他儿子 就算不错了 但 斩草要除根 对于叶宁来说 现在就是除掉张猛的 最好机会 这个老废物越愤怒 越是想杀他 孙卫国逼不得以下 也只能杀了他 保证自己安全 不然张猛一旦恢复冷静 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他可不想 有一个三阶高级 隐藏在暗中 时时刻刻都想报复他 因此 叶宁态度愈加嚣张 大有一副 被脑袋凑到 对方面前的表现 哄 看着已经被叶宁 彻底搞疯掉的张猛 孙卫国眉头一皱 也只能再次出手 随着蒲扇般的大手 拍向张猛腰后 一股悍然无比的距离 顿时将这位可怜人 打得口吐鲜血 半个腰身 仿佛都被折断 被一掌拍进地下后 死死地看着 距离自己不过一米的叶宁 残破的身躯疯狂挣扎 恨啊 他恨啊 无尽的悲怒之下 如果目光能杀人 此时的叶宁 已经被他千刀万剐了 站在张猛头顶 叶宁心中有些遗憾地 瞥了一眼孙卫国 他看得出来 孙卫国还是留守了 毕竟是一个司令 哪怕犯了再大的错误 也不可能当场打死 可惜了 不过 再加点火 看看这个老废物 能不能爆发前例 一念至此 叶宁索性一脸嘲笑地俯下身子 看着被砸进地里张猛 细血地轻声开口 怎么 是不是很绝望 是不是很想杀我 张司令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一根脚趾头都比你重要 你想杀我 下辈子吧 啊 随着叶宁再次激怒过去 此时的张猛 仿佛驱虫一般 拼着扯断身子 也要打出那一拳 他知道叶宁说的是真的 但真相 才是最让人发狂 看着眼前的荧幕 以及听着张猛 淒厉到不能再淒厉地惨叫 在场众人 纷纷闪过莫名的念头 在不少三街心中 不知为何 他们竟觉得这个少年 有些让人感到 恐怖 到了这一步 他们哪里想不到 叶宁在做什么 好狠的心 好残忍的手段 好霸道 说杀就杀 说要干死谁 就要干死谁 牙子必报 半点亏都不能吃 如果之前他们还觉得 叶宁只是锋芒太盛 有些傲气 不知道进入首都后要低调 但在此刻 他们已经给叶宁 贴上大量标签 许多还有别的心思的人 也七七熄灭了 招惹叶宁的心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 这小子就是在仗着 自己妖孽般的天赋 斩草除根 当超绝的天赋 配上无敌的潜力 再加上全然不像 十八岁少年的星星 此时的叶宁 在他们眼中 几乎比得上一些老怪物了 看看张猛 堂堂一个司令 竟被搞得如此下场 叶宁 可以了 主席台上 李选国暗叹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 看着远处的叶宁 他缓缓站起身子 微微摇头示意 示意叶宁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再继续 局面就很难看了 总理开口 下一秒 叶宁心中暗叹一声 收起脸上细血的笑容 转而一脸平静地 看向李选国 好 但我要一个交代 他想杀我 单手指向地上怒嚎的张猛 叶宁并未多说什么 但前台词 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他给李选国一个面子 但他也要一个交代 当然 倘若这些高层 在看到自己如此表现后 还是选择保下张猛 那不好意思 他叶宁自然也有下不打算 他必须要绝对地重视 官方的态度 决定他后续的计划 像张猛这种狗屁倒造的事 他只允许发生一次 不然再出现几次这种情况 他那里还有时间不绝 话音落下 人人心头一震 有些愣神地听着叶宁的话 这种对话 是不是不太合适 在他们听来 叶宁这样开口 已经是在逼总理 一定要给出交代了 叶宁 不要这样跟总理说话 心中一急 心惊胆战地看了一眼李选国 转而神色急切地看向叶宁 急得他差点想捂住叶宁的嘴 如此说话 太狂了 李选国是谁 那是站在华国权力巅峰的存在之一 哪里是能这样说话的 与此同时 沉默中 李选国深深地看了一眼眼前的少年 只是 他也没有生气 在他这个位置上 他个人的感情其实已经很淡了 国家的利益才是第一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算得上大公无私 叶宁的价值 他已经意识到了 后续的周济副本 他需要叶宁 好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魏国 把张猛拖下去 押入军事监狱 命令下达 众多高层听着李选国如此对话后 心中猛然升起一股寒意 他骂的 真吓人啊 爹 好久我没有上去 不然死都白死了 重新布置的会场上 王凯心有余悸地看着 坐在李选国身旁的叶宁 讲实话 他其实在张扬找到他时 他有些异动的 十个人车轮战打一个叶宁 怎么想都是吻赢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叶宁居然实力变态到这种地步 还是自己老爹眼光毒辣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轻轻拍了他王凯的肩膀 王处面色淡然地 看向主席台上的叶宁 只是不同于王凯心中想的那般 他心中也一阵后怕 他哪里是想到 叶宁有这么强 纯粹是觉得风险大 反正王凯争不到第一序列 上去赢了也不光彩 唏嘘常看 看着远处的叶宁 他心中净升起淡淡的酸楚和嫉妒 也不知道待会的奖励大会 高层会寄予叶宁什么待遇 想到叶宁种种表现 他不禁心中一阵复杂 他总觉得 随着叶宁的出现 首都也许要变天了 看出了什么吗 你们觉得 他的作战技巧怎么样 不同与热闹非凡 已经开始攀谈起的各方高层 如同雕塑一般坐着的周济副本小队 此时已经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话是队长问的 但问题他们这些人 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憋了半天 之前认为 叶宁不适合加入他们的小队成员员 脸色通红 闷声回道 队长 我错了 这小子确实牛逼 他要是真的和我们进去 我不反对 达非所问 实际上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苦笑一声 之前强烈反对的队员心中 此时一片杂乱 只觉得日了狗 就三秒不到 真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但凭刚才那手 我也觉得够了 就算三阶终极对上他 那也是嘎嘎乱杀 对于长期在外执行任务的特战小队来说 他们才不管前例不前例的 只看实际战力 但不得不说 叶宁刚才的表现 已经彻底折服了他们 或者说 惊吓 轻轻地点了点头 小队长眼底闪过一抹感叹 目光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被众人恭维中的叶宁 还好自己比较谨慎 没有评价太多 不然 那实在是丢人丢大了 讲实话 虽然之前他嘴上说着 让队员们不要小看叶宁 但实际上 也真没当一回事 见多了所谓大势力培养出来的天才 他本能的叶宁这种天赋好的觉醒者 有种说不清的鄙夷 和他们这种军方选拔出的精锐 真刀真枪 一路杀到现在实力的特殊部队来说 他习惯性地把叶宁也看成温室里的花朵了 怎么想都不会有太强的实战能力 毕竟 年龄百在呢 当然 他的想法 其实也不算错 就刚才的死斗上 他的确没看出 叶宁有什么战斗技巧 可言 出手 秒杀 一连串事情发生下来 有个矛的战斗 但 这不代表什么 叶宁如此表现 只是因为不需要技巧 刚进升三阶 就能屠狗一般屠杀同阶 当着三名三阶高级的面 强杀掉张扬 有这个实力 还要个掉矛技巧 一力详实惠 SSS级天赋 当真是恐怖如斯 只是此时的小队长 可能也没想到 在他眼里 已经变态到 让人怀疑人生的叶宁 实际上还没有权力出手 本身的天赋 更是连用都没用 挂臂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都准备一下吧 下次周级副本 他应该要和我们一起进入了 唏嘘中 小队长刚准备在什么些什么时 远处 一名身穿高级将领制服的中年人 便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特殊座战组 中周三队 上面有新指令下达 该指令为S加级 严禁泄漏 主席台上 秘书长有些错愕地 看着准备离场的李选国 总理 我们待会不是要公布序列排名吗 您不打算讲话吗 按照流程 死斗结束后 就是公布排名 也算是官方表态 给予火种计划成员 一个身份和嘉奖 如此重要的事情 之前不需要李选国出面 只需要军部几个主席 比如方浩 他出面讲话 也够规格了 但现在为了表达更高层次的重视 理应由总理出面 毕竟 叶宁光是拿下各系 全球第一的表现 就足以享受如此殊荣 可是总理现在离场 难不成 还是有些不满 刚才叶宁的态度 远处围在叶宁身旁 亲切攀谈的众人 显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一幕 都是老狐狸 人今 有人心中担忧下 也有人心中窃喜冷笑 叶宁现在身上的光芒太耀眼了 尤其是高层对他的态度太过放纵 在不少人看来 叶宁简直是仗着自己的天赋 胡作非为 嚣张跋扈 连张猛都敢下死守 估计谁惹了他 谁就要遭殃 静音官场多年 使得他们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 他们不怕和自己一样的老狐狸 他就怕那种不讲道理 直接掀桌子的莽夫 然而 出乎众人的意料 李选国微微摇头 只是招来基地内的最高指挥官 轻声吩咐 今天的死斗结果 严禁外转 使用相应系统道具 让所有人签署保密协议 确保有关业宁的信息 暂时封存起来 天赋 战力 列为高等机密 任何擅自泄露者 视为泄露国家机密 处以叛国最处理 不带指挥官微微一惊 只见李选国 再次招来不远处的宣传部长 通知下去 两天后在首都广场 举办授勋仪式 让各部门出席 民众也可以参加 另外通知其他军区的高层 让他们派人来 观摩仪式 其他私人安全区 也可以来人 简单交代下去后 李选国无声地转头 看向叶宁 微微点头后 转身便走 人群中 叶宁微微一愣 双目对视下 他也听见了李选国刚才的话 心头猛然一致 他不是惊讶于 总理刚才的命令 而是他读懂了 李选国眼中的含义 李选国此举 分明是在告诉他 你要的 我都可以给你 苦笑一声 叶宁心中微微有些复杂 他没想到 自己真正的心思 被李选国看穿了 想来也是 能做到这个位置上 顶级人物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看不透他的心思 他从进首都开始 所有形式 都是在营造自己的形象 无论好坏 他只为了在所有高层心中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以及让所有人不断习惯 他叶宁能创造 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他需要声望 需要关注 哪怕是坏的 足够的声望 才能让他的话有人听 足够的关注 才能保证他的安全 他之后的形式会很极端 必定会得罪很多人 但 很显然 当李选国猜到 他这层心思后 直接用行动告诉他 他所代表的官方 会是以什么态度对待他 你叶宁想要声望 想要更多的重视 可以 授勋仪式 直接放在首都广场 让所有人见证 你叶宁想以最快速度 进入所有高层试验 没问题 我直接叫来各方军区代表 当面认识你 从民众到高层 让所有都知晓 你叶宁的存在 随着李选国带人离开 站在叶宁身旁的老者张龙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叶宁 总理真的很看重你啊 一声叹息后 他也不再多说什么 所有人都没想到 李选国的离开 不是不想参加 后续的评选认定 而是想弄得更加隆重一些 首都广场 那是什么地方 在那里举办授勋大会 意义非凡 要知道 上一次在那召开 还是末日之后 华夏战区宣布建立 第一个安全区的时候 想当初 四大统帅晋升到三阶巅峰 也只有第一位在那宣布 可以说 这次的规格之高 在整个华国历史上 都是罕见的 沉默中 在场三阶 无不感叹万分 不少人甚至心中 流露出一抹酸楚的意味 一个不过刚刚入京的小子 前后不过三四天的时间 从默默无名 一步登天到如此地位 授勋仪式 听到这个词 他们也能猜到 两天后的大会 恐怕不只是 评定第一序列那么简单了 看样子 高层准备 将奖励分开算 第一序列归第一 叶宁拿下排名的奖励 另外再算 李选国此举 无非就是对外 对所有人表态 华国高层 对叶宁有多重视 也不需要他们猜来猜去 上层是否抱有什么不满 也是告诉所有人 张猛一事 官方已经做出了选择 小家伙 我们先走了 泽泽 真看不出来 你小子看上去 文文弱弱的 下手倒是挺狠 刚刚处理完张猛 身上还带着 淡淡血腥味的 孙卫国挤开人群 一脸泽泽地 撑起地打亮 起眼前的叶宁 众人心头猛然一紧 看样子 张猛现在已经被处理了 就是不知道 人还活着没有 混不在意众人的胆寒 孙卫国大手一拍 拍在叶宁肩膀上 顿时拍得叶宁嘴角一抽 默默躲开一些 叶宁有些无奈地 对着孙卫国点了点头 虽然他对眼前 这个肌肉爆炸到 如同野兽般的壮汉 没有太多记忆 但他知道 孙卫国属于 嘴臭心热的那种 孙卫国 前世第三年 死于抵御海兽 为了给后方争取时间 立即而亡 而差不多也是在 孙卫国死后 他在半年后 正式接管兵权 原因无他 那时候的三界巅峰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像是想到什么 孙卫国收起脸上的笑容 环看众人 刚才总理的话也听到了 今天的死斗战结果 一律不得外泄 说吧 他再次看向叶宁 难得解释一般沉声开口 小子 你可不要觉得 我们在压下什么 不让你出这个风头 你的天素太亮眼了 难保不会有人动你 尤其是外国战区的那些人 在这 我们能护着你 但你也不可能 一直躲在首都 想变强 少不要出去战斗 严禁于此 孙卫国说完 心中便感叹一声 他知道 其实高层不少人 都有些后悔 后悔死斗战上 为什么要叫来这么多人观看 他们也没想到 叶宁的表现 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初级拥有中级的战力 这点不仅仅是 叶宁比同阶更强这么简单 在许多洲际副本 系统任务中 叶宁这种存在 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价值 以之后的洲际资源副本为例 一个三阶中级 会占据十个初级的名额 任务难度还会加大 但让叶宁进去 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 他们能会获得多大的优势 尤其是在限制实力的副本中 同阶无敌 越阶无敌 那还不是干穿所有战区 众人听后 也是神色一领 没错 上面连续发布两次禁令 这已经是开始担忧的表现了 叶宁的未来 一定很可怕 但现在 无论表现得如何亮眼 充其量也就是对标三阶终极中的佼佼者 最多有些特殊 比如让他们大吃一惊的两道隐秘剑气 但 只要想杀他 无非是派几个三阶高级 轻易就能将叶宁扼杀于摇篮 任你天赋再怎么变态 等即放在哪 我知道 轻轻点头 叶宁知晓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 如果不是有火种计划在 又是在首都 他也不敢这么暴露自己的天赋 背后没有势力 没有高阶保护下 他这么做 就是在找死 在他记忆中 他可是记得 很多私人势力 会暗中搜寻拥有天赋的觉醒者 从初期就使用系统道具 签订牟利契约 培养成死士 就像他在地狱之门中碰到的那个中年人 本质上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明明已是二阶 能自己制造装备 但依旧被那些大势力压榨 逼得他不得不进入副本 拿命去拼些资源 深夜 默默吸收着手中的灵精 叶宁面带笑意地 看着军方发来的信息 在他从失恋塔出来后 军方就已经派遣部队 前往天峰带回母亲和小妹了 等家人到了首都被保护起来 他也算是了解了一桩心事 至少在首都覆灭前 小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剩下的就是按计划做 安静的房内 堆满整个房间的灵精 散溢出淡蓝色的雾气 升腾的灵能将正中央的叶宁 缓缓淹没其中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压下心思 叶宁吸收完手中灵精内的 最后一丝灵能后 不禁摇了摇头 效率太慢 转化率太低 哪怕他要来的灵精 已经是高等的 光是他屋子里的灵精价值 就不下百万之举 但依旧没什么太大作用 不猎杀变一体 不完成任务 他想靠吸收灵精 提升到下一阶段 每个三五年功夫做不到 三阶之后的灵能 和二阶有天壤之别 如果说之前 觉醒者体内的灵能像是雾气 那三阶之后 就像水 凝食无比 而质变也在于此 三阶前 灵能散溢 爆发出的伤害 分散不集中 三阶后 掌控力大大增加 并且可以根据输出的灵能 叠加提高出手伤害 因此 从灵精中吸收的灵能 必须通过转换压缩 才能储存在体内 超凡计划 还是必须尽快搞定 低声自语几句后 叶宁不禁有些头疼 虽然他理论上 可以一边猎杀变一体 一边吸收灵能 但猎杀变一体 获取的灵能 本质上也和灵精中的差不多 只是质量上更高 更凝实 只是 问题在于变一体死后的灵能 吸收后太过狂暴杂乱 三阶前无所谓 他不需要精准的调动 一股脑砸出去就行 但到了三阶后 叶宁就不得不考虑 对灵能的掌控了 以他前世的经验来看 每次吸收的灵能 反复打磨后 被完全掌握 对静声大有好处 如果一股脑的 只提升数量 不提升掌控程度 很容易卡及 而想提升对灵能的掌控力 要么是反复使用 要么是吸收极为纯粹的灵能 这也是为什么 大部分觉醒者 到了三阶后 会花费大量时间 才能升级的原因 当然 大量战斗 每一次都将自己压榨到极限后 能缩短这个进程 掌控力 也关系着剑技的威力啊 我自己释放的剑技 明显比系统的强